春暖花开时节 窗外的一只迎春花探出半开的窗子 和这温暖的春风 在午后令人昏昏欲睡 安静的茶水间外 突然传来了轻快的脚步 不大一会儿 轻步帘子被挑开 走进来了一个 穿着一身碧绿春衫 竖着小小发迹的女孩子 这女孩子年岁不大 唇红齿白 目光灵动 瞧见了茶水间里 正靠在一张小凳子上 昏昏欲睡的红衣女孩 急忙笑了一下 上前拍了她一下说道 小云 还不起来 她这一声叫 脸色微微苍白的女孩 张开了眼睛 她看清楚了眼前的是谁 不由露出了一个浅浅的柔和笑容 从正坐在小茶炉上的茶壶里 倒了一碗茶水来 压低了声音 给了这女孩子轻声问道 你怎么过来了 她的声音有些微弱 脸色发白 有些病容 虽然穿着一件粗布的红色的裙子 可是就算是粗糙的布料 却挡不住她的一张 十分精致漂亮的脸 她看起来不过八九岁的样子 却比刚刚进门的女孩子 多了几分稳重 我是来叫你去领赏的 绿衣女孩一口喝了茶 对她感激一笑 这才急忙说道 高二外头传来了喜馅 说是咱们三爷种了炭花了 老太太心里高兴 因此 咱们院子里的小丫鬟子 每人都赏半掉钱 这可不是喜事 她顿了顿 忍不住四处看了看顿族说道 婴儿只怕已经过去了 偏把你留在这儿 看着炉子 叫我说 一样的三等样的差事 凭什么她处处显眼 却只叫你一个人在这看着炉子 从不在外头走动 我如今精神短 且谁做这些活都是一样的 红衣女孩笑着说道 这才说 你是傻子 你骗不信 她日日争你的风头 看炉子是你 可是捧着茶水 往老太太面前去卖好 讨喜 得赏钱的 怎么就不是你了 见红衣女孩 只是柔和地笑了笑 并不也自己分辨 也不一份甜音 绿衣女孩不由垂头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就是心肠软 又不爱与她计较 只是若是不在主子面前露脸 平日里只守着咱们那点月钱才有多少 都是一样的人 她生的还不如你呢 好了 红衣女孩名叫云叔 见眼前与自己同年纪的绿衣女孩翠柳 脸色都不开心了起来 急忙说道 今日是府里的大喜事 你应该高兴才对 半掉钱 这可不是白得的 只是这茶水间 离不得人 你帮我去领了 先放在你那 晚上回去了你再给我 她与翠柳 都是老太太院子里的三等小丫鬟 住在后头的大通铺里 一间屋子里住着八个三等的小丫鬟 都是今年刚送到老太太院子里来服侍的新人 八个小丫鬟 差不多都是八九岁的年纪 虽然做不得老太太房中精细的活 可是看茶水 喂鸟扫院子 也不累 只是得精心些 至于一些粗糙的活 比如烧火 或是洗衣等等 都有粗食的婆子 也不需要这些娇滴滴的小丫鬟们做 与她一块分在茶水间里看茶水的 还有一个名叫婴儿的小丫鬟 也与云叔年纪相仿 只是一项机灵 且有些心计 喜欢往老太太的屋里去奉承 就算服侍不上老太太 也愿意在老太太身边 几个养尊处优 给老太太房中 管着许多内外式的大丫鬟面前露脸 这府中的老太太 乃是富贵双全的人 对下人也一向都宽容大方 婴儿时常在老太太的面前晃 不是抢着给端茶倒水 就是打帘子扫地的 因此 在三等丫鬟里 算得上是得意人 老太太屋里的大丫鬟 手头都是散漫的 婴儿事后的好 因此 平白也会多给她些赏钱 或是些铜钱 或是一两块点心 更大方些 赶上婴儿讨人喜欢了 许 还是几寸的衣裳料子 或者大丫鬟们 看不上的小手势 云叔却不大喜欢 往老太太的屋里去的 他从来都没有想到 自己一眨眼醒过来 会变成了一个 百年士族唐国功夫的 三等小丫鬟 卖身为奴部说 还失去了自由 这唐国功夫 虽然富贵无双 在这京城之中 乃是数一数二的豪门世家 可是叫云叔说 宁愿去做个 乡间日夜劳作的农女 也不愿做这 富贵风流窝里 低人异等的丫鬟 他穿过来的时候 还在生病 许是这一场病厉害 才将从前的 那个可怜的小丫鬟 给烧得没了 叫云叔得了 这个病奄奄的身体 好不容易将养好了 云叔也没有心情 去主子们的面前服侍 只守着茶水间 倒是清闲 这养了一段时间的病 如今才叫好些 因此倒是精神了些 也慢慢地习惯了 自己的身份 宇刚刚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成为生死半点 不由自己的丫鬟的 惊扰与烦闷 到现在的安然自处 云叔也想明白了许多 既来之则安之 虽然说是做了丫鬟 可就当是在古代 找了一份工作 认真的好好做事 攒钱 日后赶上主子们的恩典 放了自己的生气 出去做个良民 且拿着在国公府里 传的月钱与赏赐 多买些良田 云叔在想到 唐国公府中的三爷 这次种了炭花 就每个小丫鬟赏了半吊钱 不由在心底暗暗地 感慨了一下 国公府中的附属 他一个三等的 做不得什么累活的小丫鬟 一个月的月钱 都有半吊钱 如今一次赏赐 就叫他多了一个月的月钱 如今在京城周围的良田云叔 已经问过府中 有惊艳的婆子 听说一亩良田 十两银子 他一年的月钱 与赏赐加一块 说不得就能攒下来 两亩良田 日积月累 等他长大些 可不就是一个小地主了 到时候几亩田地 一个院子 春华秋时 倒是也悠闲极了 想到这里 云叔急忙退了退 翠柳说道 快去吧 别耽搁了 也误了你的赏钱 可是钱都不仅在分赏钱 还在分点心 听说是云片高 翠柳见云叔不肯过去 只埋头干活 不由顿足说道 婴儿那丫头 做事跑在最后头 赏钱分点心分果子 却总是他头一份 指你好脾气 总是吃亏 这茶水间里没人照看 一会儿怎么了 今日也没听说 有客人会来 老太太屋里的茶水间 是离不得人的 不仅是老太太 与一并在老太太面前 侍奉的夫人小姐 要时常用热茶 就是唐国公府 这样显赫的世家 时常有内外贵族女眷 来上门做客 总不能叫茶水间里没人 炉火灭了 叫客人喝凉茶 今日没听说 府中接了谁的登门的帖子 因此翠柳就劝了一句 云叔却只是摇头 他在现代的时候 做工作早就知道 不得认真负责 断断没有因为不会发生 就偷懒的 叫他说 国公府既然付给自己薪水 那自己就应该认真地工作 而不是偷奸耍花 你多吃点 把我那份吃回来就好了 他推了推有些不肯的翠柳 也忍不住弯起眼睛笑了 他虽然年幼 才八九岁上的年纪 可是生得眉目似化 十分美丽 只是许氏 因只做着三等的小丫鬟 他也不在脸上十分涂脂抹粉 因此瞧着有些脸色暗暗的 翠柳素日里劝云叔打扮些 只是云叔倒是觉得 做一个小丫鬟 还是低调些 闷声发大财才好 他对果子不感兴趣 只对那半吊钱感兴趣 毕竟 这可是往后叫他后半辈子 衣食无忧的依靠 翠柳到底顿足 点了点他的额头 转身风风火火地走了 云叔重新坐回茶炉前 看着茶炉里跳跃的一点火苗 沉饮了一会儿 摸出了收在腰间的一个小荷包来 这荷包敞开 倒了倒 倒在他如今小小的雪白的掌上的是几块碎银子 掂量了几下 大概能有个五两 这就是从前那个小丫鬟小云的全部的家底了 他卖身进了府中的时间也不长 因此没有攒下什么家底 这五两银子已经是不少的了 云叔看了看这可怜的五两银子 心里又叹了一口气 小心地把他收拢在自己的荷包里 重新放回了腰间 他是不大能相信自己如今 睡得那个大通铺的 八个小丫鬟都在一块 平日里来来往往的人都不少 当初小云是孤身一人被迈进了国公府之中 不及别的小丫鬟是国公府里的家生子 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国公府中当差 等了赏钱能交给家中的长辈 不会放在大通铺 云叔没有家人在这府里看顾 因此凡事也多了几分小心 不过从前的小云就是一个老实性子 素日里也不大往大丫鬟与主子的面前凑 攒得不多 因此也不打哑 他想到这里 想到自己也听人说起 如今这个世道 只要有个两三百亩的田地 就能做一个生活的很富庶不发愁的小地主 因此心里倒是有了个目标 不管怎样 先努力攒钱 当个地主婆 第二张琥珀 他心里正给自己鼓劲 就听见外头又传来了脚步声 之后 半开的青布帘子之后 走出了一个十六七岁 脸色颇为冷淡的美貌女孩来 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春衫 头上插戴着一只小小的珍珠簪子 与一只金布瑶 虽然不是如何奢侈 可是瞧着却带着几分富贵的气象 云书认得这是老太太身边一等大丫鬟琥珀 急忙起身给扶了扶 琥珀的脸色有些淡淡的 目光在茶水间扫过 见只有云书一个 便问道 婴儿呢 她仿佛是寻婴儿 因婴儿在小丫鬟里头最鹤里集群 因此云书心中了然 想了想才说到 婴儿想到了自己还有些旁的差事 因此出去了 姐姐先等等 她一会儿就回来 哪里是有差事 不过是去领赏去了 只是云书一向不喜欢被弟弟说人闲话 因婴儿把手里的活都忘了 只去领赏钱 这样的状 她还告不出来 想必不过是领个赏钱 再吃些点心 一会儿也能回来了 不了 琥珀不动声色地看了婴儿一眼 眼底多了几分温和 这府中的小丫鬟 勾心斗角的更多些 素日里为了一点大丫鬟们的青睐 或者想要自己往上爬背地里说 坏话的 不知道多少 可是她都站在这儿 抓住了婴儿不在屋里 这小丫鬟还知道 给婴儿描补 倒也勉强算是个好的 因婴叔不肯说婴儿的坏话 此刻只是埋头整理自己的衣裳 琥珀慢慢地走到茶炉前 看了看正滚烫的茶水 不动声色地说道 瞧着你眼神 也是前些时候进来老太太院子的 怎么没有常见你 老太太的院子里 前些时候放出去一批到了年纪的丫鬟 因此才补了八个三等的小丫鬟进院子 本也是打着调教几年 日后慢慢提拔上来 免得他们这些大丫鬟 被放出去以后 老太太身边没有贴心服侍的人 这些小丫鬟 平日里叽叽喳喳的 也时常围着他们这些 能给老太太拿些主意的大丫鬟们转 只是琥珀却觉得自己 瞧着云叔眼神 仿佛没有十分见过 我粗粗笨笨地 不及别人懂得规矩 因此再学规矩 免得不小心冲撞了主子和姐姐们 云叔只是上前 见琥珀锤头 试了是茶炉上的茶水的温度 急忙问道 姐姐是要喝茶吗 他一抬头 琥珀锤目就看见了一张十分美丽的脸 这脸生得漂亮 小小年纪就称得上是眉目四化 拔尖的出众 只是见这张脸上有几分暗淡 似乎皮肤不怎么好 琥珀锤了锤眼角点头说道 到一壶雨前龙井 三爷一会儿回来 最喜欢这个 这茶炉上今日就热着一壶雨前龙井 云叔倒了一些 在一个青瓷茶壶里 又看了看琥珀 他手脚也十分麻利 且也不主动自作主张 也不显摆自己多么的凌厉 琥珀顿了顿 对他说道 拿着 与我一块儿去老太太的屋里 他这样的大丫鬟 一向都不会动手做事的 平日里除了在老太太的面前奉承玩笑 给老太太解慢 也不过是做一些十分简单的活 说起来 过得比平民小护家的小姐 还轻松自在 云叔的目光 在琥珀白嫩的手指上一闪而过 听话地拿盘子端了茶水 跟着他就往老太太的屋里去 唐国公府的老太太 乃是如今唐国公的亲娘 因唐国公孝顺 唐国公府显贵 因此 满府的风流富贵 几乎全都汇聚在老太太的院子里 素日里 丫鬟们除了乐意 去服侍唐国公 与唐国公夫人那一房之外 最愿意的 就是来老太太的屋里侍奉 毕竟老太太 是府中最年长的主子 说起来 从老太太院子里出来的丫鬟 也格外体面些 不说个房 都瞧着老太太给几分面子 就是老太太院子里的赏钱饮食起居 一概也都是最好的 断然没有叫府里 刻薄了老太太院子里的待遇的事 只是云叔没有想到 平日里只叫人传话 叫小丫鬟送茶水的大丫鬟 竟然会亲自来了茶水间 不然 端了茶水往老太太面前露脸的事 本该是婴儿的 婴儿要强 也一向都想要在 他们这些小丫鬟里头做个家 她也等闲不愿意 为了一次两次露脸的机会 就与婴儿争执 毕竟 她也算是看明白了 就算不露脸 可是凭她的年纪 就算是在老太太的院子里熬两年 熬得上头的一等二等的丫鬟都嫁了人 自己总能混上去 何必十分出众 反倒锋芒毕露 咄咄逼人呢 婴儿只怕也知道 自己总是掐尖要强的 在小丫鬟里 虽然被人羡慕 可是非一塌的 其实也有不少 心里想着这些 云叔却只能心底叹了一口气 捧着茶盘 就往老太太的屋里去了 他还是第一次进老太太的屋子里 一进门就嗅到了一股浅浅的暖风 熏得不知是什么香料 温和宜人 叫人心中顺畅 大大的花厅里 摆放着高大的多宝格 上头的金玉盆景 瓷器花瓶都非常精美 冷眼瞧着 就十分贵重 正中还有一个大大的香炉 仿佛是白玉雕琢 剔透晶莹 正飘着些香烟 两旁的红木雕花的椅子 与小岸都是八成星 最上手正坐着一个 慈眉善目的老人家 他在家里 只穿着一件五福捧瘦的家常衣裳 见琥珀进门 便微微汗手 云书站在琥珀的身边 也给这位老人家服了服 这就是唐国公太夫人了 他一头白发 眼角都带着细腻的纹路 看起来慈眉善目 一样天年的样子 见琥珀进来 便笑着问道 府中可还在赏钱 他今日春风得意 乃是因他的儿子 府中的三爷 唐国公的弟弟唐三爷 高中了叹花 这可是吉南德的荣耀 不仅是唐国公府的喜事 也是满朝的盛事 见琥珀点头 他便笑着说道 也不知你们三爷 如今到哪了 他这样开口 琥珀没有说话 只低声叫等着自己吩咐的云书 把这壶热茶 送到老太太的身边去 道是下方的一个 穿得雍容的中年女子 笑着说道 叹花廊跨马游街 此刻自然是十分欢喜的时候 只怕是在京城的街道上 叫大姑娘小媳妇的 置何班呢 他顿了顿 见老太太笑的 脸上的皱纹都多了些 便奉承笑道 春风得意马提及 这说的正是三弟 到底是母亲亲手养大 三弟这样出血 我们府中女眷往来 说出去也荣耀 只是如今正不知道 该有怎样的好姑娘 配得上咱们的叹花廊呢 哪里就和你说的那样显赫了 不过是书读得好了些 前头还有状元 有榜眼呢 老太太却笑着说道 母亲这是谦虚了 若只论才学 状元与榜眼 自然是好的 可若论起人品相貌 家世贵重 谁又比得上三弟 叹花廊 叹花廊 这正说的是 品貌双全之人 也只有三弟当得了 显然这中年贵妇 知道老太太心里喜欢什么 好一通夸赞府中心 出炉的叹花 云书只当自己没有听到 给老太太倒了茶 便想要退下 横竖这些薰贵女眷 后宅之中的事 与她一个小丫鬟 也没什么关系 只是她才要推出去 却叫琥珀拉了一把 跟着我 她低声说道 云书一愣 只是目光 扫过脸色淡淡的琥珀 见 走到老太太的身边站着 只能也站在她的身后 你说的倒是好听 到底是长嫂 你也是看着她长大的 长嫂如母 对她也十分照顾 只是如今 我想到她的婚事就头疼 老太太欢喜了一会儿 精神也好了许多 见下守神彩飞扬 显然也十分得意 家中出了一个 探花的掌戏唐国公夫人 很喜悦的样子 便摇头说道 她从小 叫我吉养的任性 婚事上也挑挑拣拣 如今又中了探花 只怕这婚事上 还要磨人 因想到柚子的婚事 老太太不免叹气 唐国公夫人却笑了 您何必担心 若说从前三弟在府中读书 见过三弟的人不多 也就算了 可是如今一举成名天下之 这一趟跨马游街 见了三弟风采的不知多少 唐国公夫人见老太太面上 似乎多了几分笑意 这才试探地说道 不过也不必天下之 母亲 前些时候宋王府里透出话来 宋王妃膝下正有一位嫡女 今年十八岁 生得花蓉月貌 且早早就已经被封了郡主 这身份高贵 待人接物也都是极好的 宋王妃想着 咱们国公府中附属 且您带人慈爱 因此想着 若是您觉得合适 不如叫三弟与人家郡主见一面 宋王府的和乡郡主 老太太突然问道 母亲也知道她 知道 一等一的爽利性子 只是因前些年 执意给过世的老王爷守孝三年 因此婚事上耽搁了 虽然说出身王府 不过都说是个爽快的脾气 如今想想 还孝顺 老太太笑着说道 她笑容里多了几分满意 正是这话 是个干脆且孝顺懂事的 满宗室打听打听 谁不赞和乡郡主一声好呢 唐国公夫人也忙笑着说道 云书听着这婚事来来往往的 越发谨言慎行 只是不小心去看身边的琥珀 却见琥珀的目光 正扫过了老太太面前 正给老太太捶腿的一个 温婉清秀的丫鬟 这丫鬟的脸苍白一片 第三章金拙 云书倒是一愣 琥珀的目光 却很快从那丫鬟的脸上转移开 若是当真如此 倒是老三的福情 作为国公府出身的炭花 迎娶皇家郡主 这也是很好的婚事了 这样出身显赫的媳妇 就算是老太太 也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见唐国公夫人笑着点头 她便指着她说道 是谁的主意 我就托付给谁 难为你想着老三 我如今精神也短了 这些事就托给你 若是这婚事当真能成 我亲自谢你 她对唐国公夫人 十分信任的样子 唐国公夫人便笑着说道 我这好管闲事的性子 总是这样 只是何必老太太谢我 都是一家人 三弟若是能有好姻缘 也是好的 这家族之中的族人 都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唐三爷能高中探花 也是唐国公府的荣耀 唐国公夫人 乐意为小叔子奔走 自然也是 因喜欢锦上添花 与宋王府的郡主 做轴礼 日后也是极体面的事 唐国公夫人想到 若是与宋王府联姻 日后自己膝下的儿女 也能与宋王府往来 眼底不由多了几分笑意 他对这婚事乐见其成 此刻与老太太贺喜 就忙着去管理家事 告辞而去 老太太此刻心情极好 只是想着 儿子还不回来 因此十分急迫 云书站在琥珀的身后 一时也没了主意 若是说起来 小丫鬟上了茶 是不能留在老太太的面前的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就算是从前婴儿时常侍奉 也不过是说着好听 大多只不过是跑腿而已 如今 他这站在琥珀的身后 一副不愿意出去的样子 总是看着不像话 不过在老太太面前 他不能多说什么 安静地当地花 倒是老太太身边 正给他捶腿的 那个清秀的丫鬟 仰起了头来 他与琥珀穿戴都差不多 都是老太太面前 得宠得信任的 大丫鬟的样子 只是乌黑的发际之中 却插着一只 十分鲜嫩的红花 越发显出了几分鲜艳 娇滴滴的 正是花一二的年纪 这丫鬟也生得 跟花朵一样 水灵秀气 白皙温婉 奴婢还没有恭喜老太太 也没有恭喜三爷 十年寒窗 三爷如今也是 修成正果了 他笑着说道 可不是 好好的熏贵子弟 天生的富贵荣华 偏他自己要强 日日苦读 看过的书不知多少 磨坏了的墨 也不知多少 老太太便叹气说道 这丫鬟水眸之中 闪过一抹流光 仿佛含着几分欢喜 又似乎藏着几分轻目 一边给老太太捶腿 一边笑着说道 可不是 大夫人说 一举成名天下之 可是谁又知道 三爷在背后付出了多少呢 一遭台前显赫 后头的苦工不知多少 他声音温柔 显然也是一个十分温柔的女子 老太太听了 也忍不住点头 叫他起来 不必再给自己捶腿 对他叮嘱说道 如今老三已经种了炭花 恐怕马上就要入朝为官 他的荷包还有鞋袜 你都要细细地准备好了 奴婢明白 你的针线出众 务必要在老三的这些针线上用心 是 这丫鬟急忙硬了 见他硬了 老太太这才笑了 看了看天色 有些急了 只是因知道外头儿子 高中一时是回不来的 就转头对琥珀说道 叫厨房给做几样精致的菜色来 老三喜欢的那几样 也都预备着 再温些酒 等着给老三用 他一侧头跟琥珀说话 就看见琥珀身后站着的云书 不由一愣笑着说道 这是哪来的齐整的丫头 从前没有见过 他带身边的丫鬟 也都十分温序 见云书穿着的是 他一会儿说道 瞧着眼神 你是哪房的 您没见过他 他也是前些时候 不到咱们这儿的 叫小云 琥珀看了云书一眼 在老太太的耳边 带着几分笑意说道 是个基本愤的 管着茶水间 就当真认真地管着 也不出来走动 是个实心眼的丫头 他见云书的小脸微红 应知道老太太 一向是喜欢漂亮的女孩 在自己面前服侍的 便对老太太说道 他生得好看 我才在茶水间里看见 他都一愣 只是是个钻牛角尖的 说一句做事 就不肯在外乱晃 人家都去领赏了 他倒 还在茶水间里哭坐着 这倒是个眼底有活的 老太太微微点头 带了几分喜欢 云书却急忙 给老太太服了服说道 并不是实心眼 赏钱奴婢 已经求了同物的翠柳 给领了 应不耐烦走动 因此 好了 小小的女孩 你能坐得住 倒是个沉稳能干的 老太太见云书 穿着三等丫鬟的粗布衣裳 虽然身上全然没有半点首饰 一把头发也梳成了一个 纹丝不乱的小小的发际 头上没花没首饰的 倒不似素日里 自己瞧见的那些 喜欢打扮的花枝招展 瞧着不像样的丫鬟 且云书不争不强 神态平和 又不像是个喜欢 抢别人的风头的性子 老太太微微点头说道 难为了你 奴婢瞧她 来了这院子这么久 都没有来老太太的屋里服侍过 因此带了她来 我这屋里 也不叫许多人进来 若是那不知轻重的 只知道掐肩要强的 反倒乱了我的屋子 这丫头倒是懂事 你的眼光极好 日后多待待她 老太太顿了顿 见云书的身上 什么首饰都没有 缓缓地说道 今日是极喜庆的事 这丫头赶着老三的喜事 来我这屋里 倒像是个暴喜鸟 她一边说 一边几个大丫鬟都笑了 云书的脸有些泛红 有些不安 却见琥珀已经直起身 看了她一眼 摇了摇头 云书便不再多说什么 别的小丫头子我都见过 她反倒靠后了 只是她来得巧 你一会儿替我赏她 老太太说道 怎敢与老太太讨赏呢 赏的是你的吉利 这红衣上穿得硬紧 老太太今日喜气迎门 自然也喜欢身边的丫鬟喜庆 云书今日穿了红衣 瞧着就似乎是在贺喜了 因见她喜欢 云书便不再多说什么扫兴 与老太太谢过 叫琥珀招手 给带到了一旁的侧屋里去 虽然说是侧间 可是这屋子不小 与云书住的那大通铺的屋子 都仿佛了 琥珀进了侧间 就不再多看云书一眼 仿佛刚才在老太太面前的笑意 都是错觉似的 她静止走到了对面一个红木的架子上 从上头搬下来了一大的匣子 放在一旁的一个小桌子上 对云书说道 你过来 云书走到她的身边 见她从自己的荷包里 摸出了一把精致的小钥匙 打开了这匣子的锁 云书就知道 琥珀在老太太屋里的位置了 这是能掌管老太太一部分财物的大丫鬟 在国公府中也算是位高权重吗 琥珀却不知 云书正在心底 对自己在老太太的面前 有几分了然 脸色淡淡地打开了 这个红木包金的匣子 翻开 顿时云书只觉得 眼前一片金光璀璨 待金光散去 面前的匣子里的珠宝首饰 都露了出来 金簪戒指镯子 还有珠链 都纠缠在一块 虽然看起来样式寻常 不过却都是金银之物 她只觉得 眼睛被刺得有点发疼 一旁的琥珀 已经淡淡地说道 老太太说要赏你 只是我不知你喜欢什么 你自己挑 姐姐随意赏我 什么都是好的 云书没有想到 唐国公府说是富贵 可是近富贵显赫到这个地步 随意赏人的 竟然都是金玉首饰 珠宝华彩 不说别的 只这其中的首饰 全都是赤金 金子之前 说不得一个最简陋的小金戒指 都是她一个月的月前了 虽然老太太说 她是暴喜鸟 想着赏赐自己 没有想得到多少厚重的赏赐 她有些紧张 琥珀哼了一声 带了几分冷淡 我不耐烦猜别人的心思 你自己挑吧 她有些不悦 云书自然是不敢冲撞 自己的顶头上司的 犹豫了一下 才伸出细细白白的手指 在这匣子里 轻轻地翻找了起来 这匣子里 大多都是金香玉 金香宝石 金香珍珠 素面的首饰几乎没有 虽然都是赏人用的 然而蜈蚣不受禄 云书到底挑了一只 赤金红宝石的戒指 拿给琥珀看低声说道 多谢姐姐让我自己挑 已经挑好了 这枚戒指 是匣子里最简单的一枚 虽然上头一颗 小小的红宝石 剔透晶莹值钱了些 可是却已经是云书 能挑出来的 最不值钱的了 更何况 红宝石又暗合 今日老太太屋里的喜气 也勉强算是赏赐了一桩喜事 琥珀见她捧着 这小小的细细的红宝石 赤金戒指 仰头看着自己 一双眼睛 逆着窗外的阳光剔透干净 垂了垂眼睛 从里头又挑出了 三枚差不多的宝石戒指 塞进她的手里 想了想 她又皱了皱眉 把一个双龙抢住的 角丝金镯子 也丢给她 这镯子做工精巧 虽然是角丝分量不重 可是金子却是实打实的 别的也就算了 纸中间的那枚浑渊的珍珠 润白细腻 就已经价值非凡了 第四章 极度 云书捧着镯子 一时手足无措 太多了 寒酸的丫头 琥珀虽然打扮得清淡 可是说起来 手上头上腕子上的手势 也不少的 她给云书指了指她自己 叫她看自己耳朵上的 硬红赤金耳坠 又给云书看自己 手腕上的虾须拙 冷淡地说道 你是唐国功夫 老太太面前的丫鬟 做出一副寒酸的样子 叫外人瞧见了 老太太也跟着没脸 你是老太太屋里的人 虽然不能插金带银 绵锁终断的不知分寸 可是也不能太肃静 叫人瞧不上 多谢姐姐叫道 云书恍然 她有点脸红 之前她的确身上 没有什么首饰 不过这不赖她 当初小云本来就穿着 一身破衣上 被卖进来的 身无常物 就算是想要打扮 也没有这样的身价 不过显然 琥珀也看出 她从前的窘迫几分 淡淡地说道 这几样足够了 日后来老太太面前 见云书欲言又止 显然是有些迟疑 她垂目缓缓地说道 我叫你的时候 你就跟着我服侍老太太 若是我不叫你 你也不必争先恐后 她没有再说什么 只将面前的匣子重新锁上 见云书已经抬手 把镯子和那门 一开始挑出来的 红宝石巾戒指给戴起来 便微微汗手 虽然云书挑得这戒指细细的 不过因云书年纪小 手指纤细 尚且有几分稚嫩 这金色在他的手上很好看 且也不显得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是个懂事的 若云书不机灵 只把镯子都给藏起来 唯恐带坏了 那就辜负了琥珀的心意 毕竟 给云书就是叫他带着 叫老太太心里欢喜的 若没有姐姐提点 我何尝知道这些道理呢 云书也知道 琥珀这样的大丫鬟 是看不上自己手里的那点身家的 因此也不拿手里的东西孝敬琥珀 只是带着几分感激地说道 若姐姐日后有差遣 我一定不会偷懒的 他一边说 一边把腰间的荷包拿出来 想把剩下的三枚戒指放进去 只是云书看了一眼这个料子寻常的荷包 却微微一愣拿了过来看了看问道 这是你绣的 荷包简单 料子也寻常 配线也寻常 看起来都很简陋 只是上头绣的荷花 却见几分根底 针线细致 已经很有火候了 舒展的荷花虽然配线不鲜亮 不过却有几分栩栩如生 你的绣魂倒是不错 我娘亲亡故之前 是江南来的绣娘 因此也教了我一些 这荷包是小云绣的 只是如今 云书继承了小云的身体 自然也记得 怎样绣这些针线 见琥珀露出几分倾听的样子 她便扭了扭着荷包轻声说道 她的绣活极好 从前也供着绣妆里的差事 我年纪小的时候 娘亲就教过我 如今也有娘亲的几分本领 她不吝啬在琥珀这样的大丫鬟面前 展现自己都会什么 因为若是要在老太太的院子里生殖 也是需要有些本事的 她不会如婴儿那样 四处钻营十分灵力 却希望自己 她不算本事的 除了厨艺 也只有针线活了 你娘不在了 琥珀问道 前年一病没了 说起来 小云的出身 也十分令人唏嘘 她本是京城边上镇子上的人 家中虽然贫寒 可是因娘亲是个绣娘 生活也勉强可以支撑 只是前年的时候 她娘亲死了 爹爹便迎娶了后娘 都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新进门的青春娇艳的后娘 把小云的爹迷得是神魂颠倒 哪里还记得自己的女儿 因此没过多久 就听了她后娘的怂恿 把小云给卖了 因小云生得好 且也认识几个字 这样有品贸的女孩 在镇子上卖不划算 人牙子给了她爹十两银子 把她卖进了唐国公府里来 云叔想到 小云被生父卖了十两银子 心里忍不住有些闷闷的发疼 那或许是小云残留在 她身体里的心情了 对不住 琥珀的脸色柔和了几分 没什么 姐姐不必放在心上 我在府里有主子和姐姐们的关照 吃得好穿得好 其实说起来 除了自己成了丫鬟 云叔在唐国公府的日子 过得很不坏 一个月的月前有半掉钱 这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了 就算是外头那些寻常百姓家 半掉钱也能过得十分不错 不过因唐国公府包吃包住 每三个月还发一套新的衣裳 这每个月半掉钱 就全都叫云叔能给攒下来 若不是如此 云叔也不可能会发出豪言壮语 说是以后就能当个小地主了 他在唐国公府日子过得好 因此长得也更好了些 比在家里的时候过得好得多 在家中的时候 小云的亲娘 有好的先紧着小云的爹点 之后才有小云 偏他的爹并不是一个心疼妻儿的 但凡有些好的 就先扫荡干净 哪里能记得 还有自己的妻子女儿呢 想到小云在家中的时候 也曾经看着爹叶几口 将整只鸡腿全都吃掉 然后口口声声去读书做学问 却不多问小云母女 有没有沾过婚心 云叔就觉得厌恶 说是做学问 都三十多 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 只知道在家里做读书人的样子 也不管家中的生活 因此才硬生生地 累死了小云的娘亲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却没有再说什么 这荷包极好 回头我拿了料子与针线 你给我秀一个 琥珀的脸色柔和了很多 见云叔痛快地答应 没有再说什么 带着他从侧尖里走出来 老太太本望眼欲穿地等着儿子 见了云叔出来 也不是十分在意 不过见他之前 速速地身上多了惊世 到底十分满意 微微汗手 倒是琥珀低声在老太太的耳边说道 是个实称的丫头 奴婢叫他自己挑 他只挑了个最轻 宝石最小的红宝石戒指 这样才好 又不是眼皮子浅 也不贪得无厌 老太太这才看着低眉顺眼的云叔笑了 云叔也不曾多说什么 只得老太太服了服 这才叫他从屋里出去 他出去了 也没有回去大通铺 反而还是回了茶水间 见茶水间里还是没人 婴儿也不知去了哪里 不由心里叹了一口气 若说婴儿四处钻营 也在老太太面前露脸 可是如云叔 今日这般赏赐 却实在是没有的 倘若婴儿专心本职 认真的在茶水间里做事 那今日得到老太太这些东西的 岂不是婴儿 婴儿这到底是本末倒置了 他心里想着心事 又从荷包里翻出了琥珀 挑给自己的戒指 见一颗是猫眼 两颗绿松石的 他因听见老太太说 今日种了炭花的三爷 会来给老太太请安 也不敢走 唯恐主屋里要热茶 只是没想到到了夜色黑了 就有别的小丫鬟来跟他换班 听说那位炭花三爷 今天不会回来 去应酬童年 他直接回了休息的屋子去吃饭 他住的屋子里住着八个小丫鬟 应都年纪相仿 因此都还勉强说得上话 虽此刻人不全 可还都叽叽喳喳地在一块 正喜气洋洋地说 府中今日的喜事 他们还没吃饭 等云叔进门 翠柳先迎了上来 眉开眼笑地说道 咱们今日的体面人回来了 他把云叔推到了吃饭的桌子前面 云叔见小丫鬟的分力都还在 除此之外 又有一个家菜 是一道嫩炒肉丝 酱色鲜艳 热腾腾的 该是刚出锅的 这也是赏的 他好奇地问道 可不是 是国公爷教府中都添菜 到底三爷高中是喜事 翠柳先把半吊钱放在云叔的手里 这才说道 不过你今日得了老太太的赏 咱们当然要一块高兴高兴 云叔机缘巧合 去了老太太的屋里服侍了半日 这是瞒不住的 云叔也没想瞒着 他只是抿嘴笑了一下 眨了眨眼睛 从桌子上端起了茶杯笑着说道 那我以茶代酒 多谢大家等我一块吃饭 他这话 叫几个小丫鬟 笑得前仰后合 云叔一向与人为善 人缘不错 且他本也不是喜欢抢风头的性子 因此也没人嫉妒他 到时有小丫鬟 问云叔在老太太面前服侍什么 云叔就老实地说道 哪里有我服侍的份 不过是跟在忙碌的姐姐们身后傻站着 老太太见我眼神 因此多问了两句 虽然他说得简单 可是也引人羡慕 翠柳都听住了 带着几分憧憬地说道 若是有一日 我也能叫老太太多问两句 叫我站一天都好的啊 他和云叔最好 云叔便笑了 握了握翠柳的手 正是几个小丫鬟一块开心的时候 就听见屋门口 突然传来重重的几声脚步声 之后 一个声的眉眼娇俏 同样穿着一件红衣的小丫鬟 挑了帘子进来 他进了门 愤恨地瞪了云叔一眼 走到了大通铺上 不知拿了什么 走过云叔的时候 用力一哼 这才重重地摔了帘子 直接走了 第五章 赚钱之路 婴儿这样气势汹汹地走了 云叔忍不住看过去 他看着婴儿的背影 消失在了帘子之后 没事 别理他 翠柳却不当一回事 看见云叔似乎想要说什么 压住他的手 往他嘴里塞了一口 今日的小菜低声说道 他这样要强 有能耐去和姐姐们闹去 难道我们中的人 只能听他的得宠 都不能在主子面前露脸了 明明是他自己 不知去哪儿玩去了 叫琥珀姐姐找不着人 才叫了你去顶替 怎么反倒成了你的错处了 就算是他是老太太面前 用熟了的 难道就不能用别人了 一样的丫鬟 他比谁高贵不成 这话 虽然是在说婴儿 翠柳其实也是说 给其他小丫鬟们听的 毕竟因今日云叔得了赏赐 虽然脸上没露出什么 到底有人心里头不自在 更何况叫翠柳这样一说 反倒叫人想到 小丫鬟里头婴儿 才是那个最跋扈的 占了大家分力的人 因此对云叔也就过去了 云叔笑了一下 看着翠柳眨了眨眼睛 翠柳也对云叔笑了 这一顿饭吃得很快 婴儿没回来 不过云叔想到 婴儿的姐姐 如今也是老太太面前的大丫鬟 虽然不及琥珀得老太太 信任长着老太太的私房 可是等闲在这府中 也有几分体面 如今受了委屈 应该是寻他姐姐去了 便也不在意 素日里婴儿 也时常往他姐姐的屋里去睡觉 说是看不上这大通铺的拥挤 又因院子里的大大小小的丫鬟 看在他姐姐都对他纵容些 才叫他养成了 在小丫鬟里掐尖的性子 他没回来 云叔也不在意 他又不是受虐狂 虽然不愿与人争执 可是若是有人对自己有什么冲撞 也不是随意叫人欺负的 你说这话就对了 见小丫鬟们 有的去收拾碗筷 有的得去职业 有的去打水 翠柳拉着云叔 云叔坐在大通铺的边上 躺着低声说道 就得叫他知道 咱们不好惹 他姐姐是老太太面前的得意人 又怎么了 难道还能打杀了咱们不成 上头的姐姐们都公道 他们姐妹也别想一手遮天 因见今日婴儿吃了大亏 叫云叔得了便宜 因此翠柳十分得意 他一向都有些泼辣的 时常护着云叔 云叔只是点了点头轻声说道 我明白 你是为了我好 他一边说 一边从大通铺上 把自己住的那块地方上的被子掀开 露出里头的一个不大的木头匣子来 因这屋子简单 梳妆与胭脂水粉 都是放在一块的 也没有个单独的地方 放他的私房 他大头儿的私房都揣在身上 不过因铜钱沉甸甸的 又占地方 因此也就放在屋子里 此刻打开了匣子 露出了里头的一把散碎的铜钱 加起来也有个两三百文 这都是素日礼府中 有什么是上头赏赐的 云叔把这半吊钱也放进去 过些时候 等攒了钱 我再叫我娘 给你换成银子 翠柳大咧咧地说道 他家里人都在国公府里当差 爹是跟着国公的随从管事 娘是负责府中 采买各种外头东西的媳妇 因此 素日礼往来 比他们这些身在后宅 不能出去的小丫鬟 方便很多 云叔没有家人在府里 这些铜钱放着 未免有些打哑 因此 每次攒够了一吊钱 就求翠柳的娘 换成银子收起来 翠柳的娘 在外采买府中需要的东西 银子铜钱都用得上 因此 也乐意对云叔 给些善意换给他 还没有多谢婶子呢 总是为我用心 云叔低声说道 你说这些多么外道 不过 若是你当真要谢 不如回头 给我绣个荷包 翠柳喜欢云叔的绣活 喜欢的什么似的 只是因见云叔还没有病好 不要意思讨好 他这算什么要求 云叔觉得简单至极 便笑着点头 又问他喜欢什么花样 翠柳眼睛亮晶晶地 跟他靠在一块 想了一会说道 就要迎春花 他提起花朵 眼睛都亮了 云叔忍不住笑了 见他们两个 靠在通铺边上 没人注意 就从荷包里 把自己今日得的 三枚戒指拿出来 摊开在雪白的掌心上 这是琥珀姐姐给你的 翠柳见这三枚戒指 小小的赤金圈子 不算什么 可是一枚猫眼 与两颗绿松石 都是十分稀罕的宝石 不由眼睛亮了 他眼里 只有欣赏 并无贪婪 云叔却把这三枚戒指 往他的方向 递了递递声说道 你挑一个 他时常都要劳烦 翠柳与翠柳的娘 帮着自己换银子 且他如今身子骨儿好多了 并已经痊愈 正想着如何在空闲的时间 多赚些银钱 日后傍身 他会的也就是绣活 还有自己学过的打落子 那些繁复的花节都是 想当初小云的娘教的 如今云叔也都还记得 他更比旁人多了几分优势的 倒是从前尚未穿越而来的时候 还记得很多新鲜的 这个时代没有的花样 这些花样虽然简单 怕是一拿出去 就能叫人学了去 不过只要这些花样吉祥 京城这样大 总是能买出去银钱 水滴石川 击沙成塔 慢慢地银钱 也就积累起来 只是他在后宅是弄不到丝线的 这些都得求翠柳的娘 去给自己带进来 这样劳烦 他都很不好意思 更何况翠柳与他要好 是极好的朋友 自己有了好东西 与好友一块分享 又有什么不对呢 不行 我怎么能要你这样贵重的东西 翠柳也没在老太太的面前服侍过 因此 素日里得到的赏 都是隋大流 哪里有这样精致漂亮的宝石戒指 虽然他进了老太太的院子的时候 爹娘也给了他两个戒指 不过都不及云书手上的好看 他虽然喜欢 却知道不能占云书的便宜 因此狠心推了推 却听见云书低声问道 莫非你还嫌弃我吗 他有点可怜巴巴的 翠柳却觉得 云书这是恶人先告状 你一个人在府里 多存些金银才好 戒指是老太太赏你的 给我做什么 日后我若是得了赏赐 一定就不给你了 只是这是我第一次得主子单独给的东西 这样有纪念意义才来和你分享 你快挑一个 他们一会儿看见了 我是不够分的 云书到底劝动了翠柳 翠柳犹豫了一下 才点了点头 目光也不多看 胡乱地拿了一枚绿松石的戒指 来说道 快收回去吧 他总是个年少女孩的性子 虽然觉得自己 拿了云书的东西 有些后悔 可是却把戒指戴在手上 在灯火之下比了比 好看 还用你说 日后可不许再这样傻大方了 翠柳对云书说道 若换了旁人 我也不给他 两个女孩靠在一块 迎头一个洗漱完了 如今躲在一个被窝里 窃窃私语 云书就把自己手上的红宝石戒指 还有双龙抢猪的角丝镯子 给翠柳看 翠柳也在家里见过几样好东西 顿时捂着嘴 低声说道 琥珀姐姐当真大方 他与云书窃窃私语说道 素日里瞧着琥珀姐姐总是冷淡 目下无尘 不及其他几位姐姐笑盈盈的和善 可是待人倒是十分真心 还提点我几回 可见是面冷心热 我们从前误会她了 老太太房中的几个一等大丫鬟里头 大多温序和气 对他们这些小丫头都照服有加 笑盈盈的也不大骂他们 他们都有点怕琥珀 却是因为琥珀的脸常常是冷淡的 虽然也没有骂过他们 可是却叫人觉得不好亲近 可见人不可貌相 翠柳小生说道 日后琥珀姐姐若是在寻人做事 我也乐意过去 她平日里怕做得不好叫琥珀骂 如今想想倒是从未挨过骂的 云叔也点了点头 她的手指抚摸过了自己手上的这镯子 又想到自己已经攒下的金银 心里不由多了几分对未来的期待 如今她小小年纪就已经能攒钱 日后等她能做活卖钱的时候 自然能添净香 想到这里 云叔便对翠柳亲身问道 我听说今年府里又放出去一批丫鬟 唐国公府一向都是积善之家 若是丫鬟到了年纪不是家生子 又没有与府中的管事下人定亲 那到了年纪就会有可能被唐国公府放了生气 可不是 听说都哭得什么似的不肯走 你想想 府中多么富庶 就算是咱们这些小丫头 日子过得也比那寻常家的小姐强险 谁乐意出去 云叔捶了捶眼睛 他就乐意出去 他只庆幸自己被迈进了唐国公府这样的地方 等他到了年纪 叫唐国公府放出去 就能得到自由了 想到这里 云叔想到茶水间一向清闲 自己也不过是枯坐在茶炉面前 又没有人时常进来 便捅了捅翠柳的腰 你帮我跟沈子透个话 我想买些打落子的彩线 请沈子在外帮我看看 他推了推自己身边装钱的木头匣子 想到未来 他就忍不住自己想要赚钱的手 第六章落子 你要彩线做什么 翠柳好奇地问道 云叔也不瞒着他 毕竟他还要求翠柳的娘帮忙把彩线买进来 往后还要透过他娘把打好的落子拿出去卖掉 这能瞒得住别人 瞒不住翠柳 他对翠柳也信任 因此低声把自己的想法给说了 你会打落子 翠柳急忙说道 对了 你都会绣这样好看的图样 落子也不算什么 你放心 这事交给我 反正我后天也是要回家的 他得了月钱和赏钱 若是攒得多了 从不放在他们现在睡觉的屋里的 只放在家里 因此从自己的被窝里 也拖出来一个木头匣子晃了晃 打开了 里头也是满满的铜钱 这比云书的多得多了 毕竟翠柳在院子里不吃亏 服侍的主子也多 因此也时常跑腿什么的 得的赏钱也多些 他还把手边的一大团丝线给了云书 这是做什么 云书诧异地问道 你不是说要打落子出去卖 你在府里 也不知道外头都喜欢什么花样 不如先打几个你熟悉的落子 后我带回去给娘 叫娘出去问 到时候去问过铺子 他们都收哪一种 哪种给的钱更多 哪一种受欢迎 到时候回来也叫你有个准信 翠柳这是纯然的善意 云书觉得一瞬间 自己的喉咙似乎也噎住了 很久之后才把这些丝线都拿在手里 看着对自己笑得一脸天真的翠柳说道 谢谢你 谢什么 就像是你说的 我与你好 因此才如此 若是不与你好 你就算求我 我也不理睬你 翠柳把丝线塞进云书的手里 等我娘问清楚了 就把丝线给你买回来 左右用不了几日的 你别急就好 他顿了顿对云书轻声说道 比起你我家里那个反倒不像是真心的亲姐妹了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就如翠柳 虽然父母慈爱对他也十分关照 可是家里却也有不省心的人 不省心的事 云书想了想 轻声试探地问道 还是碧柳姐姐吗 碧柳是翠柳的亲姐姐 因早年身子不好 不能服侍主子 因此 府里传话说不必叫碧柳来国公府里服侍 这其实不来事后人是一件好事 翠柳的爹跟着唐国公当管事 娘又是管财买的 都是游水族的差事 家中过得很不坏 碧柳又不必服侍人进来当丫鬟 家里又富属 在家中如同娇小姐一般娇养 只是这娇养的泰国 就十分自私自利 真把自己当小姐看 看不上因身子康健 被送进来当丫鬟的妹妹不说 如今因年纪到了要嫁人 正在家里闹着 要一副丰厚的嫁妆 她若是只要丰厚些也没什么 可是家中只要叫她知道的良甜铺子 就算是经营 也都要归在自己的嫁妆里 全然没有想过自己还有一个妹妹 以后也是要用嫁妆的 因这事 翠柳是不惯着 她这个自私自利的姐姐的 在家中吵了起来 因此姐妹之间 如今还在彼此当对方是透明人 所幸翠柳的娘 是个不偏不倚的性子 并未偏心长女 因此翠柳如今的心情才好些 可不是 你知道吗 前些天她闹着问娘要私房 什么私房 不过是瞧着我在府里头 拿了许多钱回去 她眼红了 还想要我的 口口 生什么 她把禁府里服侍老太太的差事让给了我 不然赚了这些赏钱与月钱的就是她 不是我了 气得我 翠柳磨牙 虽然年纪小 不过很泼辣的 冷笑了一声说道 气得我一盆水泼在她的脸上 叫她看着这水面 瞧瞧她自己 配不配在老太太面前事后呢 手心手背都是肉 婶子竟然并未偏心她 你也不要十分吵闹了 不然 婶子心里岂不是难受 她日日在家里闹 难道娘就不难受了 她都不顾惜我娘 若是我软了些 那府里岂不是叫她霸占了去 翠柳便低声对云书说道 我娘叫她闹得不舒坦 不过我的这些钱都专门给我收起来了 说等待攒些 到时候就去给我买了粮田挂在我的名下 本朝立志开明 就算是卖身了的奴婢下人 也都能与平民一般购买田地宅子 因此 翠柳也想着买些京城附近的粮田 与云书念叨着说道 买了田地 到时候我那姐姐 就算是强也抢不走了 更何况 每年还能有出产 无论是瓜果还是蔬菜 她顿了顿 小心翼翼地从被窝里探出一颗小脑袋 往四周看了看 见其他小丫鬟还没有回来 她就钻在云书的被窝里 趴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 娘如今不是管着采马 买谁的不是买 只要我的田里有了出产 到时候直接卖到府里来 又不必操心如何卖出去 这卖的价钱也多 都还是我的私房 她看起来美滋滋的 明显是觉得 这事其实很好 云书也觉得这样极好 忍不住生出几分顽皮的心情 也趴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 你说得不错 的确舒心 所以 你若是攒够了钱 就跟我一块买 咱们到时候买在一块 到时候全都叫我娘买走 哪怕是一亩两亩的 到底赚些花头 翠柳自然也是惦记云书的 云书出了一会儿神 眼底多了几分欢喜说道 我本还发愁 日后若是买了田地怎么办 若是如你这样说 那我们岂不是躲在府里 什么都不必操心 就赚了钱了 她们都是年纪小小的女孩 顿时滚在一块儿笑了起来 云书也生出了几分紧迫 想了想 第二天就带着翠柳 给自己的丝线来了茶水间 茶水间素日里清静 只有她一个 可是此刻婴儿却在 她生得眉眼俏丽 今日还是与云书一般穿了 红色的裙子 见云书进来 仰头翻了一个白牙 云书也不理她 坐在一旁 想自己应该编什么落子 她想着 第一次往外卖落子 就格外标新利益不好 因此想了想 就决定打些京城里常见的 再打两三个新鲜花样的 当她新鲜 她正发呆的时候 外头就传来了脚步声 之后 一个眉目与婴儿 有几分相像的大丫鬟 挑了帘子进来 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坐在窗边的云书 见她低眉顺眼的 不由勾了勾嘴角 对兴奋的起身的婴儿说道 前头老太太正叫茶呢 说素日里时常是你服侍 叫你赶紧去 断不喜欢旁人 她这话说完 婴儿顿时示威地 看了云书一眼 大声地硬了 这才端着茶 跟着那大丫鬟 往外头去了 云书觉得无奈 那大丫鬟 正是婴儿的姐姐翡翠 只是就因为 她在老太太面前 露了一次脸 就大张旗鼓地来打压她 这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她也没想 跟婴儿抢那端茶 倒水的活啊 今日她忙着打烙子 回头给婴儿带出去 因此忙忙碌碌 一边看着茶炉 一边手指飞快 她的手指在丝线里 如同穿花蝴蝶 不多时就打出来了一对 吉祥如意姐来 剑手头的丝线还有不少 她又编了一对福寿双拳 虽然说听起来简单 可是这样复杂的花蝶 就算是云书 也觉得十分繁复费事 整个上午全都用来 编了这两对花蝶 等快到中午的时候 她想了想 就拿剩下的碧绿的丝线 编了两三个小小的幸运草结 瞧着这四叶草栩栩如生的 倒是也有几分趣味 她吐出一口气 随手把单独几根丝线 打了些简单的花结 跟那两对大的放在一块 这才算完了 因手头的丝线没了 云书把这几个花结 拿在衣袖里 去吃饭的时候 给了翠柳 翠柳急忙收好 对云书眨了眨眼睛 她笑起来的时候 带着几分爽力 云书也忍不住 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累了吧 翠柳与云书吃了饭 见其他小丫鬟 正在抢着吃桌上的好吃的 带着云书出来低声说道 你可别累着 为了一点钱就累了 身子再病了就坏了 她正叮嘱云书 却一下子收住了话头 变得恭敬了起来 云书不由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就看见此刻 正有两三个 老太太屋里的大丫鬟 说笑着 一块在外头逗弄廊下 挂着的鹰根 见这里头琥珀不在 该是还在老太太的房中当差 其他的大丫鬟没有打过交道 云书也不愈被上前讨好 正在这个时候 老太太的上房里 帘子一条 琥珀脸色冷淡地出来 目光落在了对面狼中的 云书的身上 声音高了些道 小云 你过来 她这一叫人 廊下大丫鬟们的笑声都停了 旁人也就算了 只是婴儿的姐姐翡翠的脸 顿时一变 她不敢招惹琥珀 只能远远地瞪了云书一眼 这才笑着走过去 对琥珀说道 你将那小丫头 这样费事做什么 婴儿就在附近 他人伶俐 不如叫她吧 这小丫鬟要出头 当然要显出本事来 婴儿若是入了主子的眼 日后也不发愁了 只是翡翠这样想 琥珀却皱眉看了她一眼 摇了摇头 她灵力 早上提了茶来 磨磨蹭蹭不肯出去 看不明白老太太的眼色 这叫什么灵力 第七章差事 这 婴儿不是年纪小吗 翡翠急忙说道 她年纪小 你年纪也小 还不稳当的时候 就往老太太的屋里领 打量叫老太太 事后你妹妹呢 琥珀素日里虽然冷淡 却从不发作 只是没想到 一发作就是与自己一般的大丫鬟 甚至翡翠竟不敢开口反驳 云叔就知道这件事不好 自己与翠柳撞见了大丫鬟间的争执 且自己抢了婴儿的风头 怕不知道翡翠与婴儿心里怎么嫉恨自己 不过都到了如今这地步 她也不得不抱紧琥珀的大腿 若是 她失去琥珀的维护 那翡翠和婴儿 恐怕就不是哼哼两嗓子的事了 你去吧 别担心 翠柳低声说道 云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截然一身 怕什么 就算翡翠想要修理她 也得看看 有没有这个能耐 她走到琥珀的面前 见琥珀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自己 似乎有点满意的样子 才听见琥珀说道 你跟我进来 她恨了恨不能咬碎婴儿的翡翠 眼底闪过莫名的机窍 却只是在心底摇了摇头 对翡翠冷淡地说道 这小丫头 已经入了老太太的眼 若是日后叫我知道她 有个什么好歹 我就拿你是问 她是大丫鬟里的头 翡翠也不敢与她十分争吵 急忙说道 再不敢的 见她老实 云书这才滴滴地松了一口气 别怕 老太太不是男服侍的人 琥珀推了云书一把 把她推到了屋里去 云书不明白 为什么琥珀会突然提拔自己 毕竟自己从前与琥珀素无往来 若说琥珀有坏心眼 她冷眼瞧着琥珀 这副清冷的样子也不像 不过能在老太太面前露脸 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 她顺势走进去 就见老太太正在闭目养神 没有听见外头的那一两句争执 见老太太闭着眼睛 云书不敢高声 无声地走到了一旁 等待琥珀的吩咐 屋里还有个大丫鬟 正是昨日给老太太捶腿的那个 生得清秀可人 眉眼弯弯 见云书进来 眼底闪过一抹惊喜 惊喜 云书一愣 却见那大丫鬟对自己招了招手 这个你会秀吗 见老太太正靠着她在歇息 这清秀的丫鬟 名叫珍珠 拿着手里的一块绣帕对云书问道 云书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琥珀一眼 见琥珀并未多看自己 却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便打叠起精神看了过去 见上头绣的事 都是一些精致的绣纹 还有一些端庄持重的人用的花样 顿时吻了吻心 已经明白了什么 点头说道 都还会一些 他这样说 珍珠顿时脸上一洗 又急忙压住了眼角眉梢的喜色 轻声说道 那你试试 这绣帕已经绣了一块 云书拿着针 不出什么不同 只是他年纪小 上午的时候 又专注地编了许多的花节落子 此刻就有些精神不济 已经很好了 小心坏了眼睛 珍珠忙接过来 拿了一旁的茶给云书喝 云书想不明白 自己这明显是 抢了这珍珠的活了 昨日听老太太说话的意思 珍珠仿佛掌管这屋里的 还有府中老太太交代的一些绣活 按说这活十分清盛 又体面又干净 在老太太面前也得重用 应该不会有人让出来才是 且珍珠叫自己绣的 都是老人家喜欢的花样 这说明是给老太太绣的 珍珠这是想把老太太的绣活让出来 身为大丫鬟 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傻了 她心里疑惑 却见珍珠的脸上 已经闪动几分薄红 眼底多了几分炼焰憧憧 整个人的气息 都变得格外柔软婉转 琥珀只远远地看着她 眼底露出几分伤感 却看了一眼正午睡的老太太 不敢多说什么 走过来压住了云叔的肩膀 平淡地说道 你的绣活极好 这倒是叫人惊喜的事 日后 你就跟着你珍珠姐姐 绣老太太屋里的东西 茶水间的活 就卸下来 婴儿一个人也禁够了 她这一开口 就叫自己跟着大丫鬟做绣活 云叔自然是乐意的 只是犹豫一下说道 姐姐是提拔我 我心里明白 只是我年纪小 手头不及姐姐们活饭 做得慢 恐耽搁了姐姐们的差事 她虽然乐意做轻便的活 可是这绣活却费眼睛 小云的娘 当年就因日夜做工 熬坏了眼睛 几乎看不清东西 她自然十分注意这个 也唯恐叫自己的眼睛也熬坏了 若当真如此 那为了一点银钱 还有轻便 就坏了自己的眼睛 才叫傻子呢 她这样谨慎 琥珀就哼了一声 不过是 叫你做些边角 不会大用你 你乐意 我还信不过你 你吓唬她做什么 珍珠是个极温柔如水的女孩 也不过十六七岁的样子 盲对云叔说道 你琥珀姐姐吓唬你玩呢 你还小 我也不会十分用你 不过是 不过是 她含糊了起来 清秀的脸上满是红润 这一副娇羞了几分的样子 叫云叔心中有些茫然 正在这时候 就听见外头有些脚步声传来 之后 房外传来了一声声 娇滴滴的音声艳雨的 请安的声音 三爷 这称呼一声声响起来 之后帘子被挑开 云叔就见门外 走进来一个生的眉目俊秀 眼角眉梢 带着几分多情风流的锦衣公子 他面上含笑 看起来十分平易近人 又似乎是个脾气很好的性子 此刻眼底带着几分薄红 面上还有些醉意 然而一双眼 却已经清明了几分 他一走进来 就下意识地 把目光投向云叔的方向 云叔见他含着笑意 直直地看过来 自己身边声响微动 再回头 且看见珍珠已经满面通红 他抬头羞答答地 看了那青年公子一眼 又急忙转过了头去 唐三爷嘴角微微勾起 目光更加柔软 却已经收回了目光 云叔一愣 之后骤然明白了什么 生出了几分诧异 这位府中的炭花三爷 与珍珠之间是 怨不得 怨不得珍珠急着 要把老太太的绣活给让出来 只怕是心里 已经动了与唐三爷 天长地久的打算 因此 在老太太的屋里 已经待不住了 心若是都乱了 自然服侍老太太 就不会十分用心了 想到这里 云叔不由心里有些复杂 他 昨天明明都听见唐国公夫人 与老太太 已经在谈唐三爷的婚事 若是婚事没有差错 怕就是要定下那位 唐国公夫人口中的 宋王府的和乡郡主 这样身份高贵的郡主 要嫁给唐三爷 珍珠日后 哪里有立锥之地 莫不是要去给唐三爷做妾事 高贵的宗室郡主手底下讨生活 能有什么好日子 他心里想着这些 可是却知道自己没资格 对珍珠这样的大丫鬟说什么 见珍珠已经轻轻去换老太太 云书也不能做别的 只是锤头把珍珠 放在一旁小凳子上的锈帕 还有针线之物收拢起来 放在了不远处的 一个大大的竹侠里 见他眼底有活 知道收拾老太太屋里的东西 琥珀勾了勾嘴角 叫他跟自己去茶水间端茶 因唐三爷喜欢雨前龙井 因此云书特别气了心茶 捧在手里 日后 你就在老太太的屋里当差 虽然还是三等 不过日后老太太屋里别人有的 也都有你一份 琥珀见他漆茶手底下纹丝不乱 茶水也不会飞溅出来 微微汗手 倒是对小小年纪 就能把倒茶练得这样利落刮目相看 这倒茶看起来平常简单 仿佛所有人都会 可若是不出声 迅速又不会飞溅出茶水 不会手抖到的偏了 倒茶八分满 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云书答应了一声 他如今还是个小丫鬟 当然是大丫鬟说什么 自己就做什么 等到了老太太的屋里 他见珍珠站在老太太的身后 努力收敛脸上的神色 以免叫老太太看出端倪 心里又忍不住有点同情他 看他的样子就知道 老太太恐怕不知道 他跟唐三爷的纠缠 还在与唐三爷 带着几分兴致的提起婚事 自然也不会留意珍珠的神色 只是云书试探地看了珍珠一眼 又看了看自己手上的茶壶 我来吧 果然 珍珠上前对云书说道 他显然是不愿意错过 与唐三爷相处的机会 哪怕只是倒茶时的 那一点点片刻的清静 云书不会和他抢着在老太太面前干活 虽然珍珠是大丫鬟 本不该再做这些事 不过还是把茶壶给了他 见他拾去 珍珠忍不住微笑起来 看了垂眸不语的琥珀一眼 这个小云倒的确 是比平日里的婴儿明白些事 虽然说帮他们这些大丫鬟忙是不错 可是有的时候 有些是大丫鬟不乐意叫人接手的 婴儿也看不出他们的不悦 非要抢着帮着干了 珍珠之前就叫婴儿抢过一次 给唐三爷倒水的机会 心里不悦 只是嘴上没说什么罢了 如今他将茶壶拿在手里 给老太太换了新茶 之后忍着心中的欢喜与柔情 走到了唐三爷的面前 俊秀年轻的炭花郎抬头 看了对面的美貌丫鬟一眼 眼底多了几分笑意 第八章买地 只是因在老太太面前 他没说什么 只温柔地说道 多谢 他的声音还带着几分沙哑 这是昨儿的酒还没醒 老太太关切地探声问道 没什么 母亲不必担心 唐三爷揉着自己的眼角 露出几分疲惫说道 不过是与童年喝了几杯酒 他仪态雍容 风姿卓著 本就是薰贵豪门之中 走出的贵公子 云书站在琥珀的身后 倒也明白 几分珍珠会对唐三爷倾心的缘故 此刻见唐三爷 虽然眉目还有几分宿醉之后的痕迹 可是精神倒是不错 飞快地看了珍珠一眼便问道 怎么不见大哥和二哥 唐国公府老太太膝下三子 除了府中的二爷是树初 唐国公与唐三爷都是嫡初 是老太太亲生的 这亲儿子做了国公 又出席 自然膝下的儿子们都变得孝顺 连树子素日里 对老太太也十分恭敬 忙着前头的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大哥 如今得陛下重用 说起这个老太太 就十分骄傲了 亲生的两个 长子是朝中显贵 在皇帝的面前也有一席之地 至于眼前这个老来子 又人才风雅 如今高中叹花 就算是树初的那个素日里 虽然庸禄些 可是也十分听话孝顺 老太太满意得很 只除了今生唯一的 一件遗憾伤痛的事之外 只觉得自己此生都非常圆满了 见唐三爷点头 他忍不住关切地问道 这回能去哪里当差 状元榜眼与探花 都去汉灵院 您别担心 汉灵院虽然轻苦 不过也轻贵 正合适历 唐三爷低声安慰 老太太倒是不在意这个 只对儿子说道 既然清闲 不如先把你的婚事给定了 见唐三爷沉膺起来 他缓缓地把宋王府的 和乡郡主的条件给说了 唐三爷便点头说道 既然母亲与大嫂都说好 那就是真的好 儿子没什么意见 他笑了笑 带着几分笑意地对老太太说道 只要孝顺母亲就好 你从小就嘴甜 老太太自然是喜欢听这样的话的 做母亲的 心里希望儿子有好姻缘 可是也希望儿子 不要娶了媳妇 忘了娘呢 云淑自然只有垂手而立的份 只是他安静地 站在琥珀的身边 唐三爷却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 只觉得这样一个小丫鬟 竟然能在老太太面前服侍 倒是有些意思 他一向都知道 老太太更一众大丫鬟的 这小丫鬟年纪小 老太太既然愿意用它 显然是有几分本身 她的目光扫过十分温顺的云书 老太太也看了过去 见儿子露出几分迷惑 就笑着说道 这是新提拔上来做针线的丫头 针线听琥珀与珍珠刚刚都说好的 针线这年纪也带了 过不了几年就要嫁人 我身边也得重新挑个贴心的针线上的人 珍珠急着嫁人吗 唐三爷一边抬手喝茶 一边笑着问道 珍珠清秀温柔的脸顿时红了 也不着急 我一时还离不得 老太太笑着说道 她对这个小儿子充满了疼爱 已经在问唐三爷 这去汉林院之前得预备些什么 唐三爷也不嫌老太太啰嗦 耐心地给她说了些 只是因老太太手啃 云书到底在老太太的房里站住了脚 他如今也不看着茶水间 只在老太太的房中服饰 只是因年纪小 因此时常随着琥珀 学着琥珀如何处理收拢屋里的大事小事 还有赏赐提点 她时不时的还得跟着珍珠 学着绣老太太的衣裳 老太太是不耐烦外头人做的衣裳的 无论是礼衣鞋袜 还是小小的帕子荷包 大多都是身边的丫鬟给做的 只除了外头的一年四季的衣裳 是府中针线上的人精心缝制 贴身的东西都交给珍珠与云书 云书年纪小 精神也短 如今只做这些老太太的鞋袜帕子荷包 还有一些衣裳绣口的绣纹之类 大些的礼衣与外肠都是珍珠在做 只是云书明显地感觉到珍珠心不在焉 或许是唐三爷即将成亲 也或许是他与唐三爷之间有什么承诺 珍珠左右都有些精神恍惚 见他的一颗心都飞到了唐三爷的身上 如今手头快 放下老太太的活计就去给唐三爷做衣裳 云书心里也忍不住有些叹息 云书这次领的衣裳就与自己的三等丫鬟的分力不同 无论是料子还是做工都跟着二等丫鬟的力 毕竟时常在老太太的面前 从前穿着粗糙的三等小丫鬟的衣裳 难免叫老太太瞧着心里不喜欢 他捧了新衣裳出来 回了大通铺里 就见婴儿极恨地看了自己一眼 却没有要对自己动手什么的意思 只在阴阳怪气地说道 咱们屋里的金凤凰回来了 可不容易呢 什么金凤凰不金凤凰的 不过是沾了老太太的光 领了好衣裳 难道谁还缺这一份衣裳 非要说些酸话不成 云书心平气和地说了一句 把衣裳放在翠柳的身边 他如今也不是很容忍婴儿 且因日子过得不错 脸上也风润了些 瞧着更加好看了几分 因他进了老太太的屋里服饰的时候 已经请了几个小丫鬟一块吃了饭 虽然只不过是一两银子 给了厨房求厨房的几位婆子 给添了几样稀罕的菜 不过到底也是一番心意 云书会做人 虽然鱼越龙们比别人都混得好些 却少有人嫉妒 谁酸了 不过是件衣裳 再好看 穿在身上也不过是个奴婢 就仿佛你不是个奴婢似的 翠柳反唇相机 他与云书对上了婴儿 两边都是惹不起的 几个小丫鬟就无声地跑了 婴儿见他们和其伙来对付自己 顿时气地红了眼睛 他本当自己是小丫鬟里的第一人 处处都是出挑的 谁知道生不逢时撞上了 云书这个心理藏尖的 不过三言两语 就巴结上了老太太身边最倚重的琥珀 如今钻印到了老太太面前 听说老太太极喜欢云书的针线 等先连他姐姐翡翠都不敢煽动 再想想自己如今叫琥珀 给压制在了茶水间里 动弹不能 任是千般林立也施展不得 越发地跳脚 云书也不理他 见他不理睬自己 婴儿眼睛转了转 却转身没有再吵闹 直接走了 我瞧着他 怎么不怀好意识的 这是在国公府里 他也翻不过天去 云书建屋里现在没人了 这才把自己衣裳里头 裹出来的几个花节落子 拿给了翠柳 低声说道 如今我还做老太太的针线 这落子打得慢了些 不过若是你想学 我教你 这是可以赚钱的活 虽然云书不得清闲了 可是翠柳却依旧是个 不大忙碌的小丫鬟 平日里拿些丝线来打落子 也托他娘卖了 岂不是极好 云书这各色的 落子配线鲜亮 且都十分精致 因此成双成对的 都能卖到八十多文 这种落子若是熟练了 一天能打好些 说起来 倒是比丫鬟的月钱 还多许多 翠柳却有些垂头丧气 你以为我不想学 只是看见你的丝线那么复杂 乱七八糟的 一缕一缕的挑开 来回的勾跳 我瞧着都觉得眼睛疼 我是不成的了 他看了看外头 从自己腰间的荷包里 摸出了一块碎银子 来塞给他说道 这是这几日 你给我的那二十对花结卖的钱 除了这个 倒是你闲散石编的那几个大红石榴 卖得更好些 石榴花开 这是十分吉祥的 且又精致 多子多福的意思在里头 谁不愿意买呢 云书早前把几个丝线编的大红石榴 拿给他 翠柳都看得惊呆了 那一个大红石榴 红彤彤的 远远看过去栩栩如生 且还鼓鼓的 圆圆的 瞧着跟真正的石榴 没什么两样 也不知云书是怎么想出来 竟然能编出一个滚圆的石榴来 云书也没说 这就是叫什么立体的编花 掂量了一下这块碎银子 总有个五六两 就知道那石榴的确卖得不便宜 不过英语也好 这谁家都乐意买了来 悬挂在房中图个吉利 毕竟多子多福 是如今百姓家中的愿望 他把自己素日里 藏在身上的银子 这才在老太太面前没多久 老太太手里头散漫 时常赏人 他因绣了老太太喜欢的荷包 因此也得了两三个银罗子 收的时候不经意 不过此刻放在面前才发现 真的不少了 也沉甸甸的 云书不由有些烦恼 他这银子日渐丰厚 也不能天天戴在身上 不然岂不是有一天得累死他 可是把这么多银子 放在大通铺里 又叫他有些为难 翠柳见他为难 本也有些担心 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事 急忙拍了他一下 对了 我娘正张罗着 帮我先置办两亩地呢 不如你也把银子给我娘 叫他一块买了吧 第九章偏心 买地 云书犹豫了起来 怎么了 咱们从前不是说过的吗 买了地 日后也能得些东西 瓜果蔬菜不拘是什么 翠柳对云书是真心实意的打算 见云书反倒犹豫了 不由劝他说道 你这么多银子放在这屋里 素日里来来去去的 也不知进出多少人 顺手牵羊的事也未必没有 不如买了地呢 他说的这话 云书也是这样想 毕竟银子越来越多 总是没法揣在身上 可是若买了地成了田气 随便往自己的荷包里一塞 天天带着走 等他生了二等丫鬟 到时候换了屋子 自然就可以不必这样谨慎了 也行 云书其实不愿意此刻买地 却还是咬了咬牙小声说道 毕竟 他手里的银子不多 买的地也少 今日在东边买两亩 明月在西面买两亩的 这些田地连不成一片 零零散散的 日后管理起来也是个麻烦 不过这次不过是第一次买 买了也就算了 他看了看自己面前的银子 虽然说是快二十两 可是其实还没有那么多 又挑了两个之前 去唐国公夫人面前传话 唐国公夫人随手赏的赤金 没有镶嵌的戒指 放在了银子上 推给了翠柳 那就麻烦婶子了 麻烦什么 我娘反正也要给我买 咱们买在一块 日后也不必操心 只叫我娘帮咱们看着 翠柳看了看屋里没人 急忙把云书的银子收了 见她有些顾虑的样子 就小声说道 你犹豫的事 我又何尝不为难呢 咱们这攒些银子就买一块 日后未必还能连上 现在买的这些 这一亩一亩的 日后总归还是要卖了 再买那些连在一块的田地 只是如今 怎么了 我姐姐在家里闹着呢 娘就想着 若是我的银子 放在家里叫她看见 我姐姐那样的性子 没准还想着霸占了去 翠柳叹了一口气说道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她不敢把自己的这些银钱 放在大通铺里 就交给了自己的娘带回家里 只是这说起来 若是叫她姐姐看见 也不知道会不会动什么歪心眼 她娘就想着买了地 也把田气放在她的身边 也不必放在家里 这样与云书一说 云书便心有戚戚了 却想了想轻声说道 我记得 外头如今有宝钞银票 不如日后咱们的银子 多对成银票吧 等攒了多些 再一口气去买粮甜 那这次也这样换了银票吧 翠柳急忙说道 不必 不过是梁母弟的事 且这梁母弟 也能出些新鲜的东西 无论是咱们自己吃 还是卖了银钱都几好 钱你都答应了婶子 婶子必然已经用心 给你挑粮甜去了 突然又不买了 白费了婶子的一番心血 云书这样劝了 到底把翠柳给劝住了 她觉得云书说的仿佛也对 把自己和云书的银子 拿去给了自己的娘 过不了几日 这一天就偷偷把云书 给叫到了偏僻的地方 把一张田器塞进云书的手里 云书看了 是在京城附近的一处镇子上 这里的地都说极好的 小云从前没有被卖到 国公府里来的时候 自然也常常听家常理短 听左右邻居说 哪个镇子风调雨顺 哪个镇子的土地肥沃 出产丰盛 又说哪个镇子的民风淳朴 路不时宜的 翠柳拿给自己的 这田器上的地方 就是听说十分附属 良田肥沃的地方 见翠柳有点得意 又有些不高兴 云书忙把田器 放进了自己的荷包 低声问道 你这又是怎么了 我娘给我姐姐 在隔壁村子也买了 买了就买了 都是书婶的银子 你还不许书婶疼你姐姐了 云书轻声劝道 娘和爹一口气 给他买了五十亩 见云书抿了抿嘴角 没有说话 翠柳便红了眼眶 轻声说道 若是一视同仁 我也不说什么 可是他在外头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在府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在外头是个主子 自己还使奴患病 可是我在府里侍候人 爹娘却只有心疼他的 这五十亩两天算起来 都得五百两银子了 虽然说 许在高门大户里不算什么 可是在云书与翠柳这样的小丫鬟眼里 这得攒多少年才能买到 更何况 翠柳小小年纪 就要进国公府里干活 哪怕这些活儿再轻松 可是服侍人哪有悠闲的时候 云书顿了顿 摸了摸翠柳的脸小声说道 你快别难受 只是翠柳是在府里等闲见不着面 可是翠柳的姐姐却是在眼前 终日里看着 难免多几分勤奋 更何况 翠柳的姐姐是先出生的 被先疼爱了几年 偏心在所难免 不过云书也不愿翠柳对家中的爹娘 心中生出埋怨来 忙拉着她 坐在一旁的栏杆上轻声说道 不过是五十亩 咱们自己个儿也能买 更何况叫我说 书婶买了这五十亩 许也是为了你姐姐快要嫁人 准备嫁妆的缘故 你是说 日后他们也会买给我 在老太太的院子里待上几年 五十亩怕也不被你放在眼里 可怜天下父母心 云书看着翠柳轻声说道 叫我说 书婶对你已经十分疼爱了 你想想 打从你进了老太太的院子 婶子是不是时常来看你 还想着给你买低日后打算 见翠柳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云书便微笑起来 柔声说道 更何况 婶子为何对我这样好 因我要卖 这些落子忙前忙后的 你不去问问 后宅那院里的丫鬟 想往外卖东西 谁会这样容易 偏绳子从不要我的感谢 忙前忙后十分用心 这是为什么呢 都是为了你 因我与你感情好 绳子是看着你 才也爱屋及乌 对我这样好 你还不明白吗 云书的话 叫翠柳愣住了 他想了一会儿 咬着嘴角不说话了 骤然见到那五十亩田 你心里难免伤心 不过 怕我也是多此一举来劝你 书婶这些疼爱 想必你也能想得明白 不过是白费几天的功夫罢了 云书见翠柳的脸色 好看了很多 这才和声说道 你受了委屈 你家里人必然知道 这心里知道 你吃委屈 日后必然补偿你 至于你姐姐 你何必 与他一般计较呢 他拉着翠柳 在僻静的地方低声说话 翠柳的脸色缓和了许多 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那我去与我娘陪罪吧 母女哪儿有隔夜仇 哪儿有什么陪罪不陪罪的 只下回婶子见你的时候 你还和从前一样 婶子就知道你的心了 云书笑着说话 翠柳也急忙应了一声 我只是想得不及你明白 翠柳见云书笑了笑没说什么 便不好意思地说道 咱们一二的年纪 可是我却不及你懂事 不及你聪明 不是我比你聪明 只是遇到了我家那个爹与后娘 我都倒羡慕 你有这样疼爱你 为你打算的爹娘 云书想到自己的那个无情的爹 苦笑了一声 他的出身翠柳也知道 见他有些伤感 又唯恐云书再想起家中卖了他 却不过是为了十两银子的事 因此急忙也捂住嘴不说话了 他们到底身上都有差事 因此也不敢耽误许久的时间 不过是说了一会儿话 见翠柳的心情好了 云书这才放心地回了老太太的屋里 虽然说已经进了老太太的屋子 可是老太太面前八个一等丫鬟 又有八个二等丫鬟 个个儿水葱一样的灵力人 哪里能叫云书抢自己的活 因此 云书只去了后头和珍珠 在一块儿给老太太做些针线 他一副木讷老实的样 又因年纪小没什么威胁 因此 一等丫鬟对他偏爱几分 二等丫鬟也不把他当成威胁 倒也勉强在老太太的房中立足 这一回 因老太太 叫他绣两个新帕子 云书就安安分分地袖着帕子 对面 珍珠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手里 拿着要给老太太做的一件外肠 有些出神 他最近时常如此 有时哀怨 有时偿谎 有时甜蜜的 差事上都怠慢了下来 云书知道 这都是因唐三爷要澄清这事给闹的 他见珍珠又拿着衣裳出神 犹豫了一下 却不知自己该不该说 珍珠最近恍惚 老太 其实都看在眼里 虽然不知道 珍珠这是在因唐三爷动了春心 可是一个丫鬟 时常在主子面前出错 这已经是不应该 只是老太太一向温和慈爱 对这些在自己面前服侍了几年的丫鬟 也有几分勤奋宽容 因此没说什么 可是 就算是老太太宽容 这样疏忽也不应该 云书想到珍珠的心思 心里叹气 到底明白 琥珀为何用那种复杂的眼神去看珍珠 若唐三爷当真娶了宋王府的和乡郡主 这样身份高贵的妻子 在唐国公府里一战 无论身份尊容还是地位 珍珠一个丫鬟 如何与一位郡主争得过呢 第十章珊瑚 只是珍珠做事怠慢 云书就不得不多做了珍珠的活 总不能叫老太太身边的事开天窗 他还是与珍珠问了 叫珍珠专门给唐三爷做衣裳 剩下的老太太的外肠就自己给做了 虽然如今这个身体年纪小 受不得累 可是好在这外肠虽然活累 可珍珠已经做了一小伴了 云书先把自己往外卖落子的生意给放下 专心给老太太做衣裳 他们两个各自分工 也不互相打搅 倒是也挺好的 这一日他把外肠做完了 送到前头去 老太太瞧着也很喜欢 也没有多问是谁做的 带着身边的几个大丫鬟 浩浩荡荡的出了唐国公府 去做什么 去宋王府看望和湘郡主去了 这门婚事 唐国公府与宋王府都是觉得满意的 因此进行得很快 两家女眷也都往来亲密 这一次是给和湘郡主下聘 老太太虽然年纪大 可是也作为长辈 去给这聘礼称面子 云书是没有这个机会 跟着老太太出去的 出去的都是美貌秀丽的大丫鬟 瞧着簇拥在老太太的左右 的确繁华似锦 风流荣华 他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老太太出行的热闹 扭了扭自己最近累得不得了的脖子 就回了里头的屋子 因老太太这一回出去 带走了四个大丫鬟 因此房中也没有人管她 云书只觉得 轻松自在多了 正回了珍珠的面前 拿了丝线 想着多编几个好看的落子出去卖 他就见门口人影一闪 竟然是琥珀沉着脸走进来 他走进来的气势有些不对 云书急忙站起来 且见琥珀的目光 都落在婴老太太 去给宋王府下聘 有些恍惚的珍珠的身上 云书只觉得手足无措 珍珠也反应过来了 看见琥珀脸色冰冷 脸色一白 战战兢兢的起身 老太太的面前 琥珀是领头的大丫鬟 她其实说起来 也得听琥珀的话 小云出去 琥珀目光落在珍珠的身上 却开口说道 云书不敢说话 急忙垂了头走出去 走在外头 就见眼前人影一闪 一个红衣丫鬟 把她捂住了嘴带到一旁 挑眉哼了一声说道 也该说说她了 不然 这屋里也不知道谁是主子 谁是奴婢 这丫鬟生得眉眼艳丽 眉角上挑 带着几分明艳 她身上虽然穿的是红衣 可是这红色的料子 却不是云书从前衣裳上穿的粗布 听说也是极好的料子 此刻见云书有些不安 她便说道 不干你的事 她把云书拉到一旁 去吃桌上的点心 这些点心 本是攻击老太太吃的 只是素日里 老太太胃口小 也用不了多少 因此 都是便宜了丫鬟们的 今日虽然老太太去了宋王府 本不需要预备点心 可是小厨房与府中宫中的厨房 哪里会因为这一点小事 就怠慢老太太的院子 点心还是照样上了 这美貌丫鬟 托着云书的手 伸手就把一块额油卷 塞进了她的手里 自己也拿了一块 坐在一旁的椅子里 满不在乎地说道 你快吃 这些点心送上来 等老太太回来 早就凉了 必然是要换心的 这些也只好进了咱们的肚子 她看起来有些锋芒毕露 素不让人 可是对云书 却一向都很照顾 云书也不见外 抿了抿嘴角 咬了一口这松软细腻 入口即化的额油卷 带着胆子 从一旁的茶壶里倒了茶 给这丫鬟轻声说道 珊瑚姐姐喝茶 你倒是乖巧 珊瑚哼笑了一声说道 只是太听话 平白叫人使唤了去 云书顿时就知道 这说的必然是 自己给老太太做了外肠 她急忙说道 因素日里姐姐们都照顾我 我也没事做 因此才想着给老太太做衣裳 她本是想给珍珠解释解释 毕竟这活是珍珠的 可是珍珠却推给了自己 然而 珊瑚却冷笑了一声 把手里的茶杯 往桌面上一顿挑眉说道 没事做的 可不是你一个 素日里轻狂的什么事的 大量人家都不知道 她想干什么 自己动了歪心眼也就算了 还使唤起了小丫鬟 怕不是认真想当的主子呢 她的声音一高 珍珠和琥珀的那屋里 就传来一声 什么落在地上的声音 云书知道 珊瑚这是在不快珍珠最近的懈怠 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专门把三爷 给打扮的玉树凌峰有什么用 怕不是回头 三爷的喜袍 也得拖给那一颗心 都在她身上的人呢 珊瑚高声说道 此刻那屋里 就传来了嘀嘀的哭声 姐姐 快别说了 云书急忙说道 不说 不说她自己 难道就没有想法了不成 珊瑚明艳的脸上露出几分计较 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神色 轻声说道 平白叫自己没脸 人不人鬼不鬼的 日后也不知是个什么前程 若三爷当真喜欢她 怎么不在老太太面前提一句两句 直接讨了她过去服侍 三爷是老太太轻声的 要一个丫鬟能不给 如今做着那样的打算 却不知道 自己也没怎么叫人放在心上 就算得偿所愿 可是能在郡主面前有什么好 云书一愣 没想到 珊瑚虽然看似刻薄 其实也是在为珍珠着想 她这就没再说什么 老太太是慈善的人 哪个大丫鬟放出府的时候 也都给了额外的银子傍身 且也说了 日后若是有男士便上门来求 也是不会放着 咱们不管 何苦去做以色试人的姨娘 珊瑚脸色阴晴不定 见云书诧异地看着自己 冷笑了一声说道 还拖着另一个 她这话叫云书有点不明白 实在不知道 珍珠是拖着谁了 只是她见珊瑚发火 不是冲着自己 自然也不会担心 只在一旁把桌上的几样点心 各自拿帕子包了两块 见珊瑚挑眉看着自己 红着脸跑到外头去 见翠柳正在院子里喂鹰歌 她挑开帘子 对翠柳招了招手 翠柳正百无聊赖 没精打采地为那几只 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喳的鹰歌 见云书招呼她 眼睛一亮 老太太没在 也没那么多的规矩 珊瑚在屋里说道 虽然她这样说 可是翠柳却不敢往里头进 只跨进了门就站住了 云书忙把帕子里的点心 直接喂在她的嘴里 虽然素日礼服中 也时常赏小丫鬟些点心果子的 可是专门做给老太太的点心 自然精致好吃得多 翠柳吃了一枚 眼睛就一亮 急忙自己 也从云书的手里 拿了往嘴里吃 两个年岁不大的小丫鬟 你一口我一口的 看起来十分亲密 珊瑚就在后头坐着看着 看了一会儿 轻叹了一声 起身把手边的那盘子 还剩下一半的点心 都拿了来 塞给翠柳说道 难为小云还有这样的心 你们小姐妹 感情倒是极好 回姐姐的话 我与小云琴桐姐妹的 翠柳仰头说道 云书就在一旁笑起来 琴桐姐妹 珊瑚的目光 下意识地 落在珍珠所在的方向 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这倒是缘分 今日的情分 你们可别忘了 她似乎回想到了什么 刚才的厉害高声都没了 反倒直接出了屋子走了 见她走了 云书倒是也不在意 这是怎么了 翠柳好奇地问道 云书哪里会将 珍珠的这些事 与翠柳说 她紧紧地闭上了自己的嘴 也不说话 反而叫翠柳赶紧吃点心 瞧着珊瑚姐姐仿佛恼了 不是你惹的吧 翠柳担心地问道 若是我叫她恼了 她还能给咱们点心吃 见翠柳笑了 云书便将剩下的点心 都叫翠柳包回去慢慢吃 这才放了翠柳回去 她吃点心的这功夫 琥珀已经从里头走出来 面上看不出喜怒 只是云书冷眼瞧着 珍珠的确是哭了一场 眼眶还是红的 不由有些紧张 只是她没想到 琥珀却直接到了她的面前 顿了顿开口问道 珍珠说 老太太的这间外肠 有一大半都是你缝制的 是不是 云书急忙去看珍珠 实话实说就是 珍珠柔声说道 云书这才硬了 本想你年纪小 恐有疏忽错漏 因此才叫你给珍珠打下手 只是如今我瞧着你做的衣裳 与她没什么不同 十分惊喜 既然如此 琥珀看了珍珠一眼 见珍珠对自己露出几分央求 不由闭了闭眼 在珍珠带了几分喜色的目光里 缓缓地说道 过些日子 你珍珠姐姐怕是忙得很 也顾不得老太太这头 左右老太太 不是一个喜欢时常换衣裳的性子 一年到头 不过几件惊细的衣裳 你认真些就是了 姐姐的意思是 往后老太太房里的精细绣活都归你 琥珀顿了顿 见珍珠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对云书平淡地说道 日后你的一阴攻击与月前都照二等给 只是如今二等丫鬟没有出圈 宫中是不可能给你二等的待遇 你自己拿三等的分裂 与二等之间的差额 珍珠自己都给你补足 第十一章清高 云书顿时明白了琥珀的意思 是 她轻生硬了 其实这是对她来说 算是升职了的好事 虽然这其中有珍珠急着想要稳妥老太太房中的针线 可是她把握住这个机会的话 从此就和跟粗活的小丫鬟再也不一样 她能安心地留在老太太的屋里 其他的事都可以不做 只专注老太太的针线 又干净又轻生 还不会插足于老太太面前丫鬟们的争斗里 最是舒心不过了 影响通了这些 因此云书急忙给琥珀与珍珠服了服轻生说道 多谢两位姐姐提携 这话不必多说 琥珀见云书没有询问拆事所来缘由的意思 勾了勾嘴角 然而看向一旁脸色红润的珍珠 又忍不住沉了沉脸 糊涂 虽然说珍珠的拆事仿佛是叫云书给顶了 甚至云书的月前有一些还给珍珠偷偷补上 可是珍珠却欢喜得不得了 云书其实心里也欢喜的 她却没有张扬 重新回到了老太太后头的房间去继续做针线 见她干活伶俐 也不贪婪 琥珀沉淫了片刻 琥珀姐姐 这珍珠手链虽然上头的珍珠颗粒很小 并不是十分珍贵 可到底是首饰 云书急忙放下针线 有些不安地捧着珍珠 看着面前面容冷淡的琥珀 只是琥珀却摆了摆手 缓缓地说道 你懂事归懂事 可是也没有叫你吃亏的道理 以后注意些眼睛 若是累了 这活慢些也没什么 她见云书身量单薄 年纪也尚小 便从一旁取了一碗 不知是哪个厨房孝敬的唐真苏唠给她 缓和的脸色说道 各方孝顺老太太的 老太太素日里吃的手 这碗没有人碰过 给你吃 我已经吃了点心了 云书红着脸说道 她在老太太的院子里 素日里三餐都是极好的 如今又是点心 又是唐真苏唠 总是有些不好意思 这算什么 日后你在屋里浮尸的久了就知道 这些都是咱们吃烦了的 琥珀的声音柔和了一些 把这碗塞进云书的手里 方才继续说道 你年纪小 如今正是要吃吃喝喝的年纪 老太太为人慈爱 素日里从不拘束咱们 也时常少吃食 所以你不必紧张 只是素日里 离主子些远些就是 她扫过云书那张 眉目四花的美丽的脸 云书顿时就明白了 琥珀暗中的提点 这不是叫自己 离所有的主子远些 是叫自己离男主子远点 可见珍珠之事 的确叫琥珀的心里 生出不悦 不过云书本就不想跟珍珠一样 生出野望来去当什么姨娘 只想熬到琥珀这样的年纪 到时候赚银子出府去 因此急忙答应了 她生得美丽 又性子灵透 不仅琥珀勾了勾嘴角 就连站在屏风外 安静地听着的珊瑚 都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还没有一个小丫鬟子明白 这话也不知是在说谁 不过到底是一句 消失在了空气里的空落落的话 等云书吃了糖蒸酥酪 只觉得满口都是甜蜜又滋润的味道 唇齿流香 越发认真的做起老太太的针线来 她其实是很知道 怎样保护自己的眼睛的 不仅做些针线 就卸一些停一停 之前还求了翠柳的娘 在外头帮自己买了枸杞子 平日里泡在水里喝 因此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等到了下午的时候 老太太浩浩荡荡地 带着丫鬟们回来 她一回来 院子里就热闹起来 云书也趁着这个时候 休息休息眼睛 跟着叫自己做事的琥珀 在老太太面前服侍 就听见拆环摇动 几个随着老太太 去了宋王府的大丫鬟 都各自去换衣裳 留下的琥珀珠等人 就立在老太太的面前 老太太叫琥珀服侍着 换了沉重的华服 拿着云书双手 碰上来的清茶喝了一口气 苍老的脸上多了几分笑意 她脸上正带着笑 就看见外头 又有人扶着丫鬟进来 云书看去 就见走在前头的是 唐国公夫人 后头的是 二房二爷的正妻二太太胡适 两位唐国公府中的女眷之后 还跟着六个年纪不同 可是身姿窈窍 气度不同的华服的小姐 云书知道 这是唐国公府上的 六位主子小姐 见领头的一个 生得眉眼飞扬 嘴角带笑 看着十分明朗 扶着唐国公夫人进来 就知道 这该就是 国公府里的唐大小姐了 她侧目去看琥珀 琥珀目光示意 叫她不必去服侍 就站在琥珀的下手 你们怎么都来了 老太太虽然问得好奇 可是脸上却带着笑意 宁今儿去了宋王府 咱们观星三叔 自然想来问问 老太太 郡主是怎样的人 日后 咱们都要问郡主 换一生婶子 心里十分好奇呢 唐大小姐 先扶着唐国公夫人坐下 这才脚下 不停走到老太太的面前 见老太太的脸上笑盈盈的 就知道 老太太对和湘郡主 十分喜欢 越发地奉承道 只是叫我想着 三叔这样的人间龙凤 必然得配一个 世上最好的妻子 郡主必然是 极好的女子了 你这张嘴 针针的 叫人心里欢喜 老太太笑着说道 无论容貌气度 行事举止 都是最好的 她最疼爱的 就是自己的老来子 唐三爷 唐三爷有出息 如今高中探花 对她的婚事 老太太之前 怎么可能不悬着心呢 如今一见 她只觉得烦恼都没有了 对唐大小姐笑着说道 郡主必然与你投脾气 爱说爱笑的 你倒是有几分郡主的品格 她这样说 唐大小姐笑着说道 若能有郡主十分之一的品格 那我可就不愁了 大姐姐何必妄自菲薄 虽然说郡主优秀 可是咱们姐妹也出身名门 何必捧着别人 反倒拿自己说事呢 下方 一个轻力婉转的少女 名眸流转 带着几分清高地说道 唐大小姐笑容一顿 见老太太笑容也沉了沉 忙笑着说道 二妹妹这说的是什么话 都是一家人 日后郡主是我们的沈娘 难道笑似沈娘 反倒成了妄自菲薄 不过是亲热地说笑 怎么还认真起来 她一双雪白的手 捧着一旁的一碗茶 裙摆微微荡起一个优雅的弧度 坐在老太太身边的一个小小的凳子上 笑着说道 二妹妹也是心里憧憬郡主 不然也不会跟了来 她努力为下方的唐二小姐转环 唐二小姐的脸上露出几分冷淡 却没有多说什么 老太太的目光 慢慢地落在唐二小姐的身上片刻 收回目光笑着说道 虽你们姐妹出身名门 可是皇族有皇族的端贵 名门又有名门的奢侈 各自不同罢了 她缓缓地说道 二丫头 你就要嫁入巡王府 日后可要记得 万万不要在王府之中 说什么看不上王府郡主的话 她心里轻叹了一声 看了看笑容名艳的长孙女 又看了看漫不经心的唐二小姐 心里只有些叹息 也不知长子是怎么了 好不容易与巡王府联姻 却把清高婉转的二小姐 嫁到巡王府去 反倒忘了自己的长女似的 因唐大小姐与唐二小姐 都是唐姑公的庶女 因此 老太太一时觉得 唐姑公有些偏心 唐姑公夫人 却没有什么动容 只是微微摇头 叫唐大小姐 不要多说什么 母亲 三弟这婚事 可是定下了 那咱们也该张罗起来了 唐姑公夫人 见老太太展颜 专注地听着自己说话 笑了笑温声说道 我想着 把三弟如今住的院子 阔一阔 总不能叫小夫妻俩 在府中住的憋们 还有山石假山 池塘小巧的 也趁着这个时候放进去 就当赏个景 还有我想着 三弟房中的丫鬟小似不多 虽然说郡主嫁进门日后 必然也带着自己的丫鬟 可是多余备些 总是多个服侍 三弟与郡主的不是 你这话说得极好 老太太笑着点头说道 她是愿意给唐三爷补贴的 只是想了想 对唐国公夫人说道 也不必走宫中的仗 我私房里出一万两银子 再从府中 调几个忠心灵力的 给老三爷就是了 瞧您这话说的 三弟成亲是大喜事 前而您才说 咱们都是 看着三弟长大的 难道这个时候 只您出私房 我们却空着手看着不成 说这话的是二夫人胡适 她虽然是树子席 唐二爷在府中 也十分忠庸平淡 可是胡适与老太太之间的 婆媳感情却很不错 她是个爽利的 甩了甩手里的精致的帕子 对老太太笑着说道 我与大嫂过来的时候就说了 各自出五千两来 就当是给三弟贺喜的礼金 你们两个嫂子 都是极好的 老太太便感慨地说道 唐大小姐明艳的脸上 不由露出几分笑意说道 那三叔成亲那日 必然要赏人 何宝救我们姐妹 她刚说到这儿 就听见一旁 传来嘀嘀的咳嗽声 唐二小姐楚楚起身 对老太太柔弱地说道 前阵子病了 动过的针线 三叔处的荷包孙女 怕是做不了的 第十二章 庶二小姐如若柳浮风 眉眼袖指 带了几分病弱 老太太看着她 许久没有说话 既然病了 你回去歇着吧 她冷淡地说道 唐二小姐 似乎也没有察觉 老太太的不悦 服了服 这才转身走了 她生得恶挪多姿 走动处如若柳浮风 背后的身影十分动人 云叔想到 她生得也是十分美丽风流 心里想到 这位唐二小姐 乃是唐国公最宠爱的妾室所生 心里倒是有些迷惑 虽然说唐二小姐本质不过是有些清高 可是却也太过扫兴 这样一个庶女 哪怕在唐国公面前得宠 听说还与寻王做续嫌 日后会是名正言顺的寻王妃 可是难道就觉得自己的身份 比眼前的家人更高 现在就把自己当王妃一样 目下无尘 居高临下了不成 她时常在老太太的院子里 知道国公府上的几位小姐的事也不多 不过今日只看了这一次就觉得 唐二小姐似乎有些不大规矩 二妹妹身子一向不好 不过也没关系 三叔还有五个指鸟呢 唐大小姐笑着打圆场说道 不必你们一针一线的 到时候瞧着也不起整 老太太就叫一旁低眉顺眼的云叔 到了面前笑着说道 如今我屋里多了一个小云 针线极好 又能干 这荷包就交给她就是了 她笑着指了指云叔 云叔便低声答应了 倒是唐大小姐看了云叔一眼 突然笑着说道 这个小丫鬟倒是眼生得很 您屋里 何时出了这样起整的丫头 她起身 走到云叔的面前 笑着看了一会儿笑着说道 必然没见过的 这样的好模样 但凡来了我面前一次 我保准忘不了 这孩子是个老实的 虽然领着我屋里的差事 可是却一向不爱在外头乱逛 平常传话 她也是不大趣的 老太太若传话给各房 其实是一件油水很足的事 毕竟各房的主子 谁见了老太太面前的人跑一趟 不赏些赢钱呢 只是云叔一向都不怎么喜欢 跟人抢着跑腿 老太太都看在眼里 此时看稳妥细致的云叔 就越发满意 唐大小姐自然也瞧出 老太太对云叔十分喜欢 鸣嘴笑了 那就多托付给你了 她笑盈盈地对云叔说道 这是应该应分的事 云叔垂头轻声说道 倒是本分 一旁 二太太胡适便笑着说道 云叔更加不会在此刻说话 倒是二太太随口岔开了话题 就专注在唐三爷的婚事上 云叔在一旁听着 心理压力也不大 毕竟不过是些荷包 她做得也很快 只是应到了晚上的时候 也不知荷包上该用些什么花样 云叔就去请示老太太 老太太也犹豫了一下 就叫云叔去问唐国公夫人 云叔不得不挑着灯笼 去了唐国公夫人的院子 因是唐国公府的主母 唐国公夫人的院子极大 金碧辉煌 他在天色之中点亮了无数的花灯 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静静出出的丫鬟无数 见云叔进门 唐国公夫人身边的大丫鬟 就笑着拉他进去 云叔卸了这丫鬟挑帘子 请自己进了唐国公夫人的正房 就见唐国公夫人的房中 金玉灰映 奢华富丽 却又带着几分百年世家的底蕴 并不粗俗吐气 他垂目进来 就见此时天色已经晚了 唐国公却并不在 只有唐国公夫人与唐大小姐 正坐在一块说话 见云叔来了 唐国公夫人便笑着问他何事 等云叔将事说了 唐国公夫人便缓缓汉手说道 你谨慎些是对的 万万不能在荷包上头出笑话 他扬声叫人 取了一些图样来交给云叔 云叔听他指了几个花样 见都是十分简单 却并不轻浮的 什么并地连是必定没有的 倒是各种卷云纹不少 就记在心中 唐大小姐坐在一旁 看见云叔接了这些图样 侧头叫一旁的丫鬟去了后头 这才对云叔笑着说道 今日老太太说起你 我才觉得我见过你的针线 最近老太太身上的衣裳 大多是你做的 是不是 见云叔露出几分差异的点头 他这才对唐国公夫人笑着说道 虽然乔治与珍珠做的没什么两样 只是这丫头的针线配色 比珍珠更鲜亮一些 老太太身上的针脚也更细密 衣服上帕子上的针线 还多了几分鲜活 少了几分酱气 你倒是留意这些 我琴棘说话都不过寻常 针线上若是还不好 那还有什么好处呢 唐大小姐笑着说道 他身后的丫鬟回来 笑嘻嘻地把一个荷包塞给云叔 云叔只觉得荷包鼓鼓的 也不敢看 却也不敢要 急忙推辞 日后你在老太太屋里 咱们见面的时候还多着呢 从前你也不带来母亲面前 如今母亲见了你 知道你服侍老太太用心 因此才赏你 不必推辞 唐大小姐见唐国公夫人笑了 也跟着笑了 叫云叔把这荷包收起来 这才叫人送了云叔出去 见他出去了 唐大小姐便轻声一探说道 到底是老太太会调理人 这小丫头才多大 生得又漂亮 换了旁人的院子 难免心高气傲 多几分轻浮 可是您瞧瞧她 进退得当 不见荣辱 倒是个极稳妥的 若是不稳妥 她这样的年纪 也进不去老太太的屋子 唐国公夫人和声说道 就算针线好 可难道这府里针线好的 还少了不成 怎么偏偏选中了她 可见 老太太心里是有一杆秤的 她说起老太太心里有谱 顿了顿 见唐大小姐突然不说话 面上伸出几分惶恐 伸手拍了拍她温声说道 你不要担心你的婚事 虽然说巡王府的婚事 给了你二妹妹 可是你父亲 却未必是不疼你 母亲 唐大小姐明艳的脸 在房中烛火之下 仿若火烧一般 却忍不住将头底 在唐国公夫人的手背上 轻声说道 您的面前 我不敢说虚话 可是我才是长姐 父亲却越过了 我将巡王府的婚事 给了二妹妹 莫非是因在父亲的心里 二妹妹比我强 她仰头 不过十五六岁的 娇艳面庞上露出几分慌张 红着眼眶轻声说道 我自认做长姐 从未叫父亲与母亲失望 可是为何父亲 却总是更偏爱二妹妹 若二妹妹是母亲亲生的 我自然不敢与二妹妹并肩 可一要是述出 莫非是因我死了生母 二妹妹的生母 却时常陪在父亲身边的缘故吗 她这些话 顿时眼泪就落下来了 唐国公夫人只生了两个嫡子 却并未生下嫡女 因唐大小姐虽是庶女 然而生母早逝 因此养在她的面前 她待她跟亲闺女差不多 见唐大小姐面容苦楚 她不由心软了几分 你这是想多了 你想想 素日里你父亲 虽然对你们姐妹都淡淡的 可是对你与对二丫头 是一般无二的 巡王府这门婚事 说得好听 可就算是你父亲挑中了你 我也不乐意叫你嫁过去 见唐大小姐 仰头露出几分费解 茫然又可怜 唐国公夫人叫她坐在自己的身边 伸出手臂 须须地拍着她的肩膀 轻声说道 你虽说不是我轻声的 可是我也疼你 自然也要为你打算 巡王府这门第 听起来显赫争容 巡王妃固然也听起来叫人得意 可是这门婚事 不是你父亲与我想要的 什么 唐大小姐诧异起来 唐国公夫人 急忙轻轻掩住她的手 轻声说道 这门婚事 是巡王求亲上门 可是巡王却宁愿庶女 也乐意 你与你妹妹都是出嫁之灵 人选自然在你们中间挑 我本就想与你父亲说 无论你与你二妹妹 这婚事都做不得 你父亲在朝中还有几分权势 就算推举了巡王的面子 等闲也没什么 只是罗氏心高气傲 偏要叫二丫头 去做什么王妃娘娘 你父亲见她把二丫头都推到台前 二丫头自己也乐意 才叫二丫头与巡王联姻 这事儿 我们都不知道 唐大小姐没想到 原来这婚事里还有这样的内情 眼眶发红 眼底的眼泪却停住了 你们小丫头 个个儿没什么心机 嘴快说了 难免叫巡王府脸上不好看 唐国公夫人拿了帕子 亲自来给唐大小姐擦脸 温生说道 这婚事有什么好 巡王已经人道不惑 不说西夏的嫡子嫡女 数子数女 就是孙子都好几个 她续贤 你们姐妹花朵一样的年纪 在那王府里 能怎么好过 且巡王府里 头光有了名分的侧妃 就有六个 夙日里讨好巡王 往巡王府中孝敬美人的 不知多少 一个王妃的名位 患这样糟心的日子 我与你父亲怎么舍得 她是真心疼爱唐大小姐 唐国公倒是也真心疼爱 自己的女儿 谁知道罗氏那女人 自己就跳出来 要二小姐去做巡王祭祀 那时候正赶上巡王求亲 唐国公想叫她闭嘴 都不行 第十三章四星 因此 这婚事当场就拍了板 那二妹妹 唐大小姐 不由有些担心妹妹 虽然对于妹妹 越过了自己去嫁给巡王 做祭祀有些嫉妒 可是 这只是姐妹之间 姐妹多了之后的自然的反应 这些女孩在一块 自然总是有些 为什么我就不如她呢 这样的攀比想法 可是叫唐大小姐 去看着妹妹 嫁给这样辛苦的人家 到底是不忍心的 她虽然为人机敏 可是却还保留着一点良善之心 对唐国公夫人紧张地说道 日后二妹妹怎么过日子呢 没什么过不好的 唐国公夫人见她担心 微微一笑 和声安慰地说道 到底有你父亲在 如今你三叔又要与宋王府联姻 咱们国公府 也算是这京城之中 数一数二的人家 只要你妹妹安分老实 寻王会给她保留正非的颜面 当然 唐国公因此恼了爱切 这些话 唐国公夫人就不预备对庶女提及 见唐大小姐松了一口气 她便笑着叫唐大小姐回去休息 等那窈窕的女孩走了 她的身边 一个一直没有开口 看似毕恭毕敬的老嬷嬷 便叹了一口气 这也是个有心思的 知道来唐国公夫人面前讨好 又因婚事来唐国公夫人面前哭 唐大小姐也不是省油的灯 唐国公夫人便笑了笑 她给唐国公生了两个嫡子 长子已经被封了唐国公世子 地位稳固 自然不在意 小妾还有庶女们的心情 她也是可怜 早年没了生母 若是自己再不聪明些 怎么在国公府里讨生活呢 如今她既然提了 她的婚事就不能马虎 我给她选个好人家 也算是她对我这两年 十分孝敬的回报吧 她扶着这嬷嬷站起来 露出几分疲惫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便平静地说道 国公爷怕是去了别人的院子 我们先安置吧 她与唐国公举案齐眉 唐国公对她十分信任维护 可是也没拦着唐国公三妻四妾 如今 罗氏那里叫唐国公恼目 唐国公是不预备去的 也不知如今哪个又被抬去了 夫人的心总是这样良善 这嬷嬷便低声说道 只当给孩子们祭福吧 唐国公夫人想到自己的两个儿子 目光柔和了几分和声说道 且国公爷对孩子们也极好 若说早年他 还有几分争宠的心情 那么如今 他也不想这些什么争宠不争宠的了 毕竟两个嫡子傍身 他的位置稳稳当当 何必与那些妻妾一块争宠 反倒失了自己的身份体统 更何况 唐国公也不是一个 为了美色失心风的人 有嫡数尊卑镇者 这国公府里 谁都犯不了天 罗氏 也不能 他想到唐国公那时 盯着罗氏的惊怒交加的脸 嗤笑了一声 罗氏就算是把自己的女儿 许给寻王又如何 与唐国公端坐两侧 叫未来寻王妃喊一声 母亲的是他 而不是罗氏 那时候 就算唐二小姐 成了尊贵风光的寻王妃 可是他生母 该给嫡妻立规矩 就是要继续立规矩 唐二小姐 没有同胞亲兄弟 罗氏费了血尽 这么多年 也只生下了一个唐二小姐 难道以为嫁入寻王府 就天下太平了不成 一个女人 若是没有娘家的支持 那日后的日子 怕也不稳当 就这样的形式 唐二小姐 竟然还敢忤逆老太太 这岂不是自己做死 二小姐的事 夫人你也别参合 如今都忙着三爷的婚事 谁顾得上她 这嬷嬷 是不是唐国公夫人的心腹 见唐国公夫人 微微点头低声说道 只要三爷的事办得圆满 叫老太太国公爷 还有郡主都满意 就算再来十个罗氏 咱们也不怕 只要唐三爷 这婚事办得体面风光 叫宋王府有面子 那唐国公夫人 自然是其中最被人感激的那个 到时候 就算是对唐国公夫人的 两个儿子也是有好处的 正是这话 因此我才十分关心三弟 小事上也处处用心 提起这个 唐国公夫人 不由想到方才的云书 到底是老太太会调教人儿 你看方才那小丫鬟 生得极好 却要紧的是并不轻浮 这倒是难得 这府中的小丫鬟子 大多浮躁 因年纪小 没有多教导规矩 因此规矩礼仪都差些 还有些孩子天性 跳脱浮躁 心记得眼睛滴溜溜直转 那眼睛里的企图都一览无余 然而今日 这叫小云的小丫鬟 却眉目轻正 进了上方目不斜视 虽看似低眉顺眼 可也不见庸禄 生得好看 也没见他多么猖狂 您说是好的 那自然是好的 这嬷嬷一笑 是唐国公夫人睡了 云书却不知道 自己还得了唐国公夫人一声夸赞 他拿了图样 就回了老太太的屋里交差 因老太太已经歇下 琥珀也没叫他多停留 只叫他回去休息 等临走的时候 珊瑚摔了帘子走出来 见云书要走 哼了一声 将一匣子点心 塞给云书撇嘴说道 今日外头门人孝敬的 老太太与咱们都不吃 反倒便宜了你 这些府外门人孝敬的点心 大多是在京城之中 那些最有名的糕饼铺子 买来的点心 虽然都是极受欢迎的 可是因嫌弃是外人做的 又提着点心 哪怕包裹得再延时 也在外面走动了一圈 因此 这些养育尊贵 比寻常千金小姐 还娇气的大丫鬟 都不屑一顾 只是这些大丫鬟 眼高于鼎不爱吃 对于云书来说 却都是难得的美味 那些唐国功夫的门人 总不会拿此一等的点心 来孝敬府中的老太太 这都是京城之中 最好的点心 多谢姐姐 云书仰头对珊瑚笑了 他笑容之中 带着几分感谢 珊瑚顿了顿 转身走了 他莫名有些高傲刻薄 琥珀却也不在意 看了看云书 轻声说道 你去吧 他似乎想说什么 却没有说出口 云书也不好多问 忙扶了扶 捧着点心 回了小丫鬟们 一块住的大屋 此刻大通铺上 已经嘻嘻哈哈地 滚着几个小丫鬟 见云书来了 都纷纷打招呼 云书也不小气 把手里那不小的 漂亮的石峡打开 就见里头是 四样不同的点心 鹅油卷 磷粉膏 酥油暴罗 与栗子膏 云书也从不是小气的人 把点心分开 给没在屋里的 也留了一份放好 这才和翠柳拿着点心 回了大通铺上去 因孔落在床上 他还拿了一块 干净的帕子垫着 倒是翠柳尝了一口栗子膏 就专门去吃苏油暴罗 与云书低声说道 还是他最好吃 从前父亲 也时常买给我吃的 苏油暴罗入口即化 里面是软软的奶油 自然叫人喜爱 云书见翠柳露出几分黯然 便轻声说道 等你回家去 就跟沈子说你想吃这个 沈子一定买给你 我知道 只是今日吃了这个 突然想起来 心里有点难受 翠柳也不是一个 只知道悲伤春秋的人 与云书说了一句 就专心吃点心 顿了顿 便捏了捏云书的手小声说道 你也别太实心眼 把东西都分给别人 你的身子骨还弱着呢 云书虽然在老太太屋里当差 可只要不是银子赏钱 在吃食上 一向都愿意与人分享 因他大方 也从未因自己 能在老太太面前 就眼高于顶 因此 小丫鬟们都与他关系不错 可是翠柳想到 云书之前刚刚大病 正是养身子的时候 就心疼那些点心 那些点心 又不是隔夜了就坏掉 若是少分给别人 云书明天还可以继续吃呢 小丫鬟都不容易做 好容易得些东西 我也愿意叫大家都尝尝 云书不久之前 也是小丫鬟出身 自然知道 小丫鬟辛苦又有水不大 平日里饭菜倒是管饱 可是吃精致的点心的次数却不多 见翠柳哼了一声 他眉眼带着几分笑意 拿个苏油暴罗 喂给他柔声说道 我正养身子 可是大家不是都是我这样的年纪 你放心 我心里有事 老太太的屋里还有呢 老太太素日里也吃得不多 老人家脾胃都虚弱 因此 那些点心 还是都进了他们的肚子 何必与其他小丫鬟 争抢这些东西呢 我不过失白 嘱咐一句罢了 你去了大夫人屋里 翠柳知道 云书不是一个能吃亏的人 虽然分了点心 不过赢钱却把得牢牢的 因此倒是也放心 想到云书今日往大夫人面前去了 他关心地问了一句 就见云书无声地 从自己的袖子里 露出一只荷包 因他们是在大通铺的角落 窃窃私语 因此也无人在意 云书拿着唐大小姐叫给的荷包 掂量了一下 与翠柳都露出了笑容 这荷包上层 是沉甸甸的哗哗作响的铜钱 可是下头有些棱角的 分明是有点分量的 四个小小的银罗子 大夫人好大方啊 第十四章澄清 翠柳压低了声音 叫云书不要说话 一边小心地把荷包打开 把里面好大的一把铜钱给倒出来 晃了晃放在云书的小匣子里 却将那几个银罗子 都留在了荷包里 叫人没看见 云书趁着这个时候 看见荷包里闪过淡淡的金光 仿佛是个金戒指 也没有多看 随手把荷包藏在了自己的腰间 这一晚上 倒是没有了其他差事 云书与翠柳一块歇下 等到了第二天 云书先在屋里吃了一把枸杞子 这才去老太太的房中侍候 唐三爷要澄清 而且十分要紧重视 因此 云书打从这一天开始 就想着要加班加点的干活 他把自己的一个小枕头 都带到了老太太的屋里 想着晚上熬夜做事的话 那自己还可以在屋里多谢一些 老太太看了一眼 就忍不住笑了 瞧瞧这实心眼的丫头 老太太十分喜欢云书这一份认真的劲 知道爱戏自己的眼睛 可是也不偷肩耍滑 这叫他觉得 云书聪明 见云书小小年纪 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 就笑着问道 昨天与夫人都问过了图样 你们夫人赏你什么了 他这样笑着问 云书也笑着 给老太太带着几分不好意思的说道 大夫人与大小姐说 我服侍老太太就是有功的 自然要奖赏 不仅赏了铜钱和银罗子 还赏了戒指 叫我怪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什么 我在老太太的面前也没什么功劳 偏夫人觉得 我在您身边做了小小的事 就值得称赞 说是我叫您开心 就是功劳 若是这样 姐姐们的功劳最大 我不过是捡了便宜 昨天抢了好处 去给夫人请安 因此得了赏赐罢了 云书先说了 唐国公夫人对自己的重视 见老太太满意地笑了 这才不再多说什么 不过 她在老太太的面前 感激了唐国公夫人 老太太心里对儿媳这样重视自己 倒是多了几分满意 她说的也没错 你虽然不时常在我的面前讨好 可是我的衣裳鞋袜 都有你的功劳 怎么赏都是 你该得的 你好好把荷包秀了 我都论功行赏 老太太笑着叫云书去做事 云书急忙清脆地答应了一声 才到了后头 她看着已经预备好了的针线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开始认真的 秀各种唐三爷要澄清道士后 用的秀活 这一做事就不知时间了 云书躲在老太太的房中 早晚看起来都不停下来 手里的差事就做得很快 她这一天正揉着眼睛 靠在一旁闭目养神 就听见屏风处传来了脚步声 一侧头倒是琥珀 琥珀的脸色依旧淡淡地 看了云书手边的那一堆 放在一块不知多少 可是都十分精致 漂亮的荷包 眼底露出几分动容 虽然说 云书时常会透着些些眼睛 可是他手上的活儿 却越做越快 哪怕是做事的时间不长 可是效率却极高 见云书急忙从小踏上起身 紧张地看着自己 雪白的手有些不安地 凝着腰间的衣裳 琥珀摆了摆手说道 我还没有你想的那样刻薄 只要你不耽误了老太太的差事 想怎么歇着都没关系 琥珀姐姐 我只是 你的眼睛也要紧 琥珀这才把手里 提着的两个不小的纸包 放在云书的面前 这是什么 云书去打开了纸包 却见里头 一份是十分干净 且瞧着都十分饱满的枸杞子干 另一份是白白的粉 有些不认识 他有些茫然地看着琥珀 就听见琥珀 对他平淡地说道 我听翠柳说 你常吃枸杞子 既然是你觉得要紧的 自然福里 如今也该给你一份 这是福林霜 平日里用羊乳羊糖桂花调一碗 天天都喝 对身体也不嫌 这是老太太叫人给你拿过来的 你不必减省 等吃完了 再来与我说 云书知道这是琥珀在老太太面前 给自己求的赏赐 一时之间 只觉得心里酸涩 多谢姐姐 他低声说道 琥珀看着这年少单薄的女孩 面容微微缓和了几分 没什么 你好好做事 只要认真 过不了多久 就能熬出头 听见云书轻轻地答应了一声 他勾了勾嘴角问道 荷包秀得怎么样了 唐三爷澄清的礼服 都是珍珠在做 可是这个时候 珍珠却不知道去了哪里 琥珀想到 珍珠最近魂不守舍的样子 想必这个时候 该是去寻唐三爷 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他的目光有些复杂 云书却毫不知情 只是抿了抿嘴角低声说道 姐姐 福林双怪稀罕的 我 我拿回去些不知行不行 你想拿去给翠柳 琥珀问道 他做事也很辛苦 云书轻声说道 那去吧 不过不要给他太多 面对叫人见到生出是非 琥珀对这一点小丫鬟 觉得稀罕的东西 并不放在眼里 见云书脆声声地答应了一声 这才上前一步 拿了荷包细细地看 见虽然云书做事很快 可是却并不粗糙 这绣活都精致 针脚细密 图样的配色也十分好看 这才放下了心 见他查看过荷包眉毛病 云书忙从一旁 又拿出了一对很大的吉祥如意花节来 这花节沉甸甸的 又大得很 云书编这对花节的时间都花了半天 不过鲜红精致 花样精巧的花节 却叫琥珀微微一愣 你自己想出来的 老太太丢好 我想着编了一对出来 也是喜气 因老太太对云书是真的很好 虽然是主子 平日里也不刻薄欺负他 还对他十分温序 因此云书也想着叫老太太高兴高兴 他没有别的本事 不过是如今的这些寻常的小道 因此就编了这一对 想着叫老太太瞧着喜不喜欢 这样赤诚的女孩 眼睛明亮地捧着大大的花节看着自己 琥珀顿了顿身手接过来又问道 你还会编什么 白子千孙 连生贵子 只是这样的花节复杂些 就算是要编也编得慢 云书想了想说道 若只是寻常巴掌大的 好编些 因此 一日里编几个都轻松 可是这样大的 彩线都拧起来费事 编起来自然也费事老沈 半日里能出一对就不错了 她还在这花节上编进了细碎的宝石的小朱莉 都是之前因要修荷包上的图样琥珀 给她拿过来的 这些小小的细碎的宝石 混杂在花节上 璀璨生辉 越发的奢华 光彩璀璨 因此也是费神的 琥珀便微微点头 她仿佛看着云书微笑了一下 云书不由红着脸轻声说道 我本想着荷包就好了 再去寻些别的活迹 可是 我去问问老太太 如今荷包秀的也差不多了 若是老太太喜欢这花节 回头你还要忙碌 琥珀就往前头去给老太太看了花节 且说了云书对老太太的感恩之情 想着暴打老太太 老太太苍老的手 抚摸着这大红光线的花节 不由轻叹了一声说道 这些小丫头 心底都亮堂 知道谁对她好 谁对她坏 我想起来了 之前你与我说过 这孩子 是叫她后娘给卖了 是个可怜的孩子 素日里 你对她多护着些 心思亲近的女孩 她这样 也很好 虽然她是被卖了 可是卖到咱们的府里 也未必可怜 若是留在她那个从前的家里 我瞧着 未必如在你面前舒坦 有了后娘 就有后爹罢了 老太太叹息了一声 到底不说什么 却叫琥珀吩咐云书 再编两对富贵花开 与连生柜子 云书得了吩咐 琥珀又把她要的丝线 与宝石都寻了来 因此 她又忙碌了两天 等到了所有的绣活都完成了 云书手底下动作快 又求琥珀寻了大红的纸来 拿剪子剪出了大红的喜字 与龙凤城祥之类的图样 瞧着虽然不过是些小事 却到底叫老太太心里高兴 等唐三爷澄清这一天 府上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云书这样的小丫鬟 被使唤得不停 累得要死 只是见那红彤彤的烛火照亮了夜色 豪门取清这样华贵奢侈 人来人往 来往的衣裳 华美的命妇女眷无数 其中又有无数的丫鬟百蝶穿花一样 在府中穿行做事 云书只觉得满眼的富贵显赫 风流无霜 等到了晚上 婚事都差不多了 他这才拖着累得不行的身子 和旁人一块卸下 这一歇着 就卸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日上三干 阴醒都晚了 屋子里只剩下自己还在睡懒觉 云书还有些不安 他急忙爬起来 匆匆梳洗换了喜庆促心的衣裳 准备去老太太的房中服侍 却见翠柳喘着气 推开门冲进来 见云书醒了 且已经穿戴的起枕并不失礼 他不由松了一口气 却急忙上前 把云书往门外拉 你醒得太是时候了 快跟我走 郡主在老太太屋里 说是要见你呢 第十五章疑心 云书叫翠柳拉的跌跌撞撞的 郡主为何要见我 他一边累得不轻 一边好奇地问道 仿佛是你边的花姐好看 郡主看着很喜欢 且老太太也说 这些成亲时候的荷包绣活 都是你与珍珠姐姐做的 郡主听了就很好奇 想要见见你们两个 珍珠姐姐 就在老太太的面前 只剩下你一个没看见 琥珀姐姐叫我过来喊你 翠柳嘴里飞快地说 一边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显然自己的小伙伴 被贵人看在眼中是很高兴的 只是云书听了这话 却只觉得心里咯噔一声 何乡郡主 又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什么绣活花节没有见过 皇家显赫奢华 他见到的 比自己能做出来的更加华美 可是偏偏要见他成亲的时候 出过力的 只怕是醉翁之一不在酒 何乡郡主想见的 并不是他 而是珍珠 为什么想要见珍珠 莫非是唐三爷那里 出了什么纰漏 叫人察觉 何乡郡主只见一个珍珠 未免在老太太面前露了痕迹 因此才捎带上了自己 说是要见见他 虽然说 这对云书来说 并没有什么威胁 可是他却知道 珍珠怕是要被 何乡郡主记在心里了 心里想着这些 云书的心情 不由多了几分忐忑 他一路叫翠柳 拉着进了老太太的屋子 只嗅到房中 此刻满满的 都是一股十分好闻的 脂粉的香气 在屋子外头 两排大丫鬟低眉垂目 看起来声势逼人 在屋子里 云书一抬头 看见的是珠光宝气 韩国公夫人 与二夫人胡适 都赫然在列 在老太太身边 坐着一个打扮的 仿佛神仙妃子一般的 美貌女子 她生得极美 一双丹凤眼神采飞扬 此刻坐在老太太的身边 笑盈盈地说笑 完全没有拘束的样子 却并不庸俗 这一刻 云书才看到 皇族郡主的风采 她心里只觉得 见到了凤凰一般 忙上前 给正和和乡郡主 说话的老太太请安 老太太心满意足 见和乡郡主眼角眉梢 都带着春色 就知道 她与唐三爷夫妻 相处得很好 她自然十分欢喜 见云书上前 老太太就对和乡郡主 笑着说道 这就是小云了 这倒是个极好的模样 和乡郡主目光扫过云书 见云书生的年纪不大 却不着痕迹地将目光掠过了 刚刚给自己请安了的 珍珠的身上 见珍珠温柔美丽 她目光微微一暗 却只叫云书 走到自己的面前笑着问道 我听老太太说 这澄清的时候 那些花节荷包 还有剪纸 都是你做的 真是不容易 小小的人儿 竟然能做了这么多 倒是辛苦你了 给主子做事 哪里辛苦 老太太重视婚事 因此叫我别的都不必做 轻松干净地 只坐在侧间里绣荷包 郡主说我辛苦了 我倒是不觉得 云书见何香郡主 对自己露出几分笑意 连老太太也笑了 这才抿了抿嘴角 轻声说道 老太太叫我 务必不许耽搁了正事 处金星 因此才有了郡主 喜欢的这些秀活 她只肯承认自己 是因老太太重视何香郡主 因此自己才讨好了 何香郡主几分 何香郡主不由微微汗手 虽然是老太太的吩咐 可是用心做事的是你 她侧头 叫一旁的丫鬟 送云书出去 云书一边出去 一边就见身边那个花容月貌的 何香郡主的大丫鬟 往自己的袖子里 无声地塞了一个荷包 她抿了抿嘴角 走到外头 给这大丫鬟道谢 这才回头看了房中的 何香郡主一眼 何香郡主这样厉害 只是 这也是珍珠自己的选择 云书对这大丫鬟 对自己看起不经意的一些 关于珍珠的询问 都敷衍了过去 只说自己是新被买进来的小丫鬟 因此也不知道 老太太房中大丫鬟们 从前都是服侍过谁的 她年纪小 生得虽然好看 可是因年纪太小 自然对何香郡主 不会是什么威胁 毕竟唐三爷在丧心病狂 也看不上一个 小豆丁式的小丫鬟 因她没有威胁 而且显然老太太 对云书的态度不同 因此 这大丫鬟对云书也格外和气 虽然这大丫鬟 出身宋王府 可是对云书 却没什么高傲 她与云书之间 并没有什么冲突 见云书拿了 何香郡主的赏赐 并没有惶恐 心里就有数了 这是一个心里美鬼的小丫鬟 日后在老太太面前 郡主还得你多帮着说话 见外头美貌的丫鬟来来往往 阳光晴朗 微风徐徐 这满院子大红的喜色 还没有退去 到处都还带着 真容世家的盛会之后的余韵 何香郡主身边这大丫鬟 就对云书温和地说道 你是老太太身边得意的人 咱们郡主日后在府里 还得叫你多帮忙 就算何香郡主身份尊贵 可是如今已经嫁人 也是要依靠夫君 要孝顺婆婆过日子的 老太太面前的丫鬟 若不是想要勾引唐三爷的 他们只会亲近拉拢 姐姐这是哪儿的话 郡主是老太太的亲儿媳 老太太喜欢还喜欢不过来 还需要帮说话做什么 姐姐不知道 老太太因郡主要嫁过来 不知多高兴 常常对咱们说 郡主招人疼惜 日后是要当亲闺女疼的 因这都是老太太亲自说过 因此云书说起来也不费力 见身边这一身绫罗 生得十分美丽的大丫鬟 听见这话就眼睛明亮 便轻声说道 姐姐不是不知道 我家老太太最慈爱不过 您看看大夫人 二夫人就知道 最疼媳妇的 你这小嘴巴巴的 叫人心里舒坦 这大丫鬟最想听的就是这些 她知道了老太太 对自家郡主的态度 心里都安稳起来 见云书只是明嘴微笑 心里不由微微一动 日后咱们郡主 时常来给老太太请安 我也是与你要常见的 到底都是主子面前服侍的人 你既然叫我一声姐姐 那我就喊你一声妹妹 日后你就叫我画书姐姐 这画书显然也是 和乡郡主身边的得意人 云书又没有想和唐三爷有个什么 因此也没想着十分奉承他 不过到底是府里一块当差的 他自然也不会拒绝画书的好意 便喊了一声姐姐 画书也笑了 从雪白细腻的手腕上 抹下来一个翡翠镯子 给云书塞进手心里说道 这是做姐姐的见面礼 这 云书迟疑了一下 便解了腰间 自己绣了一只红莓的香囊 给他小声说道 这是妹妹给姐姐的 这香囊里带着淡淡的草药味 却并不难闻 画书嗅了嗅 只觉得清香宜人 不由笑着问道 这是什么香料 他这样笑问 云书盲说道 不过是一些寻常的香料 只是都是些最近的花啊草啊的 不能登大雅之堂 不过是个野雀 如今正是百花盛放的时候 他将些花朵都晒干了 再用些清爽的青草 因此 这香味就有些不同 清清淡淡的花香 倒是叫画书觉得的确有趣 多谢你 这自然与姐姐的镯子不能比的 只是多少是我对姐姐的心意 云书红着脸说道 他温柔安详 又不是一门心思占别人便宜的 心思也灵巧 画书不由更清净了几分 虽然云书不过眼下才是个小丫鬟 可是画书也没有看不起他 谁又不是从小丫鬟上过来的呢 见云书有些单薄 他捏了捏云书的肩膀 却也没再说什么 两个人一路散了散心 等画书发现 云书的确是不爱出老太太院子里的性子 竟然连外头都走去哪里都模模糊糊的 越发觉得云书有趣 云书倒是没觉得不好意思 他将画书带着自己在院子里走了走 就带着自己回来 又拿了和乡郡主准备的赏赐 赏给老太太院子里所有的丫鬟 从大丫鬟到小丫鬟 虽然赏的都不同 可是连小丫鬟都是有一吊钱的 云书还听说和乡郡主感谢府中 因他的婚事忙碌 各处也都给了赏钱 这府中有了喜事 主子赏赐些倒是也是应该有的 云书倒是觉得和乡郡主伶俐 也没有在腹中百皇家郡主的谱儿的意思 只怕是对了老太太的心的 谁都不愿意给儿子娶一个惹不起的祖宗不是 倒是画书 因与云书好 还多给了云书一个二等丫鬟的分力 是个小小的银罗子 云书今日得了和乡郡主赏的大荷包 又有画书送自己的翠玉镯子 如今还得了一个大家都有的赏赐 本想着回去清点一下自己收获 却没想到 这天和乡郡主还在老太太的面前呢 就听见府中闹起来了 仿佛是和乡郡主虽然赏了府中的丫鬟 却偏偏没有把这赏赐给那些 服侍唐国公与唐二爷的妾室的丫鬟 这也是理所应当 毕竟她是大摆子的妻妾 又不是正事 和乡郡主也不会去交好 她是正妻 赏赐府中吓人也就算了 可是那些服侍妾室的丫鬟 在她的眼中 却不是自己会赏赐的吓人 唐二小姐就含着眼泪 跑到了太夫人的面前 三婶这是给我下马威吗 她对和乡郡主质问 和乡郡主脸上的笑容顿时沉了下来 第十六章 悲剑 刚刚嫁进门才不过一天 就有小辈在自己的面前吵嚷 和乡郡主觉得 这不是她给了二小姐下马威 这分明是二小姐在给自己下马威 二丫头 你在胡说什么 老太太递和乡郡主 自然是十分重视喜爱的 正和和乡郡主这个心儿习说笑 也想着做给宋王府看 叫宋王府知道 自家并未怠慢王府郡主 可是谁知道 就有这样的一个蠢货冲进来 恨不能要掀了桌子似的 老太太的脸色一沉 见二小姐一张美丽的脸上 还带着晶莹的泪珠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抢在和乡郡主开口之前 对二小姐严厉地呵斥道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出去 老太太 您为什么不听我的缘由 三婶欺人太甚 见一旁唐国公夫人垂着眼睛 仿佛无动于衷的样子 二小姐顿时在老太太的面前含泪说道 三婶嫁到咱们的府里来 府里都欢喜 我自然也是 可是三婶也太看不起人了 这满府的丫鬟下人都赏赐了 可是我姨娘房中的丫鬟 却连一枚铜钱都没有得到 这不是三婶再给我姨娘难看 老太太 我姨娘无论怎样 也服侍了父亲十几年 为父亲生儿育女 没有功劳 总有苦劳的吧 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屈辱 她伤心的 眼泪都流下来了 和乡郡主 不把她生母罗氏放在眼里 岂不是也是不把她放在眼里 这叫她心里怎么能高兴呢 胡闹 老太太顿时指着二小姐喝道 她是你父亲的妾室 又不是你三婶的服侍的人 凭什么要赏赐她房里的丫鬟 她服侍你父亲 对你父亲有功劳 与你三婶有什么相干 莫非她服侍了你三婶不成 她满心的失望 没想到素日里 本就有些清高自诩的二小姐 打从婚室尘埃落定 已经过不久就能去做寻王妃 如今就越发地娇横了起来 竟然还敢在这样的喜事 上头给和乡郡主晦气 她气得不轻 二小姐冲撞长辈 言行也可恶 甚至没有半点规矩 随意撒泼 这简直就是家门捂逆 要不是已经有了婚事 她一定要重重地责罚她 老太太 您别生气 二丫头自己想不明白 那我就今日好生提点她几句 和乡郡主心中生出恼火 只觉得二小姐晦气死了 在自己成亲大喜的时候 哭哭啼啼吵闹不休 见二小姐流着眼泪 微微扬起了雪白的下颚 带着几分傲然地看着自己 她心中冷笑了一声 一双神采飞扬的眼闪过淡淡的流光 对二小姐平心静气地说道 二丫头 既然你想不明白 那三婶就对你多说几句 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小妾 随意服侍男人的 虽然生了你于府中有功 可也不是什么能上的台面的 她自己就是个服侍人的奴婢 那服侍她的丫鬟 自然比服侍这府中正经主子的丫鬟 又低了一等 哪有什么资格要赏钱 你说呢 这话厉害了 这岂不是说 二小姐的生母罗氏 自己就是奴婢 服侍她的丫鬟 就是奴婢的奴婢 因此没资格与府中 其他丫鬟下人并肩 二小姐不敢置信地 瞪大了一双泪眼 看着在自己面前 诸欲晃动 笑容美眼的何湘郡主 你 你说什么 她只觉得窒息 又觉得这话之下 四面八方的嘲笑的目光 都会聚到了自己的身上 我姨娘不是奴婢 她是 才你自己都说 服侍咱们大哥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也见也是承认 她是个服侍人的 如今 怎么反倒不承认了呢 何湘郡主 看着这不知死活的庶女 眼底闪过一道冰冷的光彩 见二小姐 纤细恶娜的郊区 轻微的颤抖 便慢慢地继续说道 请我也劝二小姐一句吧 自己出身庶女 难道很体面吗 张口姨娘 闭口姨娘 都是在为自己的姨娘抱不平 二小姐 你可记住了 你与你姨娘的身份可不一样 她是个妾室 可是你 日后是要做人正气的 她的声音之中 带着几分笑意 老太太就知道 这儿媳妇是恼了 见二小姐 还在用愤愤的眼神 瞪着漫不经心 似乎对自己的冲撞 很有容忍之量的何湘郡主 老太太心里不由生出几分伤感 她这个述出的孙女是不是忘记 何湘郡主可不是他们这些 愿意宽容她的自家人 何湘郡主出身的宋王府 与寻王府之间 虽然走动得并不平凡 可是 都是皇族 寻王府都要给宋王府一些面子 二小姐得罪了何湘郡主 只怕宋王府不会善罢甘休 到时候 也要影响 她在皇族女眷之中的地位 还有寻王府之中的地位了 我这话 可是惊欲良言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何湘郡主美眸恋艳 淡淡地扫过这房中众人 见唐国公夫人 抬头对她微微汗手 就知道自己 与这位大嫂之间 多了几分亲近 又见二太太胡适的脸上 也露出笑意 只是却对自己毫无表示 就知道这位嫂子 对自己心中 尚且有几分疑虑 她都将一切放在眼底 这才侧头 对老太太含笑说道 您也不必为 不懂事的孙女而动气 老太太也想想 您六个孙女 也不能个个都是明白人 老太太六个孙女 这个不好 就丢到一旁 只捡好的抬去就是 何必与这种东西动气 反倒伤了自己的身子骨 她美眸之中满是神采光辉 此刻刚刚成亲 正是最美貌娇艳的时候 那气势比二小姐强出无数 二小姐竟然被她 堵得哑口无言 见唐国公夫人也闭口不言 二小姐顾不得自己 笨是个雷若满腹财情 清高的性子 含着眼泪点头说道 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我爱了长辈的眼了 知道自己抢了母亲 给大姐姐看中的婚事 因此 你们都厌恶了我 老太太 母亲 你们都偏心大姐姐 因此觉得 都是我的错 我都明白 她呜咽了一声 娇躯颤抖地捂着眼睛哭着说道 可是这门婚事是父亲定的 并不是 我有心要抢过来的 如今 都为大姐姐抱不平 你胡说什么 老太太一愣 顿时大怒 二小姐却只是顿了顿角 带着十二分的伤心与柔弱 跌跌撞撞地走了 荒唐 这个罗氏 怎么把她教养成这样 老太太没想到 如今二小姐还攀扯唐大小姐 这姐妹相争同一件婚事 莫非是很光彩的事情吗 若是一个不好 传扬出去 说是唐家两位小姐 为了谁应该嫁给寻王哭闹争执 姐妹反目 老太太想想 都觉得眼前一黑 她已经上了年纪 本是一养天年的时候 如今叫着不懂事的二小姐 给气得不轻 捂着心口 就有些不舒坦 唐国公夫人 虽然愿意看到二小姐 被老太太咽气 可是却唯恐老太太当真气着 急忙上前给老太太顺气 她还小 不懂事 您别生气 不能叫她这样 不知轻重胡咧咧 如今都是自家人 听过也就算了 日后若是她在别人面前 也这样说话 那咱们家 老太太握紧了唐国公夫人的手 您放心 回头我命罗氏管教她 二丫头也是 叫罗氏给宠坏了 唐国公夫人 见一旁虎珀给老太太捧了茶来 便亲手接过 一旁的和乡郡主 也起身上前 给老太太拍着后背 轻柔地劝着说道 大嫂说的是 不过是个小丫头 管教管教就好了 今日若是您动了气 反倒成了我的不适 三爷最孝顺您的 回来了知道 岂能饶了我 她细续了一声 说话俏皮又贴心 老太太的目光都柔和了几分 她敢 我万万不许 她欺负你的 这话我记下了 日后老太太就是我的靠山 和乡郡主 对唐国公府是极满意的 夫君年轻俊美 又前程大好 家中也都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虽然必然有些不懂事的 可是这在和乡郡主眼里 也不算什么 只有 她垂了垂眼 面上却依旧在笑着 这房中顿时就把刚才二小姐 引起的那种种不快 都接过了 一时之间 上房之中 又是一片欢声笑语 喜气洋洋 国公府的女眷们的说笑声 随着敞开的门口 叫外头都听得一清二楚 云书正和翠柳躲在不远的廊下 她刚刚在廊下 就听见二小姐的那些脑残的话了 都觉得二小姐这是在自己找死 见二小姐自己哭着走了 云书一时之间 都不知道该对这位二小姐 生出什么心情 二小姐这是在为罗姨娘抱不平 她低声不敢置信地问道 在三房沉浸的关头 为掌房的小妾抱不平 就算这是自己的生母 可是二小姐 这也太过分了 她心气而高 自持身份比别的庶女强些 眼高于顶 在所难免 对了我忘了 你进府不久 从前的事儿不知道 翠柳一家都是国公府里的老人了 压低了声音 对云书神神秘秘地说道 你是不知道那位罗姨娘的来历 第十七张姨娘 什么来历 虽然明知道在私下里说主子的闲话有些不好 可是 就如河湘郡主说的 罗姨娘也不过是个士气 也算不得正经的主子 谁的心里 没有点想要八卦的想法呢 虽然云书一向沉稳 可是也忍不住想听听罗姨娘的来历 见她眼睛微微发亮 翠柳急忙拉着她躲到一旁 看了看左右没人 就轻声说道 说起来也不算什么秘密了 这位罗姨娘早年是犯官之后 说是家中没有败落的时候 也十分显赫 只是世事无常 家中被陛下给抄了 因此沦落到了咱们的府里来 她莫非做了奴婢 这倒不是 她虽然是犯官之女 不过罪则却并未牵连到她的身上 只是家中都给抄了 没钱没是一个孤女 怎么生活呢 见云书轻轻点头 翠柳越发压低了声音说道 早年的时候 国公爷与他的兄长之间 是至交好友 只可惜 罗姨娘的兄长 被朱连死在了天牢里 只剩下这么一个妹妹 国公爷也不能撒手放着不管 就接到府里来 叫咱们大夫人好生照顾 想着等过几年风头过去了 就给她挑一个好人家 云书听着听着 就觉得心里有些疑惑 按说这样的身份 怎么还做了唐国公的妾室 他那时候对大夫人 口口声声的嫂子嫂子的 咱们大夫人一向心善 对他也极好 十分照顾 只看平日里府中旁人有的 他虽然不是国公府里的小姐 也必然有他的那一份 只是万万没想到 养大了他的心 竟然还叫他心里生出恶意 趁着一回国公爷 喝醉了酒在书房歇着 他自己钻进了书房里 虽然国公爷什么都没做 不过他却闹得整个国公府 都听见还一山半退的 他哭着说清欲都没有了 因此也嫁不得旁人 国公爷没法子 只能拿他做了妾室 且他兄长与国公爷 还有从前的交情 国公爷对他总是有几分另眼相看 云书听到这里 就知道罗姨娘是个怎样的人 白眼狼 唐国公夫人对他极好 却没想引狼入室 叫他对唐国公上了心 不过自然 唐国公也有疏忽且行事不端的嫌疑 可是罗姨娘这心机也真的厉害 前两年他还对大夫人请罪呢 说是当年在国公爷的书房发生的事 都是他没想到的 不是有意的 说是他也没想到国公爷那一天会醉酒 会拉着他不放 总之说的他清清白白 就仿佛做了那些事的不是踏实的 翠柳虽然是个小丫鬟 可是也看不上这样的形式作风 见云书轻轻点头 就吃笑了一声小声说道 罗姨娘一贯都会装可怜 哄得人晕头转向的 虽然早年国公爷对他有些疑虑 可是他做小伏地 把国公爷服侍得极好 因此也有几分宠爱 只可惜只生了二小姐 也没有个儿子 翠柳撇了撇嘴角 云书这才知道 二小姐与罗姨娘这番来历 想到二小姐在老太太这些长辈面前 一副轻高不折腰的矜持劲 她摇了摇头 二小姐怕是得罪了郡主了 她与翠柳低声说道 我瞧着郡主是个机敏的人 也不是一个会吃亏的 日后 咱们远着些二小姐与那位罗姨娘 他们这些小丫鬟 最是在府中跑腿传话的 因各房都笼络这些丫鬟线 难免这些丫鬟的心中都各有偏向 在老太太的面前 不时也能给各房的主子说几句好话 只是叫云叔如今想想 哪怕罗姨娘送人金山银山 都不能跟罗姨娘亲近 我明白 你放心 往后一定离那房里圆圆的 只是可惜了的 你不知道 罗姨娘是最大方的 老太太房里的丫鬟去了 伸手就是碎银子呢 婴儿就十分喜欢去罗姨娘的房里 婴儿与他们同是三等小丫鬟 只是一项机灵讨巧 且还有个姐姐翡翠 在老太太的房里做一等丫鬟 因此一项都把自己 当作是小丫鬟里的家 若不是云叔横空出世 婴儿还真的就进了老太太的屋里 去服侍了 因这件事 婴儿与云叔之间总是有些敌意 只是云叔忙得很 也懒得理睬他 一些小小的纸丧骂怀 云叔也当作没有听见 更何况 当初与婴儿一块管着茶水间的活 婴儿只把活迹都推给云叔 自己跑出去钻营 那时候 有水是多么的丰厚 可是如今琥珀的一句话 把云叔从茶水间调走 却叫婴儿专门守着茶水间 婴儿日日都只能被困在屋子里 自然就没有从前的风光 他也在旁人面前抱怨了几句 只是却不敢触犯琥珀的威严 因此 只能咬牙出去的人了 因这些平日里的争执 云叔对婴儿种种也知道些 等知道婴儿 倒是敢在罗姨娘的面前讨好 犹豫了一下 便轻声说道 他一向要强 只是拿着银子有些烫手 不管他 他亲姐姐都乐见其成 更何况 旁人与他又没有什么关系 翠柳心大 只将这些事放在一旁 侧耳倾听 见上房里老太太的笑声 已经不再有什么怒意 不大一会儿 往前院 去唐国公兄弟情深了一番的唐三爷 也往上房来了 云叔立在廊下 只见那含笑而来的唐家三爷 生得俊秀无双 与何乡郡主仿佛一双逼人 春风得意 正是最年少得意的岁月 不由咬了咬嘴角 真是天作之和 翠柳也忍不住轻声说道 可不是 对了 你说琥珀姐姐给你放了假了 因唐三爷回来 这上房又是好一番忙碌 只是这没有小丫鬟伸手做事的地方 翠柳与云叔 就一块儿躲在了后院的没人的地方偷懒 他们年纪小 这大事之后难免疲惫 偷懒也不会有大丫鬟来骂他们 因此 坐在一处威风暖暖的地方 翠柳神神秘秘地 从腰间翻出了一包梅子糖来 云叔见了不由笑了 伸手拿了小小一颗梅子糖放进嘴里 只觉得酸甜可口 入口生津 不由坐在翠柳的身边 把自己拿着的荷包与翡翠镯子 都给翠柳看了 翠柳手里也有荷香郡主的赏赐 只是没有云叔的多 他见云叔把大谢的那个荷包打开 却见里头 滚着好几个比定如意的银罗子不说 许是王府打造 格外精致细腻一些 滚在云叔雪白的掌心 看着讨喜极了 之后从那个荷包里 竟然还掉出来十颗金瓜子 小小的细细的 也十分精致 云叔难得竟然会见到金子 虽然这金瓜子不大 分量也轻 可到底是精巧的金子 他诧异地看了 也小声叫了一声的翠柳 这才又把另一个打开 另一个荷包就十分寻常了 倒是叫云叔松了一口气 就因为缝了荷包 打了花结 郡主一高兴 就赏了你这么多 翠柳的眼睛瞪圆了 对云叔压低了声音 露出几分欢喜说道 都说皇家富贵天成 这话还真不是没有什么道理 郡主这样大方 若是来日里 你多讨他喜欢几回 岂不是日后就成了小财主 他想得倒是极好 云叔不由哭笑不得地说道 我这些东西的道理 不过是我是老太太身边的人 且还是郡主第一次赏人 因此才大方险 就算和乡郡主有金山银山 也没有全都赏赐 给一个小丫鬟的道理 他又看了看画书 送给自己的翡翠镯子 水头十足剔透 瞧着是冰凉凉的绿意 晶莹剔透 如同山间冰冻起来的绿色的冰 云叔倒是十分喜欢 这漂亮的翡翠镯子 拿在手中把玩了一会儿 虽然如今的世道翡翠 这样的应语 不及其他软玉一般值钱 可是云叔却觉得难得 这是自己喜欢的手势 只是这镯子有些大 他揣在怀里 转头见翠柳 也在眉开眼笑地 数着自己今日的收获 两个年纪小小的小丫鬟 仿佛秋儿里的小仓鼠一样 清点了自己的小小的家产之后 美滋滋的你靠着我 我靠着你在一块吃梅子糖 那一瞬间 云叔突然有一种 岁月静好的温馨 他心里只觉得 有什么晦涩的感情在消散 而是生出了几分光明 若是琥珀姐姐给你放了假 那不如你与我一块去我家里玩 翠柳的家 就在国公府外的那一排的街上 因他爹是唐国公面前的管事 因此家也不离国公府的左右 毕竟都是国公府中 好几辈子的吓人了 这 上门打脚 会不会 这有什么 我娘早就说 要我带你回去 不然你这几日就在大通铺休息 别人忙忙碌碌的 骗你休息就休息 还大刺刺的那样惹眼 大家都看着 谁心里能开心 见云叔这才慢慢地点头 翠柳这才露出大大的笑容 却突然想到了什么 看了看云叔 如今也戴着精致的红宝金戒指的细白的手 哼了一声说道 可别带什么珠宝首饰出去 记得穿粗不些的衣裳啊 不然我家里又该有人嫉妒死了 第十八章少年 翠柳有些抱怨 云叔也只是笑了笑 哪有登门拜访 却只穿粗不一长的 他是第一次去翠柳的家里 若是穿得十分邋遢 那岂不是很失礼 只是翠柳几分这样说 云叔就翻出了之前府里 给小丫鬟们做的统一的新衣裳 虽然是粗布的衣裳 可是缝制的倒是也十分好看 且因云叔从未上过身 是全新的 因此格外干净 他又把琥珀拿给自己的 茯苓霜取出来一些 又拿了自己绣的几个精致的荷包 这才跟着翠柳一块出府去 因翠柳家里就在国公府旁 走得也不远 云叔与翠柳不过是嬉闹了两声 就在这条街上逛了起来 他打从醒过来 就没有出过府 哪怕这条街并不热闹 可是也看得津津有味 哎呀 他只觉得自己被冲撞了一下 急忙扶住翠柳 看向一旁 看见的却是一个英俊挺拔 可是额头带着薄汗的少年 这少年生得眉目英俊 看起来沉默寡言的性子 有些沉稳老实 此刻手里提着几个纸包 又从这少年强壮的身上 透出淡淡的汤药的苦涩的味道 他一副赶路的样子 见自己撞了一个小姑娘 急忙停住了脚步 对云书抱歉地说道 对不住 他的声音嘶哑 目光之中带着几分紧张 穿着的是一件十分粗糙的衣裳 云书在他翻着毛边的袖口上扫过 又看了看他手中的纸包 便摇头说道 没什么 不必放在心上 这人仿佛是有急事的样子 不过是撞了一下 也不是什么 非要闹得不可开交的事 因此 他也不预备 与这看起来形色匆匆的少年纠缠什么 因见他没有抱怨 也没有指责自己呵斥 这少年愣了愣 抿了抿嘴角 这才对云书轻声说道 多谢姑娘 他多谢他没有纠缠 见云书不过是仰头对他笑了笑 安详平和 也并不尖酸刻薄 犹豫着对云书说道 若是姑娘回去 有什么不舒坦 我家住在那里 他指了指这条街的一处宅子 一副会负责的样子 不过是撞一下 难道还能那伤了不成 云书摇头说道 这少年这才对云书再次赔罪 抬脚匆匆地走了 他这刚走 一旁的翠柳就看了他的背影一会儿 小声说道 宋大叔许氏又病了 因此 宋大哥才这么着急 见云书诧异地看着自己 他笑嘻嘻地拉着云书就走 走到刚刚那少年回去的院子之后 相隔的宅子 敲门 没多久就听见里头 传来了答应的声音 之后这宅子的大门打开 走出来一个 生得带着几分精明厉害的 三巡左右的妇人来 他看了翠柳一眼 又看了看云书 这才笑着说道 我还想着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怎么耽误得这么晚 在外看看热闹 娘 怎么是你来开门 翠柳的家里 也是有下人服侍的 自然是为了等你 小没良心的 这当然是做母亲的 想第一时间 看见自己多日不见的女儿 夫人点了点翠柳的额头 又拉着云书笑着说道 好不容易出来一回 回来了这儿 就跟回了自家是一样的 他见云书的手里 还提着几个礼物 不由称怪地说道 怎么来自己的家里 还带着这么多的东西 下回可万万别这样了 他笑容爽力 看起来也风风火火的 生的也叫人亲近 云书自然也心里 生出几分亲近 见这妇人拉着自己的手 便轻声说道 本就是来打脚绳子 更何况 我这是第一次上门 您别怪我 你呀 这妇人就是翠柳的娘 因嫁给的丈夫 是唐国公身边的管事陈白 因此 大家都叫他一生陈白家的 他管着府中的采买 也有几分权力 因此 在府中也有些地位 看起来与平凡的妇人不同 此刻陈白家的 打量了一番云书 见云书虽然穿得粗粗的布料的衣裳 可当真是面容秀美 不同繁流 想到他小小年纪 孤身一人在国公府之中 却能走到老太太的面前去 还知道自己给自己置办家业 陈白家的不由 在心里赞叹了一声 他素日里帮着云书 卖那些花节 还有绣活之类的 自然知道 那其中的利润有多大 也知道云书的手艺 日后就算是从国公府里出来 也是赚钱的一条路 此刻见云书落落大方 陈白家的心中不由一动 他有翠柳和翠柳的姐姐 避留两个闺女 又有一个儿子 比云书年长个四五岁的样子 如今正跟着 唐国公的嫡子做小丝 虽然不过是 唐国公的嫡次子身边的小丝 日后怕不是能在国公府里管事的 可是日后长大了 若是能给二公子 管管身边的庄子 怎么也算是个极好的前程 这样的前程 陈白家的也想着 给儿子挑国公府里的 一个主子面前的丫鬟 日后都在府中彼此扶持 靠着国公府这大树 日子过得不会坏 就比如 他与陈白夫妻 靠着唐国公 不过是唐国公面前的管事 如今也置办下不少的家业 有宅子田地 不服侍主子的时候 也是使努换毙的 不也很好 英翠柳如今 在太夫人的院子里 因此 陈白家的本就想着给儿子 在老太太的院子里 寻个差不多的女孩做儿媳 如今见云书生的美貌 形式妥贴 在老太太的面前 也有几分体面 且有秀活这样的手艺 陈白家的心动 却想到 如今云书就已经是老太太跟前 被老太太能记住的人 怕也难看得上自己的那个 只知道跟二公子一块闲逛的儿子 因此 倒是心里有些发愁 他心里想着这么多 面上却不动声色 只拿出十二分的慈爱 来拉着云书与翠柳进了宅子 随手关上了大门 这才听见翠柳好奇地问道 娘 宋大叔有病了吗 我刚刚瞧见宋大哥了 他仿佛还提着药 可不是 真是作念 一个药罐子 拖累的家里这样穷 如今只剩下宅子了 陈白家的便叹气说道 好歹宋大叔也是个四品的武将 怎么如今沦落到这境地 还不是贪功冒进给闹的 若不是朝中有沈大将军一力保他 怕不是早就治罪了 陈白家的便无奈地说道 只可怜了宋家大郎 前些时候说是要去考武局 只是叫他拖累着不清 不得不自己去赚银子 你宋大叔也是个没有老婆命的 后娶进来的那个一位的贪婪刻薄 宋家大郎 毕竟也不是亲生的 就算是继母不辞 也是情有可原 可是他给你宋大叔 总是一日敷七百日恩吧 老宋风光的时候 他也坐着武将夫人 也来往权贵 手里头虽然不说金山银山 可是必定是有不少私房 只是老宋这一病 他一桶钱都不出 抓着他的钱 与宋家宫中的钱 只说穷了 只叫大郎想办法 云书听得含糊 不过也听懂了些 之前撞了自己的少年 父亲病了 如今继母当家 就算继母手里有丰厚的私房 却不肯拿出来 给他父亲看病 若是不想眼睁睁地 看着父亲病死 这少年就要想方设法 自己赚钱 想到那少年 翻着毛边的袖口 还有明显短了一截的袖子 云书捶了捶眼睛 怪不得 我听爹说过 宋大叔早年做武将的时候 剿匪拼杀 其实有许多的银钱 怎么可能这两年伤病缠身 就都花光了 原来是将那个女人给瘫了 翠柳嘀咕了一声 见陈白家的皱眉 急忙关心地问道 娘 你怎么了 他瞧见陈白家的 仿佛是有些心事的样子 因母女情深 他不由露出几分关切 云书也因时常得陈白家的帮助 因此也看了过来 这两个生的都十分漂亮 可爱的小丫头看着自己 陈白家的心里易软 我是有个想头 只是你爹说 怕是不能 什么事啊 翠柳是个大大咧咧的性子 哪怕之前还跟云书抱怨爹娘偏心姐姐 可是如今却已经望到天边去了 他这一副没有心机的样子 叫陈白家的看了 心里倒是易软 我是想着 陈白家的 因被丈夫拒绝 因此就想跟闺女说说这想法 也想着闺女在老太太的院子里 是 虽然年纪小 不过也总算有些眼见 若是和闺女说好 那等闲她 再去与丈夫提及的时候 陈白也得想想她的建议 因此便四处看了看 叫远远的两个小丫鬟 去做饭准备点心 引着云书与翠柳走到了一旁去 这才对翠柳说道 就是你姐姐的亲事 小云也听听 帮婶子拿个主意 云书犹豫了一下 她可是听说 翠柳的姐姐碧柳不是个省事的性子 因此她的什么婚事 她真是不大想听见 翠柳的脸色也咔嚓一下掉下来了 我还以为娘是为了什么为难 原来是为了姐姐 我可不 她叫云书不动声色地捅了一下 不由不情愿地问道 她的亲事怎么了 陈白家的倒是没有在意她的不情愿 低声问道 你觉得你宋大哥与你姐姐合不合适 第十九章手串 宋大哥 翠柳看着有些紧张的娘亲 哼了一声 也不看看她能不能配得上 爹说得对 我觉得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你宋大哥虽然穷些 可是 我说的是 姐姐配不上宋大哥 剑尘白家的脸色微微一变 翠柳顾不得云书在一旁拉扯他的衣摆 仰头不屑地说道 就算宋家落魄 那也曾经是四平武将之家 是官宦之家 就算宋大哥如今穷些 可是末期少年穷 这不还是你教我的 感觉到云书总是拉自己的衣袖 翠柳转头就问云书说道 对不对 我没有说错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末期少年穷 的确是云书之前 与翠柳说其他玩笑的时候说起过 如今见陈白家的脸色发白 云书不由觉得十分抱歉 她是你的姐姐 你怎么反倒嫌弃你姐姐了 难道我不该嫌弃吗 她素日里好吃懒做 还小家子气 整日里计较这个 计较那个的 小心眼 翠柳本就因家里 给碧柳买了那么些的田地 心里窝火 如今越发实话实说地说道 宋大哥也是从小一贯学武艺的 听说若不是叫宋大叔耽搁 也能做个武进士 难道还娶姐姐这样的姑娘 叫我说 可别糟蹋了宋大哥了 爹说得对 娘 你就算给他寻亲事 也寻个差不多的 你怎么跟你爹一个吊吊 陈白家的不由有些郁闷 他看中了宋家大郎 自然是因宋家大郎 年纪虽然不大 不过十六七岁 可是却沉稳可靠 为人也十分诚实厚重 且他也的确看中了宋家大郎的一身的本事 虽然老宋已经从四品武将上退下来 如今是个白身 可是从前在军中的同僚和老交情却还在 只要宋家大郎能入了军中 虽然不会十分显贵 位及人臣 可是一个五品四品的武将 还是期盼一下的 若自己的闺女嫁给宋家大郎 日后也是个官宦夫人 到时候水涨船高 挣一个告命回来 这一生也不算是白活了 因碧柳自幼体弱多病 因此陈白家的一向都心疼长女几分 也为他操心 想叫他后半辈子的日子能过的轻松鞋 只是他相中了宋家大郎 却叫陈白给阻止了 陈白说长女配不上 如今小女儿也说配不上 怎么配不上了 你姐姐生得好 碧柳生得柔柔弱的美丽 陈白家的觉得 这样美丽的少女 什么少年不心动呢 生得好有什么用 又尖酸又小气又刻薄 翠柳本还想说两句 只是叫云叔用力握住了手给拦住了 他有些郁闷地看了一眼云叔 自然明白 云叔为什么会拦着 自己不叫他说 毕竟他是娘的女儿 可是姐姐也是娘的女儿 娘对两个女儿都很疼爱 他说姐姐的坏话 娘亲一定心里不好受 想到这里 翠柳就忍耐了几分 这才拉着陈白家的的手仰头说道 娘啊 我好不容易回来 你别念到她的婚事了好不好 对了 前回我叫人送回来的珊瑚串呢 您收哪了 他之前去二夫人胡适哪去传话 因说话讨喜可爱 胡适就赏了他一串珊瑚珠子 通体大红 十分鲜艳 因太打眼 他不敢放在大通铺里 因此就叫陈白家的 拿回家里给自己收着 如今回来了 是在自己的家里 他就想着要美一美 带着给云叔瞧瞧好不好看 听见这珊瑚串 陈白家的脸色 微微僵硬了一下 风风火火的脸上 就有些尴尬地说道 叫你姐姐拿着玩呢 等回头见了你姐姐 我帮你要回来 他似乎也觉得 自己这样做有些不地道 且见翠柳的脸色慢慢地沉了 忙说道 你姐姐也不过是 瞧着新鲜罢了 也不会要你的东西 待两天 等腻歪了就还给你 都是自家姐妹 你也不要这样小姐 他只觉得 两个闺女之间 长长半嘴 因此十分疲惫 都是自己的闺女 他都疼爱 只是素日里有了偏爱的 也不是他有意的 碧柳喜欢妹妹 送回来的珊瑚手串 他就想着 反正翠柳也不回来带 不如先叫碧柳拿着赏玩 回头还给妹妹就是 到了他手里的东西 娘你自己说 什么时候吐摔过 他撒撒娇 闹一闹你就给了他 又想没想过 那是我的 新鲜 当然新鲜 那样的手串谁有呢 他可不看着好看喜欢 翠柳听见娘亲说自己的东西 又去了碧柳的手里 不由有些伤心 他没有想到 如今亲娘都不能相信了 红着眼眶就说道 怎么如今 反倒成了我小姐 他拿了我的东西 您反倒来嫌弃我 我不是 翠柳却不听陈白家的的解释 拉着云书就走 云书只好跟着他往后院去 去到了后头一个小院子里 翠柳推开了院子的门进去 就闷闷地坐在了院子里 这是你的院子 见这小院虽然不大 不过却十分干净整洁 云书便坐在翠柳的身边轻声说道 你虽然时常在府里 可是这院子却整洁干净 我瞧着 不像是临时打扫出来的 可见是时常有人整理看骨 这都是 沈子心里念着你 就算你不在家 却也当作跟你在家的时候一个样 见翠柳委屈地靠过来 把头枕在自己的肩膀上 她便柔声说道 好不容易回一趟家 做什么叫心里不开心呢 倒是我羡慕你 就算是想要半嘴吵架的家人 也都没有呢 娘也太偏心了 翠柳声音嘶哑地说道 她难道不知道 我喜欢急了那串手串 都舍不得带 怕丢了 叫她好哈收着的 自然是我心爱的物件 可是她却 姐姐也不必去府里侍候 平日里也是锦衣玉石 只使唤着小丫鬟 就算是娘亲心疼 也该心疼我才对 往后 我哪还敢把东西往家里送 她只觉得自己的心里冰凉 是因为自己对陈白家的那份信任 如今都几乎没了 云书却想了想 摇头说道 你既然喜欢 那就算她拿走了 你要回来就是 翠柳一愣 侧头看着云书 要回来 婶子不是说 只是叫她赏完几日 既然你都回来了 那就拿回来 若是她不拿出来 小气地 占妹妹便宜的 就是她了 可是 她可不是那种 要脸要名声的人 那就抢回来 云书低声说道 姐妹们半嘴 若是她抢不过你 还要哭闹 岂不是做姐姐的小妾 你只与神子置气 东西也要不回来 反倒自己的心里难受的厉害 我听说你姐姐病弱得很 难道还能是你的对手 她就算不要脸不要名声 可是没人搭理她 她也不过是白哭一场 你呀 做什么都得记得 得叫自己得了识惠 不然白白的生气 岂不是憋屈了自己 她压低了声音说话 翠柳的眼睛 却越发地亮了起来 我以为你 云书一向性子温柔 不是喜欢与人相争的脾气 就算是在国公府里 婴儿几次找茬 云书也没有动怒过 因此 翠柳本以为云书是个温柔脾气 在府里要明哲保身 在家里何必如此 更何况 你可见我在府里吃了亏 婴儿就算是念叨几句 可是云书重视的银子手势的 也没有损失 见她无动于衷 平日里反倒把婴儿气得养倒 且云书还能有个如今翠柳评价的温柔和气的好名声 这难道吃亏了不成 见翠柳急忙点头 云书便柔声说道 不过你也先礼后兵 他不还给你 你再抢 还有 他四处看了看 这才在翠柳慢慢开心起来的笑容里说道 别说是我给你出的主意 你放心 你清清白白 温温柔柔 可善良和气的人了 翠柳笑嘻嘻地说道 云书这才放心 不然叫人知道自己给出了这样的坏主意 那陈白家的 怕是要恼火了 若不是翠柳对他一心一意 他实在见不得翠柳伤心 等闲他也不会管这样的闲事 可是 是有内外 在他的心里 翠柳是他很亲近的朋友 看翠柳难过 他若是不帮衬着 那还配和翠柳做朋友吗 那咱们回去见娘 翠柳约约欲试了 等到了婶子的面前 你不要与婶子吵闹 云书叮嘱了一声 见翠柳脆声声地答应啊 这才好奇地问道 你刚才说的宋大哥 就是撞了我的那个人 那少年挺拔强壮 一双眼虽然疲惫 可是却依旧开合有神 看起来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 因见翠柳对他的印象不坏 云书就多问了一句 且见翠柳大大咧咧地说道 可不就是他 虽然为人不大爱说话 不过很能干 人又孝顺 若是娶了我姐姐 那真是有点可怜 只是他家里有个很坏的继母 那女人心狠手辣的 要是嫁给他 那只怕要跟他一块 被继母给害死 翠柳低声说道 第二十章碧柳 害死 可不是 早年听说他还中过毒 还能是谁干的 必定是他继母想要他死 到时候 家产都是继母生的弟弟的了 翠柳想了想对云书说道 当初那事闹得很大的 只是不知怎么 就没了动静 我听说 仿佛是那继母抱着儿子要跳紧 宋大叔 那个也是他的儿子 这自然是有些偏心眼的意思了 云书听了 想到那少年倒是孝顺 便轻轻点了点头说道 原来如此 怨不得陈叔不愿意这门婚事 并不仅仅是觉得 自家女儿配不上那位宋家大郎 也是不愿意叫闺女 嫁到那家里去吃苦 娘只看着宋大哥是个不错的人 因此就想着结亲 也不看看那家里多么艰难 翠柳说了两句 因对宋家的事也不大感兴趣 就不再多说 拉着云书在自己的小院子里到处看看 这显然比大通铺那坡屋子好多了 云书也见着装饰的 跟女孩子的闺房一样的屋子 心里生出感慨 等快到了黄昏的时候 云书这才叫翠柳 带着往家里的上房去了 见到了翠柳的爹 唐国公面前的管事陈白 他叫了一声陈叔 陈白就看着云书笑了 是个齐整的孩子 他看起来很温序 对云书和声说道 来了这儿就跟在家里一样 不必拘束客气 翠柳时常与咱们说起你 说你与他之间关系极好 翠柳在国公府里 自然也是需要有人帮衬 因此 陈白对云书也多几分关注 虽然管事不好 亏是后宅 可是老太太身边 多了一个绣活不错的小丫鬟 被委以重任 她还是知道些 更何况 云书求陈白家的 卖自己的绣活 陈白心里倒是对云书刮目相看 若是一心留在府里 等着往后都不出来的丫鬟 不会有这么多的想法 与人为善 总是会有福报 因此 陈白也不吝啬给云书一些帮助 只是叨扰陈叔与沈子了 云书轻声说道 哪里是叨扰 反倒是他客客气气的 陈白夹得在一旁 笑着指着云书带来的东西 见陈白看了一眼 就称怪地说道 这样客气 反倒不像是亲近的人家 他称怪一声 陈白却也没怎么在意 他倒是一个生得温序的男子 虽然生得普通的模样 不过却和和气气 并不看起来肥胖油腻 销受温和的样子 倒是真的有些国公府管事的气度 白首说道 孩子乐意孝顺你 这是孩子的心 若是你也心疼他们 在府里做小丫鬟过得不好 就给他们预备些滋补的东西带回去 爹要给他们带什么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柔柔弱弱的声音 云书一愣 下意识地往门边看去 却见门口正走进来一个 穿着洋红十六裙的少女 这冷眼看着 虽然也有几分柔弱 不过也不像是病弱的 要死要活的样子 只是这少女 倒是有些娇滴滴的模样 一双手白皙柔嫩 看着不像是能服侍人的 反倒像是个小姐 怨不得这个模样 没有进国公府去当丫鬟 瞧着若是进了国公府 也不知道是旁人服侍她 还是她服侍旁人 见她进来了 沉白微微皱眉 露出几分不悦 却没说什么 你怎么出来了 不是说病吗 我若是不来 还不知道娘说了什么好东西 骗了妹妹呢 这少女正式避留 顿时冷笑了一声说道 她红唇翻飞 张口就是 唯恐自己的母亲 克扣了自己便宜了妹妹 云书垂目 对翠柳微微摇了摇头 这是什么话 我素日里不在家里 你倒是多管教她 她妹妹去府里服侍 虽然主子信任咱们 是体面 可是你也是 从丫鬟过来的 难道不知道 做丫鬟的辛苦 自己在家中养尊处优 连一心半点 都见不得妹妹得了什么 沉白便皱眉 对妻子说道 她就算是病弱 也没有叫你浇惯的 不成样子的道理 早年还有点规矩 如今越发不像话 不知道体恤妹妹 反来与妹妹争长短 碧柳也是心直口快 沉白家的急忙说道 心直口快 我看这是自私自利 沉白便冷淡地说道 爹爹只知道护着妹妹 哪里管我的死活 生死都随我去了吧 碧柳见自己 这一句平日里也有的抱怨 今日却被沉白给呵斥了 顿时脸上挂不住了 哽咽地说道 我是做姐姐的 家里有什么 自然该先给姐姐 再给妹妹 怎么在这家里 好的坏的 都要叫妹妹先得了 她红着眼睛 也生得十分美貌 一双雪白的手 拉着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因此摊开手的母亲的 一百顿足说道 娘 爹偏心 爹怎么偏心了 翠柳忍了忍怒气 就起身问道 难道爹当当说的话 你没有听见 有什么是单独给你留着的 就算单独留给我 那又怎样 姐姐 你若是觉得不公平 眼下不如公平些 把我的珊瑚手串还给我 什么珊瑚手串 陈白开口问道 爹不知道 前些时候 二夫人赏了我一串珊瑚珠子 我觉得稀罕贵重 不敢放在府里 因此叫母亲拿了回来 如今姐姐 也该赏完好了 该还给我了吧 翠柳一摊开雪白的手 手心向上就问 碧柳要自己的珊瑚手串 碧柳顿时脸一变 下意识地握住了自己的手腕 说道 什么是你的 明明是娘的 我从娘的手里得到 怎么反倒成了你的 娘给了我就是我的 你有什么在娘那里 只问娘要去 她见翠柳一双漂亮的眼睛 看着自己 又看了看翠柳身后的云书 顿时冷笑了一声说道 整日里 把些着三不着两都往家里带 也不知道家里多艰难呢 那种爱占便宜的 她刚想讽刺几句 云书来 陈家占便宜 却见翠柳已经猛地窜了过来 一把就扣住了她的手腕 掀起了 她漂亮崭新衣上的绣摆 露出一段雪白的腕子来 见到腕子上那么鲜艳的红 翠柳也不说话 咬着牙 等珊瑚手串都叫妹妹抢走 碧柳才反应过来 她想要扑过去跟妹妹扭打 只是她在家中养尊处优 可是翠柳却是在国公府后院 做惯了活的 平日里端着水盆打水 拿着扫把扫院子 哪怕比碧柳年幼 可是却依旧有些力气 一把就把碧柳给推了一个量 碧柳哪里见识过小丫鬟们这样的扭打 亮呛了一下 扶住了一旁的桌子 又觉得自己的手腕疼得厉害 竟是刮出了一道道的血痕来 已经吓得浑身发抖 之后想明白发生了什么 顿时捂着脸哭了起来 娘你看妹妹 她如今不知道 从哪儿学会得下作的手段 都会抢姐姐的东西了 这明明是我的 刚才是你不乐意还给我 难道还不能要回来了不成 这么喜欢这些手势 你也去主子们的面前当丫鬟去 翠柳只觉得 今日心中畅快 声音也大了 见碧柳指了指 自己就要往地上倒去 一副犯病了的样子 她爹族说道 你大可以现在就生病 我一会儿就求大夫来给你看看 就说 你没有占到妹妹的便宜 因此发了病 叫大夫来好好看看你 这要是说出去多丢人 陈白家的没想到 小女儿如今竟然这么厉害 从前虽然也厉害 不过是嘴里念叨念叨 如今却仿佛更不吃亏了 陈白对翠柳去抢自己的东西 并不呵斥 反而微微点头说道 既然是妹妹的 你不还给她 难道叫她直接送给你 没有这样的道理 她倒是比妻子更公欲 云书见陈白家的 正扶着哭得烂七八糟的碧柳 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 又看了看对碧柳的哭闹 无动于衷 吩咐一旁的小丫鬟 去端饭菜过来吃饭 就知道 翠柳这回不会被长辈训斥 先到这里 她就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对翠柳眨了眨眼睛 翠柳正哼了一声 把自己的手串收好 碧柳越发啼哭起来 声音也越发尖锐 娘 娘 好了好了 妹妹的是妹妹的 回头我给你 也寻摸一串差不多的 我就要我的那串 吃饭 不吃就回你的屋子待着 陈白见饭菜上桌 看着正坐在地上 不依不饶的长女 冷冷地说道 她的脸沉了下来 碧柳见她不为自己说话 顿时越发地伤心 哭着爬起来说道 不吃就不吃 她哭着跑出去 翠柳与云书 反倒觉得饭桌上自在 更高兴了 不然若是碧柳也一块吃饭 那阴阳怪气 尖酸刻薄的样子 简直叫人实难下咽 云书是第一次见到碧柳 可是却也算是仗了见识 开了眼了 他只是强忍着心里的满意 与陈家长辈恭敬地 说了两句话 就埋头吃饭 至于碧柳 反正不吃饭 挨饿的也不是他们 这饭真好吃 第21章同病相连 陈家的饭菜很不错 云书并不是个客气的人 又没有碧柳在一旁哭闹 因此觉得这饭菜很合口味 只是半路陈白家的 到底有些担心长女 捡了些菜 与云书说了一声 就往碧柳的房间去了 虽然他依旧 看起来更关心碧柳一些 可是翠柳这一回也不生气了 等吃过饭 陈白就去前院休息 翠柳拉着云书 走到了自己的小院子去 也不叫小丫鬟服侍自己 他自己就是一个小丫鬟 叫旁人服侍自己 又有些不自在 等房间里没人了 这才对云书撇嘴说道 你可看见了 娘亲就是这样 无论发生什么 都更心疼他 也是心疼你的 我见陈叔对你更用心嫌 这倒也是 翠柳就对云书轻声说道 若不是平日里爹更公允 我都要被挤兑死了 你看他 一贯都会哭闹 都说姐妹情深 若是他能对我好 我又何必与他这样冲突 谁还不愿意 家和万事兴呢 难道他喜欢经常把自己的家事 跟小姐妹抱怨不成 只是遇到了碧柳 就算是温柔的人 也都给逼成了泼妇了 翠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倒在云书的身边轻声说道 娘对我是很好 也对你很好 可是我 我 他真的觉得娘亲偏心 也担心娘亲 把自己这日后 当丫鬟得到的 拿去给姐姐 若姐姐对他感谢几声 翠柳也无所谓叫姐姐拿走 可是碧柳却拿了他的东西 还对他那样刻薄 实在不行 等过些时候 咱们长大了些就好了 云书如今才明白 什么叫做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自己是被亲爹给卖了 如今翠柳虽然家里还算和睦 爹娘也宠疼 可是也有各种的烦恼 他心里想到了这些 不由有些感慨 等想了想就对翠柳轻声说道 婶子虽然偏心 可是该给你买的良田也都买了 并没有拿了你的月钱 去给你姐姐 至于首饰 你智当孝敬婶子 毕竟是你的娘亲 等咱们再大一些日后 在老太太的院子里 有了自己的屋子就好了 到时候 就不必把银钱都拿出来 给家里人 虽然小丫鬟住的拥挤 可是等熬成大丫鬟 就两个人一个屋子 那就什么都可以放在屋子里了 那仿佛是一方小天地 可是什么时候能做大丫鬟呢 我听说老太太身边 要放出去几个到了年纪的大丫鬟 到时候二等的丫鬟补上去 咱们里头也得有人提拔上来 云叔对翠柳轻声说道 你只要踏踏实实地干活 不要偷懒 那都看在琥珀姐姐的眼里 到时候 琥珀姐姐也不会叫咱们白干活 他也是听珊瑚说起 老太太身边的那些大丫鬟 有几个年纪到了 老太太慈悲 不忍丫鬟在自己的身边花旗凋零 因此是准备放出去嫁人的 珊瑚也在其中 他听珊瑚说起的时候 珊瑚的眼底光彩夺目 显然是乐意出去的 老太太身边的大丫鬟 抢手着呢 且不说旁人 就是珊瑚姐姐 珍珠姐姐 这两位姐姐 是你相熟的人 他们有些缘分 还嫁到同一户人家去呢 翠柳显然比云叔知道得多得多 见云叔诧异地看着自己 似乎没有想到 他得意地说道 老太太慈悲 对服侍自己一场的丫鬟都极好 因此丫鬟到了年纪 他总是会给挑挑夫君 叫丫鬟们自己看看 是不是乐意 我听说两位姐姐要嫁的那户 是老太太在外头的 一个大庄头架 管着老太太 在京城之外好多的庄子 家中殷实附属 在老太太面前也有体面 老太太面前两位姐姐是拔尖的 因此 老太太才把他们给嫁过去 嫁过去了就做少奶奶 虽然不及 咱们国公府里的风流奢侈 可是也是富足得很 又安稳 竟然还有这样的喜事 云叔心里却猛地想到 那不仅仅是同情 如今想来 还有几分恼火 毕竟 珍珠若是与唐三爷有些首尾 那只怕是要牵连到 珊瑚在夫家的位置的 不过 珊瑚是老太太身边的人 那户装头人家 应该也不会对珊瑚多么不喜欢 不过这事闹得 原来珍珠还有人家了 那他与唐三爷怎么在一块呢 云叔心中惊诧 实在想不到 翠柳竟然给自己说了这样震惊的事 可是却只能忍了忍 不敢把珍珠与唐三爷的事告诉他 阴心里存着心事 云叔就与翠柳一块睡了 等到了第二天日上三杆 云叔才醒过来 只觉得 这种睡觉睡到自然醒的生活 真是自己梦寐以求的 只可惜 他不过是清闲两日 就要回去当差 因此 这空闲的两日 也不去编花节赚银子 只和翠柳在外头疯玩 他和翠柳去了大街上 瞧见了什么都觉得稀罕 什么形象栩栩如生 色彩斑斓的倪人 还有一些透明晶莹的糖化 云叔都买了些 手里拿着泥人 嘴里叼着糖化 和翠柳 还往一处闹杂耍的 热热闹闹的地方挤 他们两个小丫头生得好看 这样在大街上玩 自然是身后 还跟着翠柳的爹陈白的 陈白今日告假 带着这两个小丫头 热热闹闹的 看见翠柳 与云叔挤到人群中去 云叔看见 还真的有人热热闹闹的 坐着杂耍 只觉得有趣新奇极了 他刚刚又与翠柳 买了些好吃的蜜饯 此刻一边看着杂耍 一边吃着蜜饯 那杂耍的人 还会嘴里喷火 云叔只觉得眼花缭乱 身边都是簇拥的人群的叫好声 直到杂耍完了 云叔与翠柳 又给了来要赏钱的 杂耍的人些铜钱 两个女孩 脸颊红扑扑地跑出来 陈白笑着跟着 见了他们出来 招了招手 玩够了没有 好不容易出来 爹 你再陪咱们一会儿吧 翠柳更喜欢对陈白撒娇 见陈白看似无奈地答应了 这才欢呼了一声 拉着云叔就走 只是云叔一边与翠柳打闹 一边却看见 另一处的一个粮铺那 正有个少年 正在扛着好大的粮食袋子 进进出出 他看起来的确强壮 就算是好几个粮食袋子 压在肩膀上 也依旧没有泪弯了腰 可是云叔却下意识地看过去 见那少年一会儿 把外头的袋子 都搬进粮铺里去 这才从店家的手里 得到了些铜钱 那不是大郎吗 陈白也看见了 见是宋家大郎 一面抹汗 一边把铜钱揣好 愣了愣 便叹了一口气 他对那少年招呼了一声 那少年抬头看来 见是陈白 便走过来 又见云叔与翠柳 便问道 昨天你没事吧 没事 云叔拉着翠柳的手 见着少年 一张英俊的脸 棱角分明 虽然做着粗活 可是却并不粗俗 想到翠柳也曾说 他本是要考无拘的 本着不得罪人 末期少年穷的想法 便对他十分和气 他说话温温柔柔 又没有看不起 穷得来给人扛粮食的穷鬼 这少年看向云叔的目光 就多了些温和 陈白就在一旁 关心地问道 宋大人身体如何了 虽然因宋大人 因贪功冒进的罪名 已经被夺去了官职 可是陈白却做人留一线 不会对宋家冷嘲热讽 不大好 前些时候 沈将军命人来给父亲看了看 还留了些人声 只是宋家大郎捶了捶眼睛说道 还是不能痊愈 他停顿的可疑 陈白眯了眯眼睛 留了人身 可是昨天 我看你不是去买药的吗 怎么沈将军留的人身和药材 不够用吗 这不能吧 那位沈将军 可是朝中的抚远大将军 宫里还有妹妹 坐着贵妃娘娘 最是显赫富贵的人家 若是要留药材 那绝不可能只留一顿两顿的 必然是会叫人痊愈的量 翠柳有些诧异 觉得这有点奇怪 可是见那少年沉默起来 云书却一下子都想明白了 他心里就知道 这药材是够硕的 只怕是被眼前这少年 那位继母给拿走了 拿走药材 这是想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夫君去死 云书只觉得 那位也太狠毒了些 只是见这少年 并没有抱怨的意思 他也闭口不言 还缺银子吗 陈白也当作没听见女儿的 杂杂呼呼 对宋家大郎问道 还够用 这少年显然是个 有风骨的性子 自己只要能赚到 就不会宠旁人去见 云书看着这英俊 却沉默的少年站在这里 一时之间 莫名地想起了曾经的小云 小云因继母不辞 生父无情 因此凋零在了年少的岁月里 给了云书心声 他只希望 这少年不要被沉重的生活 压垮了身体与脊量 再重复小云的悲剧 只是这少年 不像是会受接来之时的 云书的手里 有很多好吃的 只是这少年 却不是会要的性子 哪怕他是善意的 云书下意识地 摸了摸自己的腰间 眼睛微微一亮 从自己的腰间 拿下来了一个碧绿色竹节 他微微脸红 却把这个竹节 递给这英俊的少年 这不是接来之时 只不过是干渴时的一些水 这是刚刚我在街上买的糖水 还没有碰过 你刚刚流了很多汗 喝点水吧 第二十二章词赋 许氏云书的目光过于真诚 这少年微微一愣 便将竹筒接了过来 陈白也诧异了一下 英氏邻居 日常常见的 因此陈白才会明白 这少年有多么的倔强 是不会接受旁人的同情与可怜的 多谢 少年仰头 将竹筒里的糖水 一饮而尽 轻烈微凉的糖水 落在他的口中 这少年抿了抿嘴角 英俊沉默的脸上 没有什么表情 却攥了攥手里的竹筒 见眼前的小丫头 仰头对自己微微一笑 他垂了垂眼睛 无声地把这当自己口中干渴时 送给自己的碧绿的竹筒 收在腰间 这才对陈白说道 陈叔 我走了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陈白从一开始的诧异之中回神 笑着点头说道 快去吧 这少年 就往远处的医馆去了 临走之前 他对云叔轻声说道 我叫宋如柏 云叔一愣 忙说道 我叫小云 这名唤宋如柏的少年 就对云叔认真地说道 日后若是你有什么事 可以来寻我 云叔也认真点头说道 我记下了 他目送着这少年离开 看着他挺拔高大的背影 就知道 这不是一个不计的 旁人好意的人 因觉得这少年不错 云叔还笑了笑 这个笑容叫翠柳有些茫然 还是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想到 把水给他喝了 特别叫翠柳觉得 好奇的是 宋如柏竟然还真的喝了云叔的水 他一边好奇 一边在沉白失笑的目光里 对云叔抱怨说道 宋大哥死绝死绝的 平日里就算是一滴水 都不会贪图别人家的 大概同是天涯沦落人吧 云叔柔声说道 翠柳顿时不说话了 他想到 云叔也是有一个很坏的后娘的 怨不得 他小小声地嘀咕了一声 见云叔没有再去 多看宋如柏的身影 这才低声与云叔抱怨说道 不过宋大哥也是 从来都不爱说话 叫人看起来有点怕他 他平日里的宋如柏就清静不起来 虽然对他的处境仗义直言 可是当宋如柏在的时候 翠柳却很少能说出话来 那是一种莫名的畏惧 翠柳觉得 这样的少年 虽然会叫人觉得同情 可是清静的感觉却没有 更不可能像是云叔一样 这样和气地和宋如柏说话 还关心他 翠柳觉得云叔强大极了 怕他 云叔好奇地问道 可不是 你看他总是板着一张脸 从不笑一笑 男子若是这样 怎么叫人清静呢 翠柳这话带着几分孩子气 晨白越发的无奈 只是想到宋如柏 心里不由多了几分计较 他第一次发现 宋如柏的目光十分敏锐 就如同翠柳之前所说的那样 宋如柏为什么拒绝了 从前那些人给他的帮助 如今想来 大抵是因那些人的目光 都带着同情 这少年却并不需要这种同情 至于云叔 目光轻烈单纯 看向宋如柏的目光 没有半点同情 只不过是随意地看见有人渴了 就得杯水 没有其他的含义 因此 宋如柏接受了 宋大郎倒是也有几分本领 日后未必没有前程 你对他有些善意 日后 他定然会投操暴力 陈白对云叔温生叮嘱说道 不要看他如今落魄 他出身武将之家 无论是武艺 还是兵法 都是急出众 不过是 被他父亲的病拖累 不过有沈将军的关照 日后总是会在军中 有一席之地的 他口中的沈将军 叫云叔一愣 他想到 最近自己时常会听到 沈将军的名号 不仅是在陈白的家中 就算是在唐国公府里 听老太太与唐国公夫人 也时常有关于沈将军的事 抚远大将军 号令天下所有的军队 兵权在握全是赫赫 连妹妹都是宫中 最受宠的贵妃娘娘 如今都说 贵妃娘娘膝下的那位 有着沈氏血脉的皇子 会成为太子 那日后这朝中 岂不是沈家的天下 甚至唐国公夫人 都动了念头 想要叫自己的长子 迎娶沈将军的嫡女 连因 日后能叫唐国公府 更上一层楼 只是云叔却觉得 心里莫名有些不安 都说鲜花着井 烈火油烹 这全是赫赫显赫朝中 甚至兵权滔天 他垂了垂眼睛 却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 沈将军什么的 跟他这么一个 在唐国公府里 干活的小丫鬟 也没什么关系 只要唐国公府稳当 他的日子过得好 就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将心里的心事 给掩饰下来 云叔却听见 翠柳在央求陈白 带着他们两个小丫头 去看看之前买的那几亩地 因翠柳已经逛游 腻歪了大街 这吃的喝的都拿了一手 就想去看看 自己与云叔的家底 陈白被小女儿 给闹得不行 兴致也起来 果然带着他们 坐了车去了京城外的庄子上 云叔也十分好奇 自己的地买在了哪里 却见他与翠柳地 离京城也并不十分地远 坐车的话 只需要一个时辰 小小的庄子 他和翠柳的那四亩地 在庄子的边缘 虽然不是正宗的最好的地 可是也十分肥沃 英诗哉在庄子边上 因此额外往外延伸出了些土地 心照不宣的 都包括在了这四亩地里 云叔愕然地发现 虽然田区上写的是两亩 可是给自己画出来的 起码得有两亩半了 陈叔 这会不会被人 无妨 边缘的都是荒地 本就不算是良田土地 不过 是我叫人开荒出来些 若是有人去告 这依旧是荒地 无主的 只要不十分过分 也没有人会在意 这种自家开荒的一亩三分地 陈白对翠柳与云叔 指了指这几亩地周围种下的果树 温生说道 这些果树在这里种着 一则算是你们 小姐妹田地的出产 一则是防护栅栏 单独把你们的地 给拿果树圈起来 单独出来 日后也好计较 云叔和翠柳都点了点头 这地里如今都是新鲜的青菜 头茬的 最新鲜鲜嫩不过 陈白给他们看地里水灵灵的青菜 白嫩清脆 看着就清爽鲜嫩 又吹生生的新鲜 云叔看着就觉得 滋味一定不坏 如今这太平盛世的 谁家都吃得起米粮 米粮虽然要紧 可是对咱们国公府来说 还是这些新鲜的青菜 最叫主子们喜欢 你们的地离京城不远 早上赶着清晨的露水踩下来 送到国公府里 许中午 主子们就用上 这样的青菜国公府里 收着也贵 比米粮划算 云叔与翠柳都在国公府里 也不必积攒粮食 唯恐饿着 那自然种青菜是最划算的 陈白耐心地带着两个女孩 给他们解释 云叔一边听一边就知道 陈家对自己和翠柳的田地 是十分用心的 他心里就十分感激 毕竟 自己与陈家 也没有什么血缘亲戚的关系 可是陈家却这样费心 如今国公府里 就吃着你们的菜 陈白从地里折下来些 才一寸多的青菜的新颜 见云叔和翠柳 果然也眼睛亮晶晶地接过来吃了 就知道 这两个小丫头 在国公府 虽然没有肥鱼大鸭子吃喝 可是应该吃得也不错 这不是身处富贵乡里的人 平日里恨不能天天吃肉 哪里喜欢吃菜呢 因此喜欢吃菜的 才正经是吃肉吃腻歪了 因此才乐意尝这个新鲜 见他们两个 陈白的心里顿时一松 不然叫他将小小年纪的女儿 送到国公府 哪怕嘴上说都是主子的恩典 服饰主子是应该的 陈白的心里也不好受 果然好吃 水灵灵的 脆嫩嫩的 翠柳吃了一口 眼睛一亮 云叔也抿嘴笑起来 这些买了青菜的钱 我与你母亲都给你们收着 陈白见翠柳和云叔 都仰头欢喜地看着自己 不由含笑摸了摸翠柳的头 又在云叔有点期待的目光里 揉了揉云叔的头 他看着这手牵手感情很好的小姐妹俩 温和地说道 这青菜卖得不便宜 半年就能有个百事量 毕竟 咱们是日日供应 且 他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 显然国公府里财大气粗 这其中的猫腻 大家都是心照不宣 到时候 我再帮你们把隔壁的地买下来 到时候还能连成一片 你们不必担心 爹 你真好 翠柳小生说道 比起总是心里更偏心 姐姐碧柳的母亲 他心里知道 父亲是更关心他的 若不是至少还有爹关心他 那他在家里 只怕过得更难受了 好好服侍主子 外面的事不必你操心 陈白却没说什么 他一个做爹的 也不好去在闺女的面前 表达对妻子偏心的不满 笑了笑 便温声说道 还有那些果树 等秋天能挂过 虽然第一年的果子 怕是不怎么好吃 国公府里的主子不会喜欢 不过都卖去密间铺子里 也能赚些银子 他这样温和的 为云叔和翠柳着想 云叔只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又觉得心里生出几分如目 见识过了小云的爹 他才觉得 眼前这位温和慈爱的男子 才更像是一位父亲 第23章嫁妆 只是虽然心里有些羡慕翠柳 云叔却没有多说什么 他只是想着 回头要给陈白夫妻 做些衣裳鞋子的 表示自己的感激 陈白哪里知道 一个小丫头 对自己感激成这样 正带着两个小丫头 在这田地里行走 不时从地里折些 能吃的新鲜的菜 来喂给这两个馋嘴的小丫头 等到了真的有些晚了 陈白这才从不远的村子里 买了些土鸡土鸭 还有一些野味山货 一块回了家里 家里头 陈白家的已经叫人 做好了饭 等着他们回来 见陈白身后两个小丫头 眼睛明亮 明显是比刚刚从 国公府里出来的时候快活 陈白家的不由也笑了 他迎了出来 把陈白手里提着的东西 接过来 叫丫鬟拿到厨房去 又见云叔和翠柳自己的小手里 也提着许多的包裹 也叫他们赶紧送到屋里 去笑着说道 这出去了 就不知道疯玩成什么样 怕是连家都忘了回了 快点吃饭 他一边说 一边叫人去端了水盆与毛巾 给两个女孩擦脸擦手 云叔趴在桌子上 叫陈白家的 帮着给擦了脸 正开心的和翠柳 叽叽喳喳的翻看今天的收获 好几个颜色鲜艳 看起来栩栩如生的面人 有美猴王的 还有京剧里的脸谱的 颜色艳丽 形象生动 一连串排在云叔的眼前 云叔眼睛都是弯起来的 还有些核桃雕琢的核雕 与一些其他有趣的东西 云叔只觉得 这一次能出府 的确是在国公府里的 没有过的快乐 他和翠柳仙恋恋不舍地 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这才一块去吃饭 此刻在饭桌上 除了陈白夫妻 就剩下得意洋洋的 正看着他们的碧柳了 碧柳今日 穿得格外的漂漂亮亮 云叔就见他穿的那一身的衣裙 是十分难得的观众的颈端 颜色鲜艳 此刻穿着促兴的衣裳 眉眼之中 就生出别样的胶眉与胶金 头上还带着一串水晶不摇 看起来 反倒像是不错的门地家的小姐 云叔微微一顿 在碧柳手上 那十分精巧的宝石戒指上滑过 目光却顿住在了碧柳的手腕上 且见他纤细的手腕上 正挂着一串珊瑚手串 颜色通红 虽然不及翠柳的那串鲜艳 可是却更大磕一些 翠柳也看见了 撇了撇嘴角 却没说什么 他在外头的庄子上 大街上玩耍了一会儿 如今心情正是开阔的时候 他如今也想通了 只要碧柳不要来和他 抢本属于他的东西 那剩下的 家里的爹娘想怎么补贴碧柳 他才不要生气呢 因心情变得不同 因此 哪怕碧柳故意地晃了晃自己的手腕 翠柳和云叔 却心里也没什么不高兴的 对碧柳得了东西 也并未十分嫉妒 因见这两个小丫头 对自己无动于衷 竟然没有大吵大闹 倒到陈白夫妻的面前 碧柳一张娇美的脸上 顿时一沉 哼了一声 矜持地理了理自己格外好看的衣裙 这才对陈白家的娇滴滴地说道 娘 你看看这手串真好看 还是娘对我最好 陈白家的没想到 碧柳这么爱显摆 顿时有些紧张地看了看翠柳 唯恐小女儿又觉得自己偏心 见翠柳无动于衷 他先松了一口气 这才称怪地说道 快吃饭吧 不过 不过是串珠子 他到底是有些心虚的 毕竟单独给了长女 却对小女儿没什么表示 只是陈白家的心里也委屈 毕竟翠柳年纪还小 碧柳年长 即将嫁人的花样年华 当然要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日后 才好嫁到好人家去当少奶奶 左右等碧柳出嫁 离翠柳嫁人还有好几年 也足够他们夫妻在这当口 再给小女儿攒东西了 到时候剩下的东西 都是翠柳这个小闺女的 翠柳也不吃亏 所以心里这么想 陈白家的也担心 小女儿的心里过不去 对翠柳又合声说道 你姐姐今日去相看人家 因此娘才给她拿了这串珠子 云叔看了翠柳一眼 岔开话题好奇地问道 碧柳姐姐去相看人家去了吗 陈白家的说得好听 说是因碧柳 去相看人家才给拿的珊瑚手串 可是眼睛好似的都看得出来 昨日里 碧柳为了珊瑚手串 闹得不可开交 今日就得了 显然是陈白家的 特意给她寻回来的 珊瑚珍贵 也稀罕 等嫌难得 也不知道陈白家的 是从哪里不过一日 就千辛万苦地逃换出来的 不过既然陈白家的 还知道掩饰 她也不愿叫小姐妹 再因为这些事 与家人争执了 既然陈白家的 能说出这个理由 那说明 碧柳今日的确是去相看过人家 问这个问题 才是最安全的 翠柳明白云叔的心意 轻轻地在桌子底下 握了握云叔的手 可不是 正经的好人家 陈白家的 倒是极喜欢云叔 这样温柔贴心的脾气 见云叔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关心地看着自己 他只觉得 云叔是最懂事的 看看不省心的长女 再看看倔强的小女儿 陈白家的喜欢云叔 喜欢的什么似的 便一边给云叔夹菜 一边笑着说道 是不远处镇上的读书人家 虽然没了父亲 只有一位老娘 不过那孩子 今年不过十六 已经中了秀才 都说学问是极好的 咱们大姐嫁过去 就能做个秀才娘子 岂不是书香门店 他乃是唐国公府的下人 虽然都说宰相门前七品官 国公府出来的管家娘子 也十分显赫 可是与正经的读书人 却是渴望而不可及 能叫女儿嫁过去做秀才 那是怎样的光彩 陈白家的想想 都觉得欢喜 因心里对着人家满意 陈白家的越发给云叔 和翠柳不菜 叫他们多吃点 碧柳也扬起了头 露出几分得意地说道 也只有我这样 养在家中的小姐 才能叫人喜欢 说是配得上秀才相公 不然 那等给人做了丫鬟的 正经的读书人 谁会乐意娶一个奴婢出身的 他这话顿时就叫翠柳变了脸色 只是云叔却急忙柔声说道 英雄莫问出处 碧柳姐姐虽是交养在家 可是咱们家中也是依附国公府的 日后这话还是不要说了吧 不然若是叫秀才相公听到 难免心里不自在 毕竟秀才相公 也恐怕会被旁人取笑 说是为了国公府的权势 采取了门下的闺女 难免会叫秀才相公 对碧柳姐姐心存芥蒂 他看似温柔的宽慰与劝说 碧柳翻着白眼没听明白 陈白家的却听出了几分意思 云叔说的很有道理 若是人家秀才相公是清高的人 不喜欢陈家这样 出身国公府之家的门帝 那这青史岂不是要黄了 更何况云叔说的隐晦 可是内容的意思 却依旧很是清晰 陈白家的就是做丫鬟出身 碧柳看不起丫鬟 岂不是也看不起自己这个做娘的 还嫌弃他 陈白家的不由对碧柳皱眉说道 小云说的对 英雄莫问出处 你也是丫鬟养的 这样得意起来岂不是自己打脸 且也叫未来姑爷 心里头不自在 日后不许说这样的话 听见没有 他为了这轻事 难得露出几分厉害 碧柳没有想到 一向都心疼自己的娘亲 竟然会呵斥自己 一张脸顿时红了 愤愤地将手压在了面前的桌子上 看着十分恼火 见他一副要掀桌子的样子 云叔急忙拉着翠柳 匆匆忙忙地把饭菜都吃了 他们吃得快 陈白正微微皱眉 见了这两个小丫头 急三火四的样子 见他们倒是机灵得很 不由笑了笑 陈白家的 也急忙给他们 成了鸡汤称怪地说道 吃这么急做什么 也着了算谁的 他们夫妻一时 没有在意碧柳的怒意 碧柳心里怒急 可是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 又哭了一场 饭也没吃得多么惊心 只是他如何 两个小丫头都是不管的 等吃了饭 就抱着买的那些东西 回去房里玩 倒是陈白 见女孩们都走了 房里只剩下自己与妻子 这才皱眉问道 秀才相公 你说的是谁家 我怎么不知道 街灯头儿的许嫂子介绍的 今日才说起 我们就去相看了一眼 陈白家的 一边给丈夫倒茶 一边说道 到底是秀才 斯文得很 倒是比咱们素日里 看得旁人都强些 若是这样好 又有了秀才的公民 娶一个同样门第的 都是使得的 怎么反倒乐意咱们家 他们陈家 到底不过是国公府的下人 这在读书人眼里 是次一等的奴仆之家 看不上的 陈白家的 突然抿了抿嘴角 陈白顿时脸色一沉 这里头莫非还有 我不知道的灯油 见他有些锋利的眼看着自己 一张一向和气的脸 沉下来的时候 令人惶恐 陈白家的布游有些畏惧 目光犹疑 不敢去看丈夫的脸 我 我许了他们家 只要与碧柳成亲 就给戴姐儿戴 梁白姆两天 给他当嫁妆 因此 第24章回礼 梁白姆 你好大的口气 陈白的脸色 顿时不好看了 这两百姆弟说起来事儿小 可是也是两千两银子 咱们家莫非拿不出来吗 陈白家的见丈夫有些不悦 不由寒泪说道 家里又不是拿不出来这份银子 不过是两千两 若是能交大姐儿 后半辈子能过得舒坦 又算得了什么 陈家虽然不过是国公府的下人 可是陈白在唐国公面前 还是有几分体面的 管得差事也有水丰厚 更何况陈白家的自己 也管着府中的采买 虽然说不好经尊玉贵的过日子 可是那里的家底 却很不少了 外头正经的官家小姐 若是嫁妆有两千两都已经急风光 你一个奴婢的女儿出嫁 也要这个墙 莫不是失心疯了 陈白见妻子有些不明白 忍耐了片刻便皱眉说道 若是叫国公爷知道 怕不是要想想 咱们家这些银子从哪里来的 你说谈日子过得多了是不是 既然咱们是府中的下人 就得有下人的样子 那小子竟然要两百亩地的媳妇 叫他自己去娶其他的女子 陈家没有 你 就算我能拿得出来 也能在国公爷面前支印过去 我也不会给他 咱们家三个孩子 给了他两千两 你叫余下的那两个怎么办 难道何家的钱财都要给他 反倒叫其他两个受委屈 绝没有这样的道理 陈白一向一视同仁 家中的银钱 也要翠柳兄妹三个平分 也不可能说 碧柳家的人家好些 就叫其他的孩子受到委屈 他这样公允 陈白家的不由垂类 靠在一旁低声说道 碧柳如何能与他弟弟妹妹比呢 他这样病弱 日后也是千半拖累 若是没有一副好嫁妆 如何能在夫家立足 他弟弟妹妹 如今都在国公府里 你只看看 只翠柳 在老太太院子里多久 自己就能买地了 大姐儿如何能与他妹妹比呢 那就叫他进去事后主子去 这样嫉妒妹妹 又不愿意自己付出辛苦 日日在家里养尊处优 还怨天尤人 觉得 世人都亏欠了他 都是你惯的 陈白冷哼了一声 他的妻子匪夷所思地看着自己 你难道不心疼自己的闺女不成 避脆体弱多病 本就不如弟弟妹妹健康 这病弱的 多偏心关爱些 难道还是罪过了不成 若不多关心 那日子过得 怕不是更不及弟弟妹妹们了 我心疼他 可是对他 难道还不够爱护 今日他那串珊瑚手串 我就不多说了 可是就算爱护他 也没有教弟弟妹妹 让着他的道理 如今养成习惯 日后还了得 难道要一辈子 占弟弟妹妹的便宜过活 陈白今日本心情不错 带着两个小丫头出去 看着他们无忧无虑 说说笑笑的 他也开心 谁知道一回家 就挨了妻子与长女一闷棍 到了现在 心情还不怎么样 见妻子一张美丽的脸上 十分痛苦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咱们家有些银钱 可也不是大风大浪刮来的 国公爷对咱们家的家底 有数不在意 是主子的恩德 你若是炫耀起来 国公爷也保不住你 他这些年赚的银钱 其实不少 说起来 虽然不是豪富之家 可是日子过得也十分附属 不然陈白家的 也不敢一口就答应了 那秀才家二百亩家装的要求 可是他也明白 能有如今的家底 是国公爷看在自己 从小服侍的情分 手指缝里露出来 叫他能过得好些 若自己不知分寸 炫耀显摆 那就是不知好歹了 更何况 一个秀才娶亲 看中的不是女子的为人与品德 反而谁有两百亩地就娶谁 这样的秀才 就算是读书人 我也不敢请进家门当女婿 陈白只觉得 这样的人人品就有点问题 什么都不在意 只在意赢钱 这算什么 因他露出几分不满 陈白家的自然不敢反驳 可是也实在舍不得 这样的好轻视 因此沉默不语 他心里仿佛有自己的计较 竟然也不与丈夫多说 陈白见他还想不明白 不由在心底轻叹了一声 他动了动嘴角 想要劝说几句 可是看见妻子的眼泪 到底不知该说些什么 片刻之后 陈白家的轻声说道 就算没有二百亩 可是嫁妆尽量多些 国公爷也不会说什么 你是国公爷面前得意的人 陈白从前是服侍 唐国公的心腹小丝 长大了就是得用的管事 虽然不及国公府中 那几位大总管 有权势风光 可是因唐国公的看顾 也是十分体面的 见陈白脸色僵硬地看着自己 他抿了抿嘴角说道 咱们家里的地也有不少 到时候淋淋散散 放在一块给大姐 当嫁妆行不行 还有翠柳的那两母弟 如今咱们先给他姐姐 回头等翠柳嫁人的时候 咱们不急 你去哪儿 见陈白转身就走 陈白家的顿时慌了 你连翠柳自己的私房都打算 我懒得与你说 陈白打开房门 顿了顿冷声说道 这是那丫头自己的 你少打算 叫我知道你算计孩子的私房 我不会容你 你自己给他买了的那二十亩 我从前没说什么 不过他的嫁妆 也就是这二十亩 愿意就嫁人 不愿意 嫌弃嫁妆少 就不必嫁人 当一辈子的老姑娘吧 他只觉得 心中玉气纠结 实在忍不得了 头也不回地 直接去了书房 你回来 陈白家的急忙追了几步 只是也恐叫自家的服饰的丫鬟听见 又不敢高声 只好流着眼泪回去歇着了 因着夫妻俩 因碧柳的嫁妆吵嘴 第二天大清早上 云叔与翠柳一块出来吃早饭的时候 就觉得气氛不对 陈白脸色冷淡 一旁陈白家的脸上也十分憔悴 云叔看了一眼 却见翠柳就跟没看见似的张罗 给自己拿早饭 娘子 正在这个时候 门外一个秀气的小丫鬟提着四五只色彩斑斓 羽毛漂亮的山鸡一脸茫然地走进来 见陈白家的看过来 他便将这几只山鸡拿给陈白家的看说道 今儿一大早不知是谁放在咱们家门口的 这几只山鸡都还是活的 翅膀与爪子都被细细地草绳捆起来 挣扎不多 不过看着却十分精神 还胖胖的 现在有水不少 这样新鲜的山花自然也有些稀罕 陈白家的不由一愣 你没见是谁放下的 才一出门就看见他们放在门口 除此之外 也没人了 小丫鬟急忙说道 宋大郎送的 陈白一边吃饭一边缓缓地说道 宋大哥 爹 你怎么知道 翠柳不由好奇地问道 除了他还有谁 小云昨儿送他一桶水 这是宋大郎给小云的谢意 云叔正看着那几只山鸡好奇 听到这里 不由想到昨日的那名叫宋如百的少年 那不过只是一桶水 他一向不是白吃白喝的性子 虽然不过是一桶水 他心底也十分感谢你 无妨 收着吧 陈白倒是对宋如百这样有心十分满意 毕竟谁都不喜欢理所当然 接受旁人善意 却毫无表示的白眼狼 宋如百得到了云叔的水 如今还知道回报 他倒是觉得宋如百这人品越发不错 见云叔有些为难 他便温声说道 你不必觉得占他的便宜 毕竟一桶水才几个钱 这些山鸡却更值钱的 他自己有本事 在山里行动自如 从前也时常能拖回不少野位 这些山鸡 怕是他昨天去山里抓的 不花银子 不过是于他而言出些力气 心意到了就是 既然都是善意 若是比较价值 未免有些庸俗 陈白放下手里的碗 看了看这几只山鸡 见云叔懵懂地点了点头 和声说道 都是邻居 这来来往往的 也都是这样出出来的 若你实在觉得这有些多了 回头顿好了山鸡 咱们家给他送过去两只就是 是 云叔的眼睛亮了 见他这才不再皱眉不展 陈白不由笑了 小丫头 他揉了揉云叔的头 这才抬脚走了 陈白家的 也在看云叔的一举一动 见云叔是这样善良 又不喜占人便宜的大方性子 他心里倒是越看越爱了 只是最近儿子 都没有出府回家的时候 他也只能把自己的心事 放在心底 那这几只山鸡都炖了吃了 翠柳虽然在国公府里吃得好 不过对味儿却更喜欢鲜 眼睛都亮了 云叔不由也看着这几只山鸡 点头说道 咱们又带不回国公府去 不如直接都吃了 顿 他想了想 突然想到了 自己曾经尝试 做过的糯米鸡来 这是南边的一种吃食 做法不难 且滋味也好 因他自己想想也馋了 便求了陈白家的 找了家中的糯米 还有干涸叶来 陈白家的见他如数家珍 不由越发露出几分诧异 只觉得对云叔刮目相看 你还会做南边的点心 第25章哭求 云叔有些不好意思 我只会吃 岂只见过旁人做 自己自己动手是不成的 他的厨艺其实不怎么样 不过这些点心的做法 却还都了然于心 只要叫他站在一旁 说步骤什么的 叫旁人做 定然是美味 可是 若叫云叔自己做 那只怕就是灾难了 不过就算是这样 也已经十分足够了 陈白家的看云叔的目光 仿佛看着珍宝 见云叔红了脸 也只是笑着不再取笑他 叫厨房的下人 把这几只山鸡给杀了拔毛 之后云叔又叫人 去把干的荷叶泡水 将山鸡肉都剔下来 用一些调味料腌制 之后 他交代了厨房怎样做 自己就和翠柳玩去了 因明日就要回去国公府 云叔与翠柳愈发的疯玩 这样无忧无虑地过了一天 他回到陈家吃晚饭的时候 糯米鸡已经做好了 闻起来 就带着荷叶的清香 尝尝看 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味儿 陈白家的 也只觉得香气扑鼻 笑盈盈地对云叔说道 云叔拿了一个包的 四四方方的糯米鸡 打开些轻轻地咬了一口 里头的鸡肉馅料也十分香甜 还有些香菇枸杞植物在里头 咬一口下去 嫩嫩的 十分美味 是这味儿 云叔点头了 陈白家的步游笑了起来 他只觉得 云叔哪哪都极好 聪明又能干 不仅绣活好 就连厨艺都不错 虽然云叔不会只动手 可是家中 都有厨房里服饰的人 等先也的确不会叫他动手 亲自料理这些饭菜 不过这糯米鸡的做法 却叫陈白家的大开眼界 他虽然也是在豪门国公府之中当差 也知道厨房里的规矩 那些大厨子 对自己的手里拿手的食谱 都非常重视谨慎 绝不会这样大咧咧地给人知道 就算是要传授 那就得给人家当徒弟 由着师父对自己的殉道使欢 且得熬着好几年 许才会叫人家知道这些做法 这糯米鸡的做法虽然简单 可若云叔不说 想要全都弄明白 也很麻烦 且还是京城之中难得的做法 听说是南边的做法 陈白回了家里 也尝了一个对云叔问道 我娘从前作秀活的时候 有南边的姐妹 因此才与我娘说了几样 我觉得滋味极好 云叔没把这种糯米鸡的做法 当一会儿事 避肘自争的 毕竟这又不是什么 佛跳墙那样的有名的美式 在南边 这种点心几乎人人家里都会做 不过是因京城位居北方 因此才显得稀罕了些 他不大在意 陈白却思考了起来 片刻缓缓地说道 若是你觉得这不算什么 回头我找人把食谱卖了如何 哪里需要卖 这是十分简单的做法 可是却新鲜有趣 虽然卖不上十分难得的价钱 不过胜在有趣 我不过是随意说说 没想到还能卖钱 云叔想了想就说道 那就拜托给陈叔 他答应得也很痛快 陈白便点了点头 一边见今日 这糯米鸡做了好些 便如同早晨时那样答应 叫人送到了宋家去 他也并不吝啬 见宋如柏对旁人的善意这样用心 因此 这做的点心也送了一半过去 这其中 也有陈白心疼宋如柏在家中过的不怎么样的缘故 等下人回来 他又问了问宋如柏在家中的情况 等知道宋如柏不过是只吃了一个 其他的都被继母抢走 他便轻叹了一声 古来 这一个孝字 压得人透不过气 若是宋如柏反抗 虽然叫人觉得痛快 就算世人都明白 继母不辞 可是被诟病的 也是以下犯上的宋如柏了 这宋家可真是 陈白家的 虽然偏心病弱的长女些 可也没有这样刻薄别的孩子的 见宋家的那个技士越发的不做人 不由皱了皱眉跟着说道 叫我说 宋家大哥真是看着可怜 他们也不过是随意地说了 云叔忙着的翠柳 一块吃新鲜的点心 因这是糯米的 怕是不消化 因此 他与翠柳不敢多吃 剩下的也就放在了陈家 等到了第二天的晴早上 他就要与翠柳一块回去国公府 翠柳早上恋恋不舍的 这是给你带的扶龄霜 家里的虽然不及小云带回来的那些精致细腻 可到底量多谢 你与小云每天都喝一碗 对你们女孩好 陈白家的 就絮絮叨叨地叫云叔和翠柳 捧着许多的东西轻声说道 在那大屋里也不要吝啬 就算给人吃些算得了什么 不过是一些吃食罢了 这些红枣枸杞 小云你慢慢地吃着 银子是转不完的 自己的眼睛是要紧的 不要太劳累 还有你 一向粗枝大叶的 不许在府里淘气 叫人抓住把柄 他最后点了点翠柳的额头 知道了 翠柳轻声说道 虽然她在家里 也有许多不快与烦恼 可是每每见到母亲为自己用心 她的心也就软了 因碧柳不知什么缘故 在自己的屋里生闷气没出来 翠柳倒是心里更加惩心如意 不然叫碧柳知道 爹娘给了她这么多的东西回去 怕是又要吵闹了 碧柳姐姐身子不爽力吗 翠柳是轻的 自然不必多问 可是云叔恪守礼节 便多问了一句 她身子弱 陈白家的含糊了一声 哪里是病了 不过是因陈白拒绝拿出两千两的嫁妆 秀才相公的婚事 怕是要黄了 因此 碧柳实在气得不轻 正躲在屋里哭着抱怨呢 不过这哪里是陈白家的 敢与翠柳与云叔说的话 含糊了过去 也就算了 因对碧柳也没什么兴趣 云叔也不多问 知道了也当耳边风 听了就算了 他们两个小姐妹 叫陈白送到了国公府后头的脚门出 云叔才与翠柳一同进了国公府 就听见脚门不远的地方 传来了男女说话的声音 因见前头是珍珠 与一个高大的陌生青年 两个人似乎还有些拉拉扯扯 云叔就有些不好走过去 又因脚门只有这一条路 唯恐珍珠尴尬 便拉着翠柳 一块躲在了脚门后头的角落 他心里倒是有些奇怪 珍珠一心痴恋唐三爷 如今 把老太太屋里的绣活 都给了云叔做 一心一意等着给唐三爷做妾 怎么如今 反倒与另一个青年 牵扯不清的样子 见那青年虽然高大 可是身上穿的不过是寻常的衣裳 哪怕是促心的 野料子也十分寻常 且长手长脚 看着有些仿佛是庄稼人 云叔顿时灵台一行 这怕不就是老太太之前 给珍珠定下来的那位 庄头家的未婚夫 因他之前听翠柳说过 那位老太太门下的 大庄头家中两子 一个儿子 要娶老太太身边的 大丫鬟珊瑚 另一个就要娶珍珠 云叔想着 这位庄头在老太太面前 必然十分体面 不然也不可能一口气 就能娶到老太太面前 这样的大丫鬟 听说家中十分有钱 使奴患必不说 生活得十分富庶 他今日躲在角落里看着 也仿佛是有些这意思 这青年高大强壮 衣裳虽不是紧断 可也都是整洁干净 虽然是个庄家汉的样子 可是看起来 却并不畏畏缩缩 不过就算看着是个 极好的青年 然而与枝兰玉树一般的 贵公子唐三爷比起来 那也是云泥之别 珍珠 心中恋母唐三爷 怕是看不上这样的青年的 这青年 也仅仅是模样端正罢了 果然 珍珠此刻看着 那有些手足无措的青年 落下泪来 她本就是温柔秀美的 婀娜女孩 此刻梨花带雨 那青年一双手 都不知何处安放了 她似乎抬手 想要给珍珠擦擦眼泪 可是看了看自己的大手 又有些不敢去触碰珍珠 云叔看见 这青年脚下 全都是些带来的土产 里面什么都有 虽然还不及 他们这些小丫鬟 头上的金钗值钱 可是却明显都是用心过的 云叔见这青年 拿珍珠如珠如宝的样子 再想想珍珠的心事 不由有些唏嘘 你 你别哭 那青年有些惶恐地说道 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可是只求你退了你我的亲事吧 珍珠红着眼眶 对这青年轻声说道 今生你我没有缘分 若有来世 我一定报答你的恩情 她迎着青年 突然正正的目光寒泪说道 我心里有人了 若是不能嫁给她 我也不想嫁给别的人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这份情我不能接受 她落泪的样子也很美 云叔却不由皱了皱眉 终于明白了 之前珊瑚的那份不满 既然早就心里有唐三言 当初老太太说 要将她嫁给 这青年的时候怎么不开口 如今蹉跎了这人这么多年 一句不能接受就完了 她抿了抿嘴角 见那青年最后垂下头 一副受伤的样子 便轻轻摇了摇头 我知道 我本配不上你 她轻声说道 你既然对我无益 那就算了 她松了口 珍珠满是晶莹的泪光的眼睛 顿时一亮 却又有些忐忑地问道 我不好 与老太太说 不能嫁给你 可不可以 你去与老太太说 不愿意娶我 第26章退亲 这话有些得寸进尺了 云叔的脸色 都有些异样 这怎么反倒像是把错儿 都推给人家这个 对他十分有益的青年 只是想想珍珠的意思 云叔就明白了 若是珍珠主动退亲 之后再去唐三爷的房中 不仅珍珠身上 要背负贤贫贫爱妇的骂名 就算是唐三爷 要一个丫鬟做小妾不算什么 可是横夺门下的未婚妻子 做小妾就有点过分了 这岂不是叫唐三爷的 清明受辱 可就算是明白 珍珠这样做的意思 云叔也觉得 这样做是不对的 怎么好事都成了珍珠的了 这青年又做错了什么 要受到这样的伤害 他心里有些不满 就见身边也捂着嘴的翠柳眼里 露出大大的震惊 等着青年正正地看了珍珠一会儿 无力地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 你放心 他似乎很伤心 又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乐乐了半嗓 锤头把地上给珍珠带来的东西 都捡起来提在手里 低声说道 我是真心想对你好 他抹了一把脸 锤着头走出了国公府的脚门 云叔与翠柳躲在脚门后头 一声都不敢吭 直到这青年走出去 珍珠捂着脸 嘀嘀地哭了一场也走了 他这才拉着翠柳从门口走出来 他的腿有些僵硬 又有些抽筋 锤头揉着小腿不吭声 珍珠姐姐这事 翠柳惊声说道 他刚才能忍住 没有开口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要叫人听见 这事儿 你烂在肚子里 谁都别说 日后事情分明了你就明白 咱们还是不知道的好 这事儿是摄老太太 最为之骄傲的儿子 因此 只有不知道 才是最安稳的 云叔低声叮嘱了翠柳 翠柳顿时脸色微微一变 就知道 珍珠钟情之人 必定是府中的主子了 他急忙点头答应 与云叔约定谁都不说 知道珍珠与这青年 关于退婚的内情 两个小丫鬟 就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一块回去了自己住的大屋里 翠柳大方帝 拿出红枣什么的 来与大家分享 云叔之前 也买了几个精致的小匣子 装些小手势 倒是难得有趣 分给了同屋里的小丫鬟们 至于婴儿的 云叔自然没给 他虽然不会计较婴儿的 许多的闲言碎语 可是 若还买东西送给他 那不是见得慌吗 不过 他倒是预备了些 十分精致有趣的河雕 送去给了老太太房中的 几个大丫鬟 琥珀珊瑚等人都有 因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连珍珠的都给了 今日珊瑚倒是神清气爽 神采飞扬的 本就生的美貌 也是个厉害精密的性子 此刻 就叫云叔在一旁等着 自己去了他自己的屋里 不大一会儿 就拿了好大一袋子的 各色坚果来给他说道 拿去吃着玩吧 这些坚果里有松子 有小胡桃 干干净净的 云叔看着眼熟 顿时想到 之前与珍珠交谈的 那个高大的青年 也拿得跟这些差不多 多谢珊瑚姐姐 这怕是要与珊瑚 成亲的那位送的 见珊瑚眉宇之间不见异语 显然与自己要嫁的人 感情不错 云叔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如今倒是唯恐珍珠的事 牵连到珊瑚的婚事了 客气什么 珊瑚哼了一声 心情不错的 拿了些新鲜的果子 亲自去洗了 放在水晶盘里 拿去上房给老太太尝鲜 显然也是为了叫未来夫家 在老太太的面前讨喜 见他脚步轻快 应该是将珍珠的事 与夫家有了些沟通 云叔这才放心地 把这些坚果送回自己的屋里 就去了老太太的上房 给老太太磕头 他出门几日回来 老太太看见了 就笑着说道 仿佛长得更俊俏了些 这是自然的 因在外开阔了心情 云叔的身上 自然多了几分轻松血液 因此 与从前有些沉默的样子不一样 还记得老太太呢 珊瑚在一旁给老太太捶腿笑着说道 我听说 他还给老太太买了什么 他这笑着开口 云叔便不好意思地说道 老太太什么没见过 什么没用过呢 我也只是想着 有些野趣 他一副孩子的天性 送给老太太的 不过是十二个专门捏制的 十分精致的泥人 脸谱各自不同 栩栩如生 看着就很有趣 倒是老太太起了一些童心 叫人拿了泥人到面前 看了笑着说道 这是城南泥人张家的手艺 倒是难得了 老太太看得出来 珊瑚凑圈地问道 早年的时候 我倒是也有过一套 不过时间久了 不知去了哪 如今见了 自然能看得出来 这一套可不便宜 老太太说道 云叔红了红脸轻声说道 孝敬老太太 只为了能叫老太太笑一笑 就是我的功德了 哪里有问银子的 不过老太太倒是说对了 他虽然也有几个泥人 不过却都不是这泥人张家买的 不过是街上的 便宜 给老太太的这套精致 更加生动复杂 的确很贵 他小小年纪 生得美丽可爱 却一心赤诚 老太太便微微点头 叫琥珀将这泥人给收了 你别说 你这一出了门 我这儿的针线 都觉得粗糙了 老太太这是笑话我呢 您这两日的针线 可都是我做的 珊瑚笑着说道 一边放下手里的美人锤 哄着老太太 吃了一块新鲜的果子 这些美貌的大丫鬟 簇拥在老太太的面前 陪着老太太说笑 不大一会儿 又去蘑菇牌了 云叔就从老太太的面前下来 回去后头看看 有没有自己能做的针线 才拿起来一双 给老太太要做的袜子 就见琥珀绕过了屏风走进来 拿了一个小匣子 对他说道 老太太要赏你的 赏我 武功不受禄的 云叔也不知老太太 怎么突然要赏他 老太太刚才说 你一个小丫鬟 一个月的月钱才多少 却舍得买那样精致的 泥人给他 可见是个孝心人 老太太赏的 是你第一次出门 就记得他的心 也是你的赤诚 见云叔有些不安 琥珀冷淡的面容 和缓了些说道 不过 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老太太知道 你对他一片真心 自然欢喜 只是叫你日后出门 不必想着给他买东西 不然日日想着他 他反倒成了你们心里的累赘 老太太 对我一直都很好 正是因知道你的心 老太太才心疼你 琥珀把匣子 放在云叔的手上便说道 你不在这两天 郡主 赏了咱们屋里大丫鬟些警断 单独给了你半瓶 如今收在我的房里 有时间的时候你去取了来 见云叔点头 他沉默了片刻便说道 若是大屋里放着不便 放在我房中歇十日也无妨 他这话就救了云叔的急了 云叔急忙感激地硬了 见琥珀叫自己给老太太做一套礼仪 便也记在心里 见他回来也不偷懒 琥珀这才点了点头 出去陪着老太太了 见他走了 云叔才翻开了匣子 且见这匣子不大 却精致得很 仿佛是红酸织木雕琢 赤红可爱 里头滚着几个十分漂亮的宝石戒指 还有两三个小丫头 也能上头的小簪子 簪子还坠着银线连着的珍珠 若是插戴在头发上 垂下的珍珠摇晃 倒是有些清零可爱的雀 云叔倒是十分喜欢这个红木匣子 拿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 才放在了手边 认真的开始给老太太缝衣上 因老太太不急着穿 因此云叔也越发认真 把针线都揉进了 本就柔软的布料里头 这做事是否用心 是否没有偷懒 旁人不知道 可是穿礼衣的人自然知道 等云叔的礼衣做好了 老太太穿在身上 顿时就感觉到了 她对云叔就越发满意 素日礼也十分看顾 且因云叔年纪小 也不使唤她做别的活 就算云叔有时候自己编两个花截 老太太也并不在意 更因打从唐三爷澄清之后 如今在朝中有兄长提携 也在汉林院做事风生水起 唐国公府越发有争容气象 和乡郡主又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性子 行事从来不被人诟病 这国公府里一时都说 唐三爷与和乡郡主是天作之合 因感念老太太对自己的确慈爱 和乡郡主投桃报李 一边谨慎地 不去在日常殷勤孝顺上 越过长嫂唐国公夫人 一边对老太太就十分关怀 无论是在老太太的面前说笑凑曲 还是厨房里得了新鲜的菜色 也都想着老太太一份 她这样孝顺 老太太自然是十分满意的 云叔也得了和乡郡主的好处 和乡郡主拿来孝顺老太太的点心菜色从不吝啬 老太太吃不完 自然便宜了 他们这些在老太太面前服侍的人 和乡郡主就算是知道也不在意 她倒是对老太太面前的丫鬟都十分和气 一点都不见王府郡主的傲慢与居高临下 因此 老太太房中的大丫鬟们 对和乡郡主都是交口称赞的 这一日 和乡郡主正陪着老太太摸骨牌 却见一个丫鬟来给老太太说道 老太太 李庄头来了 说是与老太太有恃请罪 云叔正在屏风之后 给老太太绣个荷包 听到这里 下意识地放下了手里的针线 看向屏风外隐隐绰绰的珍珠的身影 褪青来了 第27章 咽气 她心中分明 果然 不大一会儿 她就见隐隐绰绰的 仿佛是有个高大的人影进来 一开口 该说一位上了些年纪的老人家 沉稳地与老太太请罪 老太太似乎还很茫然 又因着老者在自己面前 一向都很有体面 为自己管着要紧的大庄子 不由关切地问道 请罪 这从何说起呢 她还茫然不觉 李庄头沉默半上 方才对老太太说道 都是奴才家中逆子不孝 看中了隔壁镇上的一位姑娘 不能迎娶府中 老太太身边的珍珠姑娘 叫老太太失望 辜负了老太太的心意 与珍珠姑娘的年华 因此来给老太太请罪 她跪在地上请罪 云叔就感觉 房中一片安静 她坐在后头的侧间里许久 便无声地安坐 也不出去看热闹 有什么好看热闹的 莫非还嫌不过丢人啊 老太太都沉默了 毕竟这听起来 你的意思是 珍珠的婚事 你不愿意了 老太太缓缓地问道 因李庄头沉默着 似乎默认 老太太便叹了一口气 她便开口叫珍珠过来 云叔听见珍珠嘀嘀嘀的哭声 也不知道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倒是老太太没有多喝吃李庄头 只是温言安慰 送了李庄头出门 还没有等 好生询问珍珠 到底这是怎么回事 毕竟她记得 从前与珍珠定亲的 那个年轻人 对珍珠十分上心 不像是会变心的样子 更何况 李庄头也不会那样不懂分寸 竟然还明知道 会叫自己不痛快 也要拒绝了珍珠这门婚事 就在这个时候 和乡郡主便在一旁笑了 这婚事 我瞧着退清了 倒是珍珠受委屈了 和乡郡主见珍珠 跪在老太太的面前落泪 什么都说不出来 便在一旁 对老太太笑着说道 只是这两个 大概是没有缘分 既然无缘 那也就算了 老太太您说呢 她亲手捧茶给老太太 老太太便皱眉说道 只是珍珠 这年岁也大了 我本想 今年就放她 与珊瑚翡翠几个出府去 也不要辜负了 他们的韶华 她这样说 和乡郡主美眸流转 一双束手掩饰的 压在嘴角笑着说道 珍珠这样能干 您舍得 叫她嫁出去 我却舍不得 你这话是 老太太诧异地问道 你也知道 我才嫁了三爷 如今对三爷的衣裳服饰都不熟悉 且而功夫瞧见珍珠 给三爷的新婚的衣裳 十分用心 本就喜欢她细心 又一贯都知道 三爷的衣裳喜好的 老太太若是心疼我 不如把珍珠给了我吧 也叫我多知道些三爷的喜恶 免得叫自己耽误了三爷的正事 和乡郡主烟红的红唇微起 老太太却越发诧异 一边侧头 看了看垂头 不敢抬头看自己的珍珠 一边看了看和乡郡主 如今 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和乡郡主要了珍珠 既然是去服侍她儿子 岂不是说 老太太一双眼 豁然看向珍珠 你们小夫妻 如今才澄清几天 你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都是正常的 日子久了 夫妻磨合了自然都知道 何必要个丫鬟指手画脚 且珍珠虽然也做了几件老三的衣裳 素日里却更是服侍我的 等闲老三身边的活 她想到刚刚理妆头沉默的样子 一时气的手脚冰凉 万万想不到 自己的身边竟然还出了珍珠这样的差错 她是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将身边的大丫鬟 给了儿子们做身边人的 她不对儿子儿媳的后院指指点点 更不喜欢身边的丫鬟 勾搭府中的爷们 珍珠 她曾经这样喜欢她 可是竟然是心中藏奸的 老太太 您就当心疼我吧 更何况 珍珠自己也愿意的 对不对 和乡郡主温和地问道 她一张美貌的脸 娇艳逼人 此刻声音温和 云书不必看她脸上的表情都知道 必然是十分和气的 可是想到和乡郡主在礼妆头 刚走就要了珍珠 明摆着叫老太太知道 珍珠这是勾引了唐三爷 想到老太太慈爱 却最厌恶这种事 云书不由心底生出几分凉气 和乡郡主 这真是杀人不见血啊 如今还要珍珠亲口承认 自己是愿意去唐三爷的房中的 不过 从前云书还对珍珠 对唐三爷的种种不好智慧 只是那日见过了珍珠 在那位定亲的未婚夫的面前的 种种落泪啼哭 云书此刻 对珍珠 真是生不出同情来 他都不必想就知道 珍珠会有怎样的回答 因此重新拿起了手上的针线 继续做自己的绣活 他一则事不关己 另一则 倒是觉得 珍珠这样做不对 毕竟唐三爷与和乡郡主 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珍珠偏偏往里头参合一角 哪怕是先与唐三爷定情 可是人家正经的夫妻 珍珠这样的 云书也不想说什么难听的话 外头的正头娘子不做 偏要做妾 还把罪过都推到了 前头未婚夫的身上 自己清清白白 他一边做针线 果然就听见珍珠弱弱的哽咽说道 奴婢愿意去服侍郡主 外头 老太太失望地看着珍珠 许久之后叹息了一声 既然如此 你就把她领走 只是她日后不是在我面前服侍的人 也与我没什么关系 老太太这话 就是叫珍珠日后 少仗着从前服侍过自己 是自己的丫鬟 就在唐三爷的院子里 觉得自己的身份不一样了 她一贯慈爱 对丫鬟们也都很和气 可是一旦冷下来 却没有给珍珠半点体面 何香郡主勾了勾嘴角 见珍珠仰头露出欢喜的样子 一边流泪 一边急忙给老太太磕头 便笑着上前扶起珍珠说道 多谢老太太 日后 还得珍珠在家里帮衬我呢 她不过是个丫鬟 你是家中的主子 尽管使唤她 到底服侍您一场 出了我的院子 就不再是我身边的人 她也该熟你们房中的规矩 老太太冷淡下来 见珍珠色缩了一句 豁然想到之前的那段日子 珍珠给自己的绣活漫不经心 好多都是云叔在出力 想必那个时候 这个丫头就生出了不好的心肠 一时只觉得厌恶的 恨不能叫珍珠尽快从眼前消失 她今日其实心情不错 叫何香郡主哄着 魔骨牌总是赢着 十分开怀 可是却叫珍珠给败坏了 因此 她摆了摆手叫珍珠出去 珍珠给老太太磕了头 本想说些什么 只是见老太太 一副不愿理睬她的样子 只能默默地退下了 这丫头心思大 就算你抬举她 也不能抬举太厉害 老太太忍着怒气 对何香郡主缓缓地说道 我也知道 这件事是你难做 是老三那个孽障 伤了你的心 她顿了顿 握住了何香郡主的手 缓缓地说道 这事儿是国公府 老三与我对不住你 不过你放心 这丫头 就说是我的话 就算老三收了她入房 也只许做个通房 不许抬举她做妾 我倒是要看看 有了这么一个杀鸡儆猴的 日后谁还敢打 主子们房里的主意 老太太房里的大丫鬟 给了主子 都不过是个通房 那这国公府里 心里想要攀附主子的丫鬟们 都得想想 自己有没有那样的分量 何香郡主一愣 咬了咬红唇 母亲 我 你没错 这等见闭 老太太闭了闭眼 她给了珍珠最好的一条路 嫁到庄头人家 过负数没有忧愁的生活 难道还不够 竟然还想做唐三爷的房里人 而喜知道了 母亲 你也不要为了她恼火 想必她与三爷朝夕相对 也是情不自禁 何香郡主在这事上 本是用了些心机 果然见老太太厌恶了珍珠 这心里就松了一口气 毕竟 一个从小服侍丈夫 又得婆婆喜欢的小妾 就算是她 也不能小觑 不过她没想到 老太太竟然这样亲民 对勾搭了唐三爷的珍珠 顿时就从喜爱变成了厌恶 又言语之间 都是向着她的 何香郡主 目光不由柔软了几分 情不自禁 老太太便哼了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只叫何香郡主 回去安顿珍珠 她气得的确不同寻常 一时之间 就算是她面前得宠的丫鬟们 都没有敢出声的 她的事 你早就知道 老太太突然转头问 琥珀说道 怪不得提拔了小云 来做我的针线 我素日里只劝她安守本 叫她不要与三爷纠缠不清 只是您知道 她是个死心眼 琥珀对老太太的怒气 却没有色缩 一边上前给老太太 俯着后背消气 一边轻声说道 且我也想着 退清了 如今的局面更好 不然 若她身上背着轻时 闹出什么 到时候 三爷怕是要被她牵连 闹得难看了 三爷的轻欲 岂不是要被牵连 因此她要退清 我也没劝她 不管她做怎样的选择 退清总是没错的 她说得有理有据 老太太争冲了片刻 便叹息了一声 你顾虑得对 不过 既然她出了院子 就把小云提拔上来吧 第28章 求人得人 老太太今日说出这样的话 显然是对珍珠彻底失望了 琥珀垂了垂眼睛 斟着了片刻 便与老太太轻声说道 老太太 您喜欢小云 这是小云的福气 小云也的确是个极好的性子 可是秀目于灵 风必催之 小云如今年纪还小 资历也不够 贸然提拔到一等 未必是好事 这院子里 里里外外的多少人 看着瞅着 您是府中的宝塔尖 她小小年纪在您的面前出头 叫人看在眼中 自然万众瞩目 年纪小 才进院子 这样做一等 如何叫人福气呢 也叫她在您面前过得紧张 你的意思是 提拔她做二等 也是您对她的爱惜 也叫她名正言顺地得了好处 至于一等 二等里头提拔上来一个就好了 如此 小云倒是委屈 她手里做的都是我的绣活 这可不轻松 老太太便缓缓地说道 旁人做的衣裳斜袜 我都不喜欢 从前有个珍珠还好 如今指小云的绣活 还勉强叫我喜爱几分 日后她岂不是挨累 她这话十分公愈 琥珀便笑了笑 对老太太说道 有您疼她 做一等二等 有什么分别呢 若是您觉得她委屈了 速日里多赏些东西 那比一等的月钱多得多了 得了实惠 又不叫人极恨 您想想 小云在咱们这儿得 服侍好多年 等长大了 再提拔起来也不晚 她是老太太面前的 直视大丫鬟 老太太如今只安享富贵 一些裁决都叫琥珀揣夺 如今这番话 老太太听了就十分满意 既然如此 就照你说的做 小云虽然只提拔到二等 可是你要记得多赏她 还有逢年过节 你偷偷给她多拿一份 不叫人知道就好了 这孩子也是可怜 小小年纪进了咱们府里 偏还是个有心气的 你不是说 已经在外买了地 可见不是那等 想要巴结男主子的贱臂 老太太这是对珍珠攀附唐三爷 深恶痛绝 一时就觉得 云书这样心心念念 许是要出去的丫鬟 多了几分喜爱 琥珀点了头 见老太太心里不痛快 到底服侍老太太歇着去了 云书躲在里间听着 听见琥珀帮自己 聚了一等丫鬟的位置 不由松了一口气 她自然也知道 自己根基不足 才进了国公府 就做一等丫鬟 怕是要被人嫉妒的 因此 她便等琥珀空闲了的时候 来琥珀面前道谢 安心服侍老太太就是 只要你忠心 我也不会挑剔你 琥珀不是在老太太的面前时候 眉眼总是冷淡的 见云书轻声应了 沉吟了片刻 便对云书说道 珍珠去了三爷那儿 回头一等丫鬟的屋子 就空出来一个 你升了二等 日后就不必住在大通铺里 什么时候等珍珠走了 二等丫鬟搬到她的屋子里去 你就搬去二等丫鬟们的屋子里 二等的丫鬟 每四个人一间 虽然说四个人一个屋子也不少人 可是屋子却大得多 也敞亮 并不拥挤 每个人还有个小架子床 不仅是架子床 还有梳妆台 庄帘 四个丫鬟各自占据屋子的一角 几乎是应有尽有 且二等的丫鬟 就有生成了许多 不是眼皮子浅的 云书的许多东西 放着也不担心叫人摸走 毕竟二等丫鬟的屋子 不是随便小丫鬟能进去的 丢了东西 也只能是同屋的干的 谁还敢手脚不干净呢 我知道了 多谢姐姐提醒 赏你的料子 等你搬了屋子我再给你 琥珀对云书倒是有些照顾的 云书自然也感激 本就是等珍珠挪了屋子再搬家 倒是翠柳 眼睛转了转 这一天看着珍珠搬家 只见珍珠虽然是个丫鬟 可是手里的东西 当真是不少 在院子里 虽然不敢吵闹 可是寻来给他搬东西 去唐三爷的院子里的婆子 一个个不是抱着精致的首饰匣子 就是抱着好几匹光彩鲜亮的锦绣绸缎 那一样样的拿出来 在明媚的天光里 叫人眼睛都觉得晃得慌 更叫云书 觉得刺眼的是 珍珠脸上欢喜的笑容 他仿佛即将奔赴最美好的生活 对自己的丫鬟的人生 完全没有留恋 老太太是如今不肯见他的 珍珠只好在院子外头 冲着老太太的屋子 磕了两个头 之后又拿了些锦缎 每人几寸 分给院子里的大小丫鬟们 云书与翠柳 也各自得了一份进贡的 百叠穿花的大红颈端 捧在手里都有些沉默 他的东西我 不要白不要 就算你不喜欢 回头拿出去给婶子 婶子一定喜欢 云书知道 翠柳恩怨分明 之前撞见了珍珠 央求人家装头嫁的未婚夫去退清 自己清清白白如愿以偿 因此有些恶心 不过他对珍珠做这样的事不置可否 对料子又没有愁 见翠柳犹豫了一会点了点头 他便低声劝着说道 你心里觉得 他做得不地道 不过也不要露出来 不然岂不是叫三爷没脸 老太太最喜欢三爷的 这料子不错 想必是老太太从前赏他的 我这块也给你 一块都给了婶子吧 怎么能要你的东西 翠柳周梅说道 这也不像话 我在你家里又吃又住的 婶子与陈叔 都对咱们的良甜上心 都帮咱们尽心 前日后我去府上打搅的时候 还尝着呢 你是我的姐妹 那府里也跟我半个家一样 一块料子算得了什么呢 快拿着吧 且这样华美的景端 本就不是小丫鬟能穿戴的 白放着 日后不鲜亮了 也是浪费 不如拿去给陈白家的 毕竟陈白家的 在府外的时候 也能穿好看的衣裳 居数不多 这样的两块料子 足够陈白家的 做两件衣裳了 哪怕陈白家的偏心给了碧柳 云叔自己的心意到了就好 也不愿意去计较 那好吧 你说的也对 日后咱们 一块回家的时候多着呢 翠柳与云叔的感情是真的好 想到云叔往后跟自己 进进出出 跟亲姐妹似的 不由欢喜起来 自然也不再拒绝云叔的东西 他胡乱地给这两块料子卷起来 见云叔的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看着珍珠离开的方向 便轻声叹气说道 老太太都厌烦了他了 日后他在府里怎么过呢 当真靠着三爷 他觉得 唐三爷一个志在朝堂的男子 对女子必然不会有多么耐心 云叔摇了摇头 都不比唐三爷冷落 和乡郡主就不是一个和气的人 珍珠过去了 日后恐怕没什么好日子 求人得人吧 难难地说道 翠柳觉得 这话有些听不明白 可是叫他更在意的事 却是云叔的屋子 你如今升了二等 马上就要 换到大屋子去了 对了 我的东西也放在你那儿吧 不然总是给我娘 翠柳如今也有些谨慎 见陈白家的一心一意 为姐姐碧柳筹谋 还拿着自己的东西 叫碧柳赏玩 这次回家本就不满 只是平日里束手无策罢了 毕竟大通铺里更不安全 不知什么时候 自己的东西就不见了 如今 云叔有了好一些的屋子 且那屋子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出的 便与云叔商量 把自己的赏钱 与一些得到的首饰 都放在云叔那儿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云叔自然一口答应了 他也不急着搬家 左右自己的身上 几乎什么都没有 能带着的 也不过是身上 一直都藏着的田气 还有些银子 二等的丫鬟的屋子 现在还没腾下来 他也不着急 只是安心地继续 住在大通铺里 只每天早上 就去老太太的屋子里 做绣活 他低眉垂目的 并未因 升职就猖狂交金 也没有急吼吼的 就想要脱离 曾经的三等丫鬟的环境 这样沉稳 就连珊瑚都私底下 对琥珀说道 你的眼光真真儿的好 小云可比珍珠强多了 就这样耐心 且沉稳的性子 又不是一个不安分 只知道赫赫洋洋 志得意满 得知猖狂的 叫珊瑚说 日后老太太的面前 怕他就是头一份了 珊瑚与琥珀年纪大了 总是要放出去嫁人的 等云舒长大 他恐怕是老太太面前的第一人 琥珀便漫不经心地 应了一声 难得的是性子也大方 还知道进退 珊瑚对云舒 倒是颇有好感 他顿了顿 对琥珀轻声说道 日后 也能帮扶咱们一些 你对他好点 只当日后结个善缘 他们就算出嫁 可是与国公府里的联络 也不能断了 毕竟这样的情分与关系 日后家中有些什么 求回救主的面前 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就能够解决 到时候 老太太面前有云舒 给他们说好话 他们与老太太之间的情分 就断不了 只要老太太一日念着他们 他们在夫家的日子 就不会过不下去 珊瑚不由看着 云舒低头做事的真静模样 想到老太太心疼他年纪小 叫他不要忙着做事 心里生出几分感慨 到时候 只怕就是他们 要求着这小丫鬟了 第29章训子 云舒就觉得自己 得到了珊瑚的 格外的另眼相看 虽说从前珊瑚对他就不错 可是如今却多了些什么 那是一种很清静的感觉 不过这又不是坏事 云舒与珊瑚之间 比从前更多了几分亲热 李庄头家里 你有没有被珍珠连累 这一天 云舒正给老太太 做了一间外衫 碰去给了老太太 此刻珊瑚 与琥珀服侍老太太 穿上试试的时候 老太太便侧头问珊瑚说道 若是李庄头对你也不满意 这婚事我再给你想想 之前老太太 把珍珠与珊瑚 给了李庄头家里的一对兄弟 如今珍珠毁婚 还是为了服侍唐三爷 这李庄头的心里 未必也得觉得 珊瑚是不是也跟珍珠一个德性 这就是被珍珠牵连 若李庄头家 当真对珊瑚也不满 那老太太给珊瑚换个人家 也是应该的 您要别担心 这事儿 之前我已经问过李家 李家也一向都知道我的为人 怎么会对我心存借地 珊瑚美貌爽利 见老太太穿上云舒 给做的新外衫 便笑着说道 小云的绣活越发精致了 老太太您瞧瞧 这外衫上的针线 多么细致 且绣口的绣纹都极好 还有这盘扣 怎么还绣出了花样呢 她笑着给老太太 看云舒在这间外衫上下的功夫 老太太如今也知道 云舒是个谨慎认真的人 因此便笑着说道 小云做事 我还是很放心的 珊瑚便笑了起来 李家怎么可能会迁怒她 她是老太太面前得宠的大丫鬟 且又没有攀附福里主子的心 李家能娶了她 一定会对她很好 毕竟日后李家 也得靠着她在老太太的面前 多几分能说话的分量 哪怕李庄头是老太太信任的人 如今管着老太太的装子 可是老太太手下能干的 莫非还少了不成 日后李庄头老了 老太太手里的活 能不能留给李家的小辈 到时候就要看珊瑚 在老太太面前的体面 只要李家明白事理 她就吃不了亏 更何况 她与未婚夫之间的感情不错 既然如此 到底你是被她牵连 老太太觉得这外山叫她极满意 叫云叔陪着自己说话 便对珊瑚说道 从前我给你与珍珠 都置办了一份嫁妆 如今她自己不争气 那嫁妆给了她也是浪费 既然你被她连累 那如今她的那份嫁妆 也都给了你 叫你能在李家好好立足 这就是给珊瑚两份嫁妆了 老太太一向对身边服侍的丫鬟们都极好 给大丫鬟们的嫁妆 也从不小气 如今两份加在一块 不说能比得上 光患人家的小姐 可是也比寻常父母家的小姐多了许多 奴婢多谢老太太 珊瑚没想到 竟然会有这样的意外之喜 急忙给老太太磕头 老太太笑着扶起她 不过 你还得在我的身边服侍个一年半载 嫁妆的事先跟你说了 你不必着急就是 老太太身边大丫鬟不少 可是当真能做心腹的 也不过是三四个罢了 珍珠自己不懂事去了 如今在她面前 也只虎珀与珊瑚还好些 至于翡翠之流 老太太总是有些不大喜欢的地方 此刻见珊瑚脆声声地答应了 她便推了推面前 自己吃不下的点心 给这几个丫鬟分了 且见此刻 唐三爷嘴角带着几分 俊美风流的笑意走进来 她如今正是双喜临门 在汉林院春风得意 又娶了王府郡主 正是一个男子 最荣光焕发的时候 这样玉树临风的贵公子走进门 整个房间都亮堂了许多 云书只看了唐三爷一眼 见他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 仿若春风不由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怨不得珍珠宁愿忤逆老太太 也要嫁给这样的男子 年轻俊美 出身尊贵 又温柔多情 谁会不喜欢 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样子啊 老太太不由诧异地问道 汉林院今日没什么事 儿子想着不如回家来陪着母亲 唐三爷坐在一旁 因新婚不久 整个人神采飞扬 见老太太关切地看着自己 便和声说道 母亲不必担心儿子 汉林院里的同僚都不错 且大哥在朝中一向都有威望权势 同僚们也让我几分 他侧身接了珊瑚端给自己的茶水 目光扫过云书 见他生得眉目似化 便笑着说道 这莫非就是小云 如今服侍母亲绣活的那个丫鬟 儿子听珍珠说起她 说是帮着她做了不少事 老太太本脸上带着笑容 叫琥珀去张罗唐三爷喜欢的吃食 听到这里 脸色顿时微微一沉 你还有脸说 你与他什么时候好伤的 真是太叫我失望了 唐三爷笑了笑 垂眸轻轻叹息了一声 母亲 儿子只是 他探身过来 对老太太有些愧疚地说道 珍珠一向温柔懂事 儿子与他之间也有几分勤奋 他这话有些愧疚 老太太见儿子提到珍珠的时候 的确眼底带着几分光彩 便慢慢地说道 若你当真喜欢她 当初我叫她嫁给李家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如今落得这样人不忍鬼不鬼的地步 若不是李家 还有几分忠心 为了自己叫你们得偿所愿 你的名声给成了什么样 抢夺奴才的妻子做妾 唐三爷不由越发愧疚 儿子当初也没有想到这些 母亲 儿子愿意补偿李家 你若是愿意补偿李家 要做的就是 日后永远不要去李家面前恶心人 李家恨不能把这种事给忘了 你也就烂在心里 老太太虽然是个慈爱的母亲 可是对于儿子做错事 却一向都不含糊的 见唐三爷俊美的脸上露出几分羞愧 便叹息说道 你与他做的这事 也叫我在宋王府面前怎么开口呢 口口声声善待人家王府的郡主 可是一转头 做婆婆的把自己屋里的大丫鬟送去给儿子做妾 你叫宋王府怎么想 唐三爷已经把茶放在一旁 起身束手而立 听老太太的训诫 皇家王府是这样好得罪的吗 只是你运气好 娶了一位一心一意为你的妻子 郡主虽然出身王府 可是身上却没有那些皇族女子的傲慢与眼高与顶 你与珍珠做了这种恶心事 她不吵闹 也不愿恨回去娘家告状 还帮着你描补 说都是她的主意 想与我讨了珍珠去服侍你 这样的贤惠又出身贵重 换个人你试试 只怕把郡主爱惜到了天上去 偏只有你 不把郡主当回事 反倒与个丫鬟牵扯不清 儿子都明白 郡主是极好的 儿子与她感情也很好 母亲您放心 儿子不会伤了郡主的心 大婚 不过三个月 你就带了个丫鬟在身边 试问这样的羞辱与伤心谁受得了 老太太反问道 唐三爷不由红了脸 她一贯春风得意 因此如今想想 的确是自己大错特错了 应见何乡郡主 对自己一向都很贴心 她也的确是 没有顾忌妻子的心情 想到这里 唐三爷俊美的脸 不由露出几分不安 你如今知道自己做错就好 老太太见唐三爷滴滴地 与自己硬了 便缓和了脸色平淡地说道 你也该知道 无论你与珍珠之间 是什么情分 可是这情分 都不该越过与郡主的去 郡主才 是你明媚正娶的妻子 是你该尊重珍惜的女人 其他的女人 只当是个玩意儿 不配与你有什么真感情 尊重自己的妻子 这才是 你应该做的 从前的事我不问 我也不想知道你 与珍珠是什么情分 只是日后 老太太看着她 冷冷地说道 若是叫我知道 她敢在郡主的面前争宠 郡主是对你贤惠 不会计较 可是我就打死她 她断然不敢的母亲 唐三爷忙说道 珍珠一向温柔 再温柔的女人 服侍了你日久 只怕也要生出野心 你想想你大哥房中的那个罗氏 老太太严厉地 看着唐三爷 见唐三爷一愣 继而脸色也变了 一张苍老的脸 完全没有素日里的慈爱温和 黑着脸说道 早年多么温柔 叫你大哥喜欢得不得了 那还没越过你大嫂 可是打从生了二丫头 她的心也活泛了 这么多年 哪怕没生出个儿子来 可是她为二丫头 折腾了多少 如今叫二丫头 去给寻王做济世 这样的野心 哪里还有当年的温柔顺从 这就是前车之鉴 唐国公自己纳了个罗姨娘进门 生了唐二小姐 那样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如今越发不得了 竟然还敢应了寻王府的婚事 老太太 怎么可能不恼火 云书见唐三爷脸上的笑容都僵硬 年轻俊美的脸上 满满的都是苍白 不由不着痕迹地 看了老太太一眼 她没想到老太太 竟然这样令得清 就算是成全了唐三爷 与珍珠的情分 可是却不允许珍珠 在唐三爷的面前的脸 今日的这一席话 也不会为了她就闹出什么乱子 既如此 又何苦作妾呢 第三是张妾室之心 云书心里叹息的时候 老太太的话还没完呢 我也知道 你是舍不得她的 如今 她怕已经是你的房里人 可是 嫡恕有别 尊卑有别 她一个妾室 绝不能越过郡主 老太太沉着脸说道 嫡子嫡女才是家族的命脉 那些庶出的 良友不齐 也不算什么 你的长子长女 必然要出自郡主的负重 不止她一个 日后无论你有多少妾室 可是你的长子与长女 都首先要是嫡出 只有嫡出的震慑 才是家族安稳之本 你如今已经入朝 也该知道 所谓家中不宁和 也安天下 若是家中后院 都弄不明白 你还做什么 朝中的大人 母亲说的是 儿子明白 唐三爷郑重地说道 见她如今已经回转了几分 没有什么为了心肝 就要闹得家中不宁的意思 老太太 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看不上她 不仅仅是她叫李家退亲 更是她贤贫爱父 你想想 若你不是唐国功夫的主子 没有炭花的功名 没有这锦绣 富贵的一切 她还会为了你不顾一切吗 李家 难道还不够负数 不过是她见到了更好的人 因此礼仪廉耻都不顾 不知遵守承诺 也不知道自己的清白廉耻 老太太见唐三爷的脸色微微动容 自己却已经慢慢平心静气起来 缓缓地说道 我身边这么多的大丫鬟 怎么就她出了差错 难道别人都是傻子 不知道你们主子们的好 因此都傻傻的外嫁 自然 我这府里 也有几个不安分的 可是敢闹到我的面前的 却只有她一个 云淑不由捶了捶眼睛 老太太把难听的话都替和湘郡主说了 既不影响和湘郡主与唐三爷之间的情分 也不能叫珍珠得意 她倒是有点羡慕和湘郡主 不说别的 只这位婆婆就是拎得亲的人 儿子都知道 唐三爷的脸已经惨淡起来 她本是意气风发的俊美贵公子 如今被老太太当头棒喝 才知道自己有些轻狂了 回去吧 只是我的话放在这儿 她如今服侍也得有个名分 可只能是通房 不许叫这样的东西做你的妾室 见唐三爷也垂头硬了 老太太这才露出几分和颜悦色地说道 你如今也快不要在女人的身上费心 这些年你日夜苦毒 难道只是为了这些后院的妻妾 你的报复 你的前程都要多用心一些 男子的心在朝堂之上 不要整日里与女子私混 明白了吗 儿子明白 做男子的 谁不想建功立业 封侯拜相 唐三爷自然也不会例外 儿子这些时候 的确是糊涂 母亲的话 儿子都紧记在心 日后绝不敢再犯 她想到 珍珠的温柔 垂了垂眼睛 然而之后想到的却是自己 在朝堂之中的更迭 许久之后 方才说道 儿子的妻妾 自然也是母亲面前的小辈 母亲想要如何处置 儿子只求 给她几分体面 她到底顾忌 与珍珠这么多年的情分 还有珍珠为了自己 不顾一切的那份真挚 因此 还是开口央求了几分 你放心 该有的体面 她都有 她也别惦记 多陪陪郡主 那才是 你应该一生爱惜的女子 老太太温和地说道 唐三爷急忙答应了 她今日带着几分欢心而来 却叫老太太 几句话都拍在脸上 此刻有些气弱 老太太也知道 她一向都被自己疼爱长大 如今当头棒喝 打断了她的意气风发 也不留 她在面前 叫她直接回去院子里休息 见唐三爷走了 老太太才有些疲惫地 轻叹了一声 喃喃地说道 指望她是真的明白 她为何要为爱子 迎娶王府郡主 还不是为了 儿子日后的虔诚 毕竟如今她活着 将儿孙都居住在眼前 也就算了 爱子永远都是 国公府里尊贵的三爷 可来日若她死了 唐家分家 唐三爷这没爵位地 就要分出去 没有得力的月家 日后岂不是要沉沦 正是为了爱子的日后 她才求取了王府郡主 日后爱子 在朝中有王府做后盾 谁敢小觑了她 可若是儿子糊涂 怠慢了人家郡主 送王府凭什么日后 要提些女婿呢 我记得库里 还有一扇 十二扇的桃花山水屏风 拿去给了郡主 就说给她摆在屋子里也新鲜 老太太叫琥珀 去库房里 翻出来自己之前 收着的一副 极华美的山水屏风来 叫人送到了 河湘郡主的房里 河湘郡主得了 这屏风便赏了 抬了这屏风的人 听见说 唐三爷在自己是书房歇着 似乎与老太太说了什么 珍珠过去服侍 却叫唐三爷给送出来 便看着眼前这桃花灼灼 无比绚烂的 屏风笑了笑 老太太倒是明白人 自然是明白人 你只看看这么多年 大嫂二嫂那里 就知道了 河湘郡主 捶了捶眼睛 纤细的手指 轻轻抚摸面前 带着几分冰冷的屏风 淡淡地说道 坏人都叫老太太做了 我只做个好人 日后与三爷 才能过得好 不必我做泼妇 去收拾她的心肝 这夫妻之间 自然和睦 老太太 的确是个明白人 父王与母亲 与我的这门婚是极好 他拖到了这个年纪出嫁 本就是有些骄傲的性子 若老太太糊涂 唐三爷成亲 还没有三个月 就敢纳妾 他非先了 唐国公府的屋子不可 可是若是 他大闹一场 哪怕收拾了珍珠 莫非日后 还没有明珠白珠了 到时候 他与唐三爷之间的 夫妻感情 就真的没了 夫君生的俊美 又文采出众 风流多情 他其实是希望 情色和明的 如今 他和和气气的 老太太帮他 把事都做了 唐三爷恐怕还得 对他愧疚几分 没见都不叫珍珠服侍了吗 这才好呢 郡主不知道 前些时候 我看他在三爷的面前 挨挨蹭蹭地就来气 和乡郡主身边的丫鬟话书 便哼了一声 珍珠也在这院子里 服侍了几日了 因一贯都是个温柔的脾气 在和乡郡主的面前 看着也雷若几分 反倒叫名念高贵的 和乡郡主 欺负了他似的 且唐三爷但凡回来 他就用一双温柔如水的眼睛 可怜巴巴地看着唐三爷 那目光叫男人的心都碎了 果然就叫唐三爷 对他偏爱了几分 素日里也叫他多服侍 珍珠的唐三爷偏爱 自然和乡郡主 就被怠慢了几分 话书看着和乡郡 主忍着气的那几日 就觉得气闷 气什么 他也不过是 仗着从前的情分 我退让些 他张扬些 老太太就忍不得了 和乡郡主便 轻叹了一声说道 他乃是王府郡主 怎么可能会乐意 与人分男人 如今不过是因珍珠情况特别 与唐三爷有救 因此才勉强忍耐 自己带来的丫鬟 都没说 要给唐三爷做通房窃室呢 见话书忙着 给自己擦拭手指 他便低声问道 老太太面前的丫鬟 你瞧着对珍珠 还有几分情分 若有人与珍珠交好 在老太太面前 给珍珠说好话 别人后 老太太又心软了 我瞧着 都没什么情分 琥珀那丫头 也没了婚事 因此诸多抱怨 旁的 大丫鬟之间 也各自都不愿招惹是非 话书便对何湘郡主说道 且如今老太太面前 顶了她差事的是小云 那小丫头年纪不大 却懂得分寸 才几日 就把珍珠给比下去了 她一贯安分 老太太见了她 就越发厌恶珍珠的轻狂 因此奴婢瞧着 老太太这回事 不会回转 那就好 何湘郡主冷笑了一声 她的夫君 是那么好抢的吗 除了老太太那 对大嫂身边的丫鬟 也何气些 还用郡主的吩咐 奴婢们都明白 话书盲笑着说道 只是老太太如今有了话 三爷这段时候 怕是要逼着珍珠了 这倒是叫他们欢心的 毕竟他们都是 何湘郡主从王府带回来的 陪嫁丫鬟 对何湘郡主自然忠心耿耿 希望她与唐三爷情色和明 如今唐三爷 对珍珠多了几分疏远 自然就是何湘郡主的好日子 一时上房就格外轻松 果然这一晚 唐三爷带着几分歉意而来 对妻子越发温存 她为人本就温柔多情 与何湘郡主乃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夫妻情投一合起来 把别的都撇在一旁 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越发得好了 云书监最近给老太太请安的时候 何湘郡主面容越发明艳红润 神采飞扬 就知道她的日子过得还算顺心 可是何湘郡主这日子过得顺心 只怕珍珠的日子过得就不怎么样了 更叫云书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这一天翠柳来寻她 她与翠柳一块出来 就见翠柳也有些吃惊的样子 你有没有听说一件事 什么事 云书好奇地问道 翠柳的脸色便有些古怪 婴儿说要去服侍珍珠姐姐了 第31章长辈 婴儿 云书不由诧异起来 想当初他们八个小丫鬟里头 婴儿的确是最喜欢到处攀附 想要出头的那个 因为这个 之前婴儿与云书之间也不是很和睦 婴儿只当云书藏奸 抢了自己在老太太面前的位置 因此在云书的面前 时常阴阳怪气 就算是婴儿的姐姐翡翠 因云书第一个生了二等丫鬟 在老太太看不见的地方 也时常拿白眼去挤对云书 若不是琥珀公寓 且如今珊瑚与云书之间的关系不错 那翡翠都敢对云书更多几分欺负 不过就算是这样 云书的心里 哪怕婴儿急着要出头 可翡翠怎么着也算是个聪明人 且那时候老太太 对珍珠的厌气翡翠也应该都看在眼里 虽然那一日老太太 训诫唐三爷的时候 翡翠不在房中 可是老太太说了什么 翡翠心里应该有数 明知道 珍珠只怕在唐三爷的身边 也不是过得很好 翡翠怎么可能叫婴儿去服侍珍珠 那不是也爱了和乡郡主的眼 我听说是婴儿自己去求的 她姐姐不知道 翠柳就把自己 在大通铺里听见的那些话 与云书说了 轻声说道 虽然珍珠姐姐如今不过是个通房 可怎么也算是与三爷有些情分 因此 她的面前也缺小丫鬟服侍 只要能去了她的面前 就能做二等的丫鬟 岂不是与你并肩 她仿佛是为了这个财求的主子 去服侍珍珠姐姐 虽然珍珠如今才是通房 不过服侍三爷的女子 怎么也能有资格用小丫鬟了 婴儿见不得云书比 自己更快升了二等 因此去珍珠面前 也没什么想不通的 云书不由皱了皱眉 那这可得罪了郡主了 王府郡主都不是好事儿的 和湘郡主看似对珍珠容忍 可是这不过是看在唐三爷 还对珍珠有些情分 只要回头唐三爷 对珍珠彻底冷淡 珍珠只怕就是死路一条 更何况和湘郡主 怎么可能会高兴 有人主动去服侍珍珠 云书摇了摇头 知道婴儿这一回 怕是走错了路 只是却也没有不计前嫌 去劝婴儿 不要去服侍珍珠的意思 毕竟婴儿如今恨她恨得要死 她就算是劝了 婴儿也只会觉得 她是见过的她好 谁说不是 翠柳不过说了一句 就对云书兴致勃勃地说道 还有个事儿 爹把你的那个糯米鸡的食谱 卖了十两银子 今儿叫我哥哥传话 说是把咱们隔壁的一亩的 给买下来给你收着了 等回头拿给你 云书不由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能卖十两 这不过是南边日常的小吃 南边的百姓都会做的 食谱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 怎么竟然卖了十两 见他这样诧异 翠柳就嘀嘀地说道 我爹做生意 早年国公爷都夸赞的 说是石头缝里 都能榨出油水来 他对陈白这么会做生意 予有容焉 云书看着翠柳 那副骄傲的小模样 也忍俊不惊起来 他扑斥一声笑了 这才问道 那料子送出去了没有 送出去了 我哥哥给拿走了 翠柳的哥哥 在唐国公敌次子的身边 做小丝 因此时不时地能见妹妹一面 云书这才放心 不过我哥哥听说 你如今 在老太太的面前服侍 叫你最近小心点 最好不要多说话 免得说错了那句话 叫主子们心里不痛快 这是怎么了 云书好奇地问道 二小姐就要嫁去 寻王府做寻王妃 这国公爷面前 正闹得厉害呢 不过是最近三爷的事 叫老太太费心 因此大夫人 也不敢叫掌房的纷争 叫老太太知道 我哥哥在二公子身边 因此知道的多些 已经很不像话了 这大夫人 与罗姨娘的纷争 怕是老太太 很快就知道 你若是说了什么 不是得罪了大夫人 就是得罪罗姨娘 还不如什么都不说 翠柳四处看了看 压低了声音 对云书说道 我哥哥说 不如当个锯了嘴的葫芦 他年少单纯的眼睛里 满满的 都是对自己的关心 云书心里一暖 我都记下了 他轻声说道 那就好 咱们这些小丫鬟 也就算了 说了什么主子们 也不知道 可是 你不一样 你是老太太跟前的人 多谨慎些吧 翠柳见云书点头 这才放心地笑了 他生得眉眼娇俏 很少是一副开阔的脾气 云书顿了顿 想到了一件事 忙叫翠柳 在廊下的阴影里 不要晒到太阳 自己匆匆回了屋子 取出两双鞋来给他 轻声说道 陈叔与婶子 在我的心里 就如同我的亲长辈一般 这是我给两位长辈的孝敬 不值得什么 左右是我的心意 这两双鞋 自然是做给陈白夫妻的 他们对云书都很好 云书自然也投套暴力 你这么孝顺 日后 不如认了我爹娘 做干爹干娘好了 翠柳见着两双鞋厚实扎实 且真较细腻 陈白的也就算了 不过是普通的 素面的鞋子 倒是陈白家的鞋子 绣得十分好看 面上还绣了十分精致的花样 拿在手里看着这样的绣鞋 就叫人心里喜欢得不得了 那上头的精美的花样 栩栩如生的 又配色极好看 他伸出手 轻轻地摸了摸着漂亮的鞋面 摊开手说道 我都叫你给比下去了 我只会做绣活 可是你会得多着呢 云叔笑眯眯地 把鞋子塞进翠柳的怀里 他只当认干爹干娘 这话没听到 翠柳却抿了抿嘴角 捧着这两双鞋子 心里有了几分跃跃欲试 因云叔只能出来一会儿 他便把鞋子叫翠柳拿回去 自己回了老太太的屋里 如今老太太怕是还不知道 翠柳与自己说的 长房的嫁妆的事 因此他也不提 只是才过了两三日 这一天 云叔难得不必做活 叫老太太叫到前头来 跟着琥珀一块 在自己的面前说话 一旁荷乡郡主 与唐国公夫人都在 下方其他的 国公府里的小姐都不见 只有唐大小姐 笑盈盈地 陪着唐国公夫人 听长辈们在说话 老太太手里 这帕子十分精致 唐国公夫人见老太太 吃了点心 拿着帕子擦拭嘴角 垂落的图样 是十分有趣的 几个大大的盘桃 还带着几分童趣 不由笑着说道 是小云这丫头 促侠秀的 老太太倒是觉得有些自得 拿了帕子 给唐国公夫人看 笑着说道 我叫她秀些端庄持重的 她倒是也听话 秀了几个五幅捧瘦的 还有些缠织花样 可是还偷偷秀了些桃子的 说是在外头端庄持重 在家里自然多几分童趣 瞧着心情好 我这看走了眼 没想到 这还是个淘气的丫头 她看似是称怪抱怨 可是眼底却带着几分笑意 显然被云书这样 放在心上服饰 是满意的 老人家 自然希望自己样样色色 都被放在心上 被细致地对待 唐国公夫人 一眼就看出 老太太的心思几分 见云书只在老太太的身边 鸣嘴笑 也不反驳 她便对老太太笑着说道 虽然淘气 可是却一心为了老太太 秀了桃子 怕也只是为了 能博老太太一笑 她见云书给自己服了服 便温序地说道 你这样就很好 老太太身边一向细致 咱们想不到的 你就帮着多想想 只要叫老太太 每日里能开心 就是你们的功劳 我也谢你 她探身拍了拍云书的手 云书不由红着脸说道 老太太宽容 因此不与我计较罢了 这样的小丫头 难得都是真心 与老太太也是缘分 何湘郡主看云书十分顺眼 无论是她成亲的时候 云书边的花节 还有鲜亮的那几样减脂 虽然不值钱 可是却都是心意 更何况寓意还好 何湘郡主 难得喜欢云书的精巧心思 觉得都是彩头 你们别夸她了 再夸她 怕不是都要熟了 这丫头 难得是一个 不喜欢显摆功劳的性子 腼腆得很 老太太笑着说道 瞧您这护着的样 知道了 这是您新家上的人 何湘郡主调笑着说道 老太太便侧头问道 我新家上 难道没有你们了不成 她如今与儿媳们 一块说说笑笑的 倒是每日里过得十分清闲 因上了年岁 外头也不大爱出去应酬 除了与宋王府的这次联姻 她必须四处奔走之外 如今其他的事 都叫唐国公夫人去外面搭理联络 这一养天年 小辈们都在眼前奉承讨好 老太太的心情也好了许多 正拦着何湘郡主说笑的时候 却陡然见外头 传来了细碎凌乱的脚步声 之后 云书就见唐二小姐仰着头 一脸清冷地走了进来 因她在掌房也闹了几日 唐国公夫人本嘴角带着几分笑意 见了她顿时捶了捶嘴角 笑不出来了 哟 我还当是谁 这不是未来的王妃娘娘吗 何湘郡主见唐国公夫人脸上的表情僵硬 因同是嫡妻 自然看不顺眼 这等恃宠而交的庶女 便笑着问道 不在屋里照顾你多病的姨娘 来老太太面前有何贵干 第32章 丫鬟养的 怎么 罗氏病了吗 罗氏一向体弱多病 你也不是不知道 这段时间又操心二丫头的婚事 因此累着了 唐国公夫人 是真的不乐意看见唐二小姐 在自己面前摆出一副 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 只是 他膝下生有两个嫡子 对唐二小姐也不是很在意 见老太太皱了皱眉 急忙说道 您不必担心 我与国公爷 已经请了大夫来瞧过 只说安心敬仰 不要多死多心 过些时候就能痊愈 他自认对罗氏已经人至义尽 不然换个别人家的主母 这等不安分的妾事 早就被他责罚了 显然唐二小姐 跟嫡母想的不一样 太太何必要说 这样粉饰太平的话 我姨娘病弱 几乎断气 就算有大夫看顾 可是身子一直都不好 这府里的 都是看人下菜碟的 太太对我姨娘冷淡 自然有人落井下石 那些个丫鬟 也是跟红顶白 只把我姨娘视若无误 我姨娘连口热乎的汤都喝不到 怎么到了老太太的面前 就成了我姨娘 没什么大碍 老太太 我为姨娘委屈 唐二小姐与罗氏母女情深 见唐国公夫人 在老太太面前 轻轻地把自己姨娘的病症 给掩饰过去 顿时生出几分不平 不过是一个妾室 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何湘郡主笑盈盈地 在一旁慢声说道 她横了唐二小姐 一眼带着几分笑意地说道 二丫头 我到底是你的沈娘 是你的长辈 因此劝你一句 这你是主子 小妾不过是奴婢 一个正经的主子小姐 你的母亲 只有你眼前的唐国公夫人罢了 至于其他的 少在一块餐盒 叫自己小心眼不说 还一笑大方 老太太问一句罗姨娘 是老太太心里知道 有这么个人 可是罗姨娘又不是什么要紧的人 知道自己病了 就该记得不要拖累人 还委屈什么 你 唐二小姐没想到 何湘郡主竟然说话这么厉害 这段时间 何湘郡主与唐三爷夫妻之间 感情十分和睦 因此在府中也十分和谐 哪里有这样牙尖嘴利的时候 你如今也是要做王妃的人 日后更是地位贵重 总是姨娘姨娘的 怕不是恨不能叫人家记得 你是个庶出的来历 何湘郡主最看不上唐二小姐这样 只知道抱怨 尖酸的人 更何况 她能有这样好的婚事 而且听说财情出众 可见平日里 唐国公夫人是没有可待她的 可是到底是庶女 眼皮子浅 养不熟 哪怕这样善待 依旧没有一个感恩的样子 见了这种庶女白眼狼一般的嘴脸 何湘郡主 越发在心中一礼 她就越发地想到自己 就算唐三爷日后纳妾 也绝不能叫唐三爷 有什么庶子庶女 不然不仅养出个愤懑 还日后是个祸害 我是要做王妃的人吗 老太太可知道 为何我姨娘伤心病重一病不起 几乎要没了命去 唐二小姐 哪里是何湘郡主的对手 她一向自负清高 也不屑于人争执 含着眼泪 看着板着脸不说话的老太太 十分伤心地说道 姨娘的每一些心事 都是为了我 都不过是想叫我能过得 更顺遂一些罢了 太太不公 在嫁状上刻薄我 姨娘怎么能不伤心难过 因此多病呢 老太太 我分明是去做王妃 可是太太 只给我预备了三万两的嫁妆 这合适吗 云叔都诧异地张大了眼睛 三万两还少吗 对于一个国公府的庶女 这三万两的嫁妆 其实很不少了 虽然唐二小姐 是嫁入巡王府做王妃 可是总不能金山银山地给她吧 老太太 给二丫头三万两的嫁妆 是国公爷的意思 且二丫头说得含糊 这三万两 不过是留给二丫头的私房钱 至于其他的良田铺子 古董自画这样的嫁妆 并未包括在这三万两之中 唐国公夫人 只觉得心头一股怒火冲上心头 哪怕明知道唐二小姐这婚事 唐国公不大看好 他也多少可怜唐二小姐日后的婚事 可是看着庶女这样在婆婆面前告状 也把她给气得不轻 他言下之意 就是这三万两 都是其他嫁妆之外给的 这别说是国公府庶女 就是国公府嫡妞女 也已经称得上是丰厚 云叔清楚地知道 唐国公夫人 还真的没有在嫁妆上 刻薄唐二小姐 所以唐二小姐还觉得不够 甚至那位罗姨娘 还因此伤心病了 云叔的心底 不由生出了一个词来 人心不足蛇吞向 他垂了垂眼睛 见太夫人苍老的脸上露出几分疲惫 不由拉扯了 站在自己身前的琥珀的衣摆一下 琥珀也顺着云叔的目光看去 皱了皱眉 转身取了茶来盆给老太太 且目视云叔 云叔顿时明白了他的心意 上前来给老太太 轻轻地捏起了肩膀 他小小的一个小丫鬟 顺势单膝撑在老太太的身边 叫老太太可以靠着自己 自己无声地用一双小手 抬头看了一眼 老太太只觉得 这轻柔的服饰之下 自己心口的郁闷之气 总算是消散了一些 他接过琥珀手里的茶喝了一口 靠在云叔的身上 看着唐二小姐 那张含着眼泪十分不高兴的脸 方才缓缓地说道 三万两的确不合适 见唐二小姐 眼底闪过一道欣喜的光彩 他摆了摆手缓缓地说道 指腹中按规矩 一个数出的小姐出价 总共也不过是两万两银子的事 你的那些凉甜铺子 金银珠宝捆在一块 起码也得有个三万两只树 这三万两的私房 就很不必给你带着 一个庶女 又不是长女 若是从你这里宽容了 对你其他的姐妹多么不公 唐二小姐不敢置信地 看着老太太 娇曲微微颤抖 一张清冷骄傲的脸上 布满了震惊 她豁然看向唐国公夫人 可是似乎一时又不知 自己该说些什么 怎么她抱怨自己的嫁妆微薄 可老太太却又削减了她的嫁妆 这还不如她之前 得到的那些嫁妆呢 老太太 您说错了话吧 我 我 就算你日后是寻王妃 可如今 你也还是国公府的庶女 既然是庶女 就越不过咱们国公府里的规矩 寻王府里头的规矩 我不知道 日后你能在王府之中 享受怎样的荣华富贵 那是你在寻王府里 按规矩得到 可是如今在咱们府里 我不能见有人不守规矩 老太太的话 叫云叔差点笑出来 只是她本就是个 那脸沉稳的性子 因低眉垂目 横竖看不出什么表情 耐心地给老太太 轻轻地揉捏着肩膀 老太太喝了一口茶 仿佛重新滋润了一般 也有力气说话了 至于你的嫁妆减薄 你也不能怪你的母亲刻薄你 毕竟你母亲该给你的都给你 如今为了你 也是破了规矩 看在你日后是要做王妃 这嫁妆 已经比规矩中多了许多 唐二小姐 生得花容月貌 因生得美 一向清高自诩 老太太自然也知道 这个孙女儿的性子 见唐大小姐有些不安地 上前拉住唐二小姐的手臂 叫她不要那样无理地看着自己 老太太便缓缓地说道 你的嫁妆减薄 是你的生母没用 自己一届犯官之后 因此身无旁骛地进了国公府 连亲生女儿的嫁妆都拿不出来 只能指望国公府 那也不过是自己的过错 何必怨天尤人呢 这一戏话 如同一盆冷水 泼在唐二小姐的脸上 老太太已经很不客气地 指明了罗氏的出身 犯官之后 还自己没有嫁妆 因此唐二小姐的嫁妆手 都是生母不给力 就算要埋怨 也别埋怨嫡母刻薄 只该埋怨 生母自己是个废物 这样的话 仿佛是一记耳光一般 唐二小姐顿时只觉得 上方之中 无论是主子 还是丫鬟们的目光 都落在自己的身上 那目光之中隐含的轻面 刺痛了她的心 那是一种居高临下 仿佛是在看卑贱之人的目光 她自然知道 罗氏是犯官之女 之前罗家抄家 唐国公看在从前的好友的份上 将好友的妹妹买回府里 只为了叫好友九泉之下也瞑目 可是没想到 罗氏因此爱慕唐国公 死活不肯嫁给别人 唐国公也知道 她的身份若是嫁出去 怕是要吃苦头 被人嫌弃 因此才拿了她入府 这么多年 唐国公对罗氏母女一直不错 只看唐二小姐 比其他姐妹更高贵的模样 就知道 养出这样的性子 自然是老源于父亲的庇护 也是因唐国公的这份维护 因此罗氏母女早就忘记了自己的曾经的出身 如今被老太太当头叫破 叫所有人都记起来 相当出乎 罗氏乃是被唐国公从大狱里给买回来的 这样的身份 自然也叫人不屑 毕竟 都是买回来的 那罗氏与他们这些丫鬟 有什么不同 唐二小姐 又与旁人口中丫鬟养的有什么不一样 如今 还敢在老太太的面前 哭诉自己委屈 不也是原形毕露了吗 第三十三章 人算不如天算 二妹妹 快不要说这些抱怨的话吧 父亲母亲 对你已经足够恭运 唐大小姐 虽然之前嫉妒妹妹得了好婚事 可是自从听了唐国公夫人的话 心里不由对妹妹的未来 生出几分同情 她也知道 若是唐二小姐再这样下去 唐国公夫人说不准 可是老太太却一定会厌弃了她 唐国公一向都是个孝顺的人 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庶女 忤逆老太太 若当真叫唐国公 这位庇护他们的父亲都厌烦 唐二小姐以后 就算做了寻王妃 只怕也没什么好下场 她想要岔开话题 叫妹妹与自己在一旁坐着 陪着老太太说说笑笑 这事接过去就算了 也是为了能叫老太太心里高兴 大姐姐何必在这里装好人 我不得知 难道大姐姐 不才是最快意的那个人吗 从前还因婚事嫉妒我 如今在老太太的面前 大姐姐姐妹情深的样子 不觉得恶心 唐二小姐只觉得唐大小姐虚伪 这种虚伪 是沐下无尘的她最讨厌的 无论是唐大小姐之前讨好老太太 口口声声 带着姐妹们要给唐三爷成亲的时候 绣荷包 还是在唐国公夫人面前 奉承做个孝顺女儿 亦或是眼下 竟然还来拉扯自己 唐二小姐都厌烦气不得了 她虽然是娇滴滴的少女 可是用力甩开唐大小姐 却也不费什么力气 你们都听见了 这世间竟然还有这等不知好歹的丫头 老太太见唐大小姐 叫妹妹甩了一个亮枪 顿时恼了 云叔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时候 完全没有说话的份 只是也觉得心中生出几分诧异 老太太说的话我不敢认 没有善待 何来的不知好歹 唐二小姐娇若恶娄的身躯在颤抖 她此刻看着上房之中 都对自己不屑一顾的几个女眷 流着眼泪说道 我知道 我与姨娘爱了太太的眼了 因我姨娘得宠 太太的日子过得也不欢喜 见唐国公夫人震怒的脸 慢慢变得面无表情 她便哽咽地说道 可是情不知从何而起 亦往情深 父亲与姨娘之间是有感情的 太太是做正事的人 为什么容不得 难道非要逼死姨娘才高兴吗 难道父亲就不能喜欢姨娘吗 还有我 太太厌弃我 可是我也是父亲的女儿 凭什么不能得到父亲的疼爱 难道只有嫡子嫡女才算是个人 别人都不该出声 太太若当真这样想 也过于恶毒了 每个人都有恩爱的权利 也有被父亲爱惜疼爱的权利 你 父亲不喜欢嫡子嫡女 自然是因嫡子嫡女做得不好 父亲疼爱我与姨娘 就因我与姨娘 也有叫父亲疼爱的地方 太太与大哥二哥不知道寻自己的缺点 反来忌惮我们母女吗 唐二小姐这些话 已经憋在心中多年 见唐国公夫人咬着牙看着自己 便抹去了眼角的一滴青泪 仰起了美丽的脸 讥讽地说道 可是太太就算再刻薄 如今我也有了前程 这都是她自己争气 得到了寻王的青睐 嫡母就算打压忌惮她 妄图把唐大小姐碰上来 和她打擂台 也是白费心思 想到这里 唐二小姐越发凛然 何湘郡主匪夷所思地 看着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见唐国公夫人 眼底带着几分怒火 何湘郡主就知道 唐二小姐完了 真以为做了寻王妃 前程就已经定下来了 寻王宁愿迎娶唐二小姐 冲着的 也不过是唐国公府的威势 若唐国公府都厌弃唐二小姐 那寻王怎么可能 还将她捧在手心 老太太 切莫生气 还是叫她出去 这如今的女孩 临到嫁人的时候 自然是有许多的忧虑烦恼 因此说出一些失心疯的话 唐国公夫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默念来日方长 一边叫红了眼眶 十分委屈的唐大小姐 坐在自己的身边 一边对老太太轻声说道 看在她是要嫁出去的女孩 老太太这一次饶了她吧 她乐得在老太太面前 做出一副贤惠宽容的样子 当然 之后会不会有多嘴好事的 在唐国公面前告状 与唐国公夫人没关系 今日这事瞒不住 更何况唐国公机械不少 有乐意趁着这件事 踩螺石一脚的 自然也会动手 都不必唐国公夫人自己去告状 就有人做了 就叫她出去吧 老太太缓缓地说道 她乐意教导自己的儿子 叫唐三爷不要因宠爱丫鬟 就忽略了正妻 那是因为唐三爷是她的爱子 可是唐二小姐 这么一个庶出的孙女 在她的眼里又算什么 若唐二小姐孝顺 老太太自然十分慈爱温序 不论别的 只见老太太 甚至对身边的丫鬟 都很温和就知道 老太太是个慈祥的老人家 可若唐二小姐不孝顺 老太太自然也有雷霆之怒 不看远的 只看最近的珍珠 那也曾经是老太太十分喜欢的丫鬟 还为了她的终身用心谋算 可是一旦厌烦 发现辜负了她的疼爱 珍珠如今在唐三爷面前被疏远 也是老太太亲自开口 云叔就知道 老太太是个难得明白的人 她乐于给予可怜的女孩庇护与照顾 可是却不能做卑劣的的事 不是一味的宠爱维护 可是却叫云叔越发觉得 老太太是个很好的长者 不必你们赶我 日后 就算你们请我来 我也不会来 日后她成为寻王妃 就算他们这些长辈 想要巴结她 请她回这国公府中 她都不会给他们这个面子了 唐二小姐只觉得 今日受到的羞辱 来日自然也要全数叫他们知道 因此 哪怕一张雪白美丽的脸上 满是泪痕 却依旧高高地仰起了头 脚下裙摆荡起了优美的弧度 仰头走出了上房 她这样骄傲的样子 叫和湘郡主 只觉得可笑 她摇了摇头 见老太太身后的云叔 正给老太太顺着心口 目光不由一闪 只怕从前再没有人想到 珍珠让出了 自己在老太太的面前的位置 成功上位的 竟然是这样一个小丫鬟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老太太院子里 大大小小的丫鬟 也好几十人 却叫这么一个 才八九岁的出了头 不过 和湘郡主更乐意叫这样年岁小 且没什么勾引男主子的心思的 小丫鬟在老太太的面前 她玩耳一笑 只对云叔紧张老太太当没看见 倒是将目光扫过了 正低声与唐国公夫人说话的 唐大小姐的身上 见唐大小姐 虽然叫妹妹打了脸 可是却努力做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她对庶女都不大喜欢 因此 也并不喜欢唐大小姐 在嫡母面前的小心翼翼的奉承 便在心底哼了一声 母亲 前些时候与我三爷说 过一阵子 出去京城外的庄子上散散心 若是母亲与大嫂有空闲 不如一块过去吧 和乡郡主笑着说道 她就仿佛刚才唐二小姐抽风一样 闹了一场没发生一样 庄子 你们小夫妻自己去吧 我老天拔地的 实在不爱动她 你大嫂要主持中愧 宫中大大小小的事 都要你大嫂处置 也没有空闲 老太太很满意 唐三爷与和乡郡主 夫妻俩这样亲热 心里带着几分期盼的 扫过和乡郡主的小妇 她却没有催促什么 反而对和乡郡主笑着说道 只是你们夫妻俩出去 侍卫多带着些 注意些安全 她一向都不是在儿子儿媳之间 指手画脚的性子 因此也没有其他的叮嘱 我记得了 和乡郡主忙笑着说道 她如今倒是觉得 自己这婚事结得不错了 婆婆与轴里都省心 夫君也不是一个糊涂人 还有什么不好的 因此 和乡郡主便投桃报李地 对老太太继续说道 母亲 我娘家王府 昨日差人来给我送了几二贡品的绸缎 都是江南制造处今天的新花样 颜色有何事 你与大嫂二嫂的 我一会儿叫人给送来 这些进贡的绫罗绸缎 在皇家显贵的眼中虽然新鲜 不过也不过是姐妹儿的玩意儿 送王府是皇家王府 得到的贡品自然不少 国公府其实也有 都售在库房里 谁想要自己就去挑选 不过都是宫中的东西 就算挑选 也不可能十分随意贪心 何乡郡主叫人送来的 那就是更多些 也叫人心里喜欢 不都有一句话 叫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义重 何乡郡主念着家中的这份情谊 才是叫老太太最欢喜的 那你就送来 她也不拒绝 儿媳对自己的孝敬 做老人家的 谁不喜欢被儿媳们 捧着孝顺着呢 我就不必了吧 唐国公夫人笑着说道 怎么不必 嫂子正在盛年 穿戴的仙良 自然也有国公夫人的气度尊贵 何乡郡主说笑了两句 到底把这件事给定了下来 倒是云书没有想到 过几日何乡郡主身边的大丫鬟 之前对他十分善意的画书 带着几个小丫鬟 将何乡郡主孝敬老太太的绸缎 给虎泊入库 又轻轻把云书拉到院子的 没人的地方 这两匹料子是给你的 你也做几件好衣裳 第34章警断 云书见画书 拿给自己的那两匹料子 不由微微一正 继而脸红了 画书姐姐 这不合规矩 哪有一个小丫鬟 却得了别人的东西的 且见这样子就知道 这料子 一定是何乡郡主赏给他的 叫画书拿来 云书觉得怪怪的 哪里有不合适的 画书先将这两匹料子 放在云书的手里 这才笑着说道 怎么 你说换我做姐姐 难道只是哄我 不过是我给妹妹些料子 做衣裳罢了 难道我们丫鬟之间 就没有往来了 见云书没有说话 露出几分为难之意 他的目光不由越发柔和 握住云书的手轻声说道 更何况 咱们郡主也说了 你今日叫老太太欢喜了 这就是你最大的功劳 本就是府中的功臣 本就该赏的 原是我得了这个巧 在你的面前做了一把好人 云书这才迟疑了几分 若说是何乡郡主 做儿媳的感念 自己服侍老太太有功赏的 倒是事出有因 可是 服侍老太太 每天笑一笑 本就是我分内之事 哪里要郡主来赏我呢 这也不算什么功劳 她将料子推给了画书 画书便和声说道 别与我推推辞辞辞的了 不过是两匹料子 在咱们国公府里算什么 别人也是有的 若是只有你不要 难免叫旁人见了 心里也不舒坦 只是这料子 是我单独挑了 花色给你 因此才背着人拿给你 她见云书温柔和顺 想到了如今院子里的那个珍珠 不由心里轻轻叹了一口气 真是没想到 眼前这小丫鬟 比那珍珠 还有几分清明 云书这才收了 她垂眸看了看手里的 这两匹花色鲜嫩娇俏 显然是小女孩 喜欢的漂亮的绸缎 这才对画书轻声说道 那姐姐替我谢郡主的赏 她也知道 叫河湘郡主心里不痛快 只是这事儿 却还是往琥珀的面前 报备了一下 她觉得自己收了 河湘郡主手中的赏赐 有些不安 琥珀却并不觉得如何 平淡地说道 给你就收着 左右不过是 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 我明白 云书缓缓地说道 见琥珀的意思 河湘郡主 这并不是只赏了自己一个 不过私底下赏了 云书想了想 就明白了几分 河湘郡主出身王府 嫁状无数 出嫁的那一日 十里红装显赫无比 这份私产 不说唐国公夫人 就是府中二夫人胡适 恐怕就是比不上的 她诚心孝敬老太太 可若是大张旗鼓地赏赐 老太太院子里的丫鬟 讨老太太的开心 那岂不是叫二夫人为难 二夫人若是私房不够丰厚 必然不计她豪爽 那到时候 在老太太面前 岂不是孝心被比下去了 就算是二夫人咬牙坚持住了 也赏赐老太太院子里服侍的人 可是这样形成了攀比之风 那轴里之间的关系 就不要相处了 因此 和乡郡主才私底下叫人 给了这几个丫鬟 云叔想明白这些 这才心安理得 她虽然没有在老太太的面前 说和乡郡主赏了自己 可是老太太却似乎知道 最近的心情反倒不错 毕竟被儿媳妇看重 且儿媳又是懂事的 总是比较省心 不过虽然云叔没有对老太太说 可是却还是裁了些 这新鲜的料子 做了几个荷包汉金 还有帕子 这几样新鲜 老太太瞧着 心里也觉得有趣 又分给翠柳两个荷包 这一天 云叔正在屋里歇着喝茶 就听见外头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她走出去一看 且见是小丫鬟们的大屋那儿 正围了几个人 因也是在大屋里住过的 因此 她就好奇地走过去 却见是婴儿 正得意洋洋地收拾香笼 她到底是之前 在小丫鬟们之中掐尖的人 此刻 正把一把把的铜钱 往香笼里收拾 云叔还看见几块 十分好看的料子 一旁 婴儿的姐姐翡翠 正靠在门边 见了云叔 顿时翻了一个白眼 云叔也不理她 见婴儿正收拾好了那些箱子 还有一些简单的胭脂水粉 便拉了拉一旁的翠柳低声问道 她真的要去三房服侍 若去了三房 那和香郡主那儿 必定得有计较 打从和香郡主赏了云叔料子 却并不张扬 云叔就知道 这位看起来明艳爽朗的郡主 不是吃素的 不是一味地有勇无谋 与人情往来都十分看得开的 若是婴儿去给珍珠当小丫鬟 那日后在这三房里 怕还不及在老太太面前 体面清闲 可不是 听说去了就是二等丫鬟 服侍珍珠姐姐的 翠柳目光转了转 见翡翠没有留意 婴儿还在与几个围着 她羡慕得不得了的小丫鬟 高声说着 珍珠如何 如何在唐三爷面前有脸面 自己过去了 就是珍珠面前的第一人 便与云叔压低了声音说道 说是珍珠姐姐 亲口在三爷的面前求来的恩典 三爷也硬朗 虽然珍珠不过是个通房 自己也没仗着与唐三爷的情分 挣出一个姨娘来 可是英福试过唐三爷 到底身份不同 身边多一个二等的小丫鬟 倒是没有什么愉悦的地方 云叔不由苦笑了起来 按规矩 自然是不会愉悦 可是若论人情 何湘郡主怎么可能会高兴 她没有想到 在老太太面前那样温顺的珍珠 在去了唐三爷的面前 竟然还一套一套的 若当真老实 如今正是唐三爷新婚的时候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折腾起来 还要丫鬟 夹着尾巴做人 自认自己是个丫鬟出身 低调服侍何湘郡主 许何湘郡主还能容了她 还有一件事 我正想寻你呢 见云叔垂头若有所思的样子 翠柳也不在意 婴儿那双得意炫耀的眼睛扫过云叔 拉着云叔走到一旁低声说道 昨天晚上娘叫我传话进来 说是宋大哥家里头出了些事 叫人如今给赶出来了 见云叔诧异地看着自己 若是宋伯伯病重 前两天突然没了 他继母那人你知道的 见宋伯伯没了 哪里还肯叫宋大哥在家里生活 就把他给赶出家门 赶出家门 这怕是有些过分了 那家里本也有宋大哥的一份 不是吗 云叔皱眉问道 谁说不是 可他那继母硬说 家里都给败坏了 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那么一个宅子 只说宋伯伯临死之前说都留给他的 若宋大哥来要 就是不笑 翠柳便低声说道 我也没见到 只是娘过来说的 说是身无分文 大晚上的就给赶出来了 一件衣裳都没给 如今宋伯伯才下葬 他一个人在外头 仿佛成了孤魂野鬼 也不知道会怎样 爹心里有些可怜他 只是也知道 他不是那等心安理得 受人恩惠的性子 因此叫他如今 住在咱们的 那片地里的小茅屋里 给看地呢 这也好 有了安身之处就好 云叔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自然还记得 那位沉默寡言的高大少年 想到他被继母这样刻薄 他的心里总是有些不欢喜的 只是娘叫我跟你说一声 毕竟那是 你与我的地 叫人住在那儿 总是得叫咱们做主人的知道 陈白家的 若是不涉及碧柳的时候 自然十分知道势力 这样将宋家那少年 放在云叔与翠柳的地里 他也不会不打招呼 云叔便笑着说道 如今我知道了 叫陈叔与沈子安心就是 叫他住着吧 且叫云叔说 那少年有一双坚定的眼睛 有着那样眼神的人 他想 日后的前程必定不坏 只当是多个朋友多条路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翠柳顿了顿才小说说道 不过也不知道 宋大哥日后要怎么办 他总不能一辈子 住在咱们的地里吧 他不是会安居贫困的人 日后总是会找着前程 云叔见翠柳松了一口气 不由玩笑问道 怎么 你还心疼你的地 倒也不是心疼 只是若是个不知进取的 总是霸占咱们的地方 我心里不痛快 再可怜也没有拿咱们的私产填补的道理 翠柳这话说得十分有理 云叔也不由微笑起来点头说道 你说得对 救急不救穷 就是这个意思了 他会附和自己 翠柳眼睛顿时一亮 拉着云叔扭着不撒手 说自己最近做了什么活 跑了什么腿 等到了 婴儿招呼小丫鬟们 一块帮自己运香笼去三房 翠柳与云叔都躲了 这浩浩荡荡的 若是去三房 和乡郡主 只怕更不会高兴 果然 有几个机灵的小丫鬟就也没有跟着过去 到时有几个想要巴结翡翠婴儿 或者想要讨好珍珠的欢天喜地地跟了过去 这大屋里老太太的上房还有些距离 云叔也不担心 这里嘈杂叫上房的那些大丫鬟 与老太太们听见 只是到底觉得 婴儿这大张旗鼓的不大好看 他也没说什么 与翠柳告别 又把自己闲着无事做了的一些精致的花节 给了翠柳叫带出去卖了 这才回了上房 却见此刻老太太正撑着额头 听琥珀在说什么 听了一会儿 便摇头说道 这婚事不行 我不答应 叫你们大夫人过来 第35章联姻 什么婚事 云叔不由露出几分茫然 他怎么感觉 刚刚出去不久 就仿佛错过了很多很多 别问 珊瑚见云叔站在一旁露出几分茫然 便急忙拉着他出了屋子 这才低声与云叔说道 老太太因为这事心里头不是很乐意 是大公子的婚事 云叔这才有些了然 唐国公府大公子 乃是唐国公夫人嫡出的长子 是唐国公府的世子 这些日子 时常来得老太太请安 云叔也见过几次 是一位玉树临风的英俊少年 且因大公子十分孝顺 老太太是最喜欢他的 不是都说那么一句话吗 小儿子大孙子 都是老人家的心尖子 这放在老太太的身上 也十分合适的 毕竟这国公府之中 老太太第一喜欢的是唐三爷 第二喜欢的 自然就是这位唐国公世子了 唐国公世子 生得英俊优雅 文韬武略也十分精通 都被看作是 国公府下一代的组长 云叔记得 唐国公夫人 对这长子十分看重 并且 看紧的 等嫌唐国公世子面前 与世子年岁差不多的丫鬟 都不敢与这位世子多说话 因唐国公夫人 最不喜丫鬟勾引主子 因此 唐国公世子的面前十分亲近 仅有的几个丫鬟 也都并不生得十分妩媚美貌 都是老老实实 粗粗笨笨的性子 因这件事 云叔还在心中十分警醒 知道唐国公夫人不喜欢什么 因此越发谨小甚微 所幸他年纪小 唐国公夫人 也没怎么把这小小年纪的女孩 给放在心上 因此 云叔也与唐国公世子 说过几次话 虽然不过是简单的话 不过对这位唐国公世子的印象不错 是个斯文和气的贵公子 大公子的婚事怎么了 云叔好奇地问道 老太太怎么说不好 莫非是唐国公夫人 给唐国公世子 挑的这婚事不好 这不大可能吧 唐国公夫人是世子的亲娘 又不是继母 素日里最疼爱以众长子 怎么可能不给唐国公世子 挑一个最好的妻子呢 云叔只觉得 唐国公夫人的心里 怕不是皇家的公主 才能配得上唐国公世子呢 这用心挑选的人选 可是老太太却不喜欢 是怎样的人呢 他心中好奇 珊瑚却没有时间 与他多说什么 去了别处忙碌 倒是不大一会儿 唐国公夫人匆匆地赶了过来 见了老太太 急忙给老太太请安 之后 坐在老太太的身边 有些不安地问道 母亲 您换我来 是因大哥的婚事吗 他平住呼吸 显然是见老太太 面上露出几分不悦 老太太见他 有些忐忑地看着自己 也不多说废话 单刀直入地问道 我怎么听说 你给大哥定了 沈家的婚事 这婚事不好 若是还没有 与沈家有默契 你日后不要提及 云叔上前 给唐国公夫人端茶 且见唐国公夫人的脸上 露出几分为难 这 怎么了 您觉得沈家不好 母亲 沈将军如今位高权重 宫里的沈贵妃与八皇子 又是陛下最疼惜的人 唐国公夫人这么一说 云叔顿时觉得有些耳熟 想了想 不由恍然大悟起来 实在是发现 原来唐国公世子 要定的婚事 是他之前在陈白家 听说的那位沈将军 他想到 如今那位沈将军的权势 倒是明白 唐国公夫人 为什么会乐意这婚事 毕竟他一个小丫鬟觉得 沈家这烈火油烹的架势 有些叫人不安 可是在世家夫人的眼中 小丫鬟的这点 没见过时间富贵的小慌张 大概也不会有 云叔没见过真正的权势 因此才会觉得 位高权重 权倾朝野 叫人害怕 可是在士族的眼中 这不过是锦上添花吧 若是云叔不过是没见识 沈家的风光 在大人物的眼中 没什么好担心的 那云叔觉得这婚事不错 难道唐国公夫人 还能不及自己一个小丫鬟有见识 他既然能想到这门婚事 想必也会想到 这其中的许多了 沈家 老太太见唐国公夫人 并未与自己争辩 反而在紧张地听着自己的意思 便叹了一口气说道 沈家自然没什么不好的 不说宫里的沈贵妃 是个没有心机的性子 只说沈将军 就是难得的人一人后之人 我也听说这些年 他时常救济当年军中的同僚 为人极好 且还有一点 沈家与咱们唐家 也算是有些渊源 你家男人与沈将军 当年是同出军中 当年好的跟亲兄弟似的 就算是在朝中 如今因政见不同 有些疏远 可是这情分却并未耽误 您说的正是这话 虽然这些年 咱们家与沈家走动得少了 可是沈家这些年 在京城的形势 咱们也看在眼里 并未得知猖狂 子弟为人也谦虚 唐国公夫人见老太太 没有说沈家有什么不好 顿时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笑容来 在一旁对老太太笑着说道 更何况 大哥与沈家的宿景 也是打小而相识 虽然说之后 因男女有别 因此见得少了 可是宿景 在京城之中 一向都有极好的名声 我也是亲眼见过 无论是相貌还是为人 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 没有配不上大根的道理 唐国公夫人 见老太太沉默 精神不由一振 在她的心里 唐国公是子 自然是连公主 都配得上的人才 可是就算是公主 又怎么比得上沈家 大小家的实惠 公主不过是空有公主头衔 说是与皇家联姻 可是本朝 对公主也没有十分重视 换一个驸马的名声 在京城之中 就算最大的好处 可宿景虽然没有公主之名 然而她是 沈将军嫡出的女儿 如今沈将军全是赫赫 她的女儿 就算不是公主 可是比公主却荣耀多了 更何况 还有宫里的沈贵妃 与八皇子 只要八皇子顺利登基 那宿景就是新军的表妹 到时候 唐国公世子 与新军之间的关系 比那些驸马 还要来得清静 到时候 在新军的面前 自然会被重用 不仅国公府的荣华显赫 就是自己的荣耀 她只觉得百里挑一 再也挑不着 比沈家的宿景 更好的世子夫人了 老太太看着目光之中 闪动着点点光彩的儿媳 揉了揉眼角 唐国公府已经十分显赫 不必通过联姻增添光彩 她见唐国公夫人微微一愣 便缓缓地说道 这婚事极好 可是太好了 咱们国公府 若是不与沈家联姻 莫非就会衰败了不成 她揉了揉眉心 靠在一旁的软塌上 见唐国公夫人张口欲言 最后却不敢说点什么 沉默了片刻才继续说道 宿景这孩子 我也是看她长大 自然是极好的 容貌 性情 心胸 还有管家的手段 没有一处不合适 做咱们家的未来主母 可是沈家如今的权柄赫赫 我总是觉得这心里都不安 您是担心陛下 唐国公夫人便笑着说道 您多心了 宫里还有沈贵妃与八皇子呢 陛下那么爱重沈贵妃 这么多年深情不渝 除了沈贵妃这宫中 还有哪个嫔妃能与她抗衡 陛下看都不曾过 看过那些嫔妃一眼 只看着沈贵妃与八皇子的情分 陛下对沈家只会恩典 她怎么可能 不会因沈家的这份权势 感到担心 毕竟都唯恐帝王猜忌还有不快 可是皇帝如今深爱沈贵妃 就算是为了沈贵妃与八皇子 皇帝也不会对沈家做什么 毕竟八皇子日后登基 还得沈家来辅佐 那也不必为了八皇子日后的光彩 就去巴结这样的婚事 老太太却始终不肯松口 母亲 唐国公夫人不由露出几分央求 她是真的很希望儿子 能迎娶沈家的女孩 日后能够更上一层楼的 可是就算是再希望 她到底不敢与老太太反驳 你也别舍不得这门大好婚事 老太太撑着额头 有些疲惫地说道 我也说不出来 只是心里有些不安 你看中宿景 是因沈家的家事 可是我却觉得平安是福 她想要长孙迎娶一个 不必十分显赫 可是家中却更加稳妥 日后能叫唐国公世子 安心家中后宅 自己可以在前朝打拼个妻子 更何况 沈家如今正是最强势的时候 这联姻 老太太虽然说不出来 到底哪里觉得不大舒坦 可是她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也不是没见过世面 这份不安 叫她决定不要与沈家联姻 云叔站在一旁 倒是觉得 老太太的确是十分谨慎的意思 可是 唐国公夫人却迟疑了起来 怎么了 你还是非要结亲不成 老太太便皱眉问道 母亲的话 我哪里敢不听从呢 唐国公见老太太有些不悦 顿时陪笑 不安地说道 可是母亲 这婚事其实 其实是国公爷与我提及 说是要我从沈家女孩里 挑一个做媳妇 我初始也担心 还想着 大哥若是不娶宿景 那国公爷想要与沈家联姻 不如把咱们府上的女孩嫁过去 可是国公爷却偏不同意 只要娶一个回来 第三十六章 母子之争 这就叫唐国公夫人十分为难 她不能不听从婆婆 可是女子以福为天 又不能拒绝唐国公 你说 她是这么说的 老太太突然脸色凝重了 云淑就见老太太的手 有些微微颤抖 一时有些茫然 难道老太太因为这件婚事 对长子唐国公不高兴吗 正是如此 我也说 大丫头一向都是好的 沈将军西夏 也有年纪相仿的公子 虽然大丫头是个庶女 可是也算是我西夏养大的 若是要联姻 既在我的名下 冲作嫡女也是好的 可是国公爷却偏不肯 见老太太突然不说话了 唐国公夫人也恐婆婆误会自己 急忙解释说道 她就相中了宿景 说是何事自己的儿子 老太太 你也想想 我也做不得国公爷的主 她便轻叹了一声 当然 她心里对这婚事是极满意的 不然 就算是唐国公乐意 她也不会乐意 既然是她的话 那我再想想 老太太仿佛一下子 失去了力气似的 靠在了软塌上 她见唐国公夫人不安地看着自己 便白手说道 大哥的婚事 你不必急 就算是看中了宿景 也不必此事开口 至于眼下 你只管这大丫头的婚事就好 毕竟二丫头订了寻王府 大丫头做姐姐的 若是不出嫁 反倒叫妹妹抢了先 总是脸上难看 见唐国公夫人毕恭毕敬地答应了 她这才疲惫地说道 既然你已经与我说明白了 就回去吧 那国公爷那里 您要不要与她说说 唐国公夫人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必 我若是想见她 自然会叫她来见我 老太太平淡地说道 她既然这样说 唐国公夫人就不敢说其他的话 站起来退出了上房 她才退出去 老太太就歪在了榻上 许久没有说话 老太太 要不要叫大夫 见老太太不舒坦 琥珀上前低声问道 叫什么大夫 这怕不是恨不能我赶紧一命呜呼 老太太便捶泪 对琥珀低声说道 只想着自己的义气 也不想想 我这心里头怎么受得住 她这样伤心 一时琥珀几个都慌张了起来 老太太本就是上了年纪的人 若是时常这样伤心 那还了得 因此 云叔也叫琥珀 上前陪着老太太说话 只是老太太的情绪一直都不好 这些时候上房之中 就少了几分欢快 多了几分沉闷 这份沉闷 连时常来给老太太请安的三位夫人 都察觉出来 唐国公夫人 自然心里有数 因此越发有些紧张 倒是二夫人胡适 与明依俊 都有些茫然 只是老太太神色总是奄奄的 哪怕孙满堂都在面前说笑讨好 却一直都没有说笑的兴趣 这就十分尴尬了 因此过不了多久 唐国公夫人 实在受不住这样内心的煎熬 就去与唐国公说了这件事 这一天都快到了晚上 云叔叫琥珀 安排在老太太的房中值夜 正给老太太端了一碗桂花羊乳 就见外头走进来一个 高大挺拔的英俊的中年男子 这男子不苟言笑 目光内敛 看起来充满了气势 云叔见着正是唐国公 忙将老太太手里的碗接过来走出去 他也看出 这母子俩是有话要说 因此将碗放在小厨房的灶台上 见已经有两个灶台上的服饰人 拿了些热乎乎的吃食给自己 就道谢 也不急着回去 坐在一旁的小凳子上 把一碗炖的软烂的银耳羹慢慢地吃了 这在夜里还有些冷 吃了这碗银耳羹 云叔觉得浑身都暖和了起来 他只觉得 这银耳羹入口很少滑嫩 吃得一干二净 这才对灶上的人道谢 慢悠悠地往回走 走到老太太的门口 就听见里头传来 老太太带着几分恼怒的质问 你怎能做这样的事 老太太仿佛气得不轻 云叔微微一愣 就避开了 走到远远的廊下去守着 他只觉得 老太太似乎很是恼火 可是却不明白 老太太为什么这么生气 他也不知道 唐国公要怎样跟老太太解释 老太太愤怒的事 只是这虽然春夏交替的时节 可是这天到了晚上 天都已经黑透 云叔是真的感觉有些冷了 他本穿的就有些单薄 毕竟也不知道唐国公要来 还要逼出来 因此穿的不过是薄薄的单衣 此刻跺脚都不敢大声 他把两只手都捧在自己的眼前 吹着热呼气 刚刚吃了的那碗银耳羹的暖和 勉强还叫他能够忍耐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见老太太屋子的门被打开 之后 唐国公一脸平静地走出来 他脸色冷淡 目光如电 豁然看向廊下 见廊下一个小丫鬟缩头缩脚 正慌忙给自己服了服 唐国公的目光冷淡地转移 脚下顿了顿 回头看了看老太太的屋子 这才扬长而去 见他走了 云叔也等了一会儿 才往老太太的面前去 因老太太不惜晚上睡觉职业的人多 因此 每天晚上只有一个丫鬟陪着老太太 等着晚上叫水的时候 此刻云叔回去 老太太面前 只有他一个 他见老太太有些难过地坐在椅子里 便进里屋 把老太太的床给扑了 这才回来对老太太轻声说道 老太太 天色晚了 您还是先歇歇 什么事 都不及您的康健要紧 就算与国公也有话要说 也得叫自己的身子好些 你刚刚在外头 我有点饿了 才去了厨房吃了些东西 刚才门口没见你 你在院子里等着 院子里冷得很 我在廊下躲疯了 云叔笑着说道 你是个好孩子 只要不是叫老太太厌弃 老太太对丫鬟都很温序宠爱 摸了摸云叔的手 见他手背冰凉 不由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也是个懂事的孩子 我没看错你 只是今天晚上也磋磨你了 云叔这样单薄 却在外头动了不知多久 老太太倒是也心疼云叔 握了握云叔的手缓缓地说道 我与你们国公爷 也没什么话要说了 他乐意如何就如何吧 他显然是叫 长子给气着了 云叔笑了笑 也不说话 轻声说道 若是这话叫国公爷听见 国公爷心里只派惶恐 他若是惶恐 怎么会给你们世子定亲这么多的事 也擅作主张 我常听府中的人说起 国公爷在前朝权柄和和 并不是一个会轻易行事踏错的人 云叔见老太太争冲片刻 想到老太太对自己的好 不由感念几分 轻声说道 这话原不该我说 只是国公爷不是一个会随意做决定的人 既然做了联姻的决定 必定是有国公爷的道理 他听见老太太哼了一声 一边扶着他去睡觉 一边轻声说道 可是国公爷心里更惦记老太太 若只是擅作主张 不把您放在眼里 又怎么会匆匆而来与您解释呢 国公爷对老太太一片孝心 也希望这世间能有双拳法 双拳法 老太太不由念了一句 亦则称全国公爷联姻之意 亦则希望老太太每天欢喜安康 这大概就是国公爷希望的双拳法了 这话说得欲贴 老太太闭了闭眼睛 本有些恼火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意 你这话倒是也没错 你们国公爷本就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 不必老太太说 看都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老太太每日里 除了殷世子的婚事之外 每天都很开心 这自然是因儿女孝顺的缘故 可见不必多说 只看着老太太就知道 不仅国公爷 就连代夫人 这夫里所有的主子 对您都是一片孝心 因此才叫您每天都高兴 更何况 我也不怕与老太太说 左右这儿也没有旁人 前些时候 郡主赏了我两匹极美的料子 缘故也不过是因 我能讨老太太一笑罢了 这份心意 是主子们对您的心意 反倒叫我受贿 因此才感同身受 你呀 素日里看着不言不语 是个不爱说话的性子 可是一说道理 一套一套的 老太太笑着点了点云书的额头 不过 她倒是叫云书提醒 回想到了唐国公对自己的孝心 想到唐国公的苦衷 一时心里不由叹息了一声 可是 我真的不愿意这门婚事 你知道你们世子 那样的人中俊杰 从小就出色 叫我说 这京城之中 士族多顽固 跟你们世子一般出息的不过 您对世子是一片疼爱 难道国公爷反倒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了不成 国公爷无论怎样 总不会害了世子 云书见老太太脸上紧绷的皱纹 都慢慢地松缓了下来 见他躺在床上 便给老太太掖了掖被子轻声说道 万事还有国公爷在呢 您只安心地过日子 如今为了写不安的事 就夜不能寐 那才成了国公爷的罪过 他眉目柔和 老太太看了他一会儿 许久之后才摸了摸他的发顶 再心情不好 怕是叫你的这份安慰都白费了 第37章 罗姨娘 这点安慰算什么 只要您能不要再难过 叫我做什么都乐意 老太太一直都对云书极好 也没有因云书 不过是个小丫鬟 就对他非打即骂 云书其实觉得 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坏 若是换了旁人家中 做丫鬟得多辛苦 若不是做丫鬟可怜 那这世上的人 都叫爹娘给卖进来当奴婢了 他得了老太太的恩惠 自然希望老太太过得自在 能长命百岁 只是这些话叫云书自己说 倒是有些愉悦了 他也不过是个小丫鬟罢了 见老太太的确心情好了 许多睡下 他也睡在了屋里的小炕上 等到了第二天 他因职业 这一天就不必在老太太的屋里服侍 因此 就与琥珀打了招呼 回去自己的房中歇息 睡到了日上三竿 他才起身 因同屋的二等丫鬟 给他留了饭 他看了一眼 见识两样精致的尚未有人动过的菜 就知道这是同屋的丫鬟 给他特意准备的 心里也有几分感念 用屋子里的炉子热了些茶水 都倒在饭菜上 混在一块儿胡乱地吃了 云书这才出了屋子 他一出屋子 就见翠柳松开了自己正打扫院子的扫把 往自己的面前跑了来 怎么了 怎么这么急 告诉你的好消息 翠柳一边从荷包里 拿了些蜜筋喂给云书 一边得意地说道 宋大哥可算不必在咱们那住着了 他似乎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云书倒是下意识地吃了蜜筋含糊地问道 他找着差事了 他这样问 翠柳不由也诧异地问道 你竟然能猜到 见云书看着自己露出浅浅的笑意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是我嫌弃宋大哥 只是我没有你那样心大 由着宋大哥在自己的地方住在 人家有困难的时候 帮一把就是了 你总是与我爹说的话一样 只是我是小气的人 总是觉得不大乐意 翠柳倒不是嫌弃宋如柏 只是因早年被姐姐碧柳给伤着了 总是会对占了自己东西的人有些警惕 毕竟早年碧柳也是先借我用用 翠柳就有许多的东西拿不回来了 他也知道自己有点小气了 又有些脸红说道 倒是宋大哥人实诚 我倒是有些小人之心了 他看了看四周 就与云书低声说道 他已经搬家了 搬走之前 托爹爹帮咱们留了五两银子 说是你一半我一半 五两 这留得多了 云书轻声说道 不过世间茅屋 宋如柏也不过住了几日 没有多久 哪里需要五两银子 他乐意给 咱们就收着 咱们不是他落难的时候的帮助 比正常的 自然要他回报 翠柳哼哼了两声 见云书没有说话 急忙说道 他如今也不缺这五两银子了 前些时候 我爹说他去见了沈将军 沈将军知道他如今 被继母赶出来 想着从前跟宋大叔的交情 还有他如今孤苦可怜 把他送去给八皇子当了侍卫 飞上枝头了似的 翠柳都没有想到 他一翻身 就翻身去了八皇子面前 八皇子都说是 未来的皇帝 那他岂不是日后皇帝面前的人 这倒是极好的差事 只是他家里的继母 没有闹起来吗 云书想到 宋家那继母 不是个省油的灯 不由关心地问道 听说到处嚷嚷他不笑 只是他平日里 欺负宋大哥的恶行恶状 都叫人看在眼里 人家亲爹尸骨未寒 他就撵走了宋大哥 这样刻薄狠毒 谁会理睬他的嚷嚷 因此宋大哥是不担心的 翠柳就对云书兴奋地说道 咱们俩是没有亲眼见到 不过我娘说看见了 那女人叫沈家的一位公子 一鞭子抽在身上 抽得皮开肉绽的 听说是沈将军的吩咐 他若是再敢败坏宋大哥的名声 沈将军就送他去天牢呢 这倒是好事 云书眼睛亮了 虽然与宋如柏 不过是庶面之缘 可是能见到狠毒的继母 没有败坏他的前程 他也为他高兴 他如今不缺银子 听说八皇子的面前金山银山的 哪里在乎这一点 我爹说 他也不是一个愿意赖着 人家人情不还的人 若是咱们不要 他怕是心里不能安宁 我觉得这也好 左右也不过是没关系的人 一锤子买卖也就算了 老太太院子里的活也不多 翠柳今日扫了院子 就没有别的差事 因此 乐得与云书在角落里磨牙 倒是云书十分喜欢 与翠柳一块说说笑笑 左右今日不必去老太太的面前 他乐得轻松一天 先去了小厨房讨了些点心 还有茶水 就与翠柳去了国公府的花园里 躲在一处假山后头吃点心 这清闲的日子 春风和暖 天空碧蓝白云朵朵 两个小丫鬟坐在一块 你一口我一口的吃点心 倒是十分惬意 你就好了 如今也是有体面的人 去了小厨房要点心 灶上的人那样巴结你 云书去小厨房要点心说要自己吃 灶上的人 恨不能把眼前的好东西 都给云书塞一些 云书拿了不少的点心 翠柳就有些羡慕地说道 换了咱们这些小丫鬟 他们里都不会理睬 这些灶上的人 也是看人下菜碟 在老太太面前得宠些的 他们就使劲巴结 若是不得宠的 眼皮子上了天去 就没有你这个人 往后你也能进老太太的屋里 到时候 他们也就巴结你了 还得熬着呢 云书是特立 幸运些 不然其他的小丫鬟 想熬到大丫鬟的位置 怎么也得七八年 翠柳捧着脸滴滴地哼了几声 却没忘了往嘴里塞点心 一边觉得甜腻了 又喝了两口温温的茶水 好享受的样子 对云书说道 我娘正给姐姐寻亲事呢 前些时候说是相中了一位秀才 可是爹爹却不乐意 姐姐正在家里哭闹绝食 我想着 爹爹怕是要如了她的心愿 碧柳想做秀才娘子 想往后做大官太太 这些翠柳都能知道 只是她爹成白之前不同意 翠柳就觉得 必定是有些缘故 如了她的意也好 到底也是你的姐姐 如意了 日后许就不闹腾了 云书正与翠柳低声说话 突然就听见 身旁假山一侧的十字小路上 传来了脚步声与拉扯声 之后 一把柔柔弱弱 带着几分病弱娇嫩 含着几分忧怨的声音传来 国公爷 国公爷你要去哪里 你当真不理我了吗 这声音含着哭腔与可怜 云书听见 这仿佛是唐国公与一个女子 想到昨夜 唐国公那双犀利仿若刀锋的眼睛 只觉得身上透出一股凉气 哪怕他知道 唐国公不是一个冷酷的人 可是却依旧畏惧这位 国公府上的顶梁柱 他一把捂住翠柳的嘴 却发现 翠柳的手也伸出来 捂住了他的嘴 哪怕是怕这位主子 怕得不得了 云书都依旧想要笑了 他与翠柳 透过有些空洞的假衫 隐隐绰绰地看见 唐国公正与一个 生得美貌憔悴的中年妇人 纠缠在一块 这妇人生得有几分 与唐二小姐相似 只是一双秋水一般的眼睛 却带着几分楚楚可怜 与唐二小姐的清高 自诩全然不同 云书就知道 这怕就是传闻中 唐二小姐的那个生母 罗姨娘了 只是他们两个小丫鬟 如今撞见唐国公 与妾室说私房话 这若是叫唐国公见到 怕唐国公是要勃然大怒的 毕竟 窥视主子的私事 这简直罪该万死 因唯恐被唐国公治罪 云书与翠柳越发不敢出去 心里也都后悔 早知道 就不在花园里逛了 你到底想做什么 唐国公冷猛地问道 他一把扯开罗氏的手 完全没有半点柔情蜜意 云书瑟缩了一下 对服侍自己多年的女人 都这样冷酷 可见对小丫鬟 更不会有同情心 他只担心唐国公发现了他们 就叫人乱棍打死了他们俩 翠柳果然也抖了抖稚嫩的肩膀 事到如今 都过去这么久 国公爷还是不肯原谅我吗 罗姨娘的声音里 带着几分哀愁与伤心 他想要扑到唐国公的怀里 求唐国公心软 可是见唐国公无动于衷地看着自己 不由素素地落下眼泪 红着眼眶哽咽说道 国公爷难道不明白我的苦衷 二丫头的婚事 我承认自己动了心眼 可是二丫头是我的亲生女儿 除了我 谁还能为她真心谋算 夫人 我知道夫人正给她寻婚事 可是寻来的都是什么 不过是些薰贵数字 还有一些寒门读书人 你不满意 唐国公冷猛地问道 夫人怨恨我夺走国公爷的心 因此怠慢到二丫头 可是国公爷 寒门读书人生活多么凄凉我不与你说 可是那些薰贵数字 怎么配得上二丫头的品格 罗姨娘不由垂类 她风姿绰约地立在假山旁红着眼眶说道 怎么可以叫二丫头做数子席 日后低人一等呢 数子席在婆家 永远比不上人家嫡出的儿席 一辈子低人一等 这怎么可以 第38章 无情 这么说 你还有苦衷 云书听见唐国公这样问的时候 都替罗姨娘捏了一把冷汗 这其中的计较 还有厌烦 傻子都听出来了 二丫头是我的孩子 哥哥的外甥女 国公爷 你远信叫哥哥的外甥女 就这样沦落 哥哥没得早 如今他的后人 只有二丫头一个了 罗姨娘露出几分哀怀 见唐国公沉默地看着自己 不由红着眼睛哽咽地说道 若是还在当年 二丫头也是官换门第的小姐 那个时候 若哥哥还活着 一定把他当作掌上明珠一般宠爱护着 绝不会叫二丫头 有半点不如意 如今哥哥没了 国公爷 我只是不忍叫二丫头 日后跌落在地上 这有什么不对 他嘀嘀地哭起来 云书先是有些茫然 之后就想到 翠柳曾经跟自己说过 唐国公早年 与罗姨娘的兄长是好友 也是因这样 好友家中被抄家 他才会在好友死后 把好友的妹妹 接到国公府里安顿照顾 可见 唐国公对这位好友 还是十分看重的 如今罗姨娘搬出自己的哥哥 虽然叫人觉得情有可原 可是云书却实在心里有些不舒坦 这真是 如今做错了事 还拿死去的人做勤奋 令人不耻 只是唐国公却沉默了很久 之后才冷冷地说道 罗家抄家 是罗家自己做错了事 你早就跌落地上 和他二丫头可怜 见罗姨娘不哭了 仰头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 唐国公晦瑟的声音就流畅了许多 平静地说道 你也不是什么官宦小姐 不过是被我买回来服侍的姬妾 有什么脸面 叫二丫头 把自己当成精尊玉贵的人 且她也不过是个庶女 与大丫头比起来 没什么两样 自己当自己是枝头的凤凰 也该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 国公爷 这些年 我看在你哥哥 对你十分纵容 没想到叫你越发有了野心 敢在我的面前装神弄鬼 唐国公慢慢走到了颤抖起来 越发单薄可怜的罗姨娘的面前 伸出手指来 捏住了罗姨娘血白精致的下额 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她的脸抬起来 居高临下地 看着这色缩的可怜的女人 轻声说道 我没有答应的事 你竟然敢替我答应 你不过是个妾室 夫人是家中主母 别说她没有搏带过你 就是她如今把你打死 也不过是处置一个奴婢 云叔趴在假山上 只觉得这话冷酷的叫人浑身发冷 这份末世还有冷酷 令人不寒而栗 她一个置身室外的小丫鬟 都会这样感觉到 更遑论罗姨娘 她身体都僵硬了 脸上还挂着泪痕 却看着垂眸 冷冷地看着自己的唐国公 动弹不得 颤抖着问道 国公爷 你 你说什么呢 你与我说笑话而哄我 是不是 她本以为 自己在唐国公的面前是不同的 是与唐国公后宅的 其他妾是不同的 可是唐国公 竟然说出这样冰冷的话 说她是个奴婢 是主母面前的奴婢吗 这仿佛晴天霹雳一样 叫她一双手 紧紧抓住男人的衣白 哽咽地问道 你 你明明喜欢我的 认清自己的身份 唐国公把她往一旁一扔 冷声说道 自己送上门来 给我做妾室 看在你哥哥的面子 我收留你 给你荣华富贵 给你一席之地 你以为我当真喜欢你 她平静了片刻 一双有黑深沉的眼底 却泛起了点点波澜 看着可怜的尾顿 在一旁哭泣的美丽女子 缓缓地说道 你真是给你哥哥丢脸 她的声音里 透出几分失望 罗姨娘豁然看着她 却见唐国公 已经垂头谈了谈一百说道 至于二丫头的婚事 求人得人 这是你 与她要的婚事 随便你们 不知好歹的东西 她冷冷地眯起了眼睛 国公爷 你讨厌我不要紧 可是二丫头是你的骨肉啊 见唐国公对自己 没有什么宽容 罗姨娘只觉得血脉倒流 浑身一瞬间血都凉透了 却还是挣扎地扑过来 攥紧唐国公的手 拼命地哭着说道 老太太与夫人刻薄她 还有谁会看得上她 会尊重她这个王妃 国公爷 二丫头命苦 脱身在我的肚子里 只能做一个庶女 可是她往后的人生 不能再耽搁了 她此生只有唐二小姐一个女儿 若是唐二小姐扶不上去 那她在国公府日后也就完了 只要唐二小姐 能坐稳寻王妃这个宝座 那她在府中自然是有地位的 自然也会叫人尊重 哪怕是唐国公夫人面前 也会有她一席之地 想到这里 罗姨娘越发不能叫唐二小姐吃亏 可是唐国公却勾了勾嘴角 脱身在你的肚子里 是她自己投错了胎 与我有什么相干 见罗姨娘抱着自己的腿 慢慢地滑落在地上 一开始的那份温柔浅泉的 妩媚与柔情全都不见 唐国公也不在意她 抱着自己的腿哭泣 哼笑了一声说道 她的嫁妆都是府中规矩 若是你觉得减薄 你做生母的给她补上 自己没有那份能耐 却来我的面前哭诉 难道二丫头要怪的 不都应该是你这个没用的 犯官之后的生母 这一句句话仿佛刀子一样 刺入罗姨娘的心口 她仰头正正地 看着唐国公流泪 云书听见唐国公这样冷酷的话语 越发不敢与翠柳出声 她算是撞见了唐国公 与罗姨娘的争执与反目 这其实 若是机灵些的 回头去唐国公夫人面前卖个消息 叫唐国公夫人爽一爽 许还能得国公夫人一大笔银子 云书苦中作乐地想象了一下 那美好的满是银子的未来 之后就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谁敢把今日的事往外说呀 只能烂在肚子里 遇见了谁都不能告诉的 他只求唐国公没有发现自己与翠柳 不会责罚他们罢了 因心里慌张惊恐 云书就安静地与翠柳色缩地靠在一块 不敢说话 只听见罗姨娘在假山之外哭了好久 似乎发现狼心如铁 唐国公完全没有为他流泪心疼的意思 这才哭着走了 等他离开 云书就听见假山之外 传来了慢慢的脚步声 这脚步声越来越近 仿佛踩在人的心口一般 云书和翠柳都要窒息了 过不了多久 就见自己与翠柳不远处的空地上 一道绣着卷云纹的袍子一脚闪过 云书僵硬了一会儿 战战兢兢地抬头 他的对面 唐 公正冷冷地看着自己与翠柳 此刻两个小丫头 互相捂着对方的嘴正色缩在一块 跟两只小鞍唇似的浑身都在哆嗦 可怜兮兮地 看见唐国公目光冷漠地看着自己 那深沉的威势与凛然的气息 都压得云书和翠柳 越发不敢站起来 他们躲在一块儿的样子 也在唐国公的眼底 他看着这两个不知分寸的小丫鬟 又看了看他们眼前 还没有吃完的点心和茶水 骤然冷笑了一声 这一声冷笑叫云书回了神 急忙放开了翠柳 趴在地上请罪说道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知分寸 带了点心与茶水来院子里闲逛 讨扰了国公爷赏园子的雅兴 都是我的错 他咬了咬牙 对唐国公继续说道 求国公爷责罚 他只说是自己偷懒打搅了 唐国公赏园子的雅兴 却绝口不提罗姨娘之事 显然 他的意思是 罗姨娘刚才的种种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 也是奴婢的错 翠柳见云书请罪 急忙也说道 我与小云一块来的 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唐国公看着这两个 战战兢兢的小丫鬟 见云书还推了推翠柳 翠柳却不肯叫他一个人 拦在面前 不由眯起了眼睛 雅兴 他还有什么雅兴 唐国公冷冷地哼了一声 一只手压在腰间的玉带上 不知在想些什么 云书只担心唐国公一怒 把自己给弄死 只是许久没有 察觉到唐国公的动作 却还是感觉到唐国公的怒气 毕竟叫小丫鬟 看见自己与妾室纠缠 这对于一位国公来说 是真的丢脸 国公爷就在此刻 唐国公身上冰冷的气息越发凛然 叫云书几乎软在地上的时候 却听见园子里传来了 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 云书一愣神的功夫 却见唐国公已经微微侧身看去 之后一道人影 匆匆而来说道 前头沈将军府来人了 说是有事与国公爷商议 因此 翠柳 小云 这有些诧异的声音响起 云书豁然抬头 却见是翠柳的父亲 陈白带着几分莫名的奇怪 看着自己 他只觉得眼眶酸色 却听见翠柳已经哭了起来 怎么 你认识他们两个 唐国公突然开口问道 此地的形势有些不妙的样子 看见云书和翠柳 趴在地上哭 不远处还有点心茶水 陈白的目光之中 露出几分茫然 却还是说道 翠柳是我的小女儿 今年才送进来服侍主子 小云也是常来我家里走动的好孩子 他们俩还小 国公爷 他露出几分要求 第39章 赤城 唐国公又沉默半声 不知在想些什么 陈白也变得忐忑起来 子不教父之过 都是奴才的错 没有好好教导 他们两个 陈白虽然依旧不大明白 这两个小丫鬟偷懒被抓 为什么这样惶恐 可是还是对唐国公轻声说道 奴才回去会好好训诫这两个丫头 他瞪了云书与翠柳一眼 呵斥说道 不知道怎么服侍主子了吗 还不给主子赔罪 他这一开口 云书和翠柳 却仿佛有了主心骨 老老实实地给唐国公说道 国公爷饶了我们吧 国公爷 您看 陈白这才对唐国公陪笑 唐国公看了他许久 陈白急忙垂头 走吧 唐国公显然也看出 陈白对这两个小丫鬟 有庇护之意 冷哼了一声 顿了顿说道 不该听见的 都给我烂在肚子里 他这句话说完 扬长而去 陈白也顾不得 这两个仿佛大难逃生 此刻软在地上 吓得不轻的小丫头 拿手指点了点 他们两个的额头 转身追着唐国公就跑了 只是假山之后 重新寄进空旷下来 云书就知道 唐国公这是看在 陈白的体面 因此放过了他们 幸亏陈叔在 不然咱们俩 可不是 幸亏有跌点 你不知道 我以为国公爷 要宰了咱们两个 翠柳靠在云书的肩膀上 心有余悸地说道 不过国公爷虽然不深究 他叫咱们 不要把这事往外说 就不要说了吧 云书犹豫了片刻 见翠柳急忙点头 这才小声问道 会不会对陈叔 有什么不好的事 唐国公虽然看在 陈白的面子 没有责罚他们两个 可是陈白是 唐国公面前的管事 唐国公会不会 迁怒他呢 云书有些担心 翠柳想了想 却摇头说道 不会 若是国公 也要迁怒我爹 刚才就发作了 难道主子们 还要对奴才隐忍不成 他这话说的也在理 只是云书 到底担心了好几天 等翠柳说 陈白在唐国公面前 依旧体面风光 云书这才放下了心 因已经快到了夏日 天气十分炎热 云书就想着 给老太太缝了一套 柔软又透气的衣裳 且用着这国公府里 最好的料子 云书只觉得 入手的这薄纱的料子 又轻软又凉快 因此又给老太太 做了两件请衣 想着平日里 在家中的时候 穿着也更凉快 他如今只专注 给老太太绣衣裳 因此处处用心 无论是绣口的 绣得栩栩如生的 莲花图样 都清清爽爽 瞧着也都十分清凉 老太太倒是 也喜欢云书做的衣裳 虽然他的屋子里 也存着冰 并不十分炎热流汗 可是却觉得 云书做的衣裳 穿起来更舒服 因此 他见云书小小年纪 因为了给自己做衣裳 闷在房里快一整个月 到底联系他是个实心眼 因此给他放了几天假 叫他可以松快松快 云书却并不只是 因为了给老太太做衣裳 才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实在是因 他被唐国公给吓着了 哪里赶出去 叫唐国公看在眼里 再记得自己撞破了 罗姨娘与他的纠缠 因此 才趁着给老太太做衣裳 躲在上房里不出去 只是没想到 这躲着主子 老太太却觉得 他是个实称的姑娘 因此格外联系他 素日里无论是吃食果子 还是府中做衣裳 都想着叫琥珀给云书留这份 因老太太对自己这样慈爱 云书想到自己 躲在老太太的房里 做衣裳 不过是用了不多的时间 其他的时间 不是吃着枸杞茶顺云片膏 就是吃着新鲜的果子 闭目养神 要么就是自己做些小花节 来预备拿出去 给陈白家的卖钱 就越发羞愧 他赶着老太太 给自己放假之前 又熬了两天晚上 给老太太做了一套鞋袜 老太太叫他 拿到自己面前 摸了摸厚厚软软的鞋底 还有绣着精致 缠织花纹的雪白的袜子 见云书眼睛都熬红了 不由叹了一口气 这孩子 他也没想到 云书是得了恩惠 就恨不能涌全相报的性子 若说偷懒 他这里的活儿本就轻松 谁不是吃吃喝喝就过来的 可是云书 却觉得对不住他了 老太太也曾长家几十年 哪里看不出云书的心思 也正是因此才觉得 云书这小丫头 更赤诚一些 我出去几日 老太太身边就没有新鞋袜 因此 我才想着做一套备用 也是叫我的针线 时常在您的面前 您别忘了我 云书到底年纪小 露出几分撒娇的样子 老太太不由笑着 摸了摸他的手问道 你出去了 可有地方去 他还记得 云书家里不好 云书忙说道 翠柳这两日 也有嫁要回家 我与他十分要好 陈叔与婶子 都对我十分疼爱 因此 我也把他家里 当成半个家呢 翠柳 翠柳没有在老太太的面前 服侍过 老太太不由好奇地问道 也是老太太院子里的人 与我一样的小丫鬟 与我仿佛姐妹一样 云书认真地说道 既然你与他好 那就是真的好丫头 下一次叫他来我面前 我瞧瞧 老太太倒是觉得 云书的眼光不会很差 云书脆生生地答应了一声 因想到转过年 听老太太 要放出去几个年纪大了的大丫鬟 到时候 也是要提拔小丫鬟的 不由大着胆子说道 翠柳的爹是 国公爷面前服侍的 他与陈叔都是中心的性子 翠柳做事也凌厉 在能帮着翠柳 在老太太面前露脸的时候 云书才不管一旁翡翠 看自己的那喷火的眼睛呢 翡翠心心念念 想叫妹妹婴儿进来服侍老太太 到处钻营 如今把婴儿塞去服侍珍珠 那云书为什么不能帮翠柳筹谋呢 更何况 若是日后都要在老太太面前服侍 云书也更希望 是与自己要好的翠柳 是陈白 老太太想了想 不由难难地说道 他的女儿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唐国公身边的管事 老太太自然也都认识 想到翠柳是陈白的女儿 他不由笑着点了点头说道 陈白就是个精明的性子 他闺女错不了 想当年他这婚事 还是我给赏赐的 叫他过来我瞧瞧 陈白家的闺女 如今是个什么模样 他难得对翠柳有了兴趣 除了心有不甘的翡翠 余下的大丫鬟 对这些与自己没有威胁的小丫鬟 都不会十分抗拒 因此 珊瑚扬声答应了一声 就去寻了翠柳过来 等翠柳一脸忐忑地进来 给老太太磕头 老太太叫他走到面前 见翠柳声的活泼俏丽 便笑着对云书说道 怨不得你在我的面前夸他 是个漂亮的孩子 我想起来了 前些时候 我还见你给屋里端冰盆 是不是你 乔治的确能干 他倒是能对上人物 翠柳听了 就知道这是云书 在自己的面前 给自己说好话 抬头看着云书 甜甜地笑了一会儿 这才急忙对老太太说道 我与小云感情好 因此他才夸我 服侍老太太是应该的 能干也是应该的 他说话活泼 与云书的温柔稳重不同 老太太瞧着这样 轻快的性子也觉得喜欢 你与他倒是真的极好 这两个都在自己的面前 说彼此感情好 那大概就是真的好了 老太太点了点头 叫一旁的琥珀 赏了翠柳一个荷包 笑眯眯地说道 你父亲是你们国公面前得力的 日后你在我的面前 也希望你越发得力 被我以重啊 他看在尘白的面上 还赏了翠柳一个大荷包 翠柳的眼睛弯起来 给老太太又认认真真地磕了头 这才和云书一块被珊瑚给送出来 你今日怎么想到 在老太太面前夸我了 他和云书一边出了国公府的后门 一边好奇地问道 机缘巧合 老太太问我 放假了去哪 云书与翠柳的手里 都大包小果地提着东西 除了云书这段时间做的花节手工 还有些各处主子 赏给云书的料子 这几块料子 不及和香郡主赏自己的那样 灿烂鲜艳 可也是十分精美的贡品的绸缎 云书也知道 这样的绸缎 若不是和香郡主赏赐自己的那种最好的 放着也不会褪色的 寻常的料子过段时间就不鲜亮 不如拿去给陈家做人情 因此也都带了出来 他的包袱里 还有几样小厨房 偷偷拿给自己的果酱点心 放着在屋里吃不动就坏了 因此也拿了出来 怪不得 不过老太太竟然知道我了 我真高兴 翠柳手里提着的东西倒是不多 盲对云书说道 你拿着怪陈的 我帮你 他正想探身过去帮云书拿些东西 云书笑着摇头 也不必他拿着的时候 却见不远处 一个高大英俊的少年 正沉默地走过来 这少年身上穿着简单的衣裳 半心不救 可是比云书从前 见他穿的那样落魄 却强多了 显然最近的日子 应该过得不错 他见了云书与翠柳也有几分诧异 之后却还是抿了抿薄唇 走到云书与翠柳的面前 我送你一程 他说道 第四十章护送 这正是宋如百 云书见他似乎比从前精神好了许多 不由好奇地问道 宋大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唐国公府的后街 全都是唐国公府的地方 这话问的 就叫宋如百迟疑了片刻 许久之后才低声说道 过来办事 他如今是皇子身边的侍卫 过来办事 自然不需要跟云书交代 且交谴延伸 云书与他 不过是两面之缘 并没有亲近的理由 因此也只是笑了笑 却没有叫宋如百 帮自己忙的意思 我帮你拿着 宋如百说道 不必 这也不成 我拿得动 云书对宋如百道谢 见他没有多说 只是跟着自己 与翠柳往陈家走 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宋大哥 我们不必你送的 他觉得 宋如百如果是在做事 那送自己与翠柳回家 就会耽误自己的事了 倒是宋如百皱了皱眉说道 你们还小 他眼前的 不过是两个小孩子 年纪小小的稚嫩的女孩 这京城之中 虽然治安不错 可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坏人 两个穿得不错 生得好看的小丫头 在街上孤零零地走 他多少有些担心 因陈家前些时候 帮了他许多 宋如百自然投套暴力 我们 云书不由无奈地 看了翠柳一眼 翠柳觉得无所谓 他只是觉得 宋如百在身边 不能与云书 好好地说话了 见高大强壮 看着有些魁梧的少年 跟在自己与云书的身边 对云书挤了几眼睛 就把自己手里的一个小包袱 塞进他的手里说道 那麻烦宋大哥 他占了便宜时的美滋滋的 恨不能摇头晃茂 云书不由玩耳一笑 却正是这个时候 少年一双黑尘的眼睛 看不出什么情绪 只是跟在云书和翠柳的身后 云书又不可能为了这些事 与一个少年在街上拉拉扯扯 因此也只能由着宋如百去了 这一路他们两个在前头说话 宋如百却豁然回头 看了看唐国公府的后院 他颠了颠手里的包裹 突然勾了勾嘴角 却一转眼 这表情很快消散 又沉默着跟着云书与翠柳 往陈家走 陈家左右也不远 走了一会儿就到了陈家的大门前 宋如百这才把手里的包裹 都还给这两个小丫头 他如今已经不住在这里 见云书与自己道谢 摇了摇头 没有放在心上 转身走了 看见这少年高大的身影 消失在眼前 翠柳大呼小叫着 拉着云书进了家门 爹 娘 他每次回来都很高兴 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赶巧了 快过来吃午饭 陈白家的笑眯眯地迎出来 见这两个小姑娘 大包小果的 急忙叫小丫鬟 帮着都给拿着回了屋里 且见此刻陈白与碧柳也在 云书也不在意 碧柳对自己翻了一个白眼 给陈白夫妻请安 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又来叨扰陈叔与婶子了 他话音刚落 一旁碧柳便拿纤细的手指 拖着自己的脸颊不屑地说道 上门打秋风 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胡说什么 陈白家的见碧柳无礼 顿时称怪了一声 我说错了吗 谁家的银子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自己吃吃喝喝也就算了 还要一个上门来吃白食的 白吃白喝不说 还一副咱们家好大荣光的样子 碧柳吃笑了一声 他娇好的脸上露出几分不屑 和隐隐的嫉妒 上上下下的 看着云书与翠柳 如今穿戴的都十分好看 便伸手夹了一筷子的菜冷笑说道 家里口口声声穷了 连我的嫁妆都出不起了 却还有那些不知脸皮多厚的上门来 够了 陈白豁然拍案说道 谁白吃白喝 难道你没有白吃白喝我的 你尝这么大 为家里赚过一桶板没有 你自己就是一个白吃白喝的 也该来笑话别人 有脸说这一句话 有能耐 你不要吃老子的 用老子的 他最近因碧柳在家中折腾 也因碧柳的嫁妆烦心无比 此刻见他还挤对妹妹 不由脸色都黑了下来 见他竟然对自己这样大声呵斥 碧柳一双手捧着自己的心口 含泪控诉道 爹 你怎么可以凶我 快吃饭吧 戴姐儿 你也别哭了 陈白家的焦头烂额 他又是心疼长女 又是明白 陈白最近为何总是气而不顺 吃饭 吃什么饭 这一饭还是他美美在府里服侍 当小丫鬟给他转来的 既然看不上妹妹 还吃妹妹的做什么 陈白真是烦透了碧柳的这些阴阳怪气 更何况他这些年对碧柳多有偏向 不过是瞧着长女多病可怜 可是却没有想到 纵容出一个自私自利的女 来 他见碧柳放下筷子 转身背着自己 趴在陈白家的怀里哭了 冷哼了一声 杨生叫小丫鬟进门来给翠柳 努力露出温和的表情来说道 趁热吃饭 等晚上给你们做好吃的 多谢爹 翠柳见姐姐哭了 顿时心满意足 与云叔一块坐下 陈叔 前些时候 我与翠柳有没有叫你在国公爷面前难做呀 云叔还是有些担心 顾不得吃饭与陈白问道 没有的事 国公爷没有你想的那样小姐 陈白哼笑了一声 见云叔松了一口气 重新露出快活的表情 这才温序地看着面前两个开开心心抱着碗筷吃饭 你推推我 我推推你的小丫头说道 也不必担心 国公爷日后记得你们 这事翻篇了 他似乎知道了 云叔与翠柳遇上了什么 云叔不免有些诧异地问道 您都知道了 陈白又没有撞见 唐国公与罗姨娘的纠缠 他试探地问了一句 陈白笑了笑 国公爷没有瞒着我 这戏码 早年我见得多了 他自幼服侍唐国公 从前是小厮亲随 如今是管事 唐国公身边发生过什么 他自然全都知道 什么事 陈白家的正低声哄着壁流 听见这话 不由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 不过是国公爷身边的小事 陈白含糊了一句 把眼前的一些鲜嫩清脆 看着嫩嫩的新鲜的帘子 往两个小女孩的面前 推了推和声说道 尝尝这个 外头庄子里送进来的 他见云叔更喜欢吃 这样脆嫩新鲜的帘子 便笑着说道 等你们回去府里 我多给你们带着些 他一向都很温序 云叔急忙道谢道 前些时候 二夫人赏了我两块料子 我觉得十分好看 正好给沈子与碧柳姐姐做衣裳 因此拿了来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桌上的绸缎 陈白也看了一眼 笑着说道 你沈子与你姐姐都不缺紧端料子 不过既然你拿了来 我就帮你收着 就放在翠柳的小院里 你们小姐妹的私房 自己关起门来留着留着 攒着就是 他顿了顿 也不在意陈白家的的预言 又只笑眯眯地说道 如今我还没老呢 养你们两个小丫头骗子 还养得起 瞧瞧 他便哼笑了一声 还是给沈子与碧柳姐姐吧 云书细声细气地说道 陈白家的帮他 卖着那么多的花结 本就辛苦 他心里感激陈白家的 也未尝没有笼络 陈白家的心的意思 碧柳虽然讨厌 可是却是陈白家的心肝 他对碧柳示好 比对陈白家的本身示好 还会叫他心里高兴 只要陈白家的 一直帮着他卖花结攒银子 云书倒是觉得 给碧柳一些自己不需要的好处 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若是你担心白放着 我叫人拿去给你们做衣裳 小孩子家家 多几件衣裳才对 陈白却摇了摇头不肯收 见他的确不肯要 云书也不勉强 就把自己从府里 带出来的那些果子 酱于点心拿出来 见他与翠柳 恨不能把国公府搬空的样子 还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自己 仿佛是等待表扬 陈白忍俊不惊 到底没忍住 两个女孩每人都轻轻 拍了拍他们的后脑勺笑着说道 国公爷还说我是个手底 抹油好处多的 如今看来 你们才不遑多让 他本就是个机敏的人 因此帮着唐国公管事 自己在不愉悦与不贪默的底线之下 也往自己的家里 划拉了不少私房 这些事 他也没避开唐国公 唐国公也知道他背靠大树好乘凉 靠着国公府 自己也能混得油水丰厚 不过唐国公不大在意 倒是早年年轻 还有点热乎气的时候 戏血过他是个知道 往自己家里扒拉东西的 他想到唐国公对自己的评价 再看看云书与翠柳 就觉得 这话还是应该放在 这两个小丫头的头上 行了 截二点心我收了 那截二紧断 你们抱回去吧 陈白笑了一会儿 轻松地说道 他的身后 陈白夹地看了一眼丈夫 再看了看花容月貌 此刻委屈无比的碧柳 犹豫了一下 第41章央求 这一眼并不鲜明 因此 云书与翠柳都没有看到 这点心可好吃了 里头放了牛乳 吃起来带着奶香 又放了上好的羊糖 连老太太都喜欢呢 因陈白慈爱 云书心里不由如目了几分 神色也比刚刚活泼了许多 与翠柳围着陈白 显摆自己带来的点心 多么的好吃 陈白倒是叫这两个小丫头 围着 也不觉得厌烦 笑眯眯地听了 好在云书与翠柳期待的目光里 拿了一个尝了尝说道 的确滋味很好 你们有心 有好吃的 还想着我们 这是应该的 云书这才觉得自己 今日大概太开心 有些歪馋了 拉着翠柳一块跑了 见他们两个走了 陈白夹得也没说什么 倒是碧柳拿了一块点心尝了尝 眼底闪过一抹极度 却哼了一声说道 也不怎么样吗 他虽然这样说 可是嘴里的速度却不满 手里还多拿了两个紧紧地抓着 陈白皱了皱没说道 既然不喜欢 就别吃 他最近叫长女闹得心生厌烦 见碧柳嘴里吃着妹妹的 还要不知感激 越发看着一旁的妻子说道 都是你给中的 因想到碧柳的嫁妆 陈白到底没好气 也不叫碧柳在吃点心 直接叫人端着房去了 自己与妻子的房里 陈白家的见丈夫当真恼了 一时就十分畏惧 到底是以福为天的女子 虽然速日里自作主张了些 也有些是与丈夫有些争执 可是到了丈夫恼火的时候 她自己心里也是怕的 你也是 妹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就没有一个好生气 小云虽然不是咱们家的孩子 可是哪回来也不是空着手的 前些时候 你吃的茯苓霜 难道不是小云之前带来家里的 你吃的糯米鸡 喜欢的不得了 恨不能天天都吃上两块 难道不是小云的食谱 那食谱卖了好几两银子 小云却从未说问咱们家要鲜 瞧瞧你之前说的是什么话 陈白家的躲着丈夫在训斥长女 然而碧柳却忍不住泛红了眼睛 她如今已经是恶娜纤细的少女 此刻微微红了眼睛 越发咳嗽了几声 透出几分病弱 那才是多少东西 她吃住都在咱们家 好意思空着手上门吗 娘 你也别叫她糊弄了 扶凌双才值几个钱 虽然稀罕些 可难道爹爹弄不来吗 叫我说 这个小云最是心中藏奸 只拿了一心半点 她自己不要的玩意儿 您瞧瞧 把爹哄得多开心 恨不能把她当亲闺女的腾着 碧柳想到云叔那张小小年纪 就生得眉目四花的脸 不由暗恨在心底 咬了咬嘴角 对陈白家的说道 她是没有空着手上门 可是爹也没叫她空着手 离开咱们家里 她上回走的时候 拿走了多少东西 大包小果的 可是偏偏这样占咱们家的便宜 你与爹却都只能说 她是个懂事的 孝顺的姑娘 陈白对翠柳与云叔两小丫头骗子 比对她这个正式斗口年华的长女 慈爱多了 不仅亲自帮着这两个小丫头买地 规划往后的生活 还合颜悦色的 这叫碧柳心里怎么会高兴 那也是人家小云会为人办事 就算是自己没吃亏 可在别人眼里 却都是好的 你就不能跟着学学 陈白家的倒是并不觉得 云叔这样有什么不好 这样八面玲珑 却依旧温柔妥贴的女孩 谁不喜欢 更何况 连碧柳都挑不出云叔别的毛病 陈白家的想叫云叔 给自己做儿媳妇的心 更加高涨了几分 他拢共不过是两女义子 都说女孩是嫁出门去泼出去的水 可是往后还是要靠着娘家 才能再夫家立足 娶一个会善待两个女儿的儿媳 就很要紧 云叔形式妥贴 又是个大方不小气的 刚刚对碧柳也十分和气 还想着给碧柳衣料做衣裳 哪怕碧柳对她冷言冷语 却依旧不会恼怒 日后若做了陈家的儿媳 碧柳往后回娘家 也能自在些 若是娶一个生性泼辣的 对碧柳的小信 不知道包容的 那碧柳回了娘家 不说日子过得多么的坏 可是过得不自在 却是一定的 因想到这些 陈白家的越发叹了一口气 她如今不过是三巡左右的年纪 本还是个十分美貌的女子 可是却觉得 心都叫碧柳给气得苍老了几分 因想到碧柳的婚事 陈白家的便想了想 见陈白该是去了书房 急忙就去了云书与翠柳的院子 此刻云书与翠柳 正嘻嘻哈哈地收拾着翠柳屋里的东西 翠柳在国公府当差的时候 这屋子都是不许人进来动的 因此云书倒是觉得 把这些井段 还有些占地方的东西 放在翠柳的房里很合适 咱们就放在这儿 翠柳满头大汗的 正从屋里的角落 拖出一个大大的红木箱子 虽然说不过是个方方正正的大箱子 没有什么花纹雕琢 也没有什么精致的镶嵌 可是瞧着却十分坚固 云书看着这大箱子都呆住了 却见翠柳得意地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把这上了锁的箱子打开 把大大的铜锁丢在云书的怀里 四处看了看 建屋里除了自己与云书没有别人 这才低声说道 这锁头的钥匙只有两把 你一把我一把 日后咱们就好好揣着 别人都别想打开 这是不是 云书觉得这桶锁仿佛防贼 迟疑了一下低声问道 你挂了这样的大锁 不怕沈子多心啊 在自己个的家里放东西 却还上锁 这叫陈白家的 看见了得多伤心 多心 翠柳哼了一声 点了点云书的头 翻开了红木箱子 露出里头一些 零零散散的旧年的手势 胡乱地滑拉到角落去 先把云书拿回来的 那些好看的绫罗绸缎 放在箱子里 这才低声说道 早年我也想相信我娘 可是你看看 她如今只知道偏心我姐姐 若是我不防备些 改天想多心的机会都没有了 她摸了摸自己手腕上 精致的小金镯 咬着牙说道 从前我拿回来的那些 如今却落在 我姐姐手里的东西 难道是我愿意给的吗 既然她喜欢来我的屋子翻东西 我在自己的屋里防贼 有什么不对 好了 快别生气了 与她计较什么 既然她做初一 咱们就做十五 当防贼也没什么 只是若沈子问起来 你不要实话实说 只拿个合适的理由解释了就好 比如 云叔想了想 对翠柳低声说道 就说这些绫罗绸缎 放在外头怕落了灰 且日日放在外头 若有个风吹日晒的 怕不是就要褪色不鲜亮了 因此才牢牢地锁着 想叫这些料子 能多放些时候就好了 这话娘不会信吧 至少也比你防贼这样的大实话 叫人心里舒坦 沈子也是要面子的人 云叔揽着翠柳的肩膀轻声说道 不看在你姐姐 只看在陈叔与沈子 何必闹得太过呢 更何况 云叔心里有话 却不好与翠柳说 虽然翠柳也是陈家的孩子 可是到底不如碧柳日日 都在陈白家的的面前 陈白家的本就偏心长女几分 若是翠柳日日 闹得天翻地覆 陈白家的也会觉得 翠柳这个做妹妹的小气 不贴心 母女之间只怕要生出矛盾 那时候吃亏的还是翠柳 那好吧 你总是比我聪明 我都听你的 翠柳靠在云叔的肩膀上 滴滴地哼了一声 她到底心里存着 对陈白家的的怨气 可是也没想母女决裂这样 不过是小丫头 对母亲偏心的不满 与想要争宠 却不知该如何是好罢了 因被云叔劝过 翠柳就不再多想 只把自己与云叔 带回家里来的一些 不想被碧柳拿走的好东西 放在箱子里 重重地锁上 要是自己与云叔 各自一把都放在了荷包里 他们又把变得 更加沉重的红木箱子 给塞回角落去 正累得不轻 坐在小榻上 一块喝着之前 小丫鬟给他们 预备的红枣茶 又吃着之前觉得好 因此 带回来了的新鲜的嫩莲子 云叔就还笑着 对翠柳说道 如今天也快热起来了 回头咱们不如 在家里试试 荷叶莲子粥 消暑又清淡 你说呢 你说的我都馋了 翠柳眼睛顿时一亮 云叔见他今日心情好 便笑着说道 只是我不会做 只知道有什么料 又有什么步骤 如今谁还会 亲手做东西呢 翠柳就央摸云叔 明日就把这怎么做 给写出来 不过是简单的熬粥 也没什么要紧的步骤 不过云叔到底是硬了 正是这个时候 就听见外头 传来女子爽力的笑声 陈白家的掀了帘子 进来笑着说道 大老远就听见你们 说要吃吃喝喝的事 真是馋嘴的小丫头 他笑着揶揄了一声 云叔与翠柳 急忙起身扶着他 坐在小榻上 云叔碰了红枣茶问道 婶子这么晚了 过来是有事吗 他不过随口一问 陈白家的 却顾不上红枣茶 伸手握住了云叔雪白的手 还真是有事求你 见云叔生得温柔真净 又生得眉目丝化美丽可爱 陈白家的心里爱上几分 和颜悦色地说道 婶子也知道 这事叫你为难 小云 你碧柳姐姐就快成亲了 这嫁衣就得预备着 你的针线最好 婶子求你 能不能给你碧柳姐姐 做件嫁衣 他目光恳切 可是一旁翠柳的脸 顿时气得胀红 第四十二章 嫁衣 娘 你在说什么 你想累死小云啊 叫云叔给做衣裳 这怎么想的呢 断然没有这样 叫人挨累受委屈的 更何况 他娘这又是什么立场 若只是叫翠柳挨累 也就算了 毕竟是一家人 可是云叔是客人 是他带回家的小姐妹 大大咧咧地叫人做衣裳 有没有这样的道理 我这也是没办法 陈白家的也知道 这样做有些不地道 可是想到弱智先先 如今还身子不好的碧柳 他不由红着眼眶 对云叔含累说道 沈子也知道是抢求了 可是小云 这都是沈子的一片慈爱之心啊 你碧柳姐姐出身不好 投生在咱们这样的人家里 天生就敌人一等 叫人说是奴才出身 就算有千般万般的好 只出身这一条 就叫人看不上了 他想到之前 给碧柳定亲的艰难 不由心里是真心伤心起来 您别哭 云叔叫他握着手 便轻声说道 怎么能不哭呢 你也知道 你碧柳姐姐 如今要嫁给秀菜相公了 可是小云 你掏心窝子想想 这读书人最是清高不过 本就看不上你姐姐的出身 既然知道看不上他 又何必瞎巴结呢 翠柳顿时哼了一声 陈白家的窒息了一下 咬了咬嘴唇叹气说道 这不仅是为了你们姐姐 也是为了你们 有个秀菜姐夫 难道不光彩吗 至少说出去了 这身份也轻贵几分 与你也是有好处的 见翠柳仗红了脸 愤愤不平地看着自己 陈白家的 也没时间与小女儿歪缠 就对云叔说道 如今我也犯愁得很 小云 你的真线是老太太 都夸赞的 我就想着 若是这嫁衣体面华美 不也是 叫你姐姐在夫家能高一等吗 您这番慈母之心 我怎能不明白呢 云叔想到 碧柳给自己的那些下不来台 怎么可能给他做衣裳 好了坏了的碧柳 也只会挑挑拣拣 完全没有感恩 他拒绝给白眼狼做嫁衣 更何况平日里 那些自己用不上的警断 给碧柳 已经足够看在 陈白夫妻的面子 做嫁衣 碧柳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呢 因心里想到这些 云叔的目光越发柔和 侧坐在陈白家的身边温柔地说道 这世上的娘亲 都是一半无人 心里想着孩子的 我娘当年也是这样疼惜我 小云 见云叔有答应的意思 翠柳急忙上前 一把把云叔拉起来 劈手将陈白家的的手 从云叔的手上夺下来 把云叔护在身后高声说道 断然没有娘这样不体谅人的 小云在府里做活 难道还少了不成 不说别人 只说老太太身边 禁止她一个做针线的 老太太又信重她 身上的衣裳除了她谁都不叫碰 什么寝衣外长 衣裳鞋袜 连帕子荷包 都叫小云一点一点做出来 她才多大 在府里做活类的要死 哪里有功夫做别人的衣裳 可是 什么可是不可是的 小云在老太太面前做活 老太太都知道心疼她 时不时叫她歇着 娘怎么能这么不体恤人 翠柳的声音没有压制 越发的高声 陈白家的唯恐 这些争执叫陈白听见 急忙说道 你且小生这些 非要把你爹给招怪不成 我也不过是想问问小云的意思 这哪里是问云书的意思 这样简单呢 张口就是央求 请求 就是一番苦衷 云书心里叹气 想到从前拜托陈白家的卖花结 不由有些苦笑 往后这花结怕是 不能时常拜托陈白家的了 她捶了捶眼睛 一边叫气得不得了的翠柳消消气 一边忙对陈白家的柔声说道 婶子别与翠柳伴嘴了吧 翠柳也是心疼我的缘故 她日日在府里看见我辛苦 因此心里不忍心 她顿了顿 见陈白家的微微一愣 这才上前安抚陈白家的轻声说道 她说的也的确是如此 如今珍珠姐姐去了三爷的房里 老太太屋里的针线 我也的确有些忙不过来 碧柳姐姐的嫁衣得十分精致才好 我只恐绣坏了 也耽误了她的好时辰 若是陈白家的当真 还非要叫她绣嫁衣 那云书只好叫碧柳成亲的那一天 嫁衣开天窗了 只说府里的活忙不完 没时间给做 庞然还能说什么呢 这 陈白家的便犹豫起来 我虽然绣活还好 可是却手头慢 若只顾着碧柳姐姐的嫁衣还好 总能做得完 可还要给老太太做衣裳 若碧柳有能耐 就去国公府里 叫老太太别做衣裳 叫她只给她做嫁衣 只怕碧柳也没这个胆子 见陈白家的果然越发犹豫 只是面上还下不来台 云书也不预备 与陈白家的有什么不快 毕竟日后 自己还要与陈家走动 虽然陈白家的私心颇重 可陈白却十分公寓 还帮着自己许多的忙 因想到这些 云书便柔和地 对陈白家的亲生说道 碧柳姐姐的嫁衣是大事 因我不知能不能做到 因此不敢答应婶子 不过我编的花结也是极好的 早前三爷与郡主大婚的时候 郡主也称赞过 若碧柳姐姐成亲的时候 我给她编四对大大的花结 又极力又喜庆 且还体面 叫秀才家瞧见了 也能高看姐姐几分 四对 陈白家的一愣 目光慢慢柔和了几分 可不是 更何况 碧柳姐姐也不必妄自菲薄 既然秀才家愿意了这门婚事 就说明 没有看不上咱们家的出身 您不要在她的面前 时刻说这样自卑的话吧 不然碧柳姐姐听得多了 如何在夫家挺起几杯做人呢 既然做亲 就没有谁高盼了谁的说法 难道秀才家愿意成亲 是咱们逼迫的不成 不也是他们自己乐意的 咱们委屈求全 委屈的还是碧柳姐姐呢 云书拉着陈白家的手 眉目越发柔和地说道 您想要华美璀璨的嫁衣 那也是咱们家里复数 而不是为了叫碧柳姐姐 再夫家能力足 你这话真是贴心 陈白家的听着云书 这样欲贴的劝慰 一时心里一松寒泪说道 我只担心他们家看不起你姐姐 如今叫你一说 是啊 也不是咱们逼着他们 瞧娶你姐姐 他们自己个儿乐意的 既然如此 再看不上你姐姐 岂不是可笑 她之前的确是有些自卑出身 如今叫云书宽慰了 一时心里顿时猖狂了 此刻看着微微一笑 却越发从容的云书 便忍不住握了握她的手说道 难得你能说出这样明白的话 叫我心里也豁然开朗 我不过置身事外 因此看得分明 婶子却是关心则乱 之所以如此 都是一番慈母之心啊 云书心里把这话恶心得不行 可是陈白家的 却觉得遇到了知音 到底是老太太面前的人 这说起话来 就是有见识 她见云书并未因自己求她做嫁衣 就愤愤不平 也并没有恼火小气的不乐意 心里越发欢喜 见外头天色晚了 急忙叫云书与翠柳休息 自己又关心地问 云书明日想吃什么早点 云书也不客气 笑眯眯地 把自己刚刚与翠柳说的 荷叶莲子粥说了 陈白家的便笑着说道 这也不算什么废事的 不必你说食谱 我就知道怎么做 她又笑着 叫两个女孩都安置 自己就匆匆地出去了 你做什么 还许她似对花节 翠柳是个炮胀一样的脾气 顿时跌足与云书问道 不过是似对花节 我两个时辰就做出来了 又值得什么 更何况 咱们若闹起来 必然叫沈子脸上下不来台 左右自己也没吃亏 做什么 要得罪陈白家的呢 云书漫不经心地坐在一旁 把红枣茶喝了两口 只觉得满口的甜蜜滋润 眉眼柔和地说道 就当看在我与你回家 沈子这样样照顾的情分上吧 她又不是陈家的女儿 可是陈家说实话 看在她与翠柳之间 要好对她还真的不错 为了一个碧柳 就闹得跟陈家反目 云书又不是傻的 你苏日里多累啊 老太太都心疼你 可是娘却这样使唤你 不是没使唤成吗 云书笑着说道 我只是觉得娘 跟从前不一样了 翠柳闷闷地说道 只怕还是为了婚事 如今 我听沈子的意思 那家秀才是定准了的 日后你姐姐做秀才娘子 她自然也风光体面 云书没想到 碧柳与那秀才家里 竟然还真的成了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更倒霉一点 毕竟去碧柳这样的媳妇 也是蛮辛苦的 她脑海里天马行空地 想了一会儿 见翠柳哼了一声不说话 便低声说道 这事儿 今日就算完结了 你也别闹了 不然都成了咱们不懂事了 爹要是知道了 可千万别与陈叔说 云书顿了顿 握着翠柳的手说道 你还想看陈叔与沈子吵架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云书笑了笑 她得试着再寻个能帮着卖东西的人了 第四十三章 小地主 只是这些话 她想了想 到底没有瞒着翠柳 翠柳之前这样维护她 可如果云书还要瞒着翠柳想自己的小心思 觉得自己心里过不去 翠柳听了 不由陈吟起来 你说的也对 她也觉得 自家娘做得不地道 而且 陈白家的如今能为了碧柳的事儿 来叫云书做衣裳 虽然翠柳不愿意去想陈白家的私心 可是也觉得 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是有风险的 她眨了眨眼睛 努力地想了想 低声与云书轻声说道 若是你不着急 最近做了花结也攒着 咱们慢慢想办法 娘那里 咱们才说了 你在老太太面前 忙得很因此不给我姐姐做衣裳 若是你再拿出许多的花结给娘卖 那我娘只怕是真的要多心了 怎么着 有自己赚钱编花结的时间 却没有给碧柳做嫁衣的时间 虽然翠柳觉得 这都是云书自己的自由 可是她还是觉得 陈白家的心里会不舒坦 好 云书点了点头 她准备从现在开始 只拿来给陈白家的少少的 能看得过去的花结去卖 剩下的就先自己存着 以后寻个别的法子 更何况 早前她是个三等小丫鬟 没有油水月前也少 因此才想着在外的经营之路 可是如今 她已经是老太太的面前 有了名字的丫鬟 老太太对她一向都很大方 这比她分心编花结要赚得多 因此 云书也不预备 将往外卖东西 当作是自己致富的唯一的法子了 她如今倒是想着 用心照顾好了老太太 比什么都强一些 因此 如今听了翠柳的话 她便滴滴地答应了 等到了晚上 他们一块睡下 日上三杆才起来 等去吃了早饭 果然桌上有荷叶莲子粥 云书与翠柳大大的吃了一碗 又吃了两个麻将小烧饼 方才算饱了 今日 你们打算做什么去 翠柳与云书倒是放假出府 可是陈白夫妻 却还是有差事的 总不能叫大人们 天天陪着孩子打转 因此 陈白家的一边给碧柳 也成了一碗荷叶莲子粥 又给她加了两个小笼包 这才侧头问云书和翠柳 这两个女孩没什么主意 只是翠柳是断然不肯在家里 和碧柳大眼瞪小眼的 见陈白家的手边 还放着一匹 十分鲜艳好看的大红绸缎 她眨了眨眼睛说道 我与小云去咱们自己的地里去瞧瞧 你们两个小丫头 自己去行吗 那片庄子上的人都还算朴实 我送他们一路就是 陈白吃了几个烧饼 因本地民风淳朴 倒是没觉得什么 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 一旁的大红绸缎 便与陈白家的问道 这是做什么 我想着把这料子送去绣装 给碧柳绣架衣 陈白家的忙 带着几分心虚地说道 见云书与翠柳 都没有开口说昨晚的事 她的心里松了一口气 把我昨天从库房里拿出的 那两匹鹅黄的料子 一块送过去 见陈白家的点头 陈白便垂头喝粥 一边平淡地说道 给两个小丫头 给做一身衣裳 她这样吩咐 陈白家的倒也不是个小气的人 更何况云书贴心 她自然也是愿意照顾的 急忙答应了 倒是碧柳 在一旁把手里的碗 丢在桌上不快地问道 爹怎么不给我做 他没想到 陈白竟然还叫绣装 给云书也翠柳做衣裳 陈白也不理睬 慢条思理地喝了一会儿粥 才慢吞吞地说道 你素日里在家 全新的衣裳还没有穿便 自然不必给你做 凭什么给他做衣裳 碧柳指着云书含泪问道 花你的银子 花你的料子了吗 没有就闭嘴 陈白见碧柳 被自己呵斥得哑口无言 哼了一声 对急忙垂头 把剩下的饭吃完的 两个小丫头说道 收拾收拾 咱们一块出门 她今日在唐姑公面前 还是有差事的 耽误不得 因此 哪怕碧柳哭哭啼啼 想要吵闹 可是陈白家的 也急忙给拦住了 不叫长女耽误了正事 云书与翠柳 又急忙收拾好了 带上了些点心 与陈白一块上了马车 等到了他们的地头 陈白寻了庄子上的 一个厚道能干的农妇 陪着云书与翠柳 自己叮嘱了一番才走了 晚上我来接你们 爹你忙去吧 我们不着急 翠柳在这田园之中心 早就飞了 哪里还顾得上陈白 他不是去摸摸鲜嫩 清脆的新茶的青草 就是去看看 一旁高高的果树上 垂落在枝头上的果子 又不是大呼小叫着 跟云书指着远处地里 跳出来的野兔杂杂呼呼 陈白在与不在 显然也不是很重要了 见他没心没肺的 陈白撑了一句 到底走了 云书见他走了 这才提着裙子 也跟着翠柳 一块在自己的田地里撒花 他们两个小丫头 如今没有长辈在 越发无拘无束 一旁的农妇 得了陈白的几个铜钱 如今在他们的身后 一步一驱 这些菜真是新鲜 且长得嫩嫩的 脆生生的 看起来绿色喜人 云书却回头看了看田外的小屋子 与翠柳轻声说道 若是方便 不如寻人一边帮咱们看着这田地 一边养些鸡鸭 还有猪羊 见翠柳转头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自己 他便笑着说道 难得有这样大的地方 更何况你也想想 刚刚陈叔叫人照看咱们 十个铜钱 就叫那大娘高兴得不得了 若是养些鸡鸭鹅 或者猪羊 养得肥肥的 不必卖去别的地方 只跟着卖到国公府里 咱们就赚好些 连雇佣人手的费用 都能赚出来了 若是想吃新鲜的肉食 也不必去外头买 直接来这儿 咱们一块吃了 这多好 这大概就是资本家了 云书没想到 自己才来了古代没多久 就已经想要当雇佣人 给自己干活的人了 不过 小地主吗 这想要做小地主的 不雇佣些长工给自己干活 那还叫小地主吗 一时之间 云书还理直气壮起来 他只要想想 等日后自己买了很多的良田 在良田外 修一个大大的院子 里头素养着很多的鸡鸭等物 那这小日子 过得多悠闲 多美啊 这倒是 翠柳的眼睛顿时明亮了起来 摸了摸自己的荷包 又想到自己在国公府里 还有许多的铜钱 便拉着云书去问那农妇庄子上 可有小鸡小猪卖 这农妇显然没想到 两个看起来娇生惯养的小姑娘 还想买这些 一时有些茫然 又担心他们一时兴起 自己花钱买了 这些活物来玩 日后叫陈白千怒庄子上的人 卖了小姑娘这些来骗钱 因此 不知该如何是好 到是此刻 云书正看见一道 有些熟悉的声音走了过来 他定睛一看 见是宋如柏 便招呼了一声 这英俊高大的少年 也看见了他们 走到他们的面前 宋大哥 你这是 我还有些东西落在这 今日过来拿走 宋如柏见云书面色红润 一双眼睛明亮如同星辰 里头闪动着快活的光 正跟农妇说着什么 沉默了片刻便问道 你们在说什么 他似乎因在宫中 当侍卫的生活不错 如今越发高大 面上多了几分好气色 云书便把自己想要买什么 和他说了 宋如柏垂谋想了想 看了那农妇一眼便说道 你们的地本来就要人照顾 买些家禽牲畜 也是好的 那些菜有的老了 干枯了 卖不出去的 不如就喂猪喂鸡 也不浪费 是 我们也想着 若是过来散散心 还能有新鲜的菜与肉吃 云书见他没有呵斥自己 与翠柳异想天开 只知道玩玩闹闹 不由也多了几分亲近 若是 你们不觉得我多管闲事 我在庄子上 给你们寻一户人家 给你们养这些牲畜 每个月给一两百的铜钱就足够 万事不必你们操心 宋如柏见云书微微一愣 便解释说道 买小鸡小猪这些 都要花不少银子 有些人家就算空闲 可是没有钱 这庄子上的农人生活 哪里会十分负数到 买许多的家畜的 只买一两只 就已经要花许多钱 因此想着 能买这许多的家畜的 也只有云书与翠柳 这样有钱的小丫头了 更何况 若是一个月 能多得一两百铜钱 那对于庄户人家来说 依旧是十分喜庆的事 反正不过是给 这些鸡鸭猪羊的喂食 这些活儿 叫养尊处优的小丫鬟 觉得十分劳累 可是在庄户人家 一个他们这样大的小丫头 就已经都能做得 圆圆满满了 更何况主人家不在 他们有时候去拿个蛋吃 这都是补贴 这样的好事 的确是这些农人家里 都乐意的 一两百铜钱 云书与翠柳对视了一眼 对宋如柏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们大概要买很多鸡鸭呢 那也足够 宋大哥怎么知道 云书好奇地问道 前些时候住在这儿 就都知道了 宋如柏沉默寡言的样子 可是云书却觉得 不知怎么了 有些奇怪 眼前这英俊的少年 若当真沉默寡言 却能短短不久 就把庄子上的事 都打听得这样清楚 连庄户人家的生活 了解得这样明白 第四十四章家业 他就觉得怪怪的 只是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他并未多在意 反正他与宋如柏 也不是很熟 不过到底跟着宋如柏 他和翠柳在农庄上 挑了很多的小鸡小鸭之类的 家禽家畜 因有宋如柏在 那农夫也不再担心 回头被陈白迁怒 到底带着他们 一块去看那些小小的家禽家畜 等陈白晚上来接他们的时候 正看见他们脚下 正簇拥着毛茸茸的小家伙 不由笑了笑 走到近旁去 倒是对宋如柏笑着说道 这两个丫头歪馋你了吧 正巧看见你 一块回家去吃饭 宋如柏刚帮云叔与翠柳 寻了一户十分老实的人家 帮他们养着这些 陈白帮着云叔与翠柳 先付了银子 这才带 他们回家 宋如柏拒绝了 与陈白一同回去吃饭 而是去收拾自己的东西 宋大哥看起来过得很好 翠柳对陈白说道 沈大将军是个念旧的人 如今他跟着八皇子 怎么可能不好 陈白笑了笑 见云叔与翠柳 正坐在一块憧憬 日后庄子上 都是鸡鸦猪羊的 便笑着问道 怎么想到买这些东西 他觉得 这样会经营家业 不大像是大大咧咧的翠柳的性子 果然翠柳带着几分炫耀的说道 是小云说的 他把云叔给吹捧得不得了 云叔听着翠柳这洋洋洒洒地吹捧 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倒是陈白安静地听了一会儿 对云叔说道 知道积攒家业 这没什么不好 你做得不错 若不是有能卖出去 这些的路子 我也不敢与翠柳养这么多 不必国公府里卖 只说卖去酒楼 饭馆 你们养的这些 就都能吃得下 陈白一只手 轻轻拍着自己的腿温声说道 只要你们想得到的玩意儿 我都能帮你们卖出去 小女孩家家 的确多赚些私房是应该的 你们两个倒是机灵 只要如今就开始做这些经营打算 等你们长大了 总能置办出不小的家业 他倒是不像是严厉的长辈 总是会觉得 他们做的事是胡闹 反而带着几分鼓励 云叔和翠柳相视一笑 都带着几分快活 陈白家他们正板着手指 说着往后若是买的凉田多了 有了更多的地方 还要养鱼虾 不由玩耳一笑 只是心里想到 只知道闹着家里给钱的碧柳 到底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他不是不慈爱的爹 又不是不疼碧柳 只是碧柳长得这么大 还不及妹妹董事 翠柳与小云才多大 就知道服侍主子 又知道自己开始努力赚钱 可是碧柳却一副 这样叫人厌烦的性子 陈白自负聪明 一时也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哪里管教出了问题 叫碧柳成了这样 等下回 咱们再去庄子上 那时候就去庄护人家卖几只鸡 咱们一块 做些新鲜的烤鸡烧鸡什么都的 云叔正在跟翠柳说 下一回要做什么 说得翠柳眼睛亮晶晶的 两个小姑娘笑成一团 陈白含笑 看着也不阻拦 只是想到碧柳 他顿了顿便温声说道 说起庄子 我倒是有一件事与你说 他看的是翠柳 翠柳正是满心快活的时候 急忙探声过去撒娇问道 爹只管说就是 是什么事 他天真烂漫 陈白沉默了片刻和声说道 你姐姐出嫁 我与你娘给了他五十亩低的嫁妆 五十亩 这就是五百两了 翠柳一愣 看着陈白问道 那家里还有钱吗 他对陈白板着 手指头不客气地说道 我也就算了 年纪还小 可是哥哥 却已经快要成亲的时候了 爹 如果家里的钱 都给姐姐做了嫁妆 那哥哥 给往后嫂子的聘礼怎么办 你不能厚此薄彼 他倒是没有十分恼火了 显然这段时间 被云叔给劝得 心胸开阔了很多 陈白的目光不由温和了几分 揉了揉女儿的发际和声说道 你哥哥的聘礼有 你的嫁妆也有 你们三个都是 我与你娘的亲生骨肉 嫁妆聘礼上 也不会厚此薄彼 他不会偏心碧柳 却叫余下的两个孩子受委屈 翠柳这才点了点头说道 那就给他带着去吧 你是个大方的孩子 陈白温和地说道 他并没有隐瞒碧柳嫁妆的意思 毕竟都是一家人 碧柳的嫁妆多少 翠柳也有权利知道 至于陈白家的 会暗中拿自己的私房补贴多少 陈白却不会多问 只会回头用自己的钱 给翠柳填补上 不是我大方 而是小云常常跟我说 一块过日子 怎么可能有不拌嘴的时候呢 只是拌嘴是拌嘴 却不能影响了骨肉之情 得饶人处且饶人 翠柳摇头晃脑的显摆 云书早前许多次劝自己的话 云书都目瞪后斗 没想到 自己竟然都劝过翠柳这么多话了 只是看见翠柳 还抱着陈白的手臂 笑嘻嘻地说道 更何况小云说了 家和万事兴 爹你这样公道 我为什么还要跟姐姐吵架呢 他眨了眨眼睛 陈白的目光不由越发慈爱 你说得对 不过 就算家和万事兴 也没有叫你吃亏的道理 若是你娘最近有什么 叫你吃亏的事 你不要答应她 叫她来跟我说 陈白显然不知道 妻子已经偷偷找过云书与翠柳 还要求了天大的难题了 翠柳和云书对视了一眼 却露出一个漂亮的笑容说道 爹 你放心 不要担心我 他什么都没有说 为陈白家的隐瞒下来 云书倒也觉得无所谓 等回了陈家 他与翠柳 就把从陈白手里借的 买了家禽家畜的银子给还了 因之前卖了花结的一些钱 还在陈家 没有来得及送进来给自己 云书就拿了这些钱 给了陈白 他与翠柳贪心 买了不少 再加上支给那户人家半年的月钱 等还了陈白才发现 自己又成了穷光蛋了 看起来 还是得努力干活人啊 云书和翠柳 顿时心有戚戚 摸着自己干瓶的荷包 都开始眼巴巴地 想着下一次的月钱了 陈白也不客气地 收下了这些银钱 没有大手一挥豪迈地 来一句不必还了 这样的话 他似乎很喜欢 看见两个小丫头 惨兮兮地捧着荷包 粘头搭脑的样子 这样有点坏心 陈白家的看见了 都不由笑了 虽然碧柳的婚事 最近有些交心 可是看见云书与翠柳 两个平日里 神气活现的女孩 一副未无抖米折腰的样子 还是很有趣的 陈白家的笑着 也遇了一下 这两个贪心的小丫鬟 听说云书和翠柳 买了家禽家畜许多 便对他们笑着说道 如今没钱了才好 叫我说 与其手里有了银子 就浪费去买些不值得的东西 不如有钱就花在这上头 等鸡鸭猪羊都长大了 又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宋大哥叫我们挑了一小半 可以做种的家畜 还有母鸡 说是往后 就可以自家得到小猪小鸡的 也不必再花钱来了 他这话公道 陈白一边说 一边叫人 把自己带回来的几筐果子拿出来 带着几分笑意地说道 外头门人给国公爷进贡的 我在国公爷的面前 国公爷就叫我拿回来先 他一打开 里头是十分鲜嫩 顶端一抹红尖尖 带着几分水灵的桃子 这桃子不大 可是趁着绿叶好看极了 云书好奇地看了几眼 见这几框桃子都水灵灵 看起来就像是刚从树上采下来的 肥嫩红润 便好奇地问道 这个时节的桃子 已经可以这么带了吗 她不是浓门女孩 可是也觉得 这个时节的桃子 应该还没能长这么大 若不是稀罕 谁还巴巴地送到国公爷的面前 陈白哼笑了一声 叫小丫鬟去洗了桃子 来给家里人吃 云书虽然素日里 在老太太的房里 也不缺吃食 可是看见这样 漂亮的蜜桃 也忍不住有了几分期待 小丫鬟匆匆地出去洗了几个 剩下了几框 陈白叫取了一框出来 分了左右的邻居 都叫长个仙 更何况远亲不如近邻 他自然很愿意 跟左右邻居打好交情 之后还剩下了三框 陈白先拿着桃子啃了一口 便点头说道 这味不错 拿出去用井水镇着 凉凉的 想必更好吃 他不过是吃个新鲜 到底是男子也不爱这东西 也就罢了手 倒是云书与翠柳 各自轻轻地先咬在 尖尖红红的桃尖上 咬破了一点的皮 里头甜蜜的汁水 就顺着破口 被吸着进了嘴里 这样甜美与新鲜的果子 叫他们两个没忍住 又吃了两个 陈白就笑了 等你们回去的时候 我给你们多带着回去 小云如今是二等丫鬟 屋子里人少 分一分 你们小姐妹剩下的 也能吃好几天 他温须地说道 老太太那儿 也肯定有国公爷的孝敬 咱们也能吃到的 翠柳摇头说道 爹和娘在家里吃吧 三框呢 咱们得吃到猴年马月 且国公爷那里 很快又有人进贡了 陈白也不在意 可是一旁陈白家的 去一边吃桃子 一边下意识地摸了摸一旁的桃子 左右过些天 咱们家还能有 这三框 要不然都给亲家送去吧 第四十五章偷听 陈白家的也觉得 自己这话说得多分 色缩了一下 陈白却没有反驳 反而想了想 到底是日后的亲家 就算是冲着礼数 也该给些 他都拿去分给了邻居 自然也就不吝啬 给碧柳未来的夫君家里 只是陈白见妻子 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沉了沉眼睛却说道 只给他们家一框 已经足够给他们体面 剩下的不给他们 妻子好大的口气 一框桃子包园了 都叫碧柳的夫家拿走 这怎么想的 陈白从不是一个 会纵容妻子 只关心碧柳 却叫家里别的孩子 吃亏的性子 见陈白只肯给一框 陈白家的欲言又止 云叔几口吃了桃子 拉着翠柳就想走 他也看出来了 陈白在孩子们的面前 努力再给妻子 留脸面 没有高声呵斥 不然 这叫陈白家的 在他们两个小丫头面前 怎么做人呢 见他机灵 这样懂眼色 翠柳就嘀嘀地哼了一声 胡乱地把桌上 剩下的桃子 都给抱在怀里 这才拉着云叔出了屋子 只是此刻屋子外头 也没有小丫鬟服侍 翠柳眼睛转了转 拉着云叔就躲到了屋子后头 开着一个小窗子 下头去偷听 这简直叫云叔无奈极了 只是唯恐 叫长辈们听见 不得不陪着翠柳 一块躲在窗子底下 只是嘴里还能无声地 啃着新鲜甜蜜的大桃子 头上是晴朗的天空白云 这么苦衷作乐地想了想 还觉得挺好的 屋子里正传来 陈白忍着怒气的声音 冷冷地问道 当着两个孩子的面 你说什么话 你这话一说出来 不说翠柳 只晓云就不好意思 再吃咱们家的桃子 陈白家的 虽然并没有那个意思 可是若是细细想来 许舅叫人觉得 是他想把桃子 都拿去给碧柳的夫家 那谁还好意思吃 陈白真是没想到 妻子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咬着牙问道 这夙日里的饮食 我委屈你了 你倒说出这么小气的话 我哪里是那个意思 不过是有口无心 小云虽然不是咱们家的 可是我也疼他 难道还舍不得几个果子 陈白家的冤枉死了 他是真的没有那份心 实在是只想到了亲家 因此刚才就说出来了 此刻自己想了想 也觉得后悔 便忙说道 要不一会儿 叫人再给小云和翠柳 两个洗衣盘子去 我真的是无心的 他委屈得不得了 云叔也觉得 陈白家的刚才 的确是没有这个意思 倒是陈白声音 依旧有些不悦 小云来咱们家 说起来不过是 有了落脚的地方 那回都没有空着手 这就是他懂事 也知道不占咱们家的便宜 这样的孩子 素日里谨小甚微 你也知道 他家里头是那样 叫人想想都心疼 怎么还能不谨慎些 说出刚才的话 还有 他忍了忍怒气冷声问道 家里有些好东西好玩意儿 拿去给亲家一些 这也是彼此交好的意思 可是难道叫 他们都包园了 委屈我自己的儿女 却叫他们家里头 丰衣足食 你当我是傻子 碧柳的身子古弱 出身也不及他们家 我不是想着 帮碧柳拳一拳自己的身份 想到碧柳这婚事坎坷 陈白家的不由心疼万分 若不是身子 若拖累了女儿 女儿哪里会婚事 这样艰难 更何况 与书香门第结亲 就算巴结这些 又怎么了 他有什么身份 不也是国公府里的奴才 陈白吃笑了一声冷冷地说道 他出身如此 非要巴结什么秀才 难道是我逼着你们母女 非要这门婚事 就算那是个秀才 日后还能荆轲高中 日后还能围观 坐载封侯拜相 可是我也告诉你 我也不会拿着家里头的东西 自己委屈着去巴结他们 陈白顿了顿 云书就听见了 里头传来陈白家的 的委屈的哭声 自然是因为 陈白拒绝 因为碧柳就把自己的家 都恨不能搬给 碧柳未来的夫家 他握了握翠柳的手 翠柳便捂着嘴 对他眨了眨眼睛 不多一会儿 他们偷偷回了自己的小院子 也用不了多久 陈白家的就打发了小丫鬟 给他们送了不少 新鲜水灵的果子 除了桃子 还有些帘子 又有一些平日里常见的果子 显然是陈白家的 也用了新的 既然长辈都已经这样和气 云书也没有多心的意思 与翠柳在家里玩到了几日 又嘻嘻哈哈的 在厨房使唤人 做了几样新鲜有趣的菜色 这才准备回去国公府 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云书归心四见 在国公府 明明是要服侍人 做活的 可是云书却觉得 老太太的身边 叫自己格外温暖 临走之前 陈白叫云书与翠柳 带了两株兰的新鲜的大桃子 老太太的院子里不缺这个 不过想要吃得多 却不能够 这些你们各自给同屋的分一分 自己也能多吃几天 陈白不会纵容碧柳 可也不是非要叫碧柳丢脸 被夫家诟病的人 因此已经叫人送了 他未来夫君家里头 一筐桃子 剩下了两筐 他给儿子与家里人流浪 剩下不少叫云书与翠柳 拿着进去府里 云书本准备不要 可是想了想 却还是没有拒绝 与翠柳一块 踢着沉甸甸的两个竹篮 一块回去了国公府 不过是几日的功夫 国公府里也没有什么 十分大的变化 云书与翠柳告别 回了自己的屋里 见屋里的剩下的 三个二等丫鬟都在 便把竹篮里的桃子 各自分了两个 又有些剩下的 拿去给了琥珀与珊瑚 琥珀胃口小 一向吃不得多少东西 不过是拿了一个 倒是珊瑚眼睛亮了 拿了三个 放在自己的手边 笑着说道 你倒是个知道 记挂咱们的 如今我收用了你的 过些时候 等李家庄子上的东西来了 我也给你留着 他未来的夫家 是老太太手下大庄头 自然不会短缺了吃食 好 云书急忙答应了 见珊瑚的确喜欢 又给他留了两个 这才把剩下的 拿回自己的屋里 如今他每日里 吃些枸杞茶 又时不时 有些茯苓霜混着羊乳吃 素日里不说 在老太太的房里 那些点心汤水 只说如今 还每天要吃两个桃子 别提这日子过得多熟心 更何况 唐国公本就是个孝顺的人 虽然对旁人 都冷酷无情的样子 可是对老太太 却是真心孝敬 这些桃子之物 连成白都得了 就更不必说 老太太的屋里 因此这段时间 老太太面前 也新鲜的果子不少 云书本应老太太 老太太对自己慈爱 如今越发对老太太用心 见老太太虽然喜欢果子 可是老人家 总是不好刻画 因此寻了个法子 于小厨房说 每日里拿新鲜的蜜桃 给老太太 搅了蜜桃之喝 倒是叫老太太 能多受用些 这虽然不过是日常小道 可是老太太觉得自己 被真心照顾 倒是心里欲贴 因此 虽然云书年纪小 做不得什么劳累的活 然而老太太 却十分喜欢她 琥珀与珊瑚 几个一等大丫鬟 与云书有没有位置上的冲突 因此 对她也十分关照 毕竟他们都看得分明 云书如今的年纪 就算再得老太太的喜欢 也不能把他们挤出去 等天气更热些的时候 国公府里都是 有冰窖的 云书便与琥珀说 拿了冰窖里的冰磨成冰沙 上头浇了蜜糖蜜豆 又往里头放了新鲜的果汁 清凉甜美 哪怕每天不过小小一碗 也叫老太太 觉得这很喜欢 老太太一欢喜 这国公府里的主子们 自然也都跟着欢喜 等老太太十分得意地叫云书出来 指着她对唐国公夫人笑着说道 都是这个小丫头 素日里不干别的 日日只琢磨着我 知道这天热了 我这胃口不好 这几天憋着花样 叫小厨房折腾着 小厨房都叫苦连天 她这哪里是抱怨 唐国公夫人也不是傻子 便听出老太太的喜欢 笑着说道 这都是她一心为了老太太罢了 我听说前几日 还与小厨房说 怎么熬制南边的凉茶 那个凉茶我喝过 滋味怪怪的 我倒是不喜欢 因此 如今也不过是用这些南边的酸梅汤 也是这小丫头的主意 也不知道这小脑袋瓜里头 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老太太笑眯眯地 轻轻点了点云书的额头 云书不由红着脸说道 不过是从前听过南边的一些小食 十分常见的 不过是老太太素日里 吃惯了山珍海味 因此倒觉得 我的这些青州小菜 反倒可口了 这倒不是 那凉茶我也喝不惯 可是老太太 咱们家国公爷 倒是十分喜欢 面上没说什么 可是没回送去书房的凉茶 都叫喝光了 唐国公夫人便笑着对云书说道 国公爷一向苦笑 没想到喝了老太太屋里的凉茶 倒是瞧着好多了 我瞧着也喝国公爷的口味 能叫国公爷都这样喜欢 可见南边的东西 也有几分奇妙 他这样称赞 老太太急忙揽着云书笑着说道 那这是大功一件 你还不赏他 第四十六章 沈家 这哪里有公然讨赏的 还是老太太帮他要赏 云书哭笑不得 不过他也知道 如今老太太心情不错 正是玩笑的时候 因此也不扫兴地推剧 只鸣嘴笑着说道 倒是我今日占官 白得了主子们的赏赐 他倒是清楚 自己是因什么会得到赏赐 唐国公夫人便笑着 与一旁的二夫人胡适说道 瞧瞧母亲与这丫头一唱一和的 如今就是不赏也不行了 他这样笑着说话 一旁的二夫人胡适脸上 挤出了一个有些尴尬的笑容 又有些恍惚 之后便急忙说道 可不是 不仅是大嫂 就是我也得多谢这丫头了 瞧你们这小气的样 不过是傻傻小云 看着心疼的 老太太笑眯眯地说道 哪里都跟你一二大方呢 胡适本就是性子轻快的女子 虽然嫁的是唐国公府庶子 老太太不过是嫡母 这不是老太太亲生的 在国公府中过得尴尬 可是胡适硬是有能耐 在老太太的面前 讨得老太太喜欢 可见这八面玲珑的性子 只是云书见她今日 仿佛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 虽然在心中奇怪 可是二夫人胡适这一样 不过是一闪而过 连老太太都没有发现 自己就能不要提了 不过老太太得了这儿 媳妇们的奉承 欢欣无比 此刻说起话来 也多了几分亲切 大哥的婚事 你们预备得如何了 这问的正是唐国公世子的婚事 早前唐国公夫人 看中了沈大将军的长女 只是老太太却有些不乐意 若不是唐国公亲自出马 说服了老太太 如今这婚事 也未必能够顺利 不过此刻因这婚事顺遂 唐国公夫人说起来的时候 越发神采飞扬 见老太太气色和煦 并没有再如同从前一般不情愿 她心里松了一口气 便急忙笑着说道 正在与沈家说着呢 只是沈家如今三位小姐都倒了花期 蛮京城的寻摸未来的姑爷 我也想着等国公爷的话 三个丫头都要定亲 都定了谁家 如今沈将军炙手可热 全是赫赫 又有贵妃娘娘与八皇子的风光 这三个丫头 生的有都是美人胚子 老太太 就叫我说 做个王妃也是使得的 只是沈将军到底是个念旧的人 说起这个 唐国公夫人对沈大将军府更加满意 忍不住笑容满面地对老太太说道 若凭着沈家如今的风光 这三个丫头都嫁入皇家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沈将军说了 家中女孩都要嫁给顾娇旧友 也是为了当年的勤奋 都是顾娇之后 老太太缓缓地问道 都是当初年轻时 就与沈大将军交后 如今也没有断了往来的亲近人家 虽然不是那王府后宫的 可到底都是勋贵之家 大丫头说好了 定给咱们家 沈家二丫头 我记得是定给靖南侯府的嫡次子 三丫头日后要结亲的对象 是与沈大将军十分要好的显侯府上 这都是勋贵人家 叫我说 这样的殷亲 日后与咱们国公府也是好的 虽然日后唐国公世子的廉京 不能是什么亲王郡王的了 可是只说 这侯府门第 也不算是低位了 更何况 还有父辈的交情在 自然是极好的 唐国公夫人眉飞色舞 云书捶了捶眼睛 下意识去看老太太 老太太没多说什么 只是想了想缓缓地说道 沈家大小姐是个好的 这聘礼不能减薄了 还有 日后她是唐国公世子夫人 又是咱们家里几个丫头的长嫂 你有时间多带着几个丫头 与沈家走动 这也清静些 她这话是真心为家里的几位小姐打算 毕竟日后若沈家大小姐 执掌唐国公府 那若是与唐家几位小姐 走动得亲近的话 几个小姐出嫁之后 回娘家走动 也是给自己的一处靠山 因此 唐国公夫人便笑着答应了 她对老太太说起了这门婚事 就觉得停不下来 云书听了满耳朵的奢侈聘礼 只觉得满耳都是富贵 这如今国公府里 正是荣华正好的时候 等前就不缺什么 因此 老太太也乐得大方 给沈大将军福利体面 她这样大方 叫唐国公夫人 只管开了库房 去给沈家做聘礼 唐国公夫人投桃报李 嘴上不说什么 对老太太越发孝顺 甚至连给云书的赏赐都厚了几分 等云书得了唐国公夫人的赏 看着眼前新鲜漂亮的六匹绫罗绸缎 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此时屋里没有别人 应知道云书与翠柳好 因此 那三位二等丫鬟 也乐得叫翠柳与云书在屋子里说话 大夫人这也太大方了 这六匹绸缎上头 还绣着十分精美的花样 瞧着 就色彩光滑 柔软的仿佛花瓣一样 翠柳靠在云书的身边 瞪着这六匹料子 不由对云书诧异地问道 你怎么讨了夫人的喜欢 怎么夫人把这么好的料子给你 这六匹料子的花样 新鲜不说 就是这精致的绸缎就知道 这是十分难得的 就算是做衣裳 也只在国公府里的几位小姐的身上穿过 云书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 似乎想到了什么 便低声说道 这是夫人心里高兴 因此便宜了我 心里高兴 老太太答应了唐国公夫人提出的世子的婚事 唐国公夫人自然高兴 这种绸缎虽然稀罕 可是孝敬给老太太 老太太却有的是 显不出好来 可是若给了她 她在老太太面前总要提一提 到时候老太太知道了 回头只会更满意唐国公夫人对自己的孝顺 这当家主母自然是有几分明白 这叫隔山打牛 云书一下子被自己心里的想法给逗笑了 他只是把这六匹绸缎 拿自己放在家里的一块大大的寻常料子给裹起来 对翠柳小声说道 等哪天再回去你家里 都放在你屋里 他才这样说 翠柳急忙拦着他说道 你且等等 等我姐姐成了亲再放去 我家里收着 虽然说咱们现在有个大箱子 她是偷不走的 可是只要你这样好的料子 入了她的眼 她不必去偷咱们的 只一张嘴 哭着喊着问咱们要 你说你给不给 你若是不给 难免叫她说你小气 可是若你给了她 凭什么便宜了她呢 更何况翠柳做儿女的 不好说家里人的坏话 他前些时候与云书回了家里 他娘张嘴就叫云书给碧柳做嫁衣 一副好理所当然的样子 说是求云书做事 可是也不过是 仗着自己长辈的身份 知道云书面嫩 不会回绝 那时候 为了嫁衣都这样 若回头云书得了这样好的绸缎 入了她姐姐的眼睛 回头去跟她娘哭着讨要 她娘亲自问云书要的话 云书又该如何呢 虽然说 那是自己的姐姐自己的娘 可是翠柳却实在不愿意叫云书吃了亏 总是受委屈的 好了 我知道了 那等她嫁人以后 她瞧不见咱们拿的好东西了 再收在你房里 云书见翠柳 一心为自己打算 只觉得心里感动无比 这是一种纯粹的对她的关心与用心 甚至有一种更偏心云书的亲切 她的心里温暖了几分 握了握翠柳的手 见她对自己无忧无虑的一笑 犹豫了一下 便低声对她问道 你说 咱们俩等在多攒些钱 在外头求陈叔帮着开个小点心 铺子如何 见翠柳一愣 云书便舔了舔嘴角 压低了声音 与翠柳靠在一块轻声说道 也是今日听了老太太与夫人们的话 才叫我想着 素日里我想的那些南边的点心小时 其实京城里倒是不多见 若是开一个小饭馆 不必样式很多 也不必价格昂贵 咱们只要做的好吃 每日里也有不少的景象 她也是有心要翠柳 与自己从如今起 就撑起些家业 日后也能得到一些私房 小饭馆 可是能做什么呢 不如做鸭血粉丝汤 夏天吃着开胃 冬天吃着暖和 且还只用些鸭货 你忘了 咱们不是买了许多的鸡鸭 到时候连进货都不必 直接都是咱们的原料 云叔记得自己 吃过的鸭血粉丝汤 味道十分鲜美 鲜香爽滑 用料也简单 满满的一大碗吃着 看着里头内容丰富 可是本钱却并不高 到时候再跟着卖些烧饼 物美价廉 寻常人家都吃得起 那卖得多 薄利多销也是极好的 他想着这些 就斟酌着对翠柳说了 翠柳眼睛都亮了 连连点头 可是还是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自然极好 可是也得我姐姐澄清了的 不然到时候 都跟那桃子似的 叫他娘恨不能都搬去 那什么秀才相公家里了 他这样严肃地说着 云叔不由扑吃笑了 他觉得翠柳对碧柳 简直躲避得跟老虎似的了 好 都听你的 他笑眯眯地拍了拍翠柳的手 两个小丫鬟在屋里偷笑的 跟小老鼠似的 正笑呵呵地说话 就听见门外传来了 轻轻地敲门的声音 小云在吗 云叔与翠柳的笑声都是一致 这声音怎么是珍珠 第47章通房丫鬟 珍珠打从去了 唐三爷的院子 已经与老太太院子里的 丫鬟断了往来 或者说 老太太也不许她 踏入自己的院子 瞧着生气了 如今 她却来了云叔的屋子 云叔不由有些茫然 与翠柳面面相去 怎么是她 翠柳压低了声音 对云叔问道 珍珠如今是 唐三爷的屋里人 按说不好这么大大咧咧地出来吧 只是云叔刚刚与翠柳玩闹得高兴 如今就算是想当做屋里 没人也不行的 她心里叹了一口气 与翠柳一块下了自己的床去了门口 一打开门 就看见珍珠正有些不安地站在门口 她如今到底是唐三爷面前的服侍的人 也多了几分体面 和乡郡主也不会为了她与丈夫有什么争执 因此看起来 她这日子过得还算是光鲜 不仅头上的手势 都是从前没有过的 各种精致的宝石手势 就算是一路出手臂 还能看见那一段雪白的手腕上 悬挂着的明晃晃的宝石手镯 这些可比云叔当小丫鬟得到的 那种赏赐用的金镯子 看起来富贵华美多了 云叔的目光落在珍珠身上 那十分华美的进攻的颈端上一瞬 不由在心底为珍珠叹了一口气 不过是个通房丫鬟 穿得光鲜奢侈 看着跟个少奶奶似的 这落在旁人眼中 只怕都要被地理说一句 珍珠轻狂了 她不相信 珍珠这么多年 在老太太面前做事 还能这样天真 以为这些都不算什么 珍珠姐姐 你怎么来了 云叔是不准备叫珍珠进屋的 倒也不是畏惧和乡郡主 因此要远离珍珠的意思 只是她如今觉得 珍珠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 虽然依旧如同在老太太面前那般 温柔和顺 可是这世上 谁能猜得透人心呢 她也不愈被引火烧身 叫和乡郡主为了珍珠 就对自己生出不快 毕竟 这不是很冤枉吗 珍珠的时间还是自己给珍珠帮忙 若说与她感情多么多么的好 那是真的没有 云叔对珍珠的感情 还不如对珊瑚呢 我有些事 珍珠见云叔此刻眉眼之间 还带着悠然的笑意 抿了抿嘴角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她依旧美丽年少 可是却似乎突然一夜之间 仿佛拢不住唐三爷的心了 什么事 云叔便好奇地问道 见她没有叫自己进去的意思 珍珠迟疑了一下 这才看着云叔轻声问道 小云 你我之间也有几分娇吼 当初也是有情分的 我想问你一件事 她的眼眶微微发红 见云叔安静地仰头看着自己 那张眉目四花的清丽的脸上 露出几分茫然 便带着几分沙哑的问道 你一向都在老太太面前服侍的 老太太 可在三爷的面前说过我什么 当初唐三爷对她的态度一夜大变 那一天 她也知道 唐三爷是去见过老太太的 这件事 她憋在心里好久 本想去问问琥珀 可是如今 琥珀是不理她的 姐姐这话我不明白 云叔皱了皱眉 珍珠做丫鬟出身 应该知道做丫鬟的机会 把主子面前的话 四处往外传播 这本就是不应该的 她就算的确听到老太太 对唐三爷的训诫 那也不能告诉珍珠啊 好妹妹 我也实在没法子了 因此才来求你 珍珠想到 老太太屋里 除了琥珀珊瑚这样 与自己亲近十几年的大丫鬟 也只有云叔素日里 是在老太太面前侍奉 因此应该会知道 老太太的一些事 才来问她 见云叔露出茫然 她便红着眼眶哽咽地说道 我也不知做错了什么 叫三爷厌弃了我 如今一个月里头 三爷在郡主处二十日 在书房七八日 在我房里 也不过是 珍珠姐姐 云叔没想到 珍珠如今竟然是一副 方寸大乱的样子 这唐三爷去睡的房里睡 跟她一个小丫鬟有什么关系 这一说起来 都叫人觉得丢脸 见珍珠看起来憔悴了几分 云叔顿了顿 到底不忍心 和声说道 姐姐也不要难过 三爷与郡主夫妻和睦 难道你 不应该为三爷感到欢喜吗 难道要三爷娶一个婚事不邪 叫三爷心里不喜的女子 三爷的姻缘不顺 才是应该的 见珍珠看着自己如被雷劈 顿时正住了看着自己 云叔看着她轻声说道 若我是珍珠姐姐 如今三爷与郡主情色和名 为三爷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呢 当然 她也绝不可能跟珍珠似的 给人去做妾罢了 你 你说什么 姐姐如今是三爷面前服侍的人 可也是郡主面前服侍的人 三爷与郡主都是姐姐的主子 姐姐应该为两位主子欢喜才是 珍珠本就是个通房丫鬟 难道云叔还要觉得 唐三爷每个月在她房里泄的时间少了 就觉得唐三爷是个王八蛋 叫云叔说 唐三爷如今与和乡郡主夫妻感情不错 却还没有忘了珍珠 就算是老太太当头棒喝 如今也会在她的房里歇两天 叫珍珠撑住了如今在三房的体面 没有叫人作茧 这已经是看在往日里的情分 和乡郡主是妻 珍珠是通房 莫非她还想与和乡郡主比肩不成 郡主 郡主哪里用得着我服侍 珍珠苦笑了一声寒泪说道 她平日里在和乡郡主面前 想要去服侍一二 就有不知多少郡主带来的丫鬟 郡主对她也一向都冷淡 哪怕她想要忠心服侍 和乡郡主也不需要 既然郡主不必姐姐服侍 姐姐难道不应该觉得 郡主对自己十分宽和体谅吗 云书便笑了笑 看着泪眼朦胧的珍珠 对她轻声说道 正是看在三爷对姐姐的情分 因此郡主也高看姐姐几分 若说起来 姐姐这样的身份 也不过是郡主面前的奴婢 可是冲着三爷 郡主对姐姐多么的好 姐姐怎么不瞧瞧别人 不说别人家 咱们也不知道 只说国公爷房里 那些个通房 还得在大夫人面前打帘子 每日礼礼规矩 可是郡主却并未苛待过姐姐 姐姐当知道珍惜 惜福才是啊 她其实这些话里 已经有了几分劝说之意 珍珠如果在这样不知足 到处哭诉 和乡郡主不说 唐三爷那里怕都忍不得 若是将唐三爷对他的情分 都折腾光了 那珍珠就当真死无葬身之地 只是云书不知道 今日自己这份劝说 珍珠能不能听到心里去 你怎么一直为郡主说话 珍珠轻声说道 我哪里是为郡主说话 实在是 这都是咱们这些做丫鬟的 应该知道的分内之事 更何况我也有眼睛 姐姐如今日子过得难道不够好 三房里 你是三爷眼前的人 郡主给你体面 叫你不必服侍 还专门叫婴儿来服侍你 婴儿总是你自己挑的吧 如今也是使努换臂 锦衣玉食 姐姐 这难道不是福气吗 云书不明白 珍珠都已经有了荣华富贵 能留在国公府里好好过日子 为什么还要不满足 若是想和男人日日朝夕相对 他早就该知道 唐三爷不能给他 就算是唐三爷自己想 老太太 国公爷也都是容不得的 若是想要恩爱 那还嫁什么唐三爷 不如去嫁给那日里装头的儿子 那人憨憨的 却对他真心实意 若是澄清 绝对一时都离不得他 样样都想抓在手里 云书只担心 这样怕是一样都捞不着 他看着珍珠摇摇欲坠的样子 想要说点什么 却没有多说 更何况 别说我没有听见老太太 与三爷说了什么 就算是听到了 也不会与姐姐说一字半句 姐姐也是做丫鬟的 难道不知道 在主子面前的规矩了不成 我与姐姐 的确是有曾经一处做事的情分 可是这情分是私 服侍老太太 谨言慎行事工 为人当公司分明才是 云书今日本不该说这许多的话 可是看着珍珠在自己的面前不走 他不得不说了这许多话 堵住他的嘴 轻声说道 姐姐也该回去了 若是老太太知道 你来了这院子 怕是要不高兴 他给珍珠服了服 翠柳抿着嘴角 在一旁听着云书的话 也给珍珠服了服 毕竟 珍珠如今与他们俩的身份不同 算是半个主子了 看着云书与翠柳两个 翘生生的小丫鬟 不卑不亢地给自己行礼 珍珠下意识地 抓紧了自己的裙板 他穿着十六红的流仙裙 楚楚动人 安静而立的时候 真静温柔 因着裙子上 还绣着奢侈的金线 与小克的珍珠 因此看起来又有几分富贵 可是此刻 他却觉得自己 还不及眼前这两个小丫鬟快活 就算心中有千言万语 可是珍珠却被云书都堵在嘴里 抱怨不得 云书都口口声声 何湘郡主对自己好的不行 他还怎么抱怨诉苦 就算是抱怨自己的委屈 与何湘郡主 对自己暗中的压制 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他红了眼眶 只觉得与云书无法沟通 哭着转身走了 云书这才吐出一口气 转身关上了房门 他却不见不远处的拐角 画书捧着一个不大的匣子 顿了顿 转身走了 第四十八章香囊 画书脚下匆匆 很快就回了三房 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何湘郡主 一边拿着一盏茶在喝 一边悠闲地问道 不是叫你 与小云多说一句话才回来吗 老太太在他们的面前 这么抬举小云 他自然也乐意 拿出一点精神 来讨老太太喜欢 因知道唐国公夫人 赏了小云六匹绸缎 因此他就凑圈 只比唐国公夫人 这张扫茧薄些 叫画书拿了一对 从前外头献给自己 只是自己嫌弃不精致的 赤金镯子去 谁知道画书 这么快就回来了 奴婢没有去给他 画书把手里的匣子放在一旁 走到了何湘郡主的耳边 低声说道 奴婢见着珍珠那丫头了 殷恐小云不安 因此也不好 与珍珠前后脚的出现 叫小云觉得自己怠慢了咱们 他把珍珠与云书的对话 对何湘郡主说了 何湘郡主美艳的脸上 露出几分杀气 轻声说道 不知好歹的贱人 如今还敢去老太太的院子里 装可怜 如今三爷心里还有 他几分 我也懒得收拾他 且等日后 奴婢只想着 小云倒是有这样的见识 处处为郡主说话 倒是难得 话书想到 云书一句一句 把珍珠对得说不出话 不由笑着说道 还是个知道分寸的丫头 也不与珍珠一块说郡主的坏话 又不是一个嘴里不谨慎的碎嘴子 他倒是觉得 云书这一回对珍珠说的话 十分叫自己高兴 何湘郡主修长的手指 轻轻敲打在匣子上 缓缓地说道 老太太面前出来的人 断然没有出错的道理 珍珠也真是稀奇了 老太太面前的丫鬟 个个都是好的 怎么反倒出了一个塔 不过是瞧见 咱们三爷俊美尊贵 这小鱼从前我倒是没有看错的 是个明白人 而且你没有听出来 她那些话的确是叫珍珠闭嘴 也的确是在帮我说好话 可是却不是一味地指责珍珠 反而是劝她安分守己 日后才能在咱们这一房 有好日子过 见话书一愣 何湘郡主红唇微微勾起 似笑非笑地说道 只是珍珠也不知 能不能听出她的意思 若是她当真明白 日后我也未必不能容了她 说起来 何湘郡主厌烦珍珠 不过是因珍珠 珍珠时常仗着与唐三爷曾经的情分 在她面前作妖 若是珍珠懂事 她也未必会对珍珠赶尽杀绝 毕竟唐三爷面前 叫珍珠站住个位置 日后别人也进不来了 只是听话书的意思 怕是珍珠没有听明白 云书这话中的意思 原来还有这样的事 话书不免诧异 这正是不负如来不负清了 她心里偏着我这个正事 因此呵斥珍珠 可是又顾忌与珍珠 也有几分情分 也想珍珠能过些舒心的日子 这当真是不得了 何湘郡主对话书缓缓地说道 你且看着吧 日后老太太面前 她怕是个家 别看不声不响的 不喜欢张扬炫耀 可是谁都比不过她 更要紧的是 这丫头心正 说出的话处处都在里 实在叫人喜欢 她很喜欢云书这样的脾气 更何况云书的每一句话 都是为她说的 倒是叫何湘郡主心里欲贴了 你回来也是对的 这样的玩意儿 怕是辱没了她 何湘郡主敲了敲那赤金镯子 对话书说道 咱们也别小瞧了她 只看她还要在老太太面前 起码服饰八九年 咱们这些主子 日后许还要 她在老太太面前说好话 你去首饰匣子里 再去好哈找着 许那些精致可爱的 正和他们小丫鬟们 带着的镯子耳坠子给她些 也不必太吝啬 咱们这儿的东西 成了山成了海 不稀罕那些首饰玩意儿 可是他们这样的小丫鬟 却得了也是极大的好处 这两个赤金镯子 不如也给她 随她融了打 自己喜欢的首饰也好 或是往后攒着当私房也好 我听说 她现在在外头还买了凉甜 可见最喜欢的 就是陈甸甸的赤金 话书在宋王府 见惯了满眼的富贵 那当真是金银如铁珍珠如土 因此 哪里把这点子金子放在眼里 一时想起与云书也十分要好 便笑着对何湘郡主说道 叫我说 郡主如今赏她银子 比赏她什么稀罕的首饰都强 那就给她 不过别露出来 演了大嫂的风头 我想着 二嫂怕是也要赏她 也别叫二嫂的东西看着少了 叫二嫂脸上不好看 那就用代价层的 话书急忙说道 你自己琢磨去 何湘郡主在觉得云书的性子好 也没有天天为云书操心的道理 因此懒懒地将这事放全 给了话书 话书也不是客气的人 把何湘郡主素日里赏人用的匣子 翻了个底儿朝天 这才揣着自己收拾好的匣子 往云书的屋子里来了 索性此刻屋里别人还没回来 云书正在与翠柳低声说 刚才珍珠的事 见是话书来了 云书忙起身把话书给迎进来 又让了话书在上手做了 亲手捧了点心 与温温的茶水来给她 我这茶水点心都不是最精致的 叫姐姐笑话了 不过是些点心 尝一口就完了 谁还认真的吃呢 话书吃了一口点心 便将匣子放在桌上 笑盈盈地说道 这是郡主赏你的 你也该知道缘故 大夫人都以你的凉茶 讨过公爷喜欢赏了你 郡主自然也该赏你 你是不知道 我们三爷也极喜欢 老太太院里的凉茶 他见翠柳站在一旁 便笑着说道 郡主还记得 翠柳送凉茶好几日 这大热的天 独日头底下跑腿 郡主嘴上没说 可是都记在心里 因此也有你的 他便把一个荷包 放在翠柳的面前 可是 我去给郡主送凉茶的时候 郡主已经赏我吃了果子了 翠柳没想到 和乡郡主还要赏自己 不由有些呆住了 郡主赏你 你就收着 这自然不是和乡郡主 因翠柳送凉茶赏的 而是话书之前 见翠柳与云书站在一块 很有对珍珠的不喜欢 还没有对珍珠表示可怜 因此倒觉得 翠柳也可以亲近几分 更何况 云书与翠柳要好 他时常拿着东西来给云书 只担心翠柳因此 对云书生出极度 左右和乡郡主面前 这些小玩意儿 都是不计数的 拿来做人情也没什么 云书倒是觉得 这样挺好的 既然是郡主赏的 日后你见了郡主 给郡主道谢就是 哪里有拒绝郡主的道理 他一边说 一边暗地里眨了眨眼睛 翠柳顿时眼睛一亮 把荷包拿起来 这才对话书扶了扶说道 日后我去郡主面前道谢 也多谢姐姐 还记得给我挑这样好的东西 就算没看见里头的东西 可是也不耽误翠柳嘴甜 话书见这两个小丫鬟 感情这样好 不由微笑起来 和声说道 谢来谢去的格外麻烦 只要你们服侍好老太太 就是对郡主的一片真心了 他坐在云书的屋里 又说了一会儿的话 见话书起身要走 云书想到了什么 急忙从自己床边的小妆帘里 翻出一个样式 十分简单的鹅黄色 肃杀的香囊来 姐姐大热天的来一趟 真是辛苦了 这是我才做的 里头是几样去蚊虫的草药 应该老太太做了两个枕头 还剩下了些 因此做了几个荷包 也不是十分精致 姐姐若是喜欢 不如拿去玩 虽然不好看 可是总是能去除些蚊虫叨扰 这剩下的时候 就算是屋子里蒙了青纱 可是却还是有蚊虫叮咬 叫人烦不胜烦 也十分不舒坦 云书前两天 才与给老太太看诊的太医 问了些草药 给老太太做了两个大枕头 里头有些对身体好的草药 也促进老人家的睡眠 当然 此刻这香囊里装的 就不过是寻常的蛆蚊虫的了 这倒是极好 话书接过来翻看了一番 嗅到了一些草药清苦的香味 笑着对云书说道 不如你再帮咱们郡主嗅一个 郡主是金玉一样的人 我粗手笨脚的 哪里如姐姐们 日日在郡主面前服侍那样贴心 知道郡主的心意呢 更何况 这些草药虽然大多温和 也问过太医说是 对人都是有弊意的 只是郡主面前还得多斟酌着 不如先问问素日里 给郡主把卖的太医 再斟酌对药材才好做呢 云书又不是非要去讨好荷香郡主 更何况 自己把荷香郡主面前的风头都抢尽了 那如华书几个 难道不得成了死人 他如此谨慎 华书看着他便笑了 行了 我知道了 改名 我去问问给郡主诊脉的太医 云书这才笑了一笑 送了华书走了 华书才走 云书见外头天色已经黑了 同屋的丫鬟就快回来 顾不得看荷香郡主赏了自己什么 与翠柳一块都给藏了 这才去吃晚饭 他吃了晚饭 又去了老太太的屋里服饰 才走到门口 却听见唐国公夫人正笑着说道 已经给大丫头相看了 给大丫头定的是险侯府 与沈家三小姐做轴领 母亲 您觉得这婚事如何 第49章婚期 云书在门口听了 倒是并不觉得如何诧异 这豪门联姻最讲究门当户对 又讲究请上加亲 那险侯府他 虽然没有听说过几次 不过想来也该是侯门府邸 不然也不会叫如日中天的沈大将军看上 将自己的爱女许嫁给这位险侯 这样显然足够辉煌显赫的侯府 唐大小姐到底是唐国公的长女 嫁进门去到时 也没什么好觉得不合适的 她脚下微微一顿 就无声地从门口进了屋子 且见此刻唐国公夫人 正与唐大小姐坐在一块 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 显然对这门婚事都很满意 不说唐大小姐面容如花 带着几分羞涩与期待 那年少的女孩 对未来的婚姻的期待都写在脸上 只说唐国公夫人对这门婚事 十分乐见其成 叫云叔想了想 都觉得唐国公夫人心胸过人 唐大小姐到底不是唐国公夫人亲生 可是唐国公夫人 却为她筹谋到这个份上 没有把她胡乱嫁人 反而是寻了一个很好的人家 更何况还是真心满意 这就是合格的嫡母了 倒是老太太也愣了愣 便缓缓点头说道 这门婚事的确不错 她想了想 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唐国公夫人笑着说道 这险猴的门第倒是还其次 毕竟咱们家也是国公府 不差她什么 不过你许是知道的少些 想当年险猴与你们国公爷 还有沈大将军是一块玩到大的 这情分就不一样 虽然后来 这后来等大家都上了朝堂 政见不合 唐国公与沈大将军就此疏远 而险猴倒是与沈大将军 这么多年更亲近 因此与唐国公生疏 这对于老太太是十分遗憾的 此刻杰儿媳在侧耳倾听 便和声说道 虽然后来他们之间生疏了些 可是当年的情分还都在 大丫头嫁到险猴的家里去 看在你们国公爷的份上 险猴也会对你照顾一二 原来还有这事 这倒是唐国公夫人知道的不多的 她嫁进门的时候 唐国公就与沈大将军来往的不亲密了 更不要提险猴 不过对于她来说 这倒是意外之喜 这么说 大丫头嫁到险猴府 我也是放心了 怨不得国公爷也点头这门婚事 是啊 我记得沈家三小姐 是个十分温柔的性子 她与大丫头做肘礼 大丫头也不必担心肘礼之间有什么争执 老太太的脸上带着几分笑容 见唐大小姐羞涩得满脸通红 一双眼睛炼焰如水 便和声安慰她说道 等过些时候 我请沈家的小姐们来府里做作 到时候 你与沈家的三丫头多亲近一二 日后嫁了人去 也能有了知心的人 不过沈将军这婚事结得不错 他们家大丫头 肃井行事爽快 倒是合适给咱们做世子席 日后当家理事都是好手 这三丫头生的脾气弱些 不是个厉害的性子 显侯与沈家亲密这么多年 日后三丫头嫁人以后的日子 也不会难过 这谁说不是呢 唐国公夫人 不由带着几分笑意点头说道 正是这样的话 更何况 到时候唐国公世子 就与这显侯府上有了姻亲 豪门之中姻亲不绝 联姻不断 来往都是亲戚交情 日后在朝堂之上 自然也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对唐国公世子 也算是有了臂膀扶持 日后对于前程 也是有好处的 她心里满意 见老太太没有在对自己寻的婚事 露出什么不喜 心里越发欢喜 盲对老太太笑着说道 这女孩家的婚事 是耽误不得的 若是您觉得这门婚事好 我就与显侯府上透出分去 叫她们来下聘 见老太太矜持地点了点头 唐国公夫人 越发带着几分笑意地继续说道 拿大丫头的嫁妆 也当预备起来了 老太太 我想着 大丫头到底是国公爷的长女 这身份就与其他姐妹不同 怎么也不能输给妹妹们 您说呢 她是绝不会叫唐大小姐的嫁妆 逊色于唐二小姐的 嫁到寻王府去 又算得了什么 不也不过是个忌事 那你就慢慢斟酌 对了 沈家如今可定了什么时候澄清 这问的正是唐国公世子 与沈家大小姐宿紧的婚事 云书也竖起耳朵来听着 他此刻已经站到了虎铺的身后 因此时也没有需要他这么一个小丫鬟服侍的事 因此躲在虎铺的身后 安安分分地浑水摸鱼 此刻听见老太太 问起唐国公世子的婚事 不由也有些好奇 倒是唐国公夫人 脸上露出几分无奈地说道 沈家把婚事定到了明年春天 怎么不是今年吗 老太太顿时一愣 国公爷倒是想要今年秋天 就叫两个孩子成亲 只是这话 我与沈夫人说了 沈夫人说 沈大将军觉得 如此婚事 就过于仓促 你也知道 宿景是沈家嫡长女 要身份有身份 要贵重有贵重 这婚事若是仓促了 难免有敷衍之嫌 沈家也不愿意 因咱们仓促要成亲 就委屈了自己个家的爱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心情我也明白 不过是想要慢慢给宿景 好好整理嫁妆 这婚事一些都筹备得妥当不说 还能多留宿景 在家里一年成欢膝下 唐国公夫人 本就是个温序的性子 因此 对于沈家想多留长女一年 也没有什么不愿 倒是老太太 手里慢慢地转着手腕上的佛珠 许久之后慢慢地说道 既然沈家想要拖到明年 那就明年 唐国公夫人 孔老太太对宿景生出不满来 急忙又说道 这也是沈家重视宿景 把宿景当成心肝 叫我说 日后也能因宿景 对照顾咱们大根显 更何况 他们家里不愿意今年仓促 我也松了一口气 不然老太太也可怜可怜我 只今年还有二丫头 要嫁到寻王府去 王府大婚 这哪里能怠慢呢 我只怕忙得停不下脚来 如今沈家愿意宽容到明年 我也能些口气 这就有为沈家分辨的意思了 老太太脸上看不出什么 却微微汗手说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她的目光落在唐大小姐的脸上 只是若当真如此 那你的婚事 只怕也要拖到明年 沈家大小姐 明年春天才能嫁到国公府里来 显侯府嫡子迎娶的 又是沈家三小姐 瞧着沈家这意思 沈家的小姐们 怕都得明年才能陆续澄清 若说对别人没有影响 也就算了 可是那位沈家三小姐 要嫁的是显侯嫡子 可唐大小姐 嫁的是显侯树子 在人家显侯府上 哪里有嫡子媳没进门 就叫树子娶媳妇的道理 因此 唐大小姐必然要晚于 沈家三小姐进门 那这婚事 就要往后拖延 我也愿意多在家里留一年 多在你与母亲身边敬孝 唐大小姐急忙说道 她一向都很机敏聪慧 老太太听了 便笑了一笑 你也好 跟在你母亲的身边 也多学学管家里事 虽然 你嫁得不过是个树子 也管不了显侯府的家 不过日后 若有分家出去的那一日 这也能上手 不至于手忙脚乱 更何况 就算不管家 那管管自己的小院子 也是好的 老太太温言 对唐大小姐说了几句 也是为了叫她 不要因此有些心结的意思 唐大小姐多聪明的人 她若是不聪明机灵 不过是个庶女 也不能叫唐国公夫人 这样疼她 便忙点头说道 您说的话我明白 更何况 也能与母亲多学学 到时候才能在显侯府上 与长辈轴里的亲近 瞧瞧这张嘴 倒是机灵 你这样明白 我也不担心 你什么 老太太笑着 指了指唐大小姐说道 孙女这样机灵 不也是老太太 与母亲一手教导 唐大小姐笑着说道 云叔都觉得 唐大小姐说话十分凑句 不说别的 就这一心一意 讨老太太 与唐国公夫人喜欢开心 就是个难得明白的女子 不然 如果都是唐二小姐 那一副被别人亏欠 恨不能与大家有仇的性子 那云叔觉得 老太太可不会把 输出的孙女当回事 老太太虽然嘴上不说 可是也是 更注重嫡出的 不说别的 就说在老太太的面前 唐国公夫人所生的两位公子 就比别人更多几分体面 他心里想着心事 听着这上坊里的笑声 因发觉今日府中的气氛 格外的好 想了想就多少明白 这当唐国公世子 这一辈的小辈 也该是陆续澄清 国公府联姻 只会叫国公府 与各家豪门更加亲密 更何况唐国公如今 在朝中也十分显赫 因此如今正是 国公府最好的时候 难免这大家的日子 都过得很好 这日子过得一好 谁心里会不开心呢 不仅如此 唐国公夫人 还有心以唐大小姐的名义 舍了小燕 下了帖子 给沈家的小姐们 请她们来国公府里说笑 这些本与云叔无关 可是等小燕即将到来 她倒是叫唐大小姐 给请了去 说起来 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唐大小姐对云叔笑着说道 第五十章奶茶 这话叫云叔不好接 大小姐有话吩咐我就是 何来用一个球子呢 叫我都觉得惶恐了 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她的心里 却生出几分谨慎 唐大小姐就算是述出 可到底是唐国公府的大小姐 这样对她和颜悦色 所谓李下于人必有所求 她只担心唐大小姐 说出什么叫她 不能答应的事 毕竟 之前在翠柳的家里 陈白家的一个球子 就是想使唤自己 给碧柳秀衣裳 因此 她还是有些担心的 倒是唐大小姐 见云叔小小年纪 就这样谨慎 虽然如今在老太太的房中 已经站稳脚跟 可是看起来 依旧如同曾经一般 真静柔顺 并未轻狂 眼底不由声出几分赞赏 拉着云叔的手揉声说道 你说得倒也是 你在老太太的面前服侍 我也在老太太的面前孝敬 说起来 咱们彼此之间 也有几分交情 她犹豫了一下 叫身边的丫鬟 给云叔倒了茶 见云叔作肯 站在自己的面前说话 有些无奈 却还是对她轻声说道 你是知道的 沈家的几位小姐 就快来咱们家里做客 大夫人 已经在老太太面前提过 这请人上门做客 母亲叫我 做这次小燕的主事人 只是你也知道 这沈家如今 正是辉煌显赫的时候 那府里出身的小姐 什么没吃过 什么没见过呢 若是咱们 没有个新鲜的样 倒是叫人小瞧了去 唐大小姐说这话 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私心 她身为庶女 却要往来 教好这些 沈大将军府的嫡女 总是觉得有些低人异等 只是 她就算是觉得自己低人异等 可也不愿意在那几位小姐的面前 露出自己不如人的一样 她心里就有心气 想教自己的 这次小宴上 有些别人没见过 或者说 只要沈家小姐们 没见过的物件 您的意思是 云书斟酌了起来 她能明白唐大小姐的心情 可是如今想想 问了她 她又能怎么办呢 前两天 你在老太太的小厨房 心弄出来的那个奶茶 我长得就味极好 且如今是盛夏 喝这样清凉的 从前没人见过的奶茶 也精致稀罕 虽然不过是一件 不过也显出 咱们国公府的与众不同 你说呢 前些时候 云书在小厨房里 想着鼓道出些饮品来 毕竟之前的凉茶那味 老太太不是很受用 可是若只是吃冰沙 对老太太来说 又太凉了 倒是奶茶中正平和 又是混了奶味的甜滋滋的味 只往井水里震着 老太太尝了 倒是称赞了两句 因云书如今是不好 在老太太面前 掐肩要强征着服侍老太太的 他除了做些绣活 因此就只叫小厨房 给弄出了几样 给老太太喝的东西 因不过是一片孝心 因此云书也没想着 讨老太太的赏赐 之前唐大小节 来给老太太请安 老太太也叫他喝过 您若是需要 只问小厨房去要救世 小厨房里 不会聚了您 云书便急忙说道 这事儿我知道 只是倒也想着 这是你一番心意于老太太 怎么能不问过你呢 当然 唐大小节也是唯恐老太太 不约自己拿着老太太屋里的东西 送人情 毕竟老太太是长辈 他大刺刺的 就去问老太太 院子里的小厨房要东西 却是给自己撑脸面 回头老太太不介意 可是却叫人诟病 此刻见云书茫然地看着自己 唐大小节便拉着他的手 温和地说道 因此 我想着与你问问 这奶茶怎么做的 交给了我 回头我自己做 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 云书便笑着说道 大小节要问配方 我与你写了就是 他答应的这样痛快 完全没有不愿意的样子 毕竟在云书的眼里 不过是一个奶茶方子 算得上什么呢 虽然说奶茶刚刚出来的时候 瞧着稀罕 可是叫云书说一句老实话 这奶茶的配方十分简单 若是叫有些能耐的大厨尝一尝 回头都能尝出来 里头放了什么 因此 这也不必必走自真 更何况 他并未想过 将奶茶拿出去卖钱 鸭血粉丝汤也就算了 用料简单 本钱不高 因此老少嫌疑 受众不少 可是说起来 奶茶里头的配料 无论是红茶 还是鲜奶还是羊糖 都是极尽贵的东西 本钱大 买得起的不多 他拿出去卖只怕 卖不出几个钱去 也只有这些 在豪门大家之中 无事可做 素日里十分精细的 大家小姐们 才有精神 做这些细致的玩儿 因想着送佛送道西 云书一边在 唐大小姐复杂的目光里 痛快地把奶茶配方 给写了 想了想便笑着说道 我还有个不成熟的想头 若是大小姐有心 不如自己做做看 试试看 哪一种更喜欢 什么想头 就是珍珠奶茶 云书便将如何做 那奶茶里头的珍珠一样 写给唐大小姐 他这倒是说得有趣 唐大小姐想了想 拿了这两样配方 对云书轻声说道 这事儿 我倒是要谢你 如今这些时候 家中有些稀罕的配方 是十分珍惜的 如云书这样大方帝 给拿出来的倒是不多 他心里对云书刮目相看 此刻见身边的丫鬟进来 就把丫鬟手里抱着的 一个小匣子 拿给云书柔声说道 我今日后言得了你的东西 可是却不能大咧咧地 无端承受 这是我与你的谢礼 只当感激你 对我这样大方 这如何使得呢 云书知道 这是唐大小姐 给自己的配方钱 因此 他也不过是 简单地推辞了两句就受了 因觉得匣子虽然小 可是沉甸甸的 他心里有些疑惑 却并未放在心上 拿袖子将这匣子掩盖住 这才对唐大小姐问道 您还有何吩咐 他的声音柔和 唐大小姐便笑着说道 你能帮我这样的大事 我已经很感激 哪里还能劳动你 云书到底是老太太身边的人 唐大小姐怎么能叫云书 给自己干活 他笑着 与云书说话的时候 正巧此刻外头 有唐家的几个小姐进来 唐大小姐忙将方子给收了 显然 他也不愿意叫姐妹们 知道自己当日宴请 沈家小姐们的时候 用什么样的惊喜心思 云书都看在眼里 却也不动声色 看不出什么 等日头快下去的时候 便起身给唐大小姐扶了扶 直接走了 唐大小姐叫人送了云书离开 等送云书的人回来禀告 唐大小姐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与自己的心腹丫鬟小声说道 我今日 小云到底不是一个刚烈性子 不然我简直无地自容了 问一个小丫鬟 伸手讨要奶茶的方子 这未免有些不堪 若不是唐大小姐 心里憋着一口气 她也不愿意做这样的 逼迫别人的事 含着眼泪轻声说道 也知小云 我才这样问她要 若是换了别人 那等藏不住话的 日后会对我闲言碎语的 我也不敢要了 您的苦 咱们都看在眼里 我瞧着小云 也不当一会儿事 且咱们不是给了她 一百两的配方钱 这一百两也不少了 她身边的心腹见她哭了 忙对她轻声安慰说道 一个配方一百两 这就算是出去 买一个一样的配方 也都是这样的价钱 您别觉得对不住她 她是陪着唐大小姐长大的 自然也明白 唐大小姐在国公府里的艰难 身为庶女 除了是长女之外 唐大小姐无论什么 都比不得唐二小姐 唐二小姐 日后还要做寻王妃 虽然这其中的利弊 都叫唐国公夫人 给她掰成明白了 可别人都不知道啊 大家的眼里 人家唐二小姐 就是比姐姐强 日后是做亲王妃的品格 处处都压着唐大小姐 在国公府里 如今知道 唐大小姐 未来不过是个 侯门数字的媳妇 而唐二小姐日后 是寻王妃 那等跟红顶白的眼里 越发没了唐大小姐 若不是老太太 与唐国公夫人都抬举着 唐大小姐在国公府里 早就没眼了 如今正是唐大小姐 能出些风头的时候 若是这小宴办得好了 就是唐大小姐的体面与光彩 到时候 自然也能博一些交口称赞 可是 这都是豪门中出身 养尊处优的小姐 谁没见过好东西 不过是稀罕一些新鲜有趣 又精致的玩意儿 好不容易有个奶茶 叫唐大小姐 觉得有趣些 因此算计了云书 毕竟她张口 就是恳切地要求 小丫鬟总不好拒绝 可是叫唐大小姐的丫鬟说 云书也并未吃亏 一百两银子 这叫一个小丫鬟赚 得赚多久啊 这事原是有亏心 唐大小姐便低声说道 小云还是厚道人 若是云书执意不给 她难道还能把云书打杀了不成 云书可是老太太跟前的红刃 云书不给她这个体面 她也拿云书没有法子 更何况 唐大小姐的确心里藏了私心 她 要嫁到险侯府上去 一介庶女如何立足 不过是讨好公婆夫君 往来后宅笑脸迎人 然后有些新鲜有趣的 能叫大鸡家都觉得 她是个细致人 这奶茶她也是 准备带着去险侯府上 给自己显摆的 第五十一章 聪明太过 想到自己在国公府里 多年的小心谨慎 唐大小姐便轻轻松了一口气 或许 等她嫁人就好了 到时候 只按着自己的心情 只要经营好自己的家与夫君 就不必如同在国公府里这样 谨小慎微了 她心里吐出一口气 紧紧捏住了云书 拿给自己的那两张配方单子 云书却不觉得如何 直接回了老太太的屋里 此时老太太正在睡午觉 若不是在这个时候 云书等闲也不能出去走走 唐大小姐也是挑着 老太太午睡的时候 才来请她 云书小心地回了 自己后头的礼物 因此刻 琥珀珊瑚几个大丫鬟 都在老太太的身边 服侍老太太午睡 因此 她这屋子里倒是清闲 见屋子里没人 她就把唐大小姐给的匣子拿出来 打开了一看 却见是一百两的小银元板 一个一个地码得整整齐齐的 一旁还有些空位 里面放着三只蝉丝的小缝钗 还有一对颜色 十分鲜艳的红马脑的镯子 外加一枚雕琢十分精致的玉佩 云书看了看 想到唐大小姐给自己的这些东西 挑了挑眉 其实也还好 她之前脱尘白 给卖了那个糯米鸡的点心配方 才卖了多少 如今唐大小姐倒是够大方的 出手就是一百两 要不然叫云书说 平日里不干别的 只卖各种的点心吃十方子 也能赚不少钱 她对唐大小姐 非要跟自己要奶茶配方 并没有放在心上 这东西 就是豪门小姐喜欢的精致玩意儿 等回头各家都吃过尝过 那些大厨整理出来的 怕是比自己的 要精细丰富许多 到时候 这配方可就不值得一百两了 更何况 如今她写给唐大小姐的这种配方 只不过是多一个新意 别的 也没什么 因与唐大小姐也没什么交集 她觉得这买卖做得不错 倒是正满意地 把匣子盖上的时候 却见琥珀进来了 琥珀一向都冷冷淡淡地 叫人十分尊敬 云书急忙起身 我听说大小姐叫你过去 是什么事 琥珀见云书身边的匣子翻开 露出里头的银元宝 便 到 云书便把奶茶配方的事 给她说了 琥珀皱了皱眉 却还是对云书说道 这本是你独出心裁 若不愿意给她 只靠着老太太 就不必理会 她以为云书是被逼迫的 云书唯恐 琥珀为自己抱不平 急忙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拉住了琥珀的衣摆 轻声说道 我知道 琥珀姐姐是护着我 若是旁人 谁会与我说这样的事呢 她见琥珀微微一愣 冰冷的脸色 有些不自在想要甩开自己 急忙先松开手 这才仰头 看着琥珀轻声说道 只有真心为我的人 才想着护着我 姐姐对我如何 我都记在心里 从一开始 就是琥珀帮着她 慢慢地 走到老太太的面前 若不是琥珀 自己也不过是茶水间里看炉子 为了赚钱 恨不能把自己变成五六个人的 不知何时 才能见天日的小丫鬟罢了 哪里能如同如今 这样自在 你突然说这个做什么 知道姐姐心里对我好 我难道不应该与姐姐说吗 云叔见琥珀冷冷地看着自己 急忙说道 大小姐要那配方 我是乐意给他的 不过是个吃食方子 算得了什么 更何况 大小姐也没有委屈了我 姐姐看 她给了我一百两银子 她如今还是对银子最看重了 眼睛亮晶晶的 满是对银子的憧憬 这么诚实不做作 一心冲着银子的小丫鬟 也是琥珀生平警戒 琥珀便冷哼了一声 既然是你愿意的 就当我刚刚什么都没说 怎么什么都没说呢 说出来的话 泼出去的水 姐姐心里向着我 难得还能收回去不成 云叔急忙说道 他看起来仿佛占了好大的便宜 琥珀沉着脸看着他 你怎么这么难缠 姐姐如今退货也晚了 云叔眨了眨眼睛说道 琥珀顿时气地说不出话的样子 正是此刻 云叔就听见外头传来了女孩的笑声 他急忙从里屋探头往外看 却见是珊瑚正撑着外头的一个小屏风 笑得前仰后合的 指着沉着脸从里屋出来的琥珀笑着说道 万万没有想到你 还有今天 叫一个小丫鬟给缠着 叫小丫鬟给堵得说不出话 也就云叔有这个能耐了 珊瑚笑了好一会儿 眼泪花都出来了 见琥珀冷哼了一声甩手走了 这才对云叔眨了眨眼睛笑着说道 他还真是喜欢你 不过 你倒也是个懂事的孩子 真有所感 琥珀姐姐对我好 珊瑚姐姐对我也好 知道你心里有咱们了就是 不过你能明白 琥珀对你的维护之心 倒也不枉她护着你这一场了 见云叔一张小脸 生得眉目四化 珊瑚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便缓缓地说道 你倒是生得十分出众 他觉得 琥珀对云叔极好 不过想想自己 便也笑着说道 他是个极热心的人 不过面冷心热 寻常人十分不能明白 对了 大小杰这事儿老太太 怕是也会知道 你直言就是 唐大小杰的小宴上 突然冒出来奶茶了 那老太太不得问问 云叔忙答应了 他并未将此事十分放在心上 只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 回了屋子 看着自己如今的私房有些发愁 如今这才多久 因老太太面前凑圈 唐国公夫人赏了她上好的锦段 二夫人胡适前些时候 跟着赏了她四匹绸缎 虽然不及唐国公夫人的绸缎 柔软细腻 颜色滑美刺绣精致 可也是难得一见 外头想买都买不到的上好的绸缎 之前还有何湘郡主 叫画书赏给自己的那一匣子 里头满满的都是各种金首饰 还有两个沉甸甸的赤金手镯 说句心里话 云叔觉得这手镯 最值得自己喜欢了 这赤金的沉甸甸的 一个也得有个好几两 融了也不心疼 多值钱啊 那些漂亮的金钗金簪什么的 融了心疼 可是不融了 也不过是白放着 他一个小丫鬟 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 插金带银呢 中看不中用啊 云叔就在自己的床上 摸着那一百两的小银元宝 心里美滋滋的 顺便清点了一番手上的这些钱财 因平日里在老太太面前 也没有花钱的地方 时不时还有主子们的赏赐 云叔如今也算是一个小富婆了 他一边盘着腿 在床上清点欣赏自己的家底 恨不能每天都把这些家底都摸一边 想到这里 云叔都不由苦笑了两声 只觉得自己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竟然成了一个十分喜欢数银子的小手财奴 只是这银子放在身边这么多 不买地什么的心里觉得不安稳 云叔咬了咬指尖 一边盘着壁柳赶紧出价 一边想着把这些银子拿出去 不通过陈白家的 只求陈白帮自己把地给买了 若是这连同唐大小姐的一百两放在一块 还有自己 最近得到的别的赏赐月钱 再加上和乡郡主给自己的那沉甸甸的赤金镯子 云叔瞧着细细白嫩的手指想了想 觉得能买二十亩地了 他一下子变成了小富婆 不过如今 他才在老太太面前服侍多久 就已经有这样的家底 都不知道琥珀珊瑚那样的大丫鬟给多么有钱了 这样有钱 等长大了 出去做一个不看人脸色 随心所欲的小地主多好 因此 云叔万分不能明白 为什么珍珠竟然还要留在府里 难道不觉得艰难吗 云叔也不在意 珍珠如今如何 三房的事 左右他也不能够十分知道 因不过是随便想了想 便抛之脑后 等同屋的几个丫鬟都回来 云叔便把自己的这些家底 整整齐齐地收好了 放在自己的枕头后头 又与同屋的三个二等丫鬟 说笑了一会儿 他本就是个大方的性子 又一向温柔不爱与人相争 因此 二等丫鬟倒是都喜欢他 等睡了一觉到了第二天 老太太果然问了云叔奶茶的事 云叔便笑着给老太太轻声说道 本就是我夺懒 大小姐想着 叫我去给做 可我哪里耐烦动他呢 索性把配方给了大小姐图个少干活 不过大小姐却因此觉得十分对不住我 还给了我一百两银子 叫我觉得十分惶恐 不过是个方子 值得什么呢 见老太太面色微微缓和 这才扶着老太太一边给他量身 一边笑着说道 大小姐对我这样大方 我都不安极了 因此还给大小姐一个 做奶茶里猪圆的方子 先叫几位小姐实验着 若是小姐们都说好 回头再做给老太太吃 你这个醋侠的丫头 老太太指着云叔笑着说道 素日里看着老师本分 原来也是个鬼精灵 云叔说的有趣 老太太心里头对唐大小姐的不快 就去了几分 毕竟唐大小姐叫云叔过去这事 他心里不痛快 如今云叔说的有趣 他想了想也就罢了 只是被地理老太太 与唐国公夫人说起的时候 说起唐大小姐 虽然并未提起奶茶这事 却也说了一句 聪明泰国 第52章 陈平 老太太这评价 唐国公夫人 早年自己也对唐大小姐评价过 凡是太过聪明机灵 只是这话 云叔自然也不知道 这些主子小姐们的性子 如何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又不需要去服侍 只要老太太是个好人就行了 更何况 无论老太太与唐国公夫人 面上都不动声色 谁都不知道 这两位彼此对谁有什么评价 就算是唐大小姐 日日在老太太的面前讨好陪笑 老太太待她 也与往常没有不同 依旧十分慈爱宽和 因此 唐大小姐紧绷在心里的那根神经 一下子就松了 知道云叔并未在老太太面前说她什么 老太太似乎对她买了云叔的奶茶配方 没有放在心上 便将此事结果 一门心地想着如何设宴 如何来往沈大江军府的小姐们 她身边的丫鬟顿时忙碌起来 因为知道不能给唐大小姐丢脸 因此越发谨慎小心 处处都要求细致 不能有半点挫出 至于吗 就算是唐大小姐 把府里的丫鬟下人都使欢着 那也使欢不找老太太面前的人 因此 老太太房里的活儿依旧十分清闲 云叔不过是做了些针线 就与翠柳躲到阴凉的地方去磨牙 因如今天热 外头下馋思明 云叔就拉着翠柳躲到了后院的树荫之下 手里各自捧着一碗冒着凉嗖嗖的凉气的冰沙 上头浇了足足的蜜豆 还有蜜糖 吃一口 沁人心扉的凉气 较凉的小丫鬟都幸福地眯起了眼睛 云叔本就在老太太面前的脸 老太太又知道翠柳是陈白的女儿 时不时也叫她跑腿 因此 小厨房还是很给这两个小丫鬟面子 冰沙给的足足的 不然若换了别人 小厨房一贯眼睛长在天上 怎么可能费心给冰沙 一碗绿豆汤就不错了 还是不加桂花的那种 什么至于吗 怎么了 云叔吃了一口冰沙 细小的冰沙在嘴里 绵软细腻 叫他一下子满心的暑气 都烟消云散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这才转头问道 自从见过唐国公与他的妾室 罗姨娘在花园里的拉拉扯扯 云叔跟翠柳都不敢往园子里去了 唯恐又撞见哪个主子的事 此刻都坐在树荫之下 他心里也想着心事呢 就见翠柳也不吃手里的冰沙 拖着这个小碗 与他摇耳朵小声说道 大小姐最近把府里头使唤的团团转 又是厨房里的点心菜色 又是叫人收拾出灵水的一个观景台来 说是灵水风雅又清凉 又要请什么私主弹唱的女乐 至于吗 从前又不是跟沈将军府的小姐 没有往来 虽然唐国公跟沈大将军之间 政见不合来往生疏 可是这都在京城里 都是侯门小姐 平日里在外 也因是见过往来过的 又不是第一次见 何必这样大张旗鼓 你知道什么 从前认识是认识 可是如今是会亲 大小姐自然憋着一口气 叫人看中她 算了 左右也使唤 不着咱们 咱们看着就是 云书打从得了唐大小姐的一百两 深深地觉得 唐大小姐是个冤大头 这怎么是冤大头呢 分明是世上最大的好人 更何况 唐大小姐给了她那么多的银子 还有首饰 是云书制服路上的帮手 因此 云书对唐大小姐格外宽容一些 柔声说道 更何况 若是这宴席体面 不也是咱们府里的体面 一百两就把你收满了 翠柳撇嘴小声说道 若你现在给我一百两 我也把你捧到天上去 云书笑眯眯地说道 她如今银子最大 虽然一副贪财的样子 可是却并不粗俗 翠柳便嘀嘀地哼了一声 因如今已经到了夏日 天就很热 她一边捏着手里的帕子 擦了擦额头 一边与云书小声说道 那奶茶真的很好喝 大小姐这眼光真是极好 特别是装了冰块的奶茶 好喝得不得了 翠柳一贯是做活做惯了的 自然没有豪门小姐的虚弱 见风就倒什么的 因此 吃冰也绝对不会多病 之前与云书混在一块的时候 没少跟着云书蹭吃蹭喝 如今也吃得白嫩嫩的 她有点馋了 云书便轻声说道 不如回头 你快算了 若是回家叫爹娘给咱们做 娘没准 也问你要配方 给我姐姐 凭什么大小姐都给你一百两 娘却什么都不付出 就得了这样好的东西 我宁可在咱们国公府里 鸡一顿饱一顿 也不叫你被咱们家里占便宜 翠柳哼了一声 见云书带着几分笑意 看着自己 正想说点什么 却突然听见 不远处传来嘖嘖的怪声 一转头 且见是个生得十分清俊的少年 笑嘻嘻的 一边做着怪声 一边快步走过来 这少年一双眼睛低溜溜的 看着就十分机灵聪明 身上穿着小丝的衣裳 干净粗心 清俊活泛 云书见之正是翠柳的哥哥陈平 陈平乃是陈白夫妻的独子 比碧柳小些 比翠柳大些 家在中间 虽然身为儿子 却没得到什么偏爱 毕竟碧柳从小多病 陈白家的的一颗心 都牵挂在长女的身上 至于陈白对儿子 更加严厉管教些 还不及对翠柳慈爱呢 不过 陈平如今在唐国公夫人 狄次子的身边 做贴身小丝 与这位国公府里的二公子 打小而一块长大 虽然名为主仆 可是却感情极好 叫云书想着 仿佛就跟陈白与唐国公似的了 他因翠柳的缘故 与陈平之间的关系也不错 你怎么来了 二公子去给老太太请安 我过来瞧瞧你们 陈平是个十分活泼的少年 与唐国公府二公子 乃是臭味相投 毕竟二公子在国公府里 有天魔心的匪好 他身边出来 并且还十分投气的小丝 自然与二公子是一个德性 此刻笑嘻嘻地上前 就抢了妹妹手里的小冰碗 一仰头 稀里哗啦地都吃了 这才抹了一把嘴 摆出一副无赖的样子 来对跳起来 就捶自己的妹妹说道 没了 打死也没了 我先打死你 翠柳与陈平感情极好 可是平日里 也时常被陈平抢吃的 跳起来就捶了他一通 这大热的天 你倒是有精神打我 陈平也不躲 只当妹妹是给自己挠痒痒了 我就说 二公子最近怎么常来 给老太太请安 这冰沙还真的好吃 他回味了一番 只是云叔倒是觉得这一口气 就把一碗冰沙一饮而尽得豪迈 恐怕回头非要坏肚子不可 他一边想 一边拉着翠柳 偷偷把自己的猜测给说了 翠柳顿时扑斥一笑 两个小丫鬟不怀好意地 看着一头雾水 突然打了一个寒战的陈平 怎么不打了 打你不冒汗啊 翠柳翻了一个白眼 陈平哥大老远的跑来多辛苦 吃一碗冰沙也是应该的 就算你不要 翠柳也是要给你的 云叔把自己的冰沙分给翠柳 一边笑着说道 听听 这说得多大方 你与小云这样好 也不学学小云 陈平叫了一声苦 见翠柳与云叔一人一口 把冰沙分着吃了 都不理会自己 自己就坐在树荫下的小时 瞪上眼睛乱转 等过了一会儿 这两个小丫鬟都坐过来 这才对云叔说道 这回我是来找你的 前些时候 二公子在外头骗了个傻子 赚了三千两 见云叔与翠柳都瞪圆了眼睛 他摆手说道 也不是二公子不地道 只是那傻子 也是个豪门子弟 仗着自己出身好 竟然抢抢名女 逼死了人家姑娘家的人命 你也知道 这豪门公子逼死人命 衙门碍于他家里 也不能把他如何了 这就是百姓之苦了 云叔便点了点头 二公子气不过 因想着不能叫他这么过去 因此骗了他三千两 还骗了他 给了那名女的家里 补偿了三千两 这事首尾 都与咱们二公子没关系 你放心 不会给咱们府里招惹或是 见云叔点头 陈平这才压低了声音说道 就算是豪门 这六千两银子 也不是小数了 那傻子回家就被打算了腿 虽然不能为那姑娘偿命 可也算是给那姑娘一些公道了吧 二公子倒是个急功好义的人 云叔小绅说道 唐国公府二公子 平日里在府中天天作怪 唐国公夫人提起就头疼 完全不及唐国公世子 稳重平和那样省心 不过这样听着 倒是一个极好的 心中有争气公道的人 虽然走的路有些旁门左道 可是却不失是个 有心中热血的好人 好人什么 不都骗了三千两在手里 又可以活活些日子了 陈平嘀咕了一声 觉得眼前这小丫头 真是太甜了 竟然以为二公子是个好人 心里哼了一声 这才左右看看 见四处无人 就从自己的袖子里头 摸出一个硬邦邦 有些温热的东西 往云叔的手里塞 低声说道 你先帮我收着 等过些时候 我要用了再给我 他神神秘秘的 云叔只觉得 这东西摸着的手感 很熟悉啊 这不是他每天 都要躲在床上 摸着的金银珠宝的手感吗 他一锤头 果然 一个大大的金元宝 金光耀眼 第53章金簪 这是 云叔拿着这金元宝 不由呆住了 这掂量着得有三十两 三十两的金子 岂不是三百两银子 二公子分给我的 陈平懒洋洋的 坐在云叔的对面 一点都没有兴趣的样子 似乎对云叔 还有翠柳两双眼睛 都震惊地看着这金元宝 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样子 可是这也真的很了不起了 云叔又是卖了奶茶配方 又是卖花节 整日里讨好主子 折腾了这么久 也没有混上三百两银子的身家 二公子 这也太大方了 云叔是聪明人 自然明白 这是唐家二公子 骗了傻子之后 与自己的心复分的好处 只是没想到 唐二公子 竟然是这样一个大方的性子 随手就给了身边 小丝三十两金子 见陈平一副 不怎么放在心上的样子 自然二公子这大方劲 不仅这一次两次 而是习惯了 因此才叫陈平觉得 没什么了不起 他犹豫了一下 便拿着这金子 对陈平问道 拿给我做什么 快别提 娘简直要逼死我 看见妹妹翠柳 正看着金子流口水 陈平露出几分无奈 左右看了看 这才对云叔与翠柳轻声说道 你们是不知道 这日子没法过了 前儿娘去了我的屋子 好一通搜索 搜出二百两银子 全都拿了去 说是给碧柳添庄 她是唐家二公子的小丝 因在二公子面前有体面 因此 在二公子的院子里 还有自己的屋子 只是她是个小丝 素日里也没有府中的丫鬟 来帮自己拾多屋子 因此 平日里陈平家的不时 进来给她收拾屋子 因这也是司空监惯的事 总不能叫陈平一个 天天围着二公子转的小丝 没事 还要整理自己的房间 因此 二公子也点头 叫陈平家的进来 从前也就算了 做娘的 给陈平平常多收拾收拾屋子 也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这世上要命的就在这 收拾的时间久了 陈平平日里 放着私房的钱柜子 陈白家的知道的一清二楚 知道就知道吧 谁还会防备自己的亲娘不成 陈平从前觉得 不需要防备 可是如今 她算是叫亲娘叫倒了一把 满心的血泪 娘拿了你的钱 说我是做弟弟的 亲姐姐出嫁 难道叫姐姐白身出嫁 叫人笑话 硬生生拿了我二百两 只给我留了两吊钱 陈平比量了一下自己的手指 见翠柳的脸顿时胀红了 便没精打采地说道 说起来 我做弟弟的平日里 也没有对不住大姐的时候 难道每次我回家 给她买的那些胭脂水粉 医料手势是假的不成 若她当真没有嫁妆 我想方设法 也能叫她好好出嫁 可是爹前些时候 才跟我说 给她买了不少粮田 如今又来问我要钱 娘打量我是个傻子 娘一向都偏心 翠柳也知道 碧柳的陪价 是那么多的粮田 想到自己为了买几亩地 与云书精打细算 甚至舍不得吃 舍不得花 两个小丫鬟在国公府里 一点一点跟仓鼠一样积攒 能攒出十两银子 聚买地 就欢喜得不能自己 顿时眼眶都红了 哪里还顾得上 刚刚吃过的冰碗 满心的甜蜜清凉都散去了 对有些尴尬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的 云书轻声说道 我就说别把东西拿回去 从前你还觉得我夸大了 说娘不会那样 如今你可瞧见了 他到底是长姐 出嫁的时候 叫你们看在眼里 因此显得铺张了些 只是陈叔是个公允的人 碧柳姐姐出嫁 用了多少的嫁妆 我想着等陈平哥取亲 等你嫁人的时候 应该也是一样的陪嫁 绝不会分出三六九等 云书这会儿 觉得这金子烫手 更想不明白 陈平为什么把金子给了自己 反而没有给翠柳 忙想将金子还给陈平 却见着俊俏的少年白手说道 我拿给你 就是想求你帮我收着 你如今坐着二等丫鬟 屋里人少 比不得翠柳的屋子 八面透风 还安全些 他自己的屋子 是绝不敢再放私房了 不然回头陈白家的进来 都要叫他拿走 可是我那屋子里 也时常有外人进来 若是连你的屋子都不安全 丢了就丢了 左右白来的 丢了我也不心疼 陈平见云书迟疑 便爽快地说道 你就放在你的屋里 就算是丢了 我也不会问你要他 我也不过是权宜之计 等过两天 二公子买良田当私房的时候 一块跟着他 买了良田就完了 不过这两天的功夫罢了 他怀里揣着这三十两金子 总不能稀里哗啦地 跟着唐二公子到处跑 累都累死了 这 云书便犹豫了起来 说起来 他与陈平翠柳之间 都十分要好的 更何况陈白一家 对自己都十分友善 他也不至于会断然拒绝 此刻陈平看着 带着几分央求 云书倒是觉得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若是丢了的话 我该也不负责 云书便对陈平说道 丢了就丢了 往后又不是转不回来 陈平倒是与唐二公子一块酒了 也不怎么把金银放在心上 不过是讨厌自己的亲娘 拿着自己的私房 就去补贴壁柳罢了 见云书把金子揣在了身上 这才笑了一下 又从自己的一摆底下 摸出了两根十分精致的梅花簪子来 赤金的黄眼 上头的雕工十分精美别致 顶端雕着成梅花模样的簪子处 还点缀着几颗小小的红宝石颗粒 虽然细小 可是在阳光底下却晶莹剔透 反倒叫这梅花 看起来跟鲜活了一般 也是二公子骗来的 正好你们小姐妹一人一个 云书急忙摆手不要 这样贵重 我也不要 都给翠柳吧 你怎么反倒小气起来 翠柳是我的妹妹 难道你就不是了 我的眼里 你与翠柳是一样的 若不是把云书 当成跟翠柳一样嫡亲的妹子 陈平吃饱了撑的 会把自己赚的私房 拿给云书收着 毕竟若是不相干的人 他不会将身家都托付给云书 此刻见云书一张美貌白皙的 脸红得不得了 陈平呲牙一笑 对云书眨眼说道 这谁偷偷还跟翠柳说 与他仿佛亲姐妹似的 怎么 跟他是亲姐妹了 跟大哥就不是亲兄妹了 快拿着吧 可不是 不给你 难道便宜避柳啊 翠柳才不是云书这样腼腆的人 急忙把簪子抢过来 仰头对着天看了看 只觉得这赤金簪子十分漂亮 要紧的是 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精致的手工 因此 一边随手把这漂亮的梅花簪子 插在自己的头发里 一边就把另一根 也别在了云书的头发里 这才好奇地问道 二公子得了这个 怎么反倒给了你 不赏他院里的姐姐们 唐二公子身边小厮不少 可是回了那院 也是有几个服侍他的丫鬟的 那些丫鬟 都是唐国公夫人精心挑选出来的 个个温柔妥贴 把二公子照顾得很好 哪里敢给丫鬟们手势 你是不是傻了 陈平见云书和翠柳 都带上了这梅花簪子 瞧着倒是娇俏 又因手势促心 因此多了几分鲜活 这才满意地点头 又急忙压低了声音 几眉弄脸地说道 大夫人放着那几个丫鬟作怪 唯恐他们心里生出什么想法 勾引了二公子去 二公子若是给了谁手势 叫谁动了春心 日后生出风波可怎么好 因此 二公子从不大与他身边那几个丫鬟 说笑亲近 因此唐二公子得了手势也没地儿放 若唐国公夫人看见儿子的私房里 多出女人用的手势还了得 因此 陈平这唐二公子身边第一心腹 就得了这巧妆 二公子知道我在国公府里 有两个当差的妹妹 因此就赏了我 说叫我拿来给你们 反正他一向都手头散漫 不把这东西放在心上 见云书与翠柳 这才恍然大悟 都急忙点头 陈平又忙说道 与你们耽搁了好一会儿了 二公子只怕要出来 我得往前头去了 对了 他才要走 这才脸色有些异样地 对翠柳与云书叮嘱说道 我那二百两银子叫娘拿走 这事爹不知道 什么 娘只怕是要偷偷补贴给大姐了 算了 到底姐弟一场 就当是这二百两给他添装了 陈平叹了一口气 理了理自己的衣精 这才对翠柳认真的说道 小云我是不担心的 他一向是个知道轻重的谨慎的性子 可是 你打小儿跟炮仗似的 见翠柳撇嘴不吭声 他压低了眉眼 俊俏年轻的脸上充满了复杂 压着翠柳的肩膀低声说道 因大姐这嫁妆 爹如今 与娘总有些别扭 若再知道 娘拿了我的银子补贴了她 爹只怕 与娘又要生气 你如今也大了 该明白些事 总不能叫爹与娘之间生了嫌弃 哪一天 若陈平真的烦了妻子 那这个家可就散了 第五十四章 将军府的女孩们 估计这个估计那个的 正是因这些估计 才叫碧柳这样嚣张 翠柳低声说道 如果只顾虑家中和睦 难道叫碧柳一辈子 叫他们养活着 凭什么 我就说你这性子 就跟炮仗似的 陈平急着走 见翠柳一副不乐意的样子 便匆匆地说道 我是随便吃亏的人吗 不过是他出嫁之前 忍着他罢了 等他嫁了人 就是别人家的人 与咱们有什么相干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自然有那什么秀才相公地看着他 陈平说到这里的时候 见翠柳还是不说话 不由无奈地看了看云书 对云书说道 你再开解开解他 小云 我知道你都明白 我得走了 前头二公子正喊人呢 他便匆匆地走了 他是不是觉得我小气 他不是觉得你小气 是劝你安心 左右碧柳姐姐 这很快就要嫁人 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云书一边垂头 收拾了冰沙的小碗放在手里 见翠柳不说话 便柔声说道 说起来 陈平哥这话说得也对 家和万事兴 陈叔若是对婶子不满 伤了夫妻之情 那难过的不还是你 你嘴上说的硬气 若陈叔当真与婶子之间 生出解毒 你只怕又要伤心了 更何况 陈平哥这不是没吃亏 这金子还在咱们这儿 也没叫碧柳姐姐抢走 可是 你就想想 日后可怜的 只怕是人家那秀才家 娶了碧柳姐姐这样的人 这日子 不知道过成什么样 翠柳一愣 想到日后碧柳嫁人 就不必天天叫 陈白家的耳提面命 要对姐姐好 把自己的身家都拿给碧柳 顿时松了一口气 那你说 如果他嫁人 以后还时常回娘家 叫娘补贴他怎么办 我常听人说 这读书人 最适之廉耻 脸皮薄的 就算这个秀才 家里有些贪心 不然也不会为了 些良田嫁妆 就连碧柳这样的 也乐意迎娶 只是这话云叔没说 神色缓和了几分 对有些迟疑的翠柳轻声说道 就算是贪心 那贪心在暗地里 只喜欢暗中挑唆 绝不会无耻地叫天下 接知他这个秀才相公 贪图妻子娘家的家财 若说一句不好听的 这叫伪君子 伪君子怕什么 只怕有人知道 他心怀算计 若当真碧柳姐姐 闹得厉害 你们索性闹到秀才的家门前 这种人最要脸面 若是叫左右邻居都知道 他家娘子去娘家要钱 你说 他的脸还要不要 翠柳顿时点了点头 他的眼睛明亮起来 你说的对啊 他小声说道 如果左右邻居都知道他贪心 还基于妻子娘家的钱 那颗不好 他更怕叫人觉得 他吃妻子家的软饭 云叔笑眯眯地对他说道 你想想 只要日后碧柳姐姐赶来娘家折腾 婶子我不知道 可是陈叔能有叫他如愿以偿的 到时候自然有法子 他的声音温柔 安慰了翠柳 翠柳本就是个心胸开阔 不怎么把小事放在心上的性子 因此一下子就点头了 倒是送他快快活活地走了 云叔才松了一口气 暗自蠢丝陈平之所以没有 把金子给陈白 不仅仅是唯恐陈白知道了这些事 在与陈白家的伴嘴 陈平只怕也担心 陈白问这金子的来历 若是当真如此 那这三百两银子就得解释清楚 那岂不是就得叫陈白知道 唐二公子骗了别人 杰父济平去了 虽然说杰父济平是件好事 可是叫云叔说 陈白是唐国公的心腹 知道了这样的事 怎么可能不告诉唐国公 唐国公如果知道了 唐二公子只怕逃不了一个好打 他心里想着这些 倒是也觉得有几分玩意 然而因陈平对自己十分放心 信任他这件事 因此便将这金子 妥贴的单独放在了一个小匣子里 等过了几天预备还给陈平 这日子很轻松地过去 还没等到陈平与他把金子要走 就到了沈大将军府的那三位小姐 来国公府做客的时候 这一天 老太太的院子里倒是也没什么 毕竟也没有为了三个小辈女孩 就闹得满腹 都紧张得不得了的 倒是唐大小姐穿戴一新 看起来浑身鲜活又矜持 带着几分国公府长女的金贵 带着几个妹妹一块设宴款 这些小姐们在国公府设宴的地方的环境 只听说驱水流伤好不热闹 然而却还是见到了 这三位沈大将军的爱女 毕竟做晚辈的 来府中第一件事就是给长辈请安 他们来给老太太请安的时候 云书站在一旁看着 且见当手的一个 就是沈大将军的长女 那位未来的唐国公世子夫人宿景 见他生的美貌 云书想到 自家那位唐国公世子 生的也十分斯文俊秀 倒是一双碧人株连碧合 天作之合的缘分 然而 这位生的稳重 有长姐风范 端庄沉稳的沈家大小姐 反而是他身边那位爱说 爱笑的沈家二小姐 这位二小姐 没有长姐的美貌 可是一双眼神采飞扬 意气飞扬的样子 那样自信而鲜活的模样 叫云书侧目 不过这两位之下的沈家三小姐 却还带着几分温柔雷若 看着不如两位姐姐鲜活 然而唐大小姐却十分照顾 这位沈家三小姐 处处妥贴 十分用心 大概是因日后 与沈家三小姐是轴里的缘故 因此 唐大小姐与她十分亲密 言谈说笑 都更关注三小姐几分 这或许是寻常的事 可是云书 却见沈家的两位小姐 都对唐大小姐 多了几分满意 似乎唐大小姐 更亲近他们的妹妹 并不会叫他们不悦 反而叫他们更高兴 三妹性子内向 日后还得唐姐姐 多与她说说话 沈家二小姐 笑嘻嘻地说道 老太太便笑着说道 那是自然 这孩子从小做长姐的 最喜欢照顾姐妹 又是个温柔脾气 他们两个在一块 倒是十分投缘 不必担心 只安心往来就是 他这话带着几分慈爱 沈家三小姐对唐大小姐 果然多了几分亲近之意 显然也知道 日后与唐大小姐 都会是显侯府里的儿媳妇 因此格外亲近一些 趁着她与唐大小姐说话 沈家二小姐四处看了看 便笑着对老太太问道 怎么不见唐家二姐姐 她姨娘病了 正在她姨娘的跟前是急 因此只能与你们说什么抱歉 今日是见不着了 既然是如此 那还是叫唐家二姐姐 安心照顾她姨娘吧 沈家二小姐 偷偷握了握姐姐的手 转眼便笑着说道 虽然她不在 可是也不缺什么 几位姐妹都爱说笑 我们在一块说笑 你与夫人们 又都是慈爱的性子 咱们倒是觉得 仿佛在家中一样自在 这世上真是没有 唐二小姐这样的人了 明知道这是长嫂 第一次上门 竟然人影都不见 若是换了别人家 沈家二小姐 不一鞭子抽死她才怪 可是瞧见老太太 似乎也不大在意 这位日后 会嫁到寻王府的唐二小姐 沈家的几位女孩 都没什么反应了 既然不愿意 与未来的长嫂结交 有能耐 日后就不要求到娘家面前 你说的是 不差她这一个 沈家二小姐一听 就明白是何意 对老太太又笑着说道 今日倒是唐姐姐更费心险 您不知道 今日我们才进来 就是唐姐姐预备的个 重茶点于女乐 灵水一路走来 先谢了险 散去了暑热才好来见您不失礼 唐姐姐处处用心 还专门因咱们上门 想着了新鲜的待客之法 这显然是把咱们放在心上 这样用心 我倒是要感谢唐姐姐 不过老太太 唐姐姐给咱们尝的 珍珠奶茶这面十分简单 可是滋味却极好 里头放了些细细的冰沙 清凉甜蜜 浓浓的奶香与茶香混合 也就算了 那小小的珍珠园子 吃到嘴里也带着几分弹性 若是你喜欢 就时常过来 咱们一块说笑 岂不是开心 唐大小姐见老太太 并没有什么不悦 心里顿时彻底放松 笑着对她说道 既然唐姐姐不嫌我烦 我一定时常上门叨扰 哪里是麻烦 我老了 只是却喜欢 你们这样年轻可爱的女孩 在眼前说说笑笑 花朵一样 瞧着这心里也开心 老太太虽然曾经 对这门婚事不满 可是如今几乎尘埃落定 她却不会叫沈家看出 自己曾经并不喜欢这门婚事 因此对一旁含笑 只听着妹妹叽叽喳喳的 沈家大小姐说道 宿经也要常来 你们都在我的眼前 这日子都不难过了 她对沈家大小姐十分温序 唐国公夫人 自然只有对未来而习 温序一百倍的 一时沈家女孩 在老太太的面前格外得宠 这一日 自然也就兵主尽欢 只是唯一叫唐国公夫人 有些发愁的事 这两家都要做亲了 可是唐国公 却依旧对沈大将军十分冷淡 这哪里是做亲家的样子呢 老太太 国公爷也是的 这殷亲若不和睦 两个孩子多难做呀 唐国公夫人便与老太太抱怨说道 第55章殷亲 她发愁的不行 毕竟唐国公与沈大将军 这样疏远冷淡 不论唐国公世子 还是沈家的宿景 这都很尴尬 这还叫什么殷亲呢 因此 唐国公夫人 想求老太太劝劝唐国公 显后与沈大将军也是殷亲 这段时候 带着家里头的人 与将军府日夜走动 十分亲近 这座什么都不怕 怕有对比 就比如显侯 家中的儿子们 娶一个沈家三小姐 又娶一个唐家大小姐 又因唐国公府 要娶沈家长女 这说起来 三家里是最亲密不过的殷亲 瞧瞧人家显侯是怎么做的 托家带口的 与沈大将军府亲近 如今两府日夜走动 可谓紧密无比 这才叫一家人是不是 偏偏唐国公冷着一张脸 在朝中也不怎么给沈将军面子 平日里也疏远 哪怕在朝中与沈将军 是好一二也是好的 怎么不亲近了 这不是叫沈家的女孩 时常来咱们俯联 老太太此刻正靠在软塌上 一旁琥珀 再给她捏着眼角 听见儿媳这么说 便漫不经心地说道 虽然是殷亲 可是也没有叫你们国公爷 动摇了自己的政见的道理 公司分明 她做得很好 殷亲是殷亲 可是朝中是朝中 这不能混为一谈 这话说得十分明白 可是虽然有道理 然而论起人情往来 却不是这样说的 唐国公夫人焦头烂额 只觉得老太太与唐国公 都有些固执 可是 她自己又不敢与沈将军府 多么走动 触怒唐国公 因此 在老太太的面前碰了钉子 她也只能一脸交心地走了 见她走了 老太太方才叹了一口气 老太太 尝尝这珍珠奶茶 琥珀见老太太面上 带了几分忧愁 就知道 与将军府这门婚事 老太太心里 还是有些不愿意的 虽然不明白 老太太为什么不喜欢这门婚事 不过她却自知 不过是个奴婢 老太太 却都觉得有些热的 这段时间 云书还紧赶慢赶地 做了几把精致的团执 上头绣着清脆的荷叶莲花 或者一些花鸟 看着简单却新鲜 拿在手里热热闹闹的 用起来也凉快 珊瑚回来 就拿了一把团执 给自己扇封 又看了团执上的刺绣 不由露出几分喜欢 姐姐若喜欢就拿去吧 左右也是老太太吩咐我做的 老太太也知道丫鬟们热 因此叫云书做的团执 那我就不客气了 珊瑚低声说道 他倒是真的爱及了云书做的团执 上头的刺绣鲜活 瞧着栩栩如生 而且配色也不俗气 他这样眼高于顶的大丫鬟 看了也挑不出错来 哼 一旁见珊瑚 与云书低声说笑 两个人都一边扇扇子 又喝着奶茶 就有一个穿着闭色衣裳的丫鬟 摔了帘子出去 云书见那仿佛是婴儿的姐姐翡翠 因一向都与翡翠姐妹之间有些不和 他也不动声色 对给云书与自己脸色看 便将手里的团扇用力地扇了两下冷笑说道 在我的面前神气什么 打量我不知道他干的好事呢 姐姐说的是 这事不好叫你知道 只是老太太如今不大喜欢他 待他也冷淡 他正想着剪高枝飞呢 珊瑚便低声说道 这些话与你说多了你也不会明白 你还小呢 他说云书年纪小不明白 云书不由有些茫然 一时不知道 珊瑚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倒是翡翠 因老太太面前 如今最得心意的是 稳重的琥珀 还有因珍珠去了唐三爷院里 之后便显出来的明快爽朗的珊瑚 因此 在老太太面前 便倒退一设之地 云书倒是觉得 这许是因老太太 知道了翡翠的妹妹 因而去了三房珍珠面前 做二等丫鬟的缘故 虽然因而去了三房这事 没有惊动许多人 可是老太太未必不知道 不过是平日里不说 因此看着不显 可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既然知道 翡翠明知道自己厌弃珍珠 却将亲妹妹给了珍珠去做丫鬟 这明显是 有了私心 外心 老太太能容得下翡翠才怪 甚至 老太太如今 宁愿叫云书这样的小丫鬟在面前 也不大叫翡翠 平日里虽然也分配翡翠 一些活迹 可是却都不过是零零散散 没有什么权柄 也手中没有什么油水好处的 这叫翡翠的心理 本就活泛 如今就越发动了其他的心思 只是云书 也没有想到 翡翠竟然活动出的 是一个十分匪夷所思的差事 过不了几天 他正躲在老太太的礼物 做些针线 就见外头唐国公夫人 一脸头疼的来了 这大热的天 你不在自己屋里 怎么又出来了 老太太不是个刻薄的婆婆 也没有教习 在独日头底下 来回奔波的道理 因此入了夏 他就叫唐国公夫人 不比时常来了 去给你们夫人 端一杯西瓜之奶 他侧头对琥珀说道 还是我去吧 外头天热 又不过是跑腿的活 云书自然有眼力价 不会叫琥珀这样的大丫鬟 奔波自己去坐着 他一开口 琥珀的嘴角边 微微勾起了一瞬 倒是老太太便也笑着说道 看你这凌厉劲 去吧 他笑着叫云书去小厨房跑腿 唐国公夫人见云书这样凌厉乖巧 在老太太屋里 这才多久 短短时间 早前有些发黄的脸 已经调养得白皙云镜 越发美貌 便笑着说道 老太太越发会调教人了 还得是这丫头自己的心眼明白 云书红着脸 也不听老太太与唐国公夫人的夸奖 匆匆地沿着抄手游廊 就往小厨房的方向去了 他瞧见唐国公夫人 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 其实自己也想逼出来的 做什么去 翠柳才扫了地 看见云书急忙跳出来 拍了他一下 大夫人在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叫我去端西瓜汁 云书见翠柳脸上都是汗 虽然穿得不过是 今年给小丫鬟新做的纱裙 薄薄的也凉快 可是一干活就已经都是汗了 急忙拿了帕子 给他擦了汗 拉着他 叫他在游廊的阴影下头等着 这才一个人往小厨房去了 因他是老太太面前得脸的丫鬟 虽然年纪小 可是厨房里的人却不敢小觑他 见他夏日高悬地来了 一边忙着搅了西瓜做西瓜汁 一边拿了几块鲜红水凉的西瓜给他 云书急忙给这几位陪孝的大娘道谢 又从自己的荷包里 摸出半吊钱 来给这几个在小厨房做事的婆子 笑嘻嘻地说道 给大娘们打酒吃 他素日里在小厨房吃吃喝喝的 虽然有老太太的面子 虎假虎威 可是怎么也要懂事点 不能一毛不拔 不给人分润些好处 不然他在小厨房 只怕不会这样自在了 也只有咱们老太太面前的姑娘 才这样大方 这几个厨房里的婆子 盲凤城说道 云姑娘是不知道 那别的院子里头的小丫鬟 吃了就是吃了 喝了就是喝了 没有半点 不好意思的 莫不是不仅要服侍主子们 还得服侍他们了 他们倒是也没有什么坏心 不过是见云叔的老太太宠爱 却对他们十分和气 还手头大方 因此在她的面前说笑 然而云叔却不会说 别的房中丫鬟们的是是非非 因此只是笑着听了 也不答话 之后端了一水精瓶的西瓜汁 与那几块西瓜就走 西瓜都是正在井水里的 凉丝丝的 还带着西瓜特有的清香 翠柳正躲在廊下等着 见云叔拿了西瓜 急忙过来帮他拿着 吃了就把这瓜皮丢了 我给你的团扇 平日里也带着 若是晒得狠了 放在头顶上 遮太阳也是好的 云叔把西瓜 都叫翠柳拿着啃了 却听他低声抱怨说道 你给我的团扇那样好看 他们都喜欢 这个拿着衫衫 那个拿着衫衫 等先到不了我的手里 他说的自然就是 同屋的小丫鬟 那样的大通铺 本就不及其他屋子凉快 更何况 云叔给翠柳的扇子 不仅拿着扇有凉风 还精致漂亮 小丫鬟都是喜欢 新奇的爱美的性子 因此自然拿着 就舍不得撒手 你说的我知道了 这倒是我疏忽了 云叔一愣 便轻声说道 我手里还有几把 是老太太面前 几位姐姐挑剩下的 龙共还有七八把 你拿去分给他们吧 你怎么这么大方 不如拿出去 叫我娘卖了 你的团扇精致好看 就算是姐姐们挑剩下的 可是若说起来 小户人家的女孩 等闲也得不着 云叔便看着一向 关心自己 唯恐自己吃亏的翠柳笑了 我也是 从小丫鬟过来的 小丫鬟的艰难 我都知道 能帮衬一把 就帮衬一把吧 第五十六章 我姨娘的病 她很爱银子 可是比起银子 她还是更想 叫自己的心理安稳 虽然如今好过了 可是她也不会 忘记自己的出身 她也是 从小丫鬟过来的 因此 翠柳虽然与她抱怨 她也不觉得 小丫鬟们 舍不得放下扇子有什么 既然你舍得 那回头就拿给我 我回去给他们 翠柳一愣 却莫名觉得 心里柔软起来 她握了握云叔的手 盘子托给她说道 你吃一口再回去 清凉清甜的气息 就在云叔的面前 云叔却只是摇了摇头 对翠柳轻声说道 虽然做活要紧 可是身子更要紧 这天热的时候就躲躲 别太实惠了 她担心翠柳在太阳底下晒伤了 这絮絮叨叨的劲儿 叫翠柳忍不住咯咯笑了 知道了 那你快去吧 她啃了一口西瓜 一边说道 其实 若是还在陈家的时候 西瓜算什么呢 随便吃 随便啃的 可是如今在国公府里 他们只是小丫鬟 却成了奢侈 云叔心里感叹了一声 虽然这国公府里的繁华安乐 的确很美 可是她却又觉得 还是自由的府外的生活更好 她也没有其他丫鬟 想要留在国公府里一辈子的心 想着等服侍老太太几年 等老太太不需要自己了 就出府去 守着良田房子 好好过清闲的日子 到时候 想吃多少瓜果 就吃多少瓜果 她想想这样的心情 忍不住笑了一下 嘴角带着几分柔和的笑意 进了老太太的屋子 且见唐国公夫人 正带着几分忐忑地 与老太太说话 老太太脸上看不出息怒 云叔急忙垂头 先拿屋子里的水晶盏 给唐国公夫人 倒了一碗西瓜汁 这鲜艳的西瓜汁 荡漾在清透的水晶盏里 看起来就十分好看 也清凉 唐国公夫人心中本有些烦躁 见了这样清凉的水晶盏 一时也渴了 忙喝了两口 入口亲人心疲的清凉 叫唐国公夫人 眼底微微缓和 你是说 二丫头想要我面前的翡翠 去服侍她 正是 唐国公夫人低声说道 叫她说 唐二小姐 简直蹬鼻子上脸 平日里看在她要嫁人 因此不与她 有什么争执呵斥也就算了 如今竟然还敢肖想 老太太跟前服侍的大丫鬟 去服侍自己出嫁 这不仅仅是得寸进尺 简直就是忤逆 只是唐国公夫人 偷看了老太太 一眼便说道 她是来国公爷面前要的人 国公爷听说了 就说叫我来问母亲 若那翡翠自己愿意去 服侍二丫头 这说明心都不在母亲身边 母亲身边放着这么个东西 也实在可恶 不如直接给了二丫头 您面前也亲近 老太太便缓缓点头 国公爷又说 若翡翠一心服侍老太太 并不知道二丫头要她 不必问了 带去给二丫头吧 老太太冷淡地说道 母亲 早前她就性子 不及虎珀沉稳 有些私心 只是 看在她服侍我多年 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老太太一向不是个严厉的性子 丫鬟们有些错处 她能宽容的也都宽容 为了的 不过是在她面前 服侍多年的情分 可是 就算是有这样的情分 老太太也绝对不会 姑息那些心中藏奸的 此刻见唐国公夫人 急忙垂头硬往 眉眼之间便多了几分阴沉地说道 翡翠是个心比天高的 既然二丫头执意要她 她日后不要后悔就是 这话 若是唐二小姐的亲娘 罗姨娘在 想必还会放在心里犹豫一下 可是唐国公夫人 对唐二小姐 一向都没什么好感 管她日后会不会后悔呢 她只想叫唐二小姐 临出嫁之前赶紧闭上嘴 免得叫自己心烦 她的婚事赶紧预备着 虽然她是次女 可是巡王府如今后院群龙无首 也没有个料理的人 她不早些嫁过去 难道叫人家王府妾是管家 叫人看笑话不成 老太太是十分厌烦唐二小姐 跟罗姨娘这一次两次的蹦打 如果不是罗姨娘 曾经与唐国公有那样的渊源 她早就把罗姨娘给卖了 此刻想到罗姨娘 那一副狐媚子的样子 还有哭哭啼啼 可怜巴巴地缠着男人的样子 老太太便沉着脸说道 罗氏这都病了多久了 春天就开始病烟烟的 怎么还不好利索 可见是个没有福气的人 唐国公夫人捶了捶眼睛 喝了一口西瓜汁 却没有说话 她一向沉稳 绝不会坐在老太太面前 非以唐国公妾室之事 二丫头要出嫁 她却病着 还非妖叫二丫头 在她的面前服侍 这日后叫二丫头身上 沾染了她的不祥之气 岂不是连累了二丫头 更何况一个侍妾 服侍男人的 自己却病烟烟的 不论是过了病气 给你们国公爷 还是过给了旁人 她的身份能赔得起谁 就说我的话 叫罗氏挪到府中 后头的柴房去 那人少 清静 她大可以安心养病 也不必折腾二丫头 难道她身边的丫鬟都是死人 还服侍不了她 偏要叫二丫头亲自动手 老太太这一发作 唐国公夫人急忙起身轻声说道 都是儿媳的疏忽 母亲不要恼怒 哪里是你的疏忽 她的身份 你做什么都不对 说道 都是你们国公爷 当年做的不对 这样身份的女人 要么就置之不理撒手不管 只当从前与她哥哥的情分不存在 要么 就看在与她哥哥当年的情分 把她当亲妹妹直接发嫁 这才是家中安稳和睦之道 谁知道一是心软 将这么个女人给那进家门 说是妾是 却有她哥哥的情分等嫌 不能亏待 轻不得重不得 你这么多年也是辛苦 罗姨娘那样的身份 要么很新鞋 对她的遭遇置之不理 管她沦落成什么样子呢 要么 就当真当做妹子 等她花期之年嫁出去 日后也给她做靠山 叫她一时太平 也能叫九泉之下的好友心安 可是唐国公在朝堂之中 一向形势干脆分明 却唯独在罗氏的身上婆妈 那回来当小妾 这么多年养大了罗氏的心 唐国公夫人 听到婆婆这样明里之言 不由红了眼眶 母亲最知道我 国公爷不是只有罗氏一个妾室 难道别的妾室我没有容下不成 她并不是一个嫉妒的人 唐国公后院也有妻妾通房 可是 她也没有嫉妒 或者逼迫那些妾室的意思 唯独罗姨娘 处处仗着自己 与唐国公之间的渊源 在她的面前欣欣作态 这么多年 若说早前还想着与罗姨娘好好相处 那如今 唐国公夫人 只想叫罗姨娘与唐国公彻底反目 自己好收拾她 你是个贤良舒德的大家祖母 这么多年 曹池家中内外 孝顺婆婆 善待小辈 难道我不明白 从前是委屈你了 老太太便和声说道 我早就想把罗氏挪到后头去 只是唯恐 你们国公爷 以为是你在我的面前挑唆 如今 有了二丫头的这样人的借口更好 叫老大爷知道 我这动怒 不是因你挑唆 是二丫头与罗氏自己不懂事 敢巴望我的丫鬟 因此触怒了我 她拍了拍唐国公夫人的守温声说道 快点把二丫头发嫁了 这府中自然太平 是 唐国公夫人急忙说道 她也听出 老太太厌弃罗姨娘的几分意思 心里越发轻松起来 云舒却视力在琥珀的身边 听了老太太与唐国公夫人的话 不由露出几分诧异 原来翡翠竟然这么利落 不知道什么时候 搞定了那位很难搞的唐二小姐 竟然能叫唐二小姐 亲自开口要人 她心里诧异 又想到珊瑚与自己说的那些话 顿时又有几分了然 翡翠还真是心底天高啊 若说在府中服侍 这国公府里 服侍谁都不及服侍老太太 毕竟老太太 才是这国公府里的宝塔尖 最体面尊重 还轻省悠闲不过 老太太并不难服侍 更何况为人宽容 还时不时喜欢单独赏她们一些东西 哪个丫鬟愿意离了老太太 去服侍那些 还要在老太太面前 侍奉说笑的夫人小姐呢 翡翠想要去服侍唐二小姐 自然为了的不是二小姐本身 服侍唐二小姐 之后正好陪嫁一块去寻王府当差 到时候在唐二小姐面前侍候 还能时常见到寻王 莫不是 愿不得珊瑚说自己只怕不会懂 莫非翡翠折腾了这么一大圈 是为了想要去服侍寻王 在寻王府当的通房小妾 云书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翡翠这真是怀揣了一颗直上青云的心啊 不过这样浅显的心思 连珊瑚 还有云书这样的小丫鬟都看得出来 那老太太与唐国公夫人 未必看不出来 若当真疼爱唐二小姐 怎么能允许 有这样心思的丫鬟陪伴身边 可是不说老太太与唐国公夫人 就连唐国公都并未动怒 反而如今成全了唐二小姐 云书不由默然想到 老太太刚刚的那句话 只希望唐二小姐日后 不要后悔吧 第57章被罚 唐二小姐是不是会后悔 云书也不能知道 他只是看见 翡翠带着几分得意的 与老太太院子里的小丫鬟们告别 就跟着唐国公夫人去了 看着他那娇艳的满面红光的脸 云书只觉得可笑 就算是 日后当真如翡翠得偿所愿 真的服侍了寻王 难道就很光彩了 难道去服侍寻王 就不是作妾了 既然都是作妾 也没什么高贵不高贵的 只是因翡翠 去了唐二小姐的面前 唐二小姐似乎还十分信任翡翠 因此 这三房里 珍珠身边的婴儿 反倒抖了起来 时常在翠柳这样的小丫鬟面前 质得意满地炫耀自己的姐姐 这些翠柳心中愤懑 就与云书抱怨 只是云书想到 老太太叫翠柳 不必给自己磕头 直接跟着唐国公夫人 去了时的脸色 就只管把手里 拿着的那几个团扇给了翠柳 笛声说道 你与他争这个风头做什么 无论好坏 都在主子们的眼里 婴儿就算是炫耀 可是又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可是 他姐姐不是能去寻王府当差 那可是王府 翠柳一边翻看云书手里的团扇 一边小声说道 王府显赫 难道咱们国公府就差了不成 若不是国公府同样显赫 咱们国公爷在朝中立得住 国公府有蒸蒸日上之事 人家王府也不会来 迎娶国公府述出的小姐 也为了与国公府联姻 云书见翠柳点了点头 便笑着给他整理了衣裳 片刻温声说道 因此 婴儿本不必为自己的姐姐去王府骄傲 其实能在咱们国公府里服侍 才是最值得骄傲的 你说对不对 他这样骄傲 岂不是本末倒置 他笑音音地说话 小女孩轻柔的声音 倒是叫人感觉心里的烦闷都散去 翠柳的眼底也多了几分清明 更何况不嫌母丑 别说咱们国公府 如今乃是京城一等一的人家 就算咱们国公府没权没事 可在其位谋其正 咱们是国公府里的人 也不该去羡慕旁人的风光去 更何况 别说翡翠 如今是心里怀着觊觎 其实也不过还是个丫鬟 日后能不能叫看遍了美色的寻王 给桥上都是两说 因此云书也想着 这婴儿在自己这些小丫鬟面前都这样炫耀 那只怕在三房里也没少说这个 何湘郡主心里 怕是对珍珠又厌恶了一层 这话说的有见识 就在云书宽慰翠柳的时候 却听见一旁的廊下拐角 传来了一声小声 云书下意识地看去 却见是脸色平静 看不出喜怒的唐国公与唐国公柿子 出生的倒不是别人 却是翠柳的爹陈白 云书急忙起身 心中十分忐忑 给唐国公与唐国公世子请安 他短短想不到 自己与翠柳都避开了人多的地方 却还是被人听见了说话 心中有些紧张地想着自己 刚刚与翠柳都说了什么 左右不过是些家常理短 小丫鬟们之间的争风吃醋 因此云书倒是多了几分放心 只是他想着 唐国公似乎为人十分端速严厉 又恐自己说错了那些话 因此叫唐国公责罚 因此越发小心起来 不敢高声说话 他和翠柳已经第二次撞上唐国公 因此战战兢兢 请了安就成了聚了嘴的葫芦 什么灵力劲都不见了 凭住呼吸等着唐国公开口 陈白不由露出几分无奈 这国公府里的小丫鬟们 见了唐国公 仿佛都十分畏惧 小云这话难得说得明白 见云书此刻倒不知道给自己剖白 反倒一副闭眼等死的样子 陈白心里叹了一口气 笑着对冷然而立的唐国公笑着说道 国公爷爷听听 到底是老太太身边调教出来的 这话说的倒是有十分的见识 难得的是忠心耿耿 一心为国公爷笑吏 威武彼仪 富贵不去 还知道给咱们国公府争光彩 连王府都看不上 这最后的一句话就压低了声音 然而谁听不见呢 唐国公冷淡地看了陈白一眼 突然嘀嘀地哼了一声 不过是两个小丫鬟随意说话 这在一旁温和地劝说的 就是唐国公世子 见唐国公似乎看不出是不是动目 因觉得云书刚才的话 十分叫人心里欲贴 更何况唐国公世子 乃是时常来给老太太请安的 也知道那个 正穿着鹅黄色鲜嫩的下衫的小丫鬟 正是老太太如今十分宠爱的 因此便笑着转环说道 叫儿子说 小云这话说得的确极好 若是拿着去服侍什么王府 就当作是自己比别的丫鬟显赫 这样生出了外星的丫鬟 咱们的确也不稀罕 云书听见唐国公世子 都给自己说好话 不由有些忐忑地 抬头看了唐国公一眼 唐国公是个 无容置疑英俊的男子 胜来高大硬朗 更何况在朝中威势赫赫十几年 自然身上带着与寻常男子 不同的威严与威风 他身边的唐国公世子 眉目俊美 神态优雅 举手投足 都是国公府的大家气象 因此 唐国公应该不会非要责罚 自己这么一个小丫鬟吧 行了 不是大事 你们去吧 唐国公世子 见两个小丫鬟跟安纯似的 不由想到自己的弟弟唐二公子 在唐国公面前 也是这么一副小心地抱着头 唯恐挨踹的样子 唐国公夫人所出 因此 唐国公世子与弟弟的感情极好 见了这两个小丫鬟 与弟弟的神态仿佛 因此反倒多了几分清静 温生说道 只是这一次 你们偷懒被父亲撞见 也该罚的 不在老太太面前服侍 反倒在这里偷偷说闲话 是 云书垂头恭敬地说道 就罚一个月的月前吧 唐国公世子平和地说道 如此 就可以了吗 云书和翠柳都忍不住偷偷去看 依旧没有吭声的唐国公 父亲 儿子这处置可妥当 唐国公世子笑着问道 唐国公又沉默许久 方才冷淡地说道 偷懒该罚 刚才的话也该上 他的声音冰冷 带着几分凛冽与压制 云书哪里敢还要什么赏赐 只恨不能立刻就从唐国公面前消失 急忙说道 再也不敢偷懒了 他一开口 翠柳也怯生生地告罪 然而唐国公却又冷哼了一声 抬脚从这两个满头是汗 也不知是热的 还是吓得的小丫鬟的身边走过 他这一副冷漠的样子 云书急忙去看陈白的脸色 陈白对他和翠柳摆了摆手 又觉得有趣 仿佛这两个小丫鬟 眉眉想偷懒 总是会被唐国公给撞破 其实说起来 丫鬟们不在主子们面前服侍 寻个地方偷偷聊天 也不算什么 再服侍主子 也没有一时一刻都不离开主子面前的 不再没人的地方歇险 那铁打的身子 也受不了不适 更何况 老太太宽和 身边服侍的丫鬟又多 这院子里本来也没什么活儿 因此 丫鬟们都是清闲的 可是撞在唐国公面前的 还不是一次两次的 也只有云书和翠柳了 这算是个什么运道呢 陈白想了想 哪怕一向在唐国公面前 十分沉稳能干 也忍不住笑了一声 见陈白笑了 因他是唐国公身边的心腹管事 因此想来能知道几分唐国公的心意 这一笑正代表唐国公 应该也没有责罚自己 或是觉得自己 对老太太不用心 叫自己从老太太面前滚蛋的意思 云书这才软了身子 一下子靠在了游郎的柱子上 他身边的翠柳 早就吓得双腿发抖了 还急忙低声问道 咱们这是又过关了 一个又字 连云书都觉得十分心酸了 看着翠柳轻轻点了点头 也不知怎么回事 在国公爷面前 我是大气都不敢喘的 翠柳哆哆嗦嗦地说道 国公爷是朝中的大人物 咱们自然不敢冒犯 云书心有气气地说道 那咱们回去吧 翠柳手里捏着许多的团扇 幸亏唐国公似乎没有询问的意思 却也不敢拿在手里招摇过世 不然回头怕是叫人说 自己与云书只知道自己享受了 他急着把这些团扇 拿去小丫鬟的房里分了算了 倒是云书此刻万分 不敢回去老太太的屋里撞见 显然是去给老太太请安的唐国公 然而 若是自己不去服侍老太太 唐国公只怕又要记自己一笔 因此咬了咬牙 他便举步往老太太的屋里去了 进了屋子 他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人 因此也不必特意去主子们面前请安 别贴着墙根往里屋钻 这小丫头是怎么了 老太太见云书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便笑着问道 唐国公世子看了一眼正立在墙边的云书 想了想 不由扑斥一声笑了 他因已经定清 大概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因此俊美的面容格外光彩夺目 此刻眼角眉梢都带着几分笑意 侧身把刚才的事对老太太说了 我与父亲说罚一个月的月前 父亲说赏罚分明 罚也罚了 不过也是要赏的 小云这话说得极好 还罚什么 他小小的人月前才多少 罚了他 他这日子怎么过 不许罚了 老太太急忙说道 不过赏倒是还要赏的 第58章拖出去 这样偏心地护着云书 唐国公世子见老太太都急了 不由笑了起来 您倒是心疼他 这孩子 难道不知道心疼不成 一心一意 为了我这个老太婆 为了国公府 老太太倒是一副很自豪的样子 见唐国公沉着脸不说话 唯恐他真的讨厌了云书去 回头背着自己责罚云书 因此越发叫云书走到自己的面前 揽在怀里对唐国公说道 这样小小的孩子 偏偏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一心为了国公府 怎么能是偷懒呢 是我叫他去歇着的 并不是他去偷懒 更何况 他妈撒着紧张不安的云书的手说道 小云这话 倒是叫我心里生出几分欢喜 不然 难道我面前的都是珍珠 都是翡翠 那样的货色 云书也不敢吭声 老太太哪里叫他去偷懒了 不过是 为了他在唐国公面前唬人罢了 不过显然 老太太对珍珠与翡翠 是厌恶至深了 这一心为了国公府 反倒叫法了 那头儿一心一意自私的 却得了好去处 难道这是应该的吗 老太太对唐国公问道 唐国公世子 嘴角擒着浅浅的笑意 听着老太太对唐国公 胡搅蛮缠 不过是一个月的月前 无规矩不成方圆 我这屋里 我说的才是规矩 你要说你的规矩 离了我的屋子 随便去说吧 老太太今日打定 竹一虎角蛮缠 不过倒是显出几分 老人家不常见的活犯 这一边说话 一边神气起来 唐国公见老太太眼下这样 还多了几分活跃 倒是不复之前 唐国公世子定亲时的沉闷 沉默了片刻便说道 儿子都听母亲的 他看不出对云书这样的小丫鬟 是讨厌还是宽容 倒是老太太便满意地点头说道 这样才对 我听说还有翠柳 一样的都不要罚 兰德还知道为我抱不平 是个忠心的 叫他进来 陈白正站在唐国公的身后 面上得努力才能 不露出得意来 一旁的珊瑚也嘴角带着笑 答应了一声 叫了战战兢兢的翠柳进来 瞧瞧 这才多大的孩子 叫你给吓的 老太太见翠柳素日里 活泼淘喜的脸 此刻都蜡黄一片 就称怪地看着唐国公说道 在家里还拿着在外头的那副气势 不说小丫鬟们 就说我见了你都觉得透不过气 他见陈白立在唐国公的身后 便笑着 指着翠柳对他说道 我听说翠柳是你的闺女 这孩子很好 我很喜欢 你们夫妻养育得很好 他这夸赞了一声 陈白急忙躬身说道 用心服侍老太太 本就是他该做的 你们那时候在聊什么 老太太对翠柳和颜悦色地问道 翠柳迟疑了一下 便还是将团扇的事给说了 小云说 虽然如今得了您的疼爱 可到底也是小丫鬟爬上来的 因此 也想叫从前的小姐妹过得轻松点 熬了好几日 给大家伙做了团扇说 小姐妹们一人一把 虽然不值得什么 可到底能凉快些 翠柳紧张地把云叔给小丫鬟们的心意 对老太太说了 老太太听了 便沉吟了几分 片刻 拍着云叔的手 目光温须地说道 你能荣华时 不忘寒微时的旧友 这是你的真心 极好 极好 老太太见惯了世事变幻 见多了的 是荣华显贵之后 就忘却了曾经函 识得一切的人 又有往上爬 甚至抛却了礼义廉耻的 又有有了私心就互相祸害的 如今见云叔本心赤诚 心里就多了几分柔软 这才是该在您身边服侍的人 您的品格高贵 因此连身边的小丫鬟 都学得您的几分皮毛 唐国公世子 乐得哄着祖母高兴 见老太太微微汗手微笑起来 便笑着对唐国公说道 这倒是错有错着 父亲 既然老太太说应该赏 且这两个小丫头都受了惊吓 不如您来赏 也安安他们的心 他与唐国公父子之间 带着几分轻松轻静 唐国公抬眼看了长子一眼 却没说什么 点了点头 这才对 老太太也知道 儿孙们是拿着云叔与翠柳讨自己开心 只觉得儿孙在眼前都十分孝顺 越发地笑了 果然 唐国公片刻之后 就从自己的荷包里 抓了两把金瓜子 丢给云叔和翠柳 云叔已经不安急了 见唐国公被老太太与唐国公柿子 挤对地 赏了自己金瓜子 这小小一颗的金瓜子儿 闪动着赤金的刺目的光彩 这一把也沉甸甸的 起码也得有个五六两 细小的打造的十分精致的金瓜子 就跟真正的瓜子儿似的 小小的 稀里哗啦的都被云叔攥住手里 他哪里还好拒绝 只能与翠柳一块给唐国公道谢 却听见老太太对翠柳说道 可怜见地受了惊吓 去后头与小云一块去 喝些茶压压惊 翠柳万万想不到 自己竟然被老太太留在上房 还能与云叔去后头 正攥着那一捧金瓜子 不知该说什么 叫云叔轻轻拉扯了一下 急忙答应了一声 与云叔一块往后头去了 李坚除了云叔给老太太 做衣上鞋袜的针线之外 也没有别的 翠柳小心翼翼地坐在小榻上 与云叔眨了眨眼睛 先把满手的金瓜子都放在榻上 这倒是体面了 无论是老太太 与唐国公世子的挤兑 还是怎样 他们得了唐国公的赏 说出去 也是叫人觉得 唐国公也认可了 他们服侍老太太有功了似的 老太太是什么意思 翠柳低声问道 老太太面前去了翡翠 我听说 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 又要放出去几个 到了年纪的大丫鬟 虽然说珊瑚姐姐 琥珀姐姐都还在 暂时不出去 可是也该想着提拔人了 如今你入了老太太的眼 想必就算如今 不会提拔你上来一飞冲天 可是老太太心里也记住你了 等明年骑马 也能升到二等了 云叔便对翠柳轻声说道 因此 老太太才不叫国公爷罚咱们 不然过罚了咱们 日后提拔的时候 唯恐别人不服 原来如此 翠柳捂着心口低声说道 我都要吓死了 谁不是如此呢 只是这金瓜子 这金瓜子拿着 真是烫手啊 云叔又觉得多了银子 心里头开心 又觉得这金子拿着 叫自己有些不安 我看见爹笑了 可见没事 翠柳也看不懂唐国公 可是他能看懂自己的亲爹就行了 陈白是唐国公的跟前人 陈白刚才都笑了 可见唐国公没真的生气 翠柳露出几分狡黠 见云叔正也放心地笑了 拿了小榻上的两个荷包 各自把他们的金瓜子都揣好 便低声说道 也都放你那 如今云叔反倒成了 翠柳兄妹的小金库了 他露出几分无奈 却也笑着答应了 正拿了礼物预备的茶水 喝着鸭精 突然听见不知何处 传来了女子的哭嚎的声音 那哭声尖锐刺耳 又十分凄厉 把云叔和翠柳都吓得差点喷了茶 这是谁啊 好大的胆子 敢在国公府里这样嚎哭 真的很胆大包天了 唐国公至家严厉 等闲谁敢在国公府 这样尖锐地哭闹 这声音 怎么像是往老太太这院子来了 云叔听着哭嚎的声音越发清晰 一时不知该说点什么 只是放下了茶水与翠柳 急忙转出去 想要出去看看 毕竟此刻唐国公父子 都在老太太的面前 可是外头却传来了这样的哭声 大丫鬟们不好出去 也只有他们两个小丫鬟跑跑腿了 只是云叔才要出去看看等 回来禀告 却只见眼前的珠莲 突然哗啦一声被掀开 撞进来了一个 生的风韵成熟的美妇人 这美妇人生得极美 妩媚之中 又带着几分成熟的韵味 此刻拢着一件长长的外肠 却因动作凌乱 露出里头一片雪白的礼衣 一双白银硬的脚翅在外头 鞋子都没有穿 此刻细腻光洁的脚上 都是尘土 看着又有几分说不出的感觉 云叔见着正是罗姨娘 罗姨娘扑进来 也不顾别的 只跌跌撞撞 扑到了唐国公的面前 嚎哭道 国公爷救命 夫人要杀我 他挣扎的时候 露出雪白的手腕 这样衣裳凌乱 唐国公柿子 哪里敢多看 急忙起身避到了里屋去 你 你怎敢说这样的话 唐国公夫人 带着众多的婆子丫鬟 浩浩荡荡而来 此刻见罗姨娘一身狼狈 仿佛被自己刁难刻薄 且唐国公就在眼前 顿时气得眼前发晕 国公爷 我只是 他想解释 可是却只唯恐自己的解释 唐国公都听不进去 唐国公对罗姨娘情分不同 就算是因寻王府的婚事 厌恶了罗姨娘 可是如今看着罗姨娘这样可怜 会不会 会不会又重新恋爱了他 就算唐国公夫人 如今两个儿子再生 也不在意罗姨娘负宠 可是罗姨娘这样众目睽睽 在唐国公面前给他上眼药 离间他与唐国公的和睦 也叫唐国公夫人心中目击 这个贱人 然而罗姨娘的哭声之中 唐国公却充耳不闻 只抬眼看着摇摇欲坠的唐国公夫人 冷漠地说道 把他拖出去 第五十九章记痕 拖 拖出去 唐国公夫人心中正目地咬牙 听到这里不免一乐 要拖谁出去 难道是罗姨娘 唐国公要拖罗姨娘出去 这不仅唐国公夫人不敢置信 连罗姨娘都不敢置信了 国公 国公爷 在老太太的面前嚎哭 谁给你的胆子 唐国公冷冷地垂头 看着战战兢兢的罗姨娘 缓缓地说道 前一次我见你 就对你说过 叫你安分守己 可你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他一说这个 云书顿时更心虚了 显然这说的就是 那日他和翠柳在甲山后头 听见的唐国公与罗姨娘的纠缠 此刻看着长长的外山拖在地上 看起来又狼狈又带着落魄也艳风情的罗姨娘 云书就知道 罗姨娘这次是撞到铁板了 其实说起来也奇怪 罗姨娘服侍唐国公也有个十几年了 还与唐国公生了府中的二小姐 怎么仿佛还不知道唐国公的脾气 就算云书才见了唐国公 不过寥寥数面也能看得出 唐国公其实非常厌恶罗姨娘之中 自作主张 枉费心机的女子 国公爷 可是 可是您如今亲眼看到 是夫人 是夫人要杀我 罗姨娘叫唐国公那双冰冷的眼睛 看得浑身发冷 实在想不到 唐国公到底是怎么了 从前对自己想要什么都不会拒绝 可是一转眼 仿佛是 他自作主张 约定了唐二小姐与寻王的婚事之后 唐国公对他就态度大变 他本以为唐国公不过是随意的生气 之后时间过去 气儿消了也就算了 可是如今才发现 似乎并不是这样 那一日的吉言利色 还有冰冷断绝伤在耳边 那对他的讥讽与刻薄 似乎也并不是怒气之后的口不择言 你病了 他叫你挪出去 有什么不对 唐国公见唐国公夫人 似乎想对自己说什么 便抬手说道 你不必解释 我都知道 按规矩病了的事切 挪出去养着 是理所当然 并不是你刻意针对 他这话叫唐国公夫人心里一热 差点也落下眼泪来 却急忙对唐国公柔声说道 还是先叫罗氏挪出去 等日后罗氏病好了 他想给罗姨娘画个大饼 叫罗姨娘觉得 病好了就能回来 谁知道唐国公冷淡地说道 病好了 也继续在偏院待着 从此以后 亲登古佛 好好为自己的哥哥送经吧 这 古卧公也 罗姨娘的声音更加凄厉 真是给你哥哥丢脸 若是他泉下有之 只怕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妹妹 唐国公豁然起身 抬脚就走了 他一脚将眼前的罗姨娘踹开 罗姨娘恍恍惚惚地趴在地上 后托进门的唐二小姐见到 顿时扑过去 嚎啕大哭 姨娘 姨娘 他摇着罗姨娘 仿佛已经没有力气的身体 抬眼用仇恨的目光看着 慢慢恢复了镇定 之后露出几分平静的唐国公夫人 咬着牙冷冷地说道 您今日对我与姨娘做的事 我都记住了 来日 他咬着牙 红着眼 用一双纤细的手臂 撑着罗姨娘 然而唐国公夫人却没说什么 摆了摆手缓缓地说道 送罗姨娘去养病 他并不在意得罪唐二小姐 因此目光落在唐二小姐的脸上 慢慢地说道 这段时间 不许叫二小姐与罗姨娘见面 大婚在即 过了病气 给二小姐 谁担待得起 如果叫我知道 你们阳奉阴违 叫二小姐与罗姨娘私自见面 就都撵出去 你 唐二小姐见唐国公夫人 这样命令自己身边服侍的丫鬟 几乎要扑到唐国公夫人的面前 够了 老太太今日本心情 叫唐国公夫子哄得很开心 见罗姨娘母女竟然如此可恶 顿时怒道 你也不必恨你们夫人 要恨 只来恨我 是我叫罗氏挪去偏院 是我叫你们不许见面 怎么 你也要牢牢地记住我不成 他看着唐二小姐 可是唐二小姐便流泪哽咽地说道 我知道 我与姨娘爱了谁的眼了 如今种种 来日必将回报 他这哭得不成样子 说话也不像样 唐国公夫人摇了摇头 扬声叫人将罗姨娘拖走 罗姨娘死死地抓着唐二小姐的手腕 叫唐二小姐流着眼泪追着自己 路过门口云书的时候 云书便听见罗姨娘沙哑的声音 记住他们今日对我们母女做的一切 以后都回给他们 这明显是贼心不死 云书却当作没有听见 垂头当个木头人 等罗姨娘被拖走 唐国公柿子才尴尬地从礼物出来 见唐国公夫人气得脸色有些苍白 不由露出几分对母亲的关心 然而 他到底不好插手父亲的后宅之事 因此略做了坐遍与老太太告退出去了 此刻一世的欢心都散去 唐国公夫人有些疲惫地 坐在老太太的面前 老太太握着她的手温声说道 委屈你了 叫她这样几次三番 在咱们面前猖狂 老太太这座婆婆的 自然对儿媳十分慈爱 云书见老太太对唐国公夫人有话要说 便急忙拉着翠柳退了出去 不大一会儿 珊瑚与琥珀 并另外几个大丫鬟也都出来 这婆媳 大概就是要说些私房话了 老太太今日见了城管事 便想起来 叫你与翠柳一块出去歇歇 笔门在院子里抢歇 琥珀走出来 脸色淡淡地走过来对云书说道 你也不必担心这副礼 虽然去了珍珠与翡翠 屋里服侍老太太的人也尽够了 更何况二小姐的婚事就在眼前 等你歇着回来 怕时又要忙碌 老太太这也是仁慈之心 因也知道 小丫鬟们的住宿条件不大好 不过这都是从小丫鬟时候过来的 老太太也不好改了 因此就想着 叫这些小丫鬟们 都轮换着回家里去散散心 因大多都是家生子 因此这些小丫鬟说是回家 其实也不妨碍什么 不会叫国公府里的一些事传出去 老太太因此很放心 翠柳就是家生子 爹娘都是家中的管事与管事娘子 哥哥也在府中当差 一家荣辱都在国公府 自然就算在外 也会维护国公府的威严 是 云书其实也乐意出去 到底陈白家到了夏天 说起来也享受 更何况 他也想出去看看自己的凉田了 只三天 可别把心都玩也了 珊瑚便在一旁说道 知道了 云书与翠柳急忙说道 你说 二小姐这一回 翡翠 你理她做什么 只怕她还要在二小姐的面前下嘴 说些老太太不疼二小姐 偏心这样的话 她服侍过老太太 只怕说什么二小姐都会相信 琥珀难得说这许多的话 突然冷笑了一声说道 平日里真是小趣了她 琥珀一向对老太太忠心耿耿 自然见不得罗姨娘母女 今日在老太太面前那般怨恨放肆 只是她不过是个丫鬟 竟不能上前 去给不知好歹的这两个女人一耳光 到底心性沉稳 因此忍耐了片刻便对云叔叮嘱说道 今日这事 不要叫更多人知道 难道她不说 别人就不知道吗 罗姨娘闹成这样 何府都知道了 唐二小姐种种忤逆 也只怕何府都知道 必然不会有话从我的嘴里叫人知道 云叔却郑重地说道 她一向都懂事 琥珀的目光柔和了几分 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扫过翠柳 板着脸说道 你日后差事也用心血 见翠柳小心翼翼地应了自己 她这才带着珊瑚去了小厨房 仿佛是为了消遣时间去了 见他们两位大丫鬟走了 云叔与翠柳 顿时仿佛叫人放了声一般 重新欢天喜地起来 那罗姨娘与他们不熟 死活跟他们没有关系 因此 也没有被罗姨娘与唐二小姐 给坏了心情 倒是他们俩收拾收拾 就准备回陈家去 翠柳因如今毕柳的缘故 因此是什么都不肯 往家里带的 叫云叔好说歹说 才拿了些素日礼 从各房夫人小姐的面前 得到的圈花之类的 瞧着到底也是个意思 倒是云叔 把自己与翠柳今日得的金瓜子 都藏在了屋子里 又与翠柳清点了一边 一颗一颗小金瓜子 数了个数儿去 这才藏好 又拿了些平日礼边的各色的花结 还有在陈白家的面前答应的 给碧柳成亲时 送的那几对大大的花结 又有些给陈家带的团扇之类 看起来也满满的不少 瞧着不会捡薄 这才与翠柳一块出了国公府的后门 才出去 云叔看着远远的徘徊之后 又僵硬在原地 之后慢慢走过来的 那修长挺拔的身影 无奈极了 怎么又是宋如柏呢 一次是巧遇 两次也就不算了 宋如柏 总是在唐国公府后门转悠 是怎么回事 总不能是 人生何处不相逢吧 他心中疑惑 却还是与翠柳对走过来 抿了抿嘴角 有些手足无措的英俊少年 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 宋大哥 你露过吗 第六十章 沈家公子 那一刻 宋如柏英俊沉默的脸上 似乎露出一个被拯救的表情 嗯 他嘀嘀地答应了一声 可是翠柳却在一旁 没心没肺地问道 宋大哥 怎么每次都能看见你 真是巧 他说得天真烂漫 可是宋如柏就有些尴尬了 倒是云叔急忙对宋如柏说道 既然如此 宋大哥你忙你的吧 他拉了拉翠柳的手就走 殷翠柳也没有对宋如柏有什么好说的 因此 两个小女孩就要手牵手离开 倒是宋如柏 还是如同钳刺一般 伸手拿了云叔手里的大包小果 对云叔说道 我送送你 他看起来已经没有刚刚的局促 依旧很沉默 只是立在云叔的身边 挺拔又带着几分静默 云叔也没说什么 道谢之后 就跟着宋如柏往陈家去 只是莫名的 他下意识地回头 看向国公府后门的位置 且见他们已经走出很远 之后 从他后街的角落里钻出了一双少年来 都是满脸阳光一样 明朗鲜活的笑容 穿着漂亮的锦衣 贼兮兮地四处看了看 似乎发现没有人发现自己 就你捶我一下 我踹你一脚的 嘻嘻哈哈地往另一头去了 似乎是不经意 也似乎是下意识的 后头那个少年转头 脸上还带着笑容 往云叔的方向看了一眼 云叔就见 那是一个生得俊秀无比 清俊又温弱的少年 他并没有留意到云叔的目光 不过是随意地看了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跟着前头那个比他年长些 也强壮些的鹰 郡少年跑远了 仿佛是一片清烛夜悠然 又带着几分活泼的 消失在了长街的尽头 云叔看了一眼那两个少年 眨了眨眼睛 下意识就明白了什么 唐国公世子 联姻沈家大小姐 沈家有一位贵妃在宫中 还有一位八皇子 而宋如柏 如今正是八皇子的贴身侍卫 如此看来 宋如柏这两次都在国公府门前 被他见到 又仿佛是为了遮掩什么 快快地带着自己与翠柳离开 就是为了叫那两个少年 不被自己与翠柳发现痕迹 虽然说 云叔不知道 就算没有自己与翠柳 这后门人来人往 这两个少年 是怎样避开旁人的眼睛 可是他想了想 就知道 这大概是沈家的公子 在为了自己的姐妹 留意唐国公府 因这后门是奴婢下人来往的地方 最是能知道一些国公府的八卦 毕竟这些下人 还有丫鬟婆子的 有的说话没有把门的 总是露出一些痕迹 这些府中的八卦 就比在什么前门观察 要收获得多得多了 只是 宋儒柏是八皇子的侍卫 他这样用心遮掩 莫非 那两个少年之中 就有一位是八皇子不成 云叔心中转过了很多的念头 可是脸上却没有露出什么痕迹 也不予被追问宋儒柏这些 叫他难做 更何况 就算八皇子带着沈家的公子 躲在唐国公府后门 想知道一些唐家 更准确地说 应该是唐国公世子的一些传闻 那云叔觉得 这也不过是亲兄弟 对姐妹的一片用心 不值得去追问什么 他反倒 更羡慕这样的亲情 这样兄弟们 不在意自己的身份 或者会不会丢脸 反而天天蹲守 别人家后门口的做法 叫他忍不住 去羡慕 能够被自己的哥哥 与弟弟这样在意的沈家大小见 他恍若什么都不知道 宋儒柏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走到了陈家门口 他将手里的包裹还给云叔 顿了顿才艰难地说道 我没有做坏事 我知道 我相信宋大哥的人品 无论做什么 都不过是有原因的 云叔温和地接过包裹说道 英俊的少年微微一愣 动了动嘴角 安静地看着面前的小丫头 什么时候还去庄子上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又带着几分少年时期特有的暗哑 轻声说道 你买的那些鸡鸭额 大概都长大了许多 他的眉目从颈绷变得柔和了起来 云叔也忍不住笑了 看了看偷偷拉扯自己的衣摆 想要赶紧回家的翠柳 这才对宋鲁柏说道 天儿太热了 我就算与翠柳要出去 大概也要等到太阳落山 他见宋鲁柏一段时间不见 似乎更加强壮了些 便对宋鲁柏和声说道 宋大哥也要保重你自己 天这样热 走在街上 至少避开些热辣的太阳吧 宋鲁柏陪着八皇子 与沈家的公子 等在唐国公府门外 想必也很辛苦 宋鲁柏突然嘀嘀地答应了一声 好 他看了云书片刻 这才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 宋大哥看起来 不像是怕晒的样子 我看你是白操心 见云书无奈地看着自己 翠柳急忙说道 不过你关心的没错 好不好 他拉着云书兴冲冲地进了院子 却见今日陈白与陈白家的 都还没有回家 院子里静悄悄的 连个接自己与云书的都没有 这叫翠柳 脸色有些不好看 然而云书低声问道 如今这家里 只有碧柳姐姐在 你想回家 第一个就见碧柳姐姐 翠柳觉得不愿意 因此 他与云书直接回去了 自己的小院子 去开了之前的大箱子 翻看了一下 见东西都还在 这才重新锁上 把箱子放回去 你怎么还叫我 带这些东西回来呢 还有你自己 带了这许多东西 便宜了他 打从翠柳知道 陈白家的 竟然还拿陈平的私房 补贴碧柳 那如今对碧柳 是真的不耐烦了 一根毛线都不愿意 留给碧柳 云书不由拍了拍他的手 见在陈家服侍的小丫鬟 十分机灵地端了新鲜的西瓜 还有看起来 白嫩嫩脆生生 上头带着一些 清脆花纹的甜瓜 眼睛微微一亮 伸手拿了一个 白胖可爱的甜瓜 妈撒在手上 甜瓜大概是 井水里震着的 此刻清凉水嫩 上头还沁着细密的水珠 云书掰开着甜瓜 分给翠柳一半 自己啃了一口 比蜜还甜 还清凉脆嫩 水分也很足 倒是比西瓜味好些 前几回 咱们回来都带了许多东西 这一回若是半点都不拿 只怕沈子心里觉得 你与她生分了 何苦为了点东西 叫家里人伤心呢 云书见翠柳 认认真真地啃着甜瓜 没有吭声 便拉着她的手说道 我知道你心里藏着怨气 不过到底是做女儿的 不看在沈子 也要看在陈叔 与陈平哥的份上 这些眷花又不值得什么 老太太的院子里 何曾缺了这个 比这好的 难道你没有见过 拿去给你姐姐 你也不心疼 又加何万事兴 岂不是两全其美 好的我才不给她 谁说给她好的了 如那沙堆的海棠公花 石柳公花 你给她我还舍不得 不过我也见了 你拿回来的眷花 不过是看着新鲜 最近大夫人二夫人 难道还赏得少了 云书才不会把好东西 去给对自己毫无善意的碧柳 不过是拿来做个面子情 免得陈白家的心里生出不自在 毕竟无论碧柳做什么坏事 那是陈白家的亲闺女 而自己不过是与翠柳交好的外人罢了 总不能向着外人 陈白公允 偏心自己与翠柳都 叫云书差一好久 毕竟自己算是外人 这还差不多 翠柳笑了一下 拿了云书给碧柳预备的大花结 眼睛转了转说道 一会儿爹回来 你把这花结往爹娘的面前一松 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他这是教云书 在陈白的面前卖毫 云书自然一口答应 果然 他们两个耐着性子 躲在小院子里啃甜瓜 等到了陈白夫妻回来 云书才跟翠柳捧着各自的东西 一块往前头去了 翠柳这回难得大大方方的 被一脸惊喜的陈白家的说道 虽然我与大姐姐总是伴嘴 可到底是亲姐妹呢 姐姐澄清哪有我不知声的道理 这圈花样式新颖 是府里大夫人赏的 听说外头还没有这样的公花 一共八对 都给姐姐澄清添妆 也是我对家里的一片心意吧 这是小云之前 答应给姐姐的花结 她花了好几天 熬着眼睛边的 爹 娘您看 这是不是很好看 翠柳比云书言辞凌厉活泼 因此云书便在一旁鸣嘴儿笑 看着翠柳一个一个指着说过去 那鲜艳漂亮的公花 还有极大的吉祥花结 都叫陈白家的 忍不住眼底带了几分眼泪 你们两个小丫头 她对翠柳与云书说道 我就知道 对你们姐姐是真心的 都是亲姐妹 哪有隔夜仇呢 翠柳几乎又要冷笑了 云书也只是弯起眼睛笑 没说什么漂亮话 她担心再说点什么好听的话 自己都要恶心吐了 你们给你姐姐的天装 我瞧见了 陈白就仿佛不记得 云书与翠柳拿了唐国公 一人一把金瓜子 两个都是小富婆了 在一旁温生说道 你们小小年纪身边 本就没什么财物 却还用心给碧柳预备这样的天装 这份情谊难能可贵 她顿了顿 见碧柳只撇嘴 挑挑踢踢地翻看翠柳给她的卷花 一脸嫌弃 沉了沉脸 却对云书与翠柳和颜悦色地说道 巧得很 正给碧柳打了两套金头面 剩下两颗小金珠子 打了两个小戒指 给你们拿去玩吧 第六十一章野味 这话一说出来 碧柳的脸色顿时沉了 你当着孩子的面说 这个做什么 其实陈白家的 也想着给翠柳和云书留了首饰 可是叫长女听到 长女只怕又要多心了 果然 下一刻碧柳已经摔了手里的卷花 哭着叫道 爹偏心 她捂着脸哭起来 哭着叫道 那是我的嫁妆 我的首饰 凭什么给他们 她哭得不停 陈白家的怎么劝都不行 云书和翠柳互相看了一眼 却都有点腻歪 实在是碧柳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如果是头一次 还能叫人觉得慌张担心 可是日日如此 就跟狼来了似的 谁还当一回事啊 因此 云书却还是虚伪地对陈白说道 陈叔 我也翠柳 怎能拿姐姐的东西呢 她的东西 陈白冷冷地看着叫妻子 哄着的长女 缓缓地说道 今日我就是要叫她知道 妹妹们的东西 不是那么好拿的 少拿了妹妹的东西 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拿了妹妹们的首饰 就要还给妹妹们 十倍百倍 如果自己接受不了 觉得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妹妹们 那就日后也不要想想别人的 她实在不喜欢 碧柳对翠柳和云书那种理所当然 给了她也不稀罕的态度 既然这样 那索性日后 就别贪图妹妹和弟弟的东西 哪怕一点 抢了别人的 也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今日拿金子换卷花 就能教碧柳明白这一点 就算是 你慢慢教戴姐儿就好了 何必闹成这样 碧柳这一哭起来 顿时脸色苍白 呼吸急促 看着就要并发的样子 不大一会儿 把刚刚喝了的茶水 都给吐出来了 奄奄一息地 靠在陈白家的怀里 陈白家的心疼得不行 一边扶着长女虚弱的身体 一边对丈夫 带着几分埋怨地说道 戴姐儿本就身子不好 你还这样骂她 叫她伤心 她想要说点什么 却到底转头流泪哽咽地说道 索性把咱们娘儿俩都弄死算了 眼不见心不烦 翠柳跟云淑无声地站起来 准备告退回去自己的小院子 这长辈闹起来不论如何 在一旁没心没肺地看着 总是不像话的 我倒是想 你也别跟我说她多么可怜 养尊处优十几年 处处小心侍奉 丫鬟婆子捧着 如果这都是可怜 我这个做亲爹的 也只能上吊去了 陈白摆了摆手 叫翠柳和云淑不必出去 只看着陈白家的那张娇好的脸 轻声说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 陈平藏着掖着 没有跟陈白说亲娘去了 他哪拿了他的私房银子 可是陈白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二公子身边又不是没有别的小私 有与陈平好的看不下去的 早就偷偷跟陈白说了 陈白没有作声 不过是担心 妻子在儿女们面前丢脸 可是 如果不敲打妻子 只怕妻子还更疯狂了 果然 陈白家的本就心虚 听到这里 有些不敢说话了 正在这个时候 外头有个丫鬟进来 说是宋如柏送了些新鲜的瓜果 还有蔬菜 并一些野兔 还有半只大大的野猪来给陈白 陈白一愣 急忙叫丫鬟请宋如柏进来 就见不大一会儿 英俊高挑的少年进门 见了 正躲在一块垂目擦眼泪的 陈白家的雨壁流 他垂了垂眼睛 半侧身避开了 只当作没看见 只给陈白试了一礼说道 陈叔 他一副沉迷寡言的样子 虽然是送东西上门 可是看起来也没什么好听的话 说给陈白 倒是陈白 做邻居多年 知道宋如柏是个耐于口舌 只做事不喜欢炫耀的性子 笑着起身 叫他坐在自己的身边 带着几分欣赏的问道 外头天热 你怎么反倒不在家里待着 他是很喜欢宋如柏沉稳的性子的 虽然宋如柏年纪不大 可是英俊挺拔 带着几分出身武将之家的磊落之气 倒是比他的儿子 陈平少了几分圆滑事故 却更叫人觉得靠得住一些 因宋如柏如今已经在宫中做侍卫 因此 陈白也高看他一眼 想着与宋如柏交好 总是有利无弊的 宋如柏抿了抿嘴角 一旁陈白家的 已经急忙擦干眼泪 若无其事地笑着 对宋如柏说道 大哥好不容易来一回 不如就在家里吃晚饭 你姐姐着 我叫人去厨房多做几样饭菜 你陈叔一向都念叨你 你们爷俩 也今天喝些酒 说说话 他对碧柳使了一个眼色 碧柳便知道 今日自己是绝对得不到好处 也不哭了 愤愤起身看着翠柳和云叔 狠狠地哼了一声 看都不看宋如柏一眼 直接走了 这孩子 陈白家的 也觉得宋如柏极好 不然想当初 不能想把碧柳说 给宋如柏当媳妇 此刻就有些尴尬 不过云叔也看出来了 碧柳这是看不起 宋如柏的样子 看不起倒是好事 如果他宋如柏 倒是要庆幸 碧柳没看上自己 多谢他的不嫁之恩吧 那劳烦婶子 宋如柏对陈白家的道谢 这才对陈叔缓缓地说道 才刚将军府去行列 列了不少猎物 因沈将军 说我在八皇子身边有些功劳 因此叫人也伤了我 我一个人住 天又热 这些野位白放着就坏了 不如分给邻居们 街上的书柏 沈子家里都有 余下的这些 我就都拿来陈叔这里 他这话就说得分明 显然是在八皇子身边 福利很好 将军府有了好处 因此他也得了便宜 这倒是 陈白也知道 如今宋如柏不缺这些 带着几分信味地说道 那就一会儿 尝尝这些野味 不过也是巧了 翠柳和小云也回家来 你们也能尝尝新鲜的野味 他笑着叫云叔与翠柳一块 去看宋如柏带来了什么 因为还从未见过什么野猪 云叔也很有兴趣 拉着翠柳嘻嘻哈哈的 一块去了厨房后头 就见陈家开阔的厨房后院里 堆着不少的野味 开头半只野猪飙肥体壮 还有半只黄羊 两条鹿腿 的确都是新鲜的 血水还没有干涸 虽然看起来有些血腥 可是云叔却觉得有点馋了 就算是在国公府里服侍老太太 他们这些丫鬟 能吃得精致可口 还有老太太吃得少 也有些碰都不碰的菜色留给他们 可是云叔 却觉得过于精致 不急着看起来大片大片的野味 看着喜人 八皇子可见 对你倒是十分看重 陈白看了一眼 就对陪着自己 高大沉默的宋如柏 笑着说道 宋如柏不见得意 只是轻声说道 殿下带人赤诚 他不在陈白面前说 关于八皇子的任何事 陈白倒是对他更加另眼相看 知道宋如柏是个沉稳 并且口风严谨的性子 便微微点头说道 你这样的品行 能留在殿下身边 日后定然有出头之日 你继母那里 可还有往来 陈白这就十分关注了 宋如柏微微摇头 显然是不预备与继母继续往来的 陈白想了想 便合声说道 那你要小心他 如今宋如柏正是风光的时候 混到皇子的面前去 还时常能有许多的赏赐 他继母只怕是要眼红的 我明白 多谢陈叔 宋如柏便道谢说道 此刻 翠柳正拉着云叔 去看那半只很大的野猪 这野猪与家养的不同 粗糙的猪皮上头 是厚厚的一层 看不出是什么的硬坎 瞧着就十分争鸣强悍 云叔记得 野猪喜欢在树木上 磨蹭自己的身体 树木比如松树的枝叶 被蹭到野猪的身上 凝固之后就格外坚硬 这一层一层的保留下来 因此野猪是很不容易猎杀的 不过他倒是记得 野猪的肉与寻常的猪肉不同 更加近到有利 想了想 他在翠柳的耳边小声说道 如果是能烤肉就更好了 烤肉 翠柳小声问道 烟熏火燎的 天又这么热 天热才是烤肉 剩下的时候 吃着烧烤喝着 云叔的目光在院子里一看 见还有几筐桃里 西瓜甜瓜都有 便轻声说道 一边烤着新鲜的肉串 一边吃着凉嗖嗖的果汁 你如果怕天热 咱们等太阳下山了再烤着吃 还有可以烤茄子 韭菜 还有新鲜的蔬菜 把烤肉卷在中间吃 清脆水嫩的菜卷着油滋滋的烤肉 刷着烤肉酱 你觉得如何 他这样一说 翠柳只觉得眼界大开 急忙问道 茄子也能烤着吃吗 好吃得很啊 云叔小声说道 两个小丫头 围着野猪小声说话 眉飞色舞的 晨白见了 不由笑着说道 一定又有鬼主意了 颂如百四 是在晨白家中 因此格外拘谨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说道 晨叔慈爱 因此才会叫他们这样快活 他似乎想到自己的家中 目光有些晦涩 晨白一愣 便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道 总是会好 他的话音未落 就陡然听到 仿佛不知道 哪里传来了尖锐的哭声 丧天良的不笑子 自己富贵了 却看着清娘饿死 不忠不孝 不得好死 我要去衙门告你 第62章继母 这哭声过于尖锐 云叔和翠柳 喜气洋洋 正想着怎么吃烤肉 听到这里 不由面面相去 被败了心 谁啊 大白天的瞎嚷嚷 翠柳小声抱怨 也不嫌吵得慌 云叔却觉得这声音 怎么仿佛就在附近呢 这是 他因不清楚情况 因此还与翠柳 有些摸不着头脑 然而晨白家的 却已经匆匆地过来 带着几分急切地说道 怎么送家的那女人过来了 他这样一说 虽然没有清楚的指名道姓 然而云叔 却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下意识地 看向皱了皱眉的宋卢柏 显然是知道了 这在外头哭闹的 正是宋卢柏的寂母 然而 这闹起来也十分不像话 大热的天 这在家里觉得热的 大多在外头乘凉 女人哭闹起来 自然少不了围观的人 纷纷扰扰的 叫宋卢柏的名声 只怕会变得很坏 出去看看 陈白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虽然一向圆滑事故 也不爱沾染是非 可是宋卢柏如今 就在自己的家里 外头却有人哭闹 怎么也不能坐视不理 更何况 陈白很怀疑 宋卢柏的继母 这是没有 把自己放在眼里 虽然嘴里口口声声 什么国公府的下人 主子奴才的一本正经的 可是能留在 唐国公的身边做管事 出入的都是高官显幻家中 陈白心中 自然也有几分傲气 怎么可能由得 别人在门外踩自己的脸 他见宋卢柏预言又止 便白手说道 你不要担心 这些年邻里邻居 谁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你又是什么人 这明显 是见宋卢柏的日子 过得好了 因此不愤 想要重新把宋卢柏踩下去 一则是见不得人好 另一则 那女人 只怕也是唯恐 宋卢柏日后得失了 清算他 这样狠毒的继母 云书不由 咬了咬嘴角 跟着陈白 就走到了陈家的大门边上 他也想到了自己的继母 如果有一天 继母知道自己 在唐国公府里 成了得宠的丫鬟 是不是也要来她的眼前 败坏她的亲运 这样一想 云书就觉得 不能对宋卢柏 被继母刻薄陷害 置之不理 因为想必他也是希望 如果自己有被 生父继母 欺负的那一天 也会有人 对自己出手相帮的 想到这里 云书心中 更加在意了几分 见宋卢柏拦着陈白 不叫陈白出去 自己慢慢地 走到了门外 就见门外 一个穿着一身 绫罗绸缎 看起来带着 几分风雨的女人 正叫一个 穿着锦衣的少年 守着 自己不顾及地上的肮脏 一屁股坐在地上 拍着大腿 哭得涕泪横流 嘴里也叫骂不停 看着那张十分美貌 就算是此刻 一副猙獰扭曲的样子 却不能掩盖 那份美貌的脸 云书一下子想通了 为什么宋卢柏的生父 就算是这女人 不是个好的 却一直都在容忍 还和这女人生了个儿子 因为这是个美人 可是人美心却丑陋 叫云书生出几分厌恶 你还敢出来 这美人正拍着大腿 哭闹得不行 虽然已经看起来四十岁了 然而却依旧风韵犹存 此刻 叫身边的锦衣少年捅了一把 看见宋卢柏从陈家走出来 顿时气势汹汹地跳起来 指着他骂道 好一个小畜生 自己捡了高枝飞去了 如今八戒上皇子公子 竟然忘了自己的老娘 还在受苦 你这样不笑 也不怕天打雷劈 老宋啊 你快来看看这个不笑子 你这一闭眼 我们娘儿俩就成了孤魂野鬼 叫他恨不能置于死地了 他哭着抱着身边的锦衣少年 母子两个顿时豪淘起来 都说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云书真是服了 真是可恶 他低声说道 宋伯父也真是的 怎么当初娶了这么一个败家心 如今祸害宋大哥 自己都没了命 翠柳低声说道 云书便轻声说道 你知道什么 他生得好看 宋大哥的爹 如果爱极了他 哪里还顾得上亲儿子的死活 他不相信宋卢柏这么多年 被继母磕带 甚至穿得那样差劲 瞧着手上都是干粗活的老姐 甚至早前一副忍记挨饿的样子 他的父亲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是因更爱如花美眷 因此对长子的死活 完全不在意罢了 只是可惜 他爹大概也没想到 儿子是这女人的眼中钉 等到了自己病了 自己也成了女人的眼中钉 这乌乎哀哉 一病死了 却流了祸害 你说的也是 翠柳见云书眼底声出 几分清冷 知道他想到了自己 急忙握住云书的手 轻轻地摸着他的手背说道 不过你不要担心自己 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事 我一定帮你把那女人打出去 就算我不行 还有爹 还有哥哥呢 他的话暖心极了 云书只觉得 心里那一股凉气都散去 低声应望 握紧了翠柳的手 目光却落在门外 就见那女人闹得更凶 上前就要抓到宋如柏的脸 一脸猙獰的叫道 你还抢你弟弟的差事 宫里的侍卫的圈 分明是你弟弟的 什么意思 翠柳诧意地问道 这是发现在八皇子跟前 当差有了好处 因此想抢走宋大哥身上的差事 也进宫去服侍八皇子 见那锦衣少年目光闪烁 云书痴笑了一声 他一向温和 可是如今却不得不 伸出几分刻薄与厌恶 胡说 就在此刻 陈白突然冷哼了一声 抬脚出门 走到了宋如柏的身边 冷冷地说道 宫里的差事是大根的 你以为沈大将军这样昏溃 连自己命谁进宫都分不清 还是以为八殿下是个没有计较的 自己身边的侍卫 究竟是什么身份 有没有被人取代都毫不知情 他一开口 那女人顿时虎脚蛮缠起来 仰着头尖声叫道 这是我们宋家的事 与你陈家有什么关系 莫不是打着什么 见不得人的主意不成 一家子奴才 难道还敢基于官患之家 你们来我家门前吵闹 当我是死人 陈白看着这美貌的女人 眼底露出几分厌恶 冷冷地说道 在这听着 看着的都是邻居 谁不知道 你们宋家是个什么德行 自己的儿子是个窝囊废 文不成武不就 如今倒是想抢哥哥的差事 就算是不要脸 也该有个限度 他本在这条街上 就有几分威望 因此 这在左右听着的 便焦头接而起来 一个说小时候 不给大哥饭吃 另一个就说 不是还把大哥赶出家门 霸占了好大的院子等等 这些话 落到这宋家的女人的耳朵里 他一愣 顿时滚到了宋如柏的跟前 坐在地上打滚 老宋啊 你快来看看吧 你死了 你儿子欺负我们这孤儿寡母啊 不知孝顺的东西 宫里怎么出了 你这样的小畜生 老宋是怎么死的 你心里有事 沈将军给了那么多的好药材 老宋如果用了 如今还活着呢 你口口声声都是老宋 我倒是担心 老宋活转回来 头一个就掐死你这个女人 虽然这都是事实 然而从前不过是 旁人嘴里暗地里说说罢了 也不至于叫陈白这样说出来 然而陈白十分担心 宋如柏当真 叫这女人给搅和了差事 毕竟这孝道二字 在官场上十分要紧 无论是被这女人挟制日后 继续忍受欺凌 还是因此丢了官职 都是不值得的 你怎么敢这样说 我对老宋多么好 对这小畜生 当初也是真心疼爱 这女人哭叫道 云叔就实在忍不住了 走到了宋如柏与陈白的身边 见宋如柏面无表情 她心里倒是有几分可怜 如今宋如柏沉默 才是最好的应对 不然无论说什么都是错的 如今沉默不语 倒是有几分聪明 您自然是一位慈爱的母亲 小女孩清脆温柔的声音响起 在灶热的街上 倒是叫人灵台一醒 这女人一愣 仰头看去 却见是一个生得十分美貌娇艳 眉目似化 笑容温柔的女孩子 你 这明明 似乎是跟宋如柏一伙的 可是如今却肯定了她是慈母 叫这宋家的女人惊意不定 陈叔 其实刚才误会您了 您怎么是一位刻薄的母亲呢 见这女人看着自己 越发一头雾水 云叔玩耳一笑 一双清澈的眼睛 扫锅正站在一旁干看着 仿佛是在看兄长热闹的 那个锦衣少年 和声说道 只看您将自己的儿子 养育得如此白嫩就知道 您对儿子 真的是一心一意的疼爱啊 更何况 如今富丧未过三月 我们宋大哥 如今还穿着肃静的衣裳 表示哀痛 可是您这样 心疼自己的儿子 叫他已经换上如此鲜艳的锦衣 还面色鲜活 可见素日里饮食起居都是极好的 这气色好 穿得好 您是多么慈爱啊 漂亮的女孩 笑盈盈地说话 一点都不动气 可是却仿佛魔鬼一样 这女人只觉得四面八方的目光 都汇聚在了自己的儿子的身上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第六十三章八皇子 眼前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丫头 显然是在提醒围观的大家 宋如柏还在艰难地守孝 可是她生的这个 却不孝极了 穿得鲜艳 还吃得好气色好 这不明显示对亲爹的死 无动于衷吗 您是要去告宋大哥 对您不孝是吗 云书豁然问道 这女人突然不敢说话了 她只觉得 眼前那张娇艳美丽的脸 带着刺骨的冰冷 明明是笑着的 却叫人心生恐惧 只要她敢去告宋如柏不敬继母 那只怕宋如柏翻过身 就要告她的儿子不敬王夫 都是笑道 都是罪过 宋如柏不好了 那她也别想好过 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丫头 看着这样美貌可人 温柔可爱 可是却仿佛像是个妖怪 你 你 若您想念宋伯伯 也是应该的 我见您穿得这样美丽 这段子 怎么也得一匹十几两银子 可见是日日期待宋伯伯能够回魂 与您再续前缘呢 不然一个心拐的女子 穿得这样花里胡哨做什么 而且 您今日还重新梳妆 这脂粉十分新鲜 口知也是最鲜艳的红色 可见是当真想念宋伯伯了呢 云淑继续微笑 目光温柔如水 可是这女人已经浑身颤抖 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脸 这话说起来 有点恶毒了 毕竟男人都死了 这女人打扮的这样娇艳 是给谁看呢 可见不安于事 因此 附近围观的邻居之中 就有几个妇人 带着几分紧张与警惕比喻 呸 闻一声 把还在看热闹的丈夫给拖走了 说起来 云淑也不想这样刻薄 可是如果不如此 打掉这女人的种种气焰 叫她的丑态百出 叫邻居们都知道她狠毒 宋如百可怜 日后这女人还要作妖 只要今日揭破了这女人种种不堪 也叫邻居之中这些人 都有了她这些不好的印象 就算日后这女人 再去衙门去告宋如百 也不会再有人相信了 叫云淑说 今日这女人一闹 自己说的这些话 至少叫宋如百 不会再被这女人 以孝顺之名挟制欺负 日后算是可以挣脱 从前的家中了 只看您与您家公子 生得这样白嫩 再看看宋大哥 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您是慈母 真的是慈母啊 云淑轻轻地感叹说道 更何况自己有了亲生儿子 你还叫一个 都快壮年的妻子在眼前 谁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这话可不是云淑说的 而是陈白家的的话 陈白家的本就是个爽利人 此刻把这话说出来 已经叫那女人瞠目结舌 仿佛拉着宋如百回家 还成了禽兽似的 这也只有成婚了的 妇人对骂的时候 才能说得出口 只是云淑听了 陈白家的这样 叫人心里畅快的话 不由转头扑斥一声笑了 只看陈白家的 这样仗义直言 就算之前对陈白家的 有些小小的埋怨 如今也都散去了 她一笑 笑如春花小月一般动人 虽然还是小小的年纪 然而已经展露出几分风华 可是这份美貌 如今也没有人有时间欣赏了 宋如百的继母 简直在陈家这你一句 我一句里节节败退 最后左右看了看 见着只有一些贤汉 笑嘻嘻地看着自己上下打量 顿时惨叫了一声 跌跌撞撞地拉着不甘地回头 却不敢跟宋如百说点什么的儿子跑了 她这才逃跑 传来几声击掌的声音 一愣之下看去 却见是一双浊然优雅的少年 怜眉而来 云书眨了眨眼睛 只看此刻这两个少年 携手而来的优雅 哪里还有不久之前 在唐国公府后门 探头探脑的样子呢 她沉默了一下 却见那两个少年 已经走到了宋如百的跟前 其中一个更英俊强壮些的 上前拍着宋如百的肩膀笑着说道 现在你倒是可以放心了 我还想带着人 砸了你那个继母家里 给你出气 她目光一转 落在云书的脸上 挑眉说道 不过倒是叫我 见了一个厉害的丫头 能仗义直言 还能口口都是 你的道理 你很好 很好 非常好 她一口气说了三个好字 显然是云书刚才 为宋如百出言 十分满意 云书心中 已经有些知道她的身份 却还是没有慌乱 轻声说道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本不需要您这样夸奖 你知道我是谁 宋大哥如今在服侍谁 您就是哪位殿下 云书没有想到 今日竟然能和八皇子 说上话 其实还是有些紧张的 倒是个聪明的丫头 不过聪明却并不险恶 气势朗朗 心怀正气 你倒是个好的 这英俊的少年 果然是八皇子 他生的眉目英俊开阔 眉宇之间神采飞扬 带着从小 被皇帝宠爱长大的娇气 却并不娇纵 反而一副清明活跃的样子 见云书给自己服了服 他笑着说道 唐国公府中 有你这样的丫头 可见唐家的却家风轻正 肃锦表姐能嫁到唐家去 可见还是一桩极好的婚事 他才笑着说到这里 就叫后头文秀优雅的少年 用力捅了一下 他们藏着 去窥视唐国公府这事 没人知道 八皇子怎么会脱口而出 云书是国公府的丫鬟 这都知道 可见是见到云书从国公府出来 那不都露线了吗 八皇子刚才还有些得意 叫身后的俊秀优雅的少年捅了一下 顿时尴尬起来 仰头看天 云书装作没有看到 也没有追着问 您怎么知道我是国公府的丫鬟 这样没眼色的话 见云书似乎没有察觉 八皇子与那少年都松了一口气 倒是陈白已经急忙上前 给八皇子请安 公公静静地说道 给八殿下请安 给沈公子请安 小人是唐国公府管事陈白 那俊秀优雅的少年 叫陈白叫出身份 云书就知道自己之前的猜想没错 这果然是沈家的公子 然而见陈白满脸堆笑 他想到陈白这一转脸 就十分恭敬 不由弯起眼睛微笑起来 这样年少的女孩微笑起来 自然比陈白这一张 中年老男人的脸赏心悦目多了 八皇子与沈公子都对视了一眼笑了 沈公子声音晴朗如山间清泉 双手伸出把陈白扶起笑着说道 日后都是一家人 不必这样郑重 他微微一顿 尚且年少 却已经眉目俊秀无双的脸上 露出几分青涩的柔和 温生说道 我似乎在国公大人身边见过你 他倒是还记得陈白似的 陈白便笑着说道 小人有幸陪伴国公爷见过公子两面 国公爷对公子赞不绝口 说是人中龙凤 这是少年的确生得俊秀灼然 不过云书很怀疑 唐国公这人 有没有称赞人的这种兴趣 唐国公一向喜欢沉着脸 冷着脸严肃着脸 这种称赞晚辈的事 云书简直不能想象 他只是抿嘴在一旁笑了 沈公子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也忍不 轻轻地笑了 他见云书想笑 又不好意思笑的样子 又觉得这刚刚还小小的 单薄地护在宋如柏面前的小丫鬟 有些有趣 请陈管事 替我多谢唐伯父的夸赞 我与八殿下 不过是路过 还有些其他的事 就不留了 沈公子见陈白 又给自己与八皇子施了一礼 就知道自己与八皇子在留在这里 难免叫人不自在 他仿佛是个十分温柔贴心的性子 拉扯了一下 还兴致勃勃地 对宋如柏说着什么的八皇子 八皇子这才点头一本正经地说道 的确是有些事的 他转了转眼睛 突然从自己的手上 抹下一个十分精致的杨之玉班纸来 丢到了云叔的怀里 给你的 你护着阿伯 就跟护着我的体面一般无二 宋如柏是他身边的侍卫 如今还很得信任宠爱 是他贴身的守护者 云叔为宋如柏仗义之言 那就相当胡维护了八皇子的面子 因此 这个班纸赏赐赐下来 倒是也理所当然 云叔下意识地摸了摸着杨之玉班纸 只觉得入手细腻温和 显然是上等的杨之玉 不说 这杨之玉就十分贵重 只说八皇子的身份 若八皇子当真有登基的那一日 那这班纸 就是帝王随身之物 这就很不得了了 多谢八殿下 云叔拿着这班纸恭敬地说道 看看 这如今低眉顺眼 就不及刚才笑里藏刀有意思了 八皇子还点评了一下 觉得云叔似乎更合适 刚才那样 对人句句仿佛刀子一样的话 这叫云叔有点不好意思 脸颊微红 就在此刻 宋如柏上前低声说道 殿下 我送送殿下 宋如柏身材高大 上前两步 就能将云叔给挡在身后 八皇子似乎微微一愣 继而不知怎么露出了一个 打圈的笑容来 挑眉 白首说道 不必你送了 我们走了 他来去如风 一转眼 就与那微笑的沈家公子走了 见他们俩走了 陈白这才抹了头上的汗 对宋如柏说道 八殿下气势森严啊 翠柳却凑过来 与云叔一块看八皇子 赏给云叔的杨之玉班纸 这班纸很值钱吧 翠柳眼睛里 金光闪闪的 第六十四章福气 云叔不由无奈了 这班纸的价值 哪里只是 能用银子来衡量 这是八皇子贴身之物 果然 陈白也无奈地 看着自家没见识的闺女 你懂什么 这班纸好好地收好了 不定什么时候能用得上 若云叔日后当真 有走投无路的时候 没准还能拿着这班纸去唬人 只是可惜了 这班纸 既然是八皇子的贴身之物 只怕在宫中是有忌荡的 想卖是卖不出的 只能放在稳妥的地方给供起来 因此 这班纸算是中看不中用的典型 不过能得到八皇子的这份赏赐 说明八皇子对云叔刚才说的那些话 倒是很有喜欢的意思 陈白笑了笑 招呼大家回去 宋如伯叫陈白给拉回陈架 日后你不必担心 他也折腾不起来了 再折腾 只怕还要被人反告一个不辞 往后你也不必理睬他 陈白见云叔跟翠柳唧唧喳喳 要去折腾吃食 也笑了笑不在意 对宋如伯低声说道 他叫你出府 就说明已经把你分了家了 往后这分家已经掰扯清楚 他们也不能拿着你的名头做事 叫我说 如今你是吃亏了些 不过这亏吃得也很好 日后跟着八皇子 多少宅子转不回来 者明白 宋如伯亲生说道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 却什么都没有再说 什么感激的话都不必说 见宋如伯沉默地看着自己 陈白便笑着说道 就如小云说的那样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你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爹 故去的人 一切都过去了 日后往前看吧 更何况 如今宋如伯能得八皇子这样看中 还这样亲近 这就已经叫陈白觉得很可以的了 他和宋如伯在一旁说话 云叔已经站在厨房外的院子里 跟翠柳指挥陈家的下人 把那野猪 还有黄羊鹿腿上的肉 都卸下来 他本就不是一个会做饭的 只能指挥 因此远远地跟翠柳站着 一个人手里捧着一个桃子 虽然不会亲自动手 瞧着还有点娇气 十分嫌弃血水 可是云叔脑子里的菜谱多的是 叫厨房的厨娘 调制了极好的烤肉酱 又将那些切成小块的野味 给腌制起来 又叫人去做了些木签 等着把这些野味穿好 又背了炉子 还有叫人洗干净了许多的青菜 什么大大的青菜叶子 还有些新鲜水嫩的素菜 都放在一旁 又叫人去寻摸了茄子 又叫人剁了蒜末还有酱料 这一口气下来 整个厨房真是人养马翻 就连陈白家的都笑着叫云叔 是个小祖宗了 这样能折腾 我是信了他在老太太的院里 折腾小厨房了 陈白家的笑着对丈夫说道 能折腾老太太的院子 说明老太太宠着他 不过小云也不是一个娇纵的性子 我倒是觉得这烤肉 应该滋味不错 陈白倒是觉得 云叔在自己面前 多了几分鲜活跳脱的小女孩的样子 他本也不在意这些浪费的东西 见云叔跟翠柳纸 站在廊下的阴影里 看着厨房里的厨娘穿了许多的东西 他哼笑了一声 对陈白家的说道 我看他穿了不少 这是很有信心啊 云叔自然是很有信心的 他不会做饭 可是看人做饭 却知道哪里应该做什么 等有厨娘试探地烤了一串烤肉 云叔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块 就塞给翠柳 好吃 翠柳只觉得 这肉质鲜嫩 滋味极美 吃得连连点头 这孩子 说得我都馋了 见这回预备的不少 陈白家的不由想到了碧柳跟陈平 只是碧柳如今在房中生闷气 陈平却在国公府里 跟着唐二公子 许久都没有回家 这座母亲的 不由有些想念 想着叫人把这烤肉先留一些出来 等着儿子回家再吃 倒是陈白白手说道 这大热的天 一天过去肉就不新鲜 那小子今日不回来 是没有这个口分 下回等他回家 咱们再给他预备新的 云叔并未必走自珍 那腌制的材料 还有酱料的调制 也没有瞒着人 何必非要给陈平留一些不新鲜的 陈白家的想了想 觉得倒是个有几分道理 就叫身边的小丫鬟 去榨了许多的西瓜汁 又听云叔的 往西瓜汁里放了些蜜糖 清甜滋润 放在井里先震着 这一口气忙碌到了太阳 都下去了 云叔犹豫了一下 就走到陈白与宋如柏的身边 小婶儿问道 陈叔 宋大哥 我可不可以借花献佛 他的眼底带着几分光彩 陈白与宋如柏对视了一眼 笑着问道 怎么借花献佛 厨房的大娘与府中的人 都因我忙碌了半日 我想着 这烤肉不少 因此 能不能分给大家一些 云叔这样折腾 自己是没挨累 可是大热的天使换别人 也叫他有些心中不安 因此 他想着这肉串不少 是不是也叫陈家的这些丫鬟婆子 出了力的都尝尝 行 我都说了 这些新鲜的野味 最好吃的就这么一日 过了这一晚上 只怕都要坏了 只是我与你婶子 哪怕加上你们小姐们与阿伯 又能吃上多少 大肚汗都吃不动 陈白笑着 对云叔和声说道 你能想到这些就很好 今日 咱们全家都吃你做的烤肉 如何 他这样纵容 云叔不由心生感激 急忙对陈白道谢亲生说道 多谢陈叔 他重新跟翠柳 快活地围着大大的考虑打转 行了 叫人烤肉 咱们去前头的院子里等着 前院凉快 见家里的丫鬟婆子 都十分欢喜 围着炉子做事 做得更加用心 陈白倒是觉得这地方热了 叫大家都去前院等着烤肉上桌 这前头的桌上 虽然尚且没有烤肉 不过却有许多的瓜果 还有些轻轻地瞧着很酸的李子 都是井水之中冰镇过的 瞧着上头还带着一点水珠 清凉极了 云叔拿着一个李子 放在手上下了半点的勇气 这才试探地尝了一口 果然酸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他难得露出这样娇俏天真的样子 陈白哈哈大笑起来 一边和宋如摆一块 吃着陈白家的张罗的小菜 一边叫这两个女孩喝西瓜汁 吃甜甜的桃子 不如把它淹了 云叔也生出几分年少女孩的鲜活 小山恨恨地说道 拿得多费蜜糖 两个不知道家计的小丫头 陈白家的称怪了一声 一根手指点了点云叔的头笑着说道 如今糖多少钱 李子才多少钱 就算如今糖并不算十分稀罕 可是价格也不便宜 不贵 宋如摆突然在一旁说道 春天时候 我求人在山上放风 想着等卖了蜜 给父亲买药 如今父亲不在了 他顿了顿 揉了揉眼脚对云叔说道 那些蜂蜜也没什么用 如果你要 就给了你 他这倒像是对自己之前的几分感谢 因此 云叔也不客气 点头说道 现在不着急 等过些时候 我问宋大哥要 不过这倒是意外之喜 如果宋如摆当真有蜂蜜 那他还可以折腾出更多的东西来 大哥也别急着给他 等过了这夏天 天不热了 再随他折腾吧 陈白家的笑着说道 更何况 小云最近也难得能出来 不是二小姐要成亲了吗 等过了二小姐的婚事 这日子也快到秋天 陈白剑宋如摆答应了一声 笑着说道 咱们国公府里最近忙着 只是 只怕到了明年更忙 大公子要娶亲 大小姐要嫁人 这后头还有几位小姐 又有二公子 他这显然 是在说云叔之后是要辛苦的 云叔也想到了 与翠柳互相吐了吐舌头 宋如摆便对云叔说道 那你不必着急 山上下来的蜂蜜 我都给你留着 多谢宋大哥 云叔眼睛一亮 急忙说道 宋如摆摇了摇头 似乎在说 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翠柳左看看又看看 又呆呆地问道 那现在的李子怎么办 明天我叫人送一罐子蜂蜜 先给你吃着 宋如摆干脆地对云叔说道 也好 就这么说定了 山里新出来的蜂蜜更新鲜 陈白就帮着云叔答应了 虽然蜜糖不便宜 可是陈白 却觉得这万事 不能只以银子来衡量 云叔在众人面前 为宋如摆出言是情谊 那宋如摆那些蜜糖来 又何必跟银子扯上关系 正在此刻 烤肉都拿了上来 鹰都串在木签上 因此也不必担心脏了手 倒是方便又干净些 陈白尝了一口 果然味极好 点头连声说道 这在我与国公爷去过的酒楼里 吃着的烤肉 都未必有这样的味 他与宋如摆都是男子 胃口大开 云叔就见桌上的肉串 转眼就被清空了 倒是自己与翠柳 人手一串肉串 还呆呆地眨了眨眼睛的功夫 就看见陈白已经喝了一口酒 笑着说道 小云这一手也真是难得的 他笑着夸了云叔 陈白家的一顿 见丈夫果然也很喜欢云叔 不由也笑着说道 也不知谁家有这样的福气 日后能得了他去 第65章 汉林家的宅子 这话对于云叔来说 倒也不算是冒犯 这不是夸奖自己吗 虽然说古代的女子都矜持 可是云叔却觉得没什么 只是这话 如果是他再带一些年纪说就好了 他笑了笑 也没当一回事 只顾着和翠柳吃吃喝 难得能吃到这样新鲜的野味 还十分轻松 不必急着忙着或者拘束着 仿佛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自在 这是在国公府里 很不能得到的轻松 毕竟如云叔翠柳这样的小丫鬟 哪怕在老太太的面前 有几分体面 可是上头却有不少的大丫鬟 比自己年长有威望 也比自己更得老太太的信任 那些快活跳脱 在院子里总是不好时常露出来 因此 云叔格外珍惜在陈家的每一天 见他只是笑了一下 却并未惊目 陈白倒是对云叔刮目相看 这样大方宽阔的性子 在小丫头之中是不多见的 因陈白家的这话唐突 如果是寻常的小丫头 怕是此刻已经修得不成样子了 可是眼前这个小丫头 却偏偏能坦然处之 这样一来 倒是也不显得眼下这话尴尬了 喝酒 他也没有喝吃妻子这话 拉着宋如柏喝酒 也不询问这宫中如何 只当是年轻的子侄 来自己的家里做客 这样轻松的气氛 倒是叫宋如柏也觉得轻松 他英俊的面容 微微缓和了几分 见陈白笑眯眯的吃着肉串 便跟着陈白也吃着 对陈白说道 您若是喜欢 改日我得了 还叫人送来 他如今本就是独居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更何况又时常在宫中 跟着八皇子 等闲也不必自己动手做饭 只这一次就行了 陈白也不是一个贪婪的性子 对宋如柏轻声叮嘱说道 如今你在八皇子面前的确得脸 不仅仅只有你一个侍卫 其他的同僚 你要时常清静交好 这同僚之间如果和睦了 你在宫中只有更稳当的 这平日里不要独来独往 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 更何况你与殿下身边的 侍卫是天然的同盟 都是服侍殿下的 交情好了 日后会更清静 这是叫宋如柏多与同僚清静 者明白 宋如柏点头说道 不要不舍的银子 这银子是好 可是却远远比不上你的前程 如今在殿下面前 与同僚交好地位稳当了 难道还担心日后没有银子 陈白看着宋如柏温声说道 这男人在一块 喝喝酒 打打架 混在一块时间久了 他们也就当你是亲兄弟一般 这都是你的人脉啊 更何况 宋如柏乃是八皇子身边出来的 前途光明得很 宋如柏这死了爹 素日里也没有人能教导他 虽然陈白明白 能在宫中站稳脚跟 宋如柏并不需要自己教导 可是看着这孩子形单影之的 他还真是有些想要多关心关心 是 宋如柏认真地说道 都听您的 他迟疑了一下 才对陈白说道 只是这野味 我平日里陪伴殿下也用不上 同僚们也都得了的 自然也不稀罕我这份 白放着在家里坏了 倒是可惜 我忙轮起来不回家 也没时间拾动 他这话叫陈白一愣 酒杯都放在嘴边 却放下关心的问道 你家里还没有下人 宋如柏如今也不算是穷人 还有个侍卫的官职 按理说 家里也应该有几个服侍的人 我用不上 起码用个厨娘 两个丫鬟 两个小丝 帮着你整理家里 陈白便皱眉说道 我时常在宫中当职 用这些下人也浪费 这么说 你如今一个人在家里捉 怨不得 瞧瞧宋如柏身上这衣裳 看着 就是外面成衣铺子里直接买的 虽然说大小也合身 不过却少了几分精致 陈白心里唏嘘了一声问道 不然我帮你买两个奴婢 来使唤 他这倒真是十分关心了 宋如柏却摇头说道 不用 我不爱使唤人 如今我年纪也不小 买了丫鬟下人在家中 日常起居也尴尬 他竟然是这么一个 不喜欢用人的性子 云书在一旁听了 一边和翠柳叮嘱 不要多吃 免得不消化 一边不由笑了 他想想 如果宋如柏回了家里 得自己蹲在灶台前 到生火做饭 倒是也觉得有几分意思 宋如柏苦日子过来的 生火做饭 应该也不会不熟练 这样 陈白没想到宋如柏不爱用人 这家里有人服饰多舒坦 便笑着说道 如果你觉得 家里有年轻的丫鬟服饰尴尬 那不如赶紧娶个媳妇回家 到时候 有你媳妇打点里里外外 主持家务 你倒是能在殿下面前 更加安心一些 他这话本就是好意 宋如柏捶了捶眼睛 好伴上方才对陈白说道 如今身无常物 娶妻也不能叫妻子 过上好日子 等日后 若我在殿下面前得了脸再说 他本就是这么一副沉默的性子 陈白便笑着摇了摇头 行 你在我的面前 如同我的亲侄 到底是从小 看着你长大的 日后你什么时候想娶媳妇了 就什么时候来与我说 我一定给你挑一个最好的 早前陈白家的 想将碧柳说给宋如柏 陈白就没有同意 实在就是心疼宋如柏 从小就没过上什么好日子 毕竟宋如柏这么些年 邻里邻居的 谁不知道他被继母给克伯呢 陈白也希望给宋如柏 选一个治冷热 性子温柔贤惠的好妻子 侄儿先多谢陈叔 宋如柏给陈白敬了一杯酒 迟疑了片刻 便对陈白说道 前些时候去城外的庄子 因地价便宜 殿下那时对侄儿十分恩典 因此 侄儿买了一百亩地 他这话叫陈白一愣 就连本笑音音的叫人 去给未来亲家送烤肉串 等等长得先的陈白家的 都诧异地转头看向他 不仅这两位长辈 云叔和翠柳 都吓得嘴里的烤肉掉了 不敢置信地 看着那盒宋如柏 这人 口口声声没什么家业 可是怎么又突然 冒出来一百亩地 这可是一幅不少的家底了 也是在我与翠柳的 那个庄子上吗 云叔想到 那一日 见到宋如柏在那庄子里走动 宋如柏虽然说是 去拿自己放在小茅屋里的东西 可是如今想想 就在隔壁庄子 宋如柏对云叔说道 这倒是喜事 陈白没想到 宋如柏才在八皇子 跟前当差没多久 竟然连良田都置办下来 脸上边露出几分 喜色地笑着说道 知道给自己置办家业 我也为你高兴 你如今没有长辈给你想着 是得用些心 素日里的花用 还够不够 如果手头紧 宋先借给你用些银子 宋如柏一下子买了一百亩地 这对于寻常侍卫来说 或许什么都不算 可是他才一穷二白地进了宫 这才多久 够用 侄儿的隔壁 是一位预备告老还乡的老汉林 应要回乡 因此卖了手上这一百亩地 倒是比市价便宜些 宋如柏这样解释了一下 陈白这才放心 对他温声说道 如果手里银子不够实 就来跟我说 虽然咱们家也是小门小户 可是总比你在外头 经营家业的时间长久些 他觉得这是一件喜事 因此又与宋如柏碑碰了一杯 脸上带着几分笑容 云叔下意识地看向陈白家的 见他仿佛有些恍惚 又似乎有些懊悔的样子 他有些疑惑 不明白陈白家的 为什么会脸色这样复杂 不过此刻 他正忙着吃新鲜的 与翠柳还挑了烤茄子来 我素日里不喜欢吃茄子的 没想到这样吃到滋味不错 翠柳本有些嫌弃 那什么烤茄子 然后叫云叔笑眯眯地 往嘴里塞了一口 顿时就成了真香 他眼睛亮晶晶地吃着新鲜的烧烤 还十分惬意地 喝着凉丝丝的西瓜汁 见他喜欢 云叔便轻声问道 等到了冬天 咱们还能烤苹果 烤粒子吃 那时候才滋味好呢 他勾得翠柳蝉虫都出来了 偏眼下却没有他说的那些个吃食 翠柳顿时不一了 抓着云叔的手撒娇耍赖 云叔叫他摇晃得不行 虽然天气燥热 可是心里却快火 耳朵里都是翠柳清脆的笑声 又急忙许诺了几丫 如今就能做得好吃的才算完 这两个孩子 陈白便笑了 虽然见陈白家的看起来 莫名多了几分心事 可是他却并未当作一会事 这自从碧柳要澄清 他妻子那一天 不多谢心事呢 他不在意 只当作妇人的一些古怪的心事了 倒是等着饭菜都散了去 大家都吃得十分满意 坐在夏日的夜风里 散散身上的暑气 云叔就见宋如柏走过来 坐在自己的身边 宋大哥 翠柳正忙着啃甜瓜 云叔见了宋如柏 急忙道谢说道 多谢宋大哥今日拿来的野味 他说起野味 眼睛里微微发亮 显然是当真喜欢的 宋如柏却不在意地摇了摇头 看着云叔问道 我见你如今出府 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只能在陈家 我家隔壁那位老御史的宅子也要卖 你买不买 第66章 宋如柏的新衣 宅子 云叔没有想到 宋如柏跟自己说的 竟然是这件事 可是这京城之中的宅子 但凡好一些的 他如今都买不起 那宅子虽然年头久了 可到底也是个二进的宅子 又因那位老汉林 也是个十分风雅的读书人 宅子收拾得极好 虽然不大 可是处处精致 宋如柏坐在云叔不远处 因喝酒有些微醺 此刻脸色有些发沉地揉着眼角 对云叔慢慢地说道 干净又齐着 还在我家隔壁 倒也不是旁的 见翠柳甜瓜 都不肯了 回头看着自己 宋如柏对云叔继续说道 因我住在那里就知道 治安极好 邻居也都没有不省事的 你一个女孩在那里买宅子 不仅方便 而且安全 云叔不由沉吟起来 只怕我买不起 只要三百两 宋如柏说道 云叔心里叹了一口气 这个价钱 倒的确是很便宜了 不过他手里就算加上唐大小杰那时候 因奶茶配方给自己的一百两 外加最近主子们赏的 也只有二百两多些 更何况 还有唐姑公之前 赏了自己的那把金瓜子 这便宜得很 你若是有钱 一定买下来 翠柳急忙退了退云叔小生说道 既不可失失不再来 就算是买下来了 你不住 另出去 一个月怎么也得 有个十两二十两的 也是一个长久的镜像 他一心一意 为了云叔打算 见云叔依旧沉吟 不由压低了声音与他问道 莫非你手里的银子不够布 我 我手里还有些 他有心拿自己传的银子 来给云叔 先把这宅子给买了 可是翠柳不必 云叔在老太太面前十分得脸 攒下些银子十分艰难 云叔怎么忍心 要翠柳的辛苦钱 那宅子 你觉得买了好 他就与翠柳亲生商量 那是自然 这京城之中 就算是最低贱的地界的二进的宅子 也都得这个价了 更何况 宋大哥住的地方 都是有些官职 哪怕官职不高 可是到底都是官 这样小官群居的地方的宅子 不仅平日里 京城里的近卫们时常巡逻 因此治安极好 更何况都是些官宦人家 哪怕都很低微 这些人的素质与别处就不一样 翠柳拉着云叔认真的说道 就算是要租赁出去 那租的也同样是有些身份的人 这样的人 也不会吝啬宅子的租金 咱们一个月要个二十两 他们也不会扣扣搜搜舍不得 这一两年就能回本的事 比买地还好呢 翠柳这话是真心实意 更何况 你如今在京城里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 咱们家里是咱们家里 可你手里有宅子 不是也不慌乱 那就买了 你缺了多少银子 虽缺了些 不过你忘了 前些时候 几位夫人还赏了我好些首饰 那些首饰华美奢侈 咱们小丫鬟直接戴在头上就僭越了 因此我都收着 如今连着这首饰整理出来一些 怎么也都够了 云叔是十分本分的性子 虽然因老太太抬举 在几位夫人面前都有体面 也得了好些十分精致漂亮的首饰 可从不往头上插带 也从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他只是自己的身份之内打扮得鲜亮讨喜 叫老太太看着心里喜欢 觉得富贵 可是却绝不会忘了自己的身份 他这样一说 翠柳不由小声说道 那些首饰都是十分好看的 给了别人可惜了 这有什么可惜的 倒是宅子比他们要紧多了 云叔就沉下心来 那就还要劳烦宋大哥 与那位老大人说 这宅子我买了 什么时候要银子我就预备出来 见宋如摆点头 云叔不由露出几分感激 宋如伯当真是一位投桃报李的性子 因他白日里为他说了几句话 因此如今他转过身来就要报答 不然这样的好宅子 怎么可能叫他得到呢 没什么 宋如摆摇了摇头 见云叔虽然看起来有些心疼 可是显然是能拿得出这三百两的 便点了点头对他说道 你不必着急 那位老大人还要在京城些时候 什么时候他要走 我先买下来 回头你把银子给我就是 他见云叔微微一愣 白手说道 这倒是也不算什么 他这样大方 云叔也不好说自己 先把自己的银子拿来给他 因此只能点头 不过这一张口就买了宅子 他心里不由砰砰直跳 那一种 仿佛越发心里安稳了的感觉 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云叔被卖了当丫鬟 又在这个世界 没有慈爱的父亲母亲 就算是得了再多的银子 也觉得身弱扶贫 可是如今骤然有了宅子 他倒是觉得自己 一下子脚踏实地起来 就仿佛是有了落脚地 有了可以教自己 可以踏实的停留之处了似的 不论如何 都要多谢宋大哥了 他感谢宋如柏 给了自己这个消息 轻声说道 如果你要谢我 宋如柏见云叔 茫然地抬着青透的眼睛 看着自己 沉吟了片刻 对他说道 我前些时候 得了贵妃娘娘几匹料子 娘娘叫我做衣裳 可是我如今截然一身 娘娘赏的料子 也不愿送到那些成衣谱子 叫他们做了糟件了 我听说你善于绣活 如果可以 劳烦你帮我做两套衣裳 我愿意付 他若是无欲无求 什么都不需要云叔 云叔只怕会十分不自在 如今他有了要求 有了叫云叔报答 叫他可以心安 不会再觉得亏欠他的办法 云叔急忙说道 不必给我什么做衣裳的钱 宋大哥只管拿来 我直接做了 给你就是 我只怕你忙不过来 宋如柏说道 这算什么 我在家里还得两日 你明日早上送来 等我回国公府的时候 两套衣裳也能做好了 云叔就是做这个差事的 更何况宋如柏是男子 本就不必十分精细 做两套衣裳 不过是非真走线 两日时间做两套衣裳 虽然紧张些 可是却还是可以完成的 你不是怕累着眼睛吗 翠柳急忙与云叔轻声问道 云叔一向爱惜自己的眼睛 哪怕绣活出众 而且手头很快 可是就算是在老太太的屋里 也不会时时刻刻都做绣活的 宋如柏抿了抿嘴角 两套我也用不来 一套就够 足够与我身上这事换洗 还是两套吧 夏天闷热 且汗流加倍的 不多预备 几套衣裳怎么好 云叔感激地握住翠柳的手 却还是笑着说道 不过是繁忙两日 我不会伤了眼睛 他虽然年纪小 可是生得却十分美丽温柔 此刻温柔地说话 夜风之中 叫人心里多了几分柔软 宋如柏皱了皱眉 却还是对他说道 本就是我唐突 我只想你量力而为 他本也不是刁难别人的性子 云叔不由也笑着说道 宋大哥放心就是 宋如柏这才点头答应了 因今日在陈家耽搁得很晚 他看了看天色 与陈白道别 刚才与阿伯说什么呢 刚才陈白见宋如柏 跟两个小丫头 窃窃私语的样子 此刻见宋如柏走了 便笑着问道 宋大哥 说他家隔壁的那位老汉林 不是要告老还乡 不仅卖了在京城的地 还想卖京城里的宅子 云叔万事都不会隐瞒陈白 更何况在他的心里 陈白慈爱仿若父亲一般 他也把陈白当作主心谷一般 见陈白靠在院子里的主椅上那梁 就将这事原原本本地说了 之后就对陈白说道 既不可失失不再来 如果不是遇到 这要告老的人家 我也买不起京城中 好地方的宅子 因此想赶紧买了 日后也是个好住处 这倒是不错 更何况 就在阿伯家的隔壁 你若是与他做了邻居 日后也好有个照应 不然一个孤零零的小姑娘 在外住着 我也不能安心 陈白眼睛一亮 笑着说道 那你手里有三百两吗 陈白家的急忙问道 努力地寻摸寻摸 也能勉强凑出来 云叔不欲对陈白家的说 唐大小姐占了自己便宜 拿了一百两 就买走了奶茶配方 只是含糊地说道 前些时候 府里喜事多 咱们在老太太面前 也得了好些赏赐 他本是想要感激陈白 在唐国公面前 帮自己与翠柳说好话 他们小姐妹 得了唐国公的金瓜子 可是想到陈白家的偏心碧柳 自己的金瓜子也就算了 只怕回头就要为难翠柳 因此就抿着嘴 当作金瓜子从未发生 陈白似乎也能明白 这小家伙的意思 笑了笑 也没说什么 没想到 小云真是个能干的 这也太会攒银子了有没有 陈白家的看云书 仿佛是在看个小神仙似的 这才在老太太跟前服侍多久 不仅买了粮田 如今还要买了宅子 而且三百两 陈白家的想到自己的长女 不由目光微微暗淡 生出几分叹息 小云在府中当差 再体面也只是一个小丫鬟罢了 可是如今有宅子有粮田的 一出手就能拿出三百两的线钱来 第67章谢礼 可是碧柳就要嫁人 嫁的还是读书人家 书香门第 却只得了丈夫首肯的五十亩地 虽然说他背后也给了碧柳私房钱 不仅自己的私房 还有陈平的私房 可是外头瞧着 却远远不及眼前的女孩了 心里想着心事 陈白家的倒是心里没什么不高兴的 他本是想把云书说给他儿子陈平的 云书如今越能干 他只有越高兴的 更何况 若日后云书嫁给陈平 那如今云书置办的家业 不也都能叫他们小两口 日子过得好些 想到这里 陈白家的便笑盈盈地给云书说道 既然你拿得出这三百两 这宅子买了 总不会亏了 不仅这京城的宅子 再也没有这样便宜的 只说这天子脚下 什么时候 宅子有不缺的时候呢 你拿了三百两 日后手头 只怕是要有些着急 若是当真在府中艰难 你就去许你陈平哥去 他阴阴地叮嘱 哪怕云书手里 还存着陈平 叫自己瞒着的金子 却依旧不动声色 一点都不心虚地 对陈白家的笑着说道 审子放心 日后劳烦陈平哥的时候 不知的有多少 就算是劳烦 也是应该的 你们几个在府中 也该守望护住才对 陈白也觉得 今日有些喝多了 笑着对两个女孩说道 去歇着吧 因他面色和煦 而且也不阻拦云书买宅子 显然觉得 置办这宅子是一件好事 云书心里就有了安稳的心情 与翠柳一块手拉手走了 他才走 陈白便沉了脸 不说碧柳 今日没有出来吃饭 这长女一向娇气也就算了 可是陈白家的 把那些烤好的野味 送去给了未来亲家 那家里竟然毫无表示 哪怕带回来一两颗果子 也是个意思是不是 陈家这样用心 可是对方却似乎满不在乎 陈白虽然是国公府的门下 可到底有几分傲气 这热脸贴冷屁股 实在叫他心中恼火 唉 陈白家的 还在他的身边 唉声叹气 你又怎么了 今日 见了宋家大哥 我这心里 头不知是什么滋味 陈白家的靠在丈夫的身边 美貌的脸上露出 几分懊恼轻声说道 早些时候 我本相中了他 想着给了咱们碧柳 阿伯这性子沉稳能干 又不是个刻薄的脾气 咱们碧柳如果能嫁给他 一则他不会欺负碧柳 另一则 就算是看在咱们的份上 也能好好照顾他爱惜他 可是那时你不肯 碧柳也不肯 因此才定了如今的人家 那秀才家里 不是你千条万选出来的 你如今又后悔了 也说不上后悔 只是 读书人想要出头多难 他如今中了秀才 还有举人近视的 要往上考去 都说十年寒窗 这十年里 咱们大姐花一样的年纪 只怕都要陪着他蹉跎 又就算中了近视又怎样 外放出去 过世七八品的小官 做个支线就不错了 一急急地往上熬着 得到了什么年纪 才能交代 大姐儿有个告命呢 陈白家的早前觉得 秀才家里就很好 清贵 读书人 与他们这些 薰贵的奴才家里 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也热乎着 可是见宋儒柏小小年纪 就成了宫中侍卫 这也是有品级的 不仅体面显赫 时常陪伴在皇子的身边 出入宫围 就说这一眨眼 就买了一百亩粮田 这兴旺家业就在眨眼之间 叫陈白家的说 秀才家里还要苦熬 可若当初碧柳能嫁给宋儒柏 如今就已经当家做主 过极好的日子 又没有亲婆婆 一个济世 也不能拿宋儒柏如何 碧柳生活得岂不是顺心 她当初闲贫爱妇 看不上宋家大哥 能赖谁 陈白家的 还真是一片慈母之心 就喜欢把好男子 往自己的闺女身上划拉 从前觉得秀才相公的体面亲贵 如今又觉得宋儒柏好了 陈白哼了一声说道 就算他愿意 我也不愿意 你只想着碧柳 也不想想阿伯 凭什么叫他娶这么一个丫头 碧柳也配不上阿伯 见陈白家的一双信眼微红 他摆了摆手说道 更何况秀才家是你挑的 那时候 我可没见你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也并未后悔 只是想着 那秀才家里都没有一百亩 你是什么意思 陈白突然问道 要不然 咱们把戴姐的嫁妆 添到一百亩 总不能叫他的日子 过得还不如大哥家 做梦 陈白豁然起身 一下子掀翻了 靠在自己身边的妻子 见他仓促地抬头 看着自己 紧张得不得了 沉着脸冷冷地说道 若你事事都要与人攀比 我是不能满足你的 如果你觉得我没用 废物 另寻高明 他的嫁妆 只有五十亩吗 孩子们今日在家里 我不予备与你争吵 你被地理做了什么 你自己清楚 这轻事 他愿意嫁就嫁 不嫁 难道我还求着你吗 他今日喝了酒 精神就更加强势些 摔了手就走 只是也担心 叫孩子们听见 他走了 也是静悄悄的 陈白家的捂着嘴 不敢哭出声来 却也不愿意 叫孩子们听见 因此 云叔与翠柳 也不知道 长辈们又因这事吵了架 他们玩闹了一天 回了房里就睡下了 等到了第二天早上 云叔与翠柳 从床上爬起来 就见已经有小丫鬟进来 给自己与翠柳 端了清水与帕子 一旁还放着陈家 给自己与翠柳 专门做的新衣裳 另还有陈白 跟云叔和翠柳说起的 那两个金珠子 打的小金戒指 这金戒指的金子 倒是小小一颗 难得的是 做工十分精巧 看火后 应该是老工匠做的 亮晶晶的 戴起来也很好看 云叔眨了眨眼睛 不预备推辞这好意 把戒指戴在手上 翠柳也利落地戴上了 如果能见到我姐姐 叫她看见了才好呢 到时候气死碧柳 翠柳哼了一声 云叔也不觉得她刻薄 反而有点乐见其成 如果能把碧柳欺个好歹 她也觉得挺好的 不然谁耐烦这么一个人 在自己面前 仿佛是欠了她几百万似的 不过这戒指 倒是很好看 云叔觉得这戒指的工艺不错 与翠柳显摆了一会儿 压低了声音说道 如果你看她不喜欢 等我买了宅子 咱们搬去我那宅子里住着去 眼不见心不烦 他邀请翠柳跟自己一块住 翠柳一愣 继而眼睛一亮 盲点头说道 那倒是极好的 你有了宅子 咱们往后就一发不必拘束了 到时候 云叔有了宅子 他才不乐意回家 见姐姐那张讨厌的脸 云叔跟着笑了一会儿 与翠柳一同往前头去了 前头陈白夫妻正在吃饭 陈白昨日睡在书房 此刻脸色有些暗沉 陈白家的频频看向丈夫 欲言又止 爹 娘 翠柳一进门 见碧柳不在 不由有些高兴 和云叔一块给长辈请安 就坐在桌上吃饭 因昨日里 也为吃了不少 又油腻 哪怕最后云叔和翠柳 都是拿脆嫩嫩的青菜叶子 卷着烤肉吃 可是如今 也觉得不怎么饿 因此 云叔只拿着桌上的一个银丝卷 慢慢地吃着 见翠柳也是如此 正想着回头吃些水果也就算了 就见门外一个小丫鬟 引着宋如柏进来 大哥怎么来了 陈白家的急忙起身笑着问道 可吃了早饭 已经吃过了 宋如柏手里 提着两个不小的坛子 还有好几个纸包 胳膊底下 还加着好大的两匹料子 见陈白家的笑着迎过来 便到了安 这才叫陈家的小丫鬟 把手里的东西都拿下来放在一旁 对陈白夫妻一板一眼地说道 昨日里求了小云帮侄儿做两件衣裳 时间紧 小云也忙碌受累 侄儿心里不安 因此 拿了些蜂蜜与枸杞桂圆冰片来给他 受累了 他侧身对云叔说道 哪里受累了 宋大哥怎么这样可见 云叔都要无奈了 他为了还宋如柏 给自己说起宅子的事的人情 给他做衣裳 可是怎么却又得了他这许多的东西 无论是蜂蜜还是桂圆枸杞 甚至冰片 这叫云叔怎么好意思呢 若是没有宋大哥 这样的宅子 就算是要卖掉我这样的身份 只怕也不能知道 只这一样 我就十分感激来了 云叔想要推辞 可是陈白却目光扫过垂了眼睛的宋如柏 片刻之后 对云叔笑着说道 既然给你都拿来了 你还叫大哥带回去不成 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 更何况 你也的确辛苦 收着吧 他起身去看了看那两匹料子 微微点头对宋如柏笑着说道 你倒是找对了人 小云的秀活儿极好 这料子是贵妃娘娘赏的 听说透气凉快 夏天穿最好 我那两身衣裳 只用一匹就足够 剩下的一匹 给你与平地日后做衣裳 见陈白笑着答应 也不拒绝 宋如柏便对陈白家的低声说道 娘娘与殿下都知道 我身边没有女眷 因此没有赏女子何用的警断 第68章亲家 这算什么 难道我与你妹妹们就一定费要你的意料了 不必操心这样多 陈白家的笑着说道 他的心里越发有些难受了 宋如柏是这样大方的脾气 这人呢 就怕有对比 宋如柏还是与陈家没什么关系的人 不过是陈家在他继母闹腾的时候 多说了两句正直的话 宋如柏就这样亲近 可是未来亲家呢 小云 要不要给大哥量量尺寸 陈白家的莫名心里一酸 急忙转头对云叔说道 不用 宋大哥的身材 我瞧瞧就都知道了 这或许就是小云的一种技能了 他的母亲乃是秀娘 因此 从小小云就有做衣裳的天赋 云叔看了看宋如柏 就知道个大概 笑着说道 宋大哥不必担心 我一定好好做 你回家本该歇着 是我叫你忙了 宋如柏道谢说道 这道谢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算了 咱们该走了 陈白今日要去唐国宫面前侍奉 宋如柏也是要去宫里当差 因此他只是笑了笑 也没怎么办这些当回事 倒是云叔和翠柳 一路送了宋如柏和陈白出门 等回来 他就摸了摸这宋如柏送来的料子 心里就有数了 这料子看起来 不过是简简单单的寻常料子 可是却胜在质地极好 看着不打眼 好处却都在 不仅柔软却挺刮 还透气稀汗 穿起来的确会很舒坦 想到这是宫中 贵妃娘娘送的 云叔倒是觉得 这位娘娘十分贴心 宋如柏这样的侍卫 在宫中自然不可能穿得 紧缎紧衣似的 叫人看在眼里 这衣裳料子寻常 看起来普普通通 然而穿着舒服 在宫中做事 也不会阴天热而十分辛苦 愿不得都说 皇帝十分宠爱贵妃娘娘 这位娘娘倒是当真 有几分值得喜欢之处 这料子真是不错 陈白家的 也是在国公府服饰 自然也有几分眼力价 见云叔摸着其中的一匹料子 就急忙叫小丫鬟 给这一匹料子 抱着去了翠柳的院子 笑着对云叔说道 也不必十分着急 若两套衣裳做不出来 就做一套 剩下的我给阿伯做出来 也没什么 他也唯恐云叔累着 云叔急忙说道 沈子平日里 忙着国公府的差事就够辛苦 怎么还能叫您帮我做差事 您不必担心 总是我欠了宋大哥人情 我自己来就好 娘 你就叫他自己做吧 碧柳不知什么时候 靠在门边 弹着身上的裙子刻瓜子 带着几分讥讽地说道 口口声声声 没时间给我做嫁衣 如今宋家有点事 人家又能干起来 可见 咱们不过是寻常人家 比不得人家侍卫大人 自然也不会叫人放在眼里 他吃笑了一声 又带着几分嘲讽 陈白家的脸色 不由有些迟疑 云叔却也不理会碧柳的嘲讽 笑着对陈白家的笑着说道 碧柳姐姐的嫁衣 自然与陈大哥的衣裳不一样 这嫁衣繁琐 而且是一个女孩 一生仅此一见的事 自然要处处用心细致 那嫁衣上的每一处 都要尽善尽美 而且要绣各种复杂滑美的绣活 哪里是一日两日就能完成的 婶子也该听绣妆上说过 这样一件嫁衣 没有一个月都是做不出来的 小云说的倒也是 陈白家的脸色 缓和了几分 他之前听到长女 说起这事的时候 的确心里是有些不痛快的 云叔自然也看出这一点 一边叫翠柳帮着自己 把送卢柏拿来的蜂蜜等物 给拿在手里 一边待着几分柔和的 被陈白家的继续说道 女子的衣裙本就麻烦 男子的就简单多了 宋大哥一个大男人 也不讲究衣裳的细致 因此我匆匆的感知 就算粗糙一些 宋大哥也不会当一回事 更何况 夏天的衣裳本就简单 不必别拾的那样厚重 需要缝制很多 下山两日 礼作两套 勉强能支应 小云要忙着绣衣裳 娘 我和她先回去了 翠柳瞪了姐姐一眼 碧柳刚刚不出来 显然是畏惧她爹陈白 陈白一走 碧柳就跟山里 没了老虎的猴子似的 哪儿哪儿的挑唆 仿佛不蹦跶 就显不出她来了似的 那你们先回去 回头我叫人 给你们送果子 与酸梅汤去 见碧柳脸色微沉 陈白家的想到 与丈夫几次争执 如今也是心累 然而心里却还是忍不住 心疼自己的女儿 急忙招呼碧柳过来吃饭 又揉着她的肩膀轻声问道 昨日的烤肉 吃得可还好 有没有不消化 睡得可还好 虽然是夏天 也不要大开着窗子睡 不然吹病了 她阴阴叮嘱 好一番刺目地做派 云叔却急忙 拉住翠柳的手腕 轻声说道 咱们回去做蜂蜜李子去 你不是觉得 昨日吃肉吃得油腻了 她哄着劝着 翠柳才跟她一块走了 等回了小院子 翠柳不由坐在云叔的身边 咬着嘴角不吭声 陈白家的得了碧柳 在眼前的时候 另外一个女儿 就仿佛成了空气 谁心里能好受呢 等一会儿腌制些蜂蜜李子 再用蜂蜜做一样蜂蜜糕 软乎乎的 甜甜的 如果有些薄荷叶就更好了 咱们还可以做薄荷糕 这样的天吃点心 再吃些酸梅汤 神仙都不换的日子 云叔一边忙着 把翠柳屋里的桌子给推出来 把料子放在上头 认认真真的裁剪 一边仿佛没有见到翠柳的气闷 她絮絮叨叨的 翠柳自己等了一会儿 才慢慢地走到云叔的身边 据小声说道 我只担心她就算嫁出去 也没个消停 怎么说 云叔拿着剪子 尖了大概的样子 又留了边边角角 想着给宋如柏 做两条精致的腰带 一边侧头笑着问道 娘这样心疼她 日后总是不能撒手放心 她就算嫁了人 可是如果时常回娘家 谁还能赶她走不成 到时候她还在家里 娘依旧偏心 依旧寻了我与哥哥 传的东西都给她 这一补贴 只怕就是一辈子的事 翠柳本想着 等碧柳嫁人之后 就把存在云叔那儿的经营首饰 还有些夫人们赏的小玩意儿 给拿回来 可是看陈白家的 心疼碧柳的样子 她心里就知道 只怕这也成了奢望 哪怕碧柳嫁人了 依旧还要吸她与陈平的血 真是阴魂不散 你在长辈们面前 可不要这样说话 不然婶子 只怕是要不高兴的 云叔做衣裳十分麻烈 而且因时常给老太太做衣裳 那样复杂的贵妇人的衣裳都做的 宋如柏的衣裳 简单的不得了 在她的眼里 也不算什么 一边叫进门 给自己送果子 与酸梅汤的小丫鬟 取些蜂蜜 去做蜂蜜枸杞茶 等那小丫鬟走了 这才平和地说道 等我买了宅子 那就仿佛是咱们自己的地价了 到时候 你有什么就放在我的宅子里 隔壁就是宋大哥 也不担心家里没人就有贼人光骨 宋大哥总是会帮着咱们看着宅子的 到时候 碧柳姐问你要什么 你只摊开手说没有 她又能拿你怎么办 可是难道要我就一辈子逼着她 过几年 你也能嫁人了 谁还理会她 云叔掐了掐翠柳俏立的小脸 笑眯眯地说道 好啊 你笑话我 翠柳顿时听出云叔的鱷鱼之意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云叔一边跟翠柳玩闹 一边忙着给宋如柏做衣裳 因翠柳在身边与她说笑 她也不觉得劳累 只是等坐了半件衣裳 就觉得累了 坐在屋子里喝茶 这会儿都快晌午了 云叔看了看外头的天色 与翠柳轻声问道 你饿了没有 是有点呃 不过觉得怪腻歪的 不知道该吃什么 翠柳懒懒地靠在云叔的手边 小声说道 这天热得很 吃什么都不受用 虽然说在家里也自在 可是陈家却并没有豪富到 跟国公府里似的一个屋子里 放好些个冰盆 此刻翠柳身上的衣裳都散开了 左右是在自己的小院里 不会有人看见 见她这么一副懒洋洋没劲的样子 云叔想了想就说道 那不如吃凉面吧 也好 如今这市井生活人家里 也在夏天时常做些凉面 面在井水里过一遍 再有些炸肉酱 与黄瓜丝胡萝卜丝豆芽 等等之类的 混在一块吃 的确是夏日里 这些寻常人家会喜欢的 只是云叔与翠柳轻声问道 咱们折腾 这折腾哪 会不会很麻烦家里 她进了陈家就要这样 那总归是有些不好的 翠柳不由歪头问道 难道我在家里想吃什么 还成了麻烦不成 她也不客气 叫人去做凉面 厨房里自然也不敢耽搁 更何况今日 陈白家的在家里 听了也觉得凉面极好 因此就说 全家中午都吃这个 因此 也不算是折腾家里 等吃了晌午饭 云叔才喝了一杯蜂蜜枸杞茶 想要继续做活 就见门外小丫鬟 怯生生地进来 怎么了 云叔见陈家的小丫鬟怯生生地 便笑着叫她进来 给她拿了果子吃 温和地问道 前头亲家太太来了 娘子说叫两位姑娘去见客呢 这小丫鬟感激地对云叔服了服 急忙说道 亲家太太 那秀才家的 翠柳不由问道 第69章 低人一等 说起来 这位亲家太太 真是久闻大名 毕竟 一个秀才家里 却要和国公府的下人家里结亲 好索要许多的嫁妆 云叔听听都觉得很奇异了 自古这读书人都眼高于顶 可是这样能拉下脸皮 问亲家要这样哪 代价而辜 挑了最有钱的人家 却不在意人家门第的真是不多了 他觉得自己听说过的读书人 都十分清高 可是这秀才家里 却只是假清高罢了 毕竟 如果嫌弃陈家的家事 那何必为了吉姆弟的嫁妆 就要迎娶必留 可既然如今已经结亲 却为什么还要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叫陈白家的忙前忙后的奉承 没见过本人 可是看着自己最近住在陈家 这一桩桩的摄尔云叔就有点察觉 那秀才家 很不将陈家放在眼里 他有点不愿意去见这种人家的女眷 更何况 虽然陈白家的说叫自己与翠 一块去见客 可是他到底不是陈家的女孩 如果大大咧咧地去了 这得多大脸 因想到这里 云叔不免有些迟疑地问道 我也得去吗 他的身份 大概是不合适去陪伴客人的 倒是翠柳急忙拉着他说道 娘叫你去 可见没把你当外人 你与我一块去吧 不然我可不知道 能不能忍住脾气 打从碧柳定亲 他就憋着气 更不要提 现在都要见到郑主了 那小丫鬟也急忙说道 娘子说亲姑娘一定得去 义则是陪着咱们二姑娘 义则是想着几位姑娘都在 这也瞧着陈家体面 这自然是陈白家的 觉得云叔生的美貌 又言谈举止 都是老太太身边调教出来的 因此 想要去跟那眼高于顶的 秀才家的女眷显白 云叔不由有些无可奈何 却还是点了点头 与翠柳一块 往前头见客的地方去了 一进门 就见陈白家的正脸上 挂着笑容坐在上头 对面坐着一个面容 十分傲慢的中年女人 下手 碧柳羞答答地拧着衣袋 坐着好一副庶女的模样 娘 翠柳拉着云叔进来 走到陈白家的面前唤了一声 那中年女眷 本就见了两个女孩 此刻见翠柳生的名艳俏丽 一旁云叔生的美貌温柔 虽然年纪小 可却是十分难得的美人胚子 不由眼底生出几分惊艳 这是小女翠柳 这是小云 陈白家的满面堆着笑容 对那女人介绍说道 如今她们两个 翠柳 小云 给王家太太请安 她目光示意翠柳不许闹腾 不过云叔想 这点礼貌 自己与翠柳都还是有的 便给这位王太太请了安 又都盯着碧柳厌烦的目光 坐在了另一侧的下手 伪装一副闲尽优雅的样子 她倒是低眉顺眼 那王太太本 露出几分惊艳 然而听陈白家的的意思 这两个女孩 竟然是两个奴婢 顿时不屑一顾起来 原来是亲家剩下的两个女儿 她带着几分傲慢地缓缓地问道 怎么没有与大姐儿一样出来 服侍人到底低人一等 她这样的话 顿时叫陈白家的脸色微微一变 只是想到这读书人 自然是看不上下人之家的 因此勉强忍耐 倒是翠柳已经仗红 瞧着就要跳起来 云叔也顾不得解释 自己不是陈家的女儿 急忙拉住翠柳平和地说道 哪里如碧柳姐姐一样 有福气呢 更何况 咱们家乃是国公府门地 就算服侍主子低人一等 低的也是一等告命夫人的人 可不是 在我们老太太面前 就算是寻常告命女眷 都得束手而立 服侍咱们老太太 有什么好丢人的 翠柳心中畅快 见到王夫人沉了脸不说话 便吃笑了一声 你们这是怎么说话呢 虽然碧柳尚且没有嫁入王家 可是如今也已经自诩是王家的媳妇了 见云叔笑里藏刀 看着温温柔柔 实则都是在挤兑人 那翠柳好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便居高临下地 带着几分笔意说道 不过是太太性责温柔 因此不在意你们的冲撞与无礼 不然 你们出去打听打听 谁家的秀才的女眷 如太太这样的好心 由着你们挤兑 她这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 真是叫云叔与翠柳大开眼界 的确没见过秀才 云叔想了想 一副温柔老实的模样 柔声说道 我与翠柳见识少 只见过探花 没见过秀才 扑痴 陈白家的转头笑了 虽然说看中王家这门轻事 可是这王家屡次三番地 说是奴仆之家 就是说尚不得台盘 如今云叔柔柔弱弱旧的一句话 倒是叫他心里也解气几分 的确没见过秀才家 人家也看不见这样低等的人家 人家国公府里的奴才眼里 就只有探花呢 云叔觉得自己 显然也可以先举着探花唐三爷的虎皮 虎甲虎威一番了 你 碧柳气的脸梢都白了 指着一脸茫然无辜 仿佛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话的云叔 气得浑身发抖 豁然起身说道 你又不是陈家的女儿 在我们陈家竟敢大放厥词 不过是个破落户 戴姐儿 陈白家的今日叫云叔过来 自然并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他心里打算着 想把云叔嫁给自己的儿子陈平 到时候就都是一家人不说 日后云叔自然也要与王家往来的 因此才叫云叔 今日跟着翠柳一块过来 不仅如此 还有想叫云叔与碧柳多亲近 这日后碧柳嫁了人 娘嫁一二重要 如果日后云叔长家 那不得多瞧瞧 如今碧柳与云叔之间的情分吗 胡言乱语什么 在我与你爹的心里 小云与亲闺女是一样的 陈白家的心里畅快了些 只是到底还是看中这门婚事 因此急忙陪笑 对沉着脸不说话的王太太说道 这两个丫头一向牙尖嘴利的 还是国公府老太太骄纵他们 其实他们这也没有坏心 不过是因想着日后都是一家 因此没有逼记把了 他昨日理想到 如今威风凛凛 已经成了宫中侍卫的宋儒板 此刻再想想王家 虽然后悔 可是却生出更多的紧迫与惶恐 已经错过了宋家的大哥 如今这王家秀 才是断断不能再错过了 想到这里 陈白家的月发讨好起来 亲家也该好好教教孩子 如今就这么不会说话 日后可怎么嫁得出去 须知这女子就当柔顺贤惠 就该隐忍些才是好的 王太太虽然觉得 翠柳与云书生的好看 小小年纪就花朵一样美丽 又应在国公府养得好 穿戴得鲜亮 月发如同两只花孤朵 一般可爱 可是此刻她板着脸说话 云书也知道自己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叫王太太的下马威 被自己挡回去 没有受气就行了 倒是翠柳吃笑了一声说道 我在老太太面前侍候 娘教导的不多 都是老太太教的 什么时候 您也去跟老太太这么说说 只是我倒是担心 您这怕事 见不着咱们老太太 够了 陈白家的见翠柳 越说越不像话 这隐隐还有些看不起王太太似的 顿时呵斥了一声 云书拉着翠柳的手 叫她不要跟王太太说 这些有的没的 这种人 之前那几句话打掉了 她看不起人的气焰也就算了 谁还真心要费功夫磨牙呢 没的叫自己都跌了身份 这么说 亲家是看不上我们王家了 王太太却已经脸色变了 怎么会 陈白家的见王太太骤然翻脸 一时也有些慌张起来 见王太太似乎要翻脸的样子 一时就十分后悔 竟然把翠柳与云书这两个小魔星 给叫到前头来 只是此刻她顾不得后悔了 急忙陪笑 又叫脸色也不好看的碧柳 赶紧给王太太亲手倒茶 这才赔罪说道 既然做了殷亲 这耕帖都换了 您家的哥儿 咱们自然喜欢得不得了 也是这两个孩子年轻气盛 不说在您面前 就是我与他爹面前 也是这样莽撞的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翠柳看着陈白家的 卑躬屈膝的样 只觉得丢人急了 不过是个落魄的秀才家里 何至于这样讨好 不知道的 还得以为 这要嫁的是天皇老子呢 我这心胸 也不是不宽阔 只是这两个孩子 叫我有些顾虑 这大姐儿 不会也如此吧 王太太目光如电 审视地看着碧柳 怎么会 大姐儿最是个 温柔贤惠的性子 亲家刚才也瞧见了 妹妹们不像话 这大姐儿倒是知道好歹的 还训斥了他们 陈白家的唯恐王家 对碧柳的印象不好 忙笑着说道 他从小不是在 国公府侍奉人的 叫我与他爹养在家里 因此闲尽温婉 也不大见外人 他这一点明了 碧柳从未当过丫鬟 王太太的脸色就好看了许多 笔得扫过云叔与翠柳 这才欣赏得对碧柳笑了 亲家说得也对 这小家碧玉一般的小姐 就是与服侍人的 丫鬟出身的不一样 第七十章讨好 陈白家的脸色 微微僵硬 云叔都忍不住 想去瞧瞧陈白家的脸色了 陈白家的本身 就是丫鬟出身 这王太太 岂不是在连着亲家一块儿骂 只是陈白家的 默默地忍了忍 竟然忍下了这句话 他努力挤出微笑来 亲家今日怎么有空来了 话说打从定亲之后 就是陈家在一头忙碌 不说这嫁妆筹备 就算是两个新人 澄清那天要穿的喜服 都是陈白家的一口给包了 不仅如此 还有那些吹吹打打地洗了班子 什么喜叫的教夫 还有那些酒水还有爆竹等等 只要能想到的 都是陈白家的答应过 全都陈家张罗 因此 王家娶碧柳这么一桩大事 竟然很不必操半点心 闭门之中做 喜事天上来 轻轻松松就娶了一个 自带了大笔嫁妆的媳妇 因此 王家轻松得很 也不与陈家有什么牵扯 今日既然能上门来 倒是叫陈白家的奇怪极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王太太见陈白家的 对自己倒是还算恭敬 又见碧柳生的婀娜柔弱 她的眉头微微一皱 显然对碧柳这般柔弱 倒是有些不满意的 毕竟日后她家儿子 是要继续刻苦读书 十年寒窗 这需要一个支撑门户 能叫夫君在家中 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一门辛苦读的 贤良能干的女子 碧柳虽然生得好些 可是这身子裹桥着 不像是康健的 也不像是能生养的 可是 看在陈家给她那许多陪价 柔弱些也无妨 自己做不得家事 到时候买个小丫头 也就算了 挑剔了几分 王太太这才拿帕子 擦了擦嘴角 对陈白家的说道 不过是昨日我家哥 吃了你家里的烤肉 说是很受用 这天这样热 这孩子还日夜苦读 想要赶紧烤个功名出来 怎么也能叫母亲妻子 都跟着沾光不识 可是我瞧着她 这苦下辛苦极了 平日里吃不过吃一口 喝也喝不过一口去 胃口不好 怎么读书呢 昨日的烤肉 她却十分喜欢 不仅是烤肉 还有那果蔬 也是极新鲜的 清凉可口 倒是叫我心里一松 她说完这个 就不说话了 陈白家的 本就是国公府出来的精明人 一下子明白过来 这么说 那孩子是喜欢烤肉 还有什么烤了的 辣椒茄子的 滋味勉强也可以 王太太淡淡地说道 这大热的天还在读书 真是辛苦啊 陈白家的想到 王家的歌是个秀才 这日夜苦读 可不是为了风起印子吗 这不都是碧柳日后的光彩 她的心里 一下子就敞亮了 把宋如百顿时 丢到天边去 笑着对王太太说道 这本也不是什么艰难的事 若是歌喜欢 这几日 我都叫人烤了新鲜的 给她送过去 还有咱们自己的地里 出的西瓜甜瓜 瓜果桃里 也日日都有新鲜的 都叫她吃着 不要耽误了功课才好啊 这也就罢了 王太太矜持地点头 她仿佛叫陈家 给送吃的喝的 反倒是 陈家应该荣幸才对 云书简直都要笑了 就算是唐三爷高中探花 国公府之中 也绝没有谁 跟着王太太似的 如此拿捏身份 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区区一个秀才 都说宰相门前七品官 那国公府里 云书建的都是 名门女眷 官患出身 那样的高官显患的门第 也没有说出了 王太太这样的奇葩 要命的是 陈白家的 也不算是没见识 可是怎么对着 王太太这样巴结 我记得西瓜汁 十分甜美可口 小云 今日宋大哥 不是送了些冰片与蜂蜜 王家哥哥这读书炎热 多不舒坦 你把蜂蜜 与冰片拿来 碧柳十分会康人之铠 为了巴结未来的婆婆 顿时就对云书 养着头说道 那冰片你也用不上 不如拿来给了需要她的人 她这般傲气 不仅指挥云书 还转头对陈白家的急忙说道 今日宋大哥 不是还拿了新鲜的料子 说是宫里出来的 最舒服柔软透气的好料子 娘啊 她摇了摇 微微变了脸色 迟疑起来的陈白家的撒娇央求说道 王家哥哥也该做新衣裳了 宫里出来的料子 王太太的矜持 都有点绷不住了 急忙问道 是邻居家的哥 在宫里做了侍卫 因得了宫中的赏赐 因此得了两匹这样的料子 陈白家的本想答应 只是想到丈夫陈白 又有些色索 她 真的很怕陈白再对自己生出怒意 这影响夫妻情分 难道她还不知道不成 说起来 这料子 咱们家也是应有尽有的 并不在意 王太太咳嗽了一声 才缓缓地说道 可是最近哥正要去参加诗会 还有访问她的那些好友 那也都是读书人 若是不预备些像样的衣裳 这出去了 岂不是也叫人笑话 她都这样说了 显然是 想要衣料的 云书捶了捶眼睛 只觉得这王家太太 有点得寸进尺 可是见陈白家的露出几分为难 却并未推辞的样子 不由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幸亏她把给宋卢伯 做衣裳的那匹料子 已经裁剪出来 如今只剩下一匹 是陈白与陈平父子的分立 也不知道陈白家的会不会让出去 这个 那是给爹和哥哥的 翠柳按耐不住 顿时大声说道 既然你都说是爹和哥哥的 那都是一家人 谁还用不得不成 碧柳不悦地问道 倒也不是用不得 只是沈子 我也想有句话说与沈子听 按说 云书也不是一个 会再三在别人家里 指手画脚的性子 可是想到陈白对自己一向慈爱 陈平在府中 对自己也是十分看顾的 此刻便对犹豫着的 陈白家的和声说道 若那匹料子 不是宋大哥送的 沈子又不是吝啬的人 难道素日里 拿去亲家家里的东西 还少了不成 并不会因这意料迟疑 您如今迟疑 不过是因这里头 是有宋大哥对陈叔 陈平哥的情分 这有情分在里头 怎么好转赠他人呢 宋大哥是心宽的人 不会在意 我只担心 咱们家里对宋大哥 总是心怀亏欠了的 他这话句句在里 陈白家的便低声与他说道 我顾虑的又何尝不是这些 这是宋如伯 特意送给陈白父子的 如果今日 叫他拿去给了亲家 日后见了宋如百该怎么说 莫非是 不把宋如百的心意放在眼中 若是亲家太太 真的这样缺衣裳 家里也没有衣料的话 婶子 咱们家里的库房里 应该还有些衣料 就叫亲家太太都拿走吧 总不能叫亲家 都没有衣裳穿出去 云叔善解人意地说道 你这话说得很适 陈白家的 只觉得云叔这样大方爽快 贴心温柔 眼底充满了对云叔的喜欢 王太太却觉得 这话心里不对劲 谁家还没有料子做衣裳不成 他沉着脸 看着云叔与陈白家的说道 既然舍不得 那就算了 怎么会舍不得 碧柳恶狠狠地瞪了云叔一眼 又扭着陈白家的手 央求说道 娘 宋大哥又不是第一次 给咱们家送东西 难道爹没有帮过他吗 这点东西 拿去王家算什么 他娇气的央求 把个坏了自己好事的云叔 已经恨到骨头里 然而云叔却不在意 碧柳杀人一样的目光 只是对陈白家的轻声说道 您看 这里头还有陈叔与宋大哥 这许多的情分在里头 他的话音未落 就听见门口突然传来了一声 少年清朗不耐的声音 就是舍不得 怎么了 云叔转头 惊讶地看见 陈平皱着眉进门 这少年今日穿着一件 促心的青色衣裳 越发俊俏 只是此刻沉着脸 看起来十分不高兴 你今日怎么回来了 陈白家的没想到 儿子竟然没有跟自己说一声 就回了家里 不知为什么 又莫名的心虚 也顾不得长女了 急忙起身迎过去 一双手压在儿子的肩膀上 连声问道 热不热 我叫人给你杯些西瓜汁 还是想吃饭 我叫厨房给你做吃的去 他对唯一的儿子倒是真 疼爱 可是陈平此刻 却没什么喝果汁吃饭的心 沉着脸对他娘问道 娘刚才许人什么了 也没什么 因陈白父子都不喜欢王家 因此 陈白家的有些不安 我的东西 什么时候轮到别人做主了 陈平在国公府 叫他娘楼走了不少的私房 那都是真金白银 本就憋气 此刻看见碧柳 恨不能把陈家都 搬去给王家的样子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左右这是在自己家里 也不必担心吵嚷起来 叫人看了笑话去 因此绕过了 陈白家的大马金刀的 往王太太的对面一坐 翻着白眼咧嘴说道 我当是谁 原来是未来的姐夫家 这亏的是看见了您 不然只听这话音 我当时穷亲戚上门打秋风 亲家 陈家莫不是看不起我们王家 就是看不起你 陈平趴的拍案 看着王太太冷冷说道 穷书生一个 当自己是个什么 就是看不起你了 觉得被咱们家羞辱了 你别结陈家这门轻事 另去好姑娘吧 第七十一章毁婚 什么 这话不仅王太太 就是连云书都惊诧起来 陈平这一番脸 仿佛是要毁婚了 怎么 听不懂吗 我说 这婚事爱干干 不爱干拉倒 陈平吃笑了一声 上上下下打量 惊怒不已的王太太冷笑说道 真以为陈家稀罕你们呢 今日 我把这话放在这儿 少在小爷面前邀我喝溜的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 一个秀才就把你了不得上了天了 不稀罕咱们家 那就退亲 我就不信了 这世上还少了男人 叫我嫁不出去 姐姐了不成 他可不是翠柳与云书这瞎扎乎的 其实一点杀伤力都没有的人 一旦陈平翻脸 那就算是陈白家的这个做娘的 都不安起来 毕竟 如果陈平真的跟王家有了嫌隙 日后怎么会帮衬王家呢 毕竟就算勉强嫁过去 那也没有父兄撑腰 这日子怎么可能过得好 小云劝劝你陈平哥 他艰难地对云书说道 云书才不想劝呢 他眨了眨眼睛 看了陈平一眼 虽然脸上挂着笑 可是眼睛里明晃晃地叫陈平 继续对 陈平都忍不住笑了 你啊 今日别说小云 就是你我也不会听 因自己的金子身家 还压在云书的手里 陈平怎么敢叫云书不高兴呢 不由转头对陈白家的冷笑说道 这事儿是陈家与王家的轻视 与小云有什么关系 小云 你给我去坐着 如果再开口说一句 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恶行恶状地 俨然一副很可怕的样子 云书心里忍不住笑得憋不住 脸上却露出几分畏惧听话的 跟翠柳坐在一块 奇了怪了 哥哥从前哪里会吼你 翠柳小声说道 云书不由不吭声 垂头 掩饰着眼里的笑意 见他可怜地 坐在翠柳的身边 俨然受了驰鱼之祸 乃是因自己猜叫他被陈平给骂了 陈白家的不由越发心疼起来 你侯小云做什么 今日谁叫小爷不痛快 我可是六亲不认的 见碧柳看着自己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陈平吃笑了一声 看着陈白家的冷冷地说道 娘也别招惹我 不然 我可不知回头跟爹会说出什么来 他这私房 还是被陈白家的给搜刮走了 陈白家的 自然不敢叫丈夫知道 见陈平拿这个威胁自己 不由也不敢说话 倒是陈平目光一转 俊俏的脸微微扬起 看着王太太冷冷地说道 瞧见没有 这家里我做主 往后少问咱们家要东西 苦下 自己吃不下睡不着 那是活该 谁给你那个脸 天天送你吃的喝的穿的 亲家 这就是陈家的态度了吗 王太太已经气得浑身发抖了 这个 陈白家的 不由左右为难起来 没错 这就是陈家的态度 我也告诉你 这婚事 不是我们家跪着求来的 是你们家也自己愿意的 既然看不起咱们陈家 你结个屁的气 陈平跟着唐二公子 本就是个横行霸道的脾气 哪里能忍得 诸如这王家这样的对待 他早就不耐烦了 不过今日发作了一场霸了 见王太太气得直哼哼 他反倒笑了 起身 谈了谈自己的衣经 对他娘说道 不过是个不晓得市里的人家 娘做什么 把他捧到天上 既然给脸不要脸 以后就不必给他们加脸 你住口 陈白家的惶恐地说道 若当真退清 你姐姐 王家真退清 我倒是还敬她有些风骨 就怕不肯退清 非巴结咱们这奴才门地 陈平嘲讽地说道 你 既然如此 那王家高攀不起 王太太豁然起身 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亲家 亲家 陈白家的顿时慌了 匆匆地追出去 好一通赔罪 只是这今日与亲家会面 到底不欢而散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非要搅和了你姐姐的 大好姻缘不成 陈白家的见王太太的脸色不好看 一时心里慌张恐惧 见王太太走了 顿时气势汹汹地回来 对翘着二郎腿包花生 往嘴里一个一个 扔得陈平问道 你就眼看着你姐姐 要嫁到那穷门小户里去过日子不成 她做了官太太 难道不是 也提携了你 她这都要气得晕过去了 碧流已经哭倒在一旁 倒是陈平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地说道 娘你好糊涂 这种东西 你越近着她 她越把你当奴才秧子 不把你当人看 可是 其实她家难道没有贪图 咱们陈家不成 不然 大姐有什么好的 可别说王家是看中了她这个人 因此什么都不在意 才要结亲的 你 你还有理了 怎么没理了 他们家都是娘给惯的 这种人 一心钻前眼里去了 不然 如果是当真清高的读书人 宁愿娶个同事穷秀才家里出来的小家碧玉 也不可能娶咱们这高门大户的下人的女儿 既然愿意娶 不就是贪图 咱们陈家家大业大 给了大姐许多的良田 还有私房银子 这人品不好 一开始我本就不同意 把大姐嫁到这种人家 不然一辈子爬不上去也就算了 这等小人 爬到高位 到时候才是大姐的苦楚 陈平冷静地说道 你怎么咒你姐姐 我没有咒她 我是救她 她这么蠢 嫁到寻常宽和谐的小门小户去 也能安稳过日子 何必非要为了什么 净花水月的告命夫人 就嫁过去受气 不说她如今才是个秀才 等要一层层考上去 不知猴年满月 就说这王家这种品行 叫我说 她这辈子 没准也就是个秀才了 陈平这话说得犀利 这简直戳了陈白家的肺管子了 陈白家的一张美貌的脸 都气歪了 偏偏陈平还在继续说道 我也把话放在这儿 娘自己就看着 今日我的话这么难听 她家只怕也不会退清 且舍不得咱们家那许多的家长呢 陈平哥 你也消消气 快别与沈子怄气了 王太太这一通折腾就是半日 如今已经快到了晚膳的时候 云书都饿了 叫王太太这一出给闹得现在还没有吃饭 急忙对陈平温温柔柔地说道 大热的天 火气都大 陈平哥心里一时压不住气 也是有的 只是沈子瞧着也有些累了 正好厨房里中午正做了凉面 不然陈平哥先吃饭吧 他慢慢走到陈白家的的面前 虚伪地扶着他小声说道 都是一家人 沈子也不要和陈平哥生气 我听陈平哥的话 虽然厉害些 可一句一句 也都是为了避留姐姐着想 都是关心则乱啊 见云书两头或悉尼 还偏向自己 其实半点没说自己的错 陈平偷偷对云书办了一个鬼脸 可不是 翠柳此刻又精明起来 见着屋里避留的哭声吵得慌 扶着心灵急忙拉着陈平 也装作合适老说道 哥哥去我屋里吃饭 消消气 都消消气 你们都去吧 陈白家的 见两个小丫头 还知道说和 顿时心里一软 又温和地拍了拍云书的手背 到底是小云 总是这样温柔 家和万事兴 云书垂头 抿嘴笑着说道 见他脾气温柔 倒是叫着心里不高兴 就要翻脸的陈平 更和气孝顺 陈白家的目光更加柔和 叫他们去翠柳的院子里 云书拉着翠柳 一出了上房 就撒花跑了 可饿死我了 翠柳冲进了院子 也不进屋 就坐在院子外头的 大树底下那凉 此刻这日头 已经不及下午时 那样厉害 又有些疯 因此倒是勉强算是凉快 先吃些点心垫垫肚子 也不知道 晚上是不是要一块吃饭 爹今天不回来吃晚饭 娘大概是叫咱们自己吃了 陈平坐在翠柳的身边 见云书张罗着 从屋里拿了甜瓜给自己 也不拒绝 接过来 一口就啃了大半下去 嘴里鼓鼓的 含糊着说道 国公爷去喝显侯喝酒 叫爹陪着 你们放心 不是那不好的地方 因有时候说是吃酒大 多是去了有那等美季 陪伴的地方 因此 陈平见翠柳迟一遍说道 国公爷的性子 你还不知道 最不喜欢这等妖娆的地方 是真的去吃酒 显侯 这也是会倾家了 云书轻声说道 可不是 还带了大公子与二公子去 二公子今日跟着国公爷 因此叫我不必随着他 更何况 陈平也叫儿子回来 跟家里说一声 因此 陈平才回了家里 没想到回来了 就遇见这么一出 那你回来的也巧了 昨日李宋大哥送了许多的野味 我本以为你这回没有口福 翠柳顿时眼睛一亮 对云书说道 咱们就在院里 自己烤肉吃吧 陈平哥要吃凉面吗 云书担心陈平饿了 急忙问道 陈平抽了抽嘴角 死丫头 刚儿我刚听你说 凉面是中午做的 这下午了 还能吃吗 你就给你哥吃这个 见云书扑斥一声笑了 笑叶如花 陈平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今天先吃烤肉 明天我带你们下馆子去 云书只觉得感动得不得了 可是却还是问了一个 比较现实的问题 你 兜里还有银子吗 第七十二章 人品不好 陈平的家底 不是去了陈白家的的兜里 就是在自己那儿 这才几天功夫 大概还是一穷二白吧 小丫头 你很看不起你陈平哥呀 陈平顿时怪叫起来 那你到底有没有银子 翠柳看陈平 总觉得哥哥是有点心虚 怎么没有 陈平偷偷往外看了看 对翠柳与云书说道 又干了一票 你又去和二公子骗人 翠柳大声问道 小声点 这回不是骗人 是与几家公子 一块去逃疼了点东西 换了些银子 陈平压低了声音 对两个瞪圆了眼睛的小丫头说道 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过是前一阵子宫里 贵妃娘娘随口在了京城里 一处给孝敬的花草盆景 陛下见贵妃娘娘喜欢 就也说好 叫人寻了好些 往贵妃娘娘的宫里各处点缀 这不是一下子就有了身价 因这是娘娘与陛下都说好的 因此 如今京城里这种花草正流行 几家公子赶在钱都囤了好些 这时候往外一卖 一盆几十两 你都未必买得着 陛下对娘娘可真好啊 翠柳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样的缘故 这仿佛为了贵妃一笑 陛下什么都愿意使得 云书也点了点头 可不是 因险侯家的公子 时常进宫 给贵妃娘娘和八皇子请安 因此才知道娘娘喜欢 这不都是要姻亲了吗 两家的公子走动得不错 二公子也往里头投了些 倒也不仅仅是 冲着银子 也是为了这两家往来频繁 日后能更清静些 陈平趴在树荫之下的石桌上 对云书和翠柳说道 我们二公子 一向是个大方的性子 他得了不少 我也是出了大力气的 那往来买卖 总不能叫公子们 自己亲自出头 不都是 咱们这些小四忙前忙后 因此 公子赏了我些银子 不多 不过也足够请你们 吃他一年的馆子了 那咱们去吧 翠柳眼睛亮了 这次就算了 云书刚才不过是玩笑 见陈平当真有钱 就笑着说道 你忘了 宋大哥的衣裳还没做完 咱们下回出来 再和陈平哥一块去吃馆子 因王太太来了这半日 云书做陪客的 因此都没有去做衣裳 这就有些时间不够用了 如果跟陈平一块吃饭去 这总不能吃了饭就回了 又是半日的消遣 到时候这衣裳 岂不是要开天窗 云书一向不是一个 会不遵守承诺的性子 既然答应了宋如柏 哪里有叫宋如柏失望的道理 就算他心里也想出去吃饭 可是想了想 觉得还是算了 也对 你还得给宋大哥做衣裳 什么衣裳 陈平好奇地问道 宋大哥求小云 给做两身衣裳 这事我知道 爹之前跟我说了 三百两一个宅子 你是得好好感谢宋大哥 陈平很公允地对云书说道 这京城里 这地价 三百两银子的宅子 那不知多少人抢着买 宋大哥却帮你买了下来 只怕其中 不知还要舍出多少 给那位老御使的人情去 不然 凭什么叫人家这么便宜 就卖给你 见云书急忙认真地听了 他抓了抓头为难地说道 这事倒是叫宋大哥费心了 我近视也没想到 你也是需要宅子的 我平日里都在府里 你想不到也是应该的 翠柳正叫人去食多烤肉的种种 云书就对陈平轻声说道 你在我那儿还放着银子 什么时候取走吧 他觉得 帮陈平放着银子在屋里 虽然说老太太面前 有些身份的丫鬟 都不是眼皮子浅的 可是总是有些不安 觉得自己仿佛是守着一个小金库似的 此刻他嘀嘀地与陈平说了 陈平不由笑了一下 看了看正在叫小丫鬟 多弄些肉的翠柳 与他轻声说道 过些时候 你再给我 怎么神神秘秘的 云书小声说道 他觉得陈平的眼睛在发亮 你买了宅子 手里 还有银钱使唤吗 银子是没了 不过在老太太面前 我也不必十分花销 更何况 如今月钱 也不少了 云书本就是个减省的性子 更何况他日日 被困在老太太的院子里 也不可能上街去买东西什么的 自然也不必花钱 不过是手里有些铜钱碎银子 来打点如厨房 或者各处的婆子妈妈一些 叫自己能在老太太院里 过得更舒坦些 此刻见陈平点了点头 他不由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 只不过 最近有些坏了事的官换之家 这抄家发卖的良田铺子 总是比市价上便宜许多 不过是 不但能流通到市面上去 这一挂出来 就被各个大家族给瓜分了 陈平对云书说起这些 也不必忌讳什么 顿了顿才说道 我也是听二公子说了一句 如今我狐家虎威的 把银子给咱们公子 公子出面 帮我买些良田和铺子回来 也很好 我是想着 如果你与翠柳还有银子 不妨一块求了二公子 我没钱了 云书老老实实地说道 不过 翠柳倒是还有些 云书继续说道 那你要不要 陈平就问翠柳 翠柳一脸茫然 叫一脸无奈的陈平 又把这里头的学问给说了 这才犹豫着说道 可是这地不是在 从前爹给我买的地方 这栋一块细一块不好打理 这倒是不妨事 像是这样官宦之家的良田 大多肥沃 必然是一等良田 如今你先买来 日后拿这样的良田 与咱们那庄子上的置换 也必然会有人愿意 如今便宜 你花了半亩地的钱 买了一亩地 回头也置换成 咱们庄子上的一亩地 这不还是很划算 更何况 翠柳手里也有些银子 还有唐国公给赏的金瓜子 白放着多可惜 云书并不是自己得不着 就希望小姐妹 跟自己一块苦着的性子 因此劝翠柳说道 这样便宜的事 只怕不常有 更何况 陈平哥也不可能 时常对二公子开口 求这样的体面 你赶不上这回 以后就怕 有便宜占了 那好吧 翠柳这才点头答应了 这丫头笨笨的 陈平就对云书说翠柳的坏话 云书玩耳一笑说道 咱们院子里 谁不说翠柳聪明 不过是因顾着我才迟疑 陈平撇嘴的时候 翠柳早就大叫着 扑上来 把陈平打得抱头鼠窜了 云书就听着这兄妹俩 打得闹闹的声音也不在意 见陈家的小丫鬟 把烤炉什么的都拿来 便安心地烧烤 他坐在一旁真静温柔 陈平回头看了一眼 又看了看张牙舞爪的翠柳 都忍不住叹气 然而他没敢说什么 对翠柳赔了罪 这才吃上了晚饭 这野味虽然是隔天的了 不过因被陈白叫人 放在了阴凉的地方 因此倒是没有坏掉 吃起来十分鲜嫩 滋味也极好 陈平是个大嘴巴 特别喜欢吃肉 吃得一个大肚子 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见夏日里 黄昏也不是十分黑暗 云书便把屋里的窗户都打开 赶着给宋如柏做了衣裳 如今听了陈平的话 他才明白 那宅子难能可贵 因此给宋如柏做衣裳 越发用心 不仅给做了衣裳 还拿着边角 做了几条腰带 还有些零零碎碎的料子 他绣了几个样式 简单平常合适男子用的荷包 里头想了想 把宋如柏送给自己的冰片 都放在里头 等做好了一身衣裳 他才和翠柳一块睡了 等到了第二天 他吃了早饭 又做了一身衣裳 因年纪小 又在老太太跟前娇气惯了 因此懒懒的 把衣裳还有些零碎的东西 都收拾好了 就在房里那凉 等待了晚上的时候 宋如柏就来了 云叔急忙把衣裳 都给宋如柏抱过来 又将腰带和荷包 给他对他说道 腰带做得多些 还有这荷包 宋大哥素日里 在宫中做侍卫 只怕也要往身上 揣些零零散散的东西 这荷包结实得很 拿着装那些东西也方便 他还是给宋如柏 扶了扶感激地说道 也多谢宋大哥 为宅子的事这样费心 这没什么 不过是敢巧罢了 宋如柏一手抱着这些衣裳 还有细碎的东西 声音沉稳地说道 他一个少年 虽然生得高大 看起来是个男子汉 可是却十分沉默寡言 也不大和云叔与翠柳说话 不过是 等陈白夫妻回来 便与长辈们说话去了 见陈白家的脸上的笑容勉强 形容憔悴 云叔不免有些担心 你说 王家不会恼羞成怒 不肯跟咱们家结亲了吧 翠柳还在自己的耳边 轻声问道 我不怕他们不结亲 就怕陈平哥话 都说到这份上 王家兜兜转转 还愿意结亲 云叔有些忧虑地说道 结亲怎么 你还担心上了 一个秀才家 读书的人家 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轻慢 却还是能乐意这门轻视 半点风骨都没有 还能忍得住胯下支辱 这样 人家出来的人 只怕不大好 只怕人品不好 第七十三章病了 那句话怎么说得来的 不怕流氓 就怕流氓有文化 如王家秀才那样的人 读书人 总是见识的多些 一旦这人品不好 祸害的只怕就不是一个两个 如果只是祸害碧柳 云叔没话说 碧柳跟他又没有什么关系 素日里冷嘲热讽的 要紧的是 总是抢翠柳的东西 因此 云叔倒是觉得他俩绝配 就只怕这王家惦记陈家 日后还要占陈家的好处 你说的 倒是有几分道理啊 翠柳一下子就知道厉害了 此刻见左右无人 便与云叔低声抱怨说道 叫我说 娘就不该去 跟着王家澄清 早在王家 非要咱们家出大笔嫁妆 有要这样呢 王家那老婆子 看着就不是个好人 这婚事就不该认下来 他叹了一口气 云叔便摇头说道 这嫁娶之事 婶子一定心里头 自有考量的 谁不愿意嫁到 读书人家去呢 更何况碧柳姐姐那样 你又没看见 素日里那样刻薄的人 却对王家太太那样巴结 就算陈叔与婶子 不愿意这婚事 碧柳姐姐自己乐意 只怕婚事也还得成 只是他想了想 便笑着 对翠柳安慰说道 不过这事 好歹有陈叔与婶子 又有陈平哥 咱们国公府又不是百事 那王家就算人品不好 也翻不出风浪 大坏事 显然是不敢淡的 不过恶心人 只怕是要横久远了 云叔忍着没说 只唯恐翠柳 把这些心事装在心里 日子过得不痛快 带着负担 因此劝说了几句 翠柳想了想 便拉着云叔的手轻声说道 好歹有你总是劝着我 我知道你是对我好的 他把头枕在云叔的肩膀上 小声说道 瞧着咱们 倒像是亲姐妹似的 这多么可笑呢 亲姐妹之间跟仇人似的 碧柳带她 何曾有云叔带她的十分之一呢 云叔总是护着她 劝说她开解她 这叫翠柳心里十分暖和 抱着云叔的手臂轻声说道 你如果也是爹娘的女儿就好了 如果云叔是她的亲姐妹 她一定不会对碧柳那样 什么都防着 云叔想要什么 她都乐意给她的 你这话说的 难道我不是你的亲姐妹 你就舍不得给我东西了 云叔笑着问道 怎么会 既然你带我的心 与我带你的心是一样的 那是否是亲姐妹 又有什么关系 难道如今 我没有与你要好 没有日日 把陈家当自个家里住的 这样坦然舒坦 你突然提了这么一句 难道是提醒我 我到底是陈家的外人呢 云叔此刻倒是带着几分调笑 翠柳一时慌了 想要解释 我把你当 好啊 你消遣我 她可算是明白过来了 见云叔推开她 站在门口笑 便也笑着扑过去 与云叔打闹起来交道 我与你说知心话 这两个小丫头 听着云叔与翠柳 远远的笑声过来 陈白便笑着 对宋如柏说道 真是闹得不行 在国公府 要谨言慎行 事事小心 既然是在自己家里 就随他们闹着些 也畅快些 宋如柏说道 你说得对极了 这两个孩子小小年纪 就要在老太太屋里适候 平日里不知多小心 只是报喜不报忧 不叫咱们大人知道 陈白便心里 对云叔与翠柳 多了几分怜惜 见宋如柏手边 放着衣裳等物 知道这是云叔做给他的 因此拿过来展开看了看 果然见针脚细腻 虽然做的仓促 没有在衣服上绣什么图案 简简单单的衣裳 瞧着不大眼 可是这绣活却十分用心 便点头说道 小云倒是明白 宋如柏是去宫里当侍卫 又不是当花去了 这衣裳绣得太好看了 也不成样子 如今简简单单的 却实惠都在暗处 瞧着也不穷酸 穿在身上大概也提气 这不是极好 小云是老太太身边的人 自然也有几分见识 陈白家的美貌的脸上 带着几分愁容 显然是叫儿子陈平 把王家太太气走了十分头疼 不知该如何挽回 只是此刻 见陈白半点都不放在心上 一旁儿子陈平 兴致勃勃地拉着宋如柏 在说自己跟着唐二公子 在京城之中 如何如何威风 这父子俩 半点没有把王家放在眼里 因恐叫宋如柏看了笑话 他只能勉强挤出笑容 来对宋如柏说道 晚上在这吃吧 咱们一块喝酒吧 陈平急忙笑着说道 他这样俊俏的少年 笑得一脸和气清静 宋如柏倒是也无法拒绝 文言便点了点头 因见天色晚了 陈白就叫人去叫几个女孩 虽然有宋如柏这样的外男 可是陈家也不过是寻常人家 因此 没有勋贵府中那些规矩 什么男女不能同桌什么的 因要吃饭了 云书与翠柳风一样的过来了 大小姐说 说不想吃饭了 碧柳正在屋里哭着叫嚷 什么不能嫁给王家秀才 因此那去请碧柳过来的小丫鬟 也没敢说 他这战战兢兢的样子 叫陈白看了就知道 碧柳又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呢 因此也不在意 冷淡地说道 爱吃不吃 不乐意吃 那就在房里待着 他这样冷淡 陈白家的不由瞪了仰头哼小曲 一脸不在意的儿子 一眼轻声说道 大姐也委屈 阿平那些话说得也没错 陈白不会在孩子们面前 给妻子眉脸 因此对他说道 吃饭吧 因这两日已经吃了野味 腻歪的不行 也不好消化 今日晚上的饭时 就想着清淡些 云叔叫了些绿豆粥 又与翠柳一块吃了些小菜 也就算了 不过他们两个女孩吃得少 只不过又吃了两个羊肉小包子 也就算了 倒是陈平这大嘴巴能吃得很 就算昨日吃了一肚子的肉 如今也不觉得腻歪 又叫厨房给做了什么 烧鸡炖鸭的送上来 还有几样小炒 云叔看了 与翠柳都觉得满眼都是肉肉肉的 且见或许是男孩子更能吃些 前几回鹰一块忙着自己吃喝没看出来 如今才发现 不仅陈平 宋如白也是个能吃肉的 这兄弟俩真是入狱之鹰 哪里顾得上喝酒 只埋头吃肉 翠柳瞧着都觉得腻得慌 顿时打了一个寒颤 咱们去做李子将 云叔瞧着这两位这样吃肉 就觉得胸口都是油 急忙对翠柳说道 李子将 是了 如今有了蜂蜜 翠柳眼睛一亮 急忙与云叔一块起来 两个小丫头手拉手 一块去祸害厨房去了 因云叔与翠柳都不是会做饭的 因此 两个小丫头只当个监工 云叔且请厨房里的婆子 帮自己熬了一坛子李子将 又瞧见了一旁的筐里有山楂 便叫人也熬了些山楂酱出来 与翠柳一人一坛子 抱回自己的小院子去 又拿了小些精致的瓶子分装好了 等到第二天 要回去国公府里 他与翠柳大清早地起来 且因陈平今日也回去 因此一同结伴回了国公府 云叔便将这些李子将与山楂酱 先分给从前大通铺里的小丫鬟 又分了同屋的三个二等丫鬟 便拿着瓶子 更大些精致些的果酱 往琥珀与珊瑚的房中去了 因今年的李子格外新鲜 蜂蜜也是极新鲜的 这两样果酱酸酸甜甜的 天儿热 姐姐们若是胃口不好 吃些开胃 就是冲水喝也是极好的 云叔将李子酱与山楂酱 都放在琥珀与珊瑚的面前 琥珀微微点头 倒是瞧不出喜恶 倒是珊瑚看了这两眼挑眉说道 难为你还想着我与你琥珀姐姐 放这儿吧 我倒是要尝尝 他欣然收下 云叔知道 大清早上一等丫鬟 都要忙着服侍老太太 也不敢耽误 急忙出来 且等等 琥珀开口说道 姐姐还有什么吩咐 云叔急忙问道 这两日 老太太中了暑气有些不舒坦 你也跟着我服侍老太太吃药 老太太病了 云叔急忙问道 每到这个时候 老太太都会病上一病 且今年又遇上二小姐那样不省心的 太医来瞧过 说是肝火欲结 又中了暑气 一时散不开 已经开了药 说是几日就能痊愈 珊瑚一边整理着屋子里的陈设 忙着把果酱都放在阴凉的地方 便冷笑了一声说道 只他竟然气坏了老太太这一桩 叫我说 国公爷就该打死他 这样不敬长辈 还好意思出去做王妃 他一向是个厉害的性子 琥珀皱了皱眉 白手叫云叔出去 准备一会儿去服侍老太太 见云叔走了 这才沉生说道 隔墙有耳 这话是能对旁人说的 烂在肚子里能憋死你 若不是小云 我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珊瑚便哼了一声 柳眉倒数地说道 咱们只是丫鬟 按理说 这些话咱们说了 是对主子不敬 可是这一回回的 见琥珀冷冷地看着他 他便忙笑着说道 小云的性子 你还不明白 进了老太太屋里这么久 你见过他说过谁的恶言 这小丫头倒是有点意思 第74章云倒 从云叔的嘴里 从不见说过 谁的半点八卦 与流言抱怨 虽看着像是个 聚了嘴的葫芦 可是却叫人心安 就算有人 与他说了知心话 可是这话到了他这事 就算是完了 再也不会传到旁人的耳朵里 而且性子懂事 一向都不喜欢与人相争 也不在老太太面前 十分抢咱们的风头 不然 你换个眼皮子浅的试试 若是能在老太太面前得脸 那恨不能把咱们这几个都踩下去 老太太面前只有他才好呢 因云叔懂事 因此珊瑚就格外喜欢 见虎珀不置可否 面容却缓和许多 便笑着 拿肩膀撞了撞虎珀笑嘻嘻地说道 可别说你不喜欢他 若不喜欢他 你能对他这样照顾 如果没有你暗中弹压 他能在老太太的院子里 过得这么舒坦 云叔豁然在老太太的院子里崛起 一下子就到了老太太的跟前侍候 这心里发酸的 嫉妒的不痛快的 觉得云叔挡了自己的道的 还少了不成 可是云叔偏偏日子过得自在 就算是同屋的几个二等丫鬟 如今与云叔最有竞争的 也客客气气 虽然有云叔会做人 从不争风头的缘故 可如果说 这里头没有老太太跟前 最得脸信任的琥珀的帮衬 那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珊瑚才说了这么一句 还笑着说道 不容易啊 难道有咱们琥珀姑娘 都能放在眼里 觉得不错的丫头 不过这小云也是 行事妥贴 老太太面前温顺温柔 可是带旁人也一样的和气 从没有什么跟红顶白 只留须主子 却对不如自己的人 看不起的做法 你瞧瞧 她时常念着咱们 这果子酱不值什么钱 可是她每一次从外头回来 都记得给咱们带些玩意儿 这就是把咱们撞在心上 你心里也热乎不是 我还听说她也分了果酱 给从前一个屋里的小丫鬟 可见她并不是一个 会因如今地位高了 就把从前的同伴丢在脑后的 你倒是夸她的时候 一套一套的 琥珀冷淡地说道 我倒是瞧着她 有你的几分品格 不过倒是与你也有不同 珊瑚便甩了甩手里的帕子说道 你的性子 外冷内热 若不是知心人 直到你是个十分冷淡的人 可是小云不同 她性子温顺 又时刻 把人放在心上 倒是比你好说话些 她这样夸奖 琥珀便冷哼了一声说道 如果不是她性子软 三房里那个赶去她的面前央求 可见 性子太过和气 也不是好事 这说的就是三房的珍珠 去云书面前的事了 她才多大 难道还能跟你似的 板着脸不成 那就真诚得罪人了 珊瑚想到珍珠就不痛快 珍珠跟了唐三爷 如今做了通房丫头 这事本 与她没什么关系 只是她未来的夫家是苦主 如今想想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早前怎么没看出 她是这种货色 她顾不得云书了 气得不得了 只是见虎破垂眸 便转眼笑着说道 不过如今知道她过得不好 我也就安心了 珍珠与唐三爷 有些旧事情分 因此 到底得唐三爷另眼相看 只是叫老太太当头棒喝 唐三爷也知道 宠妾灭妻是要命的事 因此 如今与河湘郡主 越发情色和鸣 这与河湘郡主胡多清净 自然冷落了珍珠 如今珍珠得不到眷顾 想必是急了 走吧 虎破没说什么 与她一块出来 云书这时候 已经到了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今日挟在榻上 见云书进来 便笑着招手 叫她进来回话 云书忙上前给老太太请安 在外头这几日可还好 老太太恩典 叫我能出去几日 哪里有不好的呢 云书见一旁 一个大丫鬟 正端了一个空空的要挽出去 急忙从一旁捧了蜜件给老太太 见老太太吃了 这才笑着说道 只是这几日天热 只闷在家里没有去街上玩 因此觉得怪没趣的 她今日换了一件洋红色的下裙 因如今越发白皙 因此趁得越发眉目四化 小小一个在老太太面前 带着几分唇凉 目四水清 老太太瞧着也喜欢 你们小丫头 猛玩心就是大 只是这天也的确热 就算是出去了 晒病了也不好 一旁的唐国公夫人 唐二夫人胡适 还有何湘郡主三个席 都在老太太面前坐着呢 因老太太病了 因此何府都十分在意 此刻唐国公夫人见 或许是云书 这才从外头回来 还带着几分鲜活气 叫老太太瞧着 也有力气了 便满意地 对云书微微汗手 叫他逗弄老太太说话 云书没想到 唐国公夫人 没有叫自己下去 叫老太太歇话 且见老太太此刻瞧着不累 只是病了没精神 便笑着说道 可不是 不过在家里玩岛 也有别的气 前邻居家的大哥哥 给送了好些野味 我就窜多地做了烤串 不仅烤了鹿肉野猪肉的 还烤了茄子 蔬菜 还有土豆与玉米 那滋味 真的是格外新鲜啊 烤肉吃着怪油腻的 何湘郡主见老太太专注地听着 便对云书笑着问道 烤茄子是什么 新鲜的茄子刨开 上头放了蒜蓉 与各色的调料 放在炉子上烤 茄子的清香 味与蒜香混在一块 倒是比肉还好吃些 云书便对何湘郡主扶了扶说道 更何况 这样新鲜的果蔬 比肉是好刻画 吃着也只是涂个新鲜 还有玉米 刷上蜜糖 甜甜的 只是得牙扣好 他说的倒是有趣 何湘郡主听了 便对老太太笑着说道 这丫头一向是个凌厉的性子 专爱鼓道这些 之前的凉茶果汁奶茶 不也是他鼓道出来的 既然他说好 母亲 你也尝尝 因老太太最近吃着药 胃口不好 因此 唐国公夫人 轴里三个都想哄着老太太多吃些 老太太听了却摇头笑着说道 还是腻歪了 这大热的天 你们如果想吃 就去问小云 自己在自己的院子里开伙 不如老太太吃点包饭吧 这胃口不好 云书不游有些心疼 老太太虽然是国公府的宝塔尖 是主子 高高在上的超品高命 可是在云书的心里 这是一位自己愿意好好侍奉关心的老人家 他对云书这样好 哪里只是一个主子这样的身份 可以说得尽的呢 因此 云书真心想叫老太太胃口好些 见老太太温和地看着自己 也不嫌自己在他的面前歪馋 他的心里酸涩了一瞬 急忙对老太太说道 您不喜欢动火 不如用些咱们在外头见过的包饭 不登大雅之地 因此素日里也不能捧到您的面前 不过我随便说说 您喜欢的话 不如尝尝 他炖了炖便轻声说道 只取脆嫩嫩的新鲜生菜 厨房里各色的肉酱也做些 再做些米饭一块包着吃 您若是没有胃口 外头小吃里还有三丝凉菜 把黄瓜丝 梨子丝与金刚丝拌一块 酸酸甜甜很开胃 又不放半点油 不会油腻 看看 这小丫头也是为母亲用心了 老太太身边有云书这样想着照顾老太太的 唐国公夫人便笑了 老太太目光越发柔和 你呀 才回来 小嘴在我的面前巴板的 如果我不尝尝 只怕你转眼又要说别的菜出来 罢了 既如此 叫厨房做了 我也尝尝外头人家的吃食 国公府吃食一向精致 这种平民小户人家吃的 素日里谁敢往老太太面前送呢 因此 老太太果然难得露出几分兴趣 云书这才鸣嘴笑了 小生说道 是我愉悦了 愉悦得好 再叫厨房淘几个茄子什么的 叫我尝尝 何香郡主笑着说道 她既然凑圈 老太太便笑着说她道 可见你也是馋了 若我也有个这样一个 事事把我放在心上的丫鬟 我倒是不会馋了 何香郡主这话 倒是一语双关 又说是自己馋了吃食 又说是羡慕老太太身边 有这样的丫鬟 老太太本就是个温须的性子 叫何香郡主这样哄着 不由笑了起来 这老人家 只要心里舒坦了 笑口常开 并就断然没有不痊愈的道理 因此 等过了两三日 老太太果然瞧着 就精神多了 云书就放心了些 她在老太太面前 出了这次风头 之后的几日 就把自己缩成个蜗牛 借口自己 出服几日 老太太房中的针线盲 因此也不往别处去了 专心地再礼物一个人做针线 她倒是知道 不要独占老太太面前的体面 因此 其他的丫鬟对她也并无抱怨 只是这一日 云书正给老太太 做了一件平日里 家常穿的清凉衣裳 认真的往上头 秀些清净雅致的图案 就听见外头 传来了匆匆的脚步声 之后 就听见一个大丫鬟的声音 在外间传来 老太太 郡主晕过去了 第75章 夫妻情深 这话不仅叫外间的老太太 豁然起身问道 你说什么 就连礼物最近 只当个宅女的云书 都不由放下了针线 起身走到门口去听 和乡郡主晕过去了 好端端的 因和乡郡主 虽然身为皇家郡主 可是打从嫁入国公府之后 从未因自己高贵的身份 就在府中如何 反而对老太太十分孝顺 也不盛气凌人 因此 云书觉得 和乡郡主 是个极好的女子 又因和乡郡主 一向对她十分温和 云书此刻不免担心了些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有人气着了她 老太太这病好多了 因此便站了起来 急忙扶着一旁的琥珀说道 我得去瞧瞧去 她急着 去看望和乡郡主 然而这样的夏日 谁敢折腾老人家 一旁的琥珀才想说什么 那个过来报信的丫鬟 急忙给老太太说道 老太太先别过去 这外头天热 你也正病着 若是急慌慌过去了 那郡主心里也过意不去 只叫咱们郡主心里 更觉得惶恐了 她这样劝 一旁的几个一等大丫鬟 也这样劝 老太太见他们都拦着 便叹气说道 这时候 哪里顾得上我 先顾上老三媳妇 才是要紧的 只是她也知道 如今三房必定忙乱 若是自己去了 那更是要兵荒马乱的 到时候河湘郡主也休息不好 还得应付她 因此 老太太迟疑了片刻 便指着琥珀说道 你替我去看看 等太医给她看好了 再回来与我说 她犹豫了片刻 便对从里屋走出来的云叔说道 你也跟着琥珀过去 因云叔年纪小 一则琥珀不方便的话 她倒是能看似随意地多问几句 另一则 也是因云叔日后 还要在自己身边许多年 老太太想着 叫琥珀代代云叔 叫她知道 如何听自己的吩咐 在各房女郡的面前相处 云叔便放下手里的针线 与琥珀一块往三房去了 果然到了三房 云叔就见着 宽阔奢华的大院子里 正有许多人在忙碌 因琥珀算是老太太的证实 因此 直接进了唐三爷 与河湘郡主一块住的正房 且见着正房之中精致华美 到处都是锦绣繁华 又带着几分十分雅致的熏香 此刻河湘郡主 正有些虚弱地 靠在紫檀木的床头 已经醒了 可是脸儿却苍白虚弱 他的床边 唐三爷俊美的脸有些憔悴 正握着他的手 带着几分紧张地问道 还有哪里不舒坦 你去汉林院吧 河湘郡主劝唐三爷 你这样不舒坦 我还去什么汉林院 唐三爷一双温情的眼 带着几分忧虑地 看着自己美貌贤惠的妻子 眼里也看不进去旁人了 轻声说道 我陪着你 又不是什么要紧的 你都病了 这还不算要紧 汉林里缺我一个不少 你别为我担心 唐三爷阴重了叹花 如今在汉林院做事 轻贵体面 又熬着资历日后 等着入六部围观 说起来汉林院的差事 也并不清闲 可是如今他哪里还顾得上 见一向都爽朗活泼的妻子 此刻一副没了精气神的模样 他下意识地将修长的手 盖在妻子的手背上 轻轻抚摸 仿佛是在安慰 他这样温情地 和和乡郡主夫妻情深 云书站在门口 倒是觉得 这样相处也挺好的 却陡然叫门口一人撞了一下 差点被撞到门上去 这人撞了云书 也只是哽咽了一声 亮呛着跑了 云书揉了揉 自己被撞疼了的肩膀 下意识看去 心里却一叹 竟然是珍珠 珍珠是唐三爷的通房 一直都觉得自己在唐三爷的心里 自己是不同的 如今见到唐三爷夫妻情深 想必心里是很难过的吧 他垂了垂眼睛 琥珀垂垂头看了看他 见云书并未声张 叫让叫珍珠的失态 就叫唐三爷房中旁人听见 目光便柔和许多 珍珠就算在与唐三爷有情分 可是今日这样也过分了 如果叫唐三爷看见 只怕也要称他不知轻重 一个通房丫鬟 竟然因为主子们感情好 就伤心地哭了 这岂不是个家中的祸害 怎么是你来了 琥珀是老太太身边第一信任的人 连老太太的许多私房 都长在琥珀的手中 因此唐三爷倒是惊讶 今日竟然是琥珀来跑这一趟 只是想到 这是老太太对河湘郡主的看重 她便笑着叫琥珀过来问道 母亲有没有担心 是我的错 见郡主晕倒就急了 反倒去叨扰了母亲 她风度翩翩地跟琥珀说话 琥珀却依旧是一副平淡的样子 对唐三爷与河湘郡主说道 老太太十分担心 本是要亲自来 叫奴婢们给劝下来 只怕亲自来了 郡主反倒休息得不好了 因此 老太太叫我过来瞧瞧郡主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骗你闹得大张旗鼓的 河湘郡主对唐三爷称怪道 关心则乱 唐三爷是个温柔的脾气 只对河湘郡主擒着几分 笑一说道 云书站在琥珀的身后 只当个小透明 此刻叫人拉扯了几下 回头见识河湘郡主身边 与自己有几分交情的大丫鬟画书 便微微示意 画书却直接把她拉到门外 姐姐是有话吩咐 云书好奇地问道 不过是多日没有见着你 因此 想与你说几句话罢了 画书见云书看着自己微笑起来 他瞧着 仿佛倒不是其他小丫鬟那样焦急担忧 见云书安静地看着自己 便带着他走到一旁轻声说道 其实这事 说起来我也有些谱 我管着郡主的唤喜 郡主这两个月月事没来 他这样说 云书顿时诧异地张大了眼睛 心里也有几分揣测 急忙露出几分欢喜来说道 这是喜事 怎么郡主不与老太太与三爷说呢 这女子月事未来 只怕是有孕了 唐三爷与何乡郡主 这才澄清多久 何乡郡主有孕 这是为唐三爷生育嫡子嫡女 自然是喜事 正是因喜事 因此才越发谨慎 不请太医们进来瞧个明白 是不敢随意说的 画书见云书连连点头 见他清澈的眼底 是一片纯然的欢喜 对何乡郡主有孕真心祝福 便对云书多了几分亲近 拉着他的手轻声说道 只是郡主这回晕倒倒不是有意的 惊动了老太太 心里怪过一不去的 他的眉宇之间多了几分为难 云书却一下子想明白 画书找自己说话 还避开唐三爷的用意了 何乡郡主大半是有孕 可是却在请太医 过来之前晕了一回 闹得府中都关注 惊动老太太跟着担忧 唐三爷是男子 心胸宽阔 又不大在意细微的小事 因此不会十分联想 可若是叫府中女眷们看 这岂不是成了何乡郡主 早就知道自己有孕 又晕倒 又惊动老太太递拿桥 有孕就有孕 有什么不能直接说的 还用得着装晕倒 叫老太太跟着悬心 若何乡郡主 当真是不是有意晕倒 那就真的冤枉了 老太太虽然也不会计较 可是总不好叫人 这样在心里想 郡主是什么身份 难道还用得着装晕倒不成 云书想了想 便对话书轻声说道 姐姐也劝郡主安心吧 老太太一向都爱中郡主 难道还不知郡主的性情与风格 郡主无论做什么事 全都发自本心 也从不折腾府中 嫁入国公府这么久 郡主如何行事 也都在咱们眼中 我一个小丫鬟都这样想 更遑论是老太太 大夫人二夫人呢 不过是天儿热 郡主身上有有孕在身 身体本就空虚 晕倒也是常有的事 你这话再没有如此明白的 话书心里念佛 见云书闲静地笑了 急忙拉着他的手对他说道 这事儿还得你与琥珀去说 他与琥珀没交情 且琥珀就站在唐三爷那 他怎么好去唐三爷面前对琥珀说 不过是给琥珀姐姐带句话 我记得了 云书笑着说道 老太太为什么叫他跟着过来 就是干这个的 珊瑚是老太太的庄严体面 令人畏惧 她却是老太太温和的一面 也听听和香郡主身边的丫鬟们的话 不然叫她来做什么呢 我都不知该如何谢你 若姐姐要谢我 我就厚着脸皮 一会儿要郡主两份红风 云书也笑眯眯地说道 这话反倒像是在贺喜 毕竟和香郡主有身孕 如今主仆不过是自己猜测 太医们还没有看过 可是云书这句话 反倒像是说 和香郡主一定有孕了 毕竟 只有和香郡主有孕 才会打赏府中的下人 如云书这样 听从老太太吩咐过来探望的 才会得到红风 两份不够 若当真郡主有喜事 我给你十个都愿意 姐姐急什么 红风要一年一年的给 我只担心 姐姐如今大方 往后跟随旧力 都要舍不得了 见你吉言 这岂不是在说 日后和香郡主 日后儿女凡胜 虽然云书只是个小丫鬟 可是吉祥画谁不喜欢 真真你这张小嘴 郡主回来说 老太太喜欢你 我还不信 如今 话书心中忧虑进去 伸手凝了宁云书雪白的小脸 然而一转眼 目光却落在远远的一处 没什么声响的相方 她皱了皱眉 若和香郡主当真有孕 那珍珠岂不是就要独宠了 第76章有孕 然而这话话书与云书再亲近 也不会对云书说起 她只笑嘻嘻地与云书说笑 此刻太医们已经到了 正是正事了 因此话书急忙引着几位太医 直接往屋里去 云书自然是跟着一块进去 且见此刻唐三爷急忙让出了位置 俊美优雅的脸上满是紧张 一时之间想到珍珠 云书竟然心中不知是何滋味 等片刻之后 其中一位太医急忙在 和香郡主紧张的目光里 拱手恭喜说道 恭喜郡主 恭喜三爷 郡主这是有喜了 她此言祭出 和香郡主顿时松了一口气 倒是唐三爷 面容错愕半上 顿时惊喜无限 急忙问道 当真 的确是喜脉 这出为人妇的 都会喜不自胜 因此 这太医也不觉得 唐三爷怀疑地多问了一句 确认有什么唐突 她与唐三爷 与和香郡主道喜 这一屋子的丫鬟 也急忙都在脸上 露出喜气洋洋 都给两位主子贺喜 伤 一定中伤 唐三爷脚下一顿 就对和香郡主笑着说道 我去与母亲说 她虽然年轻 可是因一直在读书 想要科举 其实这岁数也不小了 如今才澄清 不就妻子就有了身孕 生孕的无论是女儿 还是儿子 那都是她的血脉 怎么会叫唐三爷不高兴 你别闹得家里太过分了 和香郡主一双美眸之中 也闪着喜悦 见琥珀与云书 都叫唐三爷给丢下了 也急忙拉着琥珀的手说道 你快追着三爷先 她这开心的望乎所以 吵闹了弗里克怎么办 她一边说 一边叫丫鬟引太医们出去 又封了厚厚的红风 给这几位太医 琥珀虽然一向沉稳 此刻脸上也露出几分笑意 对和香郡主说道 郡主有孕 本就是府中的大喜事 三爷心在郡主 闹得热闹些 自然也是好的 见一旁的话书微微点头 和香郡主这心里就有事了 点头说道 那我也不留你 你在母亲面前劝劝三爷 她到底是有孕在身的人 琥珀也不敢折腾她 扶了扶 带着云书转头出来 还繁忙 你与小云走了这一路 话书急忙追出来 将两个不小的荷包 塞给琥珀与云书 云书掂量着这 马也得有个五十两 也不敢收 急忙去看琥珀 倒是琥珀对话书的 这丰厚的红风并无忌讳 干脆地收了 见他收了 云书才敢收了 这沉甸甸的荷包 见话书看着自己笑 他也急忙笑了一下 追着转身的琥珀 一块走了 走这一路上的时候 分花浮柳地 看着国公府花园之中 阳光明媚热烈 四处的花朵开得正好 他心情也好 顺势将话书 对自己说的那些话 都跟琥珀说了 琥珀听了 倒是满意地看了云书一眼 你应该得极好 郡主担心老太太猜忌他 你是老太太身边的人 自然要打消他这样的念头 我也只是想着 郡主不是这样的人 你说得很是 怨不得这红风 比之前大夫人 与二夫人生辅中的 公子小姐的时候 都丰厚 琥珀也不是把几十两银子 放在眼里的杏子 话书给了 他也不成黄成恐 见云书有些不安 便对云书说道 他既然给你 你就受着 这受了他们的荷包 也是在安他们的心 见云书脆生生地答应了 他便板着脸点了点头 抬脚就走 倒是云书 见他提点自己 急忙跟着琥珀 却忍不住拿手轻轻地 攥紧了琥珀的衣白 小声说道 多谢姐姐这样 费心提点我 他仰头看着琥珀笑 琥珀垂头看了他一眼 动了动嘴角 却没有再说什么 等到了老太太的房里 唐三爷早就到了 正在与老太太报喜 老太太已经洗上眉梢 好好好 唐三爷是幼子 是老太太 爱到心坎里去的儿子 人又出息孝顺 老太太最看重他不过 如今见自己心爱的儿子 娶了身份高贵的郡主做证事 又已经要有自己的血脉 老太太如今也算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 对唐三爷喜悦地说道 如今我也对你不发愁什么 这是极好的事 极好的事 叫你媳妇在窝里歇着 不必出来走动 免得身子又不爽力了 你也是 这一年你都爱惜他些 也不要闹他 还有厨房 他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在叫厨房里 掂量着那些滋补的燕窝鱼翅等等 一定要好生照料这一胎 儿子都知道 母亲 您放心吧 还有 有没有去王府报喜 老太太便问道 儿子想先来与母亲报喜 那你去吧 这也是王府的喜事 老太太笑着说道 见唐三爷笑着答应了 他便急忙叫人去赏府中的下人 对唐三爷说道 这是喜事 无论是男是女 都是你第一个孩子 自然要紧些 虽然叫你破费 可是却一定是要赏的 你俩的嫂子生 第一个的时候 府中也都是如此 他脸上满满的皱纹 都因喜悦变得舒展起来 显然是真心感到高兴 唐三爷微微一笑 忙扶着老太太温和地说道 母亲不要为儿子操心 儿子知道怎么做 他眉与温柔 老太太侧头看着他俊美的侧脸 不由柔和了目光 指咱们母子私底下说 我自然希望你媳妇这一胎是个儿子 只是未免他有压力 你不要说你喜欢儿子 他若是问你 你就说是男是女都喜欢 女孩有什么不好 真静美貌 日后养在母亲的面前 一定是个小淑女 儿子对女儿也是十分喜欢的 唐三爷笑着说道 这样就好 老太太本觉得自己 似乎要叮嘱子更多些 只是如今脑海里全都是喜事 竟也一时想不起 还要叮嘱什么 便催着唐三爷往王府去了 等唐三爷走了 琥珀才跟云淑一块进了老太太的屋里 此刻整个屋里的大丫鬟小丫鬟 都在给老太太道喜 老太太便笑着说道 你们三爷回头赏你们 我也赏你们一份 他又叫赏每个人多一个月的月钱 云淑心里板着手指头算了算 顿时欢喜了几分 他如今真是觉得 和乡郡主这一胎是个大喜事了 白叫他赚了五十两银子 这一块拿回去 还能叫陈平帮自己买地 本以为这回他赶不上陈平说的便宜的地 没想到还能买些 虽然这瞧着不多 不过积少成多 只是因老太太一叠声地叫丫鬟们忙碌 因此 云淑也没有时间去打开荷包瞧瞧 只跟着兴致勃勃的老太太忙着 老太太因和乡郡主有孕 此刻喜上眉梢 念着许多自己私房里的好物件 什么杨之玉的送子观音 什么各色的人参路容 琉璃斩水晶灯 只恨不能都搬去和乡郡主的院子算了 这收拾了一晚上 准备明日就给和乡郡主送过去 云淑想了想 想到和乡郡主这几回赏自己的 都是最丰厚的那一份 不说首饰绸缎 只说银子就不少了 因此熬夜给和乡郡主 编了好几个大大的红石榴 第二天 听了老太太的吩咐 跟着琥珀 与几个大丫鬟 一块去了和乡郡主面前 琥珀几个去跟和乡郡主说话 云淑这样的小丫鬟 也不好总是跟着 便请画书出来 把自己编的几个大石榴给了他 这编出来的石榴 不知什么钱 不过是我对郡主一点小小的心意 姐姐别嫌弃我寒酸 云淑红着脸说道 画书却小心翼翼地 拿起了一个大大的红石榴 见着石榴 虽然是拿丝线边的 可是圆滚滚的一个大红色 乔着喜庆不说 开了口的地方 露出晶莹的珠子 穿得一颗颗的透明的珠子 仿佛石榴子一样 这乔着 显然是用心了的 且这石榴栩栩如生 仿佛是真的石榴一样 鲜艳可爱 又因石榴的寓意极好 有白子富贵的意思在里头 画书见云淑一双眼睛 都熬得有些红了 急忙说道 嫌弃什么 这样的寓意 郡主欢喜还来不及 且也是你的心 虽然这不是那些贵重的宝石金银 可是却依旧叫人十分喜欢 云淑便抿嘴笑了 见他只是笑了笑 也并未十分邀功 说一些自己为了和乡郡主 如何如何废寝忘食 画书心里不由叹息了一分 他摸了摸云淑的手背 对云淑轻声说道 你对郡主的心 我是看在眼里的 我也知道 你不是瞧着 咱们郡主显贵 就八戒攀附的性子 云淑便笑着说道 我八戒郡主着呢 哪有 苏日里叫你来 你也不时常来 画书见里头琥珀 与几个大丫鬟 都在跟和乡郡主回话 便拉着云淑 往一旁的侧间去吃点心 见云淑吃着香甜 他想了想 就对云淑问道 郡主最近嗨喜 说吃什么都不香甜 小云 他因见云淑哄 哄着老太太吃饭 老太太的确胃口好了些 因此便想问问云淑 有什么是和乡郡主 这运中能吃得可口的东西 只是尚未开口 就听见侧尖的廊下 传来了女子温温柔柔 却带着几分极气的声音 三爷 奴婢 奴婢给三爷做了一件下衫 用的是三爷最喜欢的料子 三爷试试吧 这声音温柔婉转 画书听见这话 脸上却浮然变色 第77章 自见整袭 这声音不是珍珠吗 更何况 一旁还有个更清脆稚嫩 听起来是个小丫鬟的 急急忙忙的奉承说道 三爷 您穿上试试吧 珍珠姐姐 为了给您做和乡意的衣裳 几天都没有和眼 日日做 这手指头上全都是针眼 熬得眼睛都红了 心心念念就想叫三爷 穿上喜欢的 出去了叫人称赞的衣裳 奴婢瞧着 都心疼珍珠姐姐呢 这都是珍珠姐姐的心意 这许多天 姐姐吃不下睡不好 虽然没见着三爷 可是心里可惦记三爷呢 这声音清清楚楚的 云书同样认识 这是从前跟自己在一块干活 如今去服侍珍珠的小丫鬟婴儿 他咳嗽了一声 突然对一旁的一处花架 发生了深厚的兴趣 就是不去看画书那张 已经气得发黑的脸 三爷 珍珠的声音 带着几分哽咽轻声说道 奴婢 奴婢想您 这声音柔弱 楚楚动人 还带着几分深情 就算是个死人 也听得心软了 因此 唐三爷的声音 也多了几分缓和 今日是忙 你先回去 他顿了顿 几个人的影子 投落在画书与云书 这屋子的窗子上 慢慢地说道 郡主刚有孕 这院子里本就乱糟糟的 你出来乱晃不合适 也添乱 唐三爷的声音轻悦优雅 带着几分温文尔雅的魅力 倒是这话仿佛有些伤人 仿佛是嫌珍珠 在这个时候添乱了 平和地说道 我身边的衣裳郡主都给预备 都是王府的秀娘 珍珠 唐三爷的声音 多了几分温情 温和地说道 你如今已经是我身边服侍的人 不必再做丫鬟的活计 好生安享富贵就是 这话仿佛是在为珍珠着想 不想叫珍珠继续侍候主子 只当个主子了 可是珍珠却哽咽地说道 可是奴婢想为三爷做衣裳 三爷 我们 如果你当真想做些衣裳 郡主如今有孕 你给他做吧 唐三爷已经出世 心思都在前朝 哪里还在一府中的这些后宅之事 只顿了顿便匆匆地说道 汉灵院还有些差事 我先走了 他抬脚就走 珍珠撵着叫了两声 却不敢十分高声 只能停住脚 突然滴滴地哭了起来 倒是一旁的婴儿 带着几分埋怨的顿足说道 三爷怎么这么走了 姐姐也是没用 如今三爷身边 只剩下你能服侍 你怎么还巴结不上了呢 婴儿一向心高气傲的 也是个眼高于顶的 虽然珍珠是他的主子 可是他却敢随意地抱怨嘲讽他 三爷如今正忙 郡主这一整年不能服侍 三爷总是会想到我的 珍珠突然弱弱地说道 那姐姐也得加把劲啊 我本以为是来跟着姐姐享福的 谁知道姐姐这儿仿佛是个冰窟窿 三爷素日里都不来 还不如在老太太院里 体面油水大呢 想当初婴儿 仗着自己的姐姐翡翠 是老太太身边得脸的大丫鬟 因此 在八个三等小丫鬟里 是里头的家 素日里好处多不胜数 若不是云书横空出世 叫琥珀提拔进了老太太的屋子 之后 又顶了珍珠的圈儿 如今给老太太做针线 压了他一头 他也不会恼羞成怒 转身 为了个二等丫鬟的地位 就给珍珠这么一个三房的通房做丫鬟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本以为珍珠跟唐三爷之间有情分 能得宠 那他这个小丫鬟跟着也有好处 谁知道 现实完全不是那样 唐三爷与何湘郡主情色和名 这大婚之后 就把珍珠给丢到一旁 珍珠虽然有了通房的名头 可是并不大得宠 他这个二等丫鬟 日子过得 还不及老太太院里的三等小丫鬟 如果是从前婴儿 不过是背地里抱怨 哪里敢在珍珠的面前 这样肆无忌惮 可是如今他姐姐做了 唐二小姐的陪嫁丫鬟 日后是要嫁到寻王府去的 端得是体面风光 因仗着他姐姐珍珠 婴儿如今哪里把珍珠放在眼里 倒是珍珠秉性温柔柔顺 就算是挨了婴儿的抱怨 竟然也默默地忍了 只是默默地哭泣 只想着日后好好等着 毕竟河湘郡主有孕在身 这总不能叫唐三爷这一年 就这么守着不是 总是要有人服侍唐三爷的 与其是别人 还不如是他 谁知道呢 姐姐再不争气些 咱们在这院里 都没有立坠之地了 婴儿哼了一声 年纪小脾气却大 转身也不顾珍珠气呼呼地走了 倒是珍珠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才一块跟着回去 他们这主仆两个说话显然不知道 这身边的房间里还有人在听 因此也不觉得尴尬 倒是话叔听了一会儿 听到珍珠竟然还想着 在河湘郡主有孕在身的时候做妖 脸色冰冷 只是碍于自己是个奴婢 竟不好出去训斥 他心里不高兴 可是唐三爷是主子 珍珠同样也是个服侍主子的 他为河湘郡主生气 却没有资格冲出去 说什么做什么 这就憋得他心里火烧火了的 云叔越发用心地看着面前的花架 研究上头的花瓶上的细纹 没有半分开口的意思 倒是话叔许久之后 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把这股心里的火 努力给压下去 对云叔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来说道 瞧我 瞧见三爷在 都不敢开口与你说话了 他见云叔这才抬头对自己微笑 不由心里赞了一声 这小丫头有眼力见 却只拿着刚才的话 对云叔问道 我本是想问问 郡主这有孕了 只怕口味与平常不同 小云 好妹妹 你一向都能想出些新鲜花样的 有什么事能哄 咱们郡主多吃几口的 云叔哪里敢在这个时候出风头 这是和乡郡主的投胎 唐三爷的嫡子 若是吃了什么不适应的东西 他罪过就大了 他想了想 才笑着对话叔说道 姐姐心里想着 郡主自然是一片真心 我的心里也想着 好生服侍郡主 叫郡主吃用都舒坦些 只是郡主是贵重的身份与人品 我想着郡主有孕 只怕王府也要有服侍的人送来 见话叔点了点头 他眉目柔和地说道 我虽然有些雕虫小技 可是的 到底年纪小没见识 不知道有孕的女子 该如何保养 哪里比得上王府里 派来服侍郡主的那样 精力见识都丰厚谨慎慎的人呢 那样有见识的摩摩与女官 什么样的挑剔没见过 一定会把和乡郡主照顾得很好 因此 他是不准备烫着浑水的 只是想到 和乡郡主素日里 对自己十分温序 打赏也一向是最大方的 虽然说 这都是云叔仗着老太太狐家虎威 和乡郡主 也是看着老太太的面子 可是云叔到底成了 和乡郡主的这份情 若不是和乡郡主这样大方 云叔也未必能凑得出 买宅子买地的钱 因此 他犹豫半上 想着这份温序 便对话叔轻轻地说道 服侍郡主 姐姐是不必担心的 自然有许多人 把郡主里里外外 都服侍得舒舒服服 倒是姐姐也多念着郡主些 这饮食起居不必担心 可是妇人运中容易多思多想 郁节于心 也对胎儿不好的 因此 姐姐也多给郡主 说些笑话什么的 这心情每日里都欣喜快活 小公子这自然也会长得更快活 就算是有些不愉快 可是来日方长 什么都比不上郡主 肚子里的孩子要紧呀 他说了这话 就听见外头琥珀在叫自己了 急忙对若有所思的话叔笑着说道 不过是我家里的一点见识罢了 从前瞧见家里邻居的沈娘有孕 也是每日里乐呵呵的 这母子都糠见 他给话叔服了服才出了屋子 跟着琥珀走了 琥珀倒是没有多问什么 倒是话叔安静地站在屋子里一会儿 这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也去了和乡郡主的房里 见和乡郡主 正神态怡然地吃着燕窝 浑然不知 刚刚珍珠堵了一回唐三爷 他便靠近和乡郡主 把这事说了 和乡郡主不由冷笑了两声 小云这话 我听着倒是有几分道理 如今郡主的肚子 才是要紧的 等咱们小公子平安落地 什么时候说是他不成 何必还要这个时候与他动气 他这样的身份 哪里比得上小公子要紧 为了他倒是叫小公子 平白跟着生气 倒是高看他了 话叔便将云叔劝自己的话 说给和乡郡主听 因素知和乡郡主心高气傲 因此便轻轻地说道 小云倒是个好的 还聪明 说是叫奴婢给郡主日日讲笑话 逗郡主开心 可是我猜着那意思 其实还是珍珠这事 只是唯恐落人话柄 因此才没有说得十分明白 云叔又不是三房里的丫鬟 因此若说得明白了 反倒有些渐远 如今只劝他将和乡郡主照顾得开心 看起来平常 可是却都是落在了三房的妻妾之争上 他倒是真是个不错的性子 投之以木瓜 抱之以穷摇 和乡郡主便缓缓地说道 素日离我对他和气 因此他才知道 将这样的话来劝我 不是把我装心灵 这话是不好随意开口的 我成他这个情 他这些话 你只吞到肚子里 不必与旁人说起 免得叫他受了牵连 第七十八章 宋王妃 那珍珠 她是三爷的通房 就算蹦打 可是也没有叫我拦着 不须与三爷亲近的道理 和乡郡主便淡淡地说道 小云为何隐晦地劝我宽心 却不说明白了 因这话本就是不好说明白的 若当真说明白了 岂不是我日日 看着这珍珠心里动气 这传出去 我只怕就成了杜妇了 小云一个小丫鬟都知道的道理 知道维护我的亲与名声 我自然 他冷笑说道 若他是个老实本分的 三爷宠了他也没什么 他又不是当真以为 自己与唐三爷 能一双良好的过日子 唐三爷会有妾 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可是 得是安分的妾室 不能总是想着 把他踩到脚底下去 叫他成了花瓶 一个妾室 却跟唐三爷恩恩爱爱的 珍珠就不是安分人 我如今有约 难道我不知道 要命别人服侍三爷吗 如果他是个老实的 我反倒要谢他 能帮着我服侍三爷 总是比较三爷 被那外头的妖精 给迷了去抢血 可是你看看他 和湘郡主沉着脸 把手里的燕窝 往小岸上一扔 冷笑着说道 我还没有开口 他自己就上上了 三爷的门去 就算是想要服侍三爷 可是总是要把他 这个主母放在眼里吧 就算是主母不开口 叫他服侍男人 可是总是得自己 小心着先 闹成这样 叫人都知道 他巴望着三爷 这叫人心里怎么舒坦 花叔急忙笑着说道 才我还劝郡主不要动气 郡主这脾气 真是大的厉害 他又笑着 把燕窝拿起来 一口一口 喂给和湘郡主笑着说道 他算是个什么 不过是个通房 郡主把他放在眼里 我现下想想 都觉得他高攀了 您啊 只安安心心 把小公子生出来 到时候 还有他什么事 咱们小公子 可比他金贵多了 他笑嘻嘻地安慰 和湘郡主 到底是个爽朗的人 因此也一笑而过了 倒是云叔与琥珀珊瑚 一块回去老太太屋里 等没人的时候 他才与琥珀忧心忡忡地 说了珍珠的事 恐叫老太太听了生气 因此 云叔便与琥珀轻声说道 姐姐与珍珠姐姐 从前也一块长大的 如果能见着珍珠姐姐 就劝劝她吧 我今日听三爷那意思 仿佛十分冷淡 话里里里外外 提点叫珍珠姐姐 多去侍奉郡主 可见心里 对珍珠姐姐冷淡郡主 趁着郡主有孕 就追着她跑多有不喜 且这是什么样呢 若是叫老太太知道 只怕是要处置她的 一个通房 就敢天天白日里 追着男人跑 只怕这是大笑话了 我劝了郡主宽心 因此 郡主许不会对她做什么 可是 云叔不是为了巴结和湘郡主 就把珍珠给卖了的性子 他劝和湘郡主宽心 又何尝不是叫和湘郡主 懒得与珍珠计较呢 不然就珍珠那样 谁容得下 主母才有孕 自己就迫不及待地 知自荐整袭了 我知道了 她不会听我的 如果她早愿意听我的 如今都已经嫁出国公府 等着日后 与你珊瑚姐姐做轴礼 珍珠本就不是一个 肯听人劝说的性子 如果肯听人劝 那琥珀从前那样劝她 温言冷语都实验过 这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谁什么都不能叫珍珠 把心思从嫁给唐三爷上头给转移 此刻看着云书带着几分担忧的样子 琥珀冷淡的目光柔和了许多 拍着她的肩膀温声说道 她与你 也不过是有之前的几分温情 你三番两次 为她在郡主面前转还 这情分已经还够了 她是个不懂事的 你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日后不要再为她说话 我也不想为她说话 只是瞧着可怜 云书便轻声叹气说道 保全你自己就是 琥珀顿了顿云书问道 我听说你最近要换金子 我手里有国公也赏的金瓜子 因想买东西 孔金瓜子拿出去不方便 买什么 琥珀不由露出几分在意 云书就把自己想买宅子的事给说了 琥珀与她有提拔之恩 因此虽然素日里琥珀冷冷淡淡的 可是云书却对她十分亲近 这份亲近甚至超过了对珊瑚的 虽说云书与珊瑚之间也要好 可是她却在心里更看重琥珀些 不是因琥珀在老太太面前更体面 而是云书永远都忘不了当初是琥珀 把自己推到老太太的面前 你糊涂了 该都换成金子 而不是银子 琥珀见云书露出几分不明白 便平淡地说道 你觉得金子银子掺杂在一块给人家难免不方便 想着换成一个色的 不过叫我说 换成金子更方便 你既说那老汉林是要告老还乡 那周车劳顿 是拿着许多的银子方便 还是拿着小小一匣子不惹眼的金子更方便 虽然这通行的都是官路 可是难免道上就太平 银子惹眼 银票虽然方便些 可是那位老大人听说还信不过银票 自然是金子更好些 可是金子我就更没地方去换了 你把银子给我 琥珀冷冷地说道 姐姐要帮我换吗 琥珀沉默了片刻 看着她却没有说话 云书知道 她一向是个不爱解释的性子 却顾不得别的 急忙把自己那些零零散散的银子 都抱了过来给了琥珀 琥珀转身拿着银子 去了老太太上房的隔壁 那里头都是老太太赏人用的东西 不大一会儿 琥珀便把金子给对出来 给了云书冷淡地说道 那屋里的金银 本就是拿来赏人的 分量足够就好 她帮云书了一个好大的忙 却仿佛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似的 云书对旁人都不敢说 把那漂亮的金光璀璨的金元宝 都往怀里一揣 瞧见没人的时候 就把这金元宝都给藏好了 只是她心里却顾念琥珀 对自己的帮忙 琥珀不是一个喜欢大呼小叫 对旁人有什么事 都在嘴上的性子 可是仿佛是沉默着 她把有人需要的事都做了 这事因是摄琥珀 因此云书谁都没说 连翠柳 她想了想 也守口如瓶 只是这事过去 她却与琥珀更亲近了几分 真是奇了怪了 我这性子一向是好的 可是她反倒与你亲 这前前后后地跟着 跟一条小尾巴似的 珊瑚不过是笑颜 其实也并不嫉妒 倒是看见云书 时常在琥珀的面前忙前忙后 还姐姐歇会儿姐姐喝口果汁什么的格外娇憨可爱 不由笑着对琥珀说道 只怕是真心把你当个姐姐呢 她与琥珀和云书之间的感情都不错 且云书对她也十分亲近 因此笑着说了也就过了 云书却已经顾不得害臊了 实在是到了午后 国公府来了贵客 宋王府的宋王妃亲自上门来了 一位皇家王妃到了国公府 国公府自然十分用心 老太太虽然穿着家常的衣裳 已是对宋王妃这位亲家的亲近 可是 衣裳却是云书最新做的促心的衣裳 上头绣着富贵花开的图案 又富贵又好看 当初做好了 老太太就十分喜欢 今日倒是穿出来了 我今日做了不告而来的恶客 亲家可别与我见惯 和乡郡主是宋王府嫡出的爱女 宋王妃自然放在心眼的宠疼 如今知道和乡郡主有了身孕 宋王妃就立刻来了 还带着几分王府礼 瞧着年纪颇大的嬷嬷 对老太太笑着说道 我家那丫头一向是个不省心的 我也把她放在心眼里 如今知道她有孕了 这心里高兴的什么事的 迫不及待的就来了 宋王妃是个雍容华贵的女人 瞧着容颜与和乡郡主有几分仿佛 只是年岁上 瞧着多了几分养尊处优之后的父太 云淑跟在琥珀的身后 低眉顺眼地充当背景 王妃母女情深 自然是要对孩子上心险 老太太便笑着对宋王妃说道 只是王妃这话错了 这世上哪里还有比咱们老三媳妇 更省心的性子 为人爽快大方 她两个嫂子就没有不与她要好的 对我也孝顺 日日陪着我说笑 从不逆反 她把和乡郡主夸奖了一番 只是却并不勉强 实在是和乡郡主 还真不是一个自恃甚高 仗着自己出身皇家 就不把婆婆放在眼里的人 与老太太之间也算是婆媳相得 瞧瞧 亲家还在我面前说她的好话 倒是我得多谢亲家 夙日里对她十分照顾宽容 府中上上下下也爱惜她 宋王妃越发笑着说道 她能养出和乡郡主这样的女儿 自然也不是一个糊涂人 那种高高在上 仿佛施恩国公府的事 她不会做的 做了这种事 引得国公府暗中不满 那坑的 不还都是自己个儿的亲闺女吗 因此 她只有与老太太更亲近的 瞧着就十分投气 说起话来 也从不说些叫人不爱听的 只是老太太却知道 宋王妃这回来 一定是想见和乡郡主 因此说笑了一番 等和乡郡主身边的话书来了 便由这话书 请了宋王妃去三房的院子里 看见宋王妃笑颖颖地走了 老太太便揉了揉眼角 歪在了一旁 老太太 琥珀低声问道 王妃这是 她什么都没说 可是却又什么都说了 老太太有些疲倦 对琥珀轻声说道 你们三爷回来 叫他来见我 就说我有话跟他说 第79章劝子 是 琥珀便低声答应了 云书站在一旁 仿佛是隐隐地明白了什么 这怎么仿佛是宋王府来给和乡郡主撑腰的 到底都是上头主子的事 她也不好多开口抖机灵 因此越发低眉顺眼地干活 顺便盘算自己的家底 和乡郡主这回有孕 话书偷偷补贴自己 给了自己五十两银子 那大大的荷包里 还有十几颗滚圆的珍珠 虽然珍珠不大 却因云书本就是个小女孩 手腕细 正好可以串成一串珍珠手链 这倒是几分难得的了 因此 云书自然也只有希望 和乡郡主能更安安心心地安泰的 等到了唐三爷从汉林院回来 也没有回三房去 先给宋王妃请安 直接来了老太太的院子 她如今眉宇之间都带着几分喜气 大概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妻子有孕在身 此刻面容郡神采飞扬地 远远走来 甚至连落日的余晖 都不能压过她的荣光 云书立在老太太的身边 看着唐三爷这样雍容优雅地偏然而来 虽然不会心动 却不得不觉得这一幕十分赏心悦目了 她便听老太太的话 去给唐三爷端了茶来 母亲 唐三爷只喜欢吃清茶 对奶茶之类没什么兴趣 因此喝了一口眼前的茶 微微笑了 这是她喜欢的茶水 你岳母来了 正陪着你媳妇说话呢 老太太靠在一旁 见唐三爷举止优雅 面容俊美 想到她如今已经是炭花狼入了汉林 这样出色 老太太自己心里头都自得 温生说道 一会儿你去给你岳母请安 顺便送你岳母回家去 总是个礼数 她阴阴叮嘱 唐三爷便笑着答应说道 儿子明白 她与宋王府走动的平凡 到底是宋王府的女婿 唐三爷为人风雅 却并不清高自诩 素日里对宋王府十分亲近 也不怕别人说她 为了前程对老岳父溜须拍马 若说当真的样清高 当初唐三爷 也不会迎娶何乡郡主 这样的王府贵女了 既然娶了人家家的掌上明珠 那就没有什么 需要十分避嫌疏远的地方 那就好 老太太便斟酌起来 母亲有话 要叮嘱儿子 见老太太陈吟 唐三爷一向孝顺尊重母亲 急忙放下茶盏探声问道 这话 说起来不过是我这个老太婆 平日里唠叨了些 只怕你是不爱听的 母亲这说的是什么话 您是儿子的母亲 儿子听您的话还来不及 唐三爷急忙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就白嘱咐你几句 你听不听 都在你的本心 老太太见云叔给自己添了些奶茶 便端起来 喝了两口润了润嘴唇 看着唐三爷缓缓地说道 这话 从前我也叮嘱过你大哥 叮嘱过你二哥 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他的神色之后 带着几分慈爱 见唐三爷急忙起身 束手在自己的面前 便伸手帮他整理了一下 他的衣裳笑着说道 这衣裳的紧断 倒是极好的 难得的是 又柔软又微凉 这是里头加了天蚕丝 是 是郡主叫人给儿子做的 加了天蚕丝 格外凉快 又不显得十分打眼 唐三爷虽然出身豪足 可是如今在汉林院当差 汉林院大多都是读书人 清流 寻常看不上那些京城之中的薰贵败家子 因此 唐三爷出门如今很注意穿戴 与清流在一块的时候 穿得文雅简朴 与权贵在一块的时候 就穿得花团锦簇一般 做个风流公子的样 他今日去汉林院当差 自然不好 穿成富家子弟那样 那也不合群 时间久了 只怕就与同僚们疏远了 郡主带你倒是用心 打算他架过来 你在外头的穿戴 倒是从未出过错 这样的料子 想必王府也不多 是 唐三爷笑着硬了 老太太顿了顿 便缓缓地问道 既然郡主有心 能好好照顾你 那我就放心了 他看着唐三爷慢慢地问道 我怎么听说 今日你在外头叫珍珠给拦住了 他便对唐三爷平和地说道 服侍主子是奴婢的本分 只是岳祖带袍 他这做来给谁看 他这明显是有发作珍珠的意思 唐三爷俊美的脸上微微变色 急忙对老太太轻声说道 都是儿子的错 只是珍珠 儿子已经叫他安守本分 他今日虽然因被珍珠拦住 心中不悦 可是却还是顾念从前的情分 哪怕他与和乡郡主情色和名 与珍珠之间已经疏远 可是念着珍珠为了他做妾 难免要护住他些 你既然都知道这事不好 难道他不知道 母亲 他为了我 退了李家的亲 唐三爷见老太太沉默地看着自己 便急忙露出几分央求地说道 儿子日后会好声教导他 叫他明白 儿子知道 郡主是儿子的妻子 儿子要护着郡主 可是珍珠 都是儿子的错 儿子日后不会纵容他 只求母亲不要断了他的活路 若老太太发作 那就不是慈眉善目 只怕就是怒目金刚了 见老太太沉吟起来 唐三爷不由露出几分央求 老太太微微点头 这事儿 郡主都没来 叫人跟我说什么 他看着唐三爷淡淡地说道 只是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你两个嫂子有孕的时候 我就跟你两个哥哥说过 妇人有孕 最为辛苦 若不是为了自己心爱的夫君 谁会辛辛苦苦生子 生孩子就是鬼门关 这是一件 还有辛辛苦苦一整年 女子这一整年多么难过 可是男子 却趁着妻子辛辛苦苦 给自己生孩子的时候 去风流快活 我觉得这不应该 您说的是 你既然觉得我说得对 那就好 老太太便露出几分笑意 对唐三爷温和地说道 我不是拦着你 不叫你那妾的人 你大哥 二哥也都是有妾的 就算是数出的孩子 如今也都不少了 见唐三爷认认真真的 听着自己的话 俊美的脸严肃地绷紧 她和声说道 只是咱们家里的规矩 爷们那妾 我不拦着 可是 妻子有孕的时候 我反倒希望你们 都干干净净的 你也只陪着你媳妇 不过是熬她一年也没什么 守着她 看着她的辛苦 看着自己的嫡出的孩子 在她肚子里慢慢长大 这才是个父亲该做的事 是 唐三爷陈生答应了 你看着这孩子长大 心里对她 自然只有更加疼爱的 父子之情才更加亲密 不然撒手不管 只等着妻子 给你生出来的现成的 少了参与的乐趣 老太太温和地说道 唐三爷便露出几分温柔来 您说的是 是儿子行事不减 叫母亲担心了 她侧坐在老太太的身边 轻声说道 儿子总是有糊涂的时候 母亲若是见儿子有什么做错 求母亲点醒儿子 她本就不是一个 十分注重美色的性子 既然老太太说的这样有理 而且她也知道 女子生产这一年 是十分辛苦的 想到和乡郡主辛辛苦苦 给自己生涯 自己却显些很糊涂 便不由对妻子 多了几分愧疚 对老太太轻声说道 儿子会陪着郡主 守着她 好好对她 至于珍珠 儿子会约束她 你与你哥哥们 都是孝顺的 我的话倒是都还听了 唐国公当年在唐国公夫人 有孕生与唐国公世子 与唐二公子的时候 也没有那些宠幸别的女子 只有的唐大小姐等等 也都是后来那些的时候才有的 因此 老太太知道 儿子们把自己的话放心里去 不由露出几分笑意和声说道 这世间女子 谁不希望和夫君相伴左右 自然 你们男子的心大些 会喜欢更多的女人 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可是她带着肚子的时候 你的温情与爱惜 对她来说 就弥足珍贵 唐三爷便笑着听了 她与和乡郡主 夫妻感情好 因此也并不觉得 陪伴妻子一块看着孩子长大 有什么艰难的 至于男欢女爱 她其实也并不是十分上心 若不是把心放在妻子的身上 那她更喜欢跟着兄长 唐国公在朝中臣服 回去吧 不必把我的话 与你媳妇说 不过你的态度要摆出来 叫你媳妇心里舒坦舒坦 这小孩子 最知道好胆 知道自己还未降生 你这个做父亲的 就珍惜她 日后一定与你亲近 老太太不会拉着唐三爷 说个没完没了 反倒叫儿子 把儿媳与岳母都撇在一旁 便叫唐三爷回去 唐三爷答应了一声 见老太太面容慈爱 犹豫了一下 便对老太太说道 儿子如今忙于朝中 难免不能时常来给母亲请安 天气正热 母亲也要多用心自己的身子 去吧 老太太便笑着摆手说道 唐三爷又叮嘱了琥珀等 几个大丫鬟一番 这才走了 他回了三房 云书自然不能知道 三房发生了什么 只是听说唐三爷 送走宋王府之后 就叫人在自己与 和乡郡主的上房卧室之中 放了一张长榻 仿佛就睡在了那长榻上 他就睡在和乡郡主的床边 守着她 第八十章挨打 这事儿 云书听得跟夕阳劲似的 唐三爷倒是跟和乡郡主好了 只是珍珠就不知该如何失望了 更何况还有丢脸 唐三爷宁愿守着怀孕 不能同房的妻子 也不去找她 偏她还巴巴地追着唐三爷 这多难看 可见这男子三妻四妾 难过得不论是正事还是同房 都是女人罢了 不过叫云书说 一个郭佩一个盖 一个男人 如果一生只守着一个女子 哪里还有这么许多的为难与妻妾之争呢 可见 可恶的都是男子的花花肠子 虽然 唐三爷胜得俊美高贵 在云书的眼里 最坏的也还是唐三爷 不过这话他也不会对别人说 只是自己在心里想着这些念头 更何况三房的事儿 本就与自己无关 听听也就算了 如今他觉得 外头热热地不大出去 老太太是个体恤奴婢的人 这十分热的天里 就不爱使唤人在烈日下头奔波 丫鬟们就都清闲起来 小厨房也巴结老太太房中的丫鬟 偷偷也时常送些瓜果来讨好 云书躲出去吃些瓜果讨礼的 倒是每天都很舒坦 然而 他心里却惦记着另一件事 那就是宋如柏跟自己说的宅子 他已经把手里的银钱都换成了金子 就想托人给这些金子 送出去给宋如柏 总不能叫宋如柏帮自己垫付 他跟宋如柏 也没有亲近到那个地步 且叫宋如柏帮自己先垫上什么的 叫他觉得这样不对 谁家的银子 也不是能随意使欢的 他怎么好大大咧咧地叫宋如柏 先帮自己送钱呢 最近天儿热 老太太身边也没什么差事 翠柳今日 就陪着云叔在整理东西 见云叔赶着 如今屋里没人 先把金子什么的 都装到一个小木头匣子里盖上 便压在他的肩膀上 懒洋洋地说道 还说 叫咱们若是家中有事的 就回家去住几日 只是我想着 从前咱们出去的平反 如今再接连出去不像话 到底是做小丫鬟的 还能天天回家 这也太不规矩了 更何况翠柳回家了 那遇到差事 是不是别的小丫鬟 就多做了一些 难免叫人心里有怨言 因此 翠柳与云叔说过 最近就不要回家去了 他也不想回家 见碧柳哭哭啼啼的脸 谁知道王家秀才 还要不要娶她 不出去也好 在府里头多清静 云叔一边把小匣子收好 等着回头拿去给陈平 见翠柳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嘴里吃着一颗好大的蜜桃 不由笑着说道 就算在家里 咱们吃得用的 也不过是眼前这些了 更何况 二小姐赶着就要成亲 府里过不了多久 只怕就要忙碌了 唐二小姐 就要嫁到寻王府做王妃了 虽然老太太如今烦了这个孙女 可怎么也不好 十分怠慢婚事 毕竟这里头 还涉及到了寻王府 我也知道 你要把钱给哥哥带出去 翠柳便急忙问道 不仅是把钱给陈平哥 叫他拿出去 给宋大哥 云叔便笑着和翠柳坐在一块 拿了一块芙苓膏 放在嘴里慢慢地啃着吃 对翠柳轻声说道 还有陈平哥答应 帮咱们买的地呢 你忘了 郡主有孕 敢巧我说了几句吉祥话 郡主心里高兴赏了五十两 正好拿出去给陈平哥 还有陈平哥放在我这儿的钱 这不是都要去买店 一事不凡二主 他既然要帮忙 不如都帮了 说起来 云叔更该把金子拿给陈白家的 只是 他虽然说心里知道陈白家的 不会拿了自己的钱去帮衬壁柳 可是却莫名更信任陈平一些 你说得倒也是 哥哥既然夸下海口 这会叫他一定帮咱们把地给买了 翠柳的眼睛顿时一亮 拍着云叔说道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 你等着 我屋里还有点碎银子 他的金瓜子存在云叔这儿 自然不必担心 不过平日里 自己在大通铺的钱匣子里 也还是有些零零散散的银子的 趁着正式午后老太太午睡 丫鬟们也都去歇着的当口 他一溜压地回去 把自己的钱匣子给抱了来 眉开眼笑地跟云叔凑在一块数钱 云叔如今最喜欢干的事 就是数钱了 人生的意义也都在此 攒钱买地添置产业 往后当的小富婆 衣食无忧 这才是他的人生目标 因此安安静静的屋子里 两个小丫鬟坐在同一张床上 一人坐一头都在数钱 云叔也知道这一回 搭上陈平的顺风车机会再好不过 下一次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 因此咬了咬牙 就把自己得了的一些 瞧着寻常些的金手势都拿了出来 这都是府里的夫人们赏的 虽然每一个都并没有很重 不过到底积少成多 拢在一块 倒是也能有个五六两 这些赤金的手势上头 有没有什么宝石珍珠的 因此云叔也不心疼 又把几位夫人赏得好看的 那些精致漂亮的手势 都拿细细的不擦了一遍好生收好 云叔摸了摸自己眼前的这一堆玉被 拿给陈平买地的东西 左右能凑个一百多两 按理说也能买至少十亩地了 如果不是机会难得 他其实舍不得拿这些金手势 去当普通的金子用的 这几样手势你倒是精心 翠柳见云叔细细地 擦着面前的漂亮手势 剑里头还有三四个 瞧着颜色极好 也温润细腻的玉镯 不由眨了眨眼问道 这镯子只要卖一只 就能买个几十亩了吧 他有些眼光 自然看得出 这几样镯子是难得的好东西 云叔心头都在滴血 叹了一口气说道 谁不爱美呢 他虽然信奉中庸之道 也不愿在国公府里 当十分毛尖的出头鸟 打扮得金碧辉煌 没个体统规矩 这些镯子过于贵重 他带不出去 可是说一句心里话 谁家女孩不喜欢漂亮珍贵的首饰 他宁愿每日里都多看两眼 也不愿把他们都给卖了 去换凉甜铺子 这大概是有点败价 可是谁能忍得住 对这些漂亮的首饰不动心呢 云叔先是个女孩 然后才是想当个小地主的 你说的也对 翠柳想到自己 也藏在家里的几样 漂亮精致的金镯子 保持手串的 就低了头 与云叔都有些心虚 爱美 其实也不算错 什么时候找陈平哥过来一趟吧 云叔对翠柳说道 成 今儿若是前院有人来给老太太请安 我求人带个话给哥哥就是 翠柳爽快地答应了 见云叔把眼前的这些金银 都细致地分了 先是一个小木匣子里 放了给送卢柏买宅子的金子 另一个小木匣子里 放着云叔求陈平买地的金银 还有一个匣子里 放着陈平藏在他这的金子 下胜的一个小木匣子里 放翠柳要陈平买地的金银 个个分明 也不混在一块 瞧着一目了然 不由点了点云叔说道 你真是细心地够够的了 云叔也只是笑了一下 帮着翠柳把这些都分别装好 就等着明日里 陈平来了 把这些都给他拿出去 他跟翠柳看过自家的私房 心情都极好 因此就没什么烦恼 调了些李子酱 在水里一块喝着 这李子酱云叔保管的用心 因此还没有坏掉 酸酸甜甜的 颜色也漂亮 喝着倒是极清凉 若是每天都过得这样悠闲就好了 翠柳自己的果酱 早就吃完了 同屋的小丫鬟们 都是活泼的性子 吃完了自己的就来讨翠柳的吃 翠柳本也不是个小气的性子 问自己要就分些出去 因此 没几日就都吃完了 我这儿还有呢 云叔拿了自己的几瓶果酱给他说道 拿回去跟他们一块吃吧 别舍不得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是小姐妹 吃吃喝喝的 也是清净的意思 他把自己存的果酱推给翠柳 便眉目柔和地说道 更何况 他们也不是没有还礼 咱们八个小的 当初一块进到老太太的院子 说起来彼此清净些 日后还有一同长大的情分 能进老太太院子的 除了云叔这样外头买来 却生得极好看 秉性谨慎柔和的 剩下的也大多都是府中各家管事 或者有些差事的人家的女儿 虽然说当三等小丫鬟的条件不好 可是也都跟翠柳似的 也都是在府中有些依靠的 翠柳与云叔有嫁气能出去 他们自然也有可以回家的时候 平日里吃了云叔与翠柳的吃食 他们也都记得还的 就比如 之前云叔送了他们些扇子 等回过头来 小丫鬟们回了家里 等回来的时候 也偷偷给云叔与翠柳 都带了额外不同的东西 什么新鲜的果子 还有些蜜饯干果 糖果铺子里出的新鲜的糖果 或是有些有趣的小玩意儿 说起来 云叔倒是觉得 这些小丫鬟的心都很赤诚 他是喜欢他们的 因此 不能出去的时候 他手里有些东西 也乐意分享 那行 你真是个傻大方 虽然翠柳这么说 可是却也弯起眼睛 笑着靠在了云叔的肩膀上 他们俩等着陈平第二天来上门 把金银给带走 可是没等到第二天 就晚上的时候 云叔就陪着老太太吃饭的时候 听见了一个叫他惊慌的消息 唐国公把唐二公子 给打了三十板子 命去跪祠堂了 陈平这唐二公子的贴身小丝也没牌 也给打了十板子 屁股被打开了花了 第81章 挨打内情 这 这怎么就挨了打呢 你们公子怎么样了 虽然说唐二公子不是长孙 也不是幼子 在老太太的心目中 自然比不得唐三爷和唐国公世子 可是那是自己的孙子 老太太素日里 也疼爱唐二公子 疼爱得很 更因唐三爷与唐国公世子 文雅温和 都不是爱闹事的性子 因此 唐二公子每天里到处淘气 老太太难免在心里头多惦记几分 这惦记得多了 操心得多了 这孙儿 也就叫老太太十分用心了 如今听见唐国公 把唐二公子给打了 老太太脸都白了 可怎么样了 你们国公也是心狠 怎么不叫太医 反而去叫贵祠堂了 老太太 您别急 国公爷 你也别解释 老太太顿时气不顺了 对着面前的 给自己通风报信的下人说道 我一向都不插手他管教儿子 可是也得知道轻重 这打了也就打了 定然是有他顽皮犯了过错的缘故 可是 可是难道不能伤好了 再去贵祠堂 犯得着这样狠心 只是他不过是抱怨了几句 却总是不会插手唐国公管教儿子的 只在一旁垂垂说道 小二这孩子也是 做了什么 总是叫他爹生出这么大的火气来 老太太 不如您跟国公爷说说 先找太医给二公子看伤吧 珊瑚在一旁急忙说道 我不能管这事 不然日后他这当爹的不好做人 都说严父严父 且叫老太太说 既然唐国公能动手 只怕唐二公子 还当真是有些错处在里头 有功当上 有错就该罚 他不是那等一位溺爱孙子 不叫儿子认真管教的 不明白事理的老太太 可是正是因为民事理 因此如今他这心里头才难受 不明白事理的 只去唐国公面前闹一场 放了唐二公子出来 看伤养伤 以后叫唐国公不许动手 也就是了 可是他却不能这样做 因此如今心疼 老太太却还是得忍着 叫面前给自己传信的吓人走了 这才哀声叹气地 对一旁的几个丫鬟说道 这事儿 我是不好开口的 可是也不知 这回又是犯了什么错 这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了 这孩子总是不知道稳重些 比如唐国公世子 谦和稳重 从小不叫人操心 唐国公就没有打过 倒是唐二公子 素日里喜欢折腾 性格过于活泛 这叫唐国公 管教了不是一次两次 也不知这打成什么样了 老太太不能亲自过问 不然岂不是跟唐国公打擂台 可是这忍着叫他心里也不舒坦 因这事儿 老太太饭都吃不下 叫人匆匆地把饭食都抬走 正揉着眼角 叫琥珀劝着 喝了两口燕窝 冷不丁看见同样有些魂不守舍的云书 愣了愣 急忙侧头对琥珀说道 我记得咱们院里的翠柳 跟小云极好的那个 他哥哥不就是小儿身边的那个陈平 老人家记性不错 琥珀便答应了一声 老太太眼睛便微微一亮 招了翠柳进来 也叫云叔到自己的面前说道 你们国公爷动了怒 因此打了你们二公子 翠柳 你哥哥挨了打 瞧着可怜见的 明日你与小云去看看 你哥哥去 哥哥挨了打吗 翠柳顿时吓了一跳 他一想到陈平挨打 心里就难免有些惊慌 急忙答应了 又对老太太说道 多谢老太太 老太太宽容 能叫他去看望 在二公子面前当差的哥哥 这自然是极大的恩典了 倒是云叔 见老太太看了自己一眼 也急忙答应了一声 心里却明白 这老太太不好去派人 大张旗鼓地问二公子 伤成什么样 免得生出是非来 可是叫他与翠柳去看望陈平 一则是知道陈平受伤如何 另一则 自然也就知道 唐二公子的情况了 他心里明白 因此也不必老太太多开口 等着明天去看望陈平 他也想知道 陈平到底是犯了什么错 叫唐国公连他都一块给打了 等到了第二天早上 云叔就与翠柳 一同匆匆去了唐二公子的院子 这院子今日静悄悄的 里头虽然也有几个小丝 可是瞧着都小心翼翼的 显然都叫昨日 唐国公的雷霆之怒 给吓坏了 只是云叔见这几个小丝 没有挨打 偏偏陈平却一块挨了打 心里不由有些担心 为了其中一个知道 陈平住在哪个屋子 他就与翠柳一同过去 才一挑开帘子 就听见里头传来哼哼的声音 他无奈地进去 却见陈平趴在床上屁股朝天 好在上头还盖了薄薄的被子 也不会瞧着不雅 只是看着陈平那受罪的样 云叔就觉得无奈极了 陈平哥 他叫了一声 此刻正哼哼的俊俏少年 顿时转头看去 见云叔与翠柳结伴来 第一时间似乎想要跳起来 可是之后 又重重地趴回了床上 有气无力地说道 别看我的笑话 先给我扇扇扇子 他一副热得不行的样子 偏偏又受了伤 乔治不仅可怜 叫云叔说 这天热伤口也是不爱好的 这乔治他可怜极了 云叔在屋子里到处找了找 还真找着了一个好大的菩萨 便走过去 坐在一旁的小椅子里 给他扇风 你还叫小云侍候你 别理他 他这就是欺负你老实 看见云叔给陈平扇了几下 陈平露出几分惬意的样子 翠柳顿时瞪圆了眼睛不干了 你 你这么没良心的丫头 我好歹是你哥 如今挨了打成了这样 杉杉风怎么了 陈平气都气死了 见这个妹妹没心肝地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只是这伤得不轻 挣扎着也难受 因此也就罢了 只对云叔有气无力地说道 桌上有新鲜的果子 你拿了吃 他抱着个枕头 一副要死了的样子 可是云叔 见他还有力气和翠柳斗嘴 似乎伤得不是自己想象中那样厉害 再一看一旁 就见一个小桌子上 摆着一盘子新鲜的 还带着水珠的果子 不仅如此 果子旁还堆着冰块 瞧着凉丝丝的 另一旁还有两盘点心 两盘蜜饯 一个瓷瓶摆在那 拿过来闻了闻 是上好的伤药 云叔顿时就把扇子往边上一丢 怎么了 怎么不伤了 陈平正享受呢 察觉分没了 急忙抬头问道 陈平个日子过得比我 与翠柳都舒坦 还用扇风 云叔心里一块大石落了地 此刻哪里还多管陈平 与翠柳一块拿了蜜饯来吃 看着哼哼了两声装可怜装不下去的陈平说道 又是冰又是药的 陈平哥你这日子过得很不坏 我与翠柳倒是白担心了 他担心陈平惹怒了唐国公 因此被主子咽弃 可是今日一看陈平屋里的待遇 连冰镇水果都用上了 可见这回挨打 大概也没什么要紧的 自然不会十分担心 至于陈平的确挨了打 反正一定没干好事 挨打了也能张长记性 可不是 咱们还是在老太太的院子里 就算是一等丫鬟的姐姐们 也没有哥哥 你这么惬意 翠柳极度死了 本还有些不明白 十分茫然 可是叫云叔这么一解释 顿时气坏了 一边用力咬着蜜剑 一边气呼呼地看着还在哼哼的陈平 他们两个小丫鬟瞪着陈平 陈平不由有些心虚 只能艰难地解释说道 虽然没有被国公爷厌弃 可是这伤是实打实的 石板子 我爹亲自看着打的 一点都没放水 你先说 你坏了什么事 不然 怎么国公爷与陈叔都要打你 不过就是二公子之前在外头闯了祸 你们之前干的坏事事发了 云叔想到 陈平这几次拿金子给自己 顿时心里一紧 只担心 陈平这坏的事 叫唐国公日后还要打他 二公子干的坏事多了 你问的是哪一件 陈平见两个女孩 都关切地看着自己 因左右也没什么事 因此 还十分悠闲地跟他们磨牙 这一副赖皮的样子 叫云叔和翠柳 都气得牙痒痒 云叔此刻 心里都想用力挤板子 再给他两下 然而想到自己这昨天晚上 都担心得没睡好 便压低了声音说道 是不是你们骗人骗钱的事是发了 他露出几分担心 陈平见他当真担心自己 急忙不敢玩笑说道 不是 国公爷不管这个 是别的事 说给你也没什么 他压低了声音 对云叔轻声说道 是因为之前 与险侯家公子做买卖的事 莫非是贵妃娘娘赏花的事 这事 陈平之前才跟云叔说过 还说在里头也是分了钱的 不是这样 陈平也没有放出话 来求二公子帮自己买地 还能带上云叔与翠柳 因此 云叔是记得这件事的 也记得陈平跟自己说过 二公子在这买卖里插手 其中还有险侯家公子的事 险侯与唐国公 早年也是有不错的交情 这些年依附沈大将军 因此在朝中混得也很不错 因三家联姻 唐国公府迎娶沈大将军的长女宿景 险侯府嫡子迎娶沈大将军府三小姐 庶子又要迎娶唐国公府的唐大小姐 因此 这都是姻亲 日后都是十分亲近的关系 因此 当初唐二公子与险侯家公子一同做生意 云叔也没觉得 这里头有什么错处 如今听陈平这么一说 他依旧没想出来 这里头有什么不对的 第82章 王府大婚 不过是公子们自己做点生意 有什么呢 何至于给打了之后 又送去祠堂关起来 动怒如此 叫人费解 国公爷嫌二公子 拿着宫里的事 在外头自己发财 陈平就对云叔说道 其实本也没什么 不过是借个光的事 只是国公爷见不得这种手段 因此把二公子给打了 他这样的解释 就叫云叔明白 唐国公想必很不喜欢 有人仗着自己联姻沈家之后 就拿着这沈家 或者宫中的消息型便利的事 更何况 这样做生意 只怕也是仗着的市宫里的名头 因此叫唐国公生出了恼火 既然国公爷不喜欢 那往后还是不要 再做这样的事了 这么想 唐国公虽然刻板一些 却没什么错 毕竟唐二公子这事 虽然不会叫人家放在心上 可是难免有些不成体统 哪里还敢做这种事 陈平就哼了一声说道 因这事 只怕咱们二公子 日后于显侯府 也要远着些 毕竟人交好 却不与人家亲近走动 还有些事 要敬而远之 这叫彼此之间 这心里头都不自在 他的目光闪烁 云叔瞧见了 心中怀疑 只怕这唐二公子挨打之时 另有隐情 只是能叫陈平这样瞒着 还拿刚才的话来敷衍 只怕这里头的事 也不是自己应该知道的 因此只当作被陈平说服 轻声问道 我只是来帮老太太问一句 二公子这伤可有妨碍 已经用了伤药 虽然严重些 不过不妨碍贵瓷 陈平急忙说道 你叫老太太宽心就是 唐二公子每回挨打 都有老太太偷偷来问 因此 他回答得十分习惯 那就好 你怎么不问问我 比二公子还自在呢 二公子尚且还要跪祠堂 你还能趴着 云书见陈平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 心中却觉得轻松了几分 转头扑斥一声笑了 他本就生得美貌秀直 此刻带着几分轻松地笑了一下 本有些沉闷的屋子里 都亮堂了起来 陈平哼了一声 抬手挣扎着 蹭到床头 自己摸了一个果子 放在嘴边吃 含糊地说道 我也知道 你们两个丫头担心我 眼眶都乌漆骂黑的 昨天晚上睡不着吧 只是担心 你叫国公爷厌气 这不呢 二公子与我主仆俩好着呢 那你和二公子已经赚到的钱 国公爷说怎么办 赚了的就算了 以后不许再仗着沈家 与贵妃娘娘做事 陈平含糊地说道 不过仗着咱们国公府 倒是应该的 唐国公倒是没叫唐二公子 不许仗着自己的家门 在外头做事 这显然是对儿子还行 因此 云书便点了点头放心了 听见陈平对他说道 你回去把你和翠柳的银子 拿来给我 晚上爹过来看我 我叫他把你买宅子的钱 拿出去给宋大哥 剩下的我收着 等二公子从祠堂出来就给他 求他给咱们买地 你不怕 沈子 云书迟疑起来 陈平伤成这样 陈白家的 怎么可能有不进来看望的道理 他之前就搜刮了陈平的私房 如今陈平这虚弱地趴在床上 如果被翻出前来 就算阻拦都阻拦不成了 娘这几日顾不上我 陈平含糊地说道 因此我这屋子最近安全得很 这说起来就有点叫人委屈了 毕竟自己的屋子 竟然还得防着亲娘 见云书轻轻地答应了一声 陈平欲言又止 却没好多说什么 含糊地说道 娘最近心情不好 与爹也有些拌嘴 你们如果没什么事 就服侍老太太 别回家了 他一提起陈白家的心情不好 云书和翠柳都忍不住一缩脖子 就知道碧柳那破婚事还闹着呢 哪里赶回去 因此急忙答应了 他只是叮嘱陈平 最近不能吃海鲜鱼虾什么的 又问了陈平 见他什么都不缺 这才回去老太太的面前回话 陈平哥说二公子虽然挨了打 不过瞧着倒是精神还好 云书将这事原原本本地跟老太太说了 便轻声说道 想必您心里担心二公子 这是谁都知道的事 国公爷如今虽然罚了二公子 可是老太太 都说爱之深责之切 又有说 打在而生痛在爹娘的心里头 只怕国公爷与大夫人 心里头也不好过呢 您心里担心二公子 这自然是慈爱的心意 若是您为了二公子吃不下睡不好的 不仅二公子为您担忧一层 又有国公爷与大夫人 也要为您担心 这一层一层的 叫我说 大家都难受着呢 你说的对 老太太细细地听了云书的劝 便叹了一声说道 你们国公爷与夫人 只怕如今心里也心疼 既然如此 我就不能叫他们 还要操心我 见云书抿嘴笑了 老太太便伸手点了点他的额头 怪机灵的 只是心疼老太太罢了 云书轻声说道 这话倒是真的 除了为了我的事 我瞧着你 平日里在院子里从不知事的 云书虽然在老太太的面前 看似十分露脸 如今也得几分老太太跟前的体面 可是 除了有关老太太的事 他等闲都不会仗着自己的身份 在院子里开口说什么 发表什么见解意见 安分守己 也从不逾越了前头的大丫鬟们 老太太就知道 云书不是一个轻狂显摆的性子 见着小丫鬟全权心意 都是为了自己 一时也感慨几分 他当初不过是寻常的 联系云书小小年纪 就被卖到国公府 无依无靠 可是这份怜悯 他从前也不知怜悯过多少人了 身世可怜些的丫鬟 他都怜悯几分 云书又不是唯一的一个 可是云书却对他用了心 不是面上的关切 反而是放在心里头 前头姐姐们 把院子里打理得紧紧有条 哪里还有半点我需要开口的呢 云书见老太太微笑着点头 便笑着说道 更何况我人小见是少 正是要跟姐姐们学的时候 他好不容易劝了老太太多吃了些 瞧着精神也好了 这才放心了几分 转头就把自己与翠柳的钱 都拿去给了陈平 这事就到此为止 老太太没有多问唐二公子 反而对唐国公夫人多有宽慰 这叫唐国公夫人十分感激 他这个做娘的 自然也担心儿子 可是唐国公管教儿子 他也没有插手的份 虽然也知道 儿子的伤势勉强不算严重 可是总是要在心里头惦记着 老太太的宽慰 叫他心里好受了许多 正是这样的日子过得飞快 一转眼就到了唐二小姐出阁的时候 因唐二小姐的生母罗姨娘 已经叫唐国公给关在偏僻的院子里 因此 唐二小姐出嫁这一日 国公府的众人都在 却单单没有罗姨娘 云书自然是服侍老太太 因此站在最上头的 且见今日外头已经到了黄昏的时候 浩浩荡荡的嫁妆 已经出了国公府的大门 来往喧嚣 喜气洋洋 有些与唐国公交好的门第 已经都赶过来喝喜吃酒 前头的院子传来了不知多少的喜庆的声音 还有爆竹的声音 后院就是一些与国公府女眷们 交好的人家的夫人们陪着 簇拥着今日笑眯眯的老太太 在说吉祥话 一口一个国公府 又出了一位王妃 一口一个老太太好福气 老太太孙满堂 还都很出现 云书在一旁听着 倒是有些奇怪 因其中一位夫人笑着说了一句 国公府又出了一位王妃 唐国公府与皇家阴亲不绝 真是体面 这一个又自叫云书有些恍惚 下意识看向老太太 却见老太太本慈眉善目笑呵呵的 听见这话嘴角有些僵硬 片刻之后才露出笑容 他仔细地想了想 这才想到这说的 只怕是唐国公异母同胞的亲妹 老太太所生的一位嫡女 想当年仿佛嫁到京城之中 拿出王府做了王妃 年纪轻轻却香消玉语 既然是盛年薰事 又是老太太的爱女 这时候提起 岂不是叫老太太心里难受吗 云书不由皱了皱眉 去看了那位夫人一眼 却见是个生的慈眉善目的妇态女子 温和的跟面团似的 瞧见这位夫人身上 也是穿得十分显和华贵 云书又不认识 不由垂目去给老太太端了一杯茶 正叫老太太掩饰了些嘴角的僵硬 那位是显侯夫人 她回了老太太的身后 身边的琥珀便低声提点 云书一愣 不好无理地去多看显侯夫人 可是心里却记住了这位与唐国公府 日后有殷亲的人家 此刻 唐国公夫人已经笑盈盈地 将显侯夫人的话给岔开 因此 唐上又是一团和气了 这个时候 唐二小姐来拜别祖母与嫡母 就要叫兄长引着上花轿 去寻王府拜唐了 她一身大红华美无限的嫁衣 如同蝴蝶一般翩然而来 身前身后簇拥着 不知多少遗上华美的美貌丫鬟 气势十足 进门之后 却只遥遥地立在门口 开口就问 我姨娘呢 第83章 不笑不惕 唐国公夫人嘴角的笑容都僵硬了 满唐华彩这一瞬间都窒息了片刻 毕竟 大婚的这喜事上 唐二小姐明显是想闹这一处啊 云书目瞪口呆 她就没见过这么蠢的 非要在这些权贵女眷面前 要见自己的姨娘生母 这是唯恐权贵们不记得 自己是个妾生的庶女 还叫权贵们知道 自己这个庶女跟家中很有些怨恨 以后是不会和睦的 都说女子出嫁之后 娘家就是自己的靠山 可是唐二小姐明显于公移山 是要把靠山给挖倒啊 唐国公夫人 看见唐二小姐这样理直气壮的 简直要气得浑身发抖了 她没想到 这个庶女竟然公然在自己的面前叫板 在这么多世家女眷的面前 就敢公然嚷嚷 不仅这样 这叫众人怎么想国公府 怎么想她这个当家主母 可就算是这样 唐国公夫人想着 家丑不可外扬 都准备忍了 勉强露出几分温序来 僵硬的一塌糊涂 在唐二小姐 那双仇恨的眼睛的注视之下 勉强心平气和地说道 你姨娘病得沉重 因此今日不能出来见你 等你回门的时候 她好了 你们在母女团聚 她到底露出几分冰冷 既然唐二小姐只认自己的生母 那就不要怪她这个嫡母 对她无情 日后若是在寻王府有个什么 也别来求她的嫡母与嫡兄们 只去问问她的亲娘罗姨娘该怎么办 云叔一看唐国公夫人的眼神 就知道唐二小姐这傻子 今天算是把唐国公夫人给彻底得罪了 毕竟无论在家中怎么闹 只要没有闹到外头去 总能敷衍着顾全大家的脸面 可是今日众目睽睽 唐二小姐这般嚣张忤逆 完全没有把嫡母放在眼中 这就叫唐国公夫人丢尽了脸 唐国公夫人对这个庶女的情分 算是完全到头了 不仅如今已经情谊断绝 只怕日后唐二小姐在她的心里 也跟死人没什么分别 难道吃亏的是唐二小姐不成 吃亏的只有这位未来的寻王妃罢了 唐二小姐没有同母生的姐妹兄弟 日后要在寻王府立足 仰仗的自然就是唐国公府 可是唐国公府谁还会理她 就算是唐国公这个生父 只怕日后都不会再对她有半点宠爱 不仅如此 之前唐二公子被打 不说老太太唐国公夫人这样的长辈 唐国公府的几位小姐 都对二公子被打有些表示关怀 可是唐二小姐硬是幸灾乐祸了一番 还在旁人面前说了一句 她也有今日 这话都已经在国公府里传遍了 那讥讽嘲笑的语气 本就叫老太太一肚子的火 如今竟然还敢闹出这许多事 更何况叫云书说 罗姨娘别说是不是真的生病 就她那么一个小妾 在这满门贵妇的面前 如何叫一个小妾 还有立足之地 她在这样的场合 完全说不上话 谁会把一个小丫鬟放在眼里 因此躲在琥珀的身后 看着唐二小姐做死 生病 我姨娘的身子康健得很 你们一口一个生病 不过是叫骨肉分离 不过是瞧不得我要做王妃 因此戳摸我姨娘 唐二小姐 仗着今日一定会嫁到寻王府去 寻王府那头 已经大婚准备起来 去寻王府贺喜的大多都是皇家的各位皇族 这时候如果唐国公府对她不敬 叫婚事开了天窗 那就算是唐国公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应有恃无恐 知道今日自己无人敢和她争执 因此唐二小姐一双交好的柳眉 在晃动的珠红珠帘之后晃动 大声说道 我要见我姨娘 我要 住口 就在此刻 一声冰冷的呵斥传来 唐国公带着沉着脸的唐国公柿子 一同进来 一双冰冷的眼睛 落在唐二小姐的脸上 唐二小姐要出嫁 本就该是父兄领着她送到门口的花轿 唐国公父子亲自过来 当真是给足了唐二小姐的脸面 只是此刻唐国公面臣似水 叫人畏惧 云叔也抖了抖 只觉得唐二小姐这回要不好了 唐二公子还是唐国公嫡出的儿子 犯了错照样打得屁股开花 更何况唐二小姐 只不过是个叫唐国公早就不耐烦的庶女 唐二小姐看见父亲 也摇晃了一下 却努力露出几分咄咄逼人 父亲 如今我就是王妃 难道父亲要对一位亲王妃不敬吗 堵上嘴 捆出去 唐国公眉目不动 面容冷酷 似乎完全懒得和唐二小姐计较的样子 可是这说出的话叫人惶恐无比 此刻见唐二小姐就想要放声尖叫 她冷哼了一声 看着唐二小姐冷冷地说道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 忤逆嫡母 冲撞生父 那日后就不要回娘家 她这话直指唐二小姐不笑 如果这样来自于生父的评价 落在众人的耳朵里 那日后唐二小姐就算做了王妃 可是也成了京城之中被人看不起的人 品德有亏 不笑不惕 云书一下子就知道唐国公的厉害了 她想到唐二小姐 日后会因这样不笑的名声遇到什么 不由静若寒蝉 不仅这样 唐国公说不许唐二小姐回娘家 这岂不是要断了唐二小姐的后路 你们敢 唐二小姐才尖叫了一声 却见唐国公身后 已经站出几个 瞧着绑大腰圆的粗屎婆子 上前就把她给捆了 也不在意那嫁衣是不是金线 绣得珍珠宝石镶嵌的 把她捆得动弹不能 一同抬着就往门外走 显然是准备就这样丢到花轿去 自然也不需要唐国公与唐国公柿子 牵着她走了 这样动若雷霆 冷酷的没有一点的温暖 不仅叫云书这样的小丫鬟 觉得怕了 就连此刻在唐上的世家女眷们 都惶恐起来 唐国公夫人 却只拿帕子掩饰着嘴角的笑意 唐二小姐这庶女 今日公然冲撞她 给她闹了个眉脸 可是唐国公将唐二小姐 这样捆着给丢出去 却全了她的脸面 这倒是叫她在这些世家女眷面前 不必有许多的丢脸了 倒是一旁显侯夫人 一张圆润妇胎的脸上露出几分不安 咳嗽了一声 却也不敢说话了 这逆女冲撞母亲 叫母亲为难 都是儿子的不是 唐国公先给老太太请罪 严肃地说道 都是儿子叫女不言 都是儿子的错 她的身后唐国公世子 也给老太太请罪 这叫老太太脸上的怒意 慢慢地缓和了几分 温和地说道 与你无关 你不必放在心上 都是她姨娘 把她叫养坏了 老太太见唐国公硬了一声 便笑着说道 前头还有客呢 你们父子去前头 不可怠慢了贵客 她并不需要唐国公 在这里再三请罪 因此唐国公便点了点头 远远地看了唐国公夫人一眼 这才带着长子走了 等他走了 这花厅上堂之中的冷气 才缓和过来 云叔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见女眷们又都笑开了 那些唐二小姐 本是要带着去寻王府的美貌丫鬟们 瞧见主子都被捆着丢出去 也匆匆地往外走 她的目光下意识 落在最前方的翡翠的身上 心里不由叹了一口气 罗姨娘那样的聪明女人 如果没有被关起来 怎么可能叫唐二小姐 带着翡翠这样心存一心的丫鬟 可是如今罗姨娘被关着 唐二小姐目下无尘 只知道一味地横冲直撞 还带了这么多美貌的丫鬟 她心里觉得有些不大好 可是又觉得 唐二小姐到底好不好的 跟自己关系不大 国公府中六位小姐 都是花朵一样的年纪 虽然素日里 时常来给老太太请安 可是叫云叔看着 也没有对老太太十分亲近的 讨好老太太 孝顺老太太 可是却又不过是因 老太太是国公府的宝塔尖 发自真心 真心不是很多 她一心服侍老太太 这些小姐们对老太太孝顺恭敬有余 真心不足 因此对这几位也不是十分在意 毕竟 一对老太太不真心 二又没有如同唐国公夫人等几位夫人一样 对她十分大方地赏赐 关注的意义就不大 这刚才闹出的动静 虽然厉害了些 可是唐国公还是很能镇得住的 出马了一次 回头这堂中的女眷 就依旧笑容满面地 和唐国公夫人应酬起来 倒是一旁的显侯夫人 无声地走到老太太身边 坐在老太太的身边 温和的面容带了几分笑意 对老太太笑着说道 国公爷还是这么一副脾气 眼睛里不揉沙子 她这话十分熟忍 老太太从前也时常见显侯夫人的 更何况日后都是真正的殷亲 此刻便多了几分温和地说道 那是这几年咱们两家来往的少了 你不知道 她这臭脾气 几十年都没有变过 您说的这话倒是 显侯夫人便叹息说道 也不知当年是怎么了 国公爷突然就与咱们疏远 我是内宅女眷 咱们侯爷前头的事 与我说的不多 我也不能知道缘故 不过是都在朝中当差 忙碌起来 因此来往的不及他们年轻的时候了 老太太笑着说了一句 显侯夫人便越发叹气说道 说起来 今日我也是来给您请罪来了 第84章赔罪 请罪 这话从何说起 我听说府上二哥挨了打 都是因我家难孽障的缘故 显侯夫人就对老太太十分愧疚地说道 如果不是难孽障 惹出这么多的事端 怎么能叫二哥挨打呢 这事儿叫我知道了 我一时都没脸登门 今日来见老太太 一则是这大婚 咱们殷亲之家自然得上门 一则就是来给老太太赔罪 也不知二哥现如今身子如何了 他四处看了看 见没有见到唐二公子 不免有些忧虑地问道 莫非还在卧床 这事儿与你家小子不相干 是他爹太严厉了 老太太便笑着说道 还在祠堂里跪着呢 我也不好去叫他爹把他放出来 这都是咱们家的不是 哪里的话 二哥性子本就活法 他爹对他严厉些 说是等过了明年 就送他去军中 军中倒是一条好出路 险侯夫人十分愧疚 因自己的儿子 带着唐二公子做生意 叫唐二公子挨了打 此刻急忙说道 不如就送到将军府帐下 一则有长辈看顾 安全些 另一则 有长辈提携 这晋升的速度也快 他认认真真 一片真心地 给老太太出主意 老太太便笑着说道 你还不知道他爹的性子 这样的事 怎么可能同意 随意地丢到边城去 是好是坏 自己去闯吧 老太太便叹了一声 唐二公子养得尊贵 这一向是个养尊处优 只知道每天活泼地做事的性子 叫他去边城魔力 老太太心里心疼 却也明白另一个道理 逆子如沙子 过于溺爱 只会叫唐二公子 仅次于次 可是日后 难道一事无成 只知道 每天只知道一些路走偏锋的事就好了 如今正趁着年少的时候放出去 一则魔力心智 养成坚韧不拔的男子汉的气概 另一则 如果能在军中混出头 等过几年 凭着国公府 怎么也能在军中混个四品的武将 到时候 也算是能立业了 因想到这么些 因此唐国公收射儿子之后 就来和老太太说 要送唐二公子去军中 老太太并未拒绝 也并未阻拦 实在是因他找不出有半点阻拦的理由 此刻见险侯夫人想要帮忙 他便温声说道 将军府自然是好的 可是他爹的脾气一向刻板 由着他吧 那是他的亲儿子 自己都不心疼 我自然也顾不得心疼了 险侯夫人欲言又止 却还是点了点头 您说的倒是很有道理 只是二哥年少 编程的日子怪苦的 苦也没有法子 这家中男子 就得顶天立地支撑门户 说苦 当年这国公府的爵位 也是他们的老祖宗 吃苦放马拿回来的 他们已经安详祖宗庇护 如果还想教孙 也能收到庇护 就得也去吃吃苦 老太太摆了摆手 见险侯夫人笑着硬朗 便温声说道 只是只怕这后半年 他是不好能出去了 既然说要去军中 那这骑射武艺都得练练 我瞧着他爹的意思 如果不是为了这些操练 恨不能立刻就送到军中去 这都是国公爷的一片慈爱之心 险侯夫人便唏嘘起来说道 我家侯爷也是如此 不过走的是将军府的门路 因此 您一说 我就想到了将军府 你家与将军府更亲近 往来几十年 走将军府的门路也没什么 老太太笑着说道 也是 不过日后 咱们都是殷亲 您若是有神妖吩咐 来叫我一声 险侯夫人十分亲近老太太 见老太太笑着答应了 这才又说起了别的话题 她本就是个看起来十分和气的人 与老太太说话 也十分恭敬温顺 又与唐国公夫人多了几分亲切 这一番下来 前头吹吹打打的声音早就没了 老太太已经叫人开了宴席 此刻大家都在吃饭 云书早早地虽然吃了些东西 可是这喜宴都到了后半夜了 又累又饿 觉得自己都要倒在地上了 好容易喜宴散了 险侯夫人临走之前 便对老太太笑着说道 见您没有恼我 我也就放心了 改日 我带着咱们家的几个丫头 来给您请安 都是一家子亲戚 何必那样身份 你怪多心的 并没有恼了你 带着几个孩子过来吧 话也说回来 你也是个太过谨慎的性子 他们男人在前头交情不好了 你也牛心古怪的 不带着孩子们登门了 难道还担心叫我给打出去 老太太笑眯眯地握了握 露出几分惭愧的险侯夫人的手 又叫她去和唐国公夫人说笑 等过了一会儿 自己耐不住乏了 就先走了 云书仿佛得了大赦 也跟着老太太 一块低眉顺眼地走了 等回去了 老太太叫人服侍着更衣 就休息去了 今日是琥珀值夜 因此 云书就能直接回去休息 可是今日他也饿极了 这满眼的喜宴 真休家姚无数 可是哪里是 他能动一口的 上头主子们吃着 下头他饿得要命 却还得努力 做出一副平静懂事的样子 服侍主子们吃饭 这样的待遇 是他进了国公府 这么久都没有遇到过的 也才明白 什么叫丫鬟不好干 不然叫他说 早前那小日子 过得美滋滋的 还觉得十分悠闲 他见老太太往卧房去了 就跑到外间去 瞧见了有些摆着好看的点心 就拿了一个吃了 珊瑚出来的时候 都要笑坏了 你呀 老太太干儿还说 难为你第一回 跟着他在外头见客 却没有半点错处 那是饿了 叫我带你去吃东西去 谁知道 你自己就自力更生了 见云叔有点不好意思 珊瑚快步走过来 拉着云叔往隔壁的偏方去 一边快人快语地说道 你也是年纪小 没有经过事 下回记得自己挂个荷包 里头放些肉干蜜饯 等叫人挡着的时候 出去给提茶换点心的时候吃些 或者在厨房用一些 总是能顶饿 我第一次陪着老太太去见客 也没想到 云叔本没有想到自己 竟然叫老太太 想着给带去 今日唐二小姐大婚的喜堂上去 毕竟 她虽然在老太太面前得脸 可是陪老太太出去的活 却从来没有她的 她年纪到底还是有点小 瞧着 不禁年长的大丫鬟气派 老太太也是叫你见见世面 珊瑚也坐在侧尖 不大一会儿 就见有几个在外头 候着的小丫鬟 端进来些热乎乎地吃食 便给云叔推了推说道 你快吃吧 老太太说 你最近也忙碌了多日 这小身子骨还在尝着呢 叫咱们之后 这些时候 别给你派活 若是你想出去散散心 那就回家两日 如果是想在院子里歇着 也没什么 老太太身边 如今也不是很缺人 且老太太的衣裳 你不是都做得差不多了吗 那我再想想 云叔见小丫鬟端上来的 是一碗鸡汤面 香喷喷的 想到老太太 还想到自己会 呃 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 一旁是两道小炒 还有些小菜 都是很好消化的东西 呃 急了吃了 到了晚上也不会及时 她觉得眼眶有些酸色 却急忙眨了眨眼睛 不要失态 见珊瑚撑着下巴 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急忙问道 姐姐不是 她饿得不行 见珊瑚摇了摇头 便匆匆地说道 那我就先吃了 她胡乱地吹了吹面前的面 就埋头吃了起来 这鸡汤十分香醇浓厚 又清零零的 没有许多的油在里头 面很劲道 上头盖着一只炖的 十分软烂入味的鸡腿 另外还有些青菜 她吃了一口 虽然觉得有点烫嘴 却觉得胃里一下子就满足了 珊瑚坐在她的对面 看她吃面 突然笑了 姐姐笑什么 云叔又加了两筷子小炒 见炒的是几样军类 里头不知加了什么 十分鲜嫩 不由好奇地问道 笑你平日里 一副沉稳的小大人似的 如今反倒撑不住了 珊瑚笑着点了点她 这才对她说道 活饭些其实也好 你啊 平日里总是很小心 叫人翘了 怪心疼的 她素日里也瞧着云叔无依无靠 因此要格外小心翼翼 甚至都不敢在老太太面前 十分掐肩要强 叫她看着 心里怪不忍心的 云叔只是抿嘴笑了一下 看着珊瑚笑着说道 我能得老太太庇护 已经知足了 如果还叫人心疼 那这天下 只怕要被姐姐心疼的更多了 她没觉得自己有多么吃苦 也没觉得 自己真的受了委屈什么的 见珊瑚看着自己 露出几分柔和 她只是说道 更何况 姐姐心疼我 是因爱惜我的缘故 我记得 姐姐对我的这片心 她没有再多说什么 吃饱了饭就告别了珊瑚 直接去屋里睡了 这一觉睡到了日上三杆 她醒过来的时候 屋里早就没人了 倒是过不了一会儿 翠柳匆匆地跑了来 小脸煞白 拉着云叔低声惶恐地说道 小云 家里出大事了 可不好了 第85章狗河 云叔的睡意顿时全没了 怎么了 家里出什么事了 如果不是大事 翠柳不会露出这样紧张惶恐的样子 云叔看见她吓得不得了的样子 急忙在床上动了动 给她让出了一个位置 见她急忙爬上来 伸手握住她的手 这夏天炎热 可是翠柳的手却冰冷冷的 云叔越发紧张起来 低声问道 到底是怎么了 莫非是韩国公 又迁怒了陈白 还是怎样 她担心得不得了 翠柳叫她握着手 好不容易才缓和了几分 这才摆着脸低声说道 大姐姐出事了 大姐姐 这说的是碧柳 云叔顿时不着急了 不是她冷血 实在是在陈家见了这 莫多对碧柳生不出好感 她是又病了 还是又不吃饭了 还是又要哭着寻死了 云叔觉得这就是碧柳 这一番套路了 自己都会背了 都不是 渴了不得了 翠柳见云叔露出几分不在意 就紧张地说道 她这回可不得了了 爹不是不愿意 王家这门轻舌了吗 见云叔顺理成章地点了点头 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爹的意思 与你跟我说的差不多 就是觉得这王家如果有骨气 就该不接这门迎亲 跟咱们家断了 你也知道 哥哥那天多气人 陈平那一日的话 难听的别说是读书人家 就是寻常穷门小货的 也受不了啊 可是 王家圣怒而走 过不了几日 娘偷偷 又去上门赔罪去了 因此 王家有了台阶下 就说 暂且看在娘的份上不计较了 翠柳简直不明白 陈白家的对这王秀才家 到底在执着什么 见云叔嘴角抽了抽 怒而垂床 含恨地说道 这不仅叫咱们家 显得对他们家卑躬屈膝的 连爹的脸上也不好看 只是王家退让了 爹却不肯退 只说这门轻视就不要了 爱谁谁 之前给王家的那些东西也不要了 干干脆脆地断了 另给大姐寻人家 这叫什么大事 这不是挺好的吗 云叔觉得 陈白做得没错 如果家中大事 就是跟着秀才家一拍两散 那云叔觉得很不必惶恐 哪有这么好的事 大姐 大姐听说爹不愿意这家了 哭着喊着 非要嫁 他 他 翠柳握紧了云叔的手 低声说道 咱们跟亲姐妹似的 咱们家的事 爹爹跟娘也都没有瞒过你 因此 我才跟你说 他一边说 一边眼眶都红了 恨不能掉下眼泪来哽咽地说道 他偷偷大半夜地跑去王家 在王秀才房里过 过了一夜 如今 如今 他到底年纪小说不出什么难听的话 可是云叔一愣 继而全明白了 这是碧流胆大包天 爬了那秀才的床榻 怎么会这样 他一下子也紧张起来 刚刚的满不在乎 全都不见了 这闺中的少女成亲之前 就跟男子无眉苟合 这是要进猪笼的呀 不仅是这样 这样放荡无耻 做了迎奔之事 如果叫人宣扬出去 那不仅他自己没命 就是陈家的脸上 也没有光彩 至于翠柳这个碧流的亲妹妹 一样的教养 只怕也要在背后被人嘲笑 指指点点诬陷她的清白 那往后只怕自己的亲欲 都要保不住 虽然翠柳 只是一个国公府里的小丫鬟 是个奴婢 可是难道奴婢就不是人 就不要脸了不成 就算是日后翠柳长大了 说清起来 说起这些当年就是 有人知道碧柳做了这种事 那也影响的是翠柳的说清 清白人家 谁会容纳 有着这么一个姐姐的女子进门 不怕也是个放浪行孩的吗 那怎么办 陈叔呢 碧柳姐姐人呢 云书也慌了 见翠柳遇到这样的大事 害怕得不得了 急忙沉稳住自己的心 拉着他的手安慰说道 你别担心 横书外头 还有陈叔和陈平哥 这事儿 他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一时慌张了起来 就听见翠柳哽咽地说道 你说 这不是祸害人吗 娘也是个没注意的 今天早上就来跟我说这个 还叫我回家去 我 我回家能有什么用 难道能回到昨天 把他从姓王的床上拖下来 碧柳倒是聪明伶俐得很了 昨日唐国公府二小姐大婚 嫁去寻王府 这国公府张登杰彩热闹非凡 自然也是十分忙碌 除了翠柳这样不能干活的小丫鬟 只留在院子里看屋子 只要是能干些的 都去里里外外的帮忙忙碌 不说云书 只说陈白夫妻 一个是唐国公身边的新妇管事 跟着主子门前忙后 必定这一整晚都搭载了国公府 就说陈白家的 也是后头馆采买的那管事 这里里外外的物资调动 他也忙得不可能回家去 昨天晚上 自然只有碧柳一个人在家里 没有人看着 没有人管着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去哪就去哪 今天一大早上 陈白家的先回了家 听小丫鬟 说碧柳一晚上没回来 顿时就梦了 等去了王秀才家 看见碧柳粉面寒春 娇滴滴地与王秀才 一双良好的走出来 陈白家的整个人都傻了 他是守规矩的人 就算是十分重义王家 也想叫闺女嫁过去 可是也不能婚前 就做出这样放肆的事 怎么也得等着澄清之后 顺理成章才对 因此 陈白家的已经哭得不成样子 把不情愿的碧柳给带回来 也不敢声张 唯恐坏了家里的体面 只进了府里 叫翠柳和云书 赶紧回家去一趟 他自己就先回去了 只是翠柳才多大 听到这样的事 难免心里上火 这么说 这事儿陈叔还不知道 一听说是叫他们回家去 云书就知道 这肯定是陈白家的自己的主意 如果是陈白 必定不会叫这种乱子 穿到翠柳与云书的耳朵里 脏了他们的耳朵 叫他们跟着操心 毕竟他们两个小丫头 就算是知道了这事 又回去家里 难道就能叫事 都回转了 除了多了两个 跟着上火惶恐的小姑娘 没有别的好处了 爹昨天晚上跟着国公爷 听娘说一晚上都没回来 你说怎么办 娘说 只怕爹是要打死大姐的 翠柳战战兢兢地 握着云书的手低声说道 我 我倒不是怕爹打死他 只怕就算打死了他 这事儿也好不了 王家那样下作 我瞧着就不是个好东西 就算他死了 王家 只怕也会赖上咱们家的 如果王家当真是读圣人书 知理义廉耻的人家 那王秀才是个规规矩矩的好人 就算碧柳送上门来 王秀才也不能顺水推舟 人家正经人家 不得怎么来的 就怎么好好的把清清白白的女孩子给送回去 谁知道王秀才救 他自然是不损失什么 白送上门来得风流快火 不要白不要 云书听见翠柳低声哭着骂那个秀才 不由苦笑着说道 这样的人 打着生米煮成熟饭的心 如今事儿都成了 只怕是要逼着陈叔 同意这门婚事了 还有一件 见翠柳一双信眼 乌蒙蒙地看着自己 云书觉得难以启齿 低声说道 他既然已经与碧柳姐姐有了这样的事 只怕是要拿捏起来了 毕竟如今他们都这样了 不嫁给他 还能嫁给谁 你是说 他们家还要不愿意了 不是不愿意 是装模作样 嘴上说着不愿意 其实是见家里 已经没有别的法子了 就要刻薄些 还能怎么刻薄 聘礼只怕是不能有了 嫁妆大概要添置些 毕竟 除了他家 碧柳姐姐 也没法嫁给别人了 云书就知道 这世上有这样的恶人 海誓山蒙哄着女孩 先跟他有了首尾 从此已经只能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 顿时抖起来了 从前的温和体贴都禁数不见 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他欲言又止 可是想到碧柳如今这样 陈白家的已经慌不择路 只怕自己说出的建议 陈白家的事 必定不能点头的 叫他说 就算是碧柳没了清白 也不要嫁给王家这种 没有廉耻的斯文败类 不然 日后碧柳的苦日子 还在后头呢 更要连累陈家 王家这么无耻 索性就当真不嫁给他们家里 回头把碧柳远远地发嫁出京城 寻个老实厚道 不会介意 碧柳做过这糊涂事的人家 将一切都说清楚 等碧柳被人家接纳 就嫁过去过安生日子 这远远地发嫁 王家自然就找不着碧柳了 到时候 就算他们家有什么不好听的话 传出来 只要陈家不认 他们家也只不过是个被陈家退清 就恼羞成怒之后 乌言慧语 败坏陈家亲遇的无赖之人 谁都不会相信的 毕竟陈白家的那样 想要碧柳嫁给王家 可是这婚事最终不成 想也知道 缘故必然不可能在陈家的身上 那时 大家心中不妥的 只能是王家 在联合一番 王家被退清之后 到处嚷嚷坏人轻欲的丑恶嘴脸 王家的名声就算是完了 也算是报了这一件之仇 第86章 震怒 只是云书却知道 陈白家的 肯定不会听自己的建议 更何况叫云书说 碧柳这样不管不顾 自私自利的性子 就算是嫁人了也改不了 既然如此 祸害人家好人家 也太缺德了 如果不牵连陈家的话 那云书觉得 如今碧柳跟那王秀才 简直就是绝配 因想到这些 他便对翠柳问道 你现在想要如何 我不想回家 明明是大姐犯的错 为什么叫咱们跟着回去 仿佛要供荣辱了似的 他好的时候没咱们的范儿 如今遇到这样的难堪的事了 娘反倒要 咱们跟他一块面对了 没有这个道理 翠柳咬着牙流泪对云书说道 早前咱们什么没说过 什么没劝过 可是娘不听 我看他自己也乐意得很 既然这样 就算帝要打死他 那与咱们有什么关系 难道娘的意思是 叫咱们在一旁劝着 帝要动手 咱们还得跪下给他求情 云书觉得 陈白家的打的 怕就是这个算盘了 他就迟疑了一下 如果不回去 只怕沈子日后 都要念叨你了 家里正是这样要紧的时候 你偏偏独善其身 虽然我也明白你的苦衷 可是沈子如今是听不进去这些的 日后只怕是要埋怨你 为了他 反倒叫沈子对你失望 这也得不偿失 更何况 陈叔如果知道这事 也有不生气的 气大伤身 你不顾及碧柳姐姐 也得在一旁劝着陈叔 不要过于生气 不然到时 连累自己的身子不好了 云书顿了顿 握着翠柳的手轻声说道 我陪你回去 总是叫你陪着我经历这些 翠柳哽咽地说道 他其实是希望云书跟他回去的 没有云书在他的身边当主心骨 他只怕回家之后不知该怎么敢 也不知会闹出什么 可是你不累吗 昨天 云书跟着老太太在前头忙了一天 这就跟翠柳这样 歇了一天的不一样 见云书脸上还带着几分疲惫 翠柳急忙说道 不然我就不回去了 就跟我娘说我气病了 起不来 他这样关心自己 云书不由笑着说道 虽然累了 不过老太太也说 叫我散散心 不必急着服侍 正好 我跟你出去 还能去瞧瞧宋大哥给咱们买的宅子 陈平前两日给自己来信 说是宅子买完了 只是云书一直到不出空 来出去瞧瞧 他顿了顿 对翠柳轻声说道 我陪你回家 你陪我去宅子上 一则也是散散心 不必叫你的心里十分烦闷 一则 他迟疑着对翠柳说道 如今家里闹成这样 如果你觉得家里不自在 不如陪我住在那宅子里 咱们倒也清静 他这也是为了翠柳着想了 翠柳抹了眼泪 靠在他的身边点头 哽咽地说道 那我跟你住 他抽掖了一声 却还是从床上下来 帮着云书穿了一件肃静雅致 在国公府外瞧着 也是个秀气女孩的裙子 于琥珀告了一声 就往陈家去了 他们这一回行色匆匆 什么都没带 直接到了陈家 陈家大门紧闭 因云书也知道 今时不同往日 因此也不觉得奇怪 轻轻扣门 见有个紧张的小丫鬟来给开门 等云书和翠柳才进了门 那小丫鬟就急急忙忙地 合上了大门 仿佛家里着了贼似的 前院静悄悄的 倒是后院有些响动 云书和翠柳 也不避小丫鬟 领着就往后院去了 才走到后院 就听见陈白暴怒的声音 灭诈 不知廉耻的东西 我的脸都叫你给丢尽了 陈白昨日在唐国公面前侍奉 一晚上都没合眼 里里外外的忙碌 只想着回家里来好好歇歇 谁知道 才进门就听见了一桩 叫他只觉得匪夷所思的事 此刻看着哭着躲在一旁的碧柳 他眼睛冒火 指着碧柳大声骂道 你自己不要脸 我也说不得什么 你却要连累整个家门 我和你娘老了 不在意脸面 可是你弟弟妹妹还要做人 你 他四处寻摸 却见什么都没有 上前就要打死碧柳 他是你的亲女儿啊 陈白家的哭着跪在他的脚边 求着说道 就算他糊涂 可是他也是 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是我十月怀胎生的 你怎么忍心 要他去死 他哭得尖锐极了 和碧柳抱在一块哭着说道 大姐如果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左右都没了指望 你不如先杀了我 再杀了他 黄泉路上还有个伴 他哭着把碧柳 往自己的怀里藏 见陈白一脸恼怒地看着自己 便哭着说道 如果不是你非要退亲 大姐会出此下策 他也是没有法子了 你这心里只有计较 只有好坏 却不问问大姐的心 他心里喜欢王家那孩子 你眼高于鼎了 看不上人家 大姐难道还有什么法子不成 云书和翠柳 站在门口瞠目结舌 这恶人先告状啊 怎么一切都反倒成了 陈白的错了 王家那小畜生 能干出这种事 就证明 我先前退亲不是错 陈白指着妻子 脸色扭曲地说道 这么一个衣冠禽兽的人家 寡怜贤耻 还自称读书人 更卑劣了一层 日后结亲 能有你的好果子吃 你家里好的时候 他当的吸血虫 趴在你的身上吸血 你家门不好的时候 那种东西不说 当了缩头王伯见死不救 只要还要落井下石 踩你一脚 天底下读书人这么多 你偏挑了 最无耻卑劣的这么一家 难道我不该退亲不成 他的声音不小 陈白家的 却只哭着质问道 你是要叫得人尽皆知吗 你 爹 见陈白的脸都气白了 翠柳顿时就觉得自己 跟云书一同出来 是很正确的事 不然陈白看着如今这家里 只怕都要气死了 你把他们叫回来做什么 还不够丢脸 叫他们跟着丢脸 陈白见翠柳和云书站在门口 一愣顿时看向妻子 陈白家的便流着眼泪说道 都是一家子的孩子 家门荣辱 自然得在一块 放屁 陈白一向都还算斯文 此刻都忍不住抱粗口 见妻子目光闪烁 便指着他气笑了 颤抖着指着他说道 好啊 如今你可真是好啊 把孩子们都给捆在一块 叫他们也跟着丢脸 跟着叫人笑话 你如今可真是不得了了 他脸色铁青 云书急忙上前扶着陈白坐在一旁 忙着把桌上的茶水 倒在茶盏里 双手捧给陈白低声说道 陈叔 如今目已成舟 您生再大的气 也无法挽回 既然如此 何必还要为既定的事实 这样恼火 如今 您心平气和险 想条出路才是正经的 什么出路 我今日就送他去出家 陈白冷冷地说道 你好狠的心 戴姐花一样的年纪 你要送他去那清冷的地方 去遭见了这一生 这事不过也没什么 说起来 咱们两家本就有亲 日后是要成亲的 不过是 不过是情不自禁 提前了些 陈白家的见翠柳 也在一旁给陈白拍着后背安慰 陈白叫云叔低声劝慰 脸色好看了许多 就知道 今日叫云叔与翠柳回来 倒是做对了 急忙爬到了陈白的面前流泪说道 你打我骂我 我都受着 可是戴姐是你的骨肉 你这样忍心 叫他这辈子寂寞孤苦 连个家都没有 陈白死死地看着妻子 情不自禁 他冷冷地问道 这的确有点不怎么要脸 云叔捶着头 心说情不自禁 这词 可是叫碧柳给遭见坏了 王家又不是要退亲 这事 其实就是一张盖头的事 陈白家的如今心里一横 就对陈白央求说道 咱们两家做亲 是人尽皆知的事 如今大姐赶紧嫁过去 这其中有些什么 谁会知道 他果然还是想着 把碧柳嫁给王家的 那个秀才的 可是陈白却绝不能同意 倒是一旁的碧柳哭着说道 除了王家哥哥 我谁都不嫁 爹 如果我嫁不成王 哥哥 我就去给王家当婢女 当丫鬟 只要王家收留我 我就算什么都不要 都要留在王家 他哭得不行 陈白豁然看着他 国公府的丫鬟你不当 去给一个小人家中当丫鬟 他冷冷地问道 云叔见他的嘴角明警 露出了一点冷酷的痕迹 这个痕迹有点眼熟 云叔一下子想到了 这仿佛是昨日 唐国公面对唐二小姐的样子 陈白跟在唐国公身边几十年 乃是唐国公身边的得力心腹 就算是素日里笑盈盈得很慈爱 可是一旦冷酷起来 只怕与唐国公没有什么分别 他见陈白 竟然露出几分平静 越发畏惧起来 暴风雨之前总是十分平静的 你还要不要 翠柳才要说话 却叫云叔轻轻握住手 对他摇了摇头 翠柳顿时闭了嘴 看向自己的父亲 你就非王家不可 陈白突然冷冷地问道 第87章 糊涂 除了王家 我哪都不去 那你嫁过去吧 陈白一脸平静地说道 可刚刚愤怒地要杀人 简直判若两人 这样痛快 陈白家的不由露出几分茫然 你 是真心的吗 他心里喜悦 又不敢置信地问道 自然 既然你说一张盖头就遮掩过去 那就叫他赶紧嫁人 陈白之所以愤怒 不愿意叫碧柳出嫁 说起来也是一番慈腹心肠 他看出王家不地道 知道碧柳嫁过去 只怕要遭罪 因此才会坚决不肯 可是 既然碧柳这样干脆 他还拦着做什么 陈白家的 有一句话说得好 一张盖头眼 所有 碧柳只要嫁过去 嫁得还是王家秀赞 那谁还管他们成亲之前 到底有没有情不自禁过 这样的话 那翠柳和陈平 就不必受到碧柳这样的任性地牵连 日后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轻欲 陈白冷静地做出取舍 不仅保住了翠柳和陈平 还有陈家的好名声 也能叫陈白家的和碧柳 都行满一族 这样皆大欢喜的事 他为什么不做 此刻心中失望透顶 可是陈白见云书和翠柳都怯生生 带着几分关心地看着自己 勉强在脸上露出几分笑意 不必担心 没事 他对两个有良心的孩子 平和地说道 天气燥热 而且陈叔 你刚刚跟着国公爷忙前忙后 还是赶紧休息吧 云书急忙对陈白轻声说道 您是家里的主心骨 既然如今已经决定了要如何 您就放心地休息 碧柳姐姐的事 还有婶子呢 他十分忧虑陈白 也是因陈白素日里 对自己格外慈爱的缘故 此刻一刻心里都是担心 陈白便露出几分温和地说道 知道了 你们也是的 大清早上就叫他给喊回来 出去散散心 他从荷包里取出些碎银子 放在云书的手里 出去玩吧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 碎银子也得有个四五两了 云书急忙摇头说道 不用了 去吧 这四五两都相当于一个小丫鬟 几个月的月前了 如今的物件 就算是京城里最好的点心拿一包 也不过是二三两的样子 云书就算是和翠柳胡吃海喝 也足够了 陈白也没有把这银子的事 放在心上 摆了摆手 自己绕过了妻子和长女 抬一脚就去休息 倒是陈白家的此刻站起来 一边擦着脸上的眼泪 一边握住了云书的手 低声说道 多亏了你们回来了 不然 我余姐姐只怕是要坏事的 你也别着急 陈叔都答应了婚事 我想着 这婚事就已早不已迟 更何况 如今的天气还好 既然您 都给碧柳姐姐准备好了嫁妆 也不需要再整理什么 碧柳姐姐心里又是想要嫁人的 您就赶紧张罗婚事吧 云书便笑着安慰红着眼睛的 陈白家的轻声说道 您也别怪陈叔恼火 都说关心则乱 也有人说 爱之深则之切 正是因把碧柳姐姐放在心坎上 因此知道碧柳姐姐叫 他含糊了一句 这才轻声说道 因此陈叔才会这样难受 不然换旁人试试 走到大街上 就算别人家的孩子胡闹十倍 陈叔等闲也不会动气 你呀 就是知道宽我的心 叫你这么一说 我的心里就好受多了 陈白家的心里 本有些埋怨丈夫 可是如今叫云书一说 窒息的想了想 倒是觉得 云书说的有些道理 正如云书所说 如果丈夫 不是因为关心疼爱避留 又怎么会有这样的雷霆之怒 你也是知道陈叔的 一心都在这个家里 婶子 虽然今日陈叔动了气 可是叫我说 他如今只会更伤心的 您在家里多宽慰他先 别整日里哭着喊着 什么好狠的心了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云书知道 这夫妻之间的感情 消磨得其实也快 虽然他觉得 陈白家的 在避留这事上糊涂 可是只为了陈家 对自己的这份慈爱 他只有更希望陈家家中和睦 不要彼此有嫌隙的 这样温柔地劝说 陈白家的便点头说道 你别担心 我都知道 丈夫的心 更知道 往日里得加倍的温柔回来 至于碧柳 陈白家的如今想想 既然已经心满意足 那也就不要再争执了 那就好 沈子 您好好照顾碧柳姐姐吧 我与翠柳不添乱 咱们出去走走 云书可不会跟碧柳在一个地方 看见他就格外讨厌 更何况 此刻碧柳一双眼睛低溜溜地转 谁知道又在打算什么 他已经坚决不肯 教自己和翠柳吃亏 别说从前还往陈家 拿些东西便宜碧柳 白家地答应了一声 他便急忙拉着翠柳出了陈家家门 才出门 正撞上了匆匆而来的陈平 陈平身上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虽然走动起来无妨 可是却不能坐着 倒是也辛苦 他匆匆回来 见云书与翠柳都站在门口 急忙问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 娘叫人传话说 叫我回来 说是十万火急 他的紧张 跟刚刚云书与翠柳是一样的 云书急忙叫翠柳 把陈平给拉到一旁去 见左右无人 就滴滴地把事给说了 见陈平一张俊俏的脸 扭曲得跟鬼似的 急忙说道 如今这事已经了结了 陈叔不拦着碧柳姐姐嫁人 你算是来晚了一步 为了个碧柳 把国公府里当差的孩子们 都给折腾回来 也是叫人心累 云书就叹了一口气 他只盼着 陈白家的 既然能为碧柳折腾到这个地步 那希望日后等到了翠柳 到了陈平的婚事的时候 他也能这样用心啊 糊涂 糊涂 陈平老早就觉得 王家不是良配 听到这里 顿时占红了脸 抬脚就踹身边的墙 这样的人家 结了亲日后还了的 他就对云书与翠柳 强压了声音恼火地说道 好不好的 他自己没个说不成 母亲把大姐嫁到王家去 一则王家不做人 另一则 这等不知什么是 脸皮客气的无耻的人家 瞧见咱们府里有什么 必然得窜多大姐过来讨要 一定要他们家也有 娘本就是个有些糊涂的性子 日后这日子 咱们怕是过不得了 她本以为 日后把碧柳嫁到平凡人家去 好歹知道廉耻二字怎么写 自己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 不会再讨扰娘家 到时候 熬到碧柳出嫁 她和翠柳传的东西 就能大大方方放在家里 不必被人惦记 可是嫁到王家 陈平想到 那日王太太想要她家里的 料子的贪婪的嘴脸 对翠柳和云书说道 那家的太太和大姐婆媳 家一块 简直珠连闭合 你等着吧 日后咱们家必定还不消停 她露出几分恼火 又恨不耐把碧柳给拖出去打死 忍着怒气说道 爹只怕 是对娘和大姐都失望了 娘真是糊涂 陈白家的一心 都在长女的身上 是不是忘了自己 是要指望着 谁过日子呢 叫陈平说 他爹陈白 已经对妻子格外善待 这么多年 陈白就守着家里 身边没有小妾 外头也没有红颜知己 哪怕是陈白家的糊涂 一味地为了碧柳有些折腾 却也没有对妻子厌弃 这就不得了了 不然瞧瞧国公府里其他管事 是家里不是三妻四妾的 陈白没有纳妾 就是为了家中和睦 可是如果陈白家的闹得太厉害 或许陈白依旧不会纳妾 可是却会与妻子更加疏远 陈平就叹了一口气 云书也都想叹气了 这些话 陈平哥 你可别在外头说 不然只怕要被人说你小气了 什么担心家里被出嫁的姐姐 给搬空了这样的话 虽然是事实 可是说出去 也叫人觉得陈平刻薄 云书一个头两个大 见他此刻也累得惨了的样子 陈平急忙说道 我自然不会对外人说 对了 你们俩出来 做什么 他既然已经出了国公府 就没想着 要这么早就回去 云书倒是觉得 陈平这样一个少年 跟着自己和翠柳 能叫自己更有底气一些 就对他说道 我和翠柳在街上转转 等宋大哥从宫里回来 就一块去瞧瞧宅子去 这倒是挺好 陈平眼睛微微一亮说道 既然出来了 的确一块去瞧瞧你的宅子 也是好的 不过 你知道宋大哥什么时候出宫吗 不知道 云书老实地说道 你 陈平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天色 对他说道 你如果不饿不着急吃东西 就先去陈大哥家敲敲门 他如果在家 咱们就先去看宅子 如果他不在家 咱们就先去吃饭 对了 二公子已经把良田买了 地气就在我身上 等去看宅子的时候 我拿给你 他一副要表公 效率很高 洋洋得意的样子 云书却突然露出几分疑惑 眯着眼睛看着他问道 二公子不是还在贵祠堂吗 陈平脸上得意的表情 顿时僵硬了 第88章 陈平的未来 这个 那个 是吧 他含含糊糊 吭吃吭吃地 半上没说出话来 云书就知道 唐国公这一顿揍 算是没叫唐二公子往心里去 这明显是偷偷 从祠堂跑出来 好了 这事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再也别叫人知道了 我和翠柳 也不会说出去的 这要是叫那位 十分严格的唐国公知道 只怕就不是板子 直接拔掉唐二公子一层皮 云书见陈平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 就鸣嘴小声说道 不过如果有一天 二公子和你东窗事发 你也不许叫国公爷 知道我和翠柳早就知道了 不然叫唐国公知道 他们两个小丫鬟 明知道唐二公子玫瑰祠堂 竟然还瞒着不说 不也得扒了他们的皮 云书就觉得自己奇了怪了 明明唐国公在老太太面前十分孝顺 可是这国公府之中 云书最畏惧的 就是这位板着脸的国公爷了 知道了 陈平觉得自己和云书翠柳 一下子更亲近了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守着同一个要命的秘密 就格外亲切呢 这什么有的没的 买了地不是好事吗 翠柳一脸茫然地看着陈平 觉得陈平和云书这话 叫自己听不明白 这跟二公子贵祠堂有什么关系 只是他一向大大咧咧的 见陈平和云书 都抬头看天一副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哼为一声说道 你们只瞒着我吧 反正我有好处就成 那粮田多少银子一亩啊 这京城周边上好的粮田 十两银子一亩 可是云书跟翠柳 赶着跟着陈平一块买地 不正是因为是唐二公子 出面从户部买的那些 犯了事的那些 官换人家的粮田吗 一则是这样户部 卖得最沉的粮田便宜 另一则 这些大官的家中 都不是傻的 眼光都极好 他们手里的地势 比寻常买卖的地 更好一些的 寻常人家想去户部 买都买不着 亏了唐二公子 自己最近想给自己 添这些私房 叫云书也赶上榻了 吴两 陈平压低了声音说道 吴两 翠柳不敢相信地大声问道 这也太便宜了 吴两因此换了平时 连寻常的薄田都买不着 更何况是很肥沃的 上好的粮田 他的信眼还红红的 本还带着几分 在陈家时的难受 此刻一听粮田这么便宜 哪里还顾得上别的 眼睛都瞪圆了 他这杂杂呼呼的 胡得陈平恨不能伸手捂住他的嘴 连声说道 祖宗 你小点事 这还是在陈家的墙根底下呢 翠柳这样大声嚷嚷 叫陈白家的听见了 可怎么得了 如今陈平房他娘 跟房贼也差不多了 翠柳看见哥哥气急败坏 顿时也想到了 急忙捂住了自己的嘴 走走走 赶紧去送大哥家 陈平瞪了一眼 爱坏事的妹妹 急急忙忙 跟做贼似的 带着两个探头探脑的小丫头 踮起脚尖 一溜烟的从陈家的家门外跑了 等跑出老远 云书都觉得 这世道真实 别的大地主都恨不能叫人知道 自己的家业兴盛 可是自己明明 也算是一个小地主了 竟然好担心自己的家底被人知道 他一边摇头叹气 一边跟着陈平 很快地沿着一条长长的街道走了 他不认得宋儒百家在哪里 可是陈平却认识 走过了唐国公府这长长的街道 又走过了几条街 云书就见陈平拐到了一条 更宽敞安静 整街的长街上 这条街看起来就跟别处的有些不同 更干净些 远远的还看见有来往的 五城兵马司的人在巡逻 走动 里里外外进出的人 瞧着也衣裳更鲜亮些 比平常百姓的街道 多了几分说不出的感觉 这条街上 都是在京城里做官的人家 不过大多官职不高 因此 宅子大多是两进三进的 宋大哥的宅子倒是难得 是个极大的三进的宅子 你的我前次来也见了 倒是也极好的 要紧的是 这些官宦人家 大多都是读书人出身 就算是 有些性子不一样的 可是素质还在 宅子都很干净齐整 比别处的能好许多 陈平一边和云叔叙叙叨叨的 一边对云叔说道 宋大哥牛心古怪的 那么大的一个宅子 一个人住着 连个下人丫鬟都没有 你说冷清不冷清 咱们一敲门 如果没人来开门 那就说明 他家没人 宋大哥还没有买下人吗 云叔不由问道 可不是 爹都说他 好歹也是个宫中侍卫了 大小也算是个仕途上的人 不说别的 买两个人给自己打扫打扫院子 自己回家的时候 有个热乎气 有个嘘寒问暖的人 这不也挺好 只是宋大哥 别看人不爱说话 那自己决定的事 谁都拉不过来 不愿意叫丫鬟服饰 那至少买个小丝 也不肯 陈平真是不明白 宋如柏这到底怎么想的 当了八皇子身边的侍卫 日后大好前程就在眼前 好好享受人生 叔叔谈谈地过日子 这难道不好 偏偏冷冷清清清的 云叔倒也在陈平的抱怨里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哪里有立场说什么呢 对别人家里的事 对别人的选择指手画脚 他也不会做的 陈白是长辈 因此关心宋如柏 可是他跟宋如柏 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交情 却要指手画脚的 这瞧着不像话 宋大哥素日里都陪着八皇子殿下 想必回家的时候不多 叫他说 宋如柏在宫里的时间 大概更长久 只是拿如今的宅子 当个旅店的意思 更何况他冷眼瞧着 宋如柏似乎也更想要先走仕途 既然这样 那就要日日侍奉八皇子了 那经常不在家里 因此 不需要下人也可以理解 他一边跟小婶抱怨的陈平 往长街里走 就见两侧都是高高的墙壁 隔了很远 就会有黑色的大门 瞧着都带着几分气派的气象 他跟着陈平往宋如柏的家中走 一边走 一边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昨日我听我们老太太 与显侯夫人说话 老太太说 仿佛明年春天 就要把二公子送到边城去投军 陈平哥 这事儿你知道吗 他倒是记挂着陈平 见陈平点了点头 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犹豫了一下 才问道 那你怎么办 陈平是唐二公子的贴身小厮 从小 而服侍唐二公子长大的 与唐二公子形影不离 没看看坏事 分银子 挨打这一条龙的 都没忘了陈平这一份吗 可是在京城国公府里 唐二公子是做公子的 享受富贵者 陈平跟着是理所当然 如果来年春天 唐二公子叫唐国公 踢去军武之中 那撑死了 一开始就是的大头兵 总不能大头兵的身边 还跟着一个服侍的小厮吧 那是去当兵 又不是去度假去了 因此 云书就很担心 陈平离了唐二公子 日后在国公府的差事 这事儿 我跟二公子说过 也跟爹说过了 陈平一向机灵 怎么可能不为自己的前程考虑 他见云书对自己十分担心 不由笑着拍了拍云书的发顶 这才说道 你别担心我 二公子如果去边城 我就跟着去 他投军去 我就在边城开几个铺子跟着 一则来往京城边城 帮二公子打理他手里的那些产业 另一则我也想过 边城虽然辛苦些 可是我跟你讲 倒是也是一条商路 他对赚钱充满了热爱 见云书侧耳倾听 就哼笑了一声说道 边城一向盛产毛皮料子 人参 陆容 还有各种京城里稀罕的药材 这在他们那便宜 可只要出来到了京城 就格外昂贵 只是边城遥远 这条路不大好走 不过日后 我帮着二公子在两头忙碌 那带着这些东西往来 自然也方便 去的时候 带上咱们京城里最流行的紧端料子 珍珠首饰 到了边城 反手也是不少的镜像 云书呆呆地看着陈平 他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还挣扎在每天默默地攒点银子 买些良田 当个小小的地主就满足的时候 人家真正的古人 竟然已经有这样的商业头脑了 你这是自己想的呀 云书还有些不甘心地问道 他怎么觉得 陈平在商业上的头脑比自己厉害多了呢 不然呢 难道问你们两个只知道两亩地两亩地 慢吞吞蹭的小丫头 陈平好鄙视地问道 云书不吭声了 他觉得自己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行了 见他垂头丧气的 陈平一笑 俊俏的脸上露出爽朗的笑容 用力揉了揉云书柔软的头发 等你陈平哥发达了 到时候肯定给你们俩 预备好丰厚的嫁妆 供富贵嘛 他笑嘻嘻的 一副爽快的样子 云书不由也扑斥一声笑了 笑着说道 陈平哥 你画了一个好大的饼 我和翠柳听得开心 可是怎么一枚铜钱都没有瞧见呢 这不就是贷款吹嘘许愿吗 画饼 我这是真心实意的 陈平急忙表白 自己是个真诚的人 如果是真心实意的 那你还欠我和小云一顿饭呢 忘了 说要带咱们下馆子的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翠柳就在一旁急忙说道 陈平正念叨自己的真诚 突然不说话了 许久 在两个小丫头的面前 翻出自己的口袋 抖了抖给他们看 什么意思啊 翠柳看着她的 翻出里面的口袋 茫然地问道 兜儿比脸还干净的意思 陈平摊手说道 第89章好男人 陈平这样无赖 云书和翠柳都惊呆了 你没钱 没钱 没钱你从前夸什么海口 口口声声 带我和小云下馆子呀 翠柳觉得自己 被哥哥给糊弄了 发现这又只是一张画饼 其实啥也没有 格外气氛险 面对妹妹谴责的目光 陈平慢吞吞地 把口袋重新放好 阵阵有词地说道 之前跟你们提的时候 自然是有钱的 只是才买了地 我手里空空的 不过你也别担心 等回头咱们公子 再去赚一笔 我有了钱 一定请你们吃最好吃的 那你今天吃饭了吗 碧柳在家里闹了这一出 云书和翠柳 是没吃什么 就赶过来了 看陈平今天气喘吁吁那样 仿佛也是得够强 迎着云书关心的目光 陈平摇了摇头 陈叔给了我几两银子 咱们一会儿去吃点东西吧 云书善解人意地说道 虽然陈平只给他画饼 可是他却善良极了 一定不会叫陈平饿着的 胡说 爹给你们小丫头们 吃吃喝喝的银子 我一个大老爷们 跟着一块蹭饭 多不像话 这不成了吃软饭的吗 陈平对于自己男子汉的形象 还挺看重 坚决不肯当个吃软饭的 见云书和翠柳 都呆呆地看着自己 顿时一仰头 理直气壮地说道 吃你们的喝你们的 我成什么人了 你们别管 我有办法 他豁然转身 用力地拍打起了身后的一扇 紧紧关着的高大沉重的大门 这大门看起来十分沉重 应该是铜的 十分森严的样子 宋大哥 陈平的声音很大 云书无语地 看着拼命拍门的陈平 跟在女孩子身边 蹭吃蹭喝是吃软饭 于是 这跟在男孩子身边 蹭吃蹭喝 就不是吃软饭了是吗 就可以吃得大老爷门了 他真是受教了呀 只是他第一次来 知道这是宋如柏的家 不由有些好奇地看着 就见这门前清清静静地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别人家门前 或许会有的石狮子什么的 看起来有些单薄 想到宋如柏连下人丫鬟都不要 为人的确是有些清冷的 云书不免争冲了一会儿 他正发呆的时候 陈平的声音才落下 就听见沉重的大门 吱压一声开了 大门半开 露出宋如柏高大的身影 看见陈平倒是脸色寻常 看见云书和翠柳 他不由一愣 显然很意外 宋大哥 家里有吃的没有 我和他们还没吃饭呢 陈平很是厚着脸皮说道 有 宋如柏对云书和翠柳微微汗手 打开门叫他们进来 云书进了院子 和宋如柏问了好 目光不由落在这宅子里 就见宅子十分开阔 栽种这些寻常树木 瞧着倒是干干净净的 只是到底是一个人住 这些树木灌木花朵地瞧着 有些疯涨的意思 有些杂乱了 他觉得这宅子 似乎是只有宋如柏一个人住的缘故 因此显得越发的空旷 前院看着也愈发开阔 虽然不是十分精心 却带着几分男子 大开大和的爽朗的气息 陈平是来过这儿的 因此也不跟云书翠柳一块欣赏院子 直接往厨房去了 宋如柏一个主人家 自然不能和陈平似的 把两个女孩撇下 见云书跟翠柳好奇地四处看 便跟在他们的身后鸣嘴说道 有些单调 我觉得挺好的 云书喜欢开阔的空间 见着宅子大 少了几分精致细腻 多了几分豪爽的开阔 便笑着说道 宋如柏勾勾了勾嘴角 进而叫云书在这里等着 抬脚去了不远处的一个屋子 片刻走出来 递给云书一张房契 这是隔壁的房契 只是我给你买得快 隔壁的老大人 还要几日才能搬走 他动作很快地把房契塞给云书 云书急忙道谢 拿过房契 这才笑着说道 我又不急着住 本也是占了便宜 才卖了那位老大人 这样便宜的宅子 如果宋大哥与他们熟悉 就与那位老大人说 不必十分急着搬家 我不会催促的 那位老汉林 是要告老还乡 总是会将宅子腾出来 因此 他也不想做一个大恶人 买了人家的房子 就逼着人家 赶紧腾房子什么的 那也没什么必要 而且 他能三百两就买下那样的宅子 已经是人家和气的缘故 如今怎么还能逼着人家 匆匆搬走呢 嗯 宋如百沉默寡言 简单地答应了 他顿了顿 又对云书问道 你要不要去看看那宅子 前头老大人还没有搬走 我去看宅子不合适 其实云书是有些失望的 毕竟他和翠柳出来 就是为了想看看宅子 不过既然人家老大人 还没有搬走 他就不好登门 免得像是赶人家走似的 他这样顾虑 宋如百沉默地看了他一会儿 这才对他说道 没关系 我会跟老大人解释清楚 解释什么呢 云书一个小丫鬟出来一趟不容易 因此才趁着难得的机会 看看宅子是怎样的 毕竟 谁买的宅子 都会有一种格外的兴奋 想要在自己买的宅子里 到处瞧瞧 欣赏一下 当然 宋如百也会解释给那位老汉默 和他的家人 云书不逼着他们 赶紧搬走 吃了饭再说吧 陈平突然出现在厨房门口 有气无力地说道 怎么了 翠柳觉得 宋如百和云书的对话 没意思极了 正百无聊赖 不由好奇地问道 陈平却已经叹着气 走到了宋如百的身边 宋大哥 你这厨房里就没生火了 他觉得头疼极了 本想混吃混喝 谁知道宋如百的家里也没吃的 倒是宋如百想了想问道 你想吃什么 他看起来一副好贤惠的样子 陈平急忙说道 吃凉面吧 宋大哥不知道 小云之前在家里做过两回凉面 那滋味好极了 更何况 凉面不麻烦 也不是什么金贵的费钱的吃食 简简单单 清清爽爽 郑和氏 如今陈平正满心火气的日子 他虽然脸上不说什么 可是一想到碧柳就生气 我不会做饭的 云叔急忙说道 他一双纤细雪白的手 看着就养尊处优 食指不沾羊春水的 只给老太太绣活 哪里下过厨房 就算是开发了些好吃的 也是只站在一旁动嘴 干活的也都是别人 在陈家做凉面吃 自然是有厨娘在做 云叔不过是动动嘴皮子 教人家怎么调料等等 如今没有厨娘 他自己如果亲自下厨 只怕是黑暗料理 你一个女孩子 竟然不会做饭 陈平觉得 云叔这简直不合格 再看了一眼 同样目瞪口袋的翠柳 顿时就对这两个丫头绝望了 就在他觉得 自己要饿死的时候 就听见宋如柏 在一旁平静地说道 我会做 他看起来 完全没有什么 君子远处抛的不好意思 见眼前这几个 都在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自己 抿了抿嘴角说道 只会做简单的 可是凉面也简单得很 云叔急忙说道 宋大哥你做饭 你还不去烧火 等着吃现成的呢 翠柳对陈平凶神恶煞地说道 你真是我的亲妹妹 陈平这样跟着唐二公子 在外头干了无数坏事的油滑小丝 哪里干过烧火的活 可是此刻也赶鸭子上架 因烧火也不是什么技术活 因此垂头丧气地 躲在灶台前烧起了火来 他在那里烧火 云叔就小尾巴一样 跟着宋如柏 如何如何只会下了面条 如何如何调制酱料 又黄瓜切丝等等 见宋如柏的动作还算娴熟 他想了想 又指挥宋如柏切了些黄瓜 拌了可口的小菜 等忙碌完了 他才不好意思地说道 到底是宋大哥亲自下厨 我们吃这些简简单单的就足够了 你指挥宋大哥的时候 可也没客气啊 翠柳是云叔的小尾巴 低声说道 云叔全当没有听见这样的吐槽 厨房热 你们出去等 宋如柏也当作没有听到 对他和翠柳说道 那我 陈平开口说道 烧火吧 宋如柏平静地说道 听见自己自由了 两个没心没肺的小丫头 自然不会管陈平 是不是还在水深火热 嘻嘻哈哈地就出去 一时之间 这本十分清冷的院子里 都是女孩子快活的笑声 云叔和翠柳 在宽敞的大院子里到处玩 也不在意添热 心里快活 也都把碧柳带来的不快 给忘在了脑后 等了一会儿 才看见宋如柏和陈平 端着几碗凉面出来 云叔和翠柳玩得累了 急急忙忙走过去 却听见宋如柏开口说道 你们先别吃饭 我给你们拿些绿豆汤 他见云叔和翠柳热得很 又玩了一会儿 应该会口渴 转身就去厨房后头的井里 拿出正在里头的一锅绿豆汤来 云叔喝了一口绿豆汤 只觉得沁人心扉的良意 绿豆的清香 还甜滋滋的 显然是放了糖的缘故 多谢宋大哥 他觉得自己该对宋如柏刮目相看了 上德庙堂入的厨房 宋如柏 这是古代世家好男人的典范啊 第九十章方柔 吃饭吧 宋如柏只叫他们喝了一碗 就不叫多喝了 毕竟井水也凉 贪图凉快喝多了 只怕也伤身 宋大哥 你今儿怎么没进攻 陈平只不过是来碰碰运气 没想到宋如柏还真的在家 一边大口吃凉面 吃着清爽的小菜 一边看着宋如柏问道 他比宋如柏年少一些 只是两个少年都是邻居 因此 从前的交情还是很不错的 这么多年结交下来 他在宋如柏的面前 就少了几分拘束 直接开口就问 宋如柏也不在意 一边吃饭 一边说道 我这几日请假在家 怎么了 殿下身边不忙吗 还好 宋如柏含糊地说道 宫中的事是不好 在外头胡乱说的 陈平自然也明白 见宋如柏似乎有些隐瞒 也不在意 对了 前些时候 咱们家公子挨了打 这事你知道吗 他也看似不经意地问道 知道 沈家公子进宫时 说给八殿下听了 殿下说国公过于苛责了 其实对于沈家交好的人家 往来的时候 顶着沈家 或者沈贵妃的名头 做点什么 八皇子也不怎么在意 他本就是受到皇帝宠爱的皇子 也不必谨小慎微 战战兢兢 因此 对于唐国公的谨慎 虽然十分喜欢 可是却觉得唐二公子 有点可怜 宋如柏吃了两口面 才说道 殿下的意思是 唐家既然已经是沈家殷亲 说起来 你府上的世子 日后是他的表姐府 这样亲近的关系 不必十分外道 殿下的心胸是有的 只是咱们国公里 本就是个公私分明的性子 陈平笑嘻嘻地说道 倒是八殿下一向心胸开阔 只是叫我说 还是谨言慎行些才好 殿下虽然是陛下宠爱的皇子 可是如果这些亲戚 撑着他的名头 在外做事多了 难免叫这京城之中 对殿下的风平不利 不过这也是我们国公爷随意说的 宋大哥 你也别十分往心里去 只是倒是连累了 显侯家的公子 我怎么听说 咱们家二公子挨了打 显侯府上的公子 就也挨了侯爷的训斥 显侯大人 想必也是 以你们国公的缘故 唐二公子都挨了打 那显侯不也不得不收拾 收拾自己儿子 不然一块去做的这个生意 唐国公这样严谨 显侯难道还能置之不理 宋儒百见陈平笑了笑 便轻声问道 这也是国公大人说的话 怎么可能 国公爷打了二公子 叫二公子跪了祠堂 之后就不管了 哪里有时间与我说什么 陈平漫不经心地说道 只是可惜了的 二公子如今成了惊弓之鸟 只怕是要离显侯府 与将军府都圆圆的 再也不敢参合了 他呲牙咧嘴地 动了动自己的屁股 显然也是心有余悸的 宋儒百沉默地 端着碗片刻 似乎若有所思 倒是翠柳十分不耐烦地说道 左一句公礼 右一句公子的 哥哥 你怎么不说些有劝的 我爱打有劝没有 陈平挑眉问道 哪里有趣了 吓掉了咱们的半条命 翠柳哼了一声 他倒是觉得胃口大开 那腌制的新鲜的黄瓜 酸酸甜甜的 清脆可口 还有黄瓜独特的清香味 吃在嘴里 倒是叫他觉得 比凉面更好吃一些 他也在宋儒百面前 没有什么拘束 与云淑一块 高高兴兴地吃了饭 等宋儒百 带着想要抗议 却不成的陈平 一起去洗碗 就拉着云淑在一旁小山说道 咱们一会儿 真的要去隔壁吗 他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 对云淑说道 宋大哥不是说 那是一位老汉林 最是有学问的人了 能在汉林院当差的 当初都是两榜进士中的佼佼者 更遑论 是一辈子都在这汉林院中 钻研学问呢 虽然不是高官显幻 可是却是正经的读书门第 令人敬重 云淑也有些打触 他和翠柳都有些担心的时候 却听见远远的大门外 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听到这敲门声 云淑这个客人 倒是不好去开门 见宋儒百已经从厨房里出来 直接去开了门 且见门口站着一位 十分闲尽端丽的年少的女孩 这女孩生得端丽温柔 身材纤细婀 目光温润 瞧着 是一位十分端庄温和的性子 见宋儒百开了门 她突然脸红了红 目光深处又带了几分暗淡 抬头对她笑着说道 宋大哥 祖母叫人做了些白糖糕 叫我拿来给你尝尝 这是什么情况 云淑和翠柳 眼睛都亮了 躲在不远处的廊下看去 那少女温温柔柔 看着唇凉可人 眼睛里的仰慕 就算是云淑和翠柳 这样不解风情的小丫头 都看得出来了 白糖糕 翠柳小生说道 咱们真是有口福 云淑已经开始想着 白糖糕要用石墨茶水来搭配了 我不吃甜的 宋儒百干巴巴的声音 打碎了两个小丫头的幻想 那温柔闲静的女孩 半上说不出话来 难免有些失望 只是却勉强露出了一点笑容 对宋儒百小生说道 宋大哥 咱们家的白糖糕滋味极好 你还是尝尝吧 她看起来已经有些色缩了 宋儒百却摇头说道 多谢老夫人挂念 只是我真的不喜欢 她顿了顿 对着少女平静地说道 我记得对门的赵二哥喜欢 老夫人想必也给她留了份力 只是她犹豫了片刻 转身去了厨房 拿出了些刚刚办出来的小菜 对着少女说道 这个替我转交老夫人 虽然不过是小菜 不过胜在清爽 替我多谢老夫人对我的挂念 这时 那少女觉得有些难过 可是看见 这漂亮的陶瓷盘子中的清脆小菜 倒是露出几分好奇 这是小云做的 宋儒百很诚实地说道 云书真是想找个的份儿钻进去 这也太诚实了 难道说 是自己做的 就会倒霉不成 小云 那少女一愣 继而顺着敞开的大门往里看去 此刻大家都在前院 因此 云书与翠柳都尴尬地从廊下站起来 觉得撞破了少年少女之间 这有些隐秘的相处 十分尴尬 倒是翠柳是个没心没肺的脾气 尴尬了一会儿就笑嘻嘻地凑过来 给这少女拱了拱手说道 姐姐真好看 这是白糖糕吗 他这样和气 那少女端立闲尽的脸上 不由也露出几分友善 云书想到 日后这只怕都是邻居 便也顾不得什么不好意思了 走过去看了看白糖糕小生说道 雪白软糯 瞧着滋味极好呢 两位妹妹尝尝 这少女是个十分大方的性子 把白糖糕递过来 进来坐 宋儒百却突然让开了门口的路 请这少女进来 这显然是叫她们可以互相亲近的意思 因此 云书和翠柳眼睛都亮了 急忙邀请了这女孩进来 云书便自我介绍说道 姐姐安好 初次见面 我是小云 我是翠柳 咱们俩出身堂国功夫 云书从不隐瞒自己的出身 是丫鬟就是丫鬟 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如果不能接受她这样的身份 那就不必往来就是 不过这少女倒是并未十分在意她俩的身份 见她们都生得十分好看 便笑着说道 我是芳柔 就住在这条街上 与宋大哥家是隔壁的隔壁 她这样的介绍也十分有趣 显然芳柔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 云书不免心里生出几分亲近 急忙问道 是老汉邻家的隔壁吗 如果是这样 那我与芳姐姐日后倒是真正的邻居了 她这样一说 芳柔顿时露出几分恍然大悟来说道 原来徐老汉邻家的宅子是叫你买了去 也是机缘巧合 云书笑着说道 应知道和芳柔是邻居 因此 她更亲近了几分 毕竟不多说 远亲不如近邻 不过叫云书说 自己这宅子当真是极好 一侧的邻居是宋如柏 这好处都不必说了 另一侧的邻居 只看芳柔就知道 并不是难相处的 这倒是 之前家里还担心 来了不亲近的邻居闹得慌 不过瞧着两位妹妹 倒都是闲静的性子 芳柔鸣嘴笑了 又推了推面前的白糖糕笑着说道 这白糖糕 是咱们家极有些名气的点心 两位妹妹尝尝 她的性子温柔 又没有十分傲慢 云书也开开心心地 拿了面前的白糖糕 捏在手里 软乎乎又有些弹性 半透明 颤巍巍的 吃一口清甜柔软 里头还有一点酸酸的山楂馅料 不由眼睛亮了 笑着说道 这外头甜腻 里头又有酸酸的滋味 混合在一块 比外头平常的白糖糕滋味好了许多 翠柳妹妹也尝尝 芳柔听见云书夸奖 眼睛都弯起来 显然十分开心 这是我学着做的 难得有人喜欢 云书一愣 见芳柔急忙不说话了 不由偷偷去看宋如柏的脸色 只怕刚刚说是 下人做的是假的 如今才是真的 这是人家芳家小姐 特意给宋如柏做的 第九十一章女婿 宋如柏倒是没什么脸色 她在三个女孩面前坐了一会儿 就起身说道 我去看看阿平 她抬脚就走了 到最后 也没吃一口芳柔带来的白糖糕 云书心里觉得 这宋大哥十分不解风情 急忙对有些尴尬的芳柔说道 芳姐姐会做点心吗 巧得很 我 你也会做 芳柔性子温柔 也不是一个喜欢 尖酸刻薄爱生气的性子 虽然对宋如柏不大理会 自己有些失望 可是看见云书和翠柳 两个省得美貌俏丽的 小妹妹在眼前 也并未在意 他们是丫鬟 自己是官家小姐 温和地问道 妹妹喜欢做什么 她格外清静 似乎还觉得和云书 有共同语言似的 云书一下子就噎住了 伴上 咳嗽了一声 这才在翠柳偷笑的目光里 尴尬地说道 我 我会吃 她垂了头好羞愧的样子 芳柔扑斥一声笑了 她本就是个 美貌咸尽的女孩 这一笑 又带着几分年少清纯的美好 云书本有些不好意思 见她笑了 却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虽然 虽然我只会吃 不过倒是有些点心方子 芳姐姐如果喜欢 不如实验实验 云书嘴里的点心方子 就是十分简单的 并没有十分的工序 对方柔笑着说道 姐姐可会做红豆酥 见芳柔点了点头 因此云书急忙笑着说道 若姐姐会做红豆酥 不如再试试做个蛋黄酥 香甜咸香 是难得不同的口味呢 蛋黄酥与红豆酥差不多 不过是在红豆沙里 再塞一个咸蛋黄 可是云书 却觉得这就是点睛之笔 加个咸蛋黄进去 那整个点心的滋味 都和普通的红豆酥不一样了 她从前吃过许多的点心 因此 此刻说起来的时候 就头头是道 不要吝啬油糖 注意些烤制时的火候 我觉得好吃得很呢 红豆过于甜腻 较咸香的蛋黄中和一下 再较上酥酥的外皮 云书默默地吞了一口口水 翠柳也在一旁听住了 方柔却听着 听着玩耳一笑 姐姐笑什么 云书心虚地问道 我瞧出来了 妹妹的确是个嘴馋的 方柔一双美丽的眼底 泛起了点点的光彩 见云书红着脸 跟自己小声说些好吃 怎么能是馋嘴呢 等等这样心虚的话 便笑着点头说道 那我回去试试 等下回妹妹 有机会出来 咱们左右是邻居 我做给你吃 她这样温柔可爱 云书只觉得心里欢喜 与小声儿欢喜起来的翠柳 对视了一眼 便拱手道谢说道 多谢方姐姐 我家里人口简单 不过是我与哥哥 因此 素日里也寂寞 妹妹们若是能出来回来住着 倒是与我有个伴 其实这话就是十分谦虚了 毕竟方柔作为光幻之家的小姐 平日里跟同样是光幻之家的女眷 来往的也不少 可正是这份温柔 倒是叫云书对方柔另眼相看 只觉得 宋如伯如果能娶到这样可爱 又能干的媳妇 倒是运气了 只是她与宋如柏 虽然也算是有几分交情 可是擅自插手评论人家的婚事 倒显得有些多事似的 因此 当方柔告辞回了家 宋如柏也没出来 云书欲言又止 却不知该怎么说 怎么了 陈平可算出来了 累得不清 你才干什么去了 翠柳就问她道 你们两个小丫头 简直跟养尊处优的小姐似的 一个碗都不去洗 陈平觉得 这世道简直没有天理 男人在厨房干活 女孩们都在外头嘻嘻哈哈地说笑 听说还吃上了热乎乎的点心 她甩了甩自己的手 坐在了前院里的藤衣里 歪头一看 竟然还有白糖膏吃 一边气得不清 一边把白糖膏往嘴里塞 含糊地指着云书和翠柳说道 一点活都不会干 日后我都替你们愁得慌 今天他们吃饭的碗筷 都是陈平洗的 陈平发现自己突然就掂量了刷盘子 洗碗等等类似技能 云瘦歪头看风景 就是不接这话茶 翠柳是不怕哥哥的人 抬着下巴问道 愁什么 你们什么都不会干 日后怎么给人家当媳妇 谁敢娶个啥啥都不会的媳妇 回来供着 陈平愁得不行 多买几个下人就是 宋如柏坐在陈平的身边 平淡地说道 陈平叹了一口气 宋大哥 你也是个男人 不是应该站在我这头说话 见宋如柏摇了摇头不说话 陈平连吃两块白糖糕 觉得这滋味 虽然比不得外头最出名的糕饼店的 不过也是 好吃极了 听了翠柳刚刚叽叽喳喳 对自己说了一番芳柔的事 他便贼兮兮地笑起来 凑到了宋如柏的面前挑眉问道 怎么 宋大哥 你还真的不动心啊 我爹都说了 你既然不喜欢下人 不是应该讨个贴心的媳妇 他心里重义的不是我 宋如柏面容沉稳地说道 陈平一愣 连云书也愣住了一下 他之前没看错啊 方柔看向宋如柏的目光 是十分温柔钟情的 不忠意你 还亲手给你做点心 白糖糕不是我喜欢吃 是对门赵二哥喜欢的点心 宋如柏见陈平吃了不少点心 就从一旁给他倒茶 见陈平跟自己道谢 两个小丫头都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 他想了想才简单地说道 他与赵二哥青梅竹马 对我用心七八分 是因他母亲与他多说了些话 他这样贵重的女孩 没有自己的主见 听他母亲念叨了几次 就觉得心里是重义了我 我不喜欢甜食 也不喜欢白糖糕 与他说过不止一次 可是他却都没有放在心上 只记得赵二哥喜欢白糖糕 他皱了皱眉 觉得自己似乎没有说得很明白 因此就对眼前这三个问道 你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宋大哥的意思是 方姐姐以为自己喜欢的是你 却不记得你喜欢什么 反而把那位赵二哥喜欢的吃食 记得牢牢的 对你其实并未用心 云书艰难地问道 他迟疑了一下 就对宋如柏小舍问道 那如果方姐姐只会做一二点心呢 如果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都愿意为他用心的 宋如柏小小年纪就十分沉稳 此刻英俊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见陈平都在一旁听住了 便缓缓地说道 如果喜欢一个人 却连他不喜欢什么都不在意 只嘴上说着喜欢 那这真心只怕也得打个折扣 方柔的确是个 极好极温柔良善的女孩 可是姻缘却大概不在她的身上 与其日后大家都尴尬 不如如今叫宋如柏 先做一个疏远的恶人 因此 宋如柏对方柔才这样冷淡 甚至有些失礼了 他既然心里对你不是十分真心 那他母亲窜多什么 直接叫他 去和对门的赵二哥亲近不就完了 陈平是个男子 就算机灵伶俐 可到底 对这些后宅女郡的心思闹不明白 见他一脸茫然 宋如柏便平淡地说道 我独门独户住这大宅子 身上背着八皇子 跟前侍卫的名头 家中又有横产 他似乎不喜欢说外人的是非 因此说 这些话的时候就格外为难 见陈平茫然 低声说道 对门赵家 虽然也是官宦之家 可不过是吴平 家中三个儿子 两个闺女 那么一大家子 住的宅子 却和单过的宋如柏一般无二 嫁给谁过的舒坦一目了然 吴平 这官位不低了吧 云书觉得 吴平这官位已经很高了 要知道 能左右一个献生死的知县老爷 也不过才是七品官 那在寻常百姓的眼中 已经叫什么来着 青天大老爷 可见七品之县 就已经是众人仰望 亨何况是吴平 吴平放到地方上去 还能混个支舟当当 可是 你得知道 这可是十权的圈 自然是了不得的 这支舟就是一方不小的父母官了 说一句 要封的封 要与得鱼也差不多 在地方上跟土皇帝似的 可这样的吴平坐着 在外头封封光光 其实比京城里的四品 没十圈的都要强些 陈平见云书一时听住了 似乎很感兴趣 便耐心地对他说道 只是并不是什么地方都有十权的 这京城里 皇家薰贵无数 吴平官算个什么 不说有没有十权 只说在这京城里 就少了许多人的孝敬 每日里只靠着俸禄银子过日子 那日子我跟你说 连咱们陈家的二分之一都比不上 一个京城里的五品官 没有十权就没有油水 没有外放就搜刮 不着下头的孝敬 抱着俸禄银子过日子 五品的俸禄才多少 一大家子 这日子过得就紧巴 别以为坐官就封光了 以为坐官封光 就可以荣华富贵什么都不缺 那你们才是 想多了 陈平说得轻轻松松的 翠柳一愣 顿时瞪圆了眼睛 那方姐姐她娘 一心只喜欢宋大哥做女婿 不想要那赵二哥 这不是贤瓶爱富吗 第九十二章 良田买多了 贤瓶爱富倒不至于 云书急忙说道 你自己个儿也想想 如果你是一个 心爱女儿的慈爱的母亲 是愿意闺女 过得富足幸福 还是操场一大家子 终日里为了一点子 银钱斤斤计较的打算 发愁呢 若说贤瓶爱富 只看方姐姐的温柔体贴 并不轻视 你我就知道 她家中的家风 必然不会如此失快 只是 做母亲的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过得幸福轻松 你说呢 这 倒也是 谁家母亲都希望孩子们 能过得好些的 就比如陈白家的 这样折腾 虽然叫翠柳几个 都觉得烦心 可是不也是为了 想叫碧柳 把日子过得好些吗 如果真的是方家的夫人 叫方姐姐 对宋大哥和气些 其实也说明 她真的是为方姐姐 考虑得不错了 宋如柏跟着八皇子 这是从八皇子少年时 就陪伴的情分 日后就算再不济 日子过得 也应该会很舒坦 这样的大宅子住着 宋如柏如今 也不十分缺银子 更何况宋如柏年少 日后总是有发达的那一天 云叔觉得 不应该对方家的心思 觉得有什么看不起的 归根究底 也不过是一句 可怜天下父母心罢了 那刚才我说的话 的确有些不对 翠柳小生说道 你心直口快 想什么就说什么而已 倒是也没什么 只是日后 不必在方家面前 提起就好了 日后都是邻居 云叔想着 方家倒并不是一个 十分讨厌的人家 见他们 已经坐一会儿了 宋如柏就对云叔问道 要不要去隔壁瞧瞧 他这样一问 云叔顿时回过神来 犹豫了半晌 还是小生说道 我思前想后 还是觉得不妥当 只要我一露面 人家老大人 只怕就更要急着腾房子 何必呢 他本就是个温和的性子 就算是买了人家的宅子 也没有说急匆匆 就把人赶走的道理 因此思前想后 还是觉得 不必这样着急 又不是从此 关在国公府里 再也不出来了 何必呢 你呀 总是这样小心 翠柳就对陈平 和宋如柏说道 在府里老太太面前 就是如此 小心得不得了 只怕自己给人找不自在 虽然云叔这样的脾气 是和气 可是叫翠柳说 也太累了 总是想着两全其美 又总是平和温柔 这样的性子自然 就是自己总是 在心里揣着想着多谢 因他说到这个 陈平不免吃笑了一声问道 都跟你似的 你倒是杂杂乎乎的了 可是光渣户 你也没得着什么好处 你 翠柳跟陈平是见了面 就恨不能掐在一块的 不要吵架 云叔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哥哥多坏 小元 你把我骂他 骂什么 陈平哥是你的亲哥哥 你该对他温温柔柔的才是 云叔低声劝道 瞧瞧小云 多么温柔 一看就知道 对哥哥好的姑娘 陈平顿时得意洋洋地说道 云叔也不理睬 他对翠柳耀武扬威 对气鼓鼓的翠柳 继续小声说道 你的田气还在他的手上 他若是恼羞成怒了 不给咱们了 多么不划算 你想骂陈平哥 先等他把田气给了咱们 到时候多么高声都无妨啊 他一边说 一边忍不住笑了起来 翠柳本气成个河豚 听到这里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倒是陈平听着不对劲 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 突然怪叫了一声 对云叔问道 原来还是想要骂我呀 陈平哥是男子 自然得让着门 云叔理所当然地说道 陈平一张俊俏的脸 都气歪了 怪不得都说 世上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他倒是叫云叔提醒了 因宋如摆与他们都关系不错 因此也不在意宋如摆在身边 把随身带着的田气都掏出来 云叔与翠柳一人给了一张 云叔笑嘻嘻地和翠柳对了一掌 这才欢欢喜喜地打开田气 只是这一打开 云叔一愣 下意识地看了陈平一眼 将田气推给他小声问道 陈平哥 这田气里良田的数目 是不是不对啊 怎么了 陈平哼了一声 抱着胳膊问道 宋如摆也探身看了看 多了 云叔诚实地说道 这田气上一共是25亩的良田 可如陈平所言 如果一亩良田是五两银子 这也该是125两 可他打从买了地 之后算上和香郡主赏的 自己又摸索出来的一些零零散散的首饰 笼共也只有一百两多些 这平白怎么多出来了 我的怎么是二十亩 翠柳也发现了 急忙拿了自己的田气问陈平道 我也没有给你一百两啊 他们两个小姐妹 虽然是一头钻进银子堆里 恨不能在外头 把自己喜欢的良田都买下来 可是却没有占便宜 叫别人吃亏的道理 更何况 云叔很怀疑 这是陈平花了他自己的银子 给自己和翠柳添置了产业 因此是绝不能接受的 看着陈平 云叔认真地说道 陈平哥 你的好意 我和翠柳知道 可如果是 你以为我花钱给你们买地啊 陈平翘着二郎腿问道 难道不是吗 云叔茫然地问道 别往脸上贴金了 你们陈平哥穷成都 要跟宋大哥混饭吃 哪有钱给你们买地 陈平看着云叔和翠柳笑嘻嘻地说道 二公子不是也买了地吗 他买得多些 一共买了一万两银子的地 置换出两个千亩的大庄子来 互不一看 哎呦 大客户啊 这是 就把这边边角角 也不怎么叫人看在眼里的地当天头 给二公子当的人情 二公子那性子 哪里看得上这种零碎的良田 笼共才多少 因此我跟着去了 正好 我就说 二公子您看不上 那不如给了我 我家里还有俩妹子 这不是一块买地 就都算在你们头上 也是个便宜 他见云叔和翠柳 都看着自己不说话 就对云叔笑着说道 你比翠柳大 因此 我就给了你五母 剩下的都归了翠柳 他白得的地多些 反正一共就这撒瓜俩枣的 全当给你们玩吧 翠柳给他的银子不多 可是这一回 直接拿了二十亩 自然是陈平多天不给他 可是云叔怎么可能 还因为这种事 就嫉妒或者怨愤 他如今都觉得感激极了 陈平哥哪里的话 这话说的都叫我羞愧了 陈平白给了他良田 这就已经是很把他放在心上 只怕也是当与翠柳 一般无二的亲妹子看的 他心里赶紧 又觉得有些感慨 说起来 陈家的男子 无论是陈白还是陈平 都是极大方的性子 如果不是碧柳 总是自私的讨要 如果没有叫陈白 父子含了心 叫云叔说 陈平这一回 也不会完全没有 把碧柳放在心上 他连只是与翠柳交好的云叔 都愿意护着 更何况是碧柳 这个亲姐姐 可是这回这良田的事 陈平是一根毛线 都没有想过给碧柳 既然是陈平哥的心意 那我就不推辞了 云叔和翠柳 知道这天气没错 顿时高兴起来 两个女孩都细细地重新看过 两张美貌的脸都红扑扑地 瞧着十分可爱 他们俩就跟小仓鼠似的 把这些一点一点 积攒下来的家底都藏好 云叔郑重地拿出了一个 促心精致的荷包 把自己和翠柳的田气一块装了 等着回头先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等隔壁老汉林腾出宅子来 再把这些家底 都放在宅子里藏好 这是我的 陈平把自己的田气 也给云叔收着 云叔是收了他私房习惯了的 也不再推辞 拿过来看了 一百亩 云叔眨了眨眼睛 陈平不由露出了一个 得意洋洋的表情 宋如白在一旁 看着他们这模样 嘴角微微勾起 起身去了厨房 又窃了些新鲜的甜瓜上来 由着他们在自己的家里胡闹 你赚的不少啊 云叔感慨了一下 陈平这如今 也是有家底的人了 且而陈白家的 还羡慕宋如白 有一百亩地羡慕得 连秀才相公都要后悔了 却不知道 自己这儿子机灵得很 小小年纪也混了一百亩地 他一边心里感慨了几分 一边拿了一片甜瓜 吃了一口 只觉得比蜜还甜 又水灵 他眼睛一亮 却没忘了好奇地 对陈平小舍问道 二公子好阔绰呀 一出手 就拿出一万两银子 这就算是豪门公子 能一下子拿出来 一万两不眨眼的都不多了 唐二公子 这如今还年少 又没有个镜像 素日里 只靠着国公府里 唐国公夫人的补贴 还有自己的月银过日子 竟然一声不吭 一口气买了两个大桩子 陈平不由露出几分神秘 还有一点你懂的表情 对云书眨了眨眼睛 二公子 业务嫌熟啊 云书一愣 豁然想到 唐二公子的业务是什么了 干坏事呗 他不由啃着甜瓜不吭声了 可见唐二公子 挨了唐国公那一痛揍 似乎真的不冤 第九十三章 云书的生负 他心里富费 嘴上却没说什么 反倒是觉得好笑 唐二公子坏事干得再多 也并未欺行罢市 其实还是有分寸的 总之 等你的宅子倒下来 咱们就都放心了 陈平真是 比云书还惦记他的宅子 实在是自家的私房 实在是有点郁闷了 见云书鸣嘴笑起来 他也忍不住笑了 侧头对宋儒摆笑着说道 咱们这是把宋大哥 你当自己人 因此露出真面目罢了 如果换了旁人 一定不带这样的 陈平这话说的是实话 毕竟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陈白家的为了碧柳的嫁妆 搜刮孩子们的私房 孩子们还都小气地 不肯叫他知道自己有钱 整日里蹭着掖着 就跟云书想着 地下党也就是这么个意思了 因此 如果叫旁人看见 该笑话鄙视他们了 倒是宋儒摆 一向都是个嘴紧的 也不是那等嘴上说的 大方康人之楷的 很为他们打算 因此 陈平在宋儒摆面前也不忌讳 无妨 你们也是有苦衷 宋儒博果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见他如此 云书和翠柳对视了一眼 偷偷地笑了 看吧 还得是宋大哥 陈平急忙对宋儒摆说道 宋大哥 这饭都已经吃了 你带咱们逛逛这宅子 宋儒摆这宅子很大 开阔通风 书朗极了 只是因人口少 未免显得清冷 陈平这样闹着 宋儒摆带着他们一块玩 倒也是为了叫宋儒博这日子 过得有点人气一些 云书也觉得 宋儒摆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急忙也点头 期待地看着他 看见他们都看着自己 宋儒摆起身 带着他们在宅子里 里里歪歪地看着 这宅子 无论想买 都没地儿买去 这可是京城治安 极好的一条街道 因此 陈平羡慕地说道 以后我帮你看着 还能每天都有老汉林 到了还乡啊 陈平笑了笑 对宋儒摆小声说道 而且 我跟小云不一样 平日里跟着二公子 半个月不着家的时候 多着 买个宅子不划算 等过些日子 手里有钱了 不如去买个铺子 只是这铺子贵啊 他摇了摇头 对宋儒摆 说着自己的生意经 宋儒博也并不觉得腻歪 耐心地听着 还时不时开口指点几句 云叔看见这两个少年 一个高大英俊 一个机灵俊俏 倒是觉得赏心悦目 欣赏南色 这在他从前的时代 多么流行啊 哥哥跟咱们说话不多 跟宋大哥 倒是恨不能 时时腻歪在一块 翠柳小声说道 男孩子总是会 更有些话题的 云叔却想到了 更有趣的事 鸣嘴笑了 现在有句话怎么说的 那叫有激情 他一下子 被自己的想法给逗乐了 只是这话说出来 怪害臊的 因此也不好意思 对翠柳说 倒是陈平真是 不把宋儒柏的家 当外道的地方 快到下午的时候 他窜多着吃晚饭 因他是没银子的人 因此 宋儒柏这主人家 就准备出门去买菜 云叔看着眉飞色舞的陈平 都要无奈了 见宋儒柏当真要出去 他想了想 急忙对宋儒柏说道 我跟着宋大哥去吧 瞧瞧有什么 新鲜的吃食 也当是有个建议 行 宋儒柏看了云叔一眼 知道他是不好意思 叫自己一个人出去 三个客人 反倒在家里当大爷似的 就微微点头 那我也去吧 翠柳舍不得云叔就说道 你陈平哥吧 左右 我也想和宋大哥一块看看 这条街上的市场在哪 以后等咱们搬过来 就要自己买菜 什么的了 云叔这个 咱们顿时叫翠柳 没开眼笑起来 他清脆地答应了一声 虽然觉得自家哥哥很烦 却还是坐下来 跟陈平大眼瞪小眼 倒是云叔笑了笑 追着宋儒柏出了门 一块上街 他们穿行过这条街道 走了不远 就是一个小集市 虽然不大 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倒是需要的东西都有 宋儒柏对他指点着这些街道 都四通八达到哪去 云叔便微微点头 看见宋儒柏在一个铺子前头买菜 云叔急忙掏钱 你今日第一次来我家 我该请你们吃饭 宋儒柏压住了他 不叫他花钱 见云叔实在窘迫地看着自己 显然这女孩不喜欢贪图别人的便宜 他想了想 就指着不远处的街道说道 晚上不做饭 你去买两个馒头 他垂头挑菜的时候 云叔见他比自己还会看什么菜新鲜 就知道自己对宋儒柏 是个没用的小尾巴 这才摸着兜里的银子 去了不远处的馒头铺子 买了些白白胖胖的大馒头 见一旁的豆沙包 白胖可爱 宋儒柏和陈平这两位 都是能吃的大胃王 又买了些豆沙包和包子 叫人给自己包起来 他买了主食 就四处看了看 然而目光落在远远的一处 却陡然微微一愣 半晌 他抿了抿嘴角 抱着这些吃的 回到了宋儒柏的身边 怎么了 宋儒柏买了些新鲜的蔬菜 又去隔壁铺子 买了些卤肉 和女孩喜欢的桂花哦 见云叔似乎一下子心情不好了 便低声问道 没买到什么 不是 咱们走吧 云叔忙摇头说道 宋儒柏却皱了皱眉 没有动 怎么了 见他不动 云叔这才小声说道 见着我爹了 你爹 宋儒柏一愣 英俊的脸上露出微微的诧异 却突然皱眉问道 那个卖了你的爹 他见云叔笑了笑 只是笑容却有些干涩 便抬头看向云叔 走过来的方向低声问道 哪个是 他一副要给云叔出头的样子 云叔急忙劝他说道 也没什么 对我来说 不过是陌生人罢了 我也不想再与他有什么干系 只是 伴上才对宋儒柏小声说道 虽然心里已经把他当成死人 只希望日后断绝得干干净净 可骤然见到 难免叫 心里不痛快 我只是认认认 更何况 这条街也不该他过来 我担心 日后你们反倒住在一块 那不呢 他哪里有钱买这里的宅子 只怕是路过 云叔心里却有些打鼓 见宋儒柏还是一动不动地 看向自己的身后 只能无奈地站到宋儒柏的身后 给他指点 这顺着他的手指 远远的地方 正有一个穿的一件青色衣裳 看起来有些自傲矜持的单薄男人 看着仿佛书生的打扮 一副眼高于顶目下无尘的样子 他的身边 跟着一个细眉细眼 涂脂抹粉 又几分风流的女子 手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 身前还跑着一个 与云叔差不多大的女孩 只是瞧着虽然一大家子 却看起来也没什么钱 努力做出 不把周围的急事 当成一回事的样子 宋儒柏侧身 把云叔往自己的身后挡了挡 倒不是怕了他们 实在是瞧见这一家人这样穷酸 却要做出一副眼高于顶的样子 一旦见到云叔变得这样富贵 那头上还插带一根金簪呢 不得扑上来喝云叔的血 哪怕世人都知道他们把云叔卖了 可是如今 这世道孝道最重 他们摆着长辈父亲继母的身份 想要贪图云叔的身家 倒是不必要的麻烦 就算云叔再与他们断绝 那也叫人非议一句 无情 因此 云叔不打算跟他们有什么瓜葛 自然也不希望自己被他们看到 他抱着吃食躲在宋如柏高大的身后 宋如柏的目光 却远远地看着那几个人走了 转身看他说道 你别担心 回头 我问问这条街上的人 他们来做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就对云叔问道 你还有个姐姐 如果那书生还有个长女 为什么当初被卖了的不是长女 反倒是刺女云叔 这叫宋如柏有些奇怪 倒是云叔便笑了笑才轻声说道 那不是我姐姐 是继母带过来的女儿 那女孩是继母的女儿 与她爹没什么关系 只是对于她那个没良心的爹来说 继母是她的心肝 继母的女儿自然是她的亲闺女 她自己轻生的 反倒什么都算不上了 当初小云在家里 没少受这个女孩的欺负 不仅如此 那女孩还会告状 每每将自己哭得十分可怜 然后去她爹面前说委屈 瞧着仿佛都是小云的错 又有当初小云的娘过世的时候 也剩下一些 给别人做绣活之后 攒下来的布料布头 因小云年纪小护不住 因此都被继母拿去 给他们母女做衣裳 等继母生了儿子 小云越发不在他爹的眼里 过不了多久 继母就说 家里人口多吃不上饭了 才窜多 他爹卖了他 这些都是小云曾经的生活 可是云叔如今想想 却也感同身受 宋如柏沉默了一会儿 却没说什么 他本就是个沉默寡言的性子 因此 云叔也不在意 他说不出什么关心体谅的话 更何况也不耐烦 为了那等小人伤身伤心 不过是避开了 也就算了 回了宋如柏的宅子 他也没有把遇见了他爹的事 跟陈平和翠柳说 只当过去了也就算了 倒是翠柳等吃过晚饭 坐在宋如柏的家里 悠闲地喝消食茶 突然对云叔小声问道 今天晚上 你回不回家住 第94章 拒之门外 云叔一愣 这话怎么说的 这时候回家 不外乎娘是哭哭啼啼 大姐姐是哭哭啼啼 再加上娘跟咱们说什么 你大姐姐也不容易 翠柳含着几分怨气 捏着嗓子学陈白家的说话 见云叔一下子笑了 他便哼了一声说道 没准还得说 他如今成了这样 除了王家也 不到别的人家趣了 只怕没有丰厚的嫁妆 王家不娶他了怎么办 他就算能嫁过去 王家嫌弃他怎么办 到时候 没准还得跟咱们哭穷 要钱 这话说的有几分 陈白家的的性格了 云叔想了想 那不如直接回了府里去 就说 咱们这一趟出来的急 府里还有差事做呢 婶子总不会叫咱们 为了避留姐姐嫁人的事 就叫咱们耽搁了府里的差事 我也是这个意思 翠柳眼睛一亮 只是这也太有个人去传话呀 云叔和翠柳都看陈平 陈平也不想回去 只是到底没有抗住 两个小丫头的央求 牺牲自己回家去 云叔和翠柳 就一块回了国公府里 因唐二小姐嫁人之后 整个国公府都疲惫的不行 因此 国公府最近 倒是到处都没什么差事 云叔在老太太的院子里 休息的倒是不错 没风没雨的 倒是到了第三日 按说新娘子 该与新婚的夫君回门 云叔就突然知道 唐国公的厉害了 唐国公真是一个 十分强硬的性子 他见了寻王 自然温序相称 虽然唐国公不是十分热络 可到底给了寻王这个面子 彼此之间 倒是勉强互相尊重 可是到了唐二小姐这寻王妃 唐国公硬是没有叫她进门 直接叫她回寻王府 只说唐国公府 装不下寻王妃这顿大佛 这就叫整个国公府都哗然了 不说 这简直是要叫唐二小姐 以后没了娘家靠山 就说对于唐二小姐 这不亚于灭顶之灾 毕竟寻王为什么要娶 唐国公府的小姐 甚至一个庶女也乐意了 还真以为是对唐二小姐 深情无限呢 不过是为了与唐国公府交好罢了 如今唐国公摆明了 对唐二小姐没什么感情 那寻王面前 哪里还有唐二小姐的立锥之地 云叔也说不出来 唐国公这样冷酷无情是好还是坏 可是叫他自私地说一句 唐二小姐这不来老太太面前 瞪着眼睛怨天怨地什么的 倒是挺好的 他和唐二小姐没交情 自然只在意老太太 唐二小姐三番两次忤逆 都在他的眼里 既然怨恨着唐国公府 那又何必拿唐国公府当靠山呢 他不过是诧异了一下 也就算了 倒是国公府里动荡了一会儿 甚至被关在后院的罗姨娘 还挣扎着从院子里闯出来 哭求过唐国公 因这事唐国公夫人就有点尴尬 毕竟他这个做嫡母的 在这种事里 无论说什么都不大好 他就到了老太太的面前 对老太太叹气说道 不是儿媳与您抱怨 只是如今 罗氏只当是我在国公爷面前挑唆 因此厌弃了二丫头 叫二丫头在京城里丢脸 在寻王面前丢脸 唐国公这样将唐二小姐拒之门外 那整个京城还不都知道了 寻王怎么说的 寻王倒是 唐国公夫人见老太太垂问 目光在给老太太梁秋天 要穿的衣裳的尺寸的 云书身上一扫而过 这才为难地说道 国公爷倒是给足了寻王面子 因此 寻王倒是并未不满 唐国公接待了寻王 自然是认寻王做女婿 对这联姻十分亲近的意思 因此 寻王有什么好不乐意的 唯独掉价的 只是唐二小姐一个罢了 这夫妻虽然说是一体 可是在这事里 唐国公摆明了 只待见寻王这个女婿 却厌恶唐二小姐这个闺女 寻王只求与唐国公府联姻 如今目的达到 他才不管唐二小姐 在唐国公面前如何呢 既然没有得罪了寻王 那这事就这样吧 他为出嫁这些年 在我面前闹了不知多久 活像是我欠了他的 我也腻歪了 老太太淡淡地说道 她为人慈爱 连云叔这样的小丫鬟 也愿意看顾 可是慈爱却不代表是个傻子 唐二小姐是个什么心思 老太太一目了然 您说的是 只是唯恐外头有人非议些什么 能非议什么 非议你这个嫡母伯代数女 你想多了 如果你当真是个 伯代数女的嫡母 她能嫁到寻王府上去 做风风光光的王妃 能有那样丰厚的嫁妆 老太太便对 微微迟疑的唐国公夫人 温和地说道 这京城里的人眼明星亮 心里都有一杆称 你是好是坏 这些人全都知道 若说非要说你心怀恶毒的 只怕那不过是些小人 见不得你如今 风光体面的福气 因此 无论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都是坏的 这样的人面前 你闲良一百倍 依旧是个心中藏奸的 听了母亲的话 我这心里也就好些 不然真是觉得不知该怎么办了 那些小人的眼里 你是好是坏都无所谓 咱们何必把他们放在心上 咱们只结交 与咱们一般兴致的人 更何况 你是唐唐国公夫人 还理会这些闲散碎玉的做什么 闲良是闲良 可是也不要为民生所累 做些心里不愿意的事 老太太一向都喜欢 唐国公夫人这个长子媳的 实在是唐国公夫人作为长媳 尚侍奉她这个婆婆 下照顾余下的两房小叔子 和他们的一家子 养育了出色的唐国公世子 又来往京城之中 与各家豪门都很交好 是没有什么能挑剔出来窜的 这样辛苦 若是还不能当老太太的一句好话 那未免太刻薄了 因此 见唐国公夫人因庶女犯愁 老太太便微笑起来 母亲 二丫头日后 当真不会再回娘家了吗 若是她自己选的 以为自己嫁了皇家王府 就能把咱们这些长辈 都踩在脚底下的是不是她 既然觉得 娘家没什么用处 她就自己 在王府证明吧 老太太缓缓地说道 那也就罢了 唐国公夫人 又不是真心喜欢唐二小姐 见老太太与唐国公 都厌弃唐二小姐 因此 也就将唐二小姐丢到一旁 不再理会 至于唐二小姐在窃室遍地 数字成堆的寻王府 能过什么日子 她才不管 这门婚事 是罗姨娘死活 要说给唐二小姐的 又不是她给说的 因此 唐二小姐虽然回门的事 叫唐国公给拒绝 引起了些疯言疯语 可是 就如同老太太 对唐国公夫人说的那样 能在京城里生活的 都是人今儿 谁看不出 这其中的是非对错 虽然有些人说了些不好听的 却没有市场 更也不敢十分得罪了 如今在朝中 颇有威势的唐国公府 因此没多久 这事儿就烟消云散了 只是这些事儿 跟云叔这么一个 小丫鬟关系不大 她忙着给老太太 做入秋的衣裳 又听老太太的吩咐 给和湘郡主 做了些厚实 又宽松透气的软底部鞋 忙碌了几日 这一日 唐二公子可算是 从祠堂里被放出来了 就来给老太太请安 老太太见了 许久不见的爱孙 见唐二公子 一张俊俏的脸 还有点憔悴 顿时心甘肉的 抱着唐二公子心疼起来 唐二公子伪装自己 被关在祠堂十分可怜 抱着老太太就嚎啕 云叔就觉得 怨不得都说 有什么主子 就有什么吓人 唐二公子油滑成这样 因此陈平也机灵的不行 如果不是知道 唐二公子这段时间没闲着 还买了好大的两个装子 他也以为唐二公子 是叫唐国公 给收拾得十分可怜了 因唯恐露线 云叔就逼出去 只留唐二公子 可怜地跟老太太 诉说自己贵辞堂的血泪史 他才一边听 一边忍不住都要笑了 走出了老太太的上房 就见外头廊下陈平 对自己识眼色 见陈平几眉弄眼的 云叔急忙走过去问道 怎么了 巧儿我去送大哥家吃饭 陈平厚着脸皮 说自己又去送卢百家 混吃混喝 见云叔无奈地看着自己 笑了一下 拍了拍他的头说道 这回我提着酒去的 没吃白食 可见短短几日 他又不知跟唐二公子干了什么 又有钱了 宋大哥说 隔壁的宅子疼出来了 那位老汉林 听了宋大哥转达你的话 说是叫他们不必着急 直说你是个好孩子 因此留了不少路上 不好带走的字画 还有些简单的书给你 见云叔眼睛一亮 显然十分欢喜 陈平笑着说道 到底是一辈子的老汉林 学问大家 虽然字画都是他自己的 可是我瞧着 也都跟明家的没什么分别 都挺有文气的 只是还有一件 宋大哥叫我跟你说 他似乎有些奇怪 对云叔轻声说道 宋大哥说 前些时候 你和他一同遇见过的人 不是住在京城里的 是想要钻营 却叫人给拒之门外的 云叔这就知道 宋卢百说的 是他那个生父了 然后呢 还有什么 他忙问道 宋大哥说 那人之后又来了一回 不小心冲撞了 五成兵马寺的两个兵爷 挨了好一顿打 又被罚了银子 只怕对京城有阴影 再也不敢来了 云叔听着 倒是一时争冲又解气 可是却莫名又觉得怪怪的 这些都是宋大哥亲眼看见的 怎么这遥巧 都叫宋卢百给看见了 第九十五章送礼 宋大哥说是 那就是 到底 你们俩什么事 神秘兮兮的 陈平一头雾水 只是见云叔摇了摇头 不想跟自己说 哼了一声 拍了拍他的头说道 如果当真是什么叫你为难的事 你就来跟我说 一人既短 两人既长 宋大哥虽然如今厉害了 可我也不是窝囊废不舍 没准就有宋大哥想不到的主意呢 宋大哥方正 我比他多点旁门左道 那叫怎么说的来着 互不 我跟宋大哥珠连闭合 那是绝配啊 他唱作俱佳的 云叔听着听着 不由笑了起来 不过是个讨厌的人 其他的也没什么 行 不过 我瞧着这事 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陈平爽快地点头 宋大哥真的说是他亲眼看见的 这太过巧合 怎么他那个父亲 不知什么时候上街 冲撞了官兵 还就那么巧 就正好叫宋卢柏 给看见呢 下回你出府的时候 去问他吧 我传话的人 你问这么多 我怎么知道 陈平见云叔 似乎十分在意这个问题 不由笑了笑 又急忙问他道 你和翠柳 还有银钱花销没有 我这儿又有了点 因唐二公子被放出祠堂 那简直就跟放野猪进了山林似的 顿时陈平的手头 就活泛了起来 他日夜记得自己 没钱请这两个小丫头吃饭的苦头 好容易今天跟着唐二公子 来给老太太请安 就多问了一句 云叔不免笑了 他和翠柳 把手里能花用的银子 全都给拿去 给陈平买地了 说起来 这之后的日子 简直是要吃土 不过好在那日 陈白给了他几两银子说 叫他和翠柳上街的时候 玩耍花用 因那日在宋如柏的家里 宋如柏都给花钱的事包圆了 因此 这几两散碎银子 就剩了下来 他把银子给了翠柳 毕竟小丫鬟有的时候嘴馋了 去央求厨房的婆子妈妈的 给做点吃的 不及他如今这样得宠的小丫鬟那样方便 总是手里有些银钱才好 因此想了想 云叔就摇头说道 在府里我到时 没什么花费 在府里当差 这一时住行 国公府都给包圆了 云叔又是在老太太的跟前当差 时不时还能吃些好吃的 新鲜的果子点心菜色的 一个铜钱都不必十分花用 因此 熬到下一次月钱下来 也并不为难 可别委屈了自己啊 陈平见云叔不用 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对他轻声说道 这银子 可不是攒出来的 你瞧瞧你一个月的月钱才多少 就算是抠门巴巴的 也攒不出一亩地去 还不如都进了嘴里 小小年纪还得整个呢 委屈了嘴可不好 他知道云叔腼腆 一定是不肯拿自己的银钱的 想了想 倒是想着回头给翠柳 这小姐妹感情好 翠柳有了什么 跟云叔有了什么是一样的 知道了 云叔觉得陈平叙叙叨叨的 婆妈的狠 我担心你们两个小丫头 你还嫌我婆妈 陈平看着云叔这小眉良心的 就想拧她的脸 只是这时候 唐二公子一脸春风得意地出来 显然是得了老太太的什么好处 招呼了陈平一声就走 陈平无奈 指了指名嘴偷笑的云叔还是说道 过些时候 咱们就去你那宅子好好瞧瞧去 他匆匆说了这个 就跟着脚下仿佛踩着风火轮的 唐二公子一块走了 云叔知道宅子如今给腾出来 倒是也十分期待 他很想出去见见自己的家 只是之后 他就没有想到竟十分忙碌起来 虽然说唐二小姐澄清的事是完结了 不过过不了多久 又下去秋来 到了秋天 一则是因秋天的时候 各处都要换了秋天的衣裳 一则又是因快到了八月十五中秋 因此云叔就越发忙碌起来 这样换季的时候 老太太身上的针线 是全都要换过一遍的 无论是衣上鞋袜腰蜂帕子荷包花节挂缀等等 不仅是要一套 都是要多几套背着的 到底云叔之前 唯恐自己第一次当差就开天窗 因此从夏天就开始忙活 因此倒是没耽误了老太太的事 老太太见他整日里忙碌 都不出去散心 整日里都闷在房间里做针线 倒是联系了他几分 知道云叔在意自己的眼睛 他就叫人给特意做了枸杞茶等等 又有云叔的分力吃食 也叫人做了些明目的菜色 云叔心里感激 因此越发用心一朵花一朵花的 给老太太的衣裳绣出来 等做好了衣裳 又给老太太换了一套十分新鲜的背面 等他好不容易歇下来 就已经到了中秋之前 这不仅国公府 只怕京城之中也都热闹起来 因这是中秋佳节 仿佛是官场上约定俗称的一种例子 因此各处来拜见唐国公夫妻 与老太太的人家不知多少 有些高门豪族的世交亲近 还有些阴阳慕唐国公威士 想要依附的寻常观幻 还有一些唐国公府这百年来经营出来的门下 一时之间府中愈发忙碌 每一天都有许多人来人往的 又正是中秋节 这节日的礼就跟着很不少 索性都知道老太太年岁大 不耐烦见许多人 因此这来往拜见人家的就是唐国公夫人 唐国公夫人一个人见不过来 就带着府中的二夫人一块见 二夫人胡适性子本就活泼 也是个爱与人结交的 因此倒是不觉得累 反而十分欢喜 整日里笑盈盈地为唐国公夫人分担 这轴里之间倒是十分清静 唐国公夫人又因河湘郡主有孕 因此不敢叫他出来时常见人累着 倒是老太太想了想 叫唐三爷带着河湘郡主 一块去送王府小住几日 也算是人月两团圆 叫河湘郡主在娘家团圆团圆的意思 只是就算是这样 有的人家也是老太太得见见的 因此云书才做完了针线 又跟着琥珀珊瑚 在老太太的身边忙忙碌碌 见识了不少豪门女眷 只觉得唐国公府这热闹的满唐华彩 不是到了这个时候 他是绝技没有身在豪门的感觉的 虽然素日里唐国公府也奢华显贵 可是时间久了就觉得没什么 可是遇到这样的节日的时候 云书才明白 唐国公府当真是万众瞩目 如果不是唐国公全是赫赫 京城之中一向喜欢跟红顶白 怎么可能这样热闹 那些寻常人家 就算是中秋也不过是门可罗雀罢了 这才哪到哪 不过是中秋 那些地方上的官眷有的就来不了 毕竟不好从地方上时常往京城里跑 你瞧瞧吧 等到了过年的时候 那咱们国公府才是忙得停不下脚 毕竟到时候 不仅是各处的地方官来京城里碰门路 还有世家豪门彼此之间的往来 那还有到了年终岁尾 国公府各处的庄子 铺子 牙刑 买办等等 都要来国公府来交上一年的账 并且带着年礼 那热闹的场面是珊瑚说都说不过来的 云书就鸣嘴笑 他才见老太太送走了一位侯夫人 因老太太累了 今日不见客了 他才清闲了下来 我只是觉得这送礼的太多了 虽然说是中秋节只送月饼 就是个极好的 可是难得能趁着这个时候 来唐国公府里露脸的 一些月饼糕饼就过于寒酸 来给唐国公府建礼的 大多带着许多的礼 唐国公夫人虽然也还 给人家 可是这满满的江国公府后院 都恨不能堆得满满灯灯的 都叫云书觉得目瞪口呆 其中一些山珍海味也就算了 还有什么宝石珠串 盆景摆设 金银器皿 唐国公夫妻又孝顺 先不叫这些东西入库 直接送到老太太面前 请老太太先挑挑自己喜欢的 只是老太太荣华富贵几十年 不说自己的私房丰厚 那生的一双富贵的眼睛 眼里见得瞧的什么时候 不是最精美奢侈的玩意儿 因此 他对这送来的金银古董 还有摆设都不大放在眼里 不过是挑了一件 八仙过海的十二扇的 玉石底座的屏风 又捡了其中的一尊 杨之玉观音 一盆三尺高的珊瑚树 给叫放在自己的屋里 应个景儿 余下的又叫琥珀 挑了些金玉首饰 和女孩家喜欢的玩意儿 拿去分给府中的几个孙女 之后的 就叫唐国公夫人 拿走不再理会了 云书倒是跟着老太太 开了一把眼 还多了几分见识 从前没见过的 这一回倒是都见过了 要紧的是 他在老太太的跟前侍奉 还得了几回那些 豪门女君的赏 很是发了一笔小财 想到这里 云书不由眼睛弯了起来 他如今在老太太的身边 吃得好用得好 养得惊心 因此比从前圆润了一些 穿着老太太 喜欢的红裙子 瞧着喜庆极了 珊瑚 见他笑得眉眼弯弯 一时忍不住笑着 捏了捏他的脸 都是咱们国公爷在朝中强势 因此各处 才把咱们国公府当回事 不然 哪能天天忙成这样 只是云书快活了一会儿 却突然想到一事 忍不住小声问道 那 那国公爷收了这么多礼 不犯忌讳吗 第九十六章出嫁 忌讳 什么忌讳 不过是节日寻常走礼 豪门士族都是如此 这是约定俗成的事 人情往来 家家这么干 万一有一天 国公府闭门不收礼了 那才叫人侧目 珊瑚笑着 对云书解释说道 而且他们送礼 这送礼 却不是贿赂 而是庆家节 咱们也是 回了差不多的礼的 都是这些年亲近的人家 图的是个热闹人情 云书这才松了一口气 若只是试交 我也不会问姐姐 只是见 还有许多的下边的官话 那也只是走动人情 珊瑚却没有笑 云书没有见识 反而觉得 他这样谨慎倒是极好的 毕竟 轻狂就容易生出祸患 他笑着捏了捏云书的脸 说道 国公爷和夫人 难道还不必 你看得明白 他不过是说过了这个话题 就不再多说 拉着云书就往后头去 笑嘻嘻地说道 这些人家 送些古董字画的 也就算了 偏偏还送什么糕饼点心 咱们等着分了呢 你也过来挑几样 这样平凡的上门拜见 因此 国公府里的月饼什么的 简直堆上了小山 偏偏府里的主子 都是不吃外头 经了外人的手 做的点心的 因此 云书这几天 跟着几个大丫鬟 混了一个肚皮园 不仅他自己吃 他还给翠柳一块拿 只是就算是这样 就算是吃点心的时候 也不抢头一份 先让过老太太屋里的 一等大丫鬟 再有二等丫鬟 再有老太太院子里 得脸体面的嬷嬷和妈妈 到了自己的时候 才挑几样 给自己与翠柳 下生的 再给三等小丫鬟 与外头国公府 别的院子里的小丫鬟等等 他对月饼 倒是碰都不碰的 如今这古代的月饼里头的馅料 都不过是寻常的五人馅料 没什么新意 现代不是都有句话说过吗 五人月饼 滚出月饼键 可见这五人月饼 都叫人得吃伤了 云叔自然也吃多了 觉得腻歪 如今不仅怀念那些 吃过的新鲜花样的月饼 还想念些瓜果桃里什么的 只是到底是在老太太的屋子里 他最近除了做衣裳 却不爱冒头 那什么 又创新出什么月饼 显摆一下自己的聪明伶俐 他是不愿做的 毕竟 老太太身上的针线 是他用心做的也就算了 且那些月饼老太太吃不上几口 他抖这个机灵做什么 一边想着心事 云叔一边把一些松人高额油卷的 往一个小匣子里放 等着跟翠柳一块吃 他还从自己做针线的屋子里 摸出了一壶茶来 明天咱们吃螃蟹 前些时候 外特的人家 送来了好几车的螃蟹 个个儿大得很 老太太馋了 说是不必等到8月15正日子那天 才做螃蟹 先做些尝尝今年的螃蟹 是什么滋味 珊瑚见云叔急忙点头 这才拉着他 偷偷到了一旁 与他摇耳朵轻声说道 你是哪天出府去 因着忙忙碌碌的 云叔这段时间 一直都没有出府 老太太是知道 云叔买了个宅子 却还没有打理的 因此就叫云叔 忙过了这个时候 就出去收拾他的宅子 我想着 过两天 这人也差不多 都来拜见的差不多了 再出去也不迟 你出去的那日 跟我说一声 珊瑚神神秘秘地说道 云叔与珊瑚 虽然不及与琥珀那样亲近 可是却是很喜欢 对自己关照 有家又爽利能干的珊瑚的 急忙笑着点头 见他答应了 这才放了他出去 笑着说道 去和翠柳玩吧 因云叔年纪还小 因此大丫鬟们也不拘束他 云叔到了谢 抱着点心匣子 跟茶一块去寻了翠柳玩耍 等两个小姐妹吃得差不多了 翠柳这才对云叔说道 前些时候 大姐姐嫁到王家去了 他这话 简直叫云叔 被一下子拍醒了似的 他嘴里的点心 都噎住了一瞬间 急忙咳嗽了两声 看着翠柳茫然地说道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 按陈白家的那性子 如果碧柳要嫁人 应该来府里 知会他和翠柳的 甚至没准 还得叫他们 一块出去 给碧柳送嫁呢 怎么这么轻飘飘 悄无声息地就嫁了 爹说这婚事结得不光彩 还热闹什么 更何况我听哥哥说 娘本是想叫咱们出去的 只是中秋前 咱们府里这么忙 谁倒得出空来 因此 爹给拦住了 只花叫临门 叫大姐姐嫁出去 也就算了 翠柳巴急了两声 见云叔似乎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笑嘻嘻地说道 我就知道 你也是松了一口气的 不过我听哥哥说 娘哭得什么似的 仿佛王家后来又上门来 口口声声大姐姐都成了这样 也只有王家才会要她 想叫娘多给点嫁妆 娘找不着咱们俩 就去找哥哥叫她想办法 顺便瞒着爹 云叔都笑了 找陈平想办法 陈平如果当真 那么稀罕碧柳这个姐姐 还能把田器给了云叔收着 怕是早就一腔热血地 直接送去给碧柳当嫁妆了 只怕陈白家的想得挺好 陈平肯定不干的 你还真没说错 哥哥不肯 说要告诉爹去 杨去了他屋子里一看 耗子来了都得哭 血冻似的干净呀 因此倒是觉得 哥哥应该也没钱了 这才走了 翠柳见云叔忍俊不惊的样子 哼了一声说道 哥哥倒是有先见之明 不过大姐姐出嫁那天 爹没怎么张扬 叫我说 日后只盼着他好好过日子 别折腾了 他虽然对碧柳讨厌到了极点 可到底还有姐妹之情 并不希望碧柳嫁人之后 就如何如何不堪 他只希望碧柳跟自己喜欢的王秀 才好好过日子 不说过得多么好 就别天天上娘家们打秋风就好了 你说得也对 云叔对碧柳嫁人之后 过什么日子兴趣不大 推着翠柳赶紧把点心吃了 又对他轻声说道 一会儿我再去挑些精致些的点心来 你拿回屋里给大伙吃 他想了想 就对点了点头的翠柳轻声说道 再多给春华念下半匣子 春华语念下也是三等小丫鬟 从前与云叔本就亲近 等云叔进了老太太的屋子 虽然联络的少了 却十分支离 云叔从府外回来的时候 总是分些吃食点心来给从前的小伙伴 旁人大多感谢一下 或者对云叔更加亲近友善 春华语念下竟然还知道回礼 这倒是与云叔更加亲近几分 因此云叔素日里带春华语念下 也多有些不同 知道了 巧儿念下出去 还给你带了一小筐枣子 我都记得 云叔便笑了起来 他对翠柳轻声说道 老太太屋里的姐姐们年岁都不小了 过几年 该出府的出府 该嫁人的嫁人 到时候 咱们这些一块儿进府的小丫鬟 到底是有些一块儿的情分 那时候 服侍老太太身边 只怕也就是咱们几个 清静些 总是没有坏处 且春华语念下性子都好 与咱们结交也赤诚 你如今与他们住在一个屋里 多少也可以有两个人跟你好 他握了握翠柳的手 翠柳不由露出几分 笑容说道 我都明白 他反而叮嘱云书说道 你也别总是当无名英雄 也得叫他们 知道你速日里是念着他们的 好 云书这才笑了 等到了老太太吃螃蟹的时候 云书就陪着老太太 瞧着琥珀 轻轻松松地拿着蟹八件 就把一只只好大的螃蟹都拆散了 掏出里头雪白的蟹肉 和满灯灯的蟹黄 只是螃蟹杏粮 是不好多吃的 因此 老太太虽然也用了姜醋与黄酒 可是也不过是吃了两个就罢手 余下地叫丫鬟们分了 云书也得了一个大盖的 翻开外壳 就见里头满满的蟹黄蟹膏 吃一口满口的唇香 简直就是从前的时候 没有吃过的美味 他年纪小 嘴馋 因此觉得有些没吃够 不过他却知道自己如今 在府中根基不稳 因此也没怎么多吃多蘸 虽然有些遗憾 却也就直接罢了手 等过了几天 这来往上门的女眷少了 老太太就放了云书出去 云书如今一心都在自己的宅子上 正要跟翠柳跟放飞的小蜜蜂似的撒花跑了 就见远远的珊瑚 叫他 他急忙和翠柳站住了 见珊瑚一身红衣 明艳照人地走过来 打扮得雨在府里的时候 丫鬟装扮不同 还带了十分漂亮的绢花 这显出了几分珊瑚的明艳俏丽 云书不由好奇地问道 姐姐也是要出去 我不出去 只是见个人 珊瑚笑眯眯地看着云书 这才指了指不远处 站在后门门口 一个高高大大的青年 那青年生的大手大脚 模样也周正 看见珊瑚顿时傻笑起来 云书一愣 电光火石顿时就想到 这是与珊瑚定亲的李家的青年吧 李庄头正巧过来给老太太 送桩子上的出席 除了孝敬老太太与主子们的 还给我带了不少 我瞧你喜欢螃蟹 云给你几框 珊瑚对云书说道 第97张悔不悔 这怎么使得 云书见珊瑚 是要给自己东西 急忙摇头 怎么使不得 李家是个实心眼 生怕我在府里吃不好 因此送来许多 我也吃不完 珊瑚嘴上说 李家是实心眼 其实叫云书说 只怕是他这未婚夫 才是个实心眼 珊瑚在国公府老太太跟前 当一等大丫鬟 还有吃不好的时候 瞧把李家这位大哥给担心的 他瞧着珊瑚那 笑得明媚的样子就知道 实心眼的李家大哥 没少给珊瑚带东西 他心里有些富肥李家大哥实心眼 心里却为珊瑚感到高兴 不然珍珠之前 为了唐三爷跟李家长子退亲那事 他总是担心李家会迁怒 甚至怀疑珊瑚也不清白 因此对他心生芥蒂 如今这样热络 自然是烦恼进去了 说起来 李家本就是大庄头 这庄户人家 自然没有什么宝石首饰 不过正是秋天的时候 什么新鲜的庄稼 也都长成了 带来那么些 分给琥珀仙 分给其他姐妹仙 轮到你的时候 也不多了 虽然珊瑚嘴上谦虚 可是云书瞧着珊瑚那甜蜜的样子 就知道 李家当真是实诚人家 李家这位青年 只怕也是 恨不能成山成海的 给珊瑚带东西来 唯恐他吃不着 这样的心意 倒是与云书素日里 挂着琥珀珊瑚差不多 他就不拒绝了 笑着说道 那我就多谢姐姐 你正好回家 叫他给你送到家里去 这怎么行 我自己拿就行了 云书忙说道 杂七杂八的东西 在一块也不少 你自己拿不动 自己被未来夫家看重 自然也是珊瑚得意体面的地方 因此 他也不在意自己 是不是在炫耀 招手叫那李家的青年过来 对云书与翠柳笑着说道 他在家里行二 你们叫他李二哥就是 他对未来的夫君 似乎是十分满意的 眼角眉梢都带着光彩 本就是年华正好的年轻女孩 打扮起来就十分美貌 更因心情好 这瞧着 就更加明艳了几分 云书和翠柳急忙见李 李家二哥憨憨的 虽然不是十分伶俐 可乔着却是个厚道人 他们两个小丫头才多大 你帮他们把东西运回去 再回来找我 珊瑚拿帕子 给李二哥擦了擦额头 低声说道 李庄头还在和琥珀姐姐对账吗 等你回来再说话 也不晚 他虽然生得好看 却并不十分傲慢 李家二哥急忙点头说道 你也别累着 他和珊瑚的感情 似乎极好的样子 正相视一笑 彼此都很甜蜜 云书也觉得这乔着欢欢喜喜的 正在这时候 却听见一旁传来有些愁愁的脚步声 云书微微一愣 好奇地看去 却见来的是珍珠 珍珠这段时间 瞧着比从前憔悴单薄了几分 虽然锦衣华服 头上也是珠翠满头 比当丫鬟的时候 华美奢华了许多 有了几分做竹子的气派 可是叫云书冷眼瞧着 珍珠这气色却有些不大好 多了几分黯淡黯然 他也明白 珍珠如今是什么心情 大概本以为和香郡主有孕 唐三爷早前就是与他有情的 这一年半载 自然可以独宠三房 也能与唐三爷双宿双飞 只是谁知道 唐三爷叫老太太当头棒喝 说了一番明白的道理 这段时间只守着和香郡主 别说是珍珠 就算是个母苍蝇 也不敢在唐三爷的眼前晃 虽然云书也知道 唐三爷这是在安慰和香郡主的心情 日后总是还会有去珍珠房里的一日 毕竟唐三爷心软 与珍珠有些情分 也不可能叫珍珠 就这么一辈子 别想有的没的 可珍珠却应该是不知道的 他只是有些绝望地发现 唐三爷与和香郡主 越发情色和名 将他丢在一旁 曾经还有些甜蜜欢喜 可是如今却只叫他一个人 哭手到天明了 云书也不知道 珍珠如今有没有后悔 他去服侍唐三爷 可是却并没有得到 想象中的那样的美好的甜蜜 唐三爷转眼就娶了正式 与正式夫妻恩爱 自然就冷落了他 与其这样 那当初 李家的婚事 对于珍珠来说 又是不是叫他感到遗憾呢 云书不知道 珍珠自己也不知道 只论人品 李家大郎自然是与唐三爷比不了的 就算只与唐三爷恩爱过短短的时光 可是对于珍珠来说 也比跟雍鹿出身乡下的李家大郎 一辈子来得快活欢喜 他只是如今被冷落 虽然三房之中 没有人敢怠慢他 一英的饮食起居 都是最好的 无论是衣裳还是首饰 也都是嫁到装户人家 完全不可能得到的料子 可是珍珠今日听说 李家上门来给老太太送庄子上的出产 就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这里 见到他过来 李二哥与珊瑚都微微沉了脸 珍珠却因有心事并未察觉 见了李二哥 他的眼睛微微一亮 由于半上还是走过来轻声问道 许久不见 不知李大哥在家里可好 他今日怎么没有过来 他当初要嫁的是李家长子 珊瑚要嫁的是次子 说起来 庄头这样的差事 自然是由长子等着继承 因此比起珊瑚来 珍珠在老太太的心里 当初更重一些 叫珍珠嫁了李家长子 日后李庄头老了 老太太直接把自己的庄子 就交给李家大郎去管 那珍珠做了庄头娘子 自然过的日子就格外舒服体面 珊瑚嫁的是李二哥 自然是与珍珠没法比的 不过如今倒是不知谁好谁坏了 然而按理说 李家大哥才是日后接手李庄头 继续给老太太做事的人 这来了国公府 也该李家大郎领头 可是李家大郎却不见踪影 李大哥是不是因为我 珍珠不免红了眼眶 勺往脸上贴金 珊瑚是眼睛里不揉沙子的杏子 珍珠差点连他的婚事都坑了 他的心里怎么能高兴 此刻见珍珠黯然垂泪 便冷笑说道 李家大哥才娶了香绳家的小姐 如今正式新婚 莫非还能丢下新婚的妻子 来给老太太送妆子上的出产 并不是为了你 你安心服侍三爷就是 吃了三爷这碗饭 谁跟你李大哥李二哥的叫唤 他柳眉倒树 看起来厉害极了 可是珍珠却听到了这事 心里陡然重重一通 忍不住问道 李大哥成亲了 多新鲜啊 难道这世上除了你 就没有好女子了不成 珊瑚痴笑了一声说道 你嫌弃的人 人家香绳人家的正经小姐 稀罕得不得了 少做吃着碗里的 望着锅里的的白日梦 我没有 珍珠急忙说道 那你来做什么 李大哥来不来 好语坏于你如今有什么相干 珊瑚泼辣厉害 珍珠秉性温柔 自然不是珊瑚的对手 此刻珊瑚便斜着眼睛冷笑 一双印红宝石金耳坠 在耳边摇曳 冷笑着说道 莫非觉得 李大哥为了你一辈子都不取亲了不成 你也不去照照镜子去 还询问李大哥安好 如此虚伪 当初我怎么没有发现 你是这样的人物 他的声音拔高 珍珠百口莫辩 又见李家二郎 带着几分恼怒地看着自己 不由踉跄着退后了一步寒泪说道 我只是觉得对不住他 现在想起来 对不住人家了 嫂你干什么去了 珊瑚痴笑了一声 看着珍珠说道 如今你也是半个姨娘了 自尊自爱 难道不明白 这国公府的后门人来人往的 是你能来的地方 回你的屋里待着去 别以为三爷与郡主不在 你就可以生事了 他不过是个丫鬟 珍珠如今却已经是半个主子 说起来 这样训斥三房的通房丫鬟 就格外有些愉悦本分 可是珍珠却怕急了 急忙转身匆匆地走了 他走得匆忙 云书见他比从前更消瘦了几分 动了动嘴角 却没有多开口 为珍珠分辨 他也无从分辨 看见他就来窃 因珍珠的事 叫珊瑚在李家面前 都跟着眉脸气弱 他想想就觉得十分烦闷 幸而李家是厚道人家 不然 他就算是勉强嫁过去 日子怕事也要不好过的 叫他都给正事耽误了 珊瑚勉强压住心里的火气 见李二哥因见了珍珠 也似乎不是很高兴 便缓和了脸色 推了推他说道 你去帮这两个丫头送东西去 虽然说李二哥十分恼火 欺负自家大哥的珍珠 可是却急听珊瑚的话 文言不敢再继续恼怒 憨憨地答应了一声 就与云叔和翠柳 往后门的角落去了 不大一会儿 竟然推出一架板车来 上头满满灯灯地放了板车的土产 云叔顿时愣了 这么多 撑死他也吃不完啊 瞧见上头 有新鲜的鱼虾海产 几篓极大的螃蟹 羊腿猪腿 还有那些瓜果蔬菜 各色的茯苓霜藕粉等等 云叔抓瞎了 他想了想 就对李二哥说道 那劳烦李二哥 帮我把这些送到 我知道路 李二哥 我带你去 翠柳却已经蹦蹦跳跳地 带着轻松地 把沉重的板车 推起来的李二哥 往门外去了 看那路线 竟不是回陈家 反而是云叔新买的宅子 第98章新宅 上 这路不对吧 云叔急忙对翠柳小声问道 怎么不对了 这不是去你家里的路 可是我本想着 想送回我家去 还是算了 见云叔有些无奈地看着自己 翠柳翻了一个白眼 哼了一声说道 大姐姐虽然嫁人了 可是我跟你说 这中秋 她必然是要回娘家的 你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别没进了爹娘 我与哥哥的嘴里 反倒叫她都给哗啦走了 她唯恐叫后头李二哥听见 拉着云叔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 我知道你一心想着咱们家里 可是 如果家里只有爹 只有娘和哥哥 吃成的大肚子 也不心疼 可是她呢 连吃带拿的 还给王家 王家那老太婆 看不起咱们俩做丫鬟 我才不便宜她 你这一串话下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云叔才小声说道 我本想着 先放在你家里 然后等咱们去新宅子的时候 再拿过来 以为她 真想便宜碧柳呢 她也不是个圣母啊 进了咱们家 你如果还往外拿拿 瞧着不好看 更何况 谁知道大姐姐 什么时候回娘家 如果今天就回来了 正在家里等着 到时候 咱们非跟她闹起来不可 反倒扫兴 翠柳对碧柳 真是完全没有要便宜她的想法 云叔却为难地说道 咱们这第一次去那宅子 也不知道能不能进门去 之前老汉邻家搬走 陈平说 钥匙给了宋如柏 因云叔也想把钥匙 揣在自己的身上 他就请宋如柏帮他保管 如果宋如柏今天不在家 那可怎么办 那咱们 就把东西卸在门口 等着宋大哥回来 等安顿好了 明天再回去 咱们家里吃饭 翠柳已经考虑得好哈的了 见云叔笑着 点了点头答应了自己 顿时也一仰头笑了 两个今天穿得 格外喜庆的小丫头 领着憨厚的李二哥 一块到了云叔的宅子外头 且见这长街十分通透 也并不是寻常的巷子那样 杂乱到处闹哄哄的 李二哥也站了这宅子外头一声 云叔这才带着几分 碰碰运气的心 去敲宋如柏家的门 门很快打开 露出宋如柏来 看见云叔 他微微点头 似乎云叔会来找他 并不叫他意外 倒是见了正推着板车的李二哥 他用目光询问云叔 这是府里一位姐姐 已经定了亲的未来姐夫 云叔有点怪不好意思的 毕竟忙碌李二哥 走了这么远 给自己推着车子过来 见宋如柏一边听 一边打开了自己宅子的门 他急忙请李二哥进去 看着这高高大大的青年 十分用心地要推着车去里头 急忙对李二哥说道 李二哥 放在门口就好了 你忙碌了一路 要不喝口茶吧 他觉得 把人家累得不轻 李二哥却觉得不累 见他并不需要 自己把东西放在厨房 他就把车上的东西都卸下来 宋如柏也过来和他一块卸东西 不了 如果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李二哥还急着回去见珊瑚 哪有功夫喝茶 推着空荡荡的板车就走了 云叔也不好高声叫他 目送他的背影消失 这才走回了门里去 他看了看地上的土产 见里头除了自己之前 看见的那些土产 还有米面与几只鸡鸭 还有些木耳板利镇子 等等的山货 不由觉得这里装头一家 对珊瑚用不用心 他不知道 反正是便宜了他了 叫他连米面什么都不用 再去忙着采满 直接这厨房就满灯灯的了 他一边翻看了跟前的那些吃食一会儿 这才有心带着几分雀跃的 和翠柳一块走到了这陌生的 可是却回家自己以后 都有一个安定的定居之地的宅子 宅子不小 繁华似锦 前院开阔之中 又带着山石树木 十分精致雅致 走到了后头的垂花拱门 往里头去 却见十分细致的石子小鹿 看着不打雅 却带着几分精致在里头 走过这石子小鹿 再往里头去 又是豁然开朗 就见眼前错落有致的景色 被分割得极用心 无论是花间的小鹿 还是有些趣味的小池塘上的小拱桥 都有些诗情画意的意思 院落套着院落 他走到了各处院落去看 就见其他院落都搭理得格外惊心 虽然是搬了家 可是却并没有损坏 反而都十分惊心地 保存了曾经的整洁 云书想到 宅子前头的主人 是一位老汉灵 到底是宝学之事 因此连这宅子都搭理得与寻常人家不同 其整是自然的 要紧的是 十分雅致 不说那些小小的景观 并不花费很多银钱 就比如那小池塘 不过是挖个池塘出来 将外头的活水引进来 里头养了舒展漂亮的两条井里 那小桥也十分简单 木板堆的 自己动动手的事 不过是上头 刷了漂亮的漆 多了几分古朴 可是到底就跟其他的宅子不一样了 更何况 这宅子里四处都按着节气 混种了许多的花草树木 按着节气开放 常开不败 如今正是秋日 因此菊花开得正好 云叔只觉得 整个宅子里 到处都是漂亮的菊花 单红卫子泥金雪青 大的有碗口那样大 光滑灿烂 小的又仿佛野菊 一枝上开了无数 叫人看了 心里愉悦 除了菊花又有月季 还有些寻常的花朵 就算是秋日里了 可是却宅子 却瞧着生机勃勃 云叔一边欣赏 小路两边的这些花朵 又一路到了自己日后 想要居住的正院 却建好大的一个院子 里头正有一株极大的 两人环抱都不能合拢的 有了年头的桂花树 此刻正是桂花开的时候 整个院落上方半边天空 都被桂花树给遮蔽 头上满满的都是桂花 香气满院子都是 下方的桂花树下 又有一个石桌 四个石凳 一旁还有个摇椅 瞧着就十分悠闲的样子 只仰头看到桂花树 云叔都觉得心里欢喜 这宅子买得不亏啊 翠柳跟着云叔 一块开开心心地看着 对云叔小声说道 虽然这不是什么 三进四进的大宅子 可是搭理得这样用心漂亮 自然也算是 前人种树后人成梁了 云叔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你说的是 这宅子是真的好 云叔也没有想到 宅子会这样和自己的心意 几乎是每一处都不必动 因为这已经是 宅子里修缮规划的极致了 想到这院子 隔壁的一个小跨院里 还有两个相对建好的 半月小花坛 花坛的里头不必说 自然种了极好的月季 此刻正开得正鲜艳 只说花坛的上头 还架了好大的花架 上头爬满了藤萝 如今倒是过了时候 不然夏天的时候 紫藤花开遍 又能在花坛里躲日头 又能通风嬉闹 他不免露出了几分高兴 那这宅子你还租出去吗 翠柳有些舍不得地问道 这宅子这样用心 谁舍得往外租出去呢 他都舍不得 云叔自然也更舍不得了 他早前本还想着 如果宅子寻常 那就另出去 反正他长久的都在国公府 这宅子也不过是买来白放着 不如另出去 每个月还能得好些租金 总算也能缓解一下 买了宅子之后 手上空空的压力 只是如今建宅子这样好 他就舍不得租给别人了 如果是这样 那三百两 算是买了个不大出来住的宅子 银子往后 做什么赚不到 这宅子不租 以后就当你我还有 陈平哥一块来歇脚的地方 云叔咬了咬牙 到底还是不愿 叫这宅子给别人住了 见前方宋如柏 正在仰头看那极高大的桂花树 不由对翠柳小事儿说道 你还记不记得 之前我跟你说过 等碧柳姐姐嫁了人 咱们春天买的那些鸡鸭 恐怕都已经长大了 也该再寻思些别的镜像营上了 他这话叫翠柳想了想 眼睛一亮问道 是你说的鸭血粉丝汤吧 这事儿 我想问问陈叔 云叔斟酌地说道 自然是要问爹爹的 咱们两个小丫头 年纪小没见识 那在外头怎么弄铺子 怎么雇人 左右要操心的事儿多得很 爹是跟着国公爷 差事办得多了的 咱们这点烦得不行的事儿 对爹爹来说 却不算什么 翠柳眨了眨眼睛 对云叔小事儿说道 既然如此 那咱们一会儿就回去问爹吧 你信我 爹爹知道 咱们俩这么乐意忙着赚银子 一定只有开心的份儿 他这样俏皮 云叔都撑不住笑了 只怕要麻烦陈叔的事儿多着呢 那算什么 爹爹如果都不帮着咱们 那还有谁能对咱们好 翠柳一仰头得意地说道 他天真烂漫 还带着小丫头的年少活泼 云叔扑斥一声笑了 点头也带着几分年少的快活笑道 你说得对 就赖上陈叔了 他一边和翠柳笑闹说话 一边信手推开了正院的上房的大门 带带着笑容走进去 他看见眼前的屋子却微微一愣 咦 第99章新宅 下 怎么了 翠柳跟着进来问道 云叔没有说话 让开了位置叫翠柳进来 翠柳进来了 四处看了看 小绅问道 也没怎么 他倒是觉得这屋子寻常 可是云叔却已经拉着他 走到了屋子的四面墙壁转了一圈 指着上头的一幅幅的字画轻声说道 你看 还真的挺好看的 这上头的字画 听之前陈平说 都是那位老汉林的作品 因老汉林是读书人 因此 云叔就知道应该不错 不过没想到 这不仅仅是不错了 无论是泼墨山水画 还是一些细致的 秒栩栩如生的飞鸟绘画 泼墨山水开阔大气 那些飞鸟飞禽的绘画 又色彩十分艳丽 叫云叔说 这已经是一位能称得上大家的作品了 不过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字帖 长长的 上头的字体云叔不认识 却也觉得铁画银钩 令人喜爱 他一向都是更喜欢书画的 因此一张张地看过去 正在欣赏的时候 宋卢白已经走进来 指着放在屋子角落的 极大的红木箱子说道 我说 你十分喜欢那位老大人的画作 那家里的老夫人就十分欢喜 说给你留了些 给你赏完 云叔快步走到角落去看了 果然见里头都是一卷卷的字画 字画一旁 还放着一个匣子 不晓 打开了看 里头是几本书卷 多谢宋大哥 没什么 他们本就拿不走 那位老大人爱书画成吃 日日都要动笔 这些都是挑的他早年得意的作品 余下的有些不好的 都直接烧了 更满一些的 都叫他带着回了老家 宋卢百见云叔爱惜地摸着那几本书 犹豫了一下 却没说什么 只是沉生说道 对面的街上有一家书铺 如果你喜欢看书 以后可以去看看 他似乎是想问云叔 一个小丫鬟 怎么会认字 不过想到 云叔是读书人家的女儿 因此也就算了 日后 我都买些书籍回来 只是这书都很贵 而且一些稀罕的都不见 云叔爱惜地把书都重新放好 这才对宋卢百笑着说道 嗯 宋卢百是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也没有和小丫头说话说笑的意思 点了点头 陪着云叔和翠柳 在这宅子里参观 等参观完了大大的卧房 翠柳已经爱这里爱得不行了 我不管 往后我就住这儿了 云叔这宅子 倒是比陈家更自在一些 翠柳自然愿意跟云叔住在这里 云叔也笑着点头 对翠柳说道 更何况这左右邻居都是极好的 咱们平日里在这里住着 也不觉得拘束 因宋卢百跟芳柔 都是性子很好的 因 此云叔倒是觉得 宅子好不好不要紧 邻居好才是真的好 他提起邻居 翠柳急忙问道 今日咱们第一天过来 要不要去邻居们面前摆放一下 到底是礼节呢 咱们不过是两个小丫鬟 这条街上大多都是官宦之家 虽然不是高门显幻 可到底与咱们的身份不同 想一想 如果一个小丫鬟 大大咧咧地上门口口声声拜见的 那叫人家官宦之家的女眷们 怎么接待呢 这就是云叔做丫鬟 唯一的一点知道事事的地方 他过得再快活 觉得自己与平民百姓没有不同 可是只要做了丫鬟 就的确是不及旁人的 不然 如果当丫鬟那么舒服 这世上多少女孩 早就自己卖身为奴了 一个为奴 就已经低人一等 其实当初王家秀才的娘 也没说错 云叔心里叹息了一声 你说的也对 那咱们还是官启门过 自己的日子吧 翠柳倒是心宽欢快 与云叔一般黯淡了片刻 顿时又快活起来 官启门来自己开心 自然也不需要在意身份上的事 你说的对 云叔虽然素日里 都是提点翠柳多些 劝慰他多些 可是云叔却依旧明白 自己是不及翠柳心胸开阔的 见翠柳说笑起来 他也跟着心里敞亮了几分 与翠柳一块快快活活的 在宅子里玩耍了一会儿 不是摸摸这朵月季 就是摸摸那朵紫菊 因这事 真正只属于他的家里 因此 倒是比平日里 都轻快放肆一些 等玩耍了一会儿 见宋如柏还站在不远处等着 云叔急忙上前对宋如柏说道 耽误宋大哥了 宋大哥 如果你忙着 那就别耽误了自己的正事了 八殿下放了我几日的假 没有什么正事 宋如柏摇头说道 放到什么时候 云叔好奇地问道 命我中秋进宫 护卫殿下身边 其他时间可以歇歇 宋如柏见云叔笑了 便问道 你们也是 中秋那日 府里主子们在一块 我自然也要在老太太身边的 因与宋如柏说话 云叔犹豫了一下 将之前宋如柏叫陈平 给自己传的话问了 看着宋如柏小心地问道 宋大哥 我爹那事 你真的亲眼见到了 他还是觉得 这事蹊跷些 宋如柏却面不改色 也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平淡地说道 初始我也不知道 只是他们闹起来的地方 就在我家不远 我听着乱糟糟的 你也知道 五成兵马寺里的官兵 都不是好性子 骂骂咧咧 吵吵嚷嚷 因此 我出去看热闹 就见挨打的那个 竟然是你父亲 他怎么会冲撞了五成兵马寺 云叔却知道 他那个爹 其实就是个吃软怕硬的货色 自称读书人 却没什么读书人的能耐与风骨 这我不清楚 我看热闹桥见的时候 都已经快打完了 又叫他赔了钱 人家早就走了 不过 我见他怕得不行 正巧就想到 那是你的父亲 因此才多事叫陈平宇 你说了一声 宋如柏顿了顿 问道 叫你有什么困扰 你心疼了 他这样问 简直叫云叔哭笑不得 急忙摇头说道 我幸灾乐祸还来不及 心疼什么 只是 他如今听了宋如柏的解释 知道宋如柏 不过也是机缘巧合撞见 心里才放下心来 因此 他的心里再也没有什么 忧虑与疑虑之事 对宋如柏笑着说道 他如果一辈子 不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就更高兴了 宋如柏却没说什么 似乎对云叔怨恨生父 对生父并不恭敬孝顺 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门口的东西 我给你搬去厨房 你先玩 他是个有力气 又闲不住的人 见李二哥听了云叔的话 把那些土产都堆在门口 想了想 看了看云叔 与翠柳小胳膊小腿的 只怕也为难 因此 直接去了门口一趟一趟 把那些沉甸甸的土产 都拿到了厨房去 云叔和翠柳 自然不可能再没心没肺地玩 急忙拿些力所能及的 萝卜土豆的 跟着宋如柏一块干活 他们俩干活不行 天乱倒是差不多 宋如柏大不留心干活 转身都回来第二趟 差点叫他们俩 给办了个正正 云叔和翠柳 顿时善善的了 吃去吧 宋如柏看见 还有一筐瞧着水灵清脆的白梨 摸出两个丢给云叔 指了指厨房不远处的水井 这厨房在宅子的后头 一旁又是柴房 云叔就见厨房里四个灶台 虽然常年烟熏火燎 却十分干净齐整 厨房也开阔通风 后头的柴房也干干净净的 厨房那一排屋子的另一侧 就是一个水井 云叔和翠柳走过去 从里头艰难地提了些水 洗干净了两个梨子 不好意思地吃了 宋如柏却并不在意 只忙碌起来 也不知跑了几趟 总算是把门口的那些东西 都给倒腾到了厨房的一个 专门放东西的阴凉的地方 又指着厨房的一角 叫云叔过去看 抬起了地上的木板 露出一个大大的地窖来说道 这地窖不小 如果你有什么要储藏的食物 可以放在这里 他又带着云叔出了厨房 厨房外头也有一个大大的地窖 叫云叔看了 里头阴凉阴凉的 倒是可以储存一些冬天需要的东西 还有食物 只是云叔却觉得为难极了 地窖多 能收的食物多自然是好的 可是 他和翠柳也用不了那么许多的吃食 他们两个小丫头 吃的东西才多少 就算储存了许多 可是也不可能吃得完 这样大的地窖里的东西 他想了想 又觉得发愁地 看向身后的那些土产 别人家里常常担心的是 东西不够 可是他和翠柳得了这么许多的东西 那些板栗真子木耳银儿等干货也就罢了 可是那新鲜的肉 还有新鲜的菜 与螃蟹鱼虾等等 叫云叔说 如果三天之内吃不完 必然是要坏掉的 他不是一个浪费的性子 因想到自己吃不完 急忙期待地看向宋如柏说道 宋大哥 我得了福利姐姐 好心给我的好几楼的螃蟹 不如拿给你吃 宋如柏沉默半赏 英俊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今日刚得了殿下赏赐的四筐螃蟹 他顿了顿 看着云叔 常年沉默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可是却叫云叔看出了难以言说的哀愁 我一个人住 第100章方夫人 云叔顿时不吭声了 他听明白宋如柏的意思了 宋如柏家里也是吃不完的 八殿下这么大方啊 他干巴巴地说道 都是分离 几个侍卫都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若我推剧了倒不好 别人又不是跟宋如柏似的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人家也是有家里人 应该还很不少的 如果宋如柏觉得 八皇子赏赐的多了推剧 那别的侍卫 是不是也得一二推剧一番 宋如柏虽然沉默寡言 却不是一个不懂事的性子 因此八皇子赏赐什么 他就要什么 也从不受之有愧 因他懂事 因此侍卫们对他这个年轻的同僚 倒是都十分亲近 他顿了顿 见云书犯愁 想了想说道 不如都送到陈家去 陈叔跟着国公爷 这时候得的东西 只有多的 没有少的 而且 云书因在宋如柏面前 说了自己父亲的事 因此更自在一点 小生说道 我也不愿意便宜了碧柳姐姐的副驾 他带着几分小女孩的赌气 宋如柏勾勾了勾嘴角 却见这女孩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宋如柏说道 一会儿我与翠柳回去 正好带着些 就当是中秋的礼了 下生的 我想起来还有个方子 不如做了醉蟹 总是能多保存些时候 新鲜的螃蟹 一旦死了 就不能吃了 因此 云书倒是想着 不如腌制起来 做了醉蟹 还有那些和鲜等物 也都腌制起来 把那几条肥肥的活鱼 都带去陈家 陈家到底人多 没人多吃几口 倒是也应该不剩下什么 说我怎么办 宋如柏问道 云书想了想才 轻声说道 等在陈家 与陈叔沈子说说话 我与翠柳 总是要回来这儿的 这些天的吃食 都用这些东西 如果还有剩下的 唯恐坏了 就做了肉干什么的 应该也能保存起来 至于什么蔬菜什么的 那腌制小菜 又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因此 云书倒是想着 回头去多买些坛子什么的 他想得很好 宋如柏似乎一下子 被他提醒了 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那里还有两只黄羊 和半个袍子 这就是八皇子赏赐的东西了 换了别人家也就算了 可是对于宋如柏 哪怕他是个敬坛使者 只怕也是白大 那一块儿做成肉干吧 云书因感激宋如柏 为自己忙前忙后的 急忙说道 宋如柏答应了 翠柳一边啃着新鲜的梨子 一边靠过来 听了云书和宋如柏的对话 倒是笑嘻嘻地说道 这倒是极好的 要我说 这样的日子 神仙都不换呢 在这宅子里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悠闲自在 自成一个小天地 就算是翠柳 都十分喜欢 他拉着云书的手 看见宋如柏去后头的井旁 喝了几口井水 这才对云书小婶说道 宋大哥这回是真的很用心了 换了旁人 谁会这么忍耐咱们两个小丫头 这倒是 你说 宋大哥这过节几日 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这几日 咱们在这宅子里 都带着宋大哥一块吃饭吧 云书小婶说道 他知道 孤零零一个人的苦 更何况中秋 人月两团圆 宋如柏才没了亲爹 又跟继母闹成那样 孤家寡人的 一个人在外头叫人 难免心里头瞧着难受 云书英也是一个人 因此就绝出几分伤感 也行 我今天去陈家送礼 跟你们一起走 他们俩正说着话的时候 就见宋如柏已经走过来 他与陈家自然也有几分亲近 因陈白对宋如柏 一向看顾几分 宋如柏倒并不是一个 得志猖狂的性子 因此很记得 从前自己 被街坊邻居接济的情分 见云书和翠柳 忙忙碌碌地整理 要带回陈家的螃蟹和仙 还有些放不住的果子 他便等在一旁 等他们收拾好了 就提着这沉沉的几楼东西 跟云书翠柳一同出了宅子 他给宅子下了锁 又把钥匙给了云书 云书接过来 看着宋如柏去隔壁 拿他要带给陈家的节礼 正站在门口 守着自己的那一堆东西的时候 云书就听见不远处 宋如柏对门的那户人家的门 咔嚓一声开了 从里头走出来一个 十分英俊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穿戴虽然寻常 看起来有些旧了 不过江西德倒是十分干净 一双剑眉 眼神沉稳 那一瞧着倒是个十分精神 他正走出来 瞧见外头正有两个小丫头 守着许多的东西 一脸乖乖地等着 不由一愣 只是却似乎并不感兴趣 看了一眼就准备出去 倒是此刻长街的 另一端过来的一顶轿子 摇摇晃晃地 走到云书宅子的隔壁 轿子落下 一个美丽温柔的少女 扶着一个风韵游存的 中年女眷走了出来 瞧见了云书和翠柳 那少女一愣不由笑了 小云 翠柳 这是搬过来了 这女孩正是芳柔 云书觉得 芳柔是一个极好的女孩子 又因是邻居 因此更亲切一层 见芳柔笑盈盈地走过来 急忙拉着翠柳与她见礼 这才红着脸说道 之前府里有点忙 我们老太太身边离部的人 因此也没有时间出来 好容易有了几日可以出来的假 我与翠柳就过来了 她就见后头的那中年女眷 也好奇地走过来 见了云书与翠柳 便笑着问道 我听柔说过 买了宅子的就是你们 倒是两个齐整的孩子 她想到 云书与翠柳都是丫鬟出身 不见鄙夷 叫云书有点奇怪的事 竟然更加温和了几分 这是我母亲 芳柔笑着说道 云书和翠柳 又急忙给这位芳夫人拜了拜 我听说你们是国公府里出身 到底是国公府大家气象 你们瞧着都是十分懂事的性子 前些时候你娇柔的蛋黄酥 她做给咱们吃了 滋味倒是新鲜 也少了几分甜腻 芳夫人瞧着有些精明 不过却十分和气 见云书跟翠柳大包小果的 便笑着问道 你们这是还要出去 有时间来咱们家里吃个饭 都是邻居 也不必计较什么 她热情的邀请 云书便轻声说道 只恐于月里书 这就是说 她自知只是个丫鬟了 芳夫人却笑着摇头说道 这算什么愉悦 邻居一块住着 可不是得有来有往 那等过几日 我与翠柳去给您和老夫人请安 云书这才笑着说道 行啊 芳夫人爽快地答应 她看起来格外亲切 云书也不知道 这是自己讨人喜欢还是怎样 只是见芳夫人这笑眯眯的样子 倒是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不是百歌吗 就在这个时候 宋如百正推着一个小板车出来 上头放着一只黄羊 黄羊胖胖的 瞧着十分丰美 余下的还一筐新鲜的螃蟹 这一筐螃蟹 比云书身边的那几篓 瞧着还多些 云书看了一眼 都觉得撑得慌 却见宋如百把车放在一旁 把自己和翠柳的这些也放上去 正忙碌的时候 芳夫人已经十分热情地唤了一声 这一声格外热切 其中还带着深深的期待 宋如百转身给她施礼 你也要出去 去试书家走脸 宋如百恭敬地说道 芳夫人笑盈盈的目光 从那板车上划过 这才对宋如百亲切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留你 只是去走礼 记得少喝些酒 不要对身体不好 她这样敦厚慈爱 仿佛一位母亲一样念念叨叨 云书倒是觉得很温馨的感觉 且听见芳夫人温和地说道 你一个人在家里开伙 也麻烦 如果觉得懒得做饭 就来咱们家里 不过是天双筷子的事 可是却多了人说笑 一家子也热闹 平日里在殿下宫里 混着吃就够了 宋如百一板一眼地说道 她迟疑了片刻 便对方夫人说道 本给您家里 与赵伯父家里 预备了螃蟹 想着明日给您送去 不过是几只螃蟹 什么时候送不行 你去吧 方夫人便笑着说道 她这样殷勤慈爱 云书想了想 顿时想明白 这慈爱之中的期盼是什么了 那是岳母大人 看向女婿的殷妾的目光啊 她与翠柳不由鸣嘴 偷偷地笑了 正偷笑的时候 她却见对门里 那个英俊的年轻人看过来 目光落在方夫人身后的 方柳身上片刻 慢慢地把目光转开了 云书一愣 下意识地 去看方柳的表情 却见方柳正红着脸 看着颂如百 可是那双眼睛 却也时不时地 往那英俊的年轻人处看去 显然是有些在意的 然而 咱们回去 见方柳多看了那年轻人几眼 方夫人顿时脸一黑 语气之中 带了几分严厉 方柳叫这一声 给换回了精神 急忙对云书与翠柳笑着说道 什么时候你们上门 我再给你们做蛋黄酥吃 快些回家吧 不然天都晚了 他扶住方夫人往回走 又与云书约定 回头一块再研究什么点心吃 等他们母女进了隔壁的宅子 云书这才松了一口气 只觉得 刚才那气氛 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画面 简直就是修罗场